江阳穿越奇轨世界,加入社团,刚成为堂口扛把子,惨遭打黑扫饿,后在药剂店做学徒,开启一段十分,生草,的人生。超进制序列,电磁力,门,进空无痕,魔法,机械师,开心窃贼,副作用炎灵。 守护序列,雪白小熊,北方魔狼,灰白巨蛇,图腾锁链,大灵官,雷兽丛丛。 风硬物序列,二哥的充气小伙伴,二哥是谁?小伙伴是什么?为什么是充气的?眼眶,献祭一只眼睛,杀死眼睛看到的最后一个人。杀死汤姆,可以杀死一个叫做汤姆的人。 命运硬币,好运,厄运,各一半,要赌一把吗?魔女的裙摆,裙摆有三层,你想看最里面吗?索莫斯法老的石棺,进来一起睡吧。 等价天平,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可你有足够的砝码吗? 八狗图,字面一死,一张画了八条狗的纸。 药剂学家药剂。 欺骗药剂,梦幻药剂,清零药剂,雪山凝固,还魂汤。 欺骗药剂,金手花两朵,酒精150克,扁虫两条,污染金石粉一克,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实眼泪。 灵通药剂,老鼠胆汁五滴,月露草叶三片,血金石粉一克,龙鳞鱼眼睛一个。 第一章,开局觉醒电磁力,转身加入社团当堂口扛把子。 江阳的穿越日记,八月十一日,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甘铃娘,地球好像废了。 这个世界,很像我上辈子看的废图小说里的灾变事件,天空总是朦胧的,人们精神恍惚,社会底层人更是行尸走肉一般。 呃,这一点,跟上辈子的世界一样,后半段化掉。 八月十二日,好吧,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不是我的接受能力强大,而是我没有办法。 八月十三日,哈哈,我果然是天选主角,我在这个世界是个孤儿,并且有了超能力,宇宙四大基本力之一的电磁力。 呵呵,小小的灾变事件,歪嘴龙王不屑脸。 八月十四日,经过的研究之后,我放弃了我是主角的想法,因为我的电磁力目前只能给手机充电。 我所设想的超电磁炮,手挫核弹,电子压缩炮,释放静电厂和磁力厂,引力,赤力,改变能量,波段传递,改变物质结构,控制地球磁场,接收太阳风等等技能,都用不了,原因可能是我的超能力级别不够。 请不要叫我人行充电宝,电支呼吸,一支行,无限充电。 八月十五日,今天学校来电话了,说我符合城市猎魔队的选拔标准,邀请我加入官方组织,我拒绝了。 八月十六日,我查询了关于异魔的所有资料,新凉半节。 始于几千年前,世界陷入长达十天的黑暗,然后,它裂开了。 天空骤然裂开一道缝隙,几分钟后,缝隙闭合,世界从此以后都陷入了朦胧,即使是白天, 太阳也像是被笼罩着一层灰雾。 然后,各种形态和能力的异魔逐渐出现了。 世界上还有随机出现的空间裂缝,里面是神秘的异空间,有各种天才地宝,以及异兽。 异魔是人类负面情绪的集合体,是人类心底阴暗面的体现,至今没有解决办法。 怎么说呢?我倒是有解决办法。 把人类杀光不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怕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空间裂缝,不用防备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异魔的人类。 一劳永逸,大家谁都别想好。 呵呵,开个玩笑。 异魔出现后,人们发现热武器对异魔的伤害微乎其微,开始寻找与之抗衡的力量。 最终,发现某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体内有一股特殊的能量。 经过几百年的摸索,终于形成一套完整的修炼体系——武者。 人类会堕落成异魔,人类修炼成武者。 然后,异魔去杀戮普通人,武者去打异魔。 很想吐槽,但槽点太多,不知从哪里吐起。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两个神明的棋盘,一魔是一方,武者是一方。 普通人类,都是都是经验怪,被随意玩弄。 操! 搁着玩呢? 我再次提议,把人类,全部杀光,让他们没法玩。 8月20日,人啊,一旦接受了某种设定,适应的,就会很快。 我也一样。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电磁力,并出去买了相关书籍。 电动力,磁力学,电磁力,矢量能量,量子物理,力学。 简直是他妈的天书。 可是,既然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是武者,那自己为什么会有电磁力的超能力呢? 老江不减,老江疑惑,老江释然。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 是个非常美好的品质。 而我,恰好有。 8月21日,要挣钱了。 前几个月,从滨海大学社会学习毕业,滨海施政就停了我的学业补助金。 好吧,我才知道,我既然是学社会学的,有个毛用。 蓝不成毕业以后,出去混社会,能够快速当上社团老大。 8月28日,我加入了滨海本地的社团组织,金钥社,并迅速成为堂口扛把子。 手下18个小弟,各个精壮汉勇。 打出标语,守护申请夜店,护卫客户平安。 9月3日,官方施行打黑除恶行动,金钥社老大,二把手等五位头目锒铛入狱,各大堂口小弟,做鸟兽散。 我,失业了。 9月8日,无所事事的我在家研究电磁力,终于弄明白了,不是我不行。 而是我没有所谓的能量,没有办法驱动电磁力发挥更强大的力量。 或许,我可以试着用武者的晋升体系,来强大自身,以此来驱动电磁力。 9月10日,江阳啊江阳,你不能再闭门造车了,要走出去,接受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以自身的强大实力,在这个世界立足。 9月11日,肉酱面怎么做来着?算了,吃火锅吧。 9月15日,我找到了一份药剂店学徒的工作,月薪2500,总之是低了点。 但是我能接受,药剂,对舞者的晋升,非常有帮助。 令人意外的是,老板的孙女,非常漂亮,试得黑丝,白丝,鱼网,长筒袜随意切换的妹子,今年大三,就读于滨海大学外语系。 学妹什么的? 五滴老鼠胆汁,三片月露草叶,一颗血精石粉,一百毫升纯水,龙鳞鱼的眼睛,充分研磨。 江阳在药剂店的半开放工作间里,认真制作药剂。 陪老头躺在摇椅上,手拿一把蒲扇,轻轻摇晃,时不时眯缝着眼睛,看向江阳。 不够。 陪老头苍老的声音,有些拥动。 江阳停下手上动作,抬起头,师傅,您教的配方没错呀,哪种材料不够? 研磨的不够,少了六秒。 陪老头迷疯,着眼说道。 啊?江阳愣愣看着手上药罐里的江夜,立刻开始研磨,把六秒补上。 爷爷,我通过猎魔队考核了。 清脆带着兴奋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紧跟着,快步跑进一个穿着白色休闲半袖,下身配咖啡色白褶裙和黑色丝袜的少女。 陪之宇,陪老头的宝贝孙女,江阳在药剂学上的师姐,大学里的学妹。 爷爷,我终于通过猎魔队考核,成为猎魔队的实习队员了。 陪之宇蹲在陪老头的摇椅边,满脸兴奋地说道。 江阳愣了下,进猎魔队还用考核。 实习队员?不都是他们邀请加入的吗? 第二章,灵通药剂,进阶版。 陪之宇兴奋地说完之后,屋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下来,安静得有些诡异。 研磨完药剂的江阳缓缓抬起头来,目光落在陪老头身上。 电磁力告诉他,陪老头的生物磁场从刚才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脑怒中带着无奈的情绪。 情绪是具有感染力的。 往往一个人不高兴,连带着所有人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心里出现烦躁的情绪。 陪老头现在就是这样。 陪之宇开心的表情渐渐收敛,眼神有些怯怯地望着陪老头,嘀嘀地喊了声。 爷爷。 嗯,知道了。 陪老头嗓音低沉地硬了声,没再多说什么,甚至连眼睛都没睁开。 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孙女加入猎魔队的不满,以及无奈。 夕阳余晖透过蒙隆落在地上,形成斑驳光斑。 沉默的气氛中,陪之宇看着爷爷,原本一肚子想要分享的喜悦,一时竟说不出来。 但是,如果打从现在就僵住了。 那以后,再把事情说开,就难了。 陪之宇脑筋急转,倾壳两声道。 爷爷,我也只是做城市内的猎魔队,是相对安全的,爸爸妈妈出事。 因为他们都是探索空间裂缝的猎魔队,我不会参加探索猎魔队的。 您放心吧,我可舍不得离开,我还要陪着最爱我的爷爷呢。 陪之宇逻辑清晰,连说明保证带撒娇卖萌。 很显然,陪老头就吃这一套,城内也不安全啊。 陪老头叹了口气,颇感头疼,伸手拍了拍孙女脑袋,不省心地娃啊。 陪之宇心中松了口气,发自内心的欣喜,再次涌了上来。 双手抓着陪老头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娇汗笑着。 您放心吧,我只是实习生,有任务都是正式队员上,我就是个打杂的,有可能过几个月,就灰溜溜地回来了呢。 陪老头用手背拍拍孙女脸蛋,宠溺地笑笑,温声道,去休息吧,今天累了吧。 嗯,确实累了,今天参与选拔的人不少,猎魔队邀请的队员也陆陆续续来了。 陪之宇站起身,似是想起了什么惊奇的事情,双眸明亮道。 好像有个人拒绝了猎魔队的邀请,爷爷,您是不知道,当时我们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全部都惊呆了。 我们这帮人辛辛苦苦参与选拔和考核,通过率非常低,而他直接被邀请,竟然还拒绝了。 还真有傻子拒绝猎魔队的邀请啊。 江阳听到这里,嘴角一抽,在下不裁,正是阁下口中的傻子。 杨哥,下午好。 陪之宇笑眯眯地跟江阳打了声招呼,然后,询问道,你做的是灵通药剂? 是啊,灵通药剂。 江阳点点头,加油哦,好好表现,爷爷还会做很多药剂,争取让他老人家都交给你。 陪之宇捏紧拳头,对江阳做个加油的手势,不等江阳回应,登登登,跑上了楼。 江阳收回视线,把研磨好的药液小心翼翼倒入烧杯,开始最后一步。 加三滴红尾树枝。 师傅,灵通药剂的配料里没有红尾树枝。 江阳直接说道,这样的情况之前发生过,陪老头说加什么? 江阳就加什么?然后,就挨骂了。 陪老头说,真正的药剂师应该有绝对的自信,我的配方是绝对正确的。 陪老头斜了江阳一眼,摇晃着蒲扇,慢悠悠说道,这是灵通蜜药的配方。 灵通药剂在提唇的时候,加三滴红尾树枝,提唇时间增加45秒,就是灵通蜜药。 这是进阶版灵通药剂。 江阳默默在心里念叨了一句,然后,加了三滴红尾树枝。 灵通蜜药在江阳精心操作下,完美地做了出来。 大约45滴浅红色液体,江阳把药液倒进药剂玻璃瓶里,然后,密封好。 喝了。 陪老头苍老的声音再度突兀响起。 啊?江阳如水塔般惊讶抬头。 他说什么?让我喝。 灵通药剂一瓶要5000块钱,这个进阶版的灵通蜜药要多少钱? 自己一个月才2500,喝不起啊。 而且,这种东西,老鼠胆之加于眼睛,加树枝加草叶加石粉,不会要死人吧? 江阳之前是想利用药剂来增强自身,但知道部分药剂配方后,他就放弃了。 现在,他只想用药剂挣钱。 陪老头像是知道江阳心中所想一般,眯着眼睛,缓缓开口道。 你是身体里蕴含着灵力,基本上相当于四级舞者。 虽然我跟奇怪。 你为什么不加入猎魔队,领取猎魔队的修炼材料? 但是很明显,你选择了成为药剂师,就是想修炼。 不加入猎魔队,却又想修炼。 要是治愈丫头,有你这个心思就好了。 四级舞者晋升五级舞者,再晋升灵通晋舞者。 那就需要时间和药剂的帮助,你必须接受药剂。 陪老头不虚不缓地把江阳底细说了个底儿掉。 除了电磁力。 江阳认真地看了看堂,在摇椅上的老头,心中微微叹息, 不加入猎魔队,是不想去莫名其妙的卖命。 变强是想在这个世界拥有最起码的自保能力。 看着小玻璃瓶中的浅红色液体。 老鼠胆汁与眼睛,老鼠胆汁与眼睛。 不断在江阳脑海中循环播放。 江阳挣扎了几秒,把心一横。 干了。 江阳揭开蜜蜂,仰头把灵通蜜药灌进嘴里。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瓶老鼠胆汁和与眼睛的混合液并不难喝。 等待了大约30秒之后。 江阳眼睛一亮,感觉身体里的经络和骨骼散发出热量。 胸前心口位置仿佛凝聚了一团火,灵力涌动。 做我的徒弟,当然不会亏待你。 你以后每做15瓶灵通药剂,就给你自己一瓶灵通蜜药。 材料算我的,光是那三滴红尾树枝的价值,就比15瓶灵通药剂得价值要高。 江阳从宫位上站起身,发自内心的微微躬身。 谢谢师傅。 第三章,螺旋电磁炮。 晚饭是江阳做的,三人围在圆桌上吃完饭后,江阳和裴之余在厨房洗碗。 裴之余的长发随意竖成马尾变,手里洗碗的动作不停。 转头看看正在擦盘子的江阳,开口道。 阳哥,爷爷说你,现在是四级舞者,很快就能晋升五级舞者,迈向灵通镜。 同样的年龄,猎魔队新进的成员都不如你,为什么不加入猎魔队呢? 江阳微微一笑,随口敷衍,想自由一点。 唉,我不想为了莫名其妙的责任去拼命啊,妹子。 你不会懂的,这不是我的事件。 作为一个外来者来讲,我不连累更多人,就是最大的善良。 自由? 裴之余好看,眉头微微促起,嘴唇捏如着,终归是没再说什么。 晚上,江阳回到自己家里,简单洗漱,喝了杯自制冷饮,然后盘坐在客厅,试图冥想。 五分钟后,哈呼,哈呼。 两小时后,醒来的江阳抿了冥嘴唇,艰难地在地上爬了一段距离,上了沙发,躺下。 盘腿坐着睡觉,腰疼腿麻,不能轻易尝试。 冥想没鸟用,是自己没这方面天赋,还是方式不对? 明天问问师父。 腰腿缓过来之后,喝了杯水,拿起那本《电磁力学》,默默看了起来。 有了明显灵力波动的江阳,若有所思地摊开手掌。 几秒钟后,一抹细小电弧突兀地在掌心闪过。 紧跟着,细小电弧越来越多。 随着江阳脸色涨红,两眉微小,闪烁着光点的电子,漂浮在掌心上方。 江阳脸色涨红,相互追逐着旋转,上下跳远。 以我身体为载体,发射电子会有什么效果? 一个念头涌现,江阳就控制不住地想试一试。 来到客厅窗边,拉开窗户,平举右臂向前,那两枚电子就向阴阳小鱼交互旋转。 江阳沉浸心思,控制着电子迸发出去,他把自己的手臂当作了超电磁炮的导管, 用磁力把电子推出去。 噗!带着江阳希望的两枚电子,发出噗的一声轻响,飞出去不到十厘米, 连窗台都没飞出去,就湮灭在了夜空中。 江阳四十五度角望着无星无月的漆黑夜空。 今晚夜色真好啊! 回到沙发上,继续研究电磁力学。 三十分钟后,江阳面前放着一枚硬币,一颗小钢珠,一颗圆珠笔尖珠。 硬币悬浮不起来,小钢珠悬浮不起来,圆珠笔尖飘了。 江阳拖着圆珠笔尖的小钢珠,两枚比小钢珠还小的电子围绕着它旋转。 我是电磁力的载体,但目前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 电磁力只能存在于本身,单纯的外放还做不到。 但只要把电磁力附于载体上,发射出去。 想到就做到。 江阳再次来到窗前,抬臂平举,手心向前。 他想了想,将被两枚电子环绕的小钢珠移动到十指指尖。 千万要成功啊! 江阳深吸口气,随即目光一鸣, 调动电磁力在手臂内循环,制造立场。 那被圆珠笔尖的小钢珠瞬间变得金黄。 然后,全力推出去。 哄! 一道有两个白光旋转光环环绕的黄色光束, 从它指尖迸发,瞬间划破漆黑夜空。 江阳被自己发射的电磁炮震的目瞪口呆。 赶紧收回手,关上窗户。 沉静了几秒后,听到窗外各种警报声响起。 楼上楼下邻居都扒着窗户,满嘴鸟语花香。 他拉开窗户。 卧槽! 谁啊! 大晚上不睡觉玩什么窜天喉! 有没有素质? 有没有道德? 邻居们明天还要上班呢? 几乎同时, 滨海整个北区都被这道超电磁炮阵性。 猎魔队和城防军连夜展开调查。 网络上,胡乱瞎猜的帖子乱飞, 最多也只有天空那束转瞬即逝的光芒。 江阳压抑着想要呐喊的激动和兴奋, 在客厅里朝着身前虚空用力挥拳。 原本他就是个普通年轻人, 有点腹黑, 有点内敛, 有点保守, 不抠搜也不大方, 会突然热血, 常常冷漠, 也会在看到感人的视频和文案时, 心有感触。 突然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恐惧的, 对未知的世界, 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 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真正的孤身一人。 自保的力量, 是他最渴求的。 之前也不是在摆烂, 而是在研究电磁力。 作为宇宙四大基本力之一的电磁力, 几乎是无上限的, 但这种无上限强大的力量, 却需要更多的知识去开发。 任何力量都不是平白获得的。 刚才是自己的权利, 如果打在大楼上, 应该能把一栋居民楼打穿。 不知道一魔和空间裂缝里的异兽怎么样, 用几分力能把它们打穿。 江阳捧着书, 坐在沙发上, 一边看书, 一边发散思维。 随身带着圆珠比肩不现实, 那太小了, 很容易弄丢, 或者需要小盒子装着。 或许, 自己可以从土地里吸取铁纱, 或者, 在物质中, 建筑中吸取铁线, 凝聚成小铁珠, 用于自保。 江阳来到墙边, 隔空对着墙, 使用电磁力吸取铁线, 铁纱。 没有反应, 暂时还是需要接触。 江阳点点脚尖, 很快, 一些几乎不可见的铁纱力, 悬浮起来, 在江阳掌心, 凝聚成圆珠比肩大小的铁珠。 能行, 果然, 要灵力支撑才行。 这一夜, 江阳都在看书, 他这一个月, 是从最基础开始学起的, 逐渐了解电磁力, 了解力。 次日清晨, 江阳在楼下吃的早餐。 小江, 大学毕业了吧, 准备找什么工作? 早餐店老板是老邻居了, 一边包包子, 一边笑呵呵问道。 找到工作了, 在一家药剂店做学徒。 江阳回答, 武者需要的药剂。 老板先是愣了下, 随机笑道, 行啊, 小江, 你成了药剂师, 也就有可能成武者, 前途一片光明啊。 嗯, 江阳点点头, 认真回应道, 你卖早餐, 我做药剂师, 咱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第四章, 这也太乱了。 江阳在打扫, 他是学徒, 这就是他的活儿。 啪大, 一身物体落地的轻响。 江阳回头看去, 是一本古旧的书从架子上掉了下来, 捡起书, 随意扫了眼, 当即就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了。 放纵密钥, 银获花两朵, 森林白鹿角一片, 鹿雪五滴, 春角三个, 独居女人在深夜流出的眼泪一百毫升, 浸泡五天后, 研磨十分钟, 提唇。 哇哦, 配方就很劲爆啊。 效果, 放纵内心最疯狂阴暗的一面, 以获取短暂的, 疯狂的, 难以自控的力量。 祝, 灵虚静以下, 不可服用, 否则必成一魔, 癫狂而死。 雪山凝固, 清灵液三片, 雪山深处全眼的水二百毫升, 地壳无功的触须, 北海雪蟹的前肉, 使用者的心口泄石滴, 天空树的露水三滴, 研磨五分三十秒, 提唇。 效果, 保护灵虚静以下舞者的气海雪山, 时间三十分钟。 祝, 很贵, 与其倾家荡产, 还不如死了的好。 灵星敌鹿, 冰冻保存的完整雪片七片, 圣星藤的根筋十克, 守护序列八冰雪小熊的后颈毛发十根, 守护序列十一, 灰白巨蛇的灵片三片, 唇水一百毫升, 不间断研磨四小时, 提唇。 效果, 把变成一魔的人恢复。 祝, 看看就行了, 那可是守护序列八和守护序列十一, 它们能让你拔毛拔零, 我给你免费制作灵星敌路, 并附赠一份雪山凝固。 看到这里, 江阳愣住了, 咱不是说这是个武者和一魔的世界吗? 怎么又出守护序列了? 难道自己的电磁力也属于某个序列? 杨阳, 你也不想你偷看, 药极密测的是被爷爷发现吧。 裴之羽的声音吓了江阳一跳, 我去, 你什么时候来的? 江阳连忙合上, 药极密测放回原位, 看向站在楼梯中间的裴之羽, 赶巴巴笑道, 刚好掉地上了, 恰好瞄了两眼, 这让江阳有种偷看人家秘密, 正好被人家抓包得尴尬感。 裴之羽眼中闪烁着脚霞光芒, 被黑丝包裹的大长腿绷直, 一下一下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压迫感十足。 看着裴之羽, 江阳心情复杂。 这大长腿。 在江阳的目光中, 裴之羽走到柜台前, 手肘撑在柜台上, 笑容严余地看着江阳, 他的姿势进攻性很强, 乍一看, 就像是在调戏站在柜台里的大男生。 学妹? 哈哈, 吓到你了。 裴之羽突然很没形象地 趴在柜台上大笑。 杨哥, 你怎么憨憨的? 你是爷爷的徒弟, 这本《药剂密册》里的药剂配方 都是要教给你的, 看就看了呗, 怕什么呀? 江阳眼角直抽, 你他妈早说啊。 刚才那气氛, 我差点以为三两句之后, 我就要喊出那句默契少年穷了, 然后, 灰溜溜离开。 当然是灰溜溜离开。 开发电磁力除了需要知识之外, 还需要舞者晋升的支撑。 现阶段, 除了猎魔队和城防军之外, 也就只有药剂店有可能了。 毕竟, 15份灵通药剂就能换一份灵通密药, 每个月还有2500块钱。 能得到调动灵力的药剂, 还有钱拿, 上哪找去啊? 太憨了, 特别是刚才被自己吓到的时候, 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 太好玩了。 裴之羽笑嘻嘻地看着江阳。 杨哥, 我走了, 今天是猎魔队报到第一天, 可不能迟到了。 裴之羽欢快地打了声招呼, 像个小旋风一样, 快速跑出门, 开着裴老头给买的小汽车, 秃秃秃融进了车流。 别理他, 古灵精怪的性子, 这也怪我。 他爸妈去了之后, 我对他过分溺爱了。 裴老头从楼梯上走下来, 边走边嗓音沉哑说道, 师父, 江阳很有礼貌地迎了上去, 想伸手搀扶老人, 却被老人摆摆手拒绝了。 裴老头走到摇椅上坐下, 摇晃了几下, 开口道, 药剂密册看到了吧? 我昨晚拿过来的, 你把书上的药剂都背下来, 知语的心思在猎魔队, 对药剂学没什么兴趣。 如果我哪天不在了, 咱们这本《药剂密册》也不追断了。 江阳静静听完, 想说几句师父, 您身体棒棒的, 肯定长命150或者师父, 您说什么呢? 别说这样的话, 您身体好着呢。 最终, 江阳默默点了点头, 知道了, 师父。 随后, 江阳开始制作灵通药剂, 陪老头躺在摇椅上, 时不时提点两句, 基本上都是研磨时间长短的问题。 江阳看着面前的描表, 自己可是掐着点研磨的, 怎么还会错时间? 师父, 我是按表研磨的, 您是怎么计算时间的? 或许是觉得这么问, 有种质问的感觉。 江阳赶忙补了句, 师父, 我的意思是, 这有什么诀窍吗? 切实的时间, 对您来说, 好像没什么用。 呵呵, 不用解释, 我明白你的意思。 陪老头依旧闭着眼睛, 脸上的褶皱仿佛蕴含着许多往事, 他轻笑了一声, 开口道。 从研磨的那一刻开始, 在心中按照节奏末术。 你看着描表研磨材料, 会过于再一时间, 手上的动作就会变形。 小阳啊, 药剂不是那种差不多就行的东西, 任何一个来买药剂的舞者, 都是用生命在信任我们。 江阳稍稍错愕, 没想到师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知道了, 师父, 江阳又做了十份灵通药剂, 按照师父说的全神贯注。 果然, 师父这次没有开口提醒, 坐着坐着, 发现宫位上的材料没了, 起身要去库房拿材料。 再教你一种药剂, 库房里的材料缺少两种。 你去一趟城西区的青梅药店, 买那两种材料, 猎魔队需要130份, 下周一就要。 好, 就在江阳要走的时候, 陪老头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开口道, 对了, 材料店老板要是为难你, 回来跟我说, 为难我。 江阳有些不明白, 但也没多在意。 好, 江阳拿了师父, 给的材料单, 出门左右望了望, 走了几步, 扫了一辆自行车, 各自自猛灯。 第五章, 大兄弟买药吗? 嘎嘎猛。 野驴猛灯125, 百公里, 消耗三碗大米饭。 十分钟后, 江阳来到地铁站, 刷卡, 上地铁, 去趟城西。 青梅药店的老板信孔, 是个大长脸, 比江阳见过的, 包括电视里见过的人, 都要长。 他拿着江阳递过去的材料单, 看了看, 130份恶龙牙齿, 130份身痰女妖的眼泪。 孔老板的目光, 从材料单上, 转移到江阳的脸上, 大长脸上露出江阳难以理解的笑容。 裴老爷子承认, 你是他徒弟了? 是啊。 江阳随口回答, 孔老板眼神复杂地看着江阳, 愁出了下, 再次问道, 你是怎么拜他为师的? 我进店里问, 要不要学徒? 师父说, 要, 我就给他当徒弟了。 江阳如实回答, 事实上, 也确实是这样。 老裴, 你要徒弟不要, 看我怎么样? 老裴, 要。 孔老板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就这样愣愣地沉默了七八秒, 才叹了口气, 笑容苦涩地说, 你真幸运, 当年我可是求了裴老爷子很长很长时间, 他都不收我为徒, 没办法, 我才开的这家药店。 求? 这不是进店应聘就行吗? 难道你的学徒工资要得比我高? 你们都在干啥呀? 进猎魔队不是被邀请, 而是费尽巴黎的参加选拔, 学药剂不是应聘学徒, 而是苦苦哀求。 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 江阳不解, 江阳困惑, 江阳无所屌位。 孔老板调整了下情绪, 又恢复了平淡表情。 收集材料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你在这稍微等一会儿, 我去打电话收集。 江阳想了想, 孔老板, 我要三份灵通药剂的材料, 还有, 可以借一下你的工作台吗? 等着也是等着, 不如自己调三份灵通药剂赚钱。 孔老板正了下, 随即惊讶的瞪大眼睛看着江阳, 你已经能调配灵通药剂? 难啊? 江阳脸皮一抽, 你们都有病是不是? 灵通药剂是武者需要的最基础药剂, 配方不是秘密好吧? 我会调配有什么问题? 这里的人怎么都一惊一乍的? 孔老板的心更低落了, 灵通药剂的配方不是什么秘密, 但感冒药的配方也不是秘密, 就写在药盒背面。 你见谁自己调配感冒药的? 见你用。 孔老板声音闷闷, 转身去库房拿了三份灵通药剂的材料给江阳, 然后, 就站在玻璃柜台里打电话, 收集恶龙牙齿和深痰女药的眼泪。 与此同时, 江阳已经开始做好了调配灵通药剂的准备, 师父说, 自己可以调配灵通药剂拿出去卖了。 当然, 这个材料是要自己准备的。 一份灵通药剂卖五千块钱, 材料要三千块钱, 如果操作得好一些没有失败的损耗, 净赚两千, 但要是倒霉, 全部失败, 损耗了的话, 一分不正, 全赔。 孔老板看着江阳撕损了片刻, 他真想看看这个年轻人何德何能, 能让裴老爷子收下他, 伸手拿了个苗表, 走到工作台前放在江阳面前。 不好意思, 孔老板, 我不用苗表计算时间。 谁? 什么? 你不用苗表? 孔老板微微错愕。 那你怎么计算研磨和提纯的时间? 江阳想说, 在心里莫属, 但又一想, 这是师父刚教自己的, 说出去是不是不太好。 于是说道, 全凭感觉, 孔老板沉默了, 他收回苗表, 就站在柜台里, 一边看着苗表, 一边看着江阳。 全凭感觉? 好, 今天我老孔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 翻车那就好玩了。 很快, 老孔震惊, 老孔猛逼, 老孔疑惑, 老孔默然, 老孔释怀。 也许, 裴老爷子不收自己为徒, 是正确的, 自己真的不适合成为药剂师。 在他的目光中, 江阳手法娴熟地, 分毫不差地, 做好了三份灵通药剂, 三个小玻璃瓶内存放着浅红色液体, 晶莹剂透。 浅红色药剂中浮现的隐隐晶莹, 像是若隐若现的星光, 就是药剂成功的标志。 这是无法伪造的, 无法模仿的, 是材料提纯出来后的特有标志。 江阳很开心, 这是属于自己的, 九千变一万五, 果然, 药剂师很赚钱。 江阳抬头与孔老板对视, 江阳欣喜地笑了笑, 老孔苦涩地笑了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很快, 陆陆续续有舞者来药店送材料, 卖给孔老板, 不到一个小时, 130份恶龙牙齿和130份生痰女妖的眼泪, 全部凑齐。 江阳用手机给孔老板赚了九千灵通药剂的材料钱, 恶龙牙齿和生痰女妖眼泪的钱, 是裴老头和他后妻结亲, 拎着大皮箱, 走在马路上。 江阳没坐地铁, 因为有恶龙牙齿, 过安检是个麻烦事, 于是决定过两个岔路口, 奢侈一把, 打车回药剂店。 突然, 周围的磁场出现紊乱波动, 江阳愣了下, 停住脚步, 沉下心来, 感受着周围磁场, 最终, 目光锁定不远处的小巷口。 他想了想, 拉着皮箱走了过去。 昏暗的小巷里, 身穿猎魔队制服的年轻男人, 身上多处创伤, 每走一步都留下血脚印。 饶是这样, 依然拿着刀, 与一头怪物战斗。 那头怪物的样子, 让江阳从生理上感到恶心, 就像一根巨大的黑色棒棒糖, 巨大的圆脑袋上, 浑身一出粘液, 落在地上, 发出滋拉滋拉的腐蚀声。 这就是一摩。 人类心底, 积蓄太多阴暗和扭曲, 而产生的变异。 人心的阴暗, 真丑陋。 江阳无声地低语了声, 拉着皮箱转身离开。 要不要试试电磁炮的威力? 看看能不能打穿一摩。 走了几步的江阳停下脚步, 脑海中浮现想法。 他左右看看有没有人, 有没有摄像头, 确定没有之后, 缓缓退了回来, 距离巷子五六十米。 那个猎魔队的男人已经快完蛋了, 腹部被两条黑紫色触手刺穿, 被慢慢调了起来。 江阳脚尖轻点地面, 在电磁力的作用下, 粉尘般的铁砂被吸了上来, 在他手中形成一个圆珠笔尖大小的铁球。 两枚电子环绕在铁球周围, 蹦射着细小电弧。 江阳平举手臂, 伸出食指, 非常中二地在心里喊道, 电磁炮。 哄, 一道环绕着白色电光的金色光束从他指尖迸发, 瞬间击穿一抹头颅。 那头一抹的脑袋就像肥皂泡一样, 啪的一声炸开, 小巷内飘洒着黑紫色液体。 那个猎魔队的男人也随之落地, 生死不知。 江阳围着大楼绕了一圈, 从小巷的另一个方向进去, 提起皮箱, 小心躲避着黑紫色液体, 别沾染到身上。 他来到猎魔队的男人身前, 发现那个男人睁着眼睛, 老哥,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有一束激光射出来? 江阳的演技很不错, 先是四处观察, 最后, 看向那个男人紧张地询问。 嗨嗨, 一抹, 男人断断续续地艰难开口。 一抹? 那, 老哥, 你没事吧? 男人惊讶地望着江阳, 兄弟, 我这副鬼样子, 你说有没有事? 江阳问完就后悔了, 自己怕不是棒准, 他被一抹插了十几个洞, 怎么可能没事? 我队友, 快来了。 男人再次用力开口说道, 你怕是坚持不到你队友来救你了。 江阳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真诚地与男人对视。 老哥, 你买药吗? 嘎嘎猛的那种。 第六章, 你可别避避了, 省点力气吧。 江阳低头看着男人胸前的名牌, 他叫王鹏。 鹏哥, 你有所不知, 我是药剂店的学, 药剂师师从裴东行, 请相信我, 我是一名成熟的药剂师。 他从口袋中掏出那三瓶刚配好的灵通药剂, 递到王鹏面前。 王鹏已经做好了就这样死去的准备, 正在以仅存的意识回想过去种种。 突然, 三瓶药剂出现在眼前瞬间爆发出声的希望。 谁又甘心死去呢? 那三瓶淡红色药剂中有星光若隐若现, 是真正药剂的标志, 虽然只是最基础的灵通药剂。 但只要激发出自己体内潜藏的灵力, 自己就有可能支撑到队友赶来, 就有活着的希望。 江阳举着三瓶灵通药剂, 笑容温和, 眼神清澈, 实际上眼中写满了快说药啊。 我满? 好嘞, 成会五千, 一斤出售, 代不退款。 江阳把一瓶灵通药剂放在王鹏的尸体, 身体上。 哼哼, 江阳愣了下, 随即恍然, 哦, 忘了, 忘了, 不好意思啊, 附赠一次喂药服务。 江阳打开药瓶, 对着王鹏的嘴灌了下去。 灵通药剂的效果是激发舞者灵力, 他快死了, 用药剂激发灵力, 以灵力保护大脑和内脏的, 应该可以支撑到他队友赶来, 接受治疗。 一瓶灵通药剂灌下去之后, 王鹏闭眼了。 卧槽, 不会嘎了吧? 喂, 哥们儿, 你还活着吗? 你支个声啊, 不会被灵通药剂激发的灵力, 给冲打了吧? 那自己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 不对, 自己还没收钱呢, 没有交易记录, 现在跑应该还来得紧。 还, 还活着, 嘿嘿。 王鹏虚弱的声音, 把江阳的思绪拉了回来, 口中吐了两口血, 眼神有了些神采。 呼, 没死就好, 江阳深深松了口气。 那付钱吧, 五千元子, 你带手机了吧? 扫我收款吗? 在裤子口袋里, 你自己扫吧, 密码667,788, 剩下两瓶灵通药剂, 我都要了。 好嘞, 一万五哈。 江阳掏出王鹏手机, 给自己扫了一万五, 把剩下两瓶灵通药剂 塞到王鹏手里。 又问道, 用不用再喂你一次药? 或者, 帮你找裂魔队? 不用了, 激发了灵力, 我也有了些力气, 我的队友就快来了。 王鹏躺在地上, 相比之前, 他确实好了些,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 如果裂魔队没有及时赶来, 等到激发的灵力消退, 他还是要死。 得到王鹏的答复之后, 江阳没在管他, 用空瓶子收集一磨的黑紫色粘液。 师父说, 一磨的血液有奇异的能量, 也可以搭配材料, 调配药剂, 只不过, 需要用到一磨血液的药剂种类, 很少就是了。 但, 那种药剂的价格都不便宜。 江阳不知道, 这个一磨的血液能不能用来制作药剂, 本正您做错, 不放过的心理, 还是收集一些。 等回去问师父就知道了。 现在对他来说, 赚钱和提升实力是最重要的, 有了一定自保的实力, 有了相对足够的钱, 就可以找个环境好, 相对安全的城市, 安逸的生活, 享受人生。 如果活着不是为了躺平, 那将毫无意义。 看着收集一磨血液的江阳, 王鹏内心疑惑, 于是问道, 你不害怕吗? 还行吧, 作为药剂师, 什么稀奇古怪的材料都见过。 江阳回答, 这倒是没错, 第一天进陪老头的库房, 他差点吓死, 好多无法理解, 不敢再看第二眼的生物材料, 有序的放在库房里, 一排排放在玻璃罐子里的各种眼球, 各种生物的爪子, 手掌, 段纸, 泡在特殊液体里的恶心内脏。 不过, 现在他都习惯了, 在疯狂的世界里, 总有些疯狂的事物, 不去接受的话, 那就有可能变成一模, 或者一模的口粮。 看你的年龄, 应该刚毕业吧, 参加猎魔队的选拔了吗? 不去。 为什么不去? 就是不想去呗。 小兄弟, 我很不理解你的想法, 成为猎魔人, 肩负守护责任, 隐于城市的另一面, 灾难降临, 我们就是挡在灾难前的壁垒。 你可别避避了。 江阳出声打断, 回头看着王鹏。 兄弟, 你都快死了, 还这么能说? 怎么, 你想淫尸啊? 省点力气, 等人来救你吧。 江阳收好装着一抹血液的玻璃瓶, 提着皮箱, 越过王鹏身边, 走出巷子, 离开了。 站在街边, 打了个出租车, 跟出租车师傅有说有笑地唠嗑, 融入车流。 江阳离开之后, 不多时, 四名猎魔队成员赶到巷口, 把王鹏救走。 半小时后, 江阳回到药剂店, 把那瓶一抹血液拿给陪老头看。 陪老头起身到工作台, 取出一点一抹血, 自己检验过后, 确定可以当作药剂材料使用。 他随口问了问, 怎么弄来的? 江阳引去自己用电磁炮打穿一抹的事, 讲述了一遍经过。 陪老头嘀嘀地嗡了声, 说道, 收进库房吧, 等以后教你那方面药剂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材料, 做出属于你自己的药剂, 拿出去卖掉。 好嘞。 江阳开心地把一抹血送进库房, 出来之后, 说道, 师傅, 昨天晚上买的鸡肉还有半只, 中午给您炖个鸡汤, 煮食大米饭, 您还想吃什么菜? 你看着做就行, 你的手艺, 没得挑。 陪老头说道, 江阳甚至怀疑, 师傅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做饭的手艺, 才收自己为徒的。 但又一想, 收自己为徒的时候, 自己还没做饭呢。 陪老头这波属于是开盲盒, 开到饱了, 本来想着收个徒弟, 没想到还附赠一个厨师。 下午, 陪老头教江阳调配, 恢复药剂, 除了最开始费了几分材料, 之后江阳就越发地熟练起来。 恶龙牙齿一颗, 身痰女妖眼泪一滴, 祝福花瓣三片, 血精石粉一克, 六角绒原肉三克, 四十度温水三十五毫升, 研磨五分十秒, 提纯。 其中主材料是六角绒原肉。 这种生物有着变态的再生能力, 加上辅助材料, 配成药剂, 服用之后, 五者可以瞬间恢复少量灵力。 第七章, 你要相信光。 江阳中午, 炖的鸡汤, 让陪老头那张万年不变地连有了一丝表情变化, 默默地干了三大碗, 外加一大碗米饭。 陪老头在吃大鸡腿的时候, 时移了下, 砸磨砸磨嘴, 伸出去的筷子又收了回来。 江阳抬眼看看, 放下饭碗, 在陪老头疑惑的目光中, 他去了厨房, 倒过了两分钟后, 端来一个小碗。 那是加了小米辣和香菜的蘸料。 把蘸料放在陪老头面前, 江阳继续端碗吃饭。 陪老头愕然了一瞬, 看看坐在自己对面, 大口吃饭的孩子, 展露出一丝不可查的温暖微笑。 鸡腿沾着小米辣蘸料, 连带着鸡胸肉都有了滋味。 经过几天的观察, 江阳发现陪老头很喜欢吃辣, 同时属于香菜党。 吃完了饭, 陪老头又躺回摇椅上, 悠哉悠哉地摇晃着。 江阳休息了会儿, 继续制作恢复药剂。 这时, 突然陪老头苍老的嗓音响起, 不加入猎魔队, 不参与猎魔队选拔, 没有错。 刚好提穿一份恢复药剂的江阳, 抬头看过去。 陪老头显然是掐好了时间, 在江阳做好一份药剂之后, 不至于让江阳分心。 气氛稍稍沉寂了几秒后, 陪老头继续说道, 守护是需要主动背负的责任, 而不是被强加的, 愿意就是愿意,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没谁规定, 只有去拼命, 才算英雄, 猎魔队, 探索队和城防军, 他们的薪资和装备, 以及后勤保障, 都是我们缴纳的税款组成的。 这是社会组成的循环。 不要被你救的那个猎魔队成员, 所说的言语误导, 也不用身怀力量, 而不去肩负责任感到羞愧。 哦, 师父刚才说的话, 比前几天加起来都多, 这是怕我因为王鹏那几句话, 有了内耗的情绪波动。 可惜啊, 王鹏刚说个开头, 就被自己打断了。 江阳暗暗想着, 面上却带着笑容, 一副受教了的样子, 道。 王鹏说了句饱含深意的话。 不要成为没有脑子的蠕虫, 要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 要时常进行深层次思考。 嗯,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师父这是, 怕自己成为三观, 跟着文案公众号走的白痴? 竟无言以对。 知道了, 师父。 江阳回答之后, 等了十几秒钟, 确定陪老头不再说话之后, 开始制作, 恢复药剂。 整个下午, 江阳做了四十份, 恢复药剂, 失败了六份。 浪费的材料虽然由陪老头承担 依然让江阳心痛到不行 那都是钱啊 傍晚 江阳正在做饭 陪老头点菜了 红烧猪蹄 酸辣半剥菜 油闷笋 陪老头看着江阳做饭 不由地感叹道 原本以为你对要记学极具天赋 没想到 你真正的天赋是厨艺 不不不 宁宝贝徒弟的真正天赋是魂社会 从加入社团到堂口扛把子 只用了三天 如果不是时运不济 被打黑除恶 现在的我 就不是要及时学徒了 而是金药社第四化识人了 不 或许是第三化识人 怎么样 没想到吧 这是兴趣 而且 自己做的菜 被赞扬 被吃光 内心会有极大的满足感 江阳笑着说道 门外响起汽车声 不多时 陪志宇面带愁绪地走进来 看着左侧厨房里的师徒二人 牵强地扯了个笑容 爷爷 阳哥 我有些累 就不帮忙了 等会儿下来吃饭 师徒二人对视野 江阳从陪老头的眼中 看到了浓浓的担忧 见他要追上去询问 赶紧出言阻止 师父 志宇应该遇上了什么事 先让他自我消化一段时间 等他理清思绪之后 再慢慢询问 现在过去 恐怕他会更烦恼 陪老头指住脚步 担忧地望望楼梯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背着手 在楼梯口来回踱步 徒弟啊 你说的靠不靠谱 我看志宇脸色很差 靠谱 志宇也不是小孩子 应该有自己的思绪空间了 徒弟啊 猪蹄什么时候 能闷好 您着急吃了 不是 早点开饭 志宇能早点下来 徒弟啊 你说志宇情绪不高 是不是因为 看到了今天那个猎魔人重伤 心里有了波动 应该是 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那得看志宇怎么想 怎么讲 陪老头停下脚步 看向江阳 江阳办好菠菜 放入冰箱冷藏 擦了擦手 看向陪老头 略做思索 说道 在您的角度来看 如果志宇因为看到 猎魔人的危险 因此对猎魔人这项事业 产生恐惧 就是好事 因为 志宇以后 很可能会退出猎魔队 那就是好事 如果志宇因此而坚定 猎魔队的信念和责任 积极转正 参加任务 那对您来说 就是坏事 不过 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别忘了 叔叔和阿姨 都是在猎魔队殉职的 那种责任 大过命的信念 是从小就潜藏在 志宇心里的 听到江阳这么说 陪老头烦躁的呲牙咧嘴 伸着脖子 望向楼梯转脚 希望马上就看到孙女 洋溢着笑脸 蹦蹦跳跳的 欢快跑下楼 晚饭的气氛 有些沉闷 陪志宇没怎么吃 陪老头也愁得吃不下饭 江阳干了两大碗米饭 红烧猪蹄汤汁 汁泡米饭 吭吃吭吃一顿灶 陪志宇照常 帮江阳洗盘子洗碗 收拾厨房 正在擦燃气躁的 江阳思绪发散 今天学会了 恢复药剂 卖了三份 灵通药剂 近涨六千元 等攒到三万块 去买十份 灵通药剂的材料 拿到店里卖 再做八份 灵通药剂 就能做一份 灵通密药 等服用了下次的 灵通密药 配合 电磁力 试着能不能 晋升五级五者 五级五者在晋升 就是灵通镜和灵运镜 基于以灵力为基础 使用电磁力 估计自己到了灵运镜 就可以试着控制 磁场和电场的相互作用 使带电粒子处于静止 从而影响电磁波 甚至剥夺 一定范围内的电磁波 处在被剥夺 电磁波范围内的人 是没有感觉 没有视觉 没有听觉的 基本上 属于剥夺五感 这应该属于 电磁力 基本运用阶段 最顶级的运用方式 至于其他的 比如刺激原子核 无线压缩带电粒子 禁止电场 粒子磁势力 应该都可以实现 杨哥 我今天看到了 正式队员王鹏的伤势 他是灵通镜的舞者 都伤得这样重 那些一魔 该有多强大 王鹏说是 昨晚出现的那道光束 杀死了一魔 极快的一下 就把一只重伤 灵通镜舞者的一魔 杀死了 队长说 那是一种 无法想象的强大 裴之宇手里 拿着白瓷碗 低着头 近乎呢喃般地说道 忽然 他提高了音量 转头看向江阳 问道 杨哥 我以后会变得 跟那树光一样强大吗 一拳打爆 一只一魔的程度 江阳愣了下 他根本就没听 裴之宇说什么 只听到裴之宇 最后那个问题 会的 乾坤喂马 你我接黑定 啊 嘿 裴之宇猛了 黑马 黑马 你我接黑马 江阳 立刻改口 倾咳了声 掩饰口误的尴尬 道 之宇 要相信光 你要光 就有光 第八章 多少 对于裴之宇的心理活动 和情绪变化 江阳并不感兴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 并要为其负责 无论是好事 还是坏事 收拾完厨房后 江阳离开了药剂店 扫了辆共享单车 往家里猛登 学了新药剂 赚了六千元子 他感觉自己 越来越有劲了 只要把药剂学的血球 有源源不断的钱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等一下 自己都有钱了 为啥还起猛登125 应该换电动125 算了 快到家了 下次吧 青椒单车 21级 骑行先锋 冲 学习电磁力 用电磁力 刺激身体肌肉和骨骼 以此来强化身体 最后 把自己脱光 躺进灌满冰水的浴缸里 平息电磁力 来到的兴奋和燥热 第二天清晨 江阳睡足七个半小时 药剂师必须保持精神饱满状态 这有利于调配药剂的成功率 来到药剂店 你我接黑定之一的裴之雨 刚吃完早餐 看他跟裴老头笑嘻嘻的样子 昨晚那种阴郁心情 应该已经恢复了 令人羡慕的精神状态 江阳在心里感叹了一声 杨哥 吃过早餐了吗 裴之雨欢快地打招呼 在楼下包子店吃的 江阳一边回答 一边去工作台收拾 昨晚他走后 裴老头制作了一部分 恢复药剂 师徒俩制作药剂的习惯 稍稍有些不同 工具的摆放有差别 所以江阳需要改变一下 工具的摆放位置 杨哥 要不然你每天来店里做早餐 我们一起吃 我让爷爷给你加工资 或者 每个月多加五瓶灵通密药 嗨嗨 裴老头在喝粥 听到孙女这么说 当时就腔道了 真是我的好孙女 一万块一瓶的灵通密药 只换来每天的早餐 丫头啊 你对钱有概念吗 不过 以徒弟的厨艺来说 似乎也不算亏 只是灵通药剂而已 又不是给不起 江阳微微愕然 在看师父呛了一下后 竟然没有反对 好家伙 爷孙俩一对吃货啊 不用加工资 也不用灵通密药 我每天早起半小时 过来做早餐 江阳笑着说道 以师父对自己帮助 相当于寄给了 自己赚钱的手艺 又给自己晋升 舞者需要的药剂 一天三顿饭 真不算什么 见江阳答应了下来 裴之雨欢呼了一声 眼巴巴看着爷爷 陪老头放下周晚 抽出餐巾 擦了擦嘴 不紧不慢地悠悠开口道 每个月多给自己调配食品 灵通密药 不用急着拒绝 也不用不好意思 你调配药剂的速度提高一些 少浪费几分材料 就什么都有了 江阳老脸一红 不说之前调配 灵通药剂时的消耗 就是昨天制作 恢复药剂的消耗 就高达12分 折算成钱 将近9万多 这些都是 陪老头承担的损失 所以说 培养徒弟有什么用 吃你的 喝你的 消耗你的财力和物理 你得教他本事 学成之后 还给你抢生意 裴之羽去了猎魔队 江阳打扫完药剂店之后 开始调配药剂 临近中午 裴老头从摇椅上站了起来 小阳 你看这店 我去找个老朋友 傍晚回来 好的 江阳应了声 随后问道 师傅 您晚饭想吃什么 做几个清肠味的小菜就行 好 明白了 中午 江阳随便应付了一口 坐在小马扎上休息 刷刷短视频 命运交响曲 启动 大家都说 五百斤香蕉 是奥德标的极限 可没人知道 他的表哥标得快 压根就没把五百斤香蕉 放在眼里 据浩然之娇气 创无上之娇道 标得快一交开 天门而不入 拉着上千斤 香蕉狂标 标得快混迹拉交界 全凭四个字 八字够硬 天不声我奥德标 非洲无人拉香蕉 你好 一个声线温柔的嗓音 把江阳 从那个男人狂飙的背影中 拉回现实 江阳关掉手机 寻声望向门外 一个穿着白色无袖长裙 裙摆下方有蓝色花纹的女孩 站在门外几米 双手在身前 拎着绿色手提包 哦或 林家小妹类型的 你好 买药剂吗 江阳站起身问道 嗯 买 恢复药剂和 凌韵密药 还有 清零药剂 女孩小声地爆出了三种药剂 清零药剂 哇去大声音啊 这是那个 足以让舞者 倾家荡产的 雪山凝固的简化版 主材料是清零液 但也非常昂贵 雪山凝固 可以保护 灵虚禁舞者的 气海雪山 三十分钟 清零药剂 虽然无法保护 气海雪山 但可以增加 气海雪山的强度 保持舞者 精神意识的清零 不至于在意识混乱时 被内心阴暗面侵蚀 请进 请进 江阳 立刻变得热情 脸上带着上帝至上的 职业假笑 女孩迟疑了下 似乎是在深呼吸 鼓起勇气 走进药剂店 而江阳 已经进入了柜台 微笑着问道 三种药剂 每种药多少 恢复药剂 十瓶 灵蕴药剂 十瓶 清零药剂 十瓶 多少 江阳瞪大眼睛 如水塔般 惊讶的目光 看着女孩 此刻的邻家女孩 在她眼中 就是一座 闪闪发光的小金山 女孩 似乎被江阳的表情 和反应吓到了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都 都要十瓶 客人 你可能不太了解 一瓶 清零药剂 十五万元 你确定要十瓶 江阳觉得 还是很有必要解释一下的 别是个傻白甜 到时候 自己都把药剂打包了 她却没钱 大家都尴尬 确定 就要十瓶 女孩语气坚定地点头道 空间裂缝 就要开启了 爸爸要去探索 得多些保障才行 江阳瞬间捕捉了关键词 空间裂缝 将要开启 空间裂缝 不是随机出现的吗 为什么会有开启前的征兆 难道 自己查的资料 是出自某小编 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编 还是说 发生了某些事 不为民众所知 致使网络上的资料 出现了偏差 所以 那猎魔队 定在周一来取的130份 恢复药剂 是为了探索空间裂缝 而做的准备 第九章 嘎崩脆 嚼肌脆骨 恢复药剂 七千块 灵运药剂 两万五千块 清灵药剂 十五万块 全部都食品 一共一百八十二万 看着勉腆女生 豪爽的刷卡 看着她 拎起装满药剂的包装箱 看着她面带 笑容地到了声泄 转身出门 上了街边 叫不出名字的豪车 江阳凝固了好几秒钟 什么时候 自己才能这么好啊 刷一百八十二万 就像刷一百八十二块一样 毫不迟疑 就是零花钱而已 叮咚 收款 一百八十二万元 余额 八四零 二零零零元 裴老头听到手机来信息的声音 拿出来随意扫了眼 就放回了口袋里 听说你收了个徒弟 天赋怎么样 裴老头对面 坐着一个发须皆白的老人 声音同样苍老 但脸上却没有他这个年龄 该有的褶皱和老年般 天赋很好 舞者 要记学和厨艺 裴老头说到厨艺的时候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对面老者默默看着老友 见他竟然笑了 先是愣了下 随后 蹲着笑了笑 自从儿子 喜死在了空间裂缝之后 裴老头就一直处在自封状态 除了孙女 他谁也不关心 现在 又来了一个让他关心的人 这样很好 老贾 我很在乎我徒弟 我这么说 你懂我意思吧 傍晚 晚餐时间 江阳哼着不着调的小曲 一道道菜肴放上餐桌 最后一道牛肉丸汤 放在桌子中间 江阳坐了下来 裴之鱼抬头 看了江阳一眼 又看看拿起筷子夹菜的爷爷 目光又回到江阳的脸上 他在开心什么 就因为下午卖药剂 卖了182万 可这是店里的收益 他的工资 还是2500啊 裴之鱼眨眨眼 想不通江阳有什么好开心的 江阳当然开心 下午这一单 让他看到了海湾大别墅的轮廓 江阳一边大口干饭 一边心里畅想着未来 海湾大别墅 半山腰庄园 豪车 游艇 美女 直升机 真男人 就应该直面自己的梦想 回家的时候 江阳扫了辆电动 一路风驰电掣 路过蜜月冷饮店的时候 买了杯冰冰凉的小甜水 做一口 又冰又好喝 感应灵力 学习电磁力 泡冷水澡 消除电磁力 给身体带来的兴奋躁动 昏昏沉沉睡到半夜 江阳烦躁地沉吟了声 从床上坐起来 拉开窗帘 夜空中挂着一轮被薄雾笼罩的月亮 这个鬼事件 月亮和太阳都灰蒙蒙的 等大爷我 电磁力大成 非得把浓雾撕开 看看你们怎么个事 江阳给自己立了个宏大目标 今晚用电磁力刺激身体 有些过量了 就算是冷水 也不能完全消除身体和精神的兴奋 明天要适量了 江阳站在冰箱前 喝了杯自己做的柠檬水 把水杯送到厨房 洗一洗 刚要打开水龙头洗水杯 江阳就听到自隔壁传来的一阵嘎吱吱 嘎吱吱 好像是伴随着年夜嚼肌脆骨的声音 安静的后半夜 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显得无比清晰 江阳沉默了几秒 把水杯轻轻放下 伸出手 他的手掌上蹦出密密麻麻的细小白色电弧 手掌贴在墙壁上 电磁力延伸出去 慢慢地 隔壁房间的轮廓 仿佛出现在他眼前 在阳台门边 隔壁房间有两滩生物磁场 还有一个杂乱微弱的磁场 是物质结构 但又不像生物 一魔 江阳后退了两步 他甚至能挠不出来 一头恶心的一魔 趴在阳台和客厅的门边 啃食邻居一家的尸体 为什么是两滩 因为血流了一地 还没有失去活性的血液里 带电粒子 还在散发着磁场 江阳来到客厅 打开阳台门 侧着身 慢慢伸出脑袋 看向邻居家的阳台 他看到了身体几乎填满半个阳台的一魔 被玻璃罩住的阳台里 蠕动着硕大的 长满了肉流的黑色肉球 后面扬着十几条 布满细小尖刺的尾巴 那坨硕大肉球 有一张几乎占据三分之一身体的巨口 裂开的嘴角 尖牙上挂着血肉和碎部条 嘎滋嘎 嘎滋嘎 寂静的夜里 隔壁阳台传来吃鸡脆骨的咯滋声音 江阳下意识抬手 想要一发电磁泡赶过去 把那个满身肉流的肉球打爆 嘶嘶嘶 电弧在他手掌上闪烁了两下 然后没电了 靠 就不应该过量修炼 江阳懊恼地暗骂了一声 慢慢缩回房间 去卧室 拿手机 打电话 喂 我报警 我邻居家出现了一魔 那一家三口已经遇害 说到这里 江阳猛地瞪大眼睛 张着嘴 却说不出话来 一家三口 死的是那对年轻夫妻 孩子呢 刚才并没有惊恐的尖叫声 也没有从外入内的破门声 或是破墙声 也就是说 一魔是出自屋子里 喂 你还在吗 喂 请问你还在吗 你没事吧 立刻锁定来电位置 有一魔出现 电话那边 响起一阵嘈杂声 接线员甚至都喊差了音 我还在 我家在世纪花园九栋一三二 我邻居家是一三一 江阳说完之后 挂断电话 耳畔还回荡着嘎吱吱嘎吱吱的咀嚼声 挂断电话的手机并没有熄灭 业主群在疯狂谈信息 我靠 一魔 在九千一百三十一 出现一魔了 在九千一百三十一 我是四栋的 我正在厨房主面 正好看到九千一百三十一阳台有一魔 黑乎乎的 很大一坨 九千一百三十二 你还好吗 九千一百三十二 你还活着吗 我家是九千一百四十二 都别动 报警 通知猎魔队 千万别弄出声响 惊动一魔 不想死的都给老子安静 已经通知猎魔队了 他们马上就来 千万别惊动一魔 别因为自己的傻逼 害死了整个小区的人 安静 安静 有孩子的 快把孩子藏起来 孩子藏在衣柜顶上 老人进厨房隐藏柜里 动作都轻点 江阳看着业主群里不断弹出的信息 略感诧异 还以为整个小区都会乱起来呢 然后 一魔冲出阳台 开始猎杀 没想到会是这样 江阳在心底感叹了句 也许 这才是正常操作 一边狂奔 一边恐惧大喊 制造混乱 引起怪物注意 只是电影效果 现实中 直接报警 偷偷躲藏 尽量不打扰一魔用餐 第十章 关于电磁力 得猜想 猎魔队来得很快 他们冲进房子里 与一魔发生了战斗 阳台玻璃炸开 四名猎魔人 和那头一魔 从三楼冲到小区里 在园区里厮杀 江阳来到阳台 看着下方的战团 手机还在不断谈信息 四名灵通禁武者 围杀一头出街一级一魔 这是在保证无人伤亡情况下的配置 猎魔队为什么不派灵运镜的舞者 这是猎魔队培养舞者的方式 舞者的阶别很简单 一到五级舞者 在上是灵通镜 灵运镜 灵际镜 灵虚镜 一到五级舞者 是人体自身的天赋 没有舞者修炼材料的补给 这也是江阳可以果断拒绝猎魔队邀请 而猎魔队也没有任何不满的原因 我没有接受你们任何东西 我就有拒绝你们要求的资格 裴之鱼是三级舞者 只能堪堪进入猎魔队 成为实习队员 不到灵通镜 就没办法成为正式队员 三级舞者 怎么可能成为猎魔队实习队员 舞者的阶别是鸿沟 如果只是单纯的舞者 三级和四级之间有着巨大差距 这也是猎魔队邀请江阳加入 而裴之鱼只能苦哈哈地参加选拔 裴之鱼刚进入猎魔队 成为实习队员 猎魔队的药剂订单就来了 与其说是裴之鱼通过猎魔队选拔 还不如说是猎魔队看在师父的面子上 让裴之鱼进入猎魔队混编制 就在江阳思维发散的时候 手机里的业主群已经炸了 卧槽 你们的意思是 一模是9131那家的小孩子 差不多 那小两口不想要孩子 但是女的留了太多次 这次不要孩子 以后就可能要不上了 没办法 只能生下来 那两口子不喜欢孩子 你们时不时的也都看到了吧 他们两个打骂孩子 也不是一两次了 社区也来过好多次 还提意见 实在不喜欢 就送福利院 那两口子怕丢面子 就没送 照这么说 就是小孩子受不了了 直接变异 成了一模 把父母给嘎了 那就是被 实在不喜欢 就别他妈生下来 既然生下来了 就好好养 好好对待 现在他妈好了 被自己孩子嘎掉了 我再也不敢凶我女儿了 我也不敢凶我儿子了 儿子没事 男孩子皮实 凭什么啊 男孩子也需要爱护的好吗 不好意思 我儿子拿我手机发的 下面猎魔队再打一摩 咱们在这群聊 是不是不太好啊 咋的 你想出去喊加油啊 对呗 7241听话 咱别去当那个讨人厌的累赘 9132牛逼 我们躲在衣柜顶上瑟瑟发抖 他敢站在阳台观战 那肯定牛逼啊 他们是邻居 我报警的时候 人家说 第一个报警的 就是9132 老哥 离微不落 姐看好你 老弟 你敢不敢开视频 直播战斗现场 别闹了 战斗声不那么密集了 应该快结束了 你们几个第一目击者 都做好接受文化的准备 别夸大 别撒谎 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这位是群主 江阳看着楼下那四个猎魔人围杀一魔 他们采取的是保守打法 说白了 就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疯狂刮杀 硬生生地把一魔刮死 江阳手指轻点 感受着磁场中那四个人的灵力波动 从灵力总量上来说 他们每个人都比我的灵力要强 但不会强太多 应该是刚晋升不久的灵通镜 灵力不够稳定 还处在漂浮状态 如果有个参照的话 王鹏 对 他是标准的灵通镜 灵力波动稳定 而且已经开始灵力内蕴身体器官和骨骼 迈向灵蕴镜 不然 他当时喝下灵通药剂的时候 不会激发出那么多灵力 因此保住一命 观察武者战斗 分析战斗情况 通过电磁力的磁场 来感受武者灵力波动 从而加以分析和学习 电磁力不仅能作为战斗手段使用 还可以通过磁场 刺探情报接收信息 通过波段分析信息 可惜 书上有一部分是理论物理 只存在理论和猜想中 无法用于实践 江阳先是因为电磁力而惊喜 随后又有点失望的叹息 那头一魔被干掉了 一辆卡车开进小区 把异兽尸体拉走 紧接着 后勤部进场处理后续问题 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群里的信息完全符合他之前的猜想 一个神经了的世界 所有人都活得小心翼翼 极度压抑 生活中压榨身体 精神上禁锢压抑 一不小心冲破禁锢 就会被杀 江阳看着楼下凌乱的战场 心中忍不住的叹息 回到客厅沙发坐着 一边等待他们过来问话 一边继续思考 刚才通过电磁力的磁场 笼罩战局的猜想 如果 在战斗中 不用磁场笼罩战场 而是用电磁力场笼罩 我能不能通过电子之间的碰撞和磁力传导 实现空间跳跃 把自己的生物磁场 控制到跟电子波段一样 也就是说 把自己变成电子 通过电子碰撞 再弹开 把自己从一个电子传递到另一个电子上 以此来实现 接近光速的位置移动 江阳这样想着 弹开手 两秒钟后 一个网球大小的电磁力场 出现在他手心上 两个电子光点 在电磁力场中互相碰撞 在碰撞的时候 电子发生闪烁 每一次闪烁 电子都会出现在电磁力场中的另一个地方 就是像电子一样 进行闪烁般的位置移动 咚 咚咚 敲门声响起 你好 警察 请开下门 江阳收起电磁力场 来到门口 打开门 看着站在门外 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鼻腔里 灌入从胳膊传来的浓郁血腥气 江阳微微皱了下眉 请进 猎魔对方面你不用管 他们不会来打扰你 裴老头在听完江阳的讲述后 说了这句话 江阳倒是无所谓的说 我没有拿过猎魔队的材料 和舞者修炼方法 他们没有权利要求我加入猎魔队 裴老头对江阳这个说法 什么都没说 只是面无表情地动了动嘴角 像是在笑 空间裂缝 将在下周二开启 周一把猎魔队的药剂交付之后 我们也准备准备 去空间裂缝 采集药剂材料 裴老头说道 江阳疑惑问道 师父 咱们的材料 不都是买的吗 还需要自己去空间裂缝里 寻找材料 裴老头摇摇头 说 临虚境之前的药剂 材料都很容易获得 大部分药店都有出售 但临虚境之上 所需要的药剂材料 市面上基本没有卖的 那些高阶舞者 需要自身级别的药剂 都是自己带材料 找我们调配 原来是这样 倒是很好理解 江阳开始工作 制作 恢复药剂 第十一章 欺骗我自己 当天晚上回家 江阳取出这几天 传的六瓶灵通密钥 放在桌子上 内心忍不住的欣喜 这都是钱啊 他现在有种穷人 得了狗头巾的感觉 药剂 虽然不能用于直接晋升 但能在关键时刻 给予武者极大的帮助 在战斗中 灵力即将枯竭的时候 服下一瓶激发灵力的药剂 绝对能救命 远的不说 全身是冻的王鹏 在那样的情况下 服下灵通药剂 从而激发灵力 给自己短暂续命 坚持到队友赶过来救治 当时 如果没有江阳那瓶药剂 过几天 就是王鹏的头七 周二跟师傅 去空间裂缝 采集材料的时候 带上这六瓶药剂 就算用不上 万一碰到探索队的人需要 不仅能救命 也能顺利赚一笔 江阳把灵通密钥 收了起来 随即开始思考 昨天晚上的事 孩子长期被打骂 处在极度压抑的状态中 整个人的精神崩溃之后 产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模 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那个孩子的一变过程 是突然性的 还是持续性的 江阳拿出手机进行搜索 一模的变化过程 几分钟后 一模的产生过程很复杂 有瞬间变化 也有缓慢变化 也有前藏期变化 这种一模最低级别 也在中阶二级以上 瞬间变化的过程 最快仅有一秒 最慢不超过五秒钟 缓慢变化的过程 最快是十分钟 最慢不超过四个小时 看到这里 江阳又去其他地方 查询了下 为保险起见 跟裴之语用超讯聊天 询问了这方面知识 得到了证实 一个让江阳有些惊喜 又有些恐惧的想法 出现在他脑海中 昨晚 自己从上床睡觉 到醒来 发现隔壁出现一模 这段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 难道 自己昨晚睡不踏实 出现昏沉的精神状态 跟那个小孩的变异有关 通过探测 一模的磁场 十分紊乱 血液中的带电粒子 相较于人类 有着明显区别 是狂暴的 混乱的 但 活性很低 差不多相当于 人类血液 在失去活性之前的几秒钟 瞬间 江阳的脊背符 陷出一层冷汗 活性低 并不代表没有活性 也就是说 人类变成的一模 还残存着人类的本质 和深层意识 而变成一模 就等同于释放压抑 在心底的那个 最邪恶的怪物 最恐怖的是 每个人心底 都有一头嗜血的怪物 那是人性的阴暗面 情绪最根本的兽性 想到这里 江阳感觉自己 已经无法指示任何一个人了 不对 是无法指示任何人的内心 站起身 去冰箱 拿了瓶瓶啤酒 打开之后 仰头猛灌了一大口 随后 他哼笑了声 喃喃自语道 人和怪物 自动切换的精神病事件 次日 周六 江阳 在药剂店做早餐 陪老头已经躺在门边的摇椅上 享受着晨光沐浴 陪之雨 趴在玻璃柜台上 单手脱腮 是实习队员 今天放假 所谓的实习队员 一部分做文员手饮水机和碎纸机 一部分去后勤部作战后 洗的工作 而且 陪之雨还是陪老头的独喵喵孙女 猎魔队怎么可能 把陪之雨 安排进战斗序列 四种自制小菜 蛋液煎饺 酱牛肉 蔬菜粥 锅里还有烧饼 可以加酱牛肉吃 都弄好之后 江阳用汤勺 敲了下白瓷碗 发出丁的一声 清脆声响 陪之雨 立刻眼睛一亮 从柜台里跑出来 搀扶起爷爷 来到厨房吧 抬对面的餐桌坐好 江阳看了眼手中的勺子 又看了眼白瓷碗 怎么有重阳 宠物的感觉 他在心中嘀咕了一句 每个人都有爱好 而做菜 就是江阳的爱好 做好饭菜 然后被吃光 内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感 烧饼加酱牛肉 搭配小菜 喝一口粥 再吃一个煎香的小饺子 从爷孙俩的面部表情上 就得知 美低很 陪之雨左手拿着烧饼加肉 右手的筷子上 夹着一个尖角 同时 还不忘说道 杨哥 今天我帮你做 恢复药剂 明天上午 就能做好130瓶 你能歇半天 还不等江阳回答 陪老头刚加了 一一片酱牛肉 还没送进口中 就放了下 说道 他不用休息 你做你自己的事 他做药剂 爷爷 哪有这么使唤徒弟的啊 一天到晚做重复的事 不累吗 陪之雨 为江阳打抱不平 还给江阳递了个眼神 那意思是 放心 我帮你争取休息时间 很用不着 陪之雨小姐 你不用干活 就有药剂和钱 而我 需要付出劳动 才能得到药剂和钱 别断我财落 江阳心中嘟囔着 但人家爷 孙俩正处在对话中 贸然插话 真不礼貌 只能等 他们结束对话之后 自己再说了 陪老头虽然宠爱孙女 但不是无脑宠命 不能随便由这性子 虽然 陪老头总说自己 把孙女宠坏了 之雨 帮助他人是很好的品德 但要知道 该怎么帮助 以什么方式进行帮助 陪老头正色道 小杨做15瓶药剂 就能得到一瓶 价值1万元的 灵通密药 这是他应得的 是他赚取财富的方式 你帮助他做一半的药剂 他就少得到几瓶 灵通密药 休息半天 损失价值几万块的药剂 更别说 做药剂 可以锻炼他的熟练度 明白吗 陪之雨错愕地愣了愣 低头咬了口烧饼加肉 小声嘟囔着 恢复药剂做完了 也可以做灵通药剂 陪老头被气笑了 没好气到 你当你爷爷买材料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呀 没有订单 做那么多药剂干什么 陪之雨雨 被爷爷皱了鼻子 没再说什么 低头吃饭 江阳倒是松了口气 这时 药剂店走进来一个 体态高大的中年男人 满脸胡渣 左腮帮子上有一道 如同蜈蚣般的猙獰 站在药剂店门口 转头看向左边厨房 江阳立刻放下筷子 迎了出去 还默等他说话 中年男人便嗓音低沉道 能制作欺骗药剂吗 他的目光 越过了走出厨房门的江阳 落在喝粥的陪老头身上 江阳通过磁场 能够明显感受到师父 在听到欺骗药剂时 身体顿了下 陪老头放下汤勺 转头对上男人的目光 似乎是在审视男人 气氛凝固了几秒后 能 陪老头回答 随后 问道 用途是什么 男人低笑了声 欺骗我自己 第十二章 欺骗药剂 欺骗药剂是什么 欺骗药剂 迷幻药 听话 我靠 不会是那种药水吧 有点想学啊 江阳的思维 已经发散到了离谱的地步 陪老头走了出来 坐在工作台上 看着中年男人 问道 材料带了吗 两份 如果第一份 就制作成功 那么第二份 就送给你了 钱也不会少 男人说着 把随身的包放在工作台上 打开 拿出一个个方形金属盒 一共七个 酒精 就不用我拿了吧 男人看着陪老头 低笑一声 说道 陪老头没吭声 挨个打开金属盒 检查里面的材料 因为陪老头 在检查材料的时候 只开了一个不大的缝隙 站在工作台前左侧的江阳 并没有看到 是什么材料 陪老头 看完材料 沉淫了几秒钟后 直接开始报价 三百万 江阳被吓了一跳 什么迷幻药 这么贵 男人没有犹豫 直接同意 好 下午三点我来去 说完之后 男人转头 看向江阳 哪里付款 这里刷卡 江阳带着中年男人 去柜台刷卡 他好像丝毫不怀疑 欺骗药剂能不能制作成功 直接刷了三百万 然后 转身离开 在男人离开之后 江阳和裴之羽 都围在了工作台边缘 眼巴巴地看着陪老头 充满了求知欲 陪老头轻淤了口气 抬眼扫了孙女和徒弟一下 开口道 欺骗药剂 属于不常见的冷僻药剂 之所以冷僻 是因为调配材料难以获得 其配方式 作用者的血石滴 酒精一百五十毫升 金手花两朵 置换藤叶五片 扁虫两条 灵界易瘦的完整脑膜 污染金石粉两克 全黑质地的阳光草一珠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陪老头说完之后 药剂店内陷入寂静之中 江阳和裴之羽听得一愣一愣 不说江阳这个新手学徒 就连从小耳濡目染的裴之羽 都不知道欺骗药剂是什么东西 更别说这些材料了 江阳率先开口打破沉寂 师父 其他的材料 我都理解 那个全黑之地的阳光草 还有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是什么东西 陪之羽跟着点点头 道 阳光草很常见 只要有自然光 就能开的遍地都是 但是 全黑之地的阳光草是什么东西 没有阳光地带生长的阳光草 那能长阳光草吗 陪老头是个很好的老师 他解释道 世界上有很多奇异的地方 北非有个河谷裂缝 全年不见阳光 但裂缝的两侧岩壁 却能形成阳光石 那种阳光石极其微小 并且脆弱 无法开采 只有在地震的时候 阳光石被震成粉末 落入谷底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散发出跟阳光一样的特性 周围就能长出阳光草 哦 哦 陪老头课堂的两个乖宝宝 同时感叹地呕了声 表示自己长了见识 丰富了知识 陪老头看着步调 同频的两人一眼 沉默了下 继续说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是欺骗药剂的主材料 也是这个药剂冷僻的主原因 人格分裂 是精神障碍的一种 每个人格都是 较为独立的存在 不同性格 不同语调 不同名字 甚至 有不同的疾病 顾名思义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就是人格分裂症患者的 第23个人格 在受到感动之后 所留下的 最真心的眼泪 啊 啊 江阳和裴之宇发出 不可置信的声音 裴之宇说道 去哪找有这么人格的人啊 江阳摇了摇头 说道 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 怎么分辨眼泪 是不是第23个人格的 也许是第22个 也许是第17个 18个 要知道 既然分裂出的人格 都是独立的 那就具有人类的思想和情绪 欺骗 狡诈 都是存在的 江阳顿了顿 说道 万一眼泪是其他人格流的呢 就算是第23个人格流的眼泪 又怎么判断 是不是真心的呢 两个好奇宝宝 扔出一连串问题 裴老头没有解释 吩咐裴之宇关店门 调配药剂的时候 不能被打扰 吩咐江阳去拿酒精 回过神来的江阳 拍了拍脑门 就关注材料了 还没问药剂的效果 师父 欺骗药剂的作用效果是什么 关好店门的裴之宇 也看了过来 很显然 他和江阳一样 只关注材料了 裴老头沉吟了下 说道 根据作用者的血 来判断药剂的使用者 这个人说 要欺骗自己 那材料中的血 就是他自己的 效果是 服用欺骗药剂之后 在30分钟内 达到完全欺骗的效果 比如 一个人即将死去 他在喝下欺骗药剂之后 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很健康 那他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 就是个身体健康的人 江阳想了想 问道 如果是残疾呢 比如断手断脚 他对自己说 我没有残疾 手脚还能自动长出来 面对这种刁钻的问题 裴老头低下头 开始摆弄材料 江阳和裴之宇对视一眼 同时怂怂肩 这就是个傻逼问题 很多事 不是相信 就能办到的 就在江阳转身 去库房取酒精的时候 耳畔想起裴老头 那苍老的声音 能 江阳豁然转身 直勾勾地看着裴老头 裴老头看着自己徒弟和孙女 说道 完全欺骗精神抑制和身体 即使断手断脚 身体的其他部位血肉 也会作为补充 形成肢体 末了 他补充到 在30分钟内 库房里 江阳站在木架前 目光有些呆滞 完全欺骗精神抑制和身体的药剂 即使断脂 也能被身体 其他地方的血肉构成 这句话 直接把江阳的固有思维 积得粉碎 哼哼 真他妈疯狂 第13章 跟踪 随着裴老头一点点加入材料 水晶旧中 隐隐散发出奇异的 扭曲的 令人遍体生寒的波动 仿佛那散发出来的波动中 有无数怨灵在挣扎 在哀吼 江阳的感受十分明显 转头看裴之鱼 却发现 裴之鱼没有任何变化 完全是一副学习状态 裴老头抬眼看了下江阳 眼中出现一抹异色 心中不禁疑惑 小阳才四级舞者 就算即将近升五级 那也没到感应磷子的地步 难道说他 天生灵感就很高 为什么会有舞者 阶别相对应的药剂 就是因为绝大部分 低阶舞者 无法感应天地之间 飘散的磷子 吸收不到体内 无法在体内形成灵力循环 会出现灵力枯竭的状态 所以 才需要这些蕴含磷子的材料 制成药剂 在关键时刻 补充灵力 药剂在制作的过程中 材料中的磷子会溢散出来 具有高灵感的舞者 或者 高阶别的舞者 会有所感应 裴老头不再多想 专心调配 欺骗药剂 40分钟过去 深蓝色 散发着点点白色星光的药剂 在裴老头的手中制作完成 就那么一小瓶 估计都没有10毫升 300万 江阳暗自咋舌 不过 在想到 欺骗药剂的效果之后 反倒觉得300万 并不是很多 同时 江阳内心慢慢火热起来 真赚钱啊 短短40分钟 300万到手 还有什么比药剂师 更赚钱的职业吗 海湾大别墅 半山腰庄园 指日可待 裴老头似乎很累 靠在椅背上 微眯着眼 好几秒之后 才睁开眼 深深吸了口气 道 至于把药剂装好 等客户来取 小阳 把剩下的那份材料 送到库房最里面的 那个保险箱 两人快速忙碌起来 然后 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江阳重复做 恢复药剂 裴之鱼趴在柜台上玩手机 裴老头回到摇椅上 摇挖摇 突然 裴之鱼抬头问道 爷爷 您还没说怎么确定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呢 话音落下 江阳抬起头 望向裴老头 裴老头摇晃蒲扇的手 渐渐停了下来 苍老的面容似乎抽动了下 轻轻叹息了一声 道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找个人格分裂初期的人 暗中观察和等待 收集每个人格出现的特征 以及人格出现的必要条件 直到第23种人格的出现 然后 在诱导之下 帮助第23个人格 杀死其他全部人格 将第23个人格 变成主人格 占据身体 当所有人格被杀死 所有人格的情绪 全部填充入第23个人格的时候 在情绪爆发的刺激下 他都会发自内心的流下泪水 江阳呆住了 裴之鱼更是难以置信的捂住了嘴巴 瞪大了眼睛 裴老头没有管两人的反应 他继续说道 第二种方法 抓住一个人 囚禁起来 使用各种方法 逼迫那个人 不断出现新的人格 直到出现第23个人格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 要保持所有人格 都知道其他人格的存在 并接受其他人格遭受过的逼迫 等到第23个人格出现的时候 那个人格就已经承受了 22种不同的灵略对待 崩溃 绝望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就在这种情绪中 杀死他 这意味着解脱 在迈入死亡的倒计时中 第23个人格 会因为解脱 而流下真心的眼泪 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两年 也可能是三年五年 不会超过五年 如果五年还没成功 裴老头说到这里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尽管他语调平缓 没有起伏 用词也没有修饰 但 越是这样 越令人感到恐怖 裴之余 已经哭着跑上了楼 江阳陷入了沉默 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他回想起 师父在调配药剂时 出现的诡异波动里 仿佛有怨灵在哀嚎 也许 自己并没有听错 那就是在哀嚎 江阳心中有些阴郁 下午那人来拿 欺骗药剂体的时候 裴之余选择回避 江阳选择不去看 那个中年男人 那瓶如星空一般 美丽的深蓝色液体 每一个闪烁着的光点 都好似一个被杀死的人格 在绝望的呐喊 傍晚 三人在沉默中吃了晚饭 江阳回到家里 盘膝坐下 感应体内的灵力 向着五级舞者进发 可能是由于那瓶 欺骗药剂体的缘故 他始终静不下心来 放弃感应灵力 开始学习电磁力 那一个个符号 在他眼中变得扭曲 平时要仔细理解的学习内容 编成了一段段 晦涩难懂的语句 草他妈的 江阳猛地把书 砸在木制茶几上 发泄式地咒骂了一句 倒也不全是因为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更多是 他对药剂师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也许 在自己手里变成钱的材料 是某个人 或者某些人的血合类 这无法去评判对与错 因为药剂师始终是存在的 这个职业 是世界运行中的一环 没有心思修炼的江阳 决定出去走走 离家不远 有个商业广场 广场旁边有一条街 很有节目 啪啪啪 啪啪啪 江阳满脸的索然无味 哥们儿 你打拳簧怎么这么厉害 一个大猪 单挑所有人 江阳身背后围着一群人 轮流挑战江阳 游戏必如流水 他操纵大猪 拿着一个大铁球 单挑所有人 我可是世纪花园 拳皇争霸赛冠军 还有请叫他陈国瀚 江阳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 虐财就是这么快了 扫荡了游戏厅的江阳 去买了小吃 最后 手腕上套着塑料袋 里面是一杯冷饮 手上端着一份臭豆腐 黑白油炸 加酸豆角 不要香菜 突然 他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生物磁场 往后倒退几步 上半身微微厚仰 看向小吃街 存放垃圾桶的黑胡同 一个高大人影匆匆走过 闪过的灯光 清晰地扫过 那人脸上 如同蜈蚣的伤疤 是他 江阳眯了眯眼 但没有多想 决定去再买一份油鱼炒饭 就回家 他刚站在炒饭摊前 还没来得及叫餐 周围一百米内 又出现一个非常熟悉的生物磁场 江阳愣了下 看过去 只见裴之鱼快步穿过人群 去了黑胡同 之鱼这是 在跟踪那个男人 第十四章 怎么爹 你有系统啊 裴之鱼跟踪那个较为神秘的男人 这是江阳所没想到的 但稍作思索 顿时就明白了 自己和师傅都是药剂师 来客户 接客户 拿钱办事 给材料 就制作药剂 但裴之鱼不同 他是猎魔队的实习队员 在知道了 欺骗药剂的主材料 是通过残忍的方式获得之后 立刻就怀疑了男人的身份 和他想要用欺骗药剂 做什么 江阳微微醋眉 不太想管 这明显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搞不好会跟猎魔队牵扯上 甚至 有可能和那个神秘男人交恶 但 那是陪至于 师傅的独喵喵孙女 师傅又对自己非常好 麻烦的女人 江阳懊恼地嘀咕了声 转身跟了上去 同时 给师傅发去超训 他可不傻 对方很神秘 或许有可能是 比较强大的舞者 不可不防 自己只是四级舞者 就算有电磁力 但是打几炮 就没拦了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万一 装逼失败 被杀了 那还不愿死 陪至于 算了 三级舞者不算战斗力 让老娜摸摸 师傅 我看到至于了 他好像在跟踪那个八脸 陪老头没回复 江阳有些着急 师傅睡了 要不谈个语音 叮 陪东行 八脸是谁 我靠 师傅 你老胡断 他脸上那么大个蜈蚣疤痕 你老都没看见 陪东行 是他呀 你在哪里 我过去找你 让老娜摸摸 我在厌彩小吃街 师傅 您是什么界别舞者 咱爷俩可别是羊入虎口 要不通知猎魔队吧 让他们开坦克过来 陪东行 22秒语音 苍老的声音明显焦急 少废话 都什么时候了 还拼嘴 我刚从治宇房间出来 他是从窗户跳出去的 不省心的丫头 跟他那个爹一样 算了 你开那个 速 11秒语音 小杨 你给我开那个位置 就是你走到哪里 我都能看到 咱们俩有位置显示的那个 位置共享是吧 什么这个 那个的 江阳很理解陪东行 他甚至有种 胶攒奶玩智能手机的错觉 让老娜摸摸 发起位置 共享 江阳看了看位置距离 7.6公里 他把手机揣进口袋 转身看向裴志鱼离开的方向 轻叹了声 用签子扎了块黑色臭豆腐 放进嘴里咀嚼 抬脚跟了过去 城南 白南区 滨海港 海浪拍打着岸边 灯塔的光时不时扫过海面和钢铁口岸 今晚出乎意料的安静 仿佛观众在等待着话剧开场 裴志鱼蹲在起重吊机顶端 高条的身体最大程度蜷缩着 躲在黑暗的阴影里 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单筒夜视仪 看向远处的一个仓库 他跟踪巴脸一路来到这里 亲眼看着巴脸 进入了那个仓库 欺骗药剂得主材料 让他心灵站立 无论哪种获取方法 都是极其残忍的 以至于 他有理由相信 能够拿出两份材料的人 不可能会是个好人 吸 吸 怎么有股臭味 裴志鱼放下夜视仪 耸动着鼻子 嗅了嗅 然后猛地回头 啊 裴志鱼下意识滴滴地叫了声 又赶紧捂住嘴 一双漂亮的毛子 紧紧盯着江阳 只见江阳盘腿 坐在裴志鱼身后机密 左手托着一盒臭豆腐 手腕上还挂着一杯柠檬冰茶 右手拿着竹签子 吃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在这里 江阳嚼着臭豆腐 编嘟弄着说道 我家狗丢了 来找狗的 你家狗丢港口 裴志鱼话说一半 愣了下 随即反应过来 怒视江阳 江阳根本就没搭理裴志鱼的愤怒 转眼看向港口仓库 心中暗道 这有四百多米的距离 超出了自己释放磁场感应的范围 仓库内情况不明 人员数量不明 战力不明 意图不明 总之 鸡毛都不知道 而且 八连手上 还有一瓶欺骗药剂 裴志鱼这不是有病吗 真当自己是女主角啊 仅凭着怀疑 就忙了 别他妈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别说存在奇异力量的世界 就是平凡普通的世界 有些人也是死得糊里糊涂 不明不白 更别说人命不值钱的世界了 江阳收回目光 看向裴志鱼 收敛嬉笑的表情 认真道 志鱼 我只说一遍 立刻跟我走 不行 裴志鱼只是江阳的目光 与其郑重道 空间裂缝即将开启 突然出现可疑的神秘人 还制作了欺骗药剂 谁知道他 会不会进入空间裂缝 给探索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而且 从他准备了两份欺骗药剂的材料来看 他对欺骗药剂非常熟悉 明显不是第一次制作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那种残忍的获取方式 很难想象 有多少人惨遭毒手 我是猎魔队的一员 我有责任调查清楚 杜绝这种残忍的行为 江阳静静地听完 同时也吃完了臭豆腐 你还别说 听着你幼稚且中二的发言 特别下饭 江阳轻笑了声 收好装臭豆腐的纸盒 然后 裴之鱼晕了 江阳向前探身 抓住裴之鱼将要跌落下去的身体 将其扛在肩上 转头深深看了那个仓库一眼 随即 如同一只轻盈的灵猫 轻轻纵月 几个起伏后 落在了地面 循着来时的方向 江阳扛着裴之鱼 往回走 他认同裴之鱼的责任 但很不理解 实力和责任不匹配的傻逼行为 如果 裴之鱼有雷霆实力 能够瞬间收拾了八脸 那江阳会喊一句 大老牛逼 但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裴之鱼继续监视下去 或者采取某些行动的话 有很大可能会被发现 然后 他的眼泪 就会变成下一份 欺骗药剂的主材料 再然后 裴老头就彻底孤寡了 裴之鱼啊 裴之鱼 你哪来的勇气啊 怎么的 你有系统啊 别闹了 我都没有好吗 咔 吐的一声玻璃开裂的声响 在寂静的夜里 犹如炮弹一般 在江阳耳边炸开 江阳停下脚步 侧过身 看向不远处的集装箱 咔嚓 集装箱如同玻璃 显示裂开纹路 旋即炸成了碎片 紧接着 那些炸开的碎片 骤然停在半空 那炸开的中心位置 是一片黑暗 八脸的身影轮廓 慢慢浮现了出来 江阳几乎没有多余的思考 灵力和电磁力瞬间狂涌 在这个瞬间 他的眼中迸射出电光 刹那间 在他身后地上 猛地拔起一杆幽暗之毛 比他更快 从后方贯穿他的腹部 把他钉在了原地 江阳瞪大眼睛 身上灵力和电光消退 虽然这只幽暗之毛 没有伤害到他的身体 但却像是 抓住了他的灵魂 丝毫不能动弹 他看向江阳 准确地说 是看向江阳扛着的裴之鱼 嗓音低哑地冷笑了声 哼 我记得 我付过药剂的制作费用了 江阳沉默了下 如果我说 我们是来退钱的 你相信吗 八脸似乎愣了下 呵呵 他笑了声 抬脚走向江阳两人 就在他第一步落下的那一刻 江阳脚下 瞬间炸出电弧 密密麻麻的白色电弧 铺满半径三米 这是他的下意识行为 就像一只遇到强敌 炸了毛的小猫 警惕 威吓地看着对方 嗯 八脸诧异地看着江阳 注视了几秒钟后 开口道 超尽致续练 能力似乎是 雷 不 是电 八脸的疑惑 并没有持续超过三秒 任何一个人都明白 既然是敌人 那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杀死 而不是浪费时间 让敌人思考怎样破局 他走向江阳 不知为什么 他没有直接冲越过去 而是采取行走的方式 此刻的江阳 内心十分焦急 八脸 好像不仅仅是武者 还具有诡异能力 刚才他走向自己的一瞬间 自己周身的电磁场 感受了无与伦比的压迫力 以至于自动爆发 形成电磁防护罩 但 他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根本没用 周围悬浮静止的碎片 以及没有闪过的灯塔 消失了的海浪声 都说明 他们处在一个诡异的空间中 而这个诡异空间 就是八脸制造并主导的 自己被诡异的锚定在了原地 不能动弹 除了还有思维意识之外 根本无法调动灵力 怎么办 真他妈倒了八辈子血没 第十五章 超进制序炼 看着八脸一步步走向自己 周围的黑雾越来越浓郁 几乎将要笼罩整个空间 江阳一颗星辰到了谷底 虽然 他也很不理解 为什么八脸不直接冲过来 扭断自己的脖子 但这恰恰给自己积蓄 电磁力的时间 被钉在地上无法移动 电磁力的强度不够 冲不破这个诡异空间 越来越近的八脸 江阳心中发狠 将能够调动的所有 电磁力能量 都积蓄在胸口 只要他靠近自己 就轰出目前为止 自己所能使用的 威力最大的电磁炮 而这个机会 就在八脸将要杀死自己前 稍有松懈的一刻 即使不能自救 不能同归于尽 也要伤到八脸 给师父赶来之后的战斗 留下优势 八脸距离江阳不足五米 他缓缓抬起右手 伸向江阳 这一刻 江阳的心不由地颤抖起来 甚至连瞳孔都跟着震战 在这有可能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或者说 在等待着死亡的时刻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被扭断脖子 扔进海里 沉入海底 被鱼瞎分尸的样子 动 呼的一声震荡 整个黑雾空间的巨响 连大的都跟着震战 八脸骤然停下脚步 向左望去 江阳转动眼球 也跟着望了过去 卡 卡 空间开始军裂 紧接着 碰 军裂的那处 空间直接崩碎 一束灯塔的光照着进来 一道人影出现在亮光之中 那道人影身形受削 却气势磅 背对着亮光 从空间破开处 缓缓走进来 随着他 他的沉重脚步声 苍老威严的声音响起 停手 师父 江阳先是一愣 旋即狂喜 最后 心中浮现出担忧 八脸明显有除了舞者之外的诡异能力 虽然知道 师父可能是个不弱的舞者 但 面对这样的诡异能力 有胜算吗 八脸目光闪动 他深深看了那道人影一眼 对江阳举着的手 五指微不可查地勾了下 啪 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 裴老头出现在他身侧 单手抓住八脸的手腕 微微用力 咔 一声骨头断裂的清脆声响 八脸的手腕 被裴老头捏断 我说了 让你停手 八脸收回搭拉着手掌的胳膊 似乎被捏断的 不是自己的手一样 他看着裴老头 脸上那道蜈蚣一样的疤痕 出现蠕动的迹象 身上的气势越发强烈 周围的黑雾开始翻涌 聚集在他身后 那些黑雾 在八脸身后鼓动 聚集 形成漩涡 下一刻 那团黑雾漩涡中间 横着撕裂开一道 长约一米的裂缝 那是一颗人类眼球 眼球左右晃动之后 慢慢转下 俯视着裴老头 江阳 以及江阳肩上 扛着的裴之鱼 裴老头丝毫不在意 那颗注视着自己的眼球 凭近沉郁的眼眸 始终注视着八脸 双方陷入压抑的对峙当中 呵呵 八脸阴沉的冷笑声 打破了压抑对峙 没想到 你不仅是药剂师 还是灵欲进舞者 即便老迈到这个样子 竟然还具有 击碎结界空间的力量 裴老头垂在身侧的右手 慢慢呈爪状 平静开口道 我不介意 试试你背后那颗眼睛的能力 八脸眯了眯眼 认真打亮着眼前 这个瘦削的老头 似乎在考量自己 和裴老头之间的实力差距 沉默了几秒钟后 我无意与你为敌 看好你的孙女和徒弟 不要乱跑 八脸缓缓后推进黑雾中 周围悬浮的碎片开始收束 拼成一个完整的集装箱 就在最后一块碎片合上之际 八脸的声音再度响起 恭喜你 药剂师 你收了个好徒弟 他拥有超进制序列能力 最后一块碎片合拢 港口重新恢复了平静 在回去的路上 江阳背着昏迷的裴之鱼 跟在师父身边 慢悠悠地走着 师父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主要是这个能力吧 好像不属于舞者 就像是异类 怕泄露之后 被抓走切片研究 毕竟 小心为上嘛 嘿嘿 江阳对裴老头展示了 电磁力 然后快速组织语言 别搅地解释着 裴老头微微摇头 老 不用解释 你做得很对 藏桌 对现阶段的你来说 是非常正确的 江阳微微愕然 这反应不对啊 不应该先仔细询问 再非常震惊 最后 感叹天才吗 这么平淡的反应 甚至小小的赞许 是怎么回事 江阳心里有些小失望 不过 也挺好 自己就这么默默 修炼电磁力 然后 撕开地球磁场 放太阳风进地球 让全世界人民 吹吹太阳风 接受宇宙射线的洗礼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要默默努力 然后诈飞所有人 江阳中二了下 玄机问道 师父 您是灵御静的大高手啊 嗯 十年前就是了 裴老头淡定点头 江阳心中默默数着 五者五级 灵通静 灵运静 灵运静 灵际静 灵虚静 灵御静 我靠 大佬啊 江阳忽然变得腼腆 对裴老头讨好一笑 师父 我是您最乖巧可爱的徒弟吗 裴老头看看江阳 沉默了下 伸手把江阳背上的裴之鱼 接了过来 然后 摇摇头道 不行 哎 不是 我还没说呢 没说也不行 不对 连想都不要想 师父 说真的 您考虑考虑 我做上门女婿 您不吃亏 我能继承宁药技师的衣钵 长得也不错 身高184 还是舞者 又有超进制序列 您仔细想想 是不是不亏 哼 就算你是武神 也配不上之鱼 武神 哼 我要是武神 还配不上他 我配不死 裴老头眼神横了过去 嗨嗨 我确实配不上 骗老头计划失败 嬉笑过后 江阳想了想 问道 师父 超进制序列 是什么 我看 药剂密测 还有什么 守护序列 裴老头没有隐瞒和犹豫 直接说道 世界上除了武者之外 还有三种序列能力 超进制序列 守护序列 封印物序列 严格意义上 只能算两种序列能力 因为 守护序列 应该算在 封印物序列之中 但守护序列是具有被动性的 所以被分离了出出来 超进制序列 得特点是 自身能力展现 不像 守护序列 和封印物序列 是由持有者使用的 你的 电磁力 属于超进制序列 在序列级 我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 应该是高序列能 那个八脸男后背的眼睛 应该是 封印物序列 这序列的特点是诡异 各种稀奇古怪的能力物品 是可以主动持有和使用的 守护序列 得特点是被动性 不能主动去持有 而是 守护序列 自主挑选持有使用者 江阳努力消化 陪老头这番话 感觉脑子都乱了 第十六章 老头儿 你为什么不是武神啊 与白南区相邻的黄阳区 一家旅馆内 小台灯散发着昏黄微光 八脸坐在桌前 把右手伸向小台灯下 手腕缠着白色纱布 手掌翻转 摊开 他的掌心 豁然浮现一道裂缝 睁开一只横着的眼睛 八脸看着那只眼睛 沉默无言 那只眼睛开始转动 发出咕咕咕的蠕动声 几秒钟后 停下蠕动 锁定了八脸 忽然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八脸猛地转头看过去 那只手钻成了拳头 隐藏了那只眼睛 八脸等待了一会儿 敲门声再度响起 这次是沉闷的两声敲击 像是某种暗号 这次敲门过后 八脸过去打开了门 一道人影顺着门缝闪了进来 站在靠近卫生间 羽门的夹角阴影里 你暴露了 黑影说道 嗓音是男性 没有明显特点 紧急着 他又说道 从今晚开始 猎魔队和城防军 将会全程搜捕你 那是你的事情 如果我被抓住 会毫不犹豫地供出你 八脸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他的威胁 那人影轻笑了声 没有再继续说这件事 转而说道 你对付不了裴东行 不是对付不了 而是没必要两败俱伤 八脸重新坐在桌子前 不含情绪地回应道 依靠你的 封印物序列 都只能两败俱伤 裴东行已经这么老迈了 竟还有这样的实力 确实是个极度麻烦的人物 黑影喃喃自语地感叹着 随后 他看着面向微光的八脸 说道 赵赫鲁 周二下午 空间裂缝在东山开启 届时 周围三个城市的探索队都会进入 此外还有几个药剂师 包括裴东行 既然无法吻杀裴东行 就避开他 寻找机会 速杀滨海探索队的队长 徐渡清 名叫赵赫鲁的八脸 微不可见的点点头 嗓音低沉暗哑道 裴东行的战力 让我不得不重新评估 这次行动的危险性 毕竟 我们不能保证战斗的中惊动了他 引得他参战 我的结界空间 挡不住他的拳头 说到这里 赵赫鲁脑海中 不自觉浮现江阳的面孔 眼眸低垂 斟酌了下 决定隐瞒江阳市 超进制序列的事情 我要重新分配战力品 可以 黑影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下来 静默了一下 说到 这次三个城市的探索队 会带两件 封印物序列 我只要 封印物序列十三 名神雾蛇的双眸 另一件 封印物序列 和所有探索队 在空间裂缝中得到的物品 都归你 赵赫鲁阴沉的眼眸 微微闪动了下 三个探索队 携带两件 封印物序列 这是他没想到的 他攥着拳头的右手 轻轻颤了下 如果 自己有两件 封印物序列 即使直面 全盛时期的 灵域进武者 也能稳赢 甚至可以碰一碰 灵神进武者 就算不敌 也能有把握 全身而退 实力的大幅度增强 是他无法拒绝的 实在是今天晚上 裴东行那 打碎结界空间的一拳 给他的震撼太大 另一件 封印物序列 是什么 不清楚 只知道序列号 是19到22之间 赵赫鲁脸上的 蜈蚣疤痕颤抖着 他转头看向 角落里的那道人影 冷笑道 真正战斗的是我 得到 封印物序列13 的确是你 而我不仅要承担 被杀的风险 最后 却只能得到一件 不确定的 封印物序列 你做了一笔好买卖 那道人影 并不在意赵赫鲁的讥讽 买卖从来就没有 公平合作 这是公知的 我会设法 把裴东行迎走 远离战场 降低你行动的风险 如果你认为 风险与收获 不成正比 那就终止合作 赵赫鲁低下头 脸上的蜈蚣疤痕 又抽动了下 好像在笑 你不怕这是鱼虎谋皮 赵赫鲁 你不是虎 我不是虎 我答应了 朦胧的月悬挂在夜空 周围星辰 如同斑驳的光点 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江阳坐在电脑桌前 正正出神 放在桌上的两手之间 悬浮着两枚亿元硬币 时不时闪烁着细小的白色电弧 超进制序列 守护序列 风硬物序列 药剂密册中的 灵星敌录提到了 守护序列中的序列8 冰雪小熊和序列11 灰白巨蛇 难道说 守护序列都是某些动物 而且是活的动物 身上的东西 还可以用来做药剂 那是不是可以总结 超进制序列 都是储物者之外 自身拥有的第二种强大力量 守护序列 是自动寻找主人的守护兽 大多是生物形态 也不排除有部分物品形态 风硬物序列 则是拿来就可以用的 拥有各种诡异能力的神奇物品 江阳思维发散着想象 双手一动 那两枚悬浮的硬币 飞向两只手中 然后 两枚硬币在他手中 开始扭动变化成各种形状 舞者是一切力量的基础 舞者级别越高 自身站立越强 使用序列能力 就算不会更强 起码使用时间更加持久 想到这里 江阳不禁想到今晚 师父一拳打碎结界空间的场景 谁能想到 平时躺在摇椅上 连动都懒得动得嘴馋小老头 竟然是一位灵欲镜舞者 灵欲镜啊 滨海这个二线城市的猎魔队 和探索队加起来 最强舞者也就灵济镜 通 欲 元 妓 虚 欲 神 荣 无量 武神 老头儿在网上晋升四个境界 就是武神了 他咋就不能努努力呢 到时候自己背后有一位武神师父 我看谁敢自己装逼 不过 灵欲镜也够牛逼的了 要是先拜师 再去混社团 堂口扛把子 根本不能满足自己 直接当老大化石人 说不定 打黑除恶都没事 妈的 怎么老想着去混社团 江阳把两枚不成样子的硬币融在一起 形成一个亮银色金属球 金属球再度变化 最后 变成一个大号的光滑硬币 叮当 把硬币扔在电脑桌上 江阳站起身 深深揽腰 去卫生间解决一下 十分钟后 神清气爽地从卫生间出来 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躺在床上 睡觉 明天还得起早 给自己最尊重 最敬爱的师父 做爱心早餐 第十七章 陪睡之后的拜师 因为昨晚莫名其妙地晕倒 陪之于气鼓鼓地看着江阳 并发誓 再也不给 他向爷爷求情了 不过 在听到江阳说 爷爷是灵欲镜的大高手之后 整个人瞬间焕发光彩 没想到啊没想到 爷爷是灵欲镜 就算是猎魔队的队长徐渡青 也才刚刚从灵源镜 晋升到灵际镜 那就牛逼的不行 给新人训话的时候 下巴都抬到天上去了 我的妈 原来大佬是我爷爷 徐渡青再厉害 也只是灵际镜而已 跟爷爷相比 中间可是差了个灵虚镜啊 根本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以后我要在猎魔队横着走 我看谁敢欺负我 陪之于陷入自己的异想小世界里 无法自拔 嘿嘿嘿的傻笑 江阳嘴里嚼着包子 斜眼看陪之于 这女人不会被电傻了吧 陪老头看着孙女 在回想回想江阳的反应 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这俩人怎么一个精神状态啊 灵欲镜是老头子我 跟你们有啥关系 陪老头端起周晚 喝了口 放下碗后 扫了两人一眼 说道 柜台上有清单 吃完早饭 你们两个出去采购 陪之于看向江阳 发现江阳也看向自己 旋即哼了声 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江阳笑了笑 表示无所屌位 看在你灵欲镜舞者爷爷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 事实上 江阳对陪之于没什么兴趣 唯一的羁绊 也就只是师父的孙女 收拾完早饭 江阳拿起采购清单看了看 防毒面具 隔水布 尼龙绳 露营刀 放置盒 登山包 应该是自己进空间裂缝要用的装备 都是些常规的东西 江阳在一楼等了一会儿 陪之于换好衣服 登登登快速下楼 对江阳俏皮的挑了下眉 走 师姐请你逛街 全场消费师姐买单 听着陪之于那豪气甘云的言语 江阳低头看看清单 估计加在一起都用不上五百块钱 你可真大方啊 师姐 那你看 快走吧 躺在摇椅上 看着小汽车驶离的陪老头 轻轻嘘了口气 一个两个的都不省心 旋即 陪老头从摇椅上站起身 来到工作台 开始制作 恢复药剂 比江阳的手更稳 速度更快 仅是一会儿 五瓶恢复药剂 已经做好 陪老头把做好的药剂 放在江阳存放药剂的放置箱里 算做江阳的工作量 这样 江阳一上午 就算不制作药剂 也有两到三瓶 零通密钥 进口袋 陪之于先开车 带着江阳 来到猎魔队总部楼下 杨哥 你稍等我一会儿 我去拿点东西 陪之于解开安全带 转头对江阳说道 好 陪之于下车 跑进猎魔队总部 江阳坐在副驾驶 拿出手机 准备刷视频 打发时间 狗哥一笑 生死难料 E or Q 我重生了 重生在丈夫白月光 回国的前一个月 这次 我不会再傻了 灵魂之子 交给 Wong 手机剩余电量20% 江阳眨眨眼 拿着手机的左手 蹦出细小电弧 21% 22% 25% 33% 手机没电了 看不起我人形 充电宝是吧 滴滴滴 汽车中控在电磁力的干扰下 自动开启 车灯也亮了起来 我去 江阳赶紧放下手机 收敛电磁力 去关车灯和中控 不好意思 可以接个火吗 车外传来一个男人声音 在关中控台的江阳 随口回应道 好的 请等一下 把中控台关掉之后 江阳回头看向男人 男人穿着猎魔队制服 中等身材 除了有一头过耳长发之外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 一下子吸引了江阳的注意 至少是灵运禁舞者 假发 鼻子是假的 左肋少了两根肋骨 右肋少了一根肋骨 在电磁力扫过男人的瞬间 这些身体信息笔 便出现在江阳的脑海中 江阳没有直接拿出打火机 而是下车露出笑容道 一起抽一根 好 抽我的 听到这句话 男人立刻同意 谈了谈烟和 身向江阳 在江阳给男人点了烟 自己也点了一支后 两人就站在 车旁静静地吸烟 你掌握多少种药剂了 男人开口询问 紧跟着 脸上扯了僵硬的笑 解释道 别误会 滨海就只有裴老先生一个药剂师 很多人都想拜师 成为药剂师 但都被拒绝了 他收下你 自然而然的 就会被很多人关注 嗯 没关系 江阳点点头 刚开始就想着 一边学药剂赚钱 一边利用药剂修炼 真没想到裴老头这要牛逼 直到现在 他都觉得自己的拜师经历很扯淡 一个风和日历的下午 江阳同学敲响药剂的门 看着躺在摇椅上睡觉的老头 环视了一圈药剂店 发现没人 但老头又睡着了 就想着 突然寒醒老头 不会把人家吓到吧 再搞出个心脏病之类的 那还不得卖房 所以 江阳本着尽量不惹麻烦 反正自己 有的是时间的准则 坐在了药剂店门外的小板凳上 等着老头自然醒 等啊等 等啊等 等睡着了 他睡着了 陪老头反倒梦了 但看江阳倚着门板 张着大嘴 睡得倍儿香 倒是不好意思喊醒了 于是 陪老头又睡了 一直到陪志余放学回来 直接喊醒了同款姿势 睡觉一老一少 清醒之后 江阳迷迷糊糊地问 老板 你们这招学徒步 我看你都没学徒 不如你招我吧 不用包吃包住 叫我制作药剂 随便给点干活的工资就行 正要上楼的 陪志余愣了愣 没学徒 哼 这哥们咋想的 他不知道 爷爷是滨海唯一一个药剂师吗 爷爷要是想要学徒 来的人能把一栋楼塞满 令陪志余没想到的是 陪老头认真看着江阳 感受着江阳身上散发出来的 除了灵力之外的奇异能量 略做思索 直接同意了 好 供午餐 工资2500 店里的活儿 你全包 行 没问题 江阳答应下来 爷俩对视一眼 同时笑了笑 双方都很满意 第十八章 杨将军飞踢 江阳没有正面回答自己 掌握了几种药剂 在他的想法中 自己就像实习医生 绝对不能让人看出来 自己最大的能力是摇人 男人也看出来了 江阳对问题的回避 没多在意 转而自我介绍道 猎魔队第三队队长 陈宗林 药剂师 江阳 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出于礼貌 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江阳不认为 猎魔队取消对自己的关注 首先 自己拒绝了猎魔队的邀请 从王鹏和裴之鱼那种 近乎信仰的责任感来看 自己拒绝猎魔队 肯定非常炸裂 其次 自己的师父是滨海唯一的药剂师 猎魔队就是药剂店最大的客户 自己是师父的徒弟 他们服用的药剂 很有可能是自己做的 他们不可能不调查 先拒绝猎魔队的邀请 然后 混社会 最后 洗心革面 成为药剂师 人生履历 就是这么丰富 裴老先生 不仅是优秀的药剂师 还是非常强大的舞者 成为他的徒弟 是很多人的梦想 我很羡慕你 陈宗林吐了口烟 感叹着说道 江阳点点头 没有反驳 要既是最大的特点是 赚钱且自由 裴老头也说过这个问题 理由很简单 自己开店 赚得更多 江阳表示赞同 同时发现 自己和师父的思想 在某些方面 非常契合 陈宗林谈了谭烟灰 转头看向江阳 沉默了两秒后 道 你好像不太喜欢说话 嗯 我为人比较内向 有些社恐 不好意思 江阳腼腆地笑了笑 内向 社恐 陈宗林愣了下道 你之前 不是金药社 堂头的扛把子吗 警方就是因为你 才下定决心 打击了金药社 要知道 一名极具天赋的武者 加入社团 可不是什么好事 江阳文言 如遭雷击 呆立当场 老大 我对不起你 你辛辛苦苦 小心翼翼 奋斗了三十多年 才发展起来的金药社 就因为我 被干掉了 大嫂也带着孩子 卷钱跑路了 我 对不起你啊 你还提把我当堂口扛把子 不过 这个陈宗林的话 是不是有点多了 江阳对他笑了笑 电磁力 悄然从脚下透出 感受着陈宗林 生物磁场波动 总感觉这个人 再没话找话 想通过交谈 从自己这里 了解到一些事情 然后 引入某些话题中 试问 当你跟一个人说话 你说三五句 人家只是礼貌地笑笑 你还会继续跟他聊天吗 而且 这个人 还是陌生人 只存在抽烟借火的关系 陈宗林还想 再继续说些什么 裴之雨 从猎魔对大厦里 走了出来 看着并肩 站在街边抽烟的两人 有些奇怪 他们两个应该不认识 怎么好像很熟的样子 杨哥 队长 两人回头看向裴之雨 江阳对裴之雨点点头 把烟扔在地上 用脚碾面 陈宗林看了眼 裴之雨手中的档案袋 板着脸道 档案用完了 要尽早送回学校 知道了 今天就送回去 裴之雨缩了缩脖子 伸手拉了下江阳 示意他赶紧上车离开 那队长 我们就先去送档案了 周一见 裴之雨赶紧逃跑 上车 发动 使出 一气呵成 陈宗林沉默地 看着远去的汽车 深深吸了口烟 你在他的小队 江阳猝着眉 问道 你不是实习队员吗 是啊 在他的小队 底下实习吗 你发现了吧 陈队没什么表情 就算是笑 也是强扯出的笑容 裴之雨开着车 自问自答道 那是因为 他在跟一支 中阶二级一模的战斗中 胸膛和大半张脸 都严重受伤 他的脸一多半 都是假体 陈队很让人敬佩的 不仅是我们队 就连二队 和一队的人 都很尊敬他 我早就发现了 还有不用说的这么详细 我不感兴趣 江阳心中富匪 是吗 嗯 听老队员说 陈队以前有门娃娃亲 他和娃娃亲女朋友的感情很好 从小时候 就在一起玩 然后上学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都是同班同桌 跳过甜蜜 你直接说可是 裴之雨的甜美笑容 瞬间消失 垮着脸 扫了江阳一眼 语气硬邦邦道 可是 发生了意外 还用我再说吗 不用了 我自己脑补 似乎每个古怪的人 都有一段悲情的过往 两人把车放在停车场 来到商业街 裴之雨站在街口 双手插腰 眼眸中闪烁着 看到猎物的贪婪光芒 裴之雨深吸口气 杨哥 陪我逛街 杨哥 裴之雨转头看去 江阳已经拿着采购清单 去了户外用品店 根本就没搭理自己 错愕之后 裴之雨心中有些古怪 还有些对自己的不自信 拿出手机 借着镜面反光 看看自己的脸 虽然 自然不能跟顶级美女相比 但自己也不差 因为练舞 身材也很好 最最重要的是 自己有钱 江阳这个家伙 是什么情况 他对自己 一点都不假辞色吗 他就一点没有 迁就美女的觉悟吗 裴之雨叹了口气 难道自己 长得不在他审美上 还是说 江阳只是单纯地 对女人不感兴趣 怀着稀奇古怪想法的裴之雨 快步跟上江阳 走入户外用品店 等他进去之后 江阳已经拿到 采购清单上的物品 就胜负钱了 江阳转头看过去 裴之雨一愣 下意识地 就想后退出去 自己真是个大冤种 干嘛要跟来 直接去逛街 不好吗 裴之雨撅着嘴巴 在老板傻黑黑的笑声中 不情不愿地扫码付了钱 江阳拎着一大包物品 刚出门 就听到一声凄惨的呼喊声 救命 抢劫了 抢劫了 嗯 江阳向左边望去 一个男人脸上围着面罩 右手拿着一把沾血的水果刀 左手上抓着一个精美皮包 朝着这边狂奔 后面 一个女人捂着小腹 指缝肩和裤子流下鲜血 亮呛着边追边喊 周围的人惶恐 慌乱 避之不及 江阳正在考虑 要不要帮忙的时候 从户外用品店里 冲出来的老板和裴之鱼 就帮他做了决定 两人想去见义勇为 但因为江阳站在门前 正好挡住了两人 他们因为着急 都把江阳往另一侧推 一左一右 猛推 两人发现推不动 于是往前猛地一冲 江阳感觉 被两股力量同时推了出去 正好 那个抢劫犯 已经冲了出来 没有办法 江阳直接飞起一脚 一记结结实实的 杨将军飞梯 打在了抢劫犯的胸口 碰 抢劫犯倒飞回去 重重摔在地上 往后滑行了四五米 第十九章 控制血液 江阳有些忧怨的 回头看了眼 裴之鱼和户外用品店老板 正义感爆棚的是你们 出手的却是我 不知道杨将军 飞梯是我的杀招吗 万一把抢劫犯踢死了怎么办 裴之鱼给江阳 递了个表扬的眼神 旋即跑向那个受了伤的女人 户外用品店老板 看着地上捂住胸口 痛苦呻吟的抢劫犯 心中惊讶 他刚才看得清楚 江阳一脚把抢劫犯 踢飞了六七米 摔在地上后 右向后滑了好几米 这种力量 兄弟 你是武者 什么截别 灵通静 还是灵运静 江阳瞥了他一眼 轻飘飘道 我天生神力 老板愣了下 嘴唇捏如着 走向抢劫犯 抢劫犯被制服 周围的人也有了胆子围上来 有的报警 有的用手机拍视频 还有两个人竟然在直播 并且把摄像头对着江阳 一边嘴里 喊着粉丝宝宝 一边走向江阳 准备对脸拍 江阳搓了簇眉 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搓 刺 刺 那两个人的直播手机 瞬间黑屏 然后冒了烟 啊 卧槽 手机爆了 我靠 我的也爆了 江阳没有去管他们的嘈杂 释放电磁力 扫过那个受伤的女人 几秒后得知 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不过那副凄惨模样 以及跑过来时 一不一个血脚印 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呼 江阳轻轻叙了口气 为这种事感到麻烦 往后退了退 站在户外用品店门内 等着警察到来 打电话 快叫救护车 抢劫犯是不是死了 你看他都不动了 死了才好呢 抢劫就抢劫 干嘛要伤人 叫救护车了 得十几分钟 你没事吧 女士 你怎么了 女士 他流的邪好多 快问救护车能不能快一点 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医生 女士 女士 女人努力睁开眼睛 仿佛眼皮有千斤重 又闭上了眼睛 声音虚弱地说 我有血有病 周围人群瞬间静默 几秒钟后 什么是血有病啊 人群中有人小声问 一人面色沉重的低声回答道 一种遗传性出血性疾病 简单来说 就是没办法凝血 身上有伤口 终身都会有出血倾向 听着那人的解释 周围人群同时转头 看向那个一动不动的抢劫犯 情绪激愤 江阳听到血有病的时候 心中一沉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有个男同学就有血有病 高中那三年 全班同学都化身一父一母 小心翼翼保护着 高中毕业的时候 老师累撒当场 三年之期已到 国保医交大学 虽然有玩笑的成分 但保护是实打实的 终身性创伤后出血倾向 不是可以开玩笑的 江阳感受着磁场中 女人血液里不算活跃的带电粒子 突然 她又有一个想法 自己可不可以利用电磁力 刺激血液中的带电粒子 使其获得暂时性活跃 以达到止血和修复身体的目的 碳基生物无法脱离电磁力的影响 如果自己足够强大的话 自己的身体也可以通过电磁力 达到分解 重塑以及粒子化的状态 这样想着 江阳抬脚走了过去 裴之鱼蹲在地上 一手扶着伤者 一手帮助女人捂着流血的小腹 眼中焦急 脸色苍白 神情有些茫然 我来吧 裴之鱼豁然抬头 看到江阳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自己身边 声音温厚 慢慢蹲了下来 朝自己看了眼 江阳看着发愣的裴之鱼 心中奇怪 怎么了 这是吓傻了 还裂魔队呢 哼 就这 江阳看着裴之鱼 捂在女人腹部的手 伸手拍了拍裴之鱼的手背 裴之鱼这才反应过来 看着江阳认真的侧脸 迟疑了几秒 缓缓抬起沾血的手 哥们 你是医生吗 此话一出 周围人瞬间看向那个出生的男生 男生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 顿时色缩了下 旋即轻横了声 扫了眼中人 双臂抱着肩膀 开口道 我这是为他好 你们也别装逼 别觉得我冷血 这年头 谁都活着都不容易 不是随急救车来的 也不没有被安排医疗任务 现场急救情况模糊复杂 这就是非法行医 万一出了事 你们谁能管他 他家人怎么办 有的人事不关己 随意嗲嗲几句 有的人 就是一辈子的事 男生这番话 让所有人哑口无言 周围人群的骚动明显减弱 不再随意开口 但也有人在说他是不是医生 也有一部分人举起手机 对着现场拍摄 裴之鱼看着江阳 他当然知道江阳不是医生 不过 他不想理会周围人的话语 而是低声问道 杨哥 他不是舞者 不能用药剂激发灵力保命 要怎么止血 我不知道 别管他们怎么说 什么医生不医生的 我都会说话 就他妈开始瞎猜 事实不重要 全凭一张嘴 江阳喝了声 道 你打电话催促一下救护车 我帮你扶着他 好 江阳小心翼翼地 从培植于怀里 接过女伤者 在培植于站起身之后 江阳搭在女人后背的手 蹦出一丝电弧 进入女人的身体里 感受着浩如海洋的带电粒子 江阳控制着电磁力 慢慢穿过所有带电粒子 使其获得暂时性的活跃 慢慢地 江阳脸色隐隐苍白了几分 额头浮出一层细汗 可以控制血液 但要有直接接触 隔空暂时还达不到 如果 运用到战斗中 是否可以在贴到对方身体之后 控制对方血液 直接撑爆心脏 或者直接冲开动脉 破坏对方内脏 肯定可以 这一点 在这个伤者身上得到了印证 等到自己舞者阶别高一些 在电磁力场笼罩下 直接控制电磁力场内 所有人的血液 破坏内脏 造成内碎裂 如果再隐秘一些 直接让对方恼死亡 想到这里 江阳嘴角 浮现出一抹微不可见的笑容 果然 电磁力拥有无限可能性 以及极具发散性的运用 第二十章 手心灵和钥匙 江阳把户外用品店老板送来的纱布 捂在了女人伤口上 遮挡人群的视线 因为女人伤口的血液在电磁力的刺激下鼓动 甚至边缘的血液在跳远 很快 警车来了 救护车慢了两分钟 江阳被带去警局了解情况 中间得知 那个抢劫犯 被江阳踢碎了五根肋骨 内脏移位 江阳始终保持平静 他没说多余的话 因为自己的舞者身份 以及裴之鱼的猎魔队实习队员身份 猎魔队自然会介入 正如江阳所想的那样 在简单签字之后 刚出询问室 就看到裴之鱼从座位上站起来 裴之鱼迎来上去 边走边快速说道 没事吧 我给猎魔队打了电话 要求他们介入 江阳笑了笑 没事 赶紧回去吧 衣服上全都是血 这次建议勇为救人 最大的收获 就是实验了电磁力能控制血液的结论 江阳对这点非常满意 他现在只需要提升舞者实力 以及把书上学到的知识 通过电磁力一点点变为现实 回去的路上 江阳思考过后 疑惑道 那个抢劫犯 竟然没变成一魔 我以为他在被我踢飞之后 会当场变身呢 对于这方面知识 明显高于江阳的裴之鱼 拾忆了几秒 感觉好笑地说道 变成一魔 对内心极度阴暗 极度压抑的人来说 这很简单 只要崩断心中那根弦 释放内心的阴暗 就可以失去身体和精神意识 变成一魔 但 大多数人 内心还是存在希望的 就说那个抢劫犯 如果他真的不想活了 没了希望 他就不会去抢劫 而是躲在某个地方 等待着内心阴暗释放 变成一魔 然后 去杀死那些 让他失去活下去希望的人 江阳看着眼神明媚的裴之鱼 笑道 你现在像个真正的裂魔人 裴之鱼还在为自己 给江阳科普而沾沾自喜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瞬间破弓 自信神色直接垮掉 没好气道 我本来就是裂魔人 江阳沉默了十几秒 才点头道 是的 你本来就是裂魔人 你敷衍我 而且 在内心挣扎了十几秒之后 才选择的敷衍 其实 你根本连敷衍都不想 知道你还温 车内静默了 裴之鱼斜了江阳一眼 雨调平稳道 你信不信我猛转方向盘 跟你同归于尽 江阳顿了顿 道 不信 我身体强度比你高 就算车翻个七八圈 只要不爆炸 我就不会死 咯滋滋 裴之鱼用力咬牙 你吃鸡脆骨了 呵呵 你尽管说 我回去就跟爷爷说 让他收回 要紧密册 我问你要不要吃鸡脆骨 前面两个路口 有家炸鸡很好吃 对了 今晚你要吃红烧排骨 麻辣鸡块 小炒肉 四喜丸子 焖羊排 脆青菜 白灼喜会 天地大同 老鸭汤吗 天地大同是什么 炒黑白豆 吃起来嘎嘣脆 可晚上追剧的时候 可以当零食吃 晚餐时间 三人围坐在餐桌上 陪老头看了眼孙女 对江阳说道 食蟹胆 飞脚 八角草 是我们的目标 其他材料 也可以顺便收集一些 江阳还没做任何表示 裴之鱼没有不开心 只是很奇怪 面露回忆之色 很快 他看向裴老头 道 爷爷 你以前都是 直接收集材料 从没进过空间裂缝 为什么这次要去 问完之后 裴之鱼放下筷子 眼神微软 劝道 爷爷 别去空间裂缝找材料 你想做什么药剂 咱们可以买啊 就算滨海没有 其他城市也会有 实在不行 就等拍卖 反正咱们家不缺钱 干嘛要去冒险呢 江阳看向裴老头 说实话 他也不是很理解 明明可以购买材料 为什么要去空间裂缝里冒险 且不说空间裂缝里的人员 势力复杂 只是里面的异兽 就已经足够危险 就算是灵欲尽武者的实力 也不是冒险的理由 谨慎和低调 永远是活命的第一要素 裴老头听着孙女的规劝 看着徒弟的不解眼神 摇头笑道 这三种材料 没有卖的 拍卖行有灵阶异兽材料 甚至偶尔有 王阶异兽材料 但这三种 绝不会有人出手 为什么 难道这三种材料的来源 比王阶异兽更强 江阳问道 不是 裴老头今天的笑容 比以往都多 他说道 失蟹胆和八角草 是 守心灵的主要材料 将来 你们从灵虚静 晋升灵欲静的时候 会有关心的过程 直面自己内心最阴暗 最不堪的一面 即使抑制在坚韧 也会有失守的风险 陷入疯狂 被吞噬 成为一魔 守心灵 药剂 能够辅助你们 守护心灵意志 极大降低你们精神失控的风险 至于非绞粉 药匙的主要材料 药匙 这个药剂 能够让没有灵感的舞者 强行开启灵感 想要在舞者路上勇往直前 能够感知并接受灵子的灵感 是必须要有的 江阳和裴之鱼 同时转头看向对方 连灵通镜舞者都不是 准备灵虚镜晋升灵欲镜的药剂 是不是太过于早了 陪老头摇摇头 明显不想再说什么了 是一两人安静吃饭 晚餐过后 裴之鱼目送爷爷上楼 身体侧了下 望向楼梯 确定老头上了二楼之后 回到厨房 来到江阳身边 满眼担忧道 杨哥 爷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他怎么好像在 江阳转头看了裴之鱼一眼 裴之鱼立刻晋升 江阳把手上擦干净的盘子放好 平静道 不该想的别想 只做现阶段应该做的事 我们只需要做到这些 就足够了 说完这句话 江阳洗了洗手 抽出一张纸巾 一边擦手 一边走出厨房 路过楼梯的时候 朝楼上看了眼 喊道 师父 我回去了 然后 转头看向裴之鱼 咧嘴笑道 至于师姐 车接我开开呗 第21章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武神单挑 知 昏黄灯光晃了晃 灯座有明显松动 八脸赵赫鲁把手 从台灯坐下收回来 看了眼焦黑手指 边用小刀割掉手指 半熟的烂肉 边思索着 喃喃自语道 没有那种隐约的战力感 不单纯是电 也不单纯是雷 那种如珠网般蔓延的电流 扫过身体时 血液因子的战力感 是自己不知道 甚至从未出现过的 超进制序列 如果在空间裂缝中 与裴东行发生冲突 跟他配合 借助两件 封印物序列 杀死了裴东行 那么 自己会不会被拥有 超进制序列的家伙惦击 超进制序列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放弃任务 不行 一件 封印物序列物品 会大幅度增强实力 不能放弃 八脸赵赫鲁用纱布 把几乎见骨的手指包扎好 拿起电话 拨通 几十秒之后 电话接通 那边先是沉默了片刻后 试探着问道 赵赫鲁 是我 赵赫鲁喝笑了声 道 纪森 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 杀人 谁 一个拥有 超进制序列 的年轻人 抱歉 你打错了 嘟嘟嘟 八脸赵赫鲁 显然没反应过来 愣愣举着手机在耳边 表情呆滞 旋即 脸上浮现怒气 眼神变得锐利 重新拨通号码 赵哥 我求你了 饶了我吧 杀死 超进制序列 你怎么不让我单杀武神 八脸赵赫鲁低沉笑了笑 讥讽道 只是一个序列 就吓成这个样子 放心 他只是个年轻人 应该是刚苏醒 超进制序列 实力不强 电话那边 也语气认真地紧跟着话头 说道 即便他只是孩子 但都不排除失败 如果失败 赵赫鲁 你明白 跟一个拥有 超进制序列的人 结仇的后果吗 活着的时候 我会惶惶不可终日 不知什么时候 我会突然死去 在外人看来 我死得合情合理 有可能是突发疾病 有可能在喝水的时候 枪死 也有可能我走在大街上 身体不受控制 冲进一辆汽车的车底 但对我自己来说 我死得不明不白 赵赫鲁听着电话 那头情绪激动的声音 等到那个人说完之后 静默了几秒 他说道 无论成功与否 我都将帮你做一件事 上线是帮你窃取一件 封印物序列 下线是钱 封印物序列 电话那头明显一惊 随后两人又陷入了沉默当中 时间大约过去一分钟 好 我只能尽量去做 如果是不可为 我会当即退走 毫不犹豫 可以 八脸赵赫鲁眼眸中浮现笑容 电话挂断 呵呵 赵赫鲁终于讥笑了一声 没有任何封印物序列 守护序列 也不是超进制序列 想要杀死一名超进制序列者 简直是做梦 但 只要有人吸引注意力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徒弟遭遇暗杀 当师父的该怎么选 赵赫鲁从不怀疑药剂师的师徒情 药剂师是一种传承 更何况裴东行都这么老了 他已经没有更多时间 再去寻找传承人了 他必定会保护那个年轻人 只要他们远离战场 不与裴东行发生冲突 后续很多麻烦事 就都可以避免 杀死裴东行 或者杀死那个年轻人 根本不在赵赫鲁的考虑之中 他没那么傻 在预定报酬之外的麻烦事 根本就没必要去招惹 至于答应那个人的暗杀条件 那也得 他能在裴东行的拳头下活着才行 能够一击打碎结界空间的拳头 回想起裴东行 一拳打碎结界空间的场景 赵赫鲁不禁脸色难看 小旅馆楼下 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 驾驶位被放倒 上面躺着人 他拿出手机 手机的亮光映着江阳的面庞 此刻 他的脸色极其难看 开车三个小时 走遍全城 终于捕捉到了八脸的磁场 江阳朝里面望了眼 旅馆的前台登记人员昏昏欲睡 又看向四楼亮着微光的那个房间 停到前面的路边 江阳下车扫了眼周围监控 来到路口公共电话亭 远远地望着那个小旅馆四楼微亮的窗户 手中随意抛着硬币 八脸的房间有打电话的电磁波 很可惜 暂时还监听不到通话内容 他还有同伙 八脸的目标应该是空间裂缝 自己和师父跟他有冲突 这样一位携带着 封印物序列的危险人物 难保不会遇到 一旦发生战斗 自己还很弱 师父就算是淋浴进舞者 但已经老了 保不齐会发生意外 叮 硬币发出一声清脆声响 被他轻轻弹起 猎魔队还在搜捕八脸 但这个区域在猎魔队的监控中 但却没发现八脸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 猎魔队所有人都是没有脑子的废物 二 猎魔队里有内鬼 这个区域是谁负责的 这个念头出现在江阳脑海中 但令他意外的是 自己竟没有半分意外 是人就有私心 是人就有欲望 一个组织里出现了臭虫 是在所难免的 敌人不可怕 内鬼才该死 那就看看 内鬼和敌人的内战 一定会非常精彩 疯子总在紧张的谋划中 寻找乐趣 江阳无声地笑了笑 将硬币投入公共电话 叮 拨通猎魔队电话 你好 请问是猎魔队吗 是的 请问您 我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精神状态很不对 很有变异成一模的风险 什么 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吗 地址在哪里 他眼神很阴奕 身材高大 左脸上有到像是 蜈蚣一样的缝合疤痕 很可怕 猎魔队那边 先是安静了下 随后变得嘈杂 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派人过去 幸福街226号 同行旅馆407号房间 请问 你是谁 我 我叫红塔山 第二十二章 诡异的 风硬物序列 朦胧的月 散发着静谧光芒 一栋大厦的天台 江阳坐在楼檐 嘴里叼着一只燃烧的 红塔山香烟 一枚硬币在他手指间翻动 街上变得安静了 仿佛在迎接 惨烈厮杀的来临 一队六个人 快步从路口 走向同行旅馆 三个人留在旅馆外 三个人进了旅馆 很快 四楼那扇玻璃窗突然爆碎 八脸的身影 窜出 紧跟着 接连窜出三道身影 八脸刚刚落地 另外三个猎魔人 直接围了上去 另外三个人刚刚落地 便冲进战团 在大街上 一支六人小队的猎魔人 围攻八脸 战斗厮杀 就这样开始了 江阳看着战斗中 束手束脚的八脸 脸上浮现笑意 师父说 八脸至少有零元镜 在携带 封印物序列的情况下 战斗力几乎超过零际镜 通 玉 元 记 虚 玉 师父是零玉镜 但在老麦 以及自己被幽暗长矛定在地上 忌惮 封印物序列等因素 放弃战斗 拥有这样战力的八脸 竟然会陷入五个零通镜 和一个零运镜小队长的围攻之中 搞笑程度 不亚于你88岁的奶奶 用拐杖打死一头成年猛虎 江阳目光微宁 眼瞳中闪过一抹纯白电弧 他看到了战团中 有一张僵硬的脸 猎魔队三队队长 陈宗灵 是他吗 可他只有零运镜 不 实力并不是衡量内鬼的标准 即便是普通人 只要有被利用的价值 都是合格的合作者 下方街道的战斗 看似十分激烈 刀影快速闪烁 枪声震荡不绝 实则 刀只是挥动而已 子弹也只是被推出了枪膛 八脸手中拿着一把匕首 在围杀之中 游刃有余 八脸不杀人 不突围 他在干什么 江阳越看越不对劲 他们就好像 在打表演赛 江阳没有犹豫 当即拨通师傅电话 他不想因为自己 在某些事情上的隐瞒 造成令自己后悔的结果 那样就太愚蠢了 小阳啊 什么事 陪老头的声音更嘶哑了 明显前几秒还在睡梦中 师傅 我发现了八脸 然后通知了猎魔队 他们的战斗 就像是在打表演赛 江阳快速说了一遍事情经过 又说了自己的猜测 师傅 我认为猎魔队里 有八脸的同伙 目标是空间裂缝 但具体目标不明 我们这次需要非常小心 陪老头那边 传来嬉嬉锁锁的声音 应该是从床上坐了起来 或者下了床 沉默了几秒后 嗯 原本我打算跟着探索队 走一段距离 再去寻找我们需要的材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进入空间裂缝之后 直接跟他们分开 尽量避免危险 陪老头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又说道 没人规定 自由的高境界舞者 就必须帮助猎魔队 或者探索队 作为普通民众来说 我们只有 配合他们工作调查的义务 我知道了 师傅 您继续睡 我也回家了 晚安 陪老头笑了笑 导 臭小子 别总乱跑 你的行为很危险 不过 这次你做得很好 江阳挂断电话 从天台楼檐站起来 转身要走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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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五声如同惊雷的枪声响起 精准地命中了战团内八脸 八脸被轰飞出去 重重砸在旅馆的外墙上 墙体凹陷军裂 落下墙体碎渣 So 一道极快的身影 掠到八脸身前 举起手枪 对着八脸的脑袋 毫不犹豫地开枪 碰 八脸的头盖骨 被打飞出去 只剩下血肉模糊的半张脸 尸体从墙体上掉落 瘫软在地 站在天台顶上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江阳 既惊讶于那道身影的速度 也惊讶于那把手枪的威力 看着那七个人 在短暂地交流过后 抬走八脸的尸体 哼 结束了 那把手枪 应该是某个封印物序列 江阳从楼檐上跳了下来 走向楼梯间 突然 咔嚓 一声轻微的玻璃碎裂声音 在他耳畔乍响 刚走了两步的江阳 猛地瞳孔一缩 机械式地转头看去 只见八脸从旅馆大门走了出来 这一刻 江阳的心都在颤抖 玄机明白 刚才只是一场空间幻境 利用那个诡异 封印物序列 制造了一场欺骗所有人的幻境 包括自己 呼 周围升起令人感到阴冷的风 江阳目光似有似无地跟随着八脸 进入一个黑暗的巷口 要不要跟过去 继续通知猎魔对过来围杀 这个念头刚升起 就被江阳掐灭 这样的把戏 有一次就够了 第二次就有很大可能被盯上 这种行为 就是做大死 只要自己和师父足够安全 就行了 再度冒险 实在不是明智的行为 江阳慢慢向后退 走进楼梯间 离开了天台 冰江岸边 一辆黑色汽车缓缓停下 江阳望向迎着两岸灯火的淋淋江水 脑海中不断回想空间幻境 和那把威力巨大的手枪 事情重新变得迷离 不过 基本危险依然存在 自己和师父仍极其小心 其实 最安全的是 不去空间裂缝 但 师父 主动规避危险 不能等事情发生之后再后悔 江阳活动了下略险僵硬的身体 他忽然很想笑 自己这算一是求生吗 汽车驶离江边 水煎包都会做 杨哥 你其实不是要技师 而是一级厨师 陪志余边吃边怀疑地看着江阳 江阳挑挑眉 做饭只是我的爱好 炼药才是我的天赋 陪志余 陪老头 早餐结束后 陪志余开车去猎魔队的办公室 手饮水机 猎魔队真的很有钱 饮水机看守员都发那么多工资 对于昨晚的事 江阳和陪老头都没提 只是把130瓶 恢复药剂 整理好 爷俩默契地坐在门口 等着猎魔队的人来取 陪老头躺在摇椅上 眯眼假妹 江阳 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 刷着手机视频 这两天 他关注了一个高效物理系老师 每期视频都有30多分钟 点赞量和评论都很少 江阳试着把自己的问题 编辑成私信发过去 原本没指望着有回复 但没想到 时隔三四个小时后 他收到了将近千字回复 并附带各种由符号组成的公式 有实验物理学 也有理论物理学 江阳极其尴尬地回复道 不好意思 老师 您说得太深奥了 我暂时还看不懂 这次对面回复得很快 你的物理水平 大概只有初三水平 江阳 第二十三章 回忆 来收药剂的是陈宗林 江阳把一箱药剂交给他之后 微微笑了下 没说什么 陈宗林拎着想着 来到陪老头的摇椅旁 微微欠身 恭声道 陪老先生 此次空间裂缝的探索任务 如果您方便的话 请顺便照扶一下探索队 陪老头没吭声 仍然一副老子睡着了的样子 陈宗林也不在意 朝江阳点头示意 转身离开 江阳来到门口 重新坐在小板凳上 你怀疑的就是他吗 陪老头突然出声问道 江阳思索了下 轻轻叹息道 整件事充满疑点 暂时还不好说 如果真在空间裂缝发生了意外 那些探索队的普通队员 恐怕要枉死了 陪老头沉默了下 道 如果确定他有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一拳 把他震死 但这事 在任务外 一旦进入空间裂缝 就属于在任务中 发生了任何事 都是他们内部问题 我们不好插手 陪老头的意思很明白 现在没有任务 你确定他有问题 那就直接解决问题的源头 到时候拿出证据 送往裂缝队 但是 进入空间裂缝之后 再出问题 那就是裂缝队内部的事情 外人不能随意插手 陪老头叹了声 道 在外面 至于是安全的 在里面 我保证你的安全 至于其他 遇事先保命 江阳点点头 知道了 师父 爷俩的观点不谋而合 先保命 其他的都是扯淡 裂缝队总队长办公室 年过四十的徐渡清 有着一头干练短寸发型 体格异常强壮 裂缝队制服外套 随意搭在椅子上 手拿着圆珠笔 看着面前那份探索队名单 斟着下笔 探索队的队员 都是出发前才公布的 名单由总队长指定 他十分确定自己队员的实力 符合探索队要求的实在不多 这几年 裂缝队断层很厉害 包括自己这个队长 都是矮子里拔大哥 咚咚咚 徐渡清看了眼办公室门 和上名单文件 进来 手提着一箱 恢复药剂的陈宗林 推门进来 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上 打开 然后说道 队长 130瓶恢复药剂 基本都是裴老先生收的 那个徒弟做的 徐渡清随手拿了瓶 恢复药剂 看了看 道 你检查过了 检查过了 都是合格的恢复药剂 陈宗林说道 那就没问题 徐渡清把 恢复药剂放好 抬眼看着陈宗林 说道 这次你留下看家 我和赵勇带队 陈宗林愣了愣 急忙道 队长 我的实力不比赵勇差 不对 我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赵勇 每次训练战斗 我都是胜利者 而且 我比他更有作战 和指挥作战的经验 徐渡清笑了笑 道 这正是 让你留下的原因 宗林 如果进入空间裂缝的 我们发生了意外 滨海裂魔队 得有人主持大局 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从哪方面看 徐渡清这么打算 都是对的 徐渡清站了起来 伸手拍拍陈宗林肩膀 笑着说道 宗林 空间裂缝已经十几年 没有降临在滨海了 谁也不知道 里面有怎样的危险 我们进去之后 城防军会布置阵地 堵住空间裂缝出口 裂魔队就交给你了 他伸手点了点 桌子上的一封白皮信件 新任队长推荐书 已经写好了 如果我们没有回来 你就是下任裂魔队的队长 陈宗林错愕地看着那封白皮信 目光又转回徐渡清的脸上 满是不可置信 队长 既然这么危险 不如不如 行了 去忙吧 徐渡清笑着打断陈宗林的话 又拍了拍陈宗林胳膊 轻轻推了一把 徐渡清看着陈宗林离开的背影 忽然有些触动 思绪飘散中 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那一天 队长 空间裂缝这么危险 干嘛还要去 不如就让城防军开炮 直接轰他娘的 脸庞稚嫩的徐渡清看着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靓丽女人 高声提着自己的意见 女人笑了笑 没说话 办公室右边沙发区 正在喝茶的男人放下茶杯 擒着笑容 附和道 我支持亲子 那么危险 干嘛要进去 直接发射导弹 轰他娘的 女队长文言 称怪了地扫了眼男人 抬头看向办公桌对面 朝起阳光的年轻人 展露笑容 耐心解释道 空间裂缝里的磷子很不稳定 如果直接用火力轰炸 很可能会造成磷子暴动 而且 里面还有不清楚数量和级别的异兽 一个不小心 滨海就会被磷子风暴冲击 被异兽群践踏 年轻气盛的徐渡清 微微一震后 不解地问道 那我们进去探索 有什么用 坐在沙发区的男人 笑嘻嘻地接话 不是那么正经地说道 进去斩杀实力强大的异兽 采集磷子充沛的天才地宝 找到空间裂缝里的磷子盒 只要取走磷子盒 空间裂缝很快就会关闭 到时候 我们的城市就会安全了 徐渡清瞪大眼睛 竟然有了一丝热气的向往 看向女队长 信冲冲道 队长 我也要去 小青子 你身板太小 进去也不过一兽吃的 男人嬉笑着 说 等你变成大鸡霸 再去给一兽塞牙缝 徐渡清张着嘴 大 大鸡 女队长不满地哼了声 说什么呢 正经一点 青子 去训练吧 等你有一天当了队长 带队进入空间裂缝 就是你的责任 思绪收回 恍然间 徐渡清捏了捏两眼之间的鼻梁 深吸口气 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 走出了办公室 药剂店 坐在小板凳上 昏昏欲睡江阳 被一阵刹车声惊醒 抬眼看去 一辆乌黑的肌肉车 停在街边 下来一个面容刚毅 体格强壮到不像话的中年男人 大 大鸡霸 胡托托的人形怪兽啊 他朝这边来了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要件 江阳站起身 迎头开口问道 他笑着对江阳点了下头 旋即目光落在裴老头身上 弯下腰 声音温和 道 裴说 我来看看您 第24章 压缩20万倍的电子 如果你还想让我多活几天 就把志宇送回来 裴老头连眼睛都没睁开 语气很不客气地说道 我劝过他 可他很坚持 我向您保证 不会让志宇执行任务 只做内部文员工作 徐渡清诚恳地说 江阳略感诧异 从这番话中 不难分析出 眼前这个块头 大到不正常的男人 是猎魔队的高层 打开手机 查询滨海猎魔队总队长 映入眼帘的 就是眼前这个 男人的正见照 徐渡清 徐渡清又拱着身子 说了几句 见裴老头不搭理自己 也只好作罢 裴叔 这次进空间裂缝 千万小心 说完 徐渡清顿了下 转头对江阳友善地笑了笑 转身离开 别小心 江阳转头看向师父 徐渡清脚步猛地顿住 回头看向 躺在门内 阳光里的裴老头 用力点头 然后 快步离开 随着汽车远去 眯眼假妹的裴老头 缓缓睁开眼睛 写满故事的双眼 望着车流不息的马路尽头 似乎有很多话想说 但又无处倾诉 徒弟 师父 今晚 我们吃什么 师父您想吃什么 吃火锅吧 特别辣的火锅 好 晚上三人吃火锅 不能吃辣的江阳 特意搞了个鸳鸯锅 十分钟后 乳白色的军汤锅里 就漂了一层红油 这爷孙俩真是够了 裴老头非常喜欢吃脑花和黄猴 裴之鱼特别能吃嫩羊肉 桌上的蔬菜类 只有生菜和铜蒿 裴老头一边用漏勺 在麻辣红油锅里煮脑花 一边随口对裴之鱼说道 明天我们和探索队离开滨海 去空间裂缝 你明天不要去裂魔队了 直到我们从空间裂缝回来 如果 我们没有回来 你就带着所有药剂和钱 去其他城市 没有回来 裴之鱼正夹着一片羊肉 无意识地掉在桌子上 声音颤抖着说道 爷爷 我放弃武者修炼 我们就安安稳稳做药剂赚钱 好不好 裴之鱼望着爷爷的目光中 带着稀计和后悔 如果早知道会让爷爷去涉险 那他一定不会修炼 成为武者 就做得没什么天赋 只会做几种药剂的药剂师 裴老头摇摇头 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之鱼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 那会陷入无限循环的内耗 既然选定了 就要勇往直前 绝不回头 女孩子 也不差 裴老头没来由地补充了一句 餐桌上重新归于安静 火锅在咕嘟嘟冒泡 热气缭绕 吃完饭后 江阳收拾完餐桌和厨房 走出药剂店 今晚不打算修炼了 好好泡个热水澡 放松一下身心 明天即将进入空间裂缝 说不准 就有生死不知的厮杀 裴之鱼坐在床上 表情微微呆滞 脑海中思绪混乱 本想再去劝劝劝老头 但又一想 老头决定了的是 根本不可能更改 他站起身 在床前和沙发中间来回踱步 看着一侧书架上 一家五口的合照 在自己不计时的时候 奶奶就去世了 六岁那年 爸爸妈妈去了空间裂缝 一直到空间裂缝关闭 他们都没有出来 五人合照 只剩两人 现在 空间裂缝又出现了 爷爷也做好了准备 打开窗户 呼吸着清凉微风 裴之鱼低垂眉眼 轻轻啜泣 另一个房间 裴老头坐在藤木椅上 右手边的小方桌上 放着两个相框 一个是他的妻子 一个是他儿子和儿媳的合照 淋浴不破神 终究是凡人 哼 老婆子 我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晋升不了灵神镜 这次去空间裂缝 一是把他们两口子的尸骨找回来 再就是 把之鱼和小羊舞者之路 一直到灵神镜需要用的药剂材料都找到 保着他们一路顺利晋升 小羊这孩子很不错 知行懂理 思维缜密 胆大心细 风趣幽默 还懂得低调藏桌 我准备 把药剂店和药剂密册留给他 以后 我要是不在了 他也能看在药剂店和药剂密册的份上 照顾着之鱼 裴老头嗓音不高 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 全部都是跟已经过世的妻子说的 最后 他慢慢转头看向那张儿子和儿媳的结婚照 近乎无声地低于了一声 等着爸爸 接你们回家 所有物质都带正电荷 异性电荷相互吸引 同性电荷相互排斥 带电粒子产生虚光子后 很快会被附近另一个带电粒子吸收 电磁力的本质 是通过虚光子交换能量和动量发生转移 电子是基本粒子 无法再分出更小的物质 电子再不被测量时 既是波又是粒子 有半径 但没有体积 却有质量 妈夸的 要长脑子了 江阳看书看得脑壳疼 电子有半径 有质量 且没有体积 没有内部结构 不占空间 但是 没有内部结构 不占空间 还有质量的物质 为什么会存在宇宙中 我尼玛 为什么自己的超进制序列 不是风火水土 拿来就能放忍术 电磁力 还得他妈学习相关知识 江阳抬手释放出一枚电子 原本电子是肉眼不可见的 但他将这枚电子周围环绕了20万枚电子 形成另一种层次的电子压缩 让虚光子在极小范围中 急速交互 产生光源 即使这样 这枚电子也只是一粒微光 所能释放的能量 不会比一个摔炮大多少 想要释放更强更大的能量 只要相应数量的负电荷 以及原子荷 届时 你要光 我就给你6000度的光 或许 可以把压缩20万倍的电子 送进敌人体内 再进行引爆 江阳想到这里 咧开嘴 无声地笑了起来 20万倍 只是暂时的极限而已 第25章 诗门传统不能丢 杨哥 你现在很像个远游客 裴之鱼站在楼梯口 以着扶手 上下打量背着登山包 身穿深灰色防风衣的江阳 发出调侃式的感叹 帅吗 江阳配合地转了一圈 360度展示 最后从后腰和大腿外侧 抽出露营刀和科尔卡开山刀 摊开双臂 我觉得这身装备 应该去参加荒野求生 收起刀 像什么样子 裴老头从楼上走下来 同样身穿深灰色防风衣 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一句 江阳信信收刀 立刻又听到裴老头说 你那种刀 也就砍砍枯死的木头 割不开异兽的坚硬表皮 裴老头走到柜台里 拉开最里面的一个小抽屉 取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两把全长 大约25公分的乌黑匕首 他看了孙女一眼 转而看向江阳 道 这个你拿着 我早年跟你师爷猎杀过一头灵极异兽 你师爷用灵极异兽的脚 磨了这两把匕首 裴之余心情瞬间不美丽了 艳羡地看着江阳 酸溜溜道 还傻站着干嘛呢 快去接着呀 这可是你的好师父 送给你 我家的传家宝 我家的传家宝 咬着后曹牙说的 灵极异兽脚磨成的匕首 嘖嘖 空气中弥漫着酸味啊 今早吃饺子 江阳调侃了一句 上前接过那个装着匕首的木盒 从中拿出匕首 仔细端向了下 又拿出木盒下方的匕首兽皮套 谢谢师父 江阳看着裴老头的目光 发自内心的感谢 裴老头笑了笑 梅多在这个事情上停留 又嘱咐了裴之余几句 由江阳开车 离开了药剂店 直奔城外七公里外的雾山 师父 我一直有个疑问 嗯 说吧 空间裂缝不是随即出现的吗 很多城市都因此遭受劫难 被空间裂缝里的异受冲击 为什么滨海的空间裂缝会遇见性 就像算着日子开启一样 这个问题 一直在江阳心里纠结了好几天 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裴老头表情微变 迟滞了下 轻轻叹了口气 江阳立刻说道 师父 如果不方便说 我也不是必须要知道 就是有些好奇 反正这跟要继学没什么关系 裴老头摇摇脑袋 开口解释道 那是因为这个空间裂缝 已经开启过两次了 第一次开启之后 空间裂缝周围 五公里的磷子会存在异常 只要利用仪器监控磷子波动 计算出峰值 就会得知第二次 第三次开启的时间 江阳恍然 原来是这样 随即 江阳心中 一沉 余光瞥向师父 眼中浮现出 复杂之色 这个空间裂缝 开启的前两次 第一次师父 跟着师爷进去 第二次师父的儿子和儿媳 陪之羽的父母 死在了里面 现在 是第三次开启 江阳沉默着 汽车快速行驶在路上 刚过出城高速 他默然低声开口道 师父 这次进空间裂缝 不急着收集药剂材料 陪老头转眼看向他 不明白自己这个徒弟 是什么意思 江阳顿了顿 郑重道 把师兄和师姐的遗骨带回来 比什么都重要 这样排辈 是正确的 陪之羽 一直自称是江阳的师姐 但其实 陪之羽不能算作 陪老头的传人 在江阳之前 陪老头 是有一个女徒弟 但却是陪之羽的妈妈 也就是陪老头的儿媳妇 陪之羽自称江阳师姐 纯粹是想占江阳便宜 陪老头微微错愕 随后心生感动 欲气柔软了几分 道 事实上 我还在想 进入空间裂缝之后 我去找儿子儿媳的遗骨 要怎么跟你解释 进入空间裂缝很危险 完全是博命 虽然你是我徒弟 但这并不代表 你就得给我卖命 但是 你是我徒弟 进入空间裂缝 还必须得带着你 这是你师爷的师父 定下的规矩 收了徒弟 就得给徒弟 准备武者晋升所需的药剂 这个根据徒弟的天赋上线决定 你师爷当年 就给我准备了 灵欲镜晋升灵神镜所需 守心灵 可惜啊 我失败了 这次 我也给你准备好 守心灵 你个臭小子 给我争点气 冲上灵神镜 咱们这一门 六代都没有灵神镜舞者了 灵神 呃 我尽量 我尽力 江阳皱着老脸 干巴巴的应声 灵神镜 师父啊 既然您这么看得起 您的宝贝徒弟 为啥不给您的徒弟 准备好晋升武神的药剂 我用不上 还能拿去卖钱 八辈子的都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很快 汽车停在了 雾山脚下 江阳背着大号登山包 包上两则 还绑着两个长条包 看起来就像战场重装之援兵 穿过山间小路 师徒二人来到半山腰 前方是一片 开拓出来的山奥 周围有很多 全副武装的城防军 山奥中间 已经来了不少人 昨天见到的大块头 徐渡清也在其中 他身边围着八个队员 看样子是在开行动会议 跟着陪老头来到山奥中间 随便找了个空地 放下包 休整一下 等待着空间裂缝开启 江阳环顾四周 脚尖倾点地面 电磁立场瞬间扑开 陪老头背着手 问道 感受了那个八脸的 生物磁场了吗 江阳一愣 压一道 师父 你懂这个 陪老头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道 我是毕业于滨海大学 星际历3207年难米 生物工程分子研究系研究生 3208年莫博士毕业 江阳慢慢张大嘴巴 好你个老陪头 不仅是亿万富翁 还是个高端知识分子 师父 你老实交代吧 还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江阳嬉笑道 您这样不经意间地掉马甲装逼 让我有种开盲盒的记事感 滚蛋 陪老头没好气骂了声 道 正经点 发现八脸没有 江阳收敛嬉笑表情 摇头道 没有 旋即 江阳脸色十分凝重 道 师父 这周围的地上磁场 十分混乱 而地下的磁场 处在极不稳定的上下 相互排斥状态 并且排斥双方 都还不断增加磁场力量 江阳话音刚落下 轰隆 两人最前方 凭空一声巨响 紧跟着 地面开始晃动 所有人都身形不稳地看向 那个发出轰响的空间处 接着 出现了 令所有人呆滞的一幕 虚空中 突兀出现了一条 竖着的黑线 大约五六米长 连接地面 紧接着 那条黑色细线 豁然正开一道 三米宽的口子 内部漆黑 一股股灰蒙蒙的雾气 渗透出来 第26章 药剂界的卧龙凤厨师徒 地 林子波动突破峰值 地 林子波动突破峰值 急促间隙的警报声 在空间裂缝 出现的后一秒响起 江阳倍感无语 你还警报个屁啊 我们都不瞎 这不纯纯马后炮吗 营地在初始的骚动后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并且等待着空间裂缝 稍稍稳稳定之后 直接进入 裴老头快速扫了眼四周 目光从每个人的身上掠过 横跨一步 挡在江阳身前 江阳背上 朔打登山包 据他观察 这里除了三只 来自不同城市的探索队之外 还有一些人 非官方的舞者 有的是其他城市的药剂师 有的单纯 是探索队 雇佣来帮忙的 至于 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思和目的 就不得而知了 小心每个不认识的人 江阳在心底 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 看向前方 还在疯狂涌出 林子乱流的空间裂缝 他下意识地释放电磁立场 想要去接触林子乱流 深入空间裂缝里面 别动 裴老头似乎是感觉到了江阳的想法 突然出声 他身前 漠然出现一道模糊的灵力屏障 他低声道 这些狂暴的林子 极不稳定 会攻击和同化周围的林子 你的电磁立场 在撑开的瞬间 那些林子 就会像见到了腐肉的蜥蜴 顺着你的立场 进入身体 同化你的灵力 侵蚀你身体内部 直到吃光你 江阳吓了一跳 踢表迸射的细微电光 瞬间收敛 背后不禁浮出一层冷汗 老师 你身前是什么 这是我的玉 周身三米 都是我的玉内 舞者达到灵域境之后 胸前的气海雪山 会呈现具象化 结合灵力 就形成了独特的玉 裴老头道 臭小子 你以为舞者境界是胡编乱造的 每一个境界 都是灵力的一次变化 师父 你的灵力 不会被林子同化吗 不会 因为玉吗 不是 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 谢谢师父的教导 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实力不够强的人 会受到灵力乱流的侵蚀 而自己没事 是因为师父给自己挡住了 灵子乱流 突然 江阳猛得一个机灵 那些没有强大舞者保护的人 会怎么样 江阳转头看了过去 发现很大一部分舞者的皮肤上 都出现了红斑和黑点 就好像得了某种皮肤病 他们会怎么样 这样的状态下 他们会选择继续进空间裂缝吗 两个念头出现在江阳脑海中 然而 很快 他得到了答案 空间裂缝的灵子乱流 渐渐消失了 空间裂缝趋于平稳 三个探索队的队长 在沟通之后 回到自己队伍 看着那些受到灵子乱流侵蚀的队员 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对话 只是对视一眼 先后点了头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徐渡青看着队伍中的皮肤 出现异常的队员 深吸了口气 转身看向空间裂缝 沉声道 出发 没有慷慨激昂 没有行动誓词 没有热血沸腾 有的只是沉默 坚定 一往无前 徐渡青 在进去之前 回头看了眼 陪老头和江阳的方向 目光明亮地点了头 然后 带着全副武装的队员们 走进了黑暗 紧接着 另外两支探索队 紧随其后 奔赴黑暗 整个山坳平静的 像是静谧的夜 周围山坡上的 城防军士兵 齐齐敬礼 宋战友出征 江阳漠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异常平静 因为 三支探索队很平静 周围的城防军 也很平静 慷慨奔赴 从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深藏于 平静之下的万道惊雷 这时 一个年约六十左右 头发花白的老人 带着一个年轻人 走了过来 裴师兄 刚才紧着给徒弟 讲空间裂缝 见你也在叫徒弟 就没来打扰 老者笑着指了指身旁的年轻人 介绍道 周围 去年收的徒弟 天赋不错 一年多 就能完美制作 灵通药剂和 恢复药剂 周围 这是你裴师伯 年轻人周围低下头 对着裴老头鞠躬 恭敬地喊了声 裴师伯 裴老头嗡了声 看了眼周围 沉默了几秒后 开口赞扬了一句 很不错 老者听到裴老头 称赞自己徒弟 笑得合不拢嘴 十分得意 一年多 就能完美制作 两种药剂 这样的天才 很不寻常 蒋阳感觉很奇怪 这老头 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吃蜜蜂屎了 一年时间 完美制作两种药 还是药剂学中 最基础的 灵通药剂 和恢复药剂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不就是一堆材料 按比例 按顺序 扔进水晶旧里 再用药厨子 给材料干碎 最后倒进烧杯里 点火 烧 烧到规定时间了 倒出来 盖上盖子 玩活 五千块倒手 这玩意儿 用一年 咋的 一年中的十一个半月 你去收服一伙了 他看向陪老头 恰好 陪老头也在看他 爷俩用眼神交流 师父 你教我的药剂 不会是假的吧 或者是 儿童简化版 滚蛋 对面那俩 是笨师傅遇上了笨徒弟 不过 你还真别说 灵通药剂 恢复药剂 都要一年 才能完美制作出来 这小伙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个天才 师父 会不会是我做的药剂 不是完美级的 放屁 你是我教的 完不完美 我不知道 对面老者 看着陪老头师徒俩 相互挤眉弄眼 顿时有点尴尬 我介绍完了 不是跟你介绍了吗 你们爷俩 怎么还发上电报了呢 嗨嗨 陪老头转头看过去 迟疑了下 还是决定 不打击这对 药剂界的卧龙 奉除师徒 毕竟 药剂界 可以没有天才 但不能没有蠢才 不然失去了对比 所有人 就都变成了蠢才 前几天刚收的 叫江阳 天赋还行 小阳 这是你刘思红师叔 叫人 江阳微微躬身 喊了声 刘师叔 戒儿 又看向周辰 喊道 周师兄 周辰上下 打量了江阳几眼 心中不免 有些得意 学习了两种药剂的学徒 已经可以称作药剂师了 而江阳只不过是个 刚入门的学徒 估计连基础药剂的材料 都认不全 他在心中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比 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没说什么 时间过去了五分钟 非官方人员 可以进入空间裂缝了 陪老头带着江阳 在刘思红师徒后面 走进黑暗的空间裂缝 第27章 充满力的独立空间中 全是人性 黑暗过后 紧跟着是刺眼的绚烂光芒 仿佛能把眼睛灼伤 江阳下意识闭上了眼 以求保护眼睛 等在睁开眼睛 他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林子封印的原始森林 褐色的巨大树木 有着深绿色繁茂之叶 林子和氧气纯度很高 江阳感觉自己有些呼吸困难 胸口不正常起伏 后背随之攻了下去 脸色呈现不健康的红色 陪老头转头看向江阳 伸手盖在江阳头顶 跟着 五指收缩 嗡 一道灵力连依 自江阳头顶一散开 形成一个圆环 江阳思绪恢复清明 身体的不适感 如潮水般褪去 师父 陪老头嗡嗡声 道 没关系 你这样的表现 已经算是很好了 这里的林子密度高 忽然出现的我们 自然就会成为 林子吸附的目标 实力低微 没有灵感的舞者 会在短时间内 被高密度林子闷死 闷 闷死 江阳表现得哑然 修炼灵力的舞者 会被林子闷死 这就是 有无灵感的差别吗 你的灵感属于 比较高的层次 但舞者级别不高 限制了 你吸收灵子的速度 等晚上 找个安全的地方 你利用 电磁力配合灵感 加快吸收灵子 争取晋升 五级舞者 在出去空间裂缝之前 晋升灵通静 陪老头此刻说话 实语调 比遗王 每次都清晰 沉明 也许 这也是师父 带我来空间裂缝 不带陪之语来的原因之一 江阳心中默默想到 江阳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影 师父 其他人呢 进来之后 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 陪老头解释了句 然后说道 我们也走吧 江阳反应了过来 进来空间裂缝之后 就都是资源的掠夺者 属于竞争关系 甚至是敌对关系 结伴型 共同分配战利品 对要技师来说 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里面存在着 是否公平的原则 还有就是防人 防人心 战斗中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也许 战斗结束 收集战利品的时候 就会亮出 还没擦干血迹的刀锋 江阳拿着材料书 跟在陪老头身后 路过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树 蹚过杂草丛 师父 金金草 江阳指着不远处草丛中 一株小草说道 那株草跟平常的杂草 没什么区别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草叶下 有两条细经线 陪老头望过去 点头道 连同根筋一起踩 出一个玻璃小瓶 过去蹲下 小心翼翼跑土 踩金金草 陪老头则望向更远处 周围千米之内 没有听到异兽的动静 也没有打斗声 但不能保证安全 再看一边跑土 一边傻笑的徒弟 心情紧绷的陪老头不绝间 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傻小子 是真爱钱啊 不知道他得知自己 要把药剂店送给他的时候 会不会开心到傻笑三天 爱钱不是坏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爱钱就等同于惜命 作为他来说 孩子们好好生活 比什么都强 师父你看 金金草是 灵源药剂的主材料 这个小玩意儿 三万块已经算是到手了 江阳举着玻璃瓶 里面是那株 还沾着泥土的金金草 行了 走吧 再走三个小时 就找个安全的地方 给你吸收林子 积累精生 师父 我不着急 陪老头不搭理他 自顾自地往前走 灵力释放中 方圆千米的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江阳收获疾风 脸上的笑容 就没落下去过 依靠着电磁力的搜索能力 他呈现出扫荡的气势 一路平推 给陪老头看得一愣一愣 师父 这四株清灵草上 有五十一片清灵液 三片清灵液 就能换一个大瓶层 等我出去 都给它们做成清灵药剂 拿去拍卖行里一卖 咱们也俩 还有陪之雨 下半辈子什么 都不用干了 就吃 就完 钱根本花不完 江阳撅着大钉 趴在地上 用特制的小铲子 一点点清灵泥土 生怕伤到了 那四株清灵草 陪老头没有看它 而是看向西北方 从刚才开始 就发生了战斗 虽然不是很激烈 但他想去看一看 万一是尸蟹 或者飞牛 那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达到了 但看着绝着大定的徒弟 陪老头无奈地叹了口气 等一会儿吧 几分钟后 江阳捧着大玻璃瓶 里面装着四株清灵草 满脸兴奋 师父你看 这都是 陪老头没给他说完的机会 抓着江阳的肩膀 腾空而起 快速地在巨树的枝鸭上 跳跃前进 江阳回过神来 他倒是不介意 自己在师父手上 像一条腊肉 被甩来甩去 只是这种赶路方式 似曾相识 那个师父 你是忍者吗 会什么忍术 其实 相比于药剂学 我更想学忍术 比如火盾 好火球之术 水盾 拉拉尿之术 木盾 三十一厅之术 隐分身之后 攻色又支术 闭嘴 到了 陪老头把江阳放在树冠下 两人压低身体 看着前方的战斗 一队探索队 站在围攻 一头巨大六角蜥蜴 那头蜥蜴浑身细密鳞片 散发着金属光泽 有卡车 那般巨大 口中不断滴落粘液 发出嘶嘶的嘀吼声 探索队八个人 用各种武器攻击 那头六角蜥蜴 都被坚硬的鳞片 反弹了回去 两个灵远镜 三个灵运镜 三个灵通镜 他们应该遭遇了 这头异兽 这样的战力配置 根本拿不下四阶异兽 陪老头说完之后 又补充道 但也不至于被杀 我们离开吧 江阳手直撵了撵 蹦出一丝电弧 道 空间裂缝磁场 非常紊乱 用不了通讯设备 他们不能呼叫 其他探索队支援 江阳的意思比较明显 就是这队探索队 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如果不就 被这头四阶异兽拖下去 等其他异兽围了过来 就只有死亡 陪老头却说道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但你要知道 他们是自己选择分开行动的 如果三支探索队一起行动 他们现在已经在分解 这头四阶异兽 获取战力品材料了 如果我出手救他们 那这头四阶异兽该怎么分 他们请我们同行 去找五阶六阶的异兽 利用我去斩杀 我们该怎么办 选择的后果 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 第28章 酒香 苹果甜 从战场离开 江阳又非常幸运地 发现了几株草药 其中一株粉红四瓣花 是冰封叶的主材料 冰封叶 暂带体内器官八小时 比如 心脏被敌人打碎 服用药剂后 心脏会被药剂重组 恢复成健康心脏 时效八小时 非常值钱 一个相对隐蔽的山洞中 裴老头坐在干燥的石头上 颇为好笑地 看着正在清点 战力品的江阳 具有极高天赋的舞者 还拥有最神秘 超进制序列 最大的愿望 竟然是 钱 徒弟 你觉得 有多少钱 才能达到你的心理期望 越多越好 江阳想也没想地回答 把所有装着草药的玻璃瓶 摆放整齐后 转头看向师傅 诚恳地说道 如果非要有个数量限制的话 我希望是一百亿 裴老头并未被这个数字惊到 而是略带疑惑地问 为什么不是几百亿 上千亿 要知道 能够制作很多高级药剂的药剂师 赚钱根本不是问题 江阳摇摇头 现实一点地说 拥有这些钱 和守住这些钱 并不是一回事 而且 一百亿 已经是非常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裴老头 只是笑了笑 随后 目光落在那些 装着草药的玻璃瓶上 江阳满意地欣赏了下 战力品之后 又一个个小心地收起来 然后 在裴老头的蹲促下 盘腿坐在石头上 放空灵感 任由电磁力自然蔓延 吸收外界飘荡的灵子 起先裴老头 只是惊叹于江阳的灵感之高 随着江阳的电磁力 一点点蔓延来开 在地上形成一张 以江阳为中心的巨大电弧珠网 每个交错的节点 都形成一个个微小的灵力漩涡 疯狂吸收着灵子 裴老头的脸色 彻底凝重了起来 超进制序列 电磁力 能够有效地与灵感形成 相辅相成的作用 灵感融入电磁力 随着电磁力蔓延 吸收灵子之后 反哺自身 这很好的证明了 天地之间飘散的灵子 是拥有带电粒子的物质 并不是单纯 以能量形式存在的 裴老头 脸色有些复杂 困扰了许多年的疑惑 竟然在这样的不经意间 得到了答案 一道灵力 连依自将羊胸口的 汽海雪山迸发出来 冲击着山洞内的岩壁 紧急着 地上电磁珠网的 所有漩涡 都爆发出灵力涟漪 整个山洞 不 整个山坡 都跟着晃动 裴老头经过 刚刚精益之后 立刻反应过来 不能自如地收束灵感 难道 这是他第一次释放灵感 吸收灵子 混小子 他以前都不修炼的吗 此刻 江阳的面旁 呈现火红色 身体毛孔 渗出灼热灵力 将体表的汗水蒸干 整个人仿佛散发着白雾 裴老头的身形 消失在石头上 下一刻 出现在江阳身后 右手成爪状 盖在江阳头顶 五指一阵 碰 刹那间 地上的电磁珠网崩碎溃散 江阳身体也随之一阵 脸上的火红色 快速消退 呼吸逐渐趋于平稳 裴老头慢慢收回手 顿感掌心 有骨灼烧刺痛感 心下诧异 翻转手掌 发现手心有五道交错的 胶黑伤口 裂开的黑色伤口中 隐隐呈现粉红色嫩肉 伤口周围 不断迸摄白色电弧 与自己的灵力对抗 这不是轰击 是分解 裴老头甩了甩手掌 用灵力把电磁力击散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这臭小子 用电磁力 直接控制人体的带电粒子 以达到物理层次中 物质的分解和重组 换句话说 臭小子运用电磁力 不仅仅是轰击 电磁炮和磁场探测 而是已经达到 原子和电子的层次 接触到了物质变换 想到这里 裴老头既惊喜又感叹 更多是自豪 脑海中不由地想到了 刘四红和周岑那对卧龙凤厨师徒 人比人的死 或比货的扔啊 蠢蛋可以随意嚣张 因为是个笑话 天才就必须低调 因为会被有心人针对 江阳缓缓睁开眼睛 低头看看身体 双手握了握拳头 感受着身体里充沛的力量 师父 我这是五级舞者了 裴老头把右手背在身后 左手覆盖着右手 面上淡然地点点头 道 从灵力的程度上看 已经是五级舞者了 等到你能把灵力 从气海雪山中激发出来 覆盖在体表外 这是灵通静舞者的标志 好 我继续努力 江阳脸上浮现憨憨的笑容 刚才的变故 身心沉浸的他并不清楚 反正静生了就行 站起身 舒展下身体 去把到了的登山包袱起来 拿出简易的锅碗瓢盆 开始做饭 酒精灶 脱水蔬菜 风存牛肉 拿出五斤小包装精米 煮上米饭 打开榨菜 裴老头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 眼神开始期待 想知道自己这宝藏徒弟 还能从包里 拿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 师傅 吃饭之前 要不要吃水果 江阳抬头看向裴老头 水果 你带水果了 裴老头一愣 问道 嗯 带了 江阳从包里 拿出一盒八种果切 还有一瓶大黄桃罐头 师傅 吃果切 还是大黄桃罐头 你 先不吃了 裴老头已经无语了 他怀疑自己带徒弟来 不是拿命冒险的 而是来浇游的 吃果切吧 今天不吃 明天要变质了 江阳把果切放在地上 把大黄桃罐头 放进杯包的同时 又从杯包里 拽出来五十四度 清香型精良液白酒 拿起行军杯子 倒了小半杯 递给裴老头 裴老头看着面前杯子里 散发着酒香的液体 有种把登山包拿起来 倒空的冲动 裴老头接过杯子 看着忙活做饭的江阳 迟疑了下 与其复杂地说道 徒弟啊 咱们不是来浇游的 再说 你被这些东西 关键时刻 可能会拖累 你陷入险境 嗯 我知道啊 江阳点点头 一边打开牛肉袋 一边认真说道 我吃什么都没问题 但您岁数大了 吃行军粮 对付怎么能行 裴老头顿时愕然 他带着些东西 是为了自己 这臭小子 裴老头低头看看 杯子里晃动的晶莹液体 举起送到嘴边 抿了一口 皱了皱脸 用力抿了下嘴唇 用塑料小叉子 插起一块苹果 送进嘴里 咔嚓咔嚓 酒很香 苹果很脆 很甜 第29章 小恐龙排火车 青灵草 江阳仰头看着 大约60米的陡峭山壁上 缝隙中有两株 清脆欲滴的小草 接着 拿出两把匕首 准备爬上去 呼 一阵狂风骤然乍起 江阳视线一花 然后发现 师父已经腾空跃起 直上60多米的山壁 伸手摘下两株清灵草 在江阳惊恶的视线中 裴老头飘然而下 仿佛没有重量一般 落在自己身前 把两株清灵草 递了过来 江阳咽了咽口水 师父 怎么在短时间内 晋升灵欲净 多短时间 明天早上 我推荐你 直接做梦 江阳接过清灵草 羞涩一笑 道 瞧您说的 做梦都如此拘谨 我直接捂神镜 裴老头白了他一眼 继续往前走 师父 咱们有没有目的地 江阳到现在也不知道 师父到底要去哪里 找儿子儿习的遗骨 先找灵阶异兽 你师爷说过 灵阶异兽 是最接近灵子河的异兽 你师兄师姐 是上次带队 进空间裂缝的队长 他们的目标是灵子河 他们应该战死 在灵子河附近 所以 先找到灵阶异兽 寻找灵子河 在其范围内搜索 裴老头语调平静地说道 但江阳知道 无数遍 师父 你的灵力 感知最大范围是多少 半径一千五百米 裴老头看向江阳 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江阳点头道 师父 把我的电磁力借给你 用你的生物磁场 融入灵力感知中 应该能增大 感知范围 裴老头眼中 多出几分光彩 但又很快压下 摇头轻叹道 我比你高六个大境界 连接生物磁场 你会被我的灵力 瞬间称爆 江阳笑着摆摆手 我才不想 跟一个老头子 连接生物磁场呢 要连接 也是之语 嗨嗨 那个 您别这么看着我 我就是 这样 我把电磁力 叠加在电子上 您用灵力激发这枚电子 融入灵力之中 这枚电子的能量 应该能维持五小时 江阳右手 托起一枚 微小的光点 送到裴老头身前 裴老头看着那枚光点 迟疑了下 伸出手 手掌上附着一层灵力 用灵力牵引那枚电子 电子在接触到 裴老头灵子的瞬间 直接朔灭 一道电磁珠网 从裴老头脚下蔓延出去 大约十几秒后 裴老头轻轻呼了口气 看向江阳道 三千五百米 江阳点点头 笑着说 那就好 师父 您有所不知 我在头身要继续之前 号称滨海充电宝 国家电网边外骨干 五小时后 找我充电啊 裴老头看着江阳 骤然苍白的脸 嘴唇如冻着 最后 化作一抹微笑 一棵树下 爷俩拿出保温盒 喝着牛肉蔬菜汤 江阳拿出一小瓶辣椒油 给师父的 牛肉蔬菜汤里倒了点 然后 收起来 自顾自地喝着汤 这样的环境中 江阳应声生活出了 椒油的状态 稀溜 稀溜 爷俩互相看看 师父 够辣不 在家店 这个辣椒油很香 嗯 这是我自己炸的辣椒油 算是得意之作吧 突然 啊 救命啊 一声淒厉的呼救声 游远极尽 紧跟着 大得开始振战 爷俩捧着保温杯 抬头看去 一个人形物体 从远处密林 窜了出来 浑身破烂 满是污垢 飞快狂奔 四肢很不协调 跑得乱七八糟 这 这不是凤厨吗 江阳顿时就惊了 卧龙凤厨师徒中的徒弟 用了一年时间 才掌握两种药剂的 手残党周辰 裴老头也看了过去 没什么表示 啊 周辰像的小火车一样 哭嚎着 飞快从两人身前 百米处掠过 紧跟着 一头像是迅猛龙的异兽 从密林中窜了出来 嘶吼着 带着进风 追向周辰 从爷俩的面前 飞速掠过 爷俩同时愣了下 然后 举起保温盒 吸溜 吸溜 加点辣椒油 好的 师父 碰 一道黑影 从前方密林中掠出 直挺挺 砸在爷俩面前 激起一阵烟尘 爷俩同步皱眉 露出嫌弃的表情 伸手挡住保温盒 看到我徒弟了吗 刘思红 也浑身破烂 衣服成了布条 脸上 满是泥污 直勾勾看着 坐在树下 喝牛肉汤的爷俩 看到裴老头 保温盒里 红彤彤的辣椒油 吞咽了下口水 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 卧龙先生 啊 不是 您的宝贝徒弟 正在跟一头小恐龙捉迷藏 去了那个方向 江阳指着周存跑远的方向 看了眼刘思红 鼻腔里 都是刘思红身上 那股猛烈的味道 好像是 臭袜子放进锅里煮 又对了半瓶臭豆腐 外加一盒飞鱼罐头 他们到底 经历了什么 谢谢 刘思红恋恋不舍地 看着裴老头 手中捧着的保温盒 裴老头 默不作声地转了个身 吸溜 刘思红顿时 老脸一红 再次到了声线 像一枚小炮弹一样 快速蹦射出去 唉 好好的体面人 这才隔了一天 就成叫花子了 命运弄人啊 江阳轻叹了声 又开始喝牛肉汤 这时 裴老头目光一凝 站了起来 看向刘思红师徒 跑去的方向 沉生到 三千米外 出现一股强大异兽气息 灵阶异兽 江阳抖得来了精神 赶忙问道 暂时还不确定 去看看 裴老头吧 保温盒递给江阳 江阳赶紧收拾 大约一分钟后 一道身影 拖着一道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 在林中穿行 前方两千米 是个山谷 强大异兽气息 非常明显 恐怕会有 你在这里等 我过去看看 粗壮树叉上 裴老头对江阳说道 好 我尽量不造成拖来 江阳快速说道 然后 又凝结出一枚电子 递给裴老头 师父 带上这个 如果有什么 直接灌注灵力 扔出去 扔出去 这是什么 裴老头疑惑问道 压缩二十万倍的电子 裴老头脸皮抖了抖 脸色顿时不自然 第三十章 倒霉鬼一号 二号 三号 江阳背着大号登山包 蹲在树叉上 远远望着前方的山谷 很快 一阵震受吼声 自山谷中传来 紧跟着 山谷中激荡出暴风 狂猛地席卷着周围的草木砂石 战斗发生得很快 几乎没有预兆 江阳右手紧紧抓着树干 神情凝重 周围开始出现 狂暴而凌乱的兽候 许许多多普通的低阶翼兽 疯狂地冲向山谷 就像从四处而来的军队 赶来拱卫他们的王 远处 身形瘦小的祭僧 躲在树荫下 透过树叶看着前方 站在树叉上的江阳 裴东行去了山谷 现在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不行 万一赵赫鲁 被裴东行一拳打死了 回来看到 我杀了他徒弟 林玉镜的一拳 我还不碎成十几块 还是要等赵赫鲁 彻底牵制住裴东行 空出时间来 我趁着这个时间 一击必杀 即便自己没有得手 凭他一个连龄通镜 都没有的舞者 也留不住自己 就这么办 祭僧双脚挪动着 身体又往树荫后 靠了靠 完全隐藏在阴影里 等待着自认为 合适的机会 突然 他发现自己眼前 漂浮着一个 极其微小的光点 若隐若现 上下跳动 这是什么东西 祭僧慎重地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手掌附着灵力 抓向那个光点 就在他的手掌 笼罩住光点的瞬间 那枚若隐若现的光点 突然变得明亮 掌心传来灼烧的刺痛 哇 随着光点彻底炸开 形成一个直径三米的 白色光球 将祭僧整个人 笼罩进去 下一刻 光球呼得散去 巨树被挖空一个硕大圆弧 祭僧如同一条破抹布 从半空掉在地上 啊 我的手 祭僧勾搂在地上 右手捂在怀里 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 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东西 祭僧不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光点 光点又为什么会突然爆炸 把自己整个手掌 连同小臂都湮灭了 踏 踏 轻微的脚步声响起 祭僧强忍着剧痛 仰头看过去 只见江阳正蹲在自己身侧 右手握着一柄乌黑匕首 歪着脑袋 眼神审视般地打量自己 你 祭僧双眼瞪大 嗓子仿佛被堵住 说不出话来 江阳左右看看 电磁立场中没有再发现 人类的生物磁场 确认了安全之后 伸手按向祭僧的面门 祭僧看着那张 蹦射电弧的手掌 口中发出呵呵的声音 身体不住地往后挪动 整个人都绝望了 啪 江阳的手掌 抓住了祭僧的面门 刹那间 电光炸裂 祭僧身体冒出青烟 颤抖着 被电晕了过去 江阳快速 在祭僧身上 翻找了起来 一个只有 三百多块钱的钱包 一部手机 手机屏 已经被电磁力 冲击成了彩色 江阳皱了皱眉 手握着祭僧的手机 随着电磁力不断输送 手机重新亮了起来 信息 通话记录 相册 文件夹 自己的照片 师父的照片 他和老婆的亲密照 和情人的某某视频 和老婆的电话 以及聊天记录 和情人的视频 通话时间 赵贺� 七天之内 除了老婆和情人 还有各种骚扰电话之后 唯一有名有姓的电话 就是赵贺� 这个人为什么 在暗中窥视自己 还表现出敌意 赵贺� 是谁 没给江阳思考的时候 身后山谷中 突然爆发出 一阵惊天爆炸 白色闪电 伴随着凌乱的灵力运彩 在空中击射 一道道闪电落 在地上摧毁路过的 一切事物 江阳猛地回头 那是电子爆炸 师父遇到了什么 竟然引爆了电子 江阳顾不得危险 这个人为什么 在暗中窥视自己 还表现出敌意 赵贺鲁是谁 没给江阳思考的时候 身后山谷中 突然爆发出 一阵惊天爆炸 白色闪电 伴随着凌乱的灵力运彩 在空中击射 一道道闪电落 在地上摧毁路过的 一切事物 江阳猛地回头 那是电子爆炸 师父遇到了什么 竟然引爆了电子 江阳顾不得危险 任由闪电落在身上 朝山谷那边狂奔 啊 救命 白光爆炸中 一个人形物体 从中飞了出来 速度极快 卧槽 凤厨 江阳来不及反应 直直被周岑迎面撞上 碰 江阳被周岑撞得倒飞十几米 砸在树上 登山包带崩断 掉在地上 草泥马大 给老子滚 江阳咳出一大口血 抓住周岑的脑袋 猛地甩出去 肩膀晃动 从树干上正脱下来 嗨嗨 呸 江阳半跪在地上 剧烈咳嗽 一滩滩血液 从他口中被咳出来 我得赶紧去 师父肯定遇到了强敌 不然不会引爆电子 来解决危机 然而 就在江阳抬头的那一刻 直接被眼前的景象 惊得呆住了 那爆炸的白光 映出一颗 比热气球更大的 深紫色婴儿头颅 脑袋下面垂着一颗硕大的 跳动着的黑紫色心脏 心脏上 许许多多肉芽 生成触须 在电光爆炸中游动 乱舞 江阳瞪大双眼 心中生出一股惊悚 凉气瞬间尽头全身 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恐怖形状 硬 硬 那颗深紫色 巨大婴儿头颅 在空中转动 发出阴阴的嚎叫 灵界异兽 阴阴怪 根本没给江阳过多反应的时间 天空中白色光球 轰然炸开 一股夹杂着恶臭的暴风席卷而来 江阳瞬间被暴风淹没 周围一切的草木杀石 都被推平 喂 醒醒 哥妈 你醒醒啊 你死了 剩我自己 我害怕 哥妈 你等会儿再死呗 我害怕 你陪我说说话 江阳被过躁的声音吵醒 嗓子发出一声声吟 没有力气睁眼 只能用电磁力扫了一圈 发现是个树洞 还发现了倒霉鬼周存的生物磁场 哥妈 你醒了 太好了 来 把这瓶灵通药剂喝下去 顶一顶 江阳感觉自己被周存搂进怀里 嘴边递了一瓶灵通药剂 尼马的 纯度不够 你小子是不是在提唇的时候 早了五秒钟 这般想着 一瓶灵通药剂进入口中 江阳感觉胸前气海雪山 激发出一股灵力 流向四肢各处 犹如冰凉清泉 让干涸的身体得到了滋润 第三十一章 师父去哪了 登山包丢了的江阳 只能依靠周存那不纯的灵通药剂 恢复身体 他已靠在树洞边 将电磁力蔓延出去 形成一张珠网 紧接着周围可能出现的危险 周存靠在里侧 双手抱膝 低着脑袋 像个胆子很小 被吓到了的小媳妇 时不时抬眼小心翼翼 瞄一下江阳 他没忘记 自己撞上江阳之后 被江阳抓着脑袋扔飞的场景 这家伙 绝对是暴力狂 而且还是个很强的暴力狂 不过 他没死 对自己来说是件好事 起码 不会那么害怕了 周存暗暗想着 不由地轻叹了口气 山谷里 发生了什么事 啊 周存猛地抬头看向江阳 江阳右手捂着胸口 慢慢向小腹移动 手掌不断有电弧钻入身体里 慢慢恢复被震得一味的内脏 山谷里发生了什么 我师父呢 听到江阳提起山谷 周存的眼神浮现出回忆之色 身体也随之不断颤抖 灵 灵间异兽 探索队 神秘人 封印雾 江阳听着周存如同梦话一般的叙述 不由地皱起了眉 不过还是捕捉到了神秘人 和封印雾的关键词 江阳没有逼迫周存 而是让他先冷静下来 周存本身就极度恐惧 在这样逼迫式的询问 根本得不到有用的信息 大概十多分钟 周存渐渐安静了下来 江阳也用电磁力修复了内脏 脸色红润了不少 周存见状从上衣口袋里 又拿出一瓶灵通药剂递给了江阳 江阳没有客气 接过来 仰头喝下 继续调戏灵力 而周存在经过短暂的沉寂过后 低声开口说道 山谷里有一头灵阶异兽 有一颗黑紫色的婴儿脑袋 一颗黑色的心脏 还有许多触须 我被异兽追进去之后 两支探索队已经死伤大半 然后 你师父就来了 说到这里时 周存的目光有了些神采 十分向往和憧憬地说道 裴老先生真的很厉害 一拳轰在灵阶异兽的脑袋上 几十米高的灵阶异兽 被轰飞出去 砸在山壁上 我差点以为 就这么一拳 能把灵阶异兽打死 江阳面无表情地等着 可是 如果这么顺利的话 师父怎么可能引爆电子 果不其然 可是 一个脸上 有条蜈蚣疤痕的神秘人出现了 速度很快 朝着搜索队的队长 徐渡清冲了过去 徐渡清应对得也很快 掏出一把大号左轮手枪 那把枪的威力很大 就像一发炮弹 打在那个神秘人的身前黑雾上 神秘人没有被打退 他 他 拿出了一只眼睛 在他头顶上 一只横着的巨大眼睛 说到这里 周岑的身体 再次颤抖了起来 他 他把他自己的眼睛 用手 挖了出来 举过头顶 那只横着的眼睛里 伸出很多血管 缠绕八脸男人的眼睛 似乎 是一种陷阱仪式 那只横着的眼睛 把眼球吞进去之后 之后 徐渡清就死了 什么 江阳愣了一下 急忙问答 徐渡清死了 怎么死的 周岑木然地抬起头 直勾勾看着江阳 道 就那样 毫无征兆 十分诡异地死了 尸体倒在地上 死得无声无息 不明不白 江阳惊愕过后 沉声道 是那颗眼睛 不知道 也许是 也许不是 周岑摇着脑袋 抱着膝盖的双臂紧了紧 身体又往角落里缩了缩 低声道 然后 那个八脸和探索队 开始抢夺那个威力很大的手枪 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八脸 拿出了一瓶药剂 喝下去之后 他被挖眼球的眼眶里 又长出一颗眼球 江阳脸色阴沉了下去 那瓶药剂 多半就是可以欺骗精神意志和身体的 欺骗药剂 八脸喝下药剂的时候 欺骗自己 没有失去那只眼睛 在药剂生效之后 他身体的其他组织血肉 会自动生成一只眼球 并连通视觉神经 这样 短时间内 八脸就不会因为失去一只眼睛 而减弱战斗力 甚至 他可以再用一只眼睛 以同样的方法杀人 我师父呢 你师父被一个诡异的指人缠住了 那个指人 就是普通扎纸铺的指人 但 拥有和你师父对拳的实力 在八脸抢夺手枪之后 那个指人不知怎么的 又去攻击八脸了 好像也是要抢夺手枪 就在战局混乱的时候 那头灵结异兽回来了 八脸先是趁指人被灵结异兽吸引 开枪打死了指人 他想要跑 一边是灵结异兽 一边是你师父 他选择了你师父 头顶上那只眼睛又睁开了 他把手伸向刚长出来的那只眼球 你师父不知道扔出去个什么东西 爆炸之后 整个山谷都被球形闪电填满 再之后 你也知道了 灵结异兽发狂了 整个山谷都被移成了平地 树洞中安静了下来 周岑梭在角落里 仍然心惊胆战 江阳则在思考着 也就是说 山谷里除了八脸之外 还有一个神秘人和一剑一刺 封印物序列的诡异指人 从之前来看 指人和八脸应该是一伙的 一个负责牵制师父 杀死徐度青 抢夺手枪 但在手枪被八脸得到之后 那个指人也想得到 那把威力巨大的手枪 所以和八脸发生了冲突 而后来 八脸取得了胜利 在逃走的时候 遭遇了师父 为了顺利逃走 不惜再次使用 封印物序列物品 想要杀死师父 但被师父引爆电子 阻挡了 也就是说 八脸和那个神秘指人的目标 是徐度青 或者说 是那把封印物序列的手枪 那个盯着自己的家伙 跟八脸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还有 师父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师 周岑 这里距离山谷 有多远 不清楚 我醒了之后 就背着一路跑 一路跑 跑到天黑 找到这个树洞 躲了进来 我泥 你克妈 谢谢你救我一命 不用谢 要不是你给我当变贝 我就撞树上撞死了 幸好 你撞树上 我撞 行了 不用再说了 江阳深吸口气 朝树洞歪望了望 到 休息十分钟 出去找师父 我不去 那是你师父 又不是我师父 周岑满脸拒绝 江阳看着他 默默不说话 几秒钟后 周岑脸色一变 卧槽 我师父呢 第32章 差生文句多 我靠啊 就想着逃命了 师父丢了都没发现 周岑尴尬地看向江阳 心中非常惭愧 这个连一种 药剂都没掌握的家伙 都知道在危险来临的 第一时间找师父 而跟师父学习了 两种药剂的自己 在危难时刻 静止想着自己逃命 妈蛋 对比这么明显 自己好像很不是人 那个 江阳 你打算怎么去找师父 还有我师父 周岑眼神有些飘忽 掩饰自己的尴尬 当然是先去山谷 就算找不到人 也可能找到踪迹和线索 江阳望了眼昏暗的天色 微微皱眉 从目前来看 空间裂缝内十分危险 自己只能依靠电磁立场 慢慢前行 躲避危险 现在早已经超过五个小时 师父的灵力感应范围 失去了电磁加持 缩回到了半径一千五百米 现在 自己电磁立场的范围 最大能到半径五百米 只要接触到师父的 灵力感应边缘 就能够捕捉到师父的 生物磁场 两千米是最大极限 万一遇到异兽怎么办 周岑担忧地问道 尽量避开 江阳的回答很简洁 那要是遇到了八脸呢 江阳起身的动作顿了下 道 尽量避开 那要是避不开呢 那就他妈等死 江阳瞬间暴怒 你他妈问题怎么那么多 要去救他妈去 不去就留在这里 别他妈感觉 你救了我的命 我就应该怎样怎样 之前 我也救了你一命 没有我 你早撞在树上 成了一滩烂肉 周岑的态度和追问 就是原本约好出去玩 但第二天又开始问 咱们还去吗 你说去 他估计整天都不会 有个好态度 因为他心里就是不想去 又抹不开面子 你说不去 他直接甩锅 咱们都说好的 你又反悔了 你真的是 然后 所有朋友就都会知道这件事 这种人 就像一坨臭狗屎 江阳心中很担心陪老头 周岑又像个复读剂一样 在耳边锅躁 谁能受得了 扶着树洞边缘 感受着电磁立场内的异动 江阳走出树洞 没有丝毫犹豫 周岑呆呆望着江阳的背影 愣了几秒后 咬了咬牙 站起身追了上去 我不是不想找师父 我就是害怕 我只是三级舞者 随便来的异兽 我都活不了 真的 你信我 我不是冷血无情 能够随便抛弃亲人的男人 江阳瞥了眼周岑 低喝道 闭嘴 江阳也是无语了 难怪你总遇到异兽 周围这么安静 你就像个广播喇叭一样 巴巴的没完 异兽不追你追谁 周岑双手捂住嘴巴 涉于江阳的淫威 他不敢反抗 但心中忍不住付匪 哼 你也就武力强一点 但你会制作药剂吗 身为药剂师 能够完美制作药剂 才是最重要的 他这么急着找裴东行 不会是因为还没学过药剂吧 可能性很大 万一裴东行死了 他就是个空有药剂师的名头 但不会制作药剂的药剂师 周岑想到这里 有些同情地 看了江阳一眼 江阳前行得非常小心 他很担心 周边突然出现异兽 如果只是普通的异兽 以自己的状态还能对付 万一出现一阶以上的异兽 基本上就凉了 看了眼天空 仿佛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布 只有萌萌的微光 江阳能够明显感觉到 那萌萌的微光 是灵子闪烁的光芒 极远处的天边 时不时闪过白色闪电 即使相隔这么远 江阳仍能从大地和空间中 感觉到那里凌乱纠缠的磁场 望山跑死马 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到 从那里跑到这里 从白天跑到黑夜 周岑的天赋 根本不在药剂上 而是跑步 江阳下意识转头看了眼周岑 却发现 周岑正用一种同情的眼神望着自己 他有病吧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可怜那可怜 不会制作药剂的药剂师 两人心中 同时升起关于对方的想法 江阳走在前面 周岑跟在身后 路上遭遇了几头异兽 江阳都利用电磁力场的感知 提前避开了 但很快 江阳发现自己的灵力接近枯竭 没有灵力支撑 电磁力场覆盖不了500米的最大范围 如果缩短感知范围 再碰到异兽 就不是远距离感知了 不然依靠包里的灵通药剂 恢复药剂 科药我也能撑到地方 周岑 你还有灵通药剂吗 没了 周岑摇摇头 就在江阳准备另想办法的时候 周岑从小妖包里 掏出一套锈针版的水晶灸 药杵和酒精提纯器 我有制作药剂的工具 还有三份灵通药剂材料 你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现场给你做 江阳 这就是传说中的 差生文句多 虽然很想吐槽 但江阳依然庆幸 周岑带了这些东西 三份灵通药剂 应该够了 而且 在他制作药剂的时候 自己还能吸收磷子 补充气海雪山 两人走走停停 七扭八拐 最后找了个半山腰洞口 不算高 但视野开阔 万一有危险 能直接跳下去 跑进密林 江阳盘膝坐下 感受着周围的磷子 慢慢吸收进胸前的 气海雪山 周岑摆放好工具 拿出材料 开始哒哒哒的研磨 制作药剂 咕噜噜咕噜噜 酒精提唇器 发出药液提唇的声音 江阳愤出一部分感知 感知周围的同时 也在替周岑读秒 30 31 32 33 34 还有6秒钟 35 定 周岑直接取下药液 倒进玻璃瓶中 江阳猛地睁开眼 面无表情地看着周岑 周岑吓得一哆嗦 怎么了 江阳视线落在那瓶浑浊的 灵通药剂上 面部肌肉抽动 半吊子的药剂师 制作的半成品药剂 你们城市的舞者 真是倒了血霉了 第33章 那是我徒弟的 没什么 认真点 江阳把认真点三个字 咬得极重 放心吧 制作灵通药剂 我很有信心 周岑十分自信 江阳闭上眼睛 重新吸收瓶子 一分钟后 啪 叮叮当当玻璃瓶的碰撞声 完了 完了 江阳睁眼看过去 周岑正趴在地上 绝望地看着地上 撒的一滩 没有充分研磨的材料 抬头对上江阳的视线 甘把巴一笑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下辈子 以后注意 江阳还能说什么 工具是人家的 材料也是人家的 看着周岑 把最后一份材料打开 江阳眼皮一跳 三份劣质 灵通药剂 还可以接受 但 两份真的忍不了 更别说 这一份 很有可能再次阵亡 周岑 啊 周岑停下手中动作 抬头看向江阳 我来吧 哦 你来也行 周岑放下材料 单手称地 准备站起身上位置 下一瞬 他猛地反应过来 不是 哥们 你会制作药剂 别开玩笑了 你刚拜师几天啊 多不到一个月 江阳没有多说什么 走过去 伸手抓住周岑肩膀 单手把他提了起来 像个物品一样 放在一边 哎呦 你微柔点啊你 周岑呲牙咧嘴地揉着屁股 反正也是你自己喝 失败了可别怨我呀 切 拜师没到一个月的学徒 还嫌弃上我了 武力我是不如你 制作药剂我还比不上你 江阳没搭理他 盘腿坐在地上 细数着材料 老鼠胆汁五滴 月露草叶三片 血精石粉一克 唇水一百毫升 龙鳞鱼眼睛一只 江阳清理水精臼 重新调整酒精灯和提唇器 做好准备之后 把材料一样样 放进水精臼研磨 月露草叶研磨成颗粒状 加入血精石粉 研磨至粉末状 加入龙鳞鱼眼睛 调合成淡红色液体 加入老鼠胆汁 研磨至粘稠 最后加入唇水 充分混合后 提唇 周曾呆愣愣看着江阳 有条不紊的操作 每一个步骤 每一份材料 加入后的状态 都跟师傅教自己时 一模一样 他制作药剂的时候 精神很集中 手特别稳 提唇 一 二 三 四五 六 七四十 周曾没数了四十秒 但江阳并未取下提唇器 而是继续提唇 时间到了 江阳不为所动 又过了五秒之后 江阳直接取下提唇器 在手中静置几秒钟后 提唇器中的液体 渐渐散发出点点星光 与地上那瓶浑浊的 灵通药剂 形成鲜明对比 周曾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知所措地 看着提唇器中的液体 比自己做得好 跟师傅是一个级别的 他不是不会制作药剂吗 不对 他从没说过 不会制作药剂 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意想的 以自己作为标准 来衡量别人 也不对 自己不是标准 是笑话 非常丑陋的笑话 江阳不知道周曾的心理活动 事实上 他根本就不在意外人的看法 手里拿着提唇器 晃了晃 在液体冷却之后 仰头喝下 呼 一口浊气吐出 仿佛有一股暖流 从胸前迸发 流向身体各处 收起来吧 这套工具 应该挺贵的吧 水晶酒和水晶药厨 我师父的药剂店 也只有一套 还不是你这种 袖针便携型的 嗯 不便宜 我爸给我买的 周曾默默收拾地上的工具 顺手把那瓶浑浊的 灵通药剂握在了手里 想要揣进口袋 别丢人现眼 不是给我的吗 你 周曾的脸猛地涨红 闷闷道 你不是会 你做的药剂 比我好 江阳恍然 大致明白了周曾的心理 于是摇头道 我只做药剂 是因为只有三份材料 再毁掉 就彻底没了 我也是没办法 说完 江阳警惕地看着周曾 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要钱吧 你搞清楚 咱俩现在是合作关系 我保护你 你提供药剂 很合理地买卖 周曾张了张嘴 我要你奶奶个腿的钱 你是说你无论是做药剂 还是武力 都比我厉害 你的注意力 只有钱啊 钱 算个屁 没事了 走吧 周曾把药剂提过去 要是不嫌弃 就给你了 好 江阳也不客气 接过那瓶药剂 一处山剑底部 八脸从石堆里爬出来 一只没有眼球的 眼眶流荡着黑血 抬手捂了下眼眶 口中发出疼痛的闷哼 撕开衣服 扯下布条 缠在脑袋上 照住空洞眼眶 做完这一切后 手伸向腰后 抽出那只左轮手枪 八脸咧开嘴 无声地笑了笑 八脸站起身 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看到 不远处碎石边 有个墨绿色的物体 思索了片刻 走过去 登山包 八脸左手撑着膝盖 弯腰 右手伸向登山包 突然 一道语气淡漠 嗓音低沉的声音 回荡在山剑中 那是我徒弟的东西 八脸脸色一变 猛地回头看去 裴老头的身影 游远极近 犹如幻影挪移 眨眼间 来到八脸身前 我看你还有几只眼睛 裴老头一抬脚 踩在八脸的脑袋上 轰得一声震响 八脸整个人后仰过去 以一种身体对折的 扭曲姿势 砸进地面 裴老头伸手 五指一缩 登山包 原地飘起 飞到裴老头手中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地上那只手枪 轻轻飘起 落在裴老头手中 他又看向八脸 这个家伙手上 还有一件序列 更高的封印物 那只眼睛 徐渡青瞬间死亡 就是因为那只眼睛 直到现在 那只眼睛还没出现 也就是说 八脸这个眼睛的主人 并没有死 裴老头把灵子手枪 放进登山包 左拳围抬 对着地上 已经不成人形的八脸 凌空轰下 动 一道无形的屏障 挡住了裴老头的拳头 下一刻 那堵无形屏障 显现了出来 伴随着黑雾 从虚空中涌出 在八脸正上方 形成一只空洞的 没有瞳孔的眼球 第三十四章 小太阳 是那只眼睛 裴老头念头一闪 没有丝毫迟疑 拳头没有收回 而是乍起属于 灵欲镜的澎湃灵力 再次一拳轰下 咔 那只眼睛 当即崩碎成无数碎片 在空中散成黑雾 紧跟着 裴老头身形变得虚幻 连连闪动 向后击退 它是很强 距离灵神镜 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并不代表它是自负的 封印物序列的诡异 有很多 都是无视级别 无视强弱 只要进入 封印物序列的规则内 必死无疑 裴老头有信心 打碎那只眼睛 他也确实那么做了 但绝不多做纠缠 若有万一 就会死 而且 死得很憋屈 山剑的另一边山壁上 两个黑影 站在一块凸起巨石的阴影里 看着裴老头一拳打碎黑雾眼睛 又干净利落退走的场景 哼 不愧是裴老先生 不仅拥有灵欲镜的强大实力 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 一个黑影低笑着说道 浪费一个指人灵海 把他骗走 也很合算 不然 有他纠缠 我们无法去拿 名神物蛇的双眸 八脸从阴影里做出 左手托着一颗黑雾 拱起的眼球 右眼缠着纱布 渗出血迹 八脸看向那个黑影 阴沉笑道 为达目的 不惜杀死多年 照付你的队长 就连我都不得不承认 你的狠辣 陈宗灵 陈宗灵从阴影中 缓缓走出 脸上带着温润的微笑 没有理会八脸的讥讽 而是说道 滨海探索队的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就送给裴东行了 能够这样引走它 给我们实施计划的空间 也算值得 左右不过一件序列 20以后的封印物而已 你帮我杀死荣城 探索队的庞方术 取道 封印物序列13 名神物蛇双眸 我把这个 封印物序列17 灵体骸 作为报酬 送给你 陈宗灵说着 从口袋中 拿出一个黑色 长条形古旧木盒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具 由不同血肉拼凑的人体 食指大小 人体下面垫着 剪裁的人形白纸 八脸的毒眼在 灵体骸 和陈宗灵的脸上 来回扫尸几次 最终无法抵挡 灵体骸的诱惑 点头道 可以 然后 他那只毒眼死盯着陈宗灵 阴侧侧笑道 陈宗灵 我把你的样子 硬进了眼睛 他手上 拖着的那只眼球 也转向陈宗灵 死死盯着他 陈宗灵平淡一笑 收起 灵体骸 转身走入黑暗 从山壁一跃而下 奔向山剑尽头 八脸冷笑了声 脸上 犹如蜈蚣的疤痕如动着 跟了上去 江阳在逃跑 周岑跑得更快 他充分证明了 我不需要快过怪兽 只要快过我的队友 他们身后 是一个浑身长满尖刺的球体 自带追踪系统 无论两人怎么跑 他都能紧追不舍 江阳试过分开跑 奈何周岑 这个死不要脸的 见他跑偏了 跟怪兽一起追他 然后 再次跑到江阳前面 杨哥 你别乱跑 万一咱俩跑散了 就糟了 我去你妈 江阳直接破口大骂 你那是跑散吗 杨哥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我是真的一个人害怕 你要是觉得 我在坑你 这样 我背着你跑 咱俩永远在一起 江阳已经无力再骂 他现在十分确定 周岑这个王八蛋的天赋 就是跑步 三级舞者 比自己这个五级舞者 跑得都快 而且 一边跑 还能一边唠嗑 真踏马天赋一柄 周哥 实在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打车钱 你走吧 江阳都快哭了 人活着 太累了 杨哥 前面有个断牙 周岑大喊道 跳 江阳想也没想 直接回答 情况不明啊 周岑喊声 带着哭腔 那也比串 唐葫芦墙 周岑开始减速了 明显是不敢跳 江阳 直接额飞起一脚 踢在周岑的后腰上 两人直接飞起 跃出森林 落下断牙 周岑制作药剂 是个二把刀 单论逃跑 绝对是祖师爷级别的 他在空中 强扭身体 回手抱住江阳左腿 江阳双手 抓在断牙山壁边缘 嗚 那个长满尖刺球 行大刺猬 来不及停下 直接飞出断牙 砸了下去 江阳还没来得及向上爬 就听到大刺猬的凄厉嚎叫 顿时一愣 脖子机械式转动 向下看去 这一眼 江阳脸色煞白 吓得活儿 差点飞出来 这根本不是断牙 而是一个巨大的舌坑 下方巨大的泥潭中 全是十余米长的巨大蟒蛇 少说也有上千条 密密麻麻 囚结在一起 杨哥 怎么了 你脸怎么白了 周岑说着就要向下看 别看 别动 就这么抱着我的腿 江阳赶紧出声阻止 接着 双臂用力 带着周岑马上了崖边 江阳躺在地上 感觉呼吸都不顺畅了 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木然的状态 但就是这样 双手仍不断向后挣扎 从心灵到身体 都在拒绝那个舌坑 周岑看着江阳出现这种状态 感觉疑惑 杨哥 你怎么了 江阳没有说话 深呼吸了几口 颤抖着双腿 从地上爬起来 慢慢向后退 自己可以打一魔 可以打一兽 可以跟人战斗 但是成百上千 密密麻麻的舌坑 真不行 真的真的不行 那是一种从灵魂深处的拒绝 杨哥 你到底怎么了 你看到什么了 那个大刺猬摔死了没有 我刚才听着 叫得可惨了 周岑一边问着 一边走到崖边 探头朝下望 下一刻 周岑实化了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僵硬呆滞的状态 几秒之后 身体开始剧烈颤抖 慢慢转过身 看向江阳 脸色比江阳更沙白 蛇 好多蛇 就在这时 周岑脚边的崖壁上 探出几条漆黑的舌头 吐着星红的杏子 慢慢爬上来 江阳几乎是下意识地用力跺脚 以自身磁场 连同这片区域的大地磁场 手中凝聚一枚弹珠般大小的垫子 过来 周岑本能地向前 扑倒 江阳大吼一声 同时 把垫子用力抛出去 垫子在舌坑上空停顿 下一刻 绽放白光 无数电弧落向舌坑 周岑回头看着空中 释放白色电弧的白色光球 喃喃道 杨哥 你这是 江阳大喘了口气 闪电圣光球 阿破克裂 第三十五章 根本来不及反应 舌坑里的蛇群 好像被刺激到了 不断从崖边落下 又不断往上攀爬 密密麻麻 吐着杏子 杨哥 是 扛着你的闪电出来了 我看到了 快跑 两个倒霉鬼 再次开始狂奔逃命 一天前 我跟着师父 悠哉悠哉 如在交游 一天后 我带着凤厨 慌里慌张 疲于奔命 杨哥 你想想办法呀 蛇群都上来了 周曾回头看了眼 顿时亡魂直冒 上千条黑色巨蟒 从蛇坑中爬出来 蛇巢追向两人 先跑 等我缓一缓 给他来一波大的 江阳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刚才无意间 连接了大地磁场 给了他灵感 似乎 可以把自身磁场 与连同大地磁场连通 借用部分大地磁场的力量 既然大地的磁场 可以融合自己的磁场 被借用 那宇宙射线里的中微子 可不可以被磁场捕捉 融进自己的生物磁场中 这么一想 拥有电磁力的我 听着身后蛇巢发出的声音 大地都跟着震战 把江阳的思绪拉了回来 还是先活着出去再说吧 一道人影 呼得从身旁掠过 妈的 你等等我 你吃了火驴逼啊 跑这么快 江阳要气炸了 关键真跑不过周层啊 队长 滨海探索队和江城探索队 遭遇袭击 损失过半 滨海探索队队长 徐渡侵战死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丢失 森林某处 一名队员向庞方树报告 庞方树脸色沉凝 环视所有队员站起身 道 袭击两支探索队的 不只是灵阶异兽 还有一图邪恶的神秘人 有可能是跟进来的药剂师 有可能是穿过城防军 溜进来的神秘人 现在 滨海探索队队长徐渡侵战死 两支探索队损失过半 我们放弃探索任务 收容两支探索队被打散的队员 接过滨海探索队的任务 林子河失控之前 找到林子河 关闭空间裂缝 不能让空间裂缝暴动 毁灭滨海 是 是 周围队员 齐声沉喝 荣城探索队开始 朝着那个山谷进发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 五个受伤的探索队员 在修整中 庞方树得知 神秘人有两个 一个是八脸 有一件 是眼睛的封印物 序列不祥 能力是献祭一只眼球 直接杀死敌人 另一个 是不明神秘人 疑似持有 封印物序列 是一个指人 具有短时间 拖住裴东行的实力 樊虫怎么样 庞方树问道 樊虫是江城探索队队长 林园静武者 之前在战斗中受伤了 又在大爆炸之后 失散了 情况不明 庞方树心中微沉 先受伤 又经历大爆炸 樊虫恐怕是凶多吉少 队长 前方有探索队信号 庞方树站起身 快过去 一队人急忙赶过去 远远就看到山坡下 躺着一个人 庞方树等人 还没什么反应 滨海探索队的幸存队员 率先开口 陈队长 两名滨海探索队队员 急忙跑过去 扶起陈棕林 陈队 你没事吧 陈队 你没 陈队 你不是留守在滨海吗 怎么在这里 两名队员瞬间反应过来 下一瞬 同时抽身飞退 别过来 陈队有问题 快退 快退 两名队员反应十分快速 动作也很敏捷 左右散开之后 同时朝庞方树他们大喊 呵呵 不愧是徐队带出来 思维和动作 都是遗留的 陈棕林从地上站起身 失望地收回触摸两名队员的手 脸上挂着和煦微笑 对两名队员大加赞赏 陈队 你 你是第二个神秘人 陈队 是你联合外人 袭击了队长 杀了兄弟们 面对昔日队友的立声质问 陈棕林显得很无所谓 大大方方承认道 你们是兄弟 可不要算上我 我们从来都不是兄弟 庞方树伸手 示意所有人警戒周围 提防陈棕林的同伴 随后 向那两名队员说道 回来 他现在很危险 别被暗算 两人也不多矫情 快速回到庞方树身后 陈棕林愣了愣 诧异地看着庞方树 远处暗中潜藏的八脸 也愣住了 两名队员的敏捷的反应 加上庞方树警戒的布置 让两人直接失去了先机 庞方树扫了眼周围 把所有可以藏身的地点 记在心里 同时做出手势 让队员提防 最后 看向陈棕林 他是另一个神秘人 暗通外人袭击徐渡清 是为了什么 仇怨 野心 还是 封印物蓄炼 林子手枪 在不在他手上 他截击我 是为了封印物蓄炼 还是为了阻止我 寻找林子河 一瞬间 庞方树心中 升起诸多疑问 随着防守队形渐渐稳固 他从上衣内衬口袋 拿出一个方形铁盒 握在手心里 陈棕林 你是那个诡异 只能封印物序列的持有者 你说的是 这个吗 陈棕林伸出手 手背上趴着一个 如动的人形肉流 很可惜 我的前队友反应太快了 不然 被我控制后 他们此刻已经站在你身后 捅你一刀了 陈棕林话音落下 那两名探索队队员同时惊觉 互相对视了眼 点点头 快速从防守阵形中退了出去 站在庞方树前方两侧 庞队长 我们两个身上可能有古怪 等下战斗的时候 不用顾及我们两个 等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我们会立刻杀死对方 不会让你们沾上战友的血 他们说的快速而坚决 右手抽出腰间两把枪 远远地扔在地上 防止不受控制向队友开枪 然后 两人走向对方 背靠背 自称单独的防守阵形 队长 周围可疑目标已经锁定 可以动手 庞方树点点头 摊开手 打开那个小铁盒 里面是一个很小的白色舌头骨 明神雾蛇的双眸 随着庞方树的灵力灌注 骤然间 一条身长将近百米的巨大黑色蟒蛇 出现在天空 俯下舌头 一双新红的毛子 死死盯着陈棕林 对 就是这个 明神雾蛇的双眸 令人着迷的封印 下一刻 一声惊澈云霄的吼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操 电磁炮 第36章 咱们都装不知道 操 电磁炮 哄 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 一束被两道白光环绕的金黄色激光 从远处山坡迸发 激射过来 直接把庞方树头顶那条白米巨蛇洞穿 庞方树机械士一点点抬头看向自己的封印物 那条巨蛇仿佛有生命一般 回头看向身体上被洞穿的两个空洞 然后 消散了 探索对所有人立刻反应过来 聚集在庞方树身边 戒备地看向山坡 陈棕林也愣住了 好不容易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封印物 怎么就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激光给打散了 他也看过去 十秒钟前 杨哥 前面又有一条黑蛇 很大 特别大 跑在前面的周层 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黑色巨蛇 惊叫出声 对着身后 还没跑上山坡的江阳大喊 江阳又往山坡上跑了几步 看到了那条巨蛇 当时都绝望了 身后有上千蛇巢 前面又有一条白米黑蛇 还他妈会飞 杨哥 不行咱就往旁边跑吧 周层吓得双腿颤抖 说话时 上下牙发出咔咔咔的碰撞声 不行 那条蛇会飞 江阳摇摇头 爬行的蛇 自己还能跑 会飞的蛇 怎么跑 那怎么办 周层带着哭枪 早知道就步空间裂缝了 本以为是跟着师父 满地捡天才地宝 没想到 这两天 啥都没干 就剩逃命了 江阳听着身后翻滚的蛇巢 目光投向那条盘旋在空中的巨大黑蛇 眼中蹦射白色电弧 心中不禁发狠 怎么办 干它 江阳手指微动 从地面汲取铁砂 形成一枚铁珠 两枚压缩三十万倍的电子 营绕在铁珠周边 他身上蹦射电光 胸中暴怒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随着一声低沉的怒吓 被两枚压缩三十万倍电子营绕的铁珠 如闪电般击射出去 在电磁炮贯穿那条黑蛇 渐渐消失之后 江阳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目光呆滞的周岑 深吸口气 道 快跑 啊 周岑反应过来 立即跟着江阳跑过山坡 目光回到探索队和陈宗林 在他们的惊恶的目光中 两个狂奔的人 从山坡另一边跑了过来 队长 他们好像是裴大师和刘大师的徒弟 看下望远镜对庞方树低声说道 庞方树点点头 心中松了口气 不是敌人就好 刚才那道激光竟然把雾蛇打散了 如果是敌人会很棘手 他想了想 说道 既然是药剂师就顺便 话未说完 他就像被谁卡住了脖子 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不仅是他 所有人都在呆滞过后 身体跟着站立起来 蛇 蛇巢 那两个王八蛋去了黑蛇坑 还引发了蛇巢 什么蛇巢 猎魔队友记载 空间裂缝中 有个恐怖的黑蛇坑 那里面有几千条黑色巨蟒 虽然黑蟒只是普通异兽 但那可是几千条 就算四阶的强大异兽 都不敢靠近黑蛇坑 是 什么 四阶异兽 那不就相当于灵际近舞者 不对 灵虚近级别的舞者 庞方树也心甘发颤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扫了眼同样脸色凝重的陈棕灵 心中有了打发 撤 撤进树林 我断后 探索队队员互相对视了眼 拔腿就跑 向树林中狂奔 庞方树一手握刀 一手拖着那件封印雾 目光紧盯着陈棕灵 缓缓向后退 陈棕灵简直肺都要气炸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机会 就这么被破坏了 只要让自己摸到雾蛇 那雾蛇就是自己的了 就差一点点 他看向狂奔过来的江阳和周岑 脸上浮现无比纯粹的杀意 但又看了看他们后方紧追而来的蛇巢 也只能撤退 他扫了眼戒备自己的庞方树 被过手在身后 给隐藏在暗处的八脸 做了个手势 随即转身逃离 庞方树的目光 转向之前注意的一个位置 那里升起一团黑雾 很快 黑雾消散 显出八脸的快速离开的背影 呼 庞方树缓缓吐了口气 来自敌人的威胁暂时解除 解下来 就是来自异兽的威胁 但在他看向那两个大冤种的时候 无论是高超制药技艺的裴大师 还是痴迷于药剂开发的刘大师 都是持重的人 为什么他们的徒弟 就这么就这么二呢 庞方树迎面跑向两人 喊道 往树林里跑 我帮你们挡住蛇巢 无论是否有必须舍命相救的关系 他都是猎魔队和探索队的队长 他有责任救人 江阳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周岑已经飞奔向庞方树 江阳看得一愣 随即追过去 两人掠过庞方树之时 江阳转头与他对视了眼 余光扫到他手上拖着的小铁盒 随即一闪而过 窜入森林 庞方树面色冷峻 眼底印着黑滚滚的蛇巢 嗓音低沉到 风印雾 名神雾蛇的双眸 下一刻 他手上的铁盒雾字打开 里面那块小巧的蛇头骨 轻轻颤抖 一头百米黑色巨蛇 出现在他头顶 雾蛇微张嘴 露出两颗略弯的硕大毒牙 那双黑色的眼眸 渐渐变得灰白 庞方树持续贯注灵力 沉声低河 停滞 嗡音 雾蛇双眼绽放灰白色光芒 以巨大扇形范围扩散 被光芒扫过的蛇巢 仿佛空间脱节了一般 瞬间停滞下来 不放心庞方树的江阳 站在森林边的树下 看着眼前这神异的一幕 心中无比震撼 虽然之前看到过那双眼睛的风印雾 但毕竟 没有直观地看到威力 这是他第一次 直面风印雾的神异威力 数千黑色巨蟒组成的蛇巢 一瞬间停滞 杨哥 那条会飞的巨蟒 是之前被你打穿的那个 周岑从树干另一侧探出头来 小声说道 江阳脸色瞬间拉下来 掉着死于眼 看向周岑 周弟 你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哑巴 人家不提 咱也不说 明白不 懂了 庄不知道 对 庄不知道 第37章 我是正经药剂师 你以为呢 庄方树使用风印雾 挡住了蛇巢后 转身就跑 刚到森林边缘 就看到了那两个倒霉鬼 探头探脑地看着自己 庄方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 好小子 先把我的雾蛇打散了 又引来蛇巢 现在又探头探脑地偷瞄自己 庄方树身形极快 来到两人身侧 一手抓一个 腾身而起 在树上快速奔越 火影忍者啊 老兄 江阳被庄方树低溜着 心中忍不住吐槽 几分钟后 庄方树灵力接近枯竭 收回关注风印雾的灵力 越过一个山头 来到探索队的聚集点 队员们见到队长 拎着两条腊肉回来 纷纷上前 庄方树顾不上 平息凌乱的灵力 扫了眼中人 确认没少人之后 道 离开这里 03号聚集地 随后 又看向滨海探索队的 那两个队员 关切问道 身体没什么异样吧 两人摇摇头 一人说道 陈队 陈宗灵的手没碰到我 没有对视 接近他的时候 正好控制着呼吸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也不能保证 庄队 聚集聚地 我们两个在外围 如果我们身上发生异变 不用留手 另一名队员跟着点头 庄方树叹了口气 眼神赞叹地看着两人 不禁重复了 聚陈宗灵说过的话 不愧是徐队带出来的 有担当 走吧 不多停留 队员们都没动 全都看向江阳和周岑 庄方树咧嘴笑了下 抬手用力拍了两人肩膀 笑道 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裴大师和刘大师的徒弟 到了聚集地 把材料都拿出来 让两位药剂师 给咱们做药剂 周岑跃跃欲试 江阳面无表情 路上 江阳跟两名滨海探索队的队员交流 得知高一点的叫王萌 矮一点的叫屈家亮 从他们口中得知 师傅在投出电子之后 就抽身离开了 只是不知道去向 当时突然爆炸 所有人都乱了方向 江阳稍稍放心 老头子应该是空间裂缝中最强的人 除了那头灵接异兽之外 基本没有对手 至于那八脸和陈宗林 不是师傅的对手 最多就是用点小伎俩 把师傅引走而已 陈宗林背叛猎魔队 江阳并没有多么意外 那个组织里都有蛀虫 谁是二五仔 都不要觉得意外 几个小时后 一行人来到03号聚集地 刚刚坐下休整 江阳直接留在了外围 跟滨海探索队的两个人待在一起 不仅仅是同城人 有微妙的熟悉和归属感 还想多聊聊山谷里的细节 想从中找到师傅儿子 和儿媳遗孩的消息 既然师傅没事 那他肯定会去找 自己要是按照这条线索找过去 说不定会碰到师傅 庞方树拎着两个大包 来到周层面前 他没了之前那种嬉笑表情 而是认真正重地说道 我们进空间裂缝之后 所得的材料都在这里 灵通药剂 或灵韵药剂也好 恢复药剂也好 你们随便用 制作费用 从材料里出 制作药剂剩下的材料 都归你们 三支探索队 就剩我们这些人了 恢复灵力和体力之后 就得去找灵子核 是生是死 听天由命 但在此之前 我们得拼一把 你们要什么工具 我们给你们凑一凑 药就合药杵 用水杯和刀柄代替刑布 提纯工具 就用烧锅 不用不用 我带了 就是有点小 周层赶忙说道 把那套锈针水晶工具拿了出来 用锅做药剂 你搁这熬药呢 探索队的众人围了过来 药剂师现场制作药剂 很难见到 每个城市 就一两个药剂师在 这是药剂师之间的默契 不合作 不冲突 以保持距离的方式 和平相处 像江阳那种 每天坐在店里 大大方方的制作药剂 是极少数 或者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陪老头不在乎 实际上 制作药剂的过程 都是保密的 当然 很多药剂配方是公开的 但 知道配方不代表就能做出来 周曾刚打开背包 看着大部分 自己见都没见过的材料 有些傻眼 再抬头 看到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顿时一个机灵 妈的 自己就会做灵通药剂 就这 跟江阳一比 也拉胯的一批 这些材料 自己都他妈没见过 做个屁啊 不行 不能说自己不会做 这是丢师傅的脸 出去之后 他们大肆宣扬 刘四红的徒弟 不会制作药剂 师傅会先打死自己 然后 他老人家再上吊 实在丢不起这人 周曾倾咳了几声 环视一圈 这套工具 是我帮江阳保管的 用不习惯 你们等一下 我去找他 有人质疑道 制药器具都一样 咋还有用不习惯 这一说呢 是不是药剂师啊 周曾眼睛一瞪 耿着脖子 反驳道 厨师还有专用刀呢 药剂师怎么就不能 有专用器具了 我是正经药剂师 你以为我是火防熬药的啊 周曾扒开人群 去找江阳 边走边 大声嘀咕 这么小的工具 怎么做药剂 江阳也真是的 什么都愿意用小的 麻麻烦烦的 众人面面相去 但没什么想法 药剂师的事情 他们真不怎么了解 江阳正跟王蒙和屈家亮 坐在一起聊天 杨哥 杨哥 江湖救急 周曾跑过来 对着王蒙和屈家亮笑笑 把江阳拉到一边 江阳疑惑道 就什么急 周曾快速把事情讲了一遍 然后 用西记的眼神望着江阳 满眼都写着 杨哥 帮帮我 制作药剂倒没问题 但是材料很杂 不知道能做什么药剂 这不能保证 江阳微微醋没想到 周曾见江阳皱眉 以为他不愿意 他想了想 忍着肉痛 咬牙道 杨哥 只要你能做药剂 我的那套水晶器 就送你了 嗯 江阳轻轻挑眉 那还等什么 走 他回头看向王蒙和屈家亮 道 王哥 屈哥 我去制作药剂 等一下给你们带回来 好 嗯 让他们先用 多余的给我们就行 两人应了声 朝急剧地望了望 随后低下头 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萤火堆 江阳跟着周曾回到急剧地 迎着众人的目光 坐在那套水晶器后面 打开背包看了看 染头 平静抬头看向众人 问道 你们想要什么药剂 第38章 师父涂地一个德性 我们想要什么药剂 众人面面相去 要是可以的话 他们当然想要 恢复药剂 和当前级别的药剂 可是 背包里的材料 可以做吗 众人 看向庞方树 庞方树沉吟了下 道 要恢复药剂 但这里面没有 六角熔圆 深痰女药的眼泪 也没有 你看着做吧 我们能用得上就行 周曾看向江阳 他作为完美 掌握两种药剂的药剂师 灵通药剂 和恢复药剂的材料 他看过了无数次 刚才就是因为 没有这两种药剂的主材料 所以才没大展身手 去找江阳过来丢人 丢陪东行的脸 总比丢自己师父的脸 要好太多 江阳的心思 根本没在制作药剂上 心里想着 师父会去哪里 该怎么去找师父 随意把背包里的材料 一样样拿出来 摆放在铺了衣服的地上 恶龙的牙齿 刚才路过的时候 我看到了河流 就在二十里外 那里有恶龙 深痰女药的眼泪 可以用一阶裂西的脊髓液代替 六角熔原的身体组织 用你们的心口血代替 这样 就只能变成你个人专用的了 所以 你们要自己分配好数量 江阳看了看一阶裂西的脊髓液 估算了下 到 能做三十份 恢复药剂 你们尽快决定 然后去打恶龙 说完 江阳便不再理会他们 把材料归整好之后 开始制作 灵运药剂 之后顿时惊喜 至于没人分几份 这不在他们的担忧范围之内 这里有十四个人 外加外围的两个 一共十六个人 保底 每人一瓶 剩余的奋力 给舞者级别更高的就行 因为战斗的时候 高级别舞者要承担更多压力 庞方树赶紧让人去打恶龙 看了眼坐在地上调配药剂的江阳 对旁边人说道 去找滨海那两个兄弟 解释一下 每人要两滴心口血 那名队员一愣 凑近小声道 队长 给他们 每人分两瓶 庞方树恩了声 江阳是滨海人 裴老先生的徒弟 滨海探索队 应该多分 知道了 我这就去 安排好了人 庞方树重新蹲下 跟队员们一起 看着江阳制作药剂 周岑脸色变幻 他想问材料配比 研磨时间和提纯时间 材料和血液代替主材料 这种制作药剂的方式 是他从没听说过的 也没见过的 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问江阳 就显得自己很无知 什么都不懂 自己倒是没关系 主要是会丢师傅的脸 裴东行的徒弟 知道这种制药方式 刘四红的徒弟不知道 是当徒弟的太愚蠢 还是当师傅的有保留 怎么都是丢人的事 庞方树左右看看 趁着江阳提纯一份 药剂过后的空隙 出声问道 江江大师 这心口 显能当药剂的主材料 一声江大师 给江阳定了姓 算是从官方承认了 江阳药剂师的身份 周岑默默给庞方树点了赞 庞队 你就最佳代言人 江阳拿起 灵韵药剂 轻轻晃了晃 等待着冷却 随口道 可以 师傅说过 污者胸前气还雪山的血 随着气血循环 灵力会走遍全身 本身就带有生生不息的灵力 用来制作药剂 也只符合你们自身 不能给旁人使用 带有局限性 你们谁是灵韵镜 这瓶药剂给谁 马伯承 你是灵韵镜 给你 庞方树说道 马伯承愣了下 赶紧伸手接过来 小心翼翼装进怀里 咧嘴呲哑傻笑 江阳没说什么 继续制作药剂 很快 去打恶龙的人回来了 探索对众人自觉排队 去心口写给江阳 制作 恢复药剂 庞方树坐在一旁 看着越来越少的材料 之前答应 剩下的材料 就是制作药剂的酬劳 恐怕是不够 心里合计了下 开口道 江大师 制作药剂的酬劳 等出去之后 再结算给你 江阳抬头 报酬 报酬不是这套水晶器吗 他看向周岑 周岑反应过来 不用 不用 进了空间裂缝 咱们都是战友 有着共同的目标 谈报酬 就生疏了 再说了 旁队长 你还救了我和阳哥 报酬的事 可不要再提了 江阳有点猛 什么情况 不谈报酬 那这套水晶器 还给不给自己 庞方树也有点猛 之前我说剩余材料算报酬 你不都答应了吗 怎么又不要了 周岑脸上是 正义光辉的笑容 内心苦涩的一批 我的水晶器啊 老爹花重金 在拍卖行给自己买的 就算是银行家的老爹 也肉疼了好久 为了保住自己和师父的面子 就这么送出去了 刘老头啊刘老头 你知不知道 你徒弟为了你的面子 付出的太多了 夜色降临 天边浮现微弱的斑斓光线 探索对三人一组 分散警戒 营地内烤着恶龙肉 江阳收拾好剩余材料 看了看 没有自己背包里的东西之前 都是一些低阶药剂的零散辅助材料 索性扔给了周岑 那套水晶器 周岑恋恋不舍地看了眼 重新收好 放进盒中递给江阳 江阳笑着问道 舍的 不舍的 周岑摇摇头 接着说道 但是答应了 你要是不收 我的面子也过不去 拿着吧 江阳一笑 他发现 周岑除了制作药剂 没有天赋 逗逼一些之外 人挺不错的 接过那套水晶器 又拿了一大块恶龙肉 去了营地外围 王门和屈家亮 每人分到了两瓶 恢复药剂 和一瓶凌韵药剂 火堆边零散着两袋 素食行军粮 见江阳过来 两人没了之前的随意 立刻站起身 江大师 江大师 江阳错愕了一瞬 随即笑道 别这么叫我 还跟之前一样 叫我江阳就行 素食行军粮不怎么好吃 吃点肉 补充补充 我也想吃黄桃罐头 不行 这是我徒弟给我带的 我用翼龙肉跟你换 翼龙肉太柴 我不吃 一个山洞里 裴老头正在吃大黄桃罐头 刘思红烤着一头翼龙兽的前腿 干巴巴的没有调料 没有油 刘思红拿着干巴巴的腿肉 看着裴老头一口大黄桃 一口小白酒 馋得不行 那个 舅 能给我倒点吗 刘思红又盯上了白酒 说道 我用翼龙脚跟你换 不换 翼龙脚 不值钱 裴老头连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你看不上翼龙脚 你徒弟也看不上 给你徒弟攒着吗 刘思红换了个策略 他是看出来了 裴东行着老灯 除了孙女 就惦记他徒弟 自己想要喝上酒 吃上大黄桃罐头 还得从他那个啥也不会的徒弟入手 裴老头放下酒杯 看着刘思红 脚边的翼龙脚 再看看 他腰间装着金石的布袋 说道 翼龙脚 再加一袋悬浮水晶 给你酒和罐头 刘思红捂着腰间布袋 看看白酒 看看大黄桃罐头 再看看自己手中干巴巴的肉 咬了咬牙 成交 第三十九章 一正一邪 需求为先 江阳三人聊得很开心 王蒙说着自己 这些年狩猎一魔的剑文 江阳觉得很新奇 屈家亮时不时插两句话 突然 王蒙和屈家亮同时噤声 脸色变得凝重 噤得有些异常 小心变故 王蒙抽出匕首 环视了一周 望了屈家亮一眼 沉声道 防守 江阳还在想小心变故这句话 王蒙和屈家亮已经站起身 各自手持匕首 呈防守阵型 站在他身边两侧 江大师 你快去营店 这里不安全 江阳没有矫情 转身就跑 心中不禁感叹着王蒙 和屈家亮的警惕性和专业 从谈话中得知 他们两个不仅没有被陈宗林暗算 还主动预防自己有可能的异变 不愧是猎魔队精英 旁队长 外围有异动 江阳靠近营地边缘大喊 同时 身后响起异兽的怒吼声 江阳猛地回头 看向林中 升起一层白色浓雾 天上光运也愈发明亮 旁方树抽出长刀 低吼一声 去支援 四面八方警戒的探索队员 抽出武器 冲进白雾 支援王蒙和屈家亮 阳哥 周岑向着江阳跑过去 双眼瞪大 吼道 小心 呲呲呲 哄 江阳身体内 骤然爆发电磁力场 生成的强烈气 暴息卷周围 杀石草木 一只硕大的漆黑的眼睛 伴随着黑雾在江阳身后 缓缓睁开 江阳正在原地 双目迸射电光 脚下形成半圆弧电磁力场 旁方树等人都被突然的变故 惊得愣住了 心中同时升起一个想法 八脸 眼睛风硬物 冲着江阳来的 旁方树等人同时调转身形 冲向江阳 旁方树拿出 凝神雾蛇的双眸 启动风硬物 八脸从江阳身后的黑雾中 走了出来 身体灵力与电磁力场中的电弧 激烈碰撞 一瞬间 电光激射 形成细小闪电 不断劈向周围 周围空间出现质色感 旁方树等人奔来的动作 在江阳的感知中 缓慢了不少 江大师 我们又见面了 八脸灵寂静的灵力压迫 以及眼睛风硬物的黑雾 禁锢着江阳 让他无法动弹 只有电磁力 还在不断迸发 江阳苦涩一笑 八哥 叫江大师多生分 叫我小江就行 何江大师 跟我走一趟吧 有笔生意跟你做 八脸伸手 抓住江阳的肩膀 接着 身后向后扬倒 没入黑雾 消失不见 周围致色感消失 所有人扑了个空 阳哥 周囤向前扑倒在地 嘶声大吼 旁方树 转头看向白雾 眼神变幻 脸色铁青 沉声道 去救滨海的兄弟 吩咐完 他走向周囤 把周囤扶了起来 周囤双手和下巴 因为钱扑摔的那一下 刮蹭地流血 眼泪浑着血液低下 焦急地抓着 旁方树手臂 旁队 去救杨哥 八脸 八脸把他抓走了 旁方树凝重点点头 伸手招来队员 对周囤道 放心 我们连夜去追 你先去包扎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旁队 一定要去救杨哥 他师父 是裴东行 裴东行你知道的 你救他徒弟 整个东南战区的药技师 都不会忘记你们 探索队的恩情 旁方树看着 心中微微叹息 队长 找到了八脸离开的踪迹 要不要追过去 一名队员 跑到旁方树身旁 看着不远处 正在包扎双手和下巴的周层 低声对旁方树说道 在他看来 无论是裴东行的徒弟 还是无常给探索队制作药剂 他们都应该去营救江阳 所以 他在第一时间 就去追踪八脸 离开的踪迹 发现之后 赶紧回来报告 这样有望能追上 把人救回来 旁方树的反应 则出乎他的意料 旁方树沉着脸 低声道 不追 好 我马上让人去 什么 不追 他梦了 呆呆地看着队长 旁方树 转头看向他 眼皮都在跳动颤抖 沉声道 我说不追 八脸的目标是江阳 或是需要江阳制作药剂 或是以此 来要挟裴大师 他都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内 最起码 他无暇顾及我们 而我们 则可以趁此机会 去寻找林子河 关闭空间裂缝 队员被震住了 愣愣说不出话来 反应过来后 心中不知有什么情绪 在翻涌 队长 江大师 刚给我们做了药剂 但这不能跟 全滨海几百万人相比 懂吗 旁方树的嗓音 出现了利色 我懂 但是 如果江大师 没被抓走 我们也得去找林子河 不是吗 为什么偏偏 现在是机会 也许队长您是对的 但我很难认同 这样的方式 不过 请队长放心 我会保留意见 执行命令 队员转身走了 组织人手 准备行动 旁方树看着队员的背影 先是一阵 随后露出万般苦涩的笑容 作为队长 不能凭冲动做事 对与错 也不能分得太轻 另一边 江阳被一团 黑雾禁锢着 身体很轻 仿佛在飞行 过了一会儿 黑雾散去 江阳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一个半山腰石洞 八连手拖着那颗眼球 缓缓收回黑雾 他看着江阳一眼 从嗓子眼 挤出笑声 江大师 用心口血代替主材料 制作 恢复药剂 天才般的创造力 令人惊叹 哼 过奖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哈 我师父 还等我吃饭呢 我不会去 他老人家该着急了 江阳起身朝洞口走去 裴大师没事 他没受伤 就在空间裂缝的某个地方 江阳闻言 转身找了个 相对干净的石头 坐了下来 你抓我想干什么 江阳问完后 又说道 那么多人 都看到是你抓了我 如果我死了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 所以 你不敢杀我 用我要挟我师父 你也不带我去找师父 只是一个照面 他就能捏死你 所以 你想干什么 灵运镜以上的药剂 我也不会做 八连老兄 要不然你放我走吧 以后你来我们店里买药剂 给你八折 不 七折 怎么样 八连安静听完江阳的分析 和胡周 脸上的蜈蚣疤 横动了动 从口袋里 掏出一些材料 放在地上 道 给我制作 欺骗药剂 啥 江阳愣了愣 两手一摊 我不会啊 八连的独眼瞥了他一下 声音嘶哑道 我知道 裴大师儿子 和儿媳的遗孩 在什么位置 虽然我不会 但我亲眼看过师父制作 欺骗药剂 我可以试一试 第四十章 八连哥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进入空间裂缝之前 江阳从没想过 还有这样神奇的展开方式 在他看来 师父带我进副本师父 保护我被包满的 捡天才地宝 找师兄师姐一股师父 打怪兽 我加油诸威出副本回家 做一个快乐的药剂师 实际上是 师父带我进副本 捡天才地宝 走散了找师父 各种遇险逃命 遇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人 做了一堆药剂 我被抓了 事实证明 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就很量子微观 属于概率事件 又是客观事实 就比如他现在 谁能想到 对面坐着独眼 战损版八连 给我一堆材料 让我做 欺骗药剂 八连老哥 你看这些材料 都挺珍贵的 特别是这个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一定折磨了不少人 才弄到的 万一我失败了 这不糟蹋了吗 江阳说得真诚 笑得更真诚 要不这样 你带我去找师父 让他老人家给你做 百分百成功 怎么样 八连转动那只独眼 看着江阳 呵呵冷笑了一声 眼泪 我有很多 来自不同人 这并不难 只要把人幽静起来 用二十二种方法 逼出不同人格 如果那个人 承受不住 变成一魔 就把他带到 另一个人面前杀掉 作为震慑 江大师 你想试试吗 江阳赶紧低下头 看着地上的瓶瓶罐罐 认真到 灵界易受的完整脑膜 很贵吧 获取难度 仅次于第二十三个人格的 真心眼泪 八连老哥 你放心 对于制作药剂 我是认真的 您就瞧好吧 妈的 我给你加点料 要不死你 也让你难受一战 八连赵贺鲁 嘲弄地看着江阳 你说得对 杀你 我是不敢的 毕竟裴东行是灵域禁武者 如果他盯上了我 隐在暗处袭杀我 如风四影的速度 加上无与伦比的力量 就算我有契约眼球 也是必死 跟你一命换一命 就算你有这个 超进制序列陪葬 这买卖 我也不做 我只要欺骗要记 做好 你随意可以离开 当然 为了跟裴东行缓和关系 把你送过去 再找到他儿女和儿媳的遗骨 也不是问题 江阳垂着眼眸 静静听着 从巴脸的话中来看 他并不是个鲁莽的人 相反 他极其小心 深知在 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 不招惹一个 灵域禁的药剂师 是非常明智的 从周曾和王蒙他们的叙述来看 在山谷中 巴脸跟师父 有过一瞬间的交手 师父释放电子爆发 才遮蔽契约眼球 避免中招 巴脸想要 平息这个矛盾 找到师兄和师姐的遗骨 是最好的方式 巴脸 一个有心计 有手段的家伙 很难搞 江阳摆弄着材料 脑海中 回忆着师父调配 欺骗药剂时的顺序 和研磨时间 要不 调换一下研磨顺序 不同材料 之间的反应也不同 稍有偏差 良药也会变成剧毒 这家伙很危险 七月眼球很诡异 师父也很可能中招 不能随意冒险 欺骗药剂 能够欺骗身体 30分钟内用身体血肉累积 再长一颗眼球 他很可能会用来对付师父 不能冒险 江阳心中 默默想着 这时 八脸出生道 污染金石粉两克 加入五片置换藤液 研磨融合后 加入两朵金手花 调和制淡金色 再放入全黑之地的阳光草 研磨程序状 依次加入两条扁虫 和临阶异瘦的完整脑膜 研磨至粘稠 具体形状是细腻泡沫 再加入十滴血液 三秒钟内加入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充分调和 颜色是淡金红色 倒入150毫升酒精 静至四分半钟 最后提纯 直至纯白液体 卧槽 他怎么比我还清楚 江阳心中咯噔一声 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看着八脸 道 你都知道 还要我做什么 你自己做不就行了 哼 我只是知道步骤而已 我没有你们要技师 那么高级的灵感 可以从细微处 感知材料的磷子变化 江大师 快开始吧 别想动手脚 我会盯着你的 八脸呵呵笑着 随后 他看着江阳 一脸猛的表情 略感差异道 你不会不知道 要技师需要 相当高级的灵感 去感知灵子 在调和炎魔中的变化吧 这是成为 要技师的先天条件 江阳没什么表情 其实 已经写满了我不道啊 八脸当即沉默了 所以 你以为裴东行 为什么在晚年 收你为徒 我静电应聘的学徒 江阳心中想着 算了 快制作药剂 八脸心中 突然生出一种 悲愤的失落 自己走到如今 几经生死 契约眼球 更是每次都要一颗眼球 作为发动条件 就是这样 也活得小心翼翼 无比艰难 而他 不仅有高级灵感 还生来就有 超进制序列 再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 败了个东南战区 都极有分量的 要技师为师 人和人的差距 为什么这么大呢 那个 又怎么了 江阳尴尬一笑 道 我才五级五者 没有灵通镜 灵力 无法浮出体表 没法充分研磨 这些材料 八脸 十洞内 一双纯真的大眼睛 对着一只 逐渐阴沉的毒眼 安静了大概五分钟 八脸紧咬着牙 从嗓子眼 挤出一句话 你这些年 都在做什么 上大学 毕业之后 加入社团 成了一个堂口的扛把子 在之后 做学徒 你为什么不修炼 八脸气疯了 这么好的天赋 这么好的灵感 这么稀有的 超进制序列 他为什么不修炼 为什么不珍惜 为什么不当回事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我不会修炼 江阳老实巴交的 实话实说 八脸 江阳看着八脸 那要杀人的表情 单把八一笑 八脸老哥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我确实不会修炼 我都没修炼过 那你怎么晋升到 五级五者的 八脸问道 就灵力自己生的 我不知道 可能灵力 有自己的想法吧 天地良心 江阳说的都是实话 八脸心态崩了 哼哼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天才 总是招人恨啊 江大师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最好老老实实的 不然 我很难按捺 我这颗极度的心 第41章 黑夜有危险 八脸起了杀心 有些人拼了命奔跑 都只能勉强不被淘汰 而有些人 就算在赛道上睡一觉 再起来 也还是第一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差距 是努力无法弥补的 为什么总有人强调努力 因为这个世界本质 就是看天赋 八脸此刻 像急了一个仇富的人 凭什么他生来就是太子 而我这么努力还欠着一屁股小额袋 空间裂缝里的灵子充沛活跃 你展开灵感 静声灵通静 八脸强忍着怒气说道 说实话 他很想一巴掌 删死这个招人恨的傻屌 但迫于裴东行的威慑里 他又不敢 有时候 有个牛逼师傅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是背景的好处 江阳眯了眯眼 半垂着脑袋 思考了片刻后 抬头 看着八脸 认真道 你带我去找到 师兄师姐的遗骨 我给你做 欺骗药剂 这是很公平的交易 但你不到灵通静 怎么做 欺骗药剂 小子 别给我耍小聪明 路上碰到材料 我采集一些 做两瓶 灵通药剂 补充气海雪山的灵力之后 我再释放灵感 灵通静 虽然会境界不稳 根基虚浮 但只要找到 师兄师姐的遗骨 我认了 八脸认真看着江阳 嗓子有弹一般 笑了下 道 你想以此报答裴东行 这你别管 这笔买卖 做还是不做 我不管你用 欺骗药剂 做什么 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 八脸思考了两秒 可以 跟裴东行缓和关系 对我没有坏处 八脸当即 收回地上的材料 解下头上绷带 露出血洞眼眶 看得江阳一阵心惊 他就是用这颗眼球 作为祭品 使用契约眼球 杀死了徐杜青 发动条件是 限级一颗眼球 那么杀死目标的 条件是什么 看对方眼 还是 某种印记 那自己跟他对视很多次 是不是已经在 契约眼球 杀死的目标中 江阳看似平静地站起身 实际上 一抹电磁力 已经进入了 八脸的身体里 融入了对方的生物磁场 稍有一变 就控制他的血液 从他身体内部 炸开它 虽然这很有风险 甚至会失败 会同归于尽 但却是目前 最有效的方法 利用他采集 灵通药剂的材料 找到师兄师姐的遗骨 如果顺利的话 就完成交易 制作 欺骗药剂 带着师兄师姐的遗骨 去找师父 然后回家 管他事后 洪水滔天 天崩地裂 如果不顺利 那就谁都别想活 利用进电磁力场 距离电子碰撞跳跃 靠近他 只要让自己触摸到他身体 就能引爆电磁力场 炸碎他的脑袋 两人离开石洞 在夜色中 走向爆炸过后的山谷 路途中 谁也没率先开口 打破诡异的沉默 路过一汪全眼 延伸出来的小河 抓到了两条龙鳞鱼 取了眼球 月露草到处都是 血精实在 山壁就很容易找到 最难的 反而是老鼠胆汁 最后 还是江阳释放电磁力场 才找到老鼠 取了十滴胆汁 至于一百毫升纯水 有水晶气在 随时都可以提取 材料都准备好了 你可以开始了 八脸说道 江阳摇摇头 我不信任你 先带我去寻找一股 找到之后 我再晋升灵通镜 给你做欺骗药剂 八脸打量了几秒江阳 转身继续往前走 他同意了 江阳跟着走 同时开口问道 你这样不断妥协 一部分原因是欺骗药剂 另一部分原因 是陈宗灵就在周围 你们各怀鬼胎 互相提防 你想跟我师父缓和关系 但他这个叛徒 是所有滨海人 都无法原谅的 他之所以还依靠你 是他想利用 你得到旁方树手上的 那件封印物序列 而你则可以得到 他手上那件封印物序列 在你们达成交易之后 手持两件封印物的你 有很大概率 不怕我师父 那时 你可以随意杀死我 但在此之前 你们只能维持这种 互相提防 互相牵制的关系 也得不断向我妥协 欺骗药剂 是用来对付旁方树 而我和师兄师姐的遗骨 是你在计划失败之后 向师父示好的后续保险 八脸回头诧异地看着江阳 陈雅说道 聪明人总是活不长 愚蠢才是阶下求保命的 唯一真简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希望你配合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愿意得罪赔东行 江阳保持着沉默 陈宗林不在半径500米内 要么他在某个地方暗中等待 要么他在更远的地方 要么他在跟踪旁方树等人 无论哪种 对他来说 都无所谓 他现在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累积 八脸体内的电子 现在已经累积到了30万倍 但是还不够 起码要100万倍 甚至多个100万倍电子 要保证在爆发的一瞬间 就把八脸整个人分解成原子 两人一路来到 面目全非的山谷 八脸指着山谷对面的一处小河沟 低沉地笑了声 就在那里 在山谷战斗之前 我就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那里有六具白骨 他们穿着滨海 猎魔队制服 其中两具白骨的制服上 有队长和副队长的肩章 队长是你的师姐 也就是裴东行的儿媳 副队长是他的儿子 周围零散着几个空了的药剂瓶 骨骼多处粉碎断裂 生前应该经历了惨烈死战 江阳默然地听着 刚抬脚准备往前走 等等 江大师 你能杀死灵阶一兽 八脸鸡笑着问道 江阳收回抬起地角 四处望了望 只想山谷边缘崩塌的 山壁废墟 道 我们从那里过去 八脸笑道 从哪里过去都无所谓 但是江大师 那里是灵阶一兽的巢穴 危险程度暂且不说 如果找到了灵子河 应该归谁呢 江阳转头 看着八脸 平静道 八脸 你他妈耍我是吧 灵阶一兽就在这里 灵子河就在这里 师兄师姐的遗骨就在这里 那我师父 探索队 为什么不直接来这里 他们都傻是吧 八脸并没有因为江阳的态度 而恼怒 而是沉默了下 道 他们不敢在黑夜里走动 如果我没有 契约眼球的黑雾 我不可能带着你走在黑夜里 江阳愣了下 随即问道 黑夜里有什么 八脸 黑夜里有另一个自己 第四十二章 不理解 但认同 山谷废墟边缘 江阳和八脸赵鹤鲁 并肩走向河沟 他们小心翼翼 在黑夜里 生怕惊扰到那头临街易兽 不知怎的 经过刚才的对话 两人突然沉默了片刻后 竟然心平契合了起来 你说黑夜里 有另一个自己 江阳大迈步 跨过一块松动的岩石后 低声开口问道 嗯 江阳沉映了下 是指折叠空间 镜像空间 还是黑夜 能映照人心潜藏的阴暗面 并且将其唤醒 或者具象出来 不能具象 是唤醒和诱导 八脸的回答 已经确定是第二种了 即便是这样也足够可怕 世上什么最可怕 是人心 那你为什么不怕 江阳很疑惑 只要是人 心中都会有难以启齿 恶心肮脏的黑暗面 你不怕变成一魔 我有契约眼球 黑雾会隔绝光运 对我的影响 那你带着我 为什么确定 我不会变成一魔 我不确定 事实上 如果你变成了一魔 我再杀你 即便是裴东行 也不会说什么 江阳 八脸 你他妈不得好死 关于我不得好死这一点 在我杀死第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八脸笑了笑 没听过一句话吗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滥杀者 无有善终 而我 两者占权了 江阳转头 看了眼八脸 认同的点点头 同时 又在八脸身体内 凝聚出了一枚垫子 位置是心口 开始疯狂压缩 但在我死之前 我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越来越强大的活下去 生命都是向死而生的 但不能说 这样的生命没有意义 奋斗的过程 就是意义 江阳喝得冷笑了声 讥讽道 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 是奋斗 不然呢 八脸当即反问 难道只有你们认为 对的是 努力去做 才算是奋斗 也对 在少数人要服从 多数人的社会体系里 不符合道貌岸然的道德准则 就是邪恶而丑陋的 但所谓的坚守着道德标准的多数人 他们真正的内心想法 又是怎样的呢 谁也不知道 也许 他们更加丑陋 更加不堪 江阳摇摇头 我承认你说的没错 但 坚守和约束 本身就是人性的密码锁 只要不打开 那就还是具有人性的人 不是一魔 不是畜生 江大师 我们说服不了对方 当然 我们只是各书几件 并不是尝试着说服 感化对方 我也认同你的观点 但 这对我 并不适用 巴脸赵贺鲁 低沉嘶哑地笑了笑 结束了这个话题 同时 两人也来到了 河沟边缘 江阳朝下看了一眼 回头看向巴脸 醋没道 你家这是河沟 底下有水 巴脸点点头 下方是一条山剑裂缝 沿着树林后 蜿蜒至看不到 尽头的山脉中 两侧石壁长满苔蟹 向内凹陷 下方幽暗深邃 因有流水声传出 江阳点点头 同时 又在巴脸赵贺鲁的 小幅位置 凝聚了一枚垫子 要怎么下去 江阳接受了 深渊 即是河沟的事实 其实 他的接受能力 一直很强 因为 事实不允许他不接受 巴脸则是用那只毒眼 阴逸地看着江阳 还是一贯的嗓音 低沉嘶哑 问道 江大师 你为什么甘愿 为了陪东行的儿子和儿媳 与我做交易 只是因为 他是你师父 你拜师 不过才半个多月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深厚感情 江阳不知道这个 巴脸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但也回答道 对 就因为他是我师父 收我做徒弟 给我钱用 叫我做药剂 不说这是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 就是进工厂打螺丝 认个师父 逢年过节 也得带着礼物 去师父家里看看 你还有问题吗 没了的话 赶紧说 怎么下去 巴脸震了一下 他还在细细咀嚼江阳的这番话 却又被他的催促 打乱了思绪 摇了摇头道 抓住我肩膀 我带你下去 江阳没有废话 伸手抓住巴脸肩膀 下一刻 巴脸毫无征兆地 纵身跃下深渊 江阳只觉得 眼神一闪 整个人都处在 急速下坠的状态 几秒钟后 下坠感 渐渐消失 身体仿佛 被什么托起 漂浮在半空 等到他视线恢复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 山壁两侧的星星点点 星药石粉末 江阳认出了 山壁上的星光 那是 灵济药剂的主材料 一瓶九万块 是所有舞者 进阶药剂中 最挣钱 最暴力的一种 材料非常简单 太阳花瓣三片 深海墨鱼汁五毫升 星药石粉末三克 其中 就星药石粉末难以获取 太阳花遍地都是 深海墨鱼汁 去海鲜市场 取了墨鱼之后 墨鱼还能白灼蘸辣酱吃 但下一刻 他就不那么想了 他顺着深渊向下看 那是一条流动缓慢的河 河水十分粘稠 在他脚的正下方河水里 浸泡着一颗 宛如热气球的婴儿头颅 那双雕刻一般的圆形眼睛 正直勾勾地盯着上方 江大师 我们被 七月眼球的黑雾包裹着 只要安静些 他就发现不了我们 八连感受着江阳 瞬间紧绷的情绪 低笑了声说道 此时此刻 他才发现 这个看似冷静的年轻人 竟然也会如此恐惧 天才似乎多了些人情味 江阳这才发现 自己全身都被一层薄物萦绕 八脸单手 抓在岩壁上 自己被他用黑雾托 在半空 你就是用这个方法 提前进来 埋伏探索对的 呵呵 小子 那对海骨在那里 八脸手指一个方向 江阳看过去 在星药师粉末的金银光芒中 大约三百米外的山壁上 有个坍塌的凹陷石窟 石窟边缘凌乱地 堆放着几具 带着衣服的白骨 送我过去 可以 不过 你答应我的 我会做到 交易的本质 是互相利用 我利用了你 也该被你利用 这跟立场无关 交易过后 再度厮杀 生死无怨 第43章 混乱 嘴上说得好听 我相信 你才是傻子 八脸暗自想到 但现在 想要在空间裂缝中 再用一次契约眼球 就必须要有 欺骗药剂 欺骗自己的精神意志和身体 重新长出一颗眼球 用身体血肉组织形成的眼球 来欺骗 契约眼球 再次杀人 八脸身体 如同灵巧的猿猴 手抓着岩壁 快速朝着那堆白骨移动 江阳被黑雾拖着 他观察着那头 灵阶异兽的同时 奋出电磁力 去接触黑雾 结果发现 这黑雾 是由不活跃的灵子组成 无法被吸收 无法被融合 这让他不禁好奇 封印物序列的由来 不过 这一路上 他几次把话题引到 封印物序列上 八脸都避而不谈 或是笑笑不说话 或是直接不搭理他 看来 这个封印物序列 契约眼球的来历 存在某些故事 江阳从被抓走的那一刻 就想到了很多事 有师父做震慑 八脸不敢杀自己 但不代表 他不会与死网破 前提是 自己不做过激的事 配合 才能活命 如果 在这个过程中 达成互相利用的交易 就算自己赚了 至于其他后续事件的发展 那不关自己的事 江阳看着 愈发进了的石窟边缘 那几具海骨愈发清晰 没有一句是完整的 骨头多处断裂 地上碎骨渣已经发黑 似乎一碰就会粉碎 八脸 站在石窟边缘的岩石上 双臂抱胸 俯视着下方水中的灵阶异兽 一层黑雾把石窟笼罩 远远看去 仿佛融为了一体 江阳蹲在地上 脱下衣服 把带有队长和副队长 尖章的骸骨 小心翼翼收拢在衣服里 慢慢包起来 衣袖缓过腰身 背在身上 他看着另外几具海骨 转头看向八脸 八脸看着他 又看看那几具海骨 静默了几秒 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扔了过去 江阳接过八脸的外套 把那几具海骨 小心收好 系在后腰处 他坐在这一切后 手掌轻轻拂过地上的碎骨渣 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回家了 八脸默然地看着江阳 脸上不见表情 江阳站起身 看着他 两人对视着 江阳率先轻声道 应该不会有人给你收尸 谢谢你的提醒 八脸似乎不在意地喝了声 道 该走了 我答应你的做到了 该你了 他用黑雾拖着江阳 按原路攀爬岩壁 哗啦啦 突然 巨大的水流声 让两人呆置在原地 八脸照鹤鲁手指 死死扣着岩壁 指尖泛白 身体像木头 一般僵硬 江阳被黑雾缠绕着 悬浮在半空 身体控制不住地轻颤 踢表浮现微小细密的电弧 把惊出的冷汗蒸发 灵界异兽的巨大婴儿头颅 缓缓上升到两人身侧 黑紫色的头颅 一双变得非红色的眼睛 冰冷地扫视着两人所在的区域 一根滑腻的触手伸向两人 从两人之间的空隙穿透 江阳此刻 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那根滴答着水珠的滑腻触手 就在鼻尖不远 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触手上那一根根细小的道刺 咚 咚 咚 灵界异兽那刻 婴儿头颅下垂着的心脏 在一下下跳动 散发出诡异的灵力波动 一圈圈连依从心脏扩散出来 江阳惊恐地发现 环绕在自己身体周边的黑雾 竟然在连依的冲击下慢慢溃散 他抬头看向巴脸 巴脸脸上的肌肉 都因为恐惧而抖动着 他对江阳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稍有异动 必死 灵界异兽的强大 也只有裴东行那个层次 才有一战之力 至于他们 如果不是依靠封印物 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在灵界异兽面前跳舞 江阳感觉全身肌肉都在站立 那条触手愈发地接近他的脸 他死死压制着 身体想要反击的本能反应 但他也知道 只要自己敢动手 下一秒 自己必死 巴脸左手慢慢摊开 显现那颗眼球 两人身边环绕的黑雾出现变化 巴脸身边的黑雾愈发浓重 江阳身边的黑雾开始稀薄 江阳看着黑雾的明显变化 心中暗骂 巴脸这个王八蛋 要把自己扔出去 给他引开灵界异兽 巴脸照赫鲁蜜卓眼 身体靠近岩壁 远离那条触手 黑雾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 江阳的身体开始慢慢下落 江阳心中发狠 右手大拇指 轻碾着食指和中指 指缝中跳跃着细小电弧 他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只要巴脸敢把自己扔出去 那自己就在身体 被异兽触手打碎的前一刻 引爆巴脸身体里的四颗电子 压缩了一百万倍的电子 轰隆 突然 山谷中某处传来一声轰鸣 好像发生了战斗 那条触手停在江阳鼻尖前 江阳瞳孔紧缩 身体颤抖着 在听到轰响的那一刻 眼球转动 看向那个巨大的婴儿头颅 巴脸也停下了动作 那只独眼的眸光闪了闪 重新凝聚环绕江阳身边的黑雾 嗖 下一秒 灵结异兽直接消失 漂浮在深渊上空 飞散着触手 慢慢转动 面向轰鸣声的来源方向 呼 呼 巴脸和江阳都深深松了口气 然后 江阳抬头 巴脸低头 两人对视 气氛在这一刻凝结成霜 巴脸脸上 好像浮现了你运气真好的冷笑 收起眼球 快速向上攀爬 很快 两人上了深渊边缘 连看都不看山谷一眼 撒腿就跑 几个纵月之后 窜入森林 但仍不敢停留在山谷周围 还往森林深处狂奔 期间 山谷里的轰鸣战斗声 还在不断响起 似乎非常激烈 哄 一道气暴 以极快的速度冲击过来 把两人先飞 在空中 江阳扫了眼巴脸 伸脚踩在一颗断木上 想要趁机逃离 然后 下一瞬 他发现 自己脚腕被一条狠淡的黑雾肠边缠绕着 似乎 巴脸知道 他想逃跑一样 十分钟后 两人坐在林中 一条小溪边 江阳默默用水晶器制作纯水 巴脸则大口吃着半生不熟的烤鱼 第四十四章 汇合 江阳在制作药剂的时候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在制作 欺骗药剂的时候 每种材料的加入 调配和研磨 都不那么充分 会怎么样 巴脸只知道 每样材料加入之后的反应 但他并不知道材料之间的磷子波动 只要把反应状态 做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也就是说 有形无神 空壳替身 江阳感觉自己 打开了任督二脉 思路一下子清晰了 他在做完灵通药剂之后 静置几分钟 直接喝下 恢复灵力 巴脸在一旁看着江阳 交易可以 信任就很可笑了 但这小子 又是裴东行的徒弟 实在惹不起 如果没有在港口 跟裴东行碰撞的那一次 巴脸绝对不会跟江阳做交易 直接胁迫做 欺骗药剂 反正步骤自己都知道 他也蒙不了自己 但港口那次 裴东行一拳打碎黑雾空间结界 给巴脸留下的阴影太大了 这时 西命的他 在内心潜意识里 就不愿跟裴东行交手 就算自己有契约眼球 可谁知道 会不会在自己刚挖出眼睛 还没来得及陷阱 就被裴东行 一拳打碎了脑袋 这种险 愣不冒 尽量不冒 江大师 我的耐心已经快到了极限 很不适合再挑战了 巴脸阴侧侧地开口 巴脸 你说话的腔调 跟谁学的 有种中世纪欧洲低阶贵族的感觉 江阳弄好水晶器 开始制作 欺骗药剂 但嘴上还是继续挑衅到 高不成低不就 很想挤入上流社会 但又不够资格 只能跟三流上人装逼的那种低阶贵族 巴脸愣了下 随即明白江阳话中的意思 总结就是 自己是个只敢不如自己的人装逼 面对比自己强的 只会装孙子 他狠气又很想笑 这种比喻 真的很有意思 骂人都不吐脏子 江大师 你最好抱锦培东行的大腿 还有 别离开东南战区 不然 你会因为嘴剑 被人打死 谢谢你的提醒 海盗先生 江阳笑了笑 巴脸脸色瞬间阴了下去 陈声道 海盗也不都是毒眼 你见过海盗 江阳反问 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电视 江大师 我不想再给你浪费时间 快些做药剑 巴脸算是反应过来 语气加重了几分 杀意气势随之蔓延出来 以此来压迫江阳 见巴脸反应过来 江阳面上没什么反应 但心里却暗暗松了口气 刚才趁着言语上挑衅巴脸 转移了巴脸的注意力 手上的动作一点不慢 水晶旧里 已经加入了几种材料 并且完成了初期制作 而自己动的手脚 已经完成了 虽然没被巴脸发现 但心里也在打鼓 不会搞出什么 邪药 巴脸喝下去之后 疯了 或者直接爆炸了 这倒没什么 万一 药效更强 直接长出三只眼 或者五只眼 岂不是变成千眼大王 然后 无限扣眼珠子陷阱 一到想巴脸 有可能满头满身扣眼珠子 江阳就忍不住的恶心 巴脸看着江阳手中 水晶旧里的材料 跟自己知道的制作流程 一模一样 材料状态也没有异样 随即放下心来 看来这个小子 还不敢在自己的注视下 搞小动作 两人又陷入诡异的平静 裴东行背着江阳的登山包 身旁跟着刘四红 在刘四红的视角里 裴东行时不时停下脚步 去收集一些 连自己都看不上 只价值几千块钱的草药 但裴东行却收集得无比小心 裴师兄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这点小钱了 如果你想要 回去我去拍卖行收购一批 送给你 裴老头笑了下 拍拍手上的泥土 把玻璃瓶放入背包里 回道 不用了 我徒弟喜欢这些东西 嗯 我徒弟喜欢钱 裴老头四世想到了什么 随即改了口 不过 他不喜欢毫无理由的馈赠 这会让他不安 他喜欢慢慢积累 脚踏实地 重视徒弟 这对药剂师来说是正常 毕竟是自己师门的传承人 爱着 惯着 悉心教导 传承药方和技艺 相比之下 钱 反倒算不得什么 听到裴老头这么说 刘四红也想着自己那个杂杂乎乎 喜欢显白 但心地善良 单纯敦厚的徒弟 也不知道浑小子怎么样了 他也知道 周存天赋不怎么样 但胜在人品好 就算一年学两种药剂 等几十年后 自己师门所掌握的药剂 他也能全都学会 然后 他再找个徒弟 继续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是不敢想的 只要能安稳地传承下去 自己就很满足了 刘四红叹了口气 这两天 他也知道了江阳的妖怪天赋 说不羡慕 那是假的 但江阳这种与生俱来的高级灵感 是可遇不可求的 裴老头也承认 他在初见江阳的时候 心中也是惊涛骇浪 异常激动 在经过检验人品过后 就彻底荡成了宝贝 喜爱的不行 灵通密药 说给就给 药剂密测 更是直接摆在明面上 随时查阅 就差把孙女嫁给徒弟了 突然 裴东行动作一顿 望向山谷方向 刘四红面色也是一领 师兄 前面 你保护背包 我过去看看 说完 裴东行的身影 消失在原地 刘四红呆愣在原地 保护背包 我一个灵机镜大高手 保护装着一堆 不值钱草药的背包 裴师兄 你千万小心 刘四红身形电转 离开原地 追去山谷边缘 裴东行刚刚靠近山谷 就看到一群人 被那头灵街异兽 追着狂奔 庞方树操控风硬物在后面 勉强抵挡着 灵街异兽的触手攻击 而那头灵街异兽 没有下杀手 更像是在玩耍 用触手玩弄着一群人 裴东行当即出手 身形陡然拔高 飞离地面 出现在灵街异兽 那个巨大婴儿头颅前 一拳轰砸下去 那头灵街异兽 犹如被一枚导弹 轰在面门上 巨大脑袋掀视后仰 随即到飞回深渊 掉落下去 所有人都惊恶地 看着这幅梦幻场景 第四十五章 林子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周曾很倒霉 早知道就跟杨哥 一起被抓走了 跟着探索对这帮疯子 太危险了 走在黑夜里 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异语 他很奇怪 为什么跟师父和江阳 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 江阳被抓走之后 就出现了 被异语折磨得 差点疯掉 来到山谷 还没做好准备 就被一只四街大蝙蝠 异兽袭击 庞方树刚用封印物 打退大蝙蝠 那个孩子头就出现了 开始追杀他们 他都绝望了 然后 陪东行犹如神兵天将 就吓了众人 周曾摊坐在地上 这口气还没喘云 忽然间 他看到山壁顶上 走出来一个背着 巨大背包的干兽老头 有点熟悉 那个大背包 比老头都大 不对 是师父 师父 周曾发出无比委屈的 凄厉哭叫 刘四红愣了下 寻声望去 当即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自己那个宝贝徒弟吗 刘四红跃下山壁 周曾飞快狂奔 在历史的见证下 这对卧龙凤厨终于成功会师 热情相拥 哭声极惨 在庞方树的见义下 所有人暂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在从长计议 探索队的人 重新开辟出一个安全点 围坐在一起 垂头丧气 谢谢裴大师相救 庞方树真诚道谢 刚才真是命悬一线 自己无法发挥封印物的全部力量 再有一会儿 兴许 灵机异兽不想玩了 下一秒 他们兜得死 裴东行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接过刘四红递过来的大背包 走到一旁 安静地坐着 此刻 探索队里弥漫着一种 名为尴尬的气氛 不是劫后余生 不是死气沉沉 这种气氛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 裴东行瞥了他们一眼 有些不明所以 周曾眼神灰暗了下 看了眼王蒙两人 在他们阴沉着脸的注视下 周曾点了点头 忽然站起身 他的动作 让探索队所有人脸色一变 刘四红很迷 徒弟这是怎么了 周曾看向裴东行 开口道 裴师伯 我两天 我一直跟杨哥在一起 裴东行猛地转头看向他 等待着周曾的可视 他被八脸抓走了 就在我们所有人的注视下 被八脸抓走了 周曾把整个事情经过 完完整整讲了一遍 没有添油加醋 没有隐秘事实 场面非常安静 探索队的人垂着脑袋 不好意思发出任何声音 庞方树站起身 来到裴东行面前 低着头 闷声道 裴大师 对不起 我不想为此解释什么 对此 我很抱歉 裴老头沉默着 所有人都凭住了呼吸 等待着裴老头的反应 他们都知道 药剂师的徒弟 跟亲儿子没什么区别 如果只是萍水相逢 不救也在情理之中 但江阳给所有人做了药剂 就有了份恩情 不救 就是忘恩负义 不用说了 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身为探索队的队长 你做出了十分正确的决断 裴东行摆了摆手 在所有人错愕的眼神中 他继续道 大意上你是正确的 但在人情上 你放弃了为你们 提供帮助的战友 我不会责怪你什么 你在蛇巢下救了两个孩子 人情就算是平了 放心吧 裴东行说完 自顾自的闭目养神 庞方树则尴尬地站在原地 正愣了一会儿 朝裴东行鞠了一躬 转身回去坐下 刘四红心中轻横了声 按道庞方树运气好 也就是现在裴东行岁数大了 脾气好了 要是年轻那会儿 不把你扔给凌桀一寿当晚餐 都算他陪老头 行善积德 不过 用血液代替药剂主材料 制作 恢复药剂 江阳这小子很厉害啊 刘四红心中羡慕得不行 反观自己徒弟 不仅啥也不会 还把水晶器赔进去了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的扔啊 刘四红带着周辰 来到陪老头对面坐下 师兄 我徒弟在这儿呢 您给讲讲 用血液代替主材料 制作 恢复药剂的方法 取量多少 调配程度 提存时间 还有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这方面 我也是一知半解 周辰诧异地看着自己师傅 所以 师傅也不会吗 那是不是说 杨哥在这方面 超越了师傅 周辰胡思乱想中 陪老头眯缝着眼睛 看看面前的师徒俩 沉淹了片刻后 道 用你们自己的心口血 做实验 浪费几百份材料 就学会了 刘四红 周辰 师徒俩脑海中 同时冒出同一个想法 材料不值钱 但自己哪有那么多血啊 另一边 陈宗林站在深渊边缘 俯视着下方的黑暗 名神雾蛇的双眸 在旁方束手上 简直是糟蹋 连灵接异兽都对付不了 裴东行的徒弟 不是个好打交道的 赵赫鲁竟敢跟他做交易 也好 这样就还有一次利用他的机会 陈宗林从怀中 拿出黑色长条形古旧木盒 打开之后 从人形肉块底下抽出一张粘鞋纸人 放在身前半空 那张纸人凌空漂浮着 陈宗林一拍胸口 从胸前砌海雪山 震出一滴蕴含灵力的血液 飞向纸人 血液落在纸人上 纸人迅速被染的血红 绽放出一道道血物 迅速变大 血物收敛之后 纸人有了眉目和口鼻 身体动了起来 对着陈宗林微微点头 转身跳下深渊 陈宗林转身飞速离开 下一刻 大地剧烈阵战 连带着整个空间裂缝都在晃动 探索对众人 裴老头 刘四红 周曾同时站起身 看向山谷方向 刚刚制作完 欺骗药剂的江阳和八脸 也都惊诧了一瞬 看向山谷方向 轰隆隆 轰隆隆 震荡声 兽吼声 无比搏杂地在空间内响起 天空飞出无数飞行异兽 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 变得狂躁起来 空间裂缝内 所有异兽都在向山谷狂奔 一声尖锐的 含着怒意的婴儿啼哭声 该改过了所有声音 一道气流爆炸扩散出来 那头灵阶异兽 缓缓升上天空 它那如同雕刻的左眼眼眶处 不知被什么东西撕裂出一道巨大伤口 溢出大量紫色鲜血 但在血肉深处 有一个白色的光点 在闪烁着光芒 林子河 这三个字 出现在所有人知道林子河的人的脑海中 第四十六章 心眼多的人都倒霉 林子河 江阳木然转头跟八脸对视了一眼 他竟然从八脸那只毒眼里 看到了诧异 好奇怪 原来坏蛋的情绪也这么丰富 八脸本能地感受到了危险 从江阳的眼中 于是 他抢在江阳前开口 嗓音嘶哑又快速地说道 江大师 我们的交易 完成了 我无意得罪裴东行 也不想得罪你 这笔买卖 你并不亏 八脸指了指江阳背后的两个衣服包 其中一件 还是他的衣服 江阳张了张嘴 想说的话 都被堵了回去 其实 跟八脸合作 还是挺不错的 有师父震慑 他不会杀自己 最重要的是 八脸竟然守信 八脸看向眼珠子乱转的江阳 心中不免叹息 有靠山 有天赋 有心计 果敢很辣 这样的人 能不得罪 尽量别得罪 不然 自己很可能会死在他的手里 八脸老兄 其实我们还有合作的空间 你想杀谁 我是无所谓的 各自达到目的才是关键 江阳尽量让自己的笑容 显得纯彻 八脸呵呵一笑 呵呵 你这样的人 太危险了 目的性极强 可以不择手段 你想得到林子河 为此 你明知道我要杀庞方树 你也无所谓 江大师 你的心够狠 江阳感受着地面的振战 也笑了笑 真诚道 庞方树除了那件封印物 就只能以大意压我师父 我师父看似淡漠 实则心肠火热 不可能放人不管 而我 跟你合作 我不管你杀谁 得到什么战利品 我只要林子河 还有我师父平安 最终目的是相同的 至于过程中死了什么人 死了多少人 我不在乎 八脸彻底愣住了 一时间 他竟分不清 到底谁是邪恶 算了 与虎谋皮 太危险 你见过这么弱的虎 江阳问道 八脸摇摇头 虎仔 也是虎 话音落下 八脸腾身跃起 掠入树林 辗转间 消失不见 江阳望着森林深处 沉默了三秒后 嘴角慢慢上扬 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 就在刚才短短交谈的几秒 他把六眉压缩了一百万倍的电子 做了移动 三颗在他脑袋里 三颗在他胸前砌海雪山 虽然 他现在灵力浑厚 无形中把电子压制住了 但只要 他灵力消耗过半 自己可以通过大地磁场 连同八脸的生物磁场 瞬间引爆 把他炸得粉碎 想跟八脸合作 是真 想在八脸与庞方树战斗中 因此八脸也是真 总之 无论哪种方式 他都不亏 远处的兽后生愈发近了 江阳环顾四周 紧了紧身上的包袱 跑进森林中 另一边 庞方树紧紧捏着 风印雾 名神雾蛇的双眸 死死盯着 那头灵阶异兽 基本上不用盘算 即使有高序列风印雾 他们不是那头灵阶异兽的对手 但 灵子河就在灵阶异兽的脑袋里 不取出来 就无法关闭空间裂缝 如果 继续任由灵阶异兽 刺激灵子河 空间裂缝很可能失控 那么成千上万的异兽 将会冲出空间裂缝 把滨海移为平地 他下意识转头看向裴东行 平举右臂 摊开手掌 把风印雾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裴大师 我愿意把 名神雾蛇的双眸 作为报酬 请您出手 斩杀灵阶异兽 取出灵子河 关闭空间裂缝 避免滨海生灵涂炭 裴东行看也没看 扣好背包的卡扣 背在身后 刘四红黑黑笑了起来 见裴东行没什么表示 于是开口道 不愧是队长级别的人物 说话就是有水平 我裴师兄不愿说什么 我可不在乎 旁队长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 先用风印雾做报酬 表明自己无能为力 雇佣我裴师兄 但又怕裴师兄 真的拿走风印雾 所以 再提起滨海安危 以民众大意 来压我师兄 嘖嘖嘖 你不应该做猎魔人 你应该进机关单位 凭你这副口才 一定官图平坦 所有人都静默着 庞方术这番说法 在什么地方 都是教科书级别的 尽管不那么光彩 但位置决定了 他并不能依靠坦荡做事 毕竟 他得为数百万普通人负责 空间裂缝外的城防军 根本挡不住狂暴的兽巢 只会被吞没 沦为异兽口中食物 庞方术看了眼刘四红 没有任何恼怒 然后 目光直视裴老头 毕竟 自己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并且 他相信 裴东行身为滨海人 他的儿子和儿媳 都是滨海猎魔队上任队长和副队长 他的孙女还在滨海等着他回家 综合以上条件 裴东行不可能坐视不理 裴老头仍然没做任何表示 抬头环顾四周 一片片森林被异兽踏平 各种古怪异兽奔向山谷 他认准了一个方向 缓缓转身 我去找我徒弟 扔下一句话 裴老头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略出几十米 出现在林中 身影不断快速闪烁 眨眼间 消失不见 刘四红脸色一变 左手抓住周层胳膊 徒弟 走 跟上你陪师伯 探索对众人面面相去 最终 目光落在庞方树身上 队长 庞方树慢慢收回手掌 看着掌心的小铁盒 无声地笑了笑 放心吧 裴大师不会不管的 他只是 想先保住徒弟的命 再去对付林阶异兽 而我们 先去阻止异兽群 原 妙不可言 江阳又遇到了 滚滚潮水般的黑蛇潮 短短不到一秒的停滞 黑蛇潮仿佛找到了 蛇身目标 拐个弯 朝着江阳就过去了 江阳都无奈了 只好反方向逃跑 当你遇到一群无法战胜 只能夺命狂奔的蛇潮时 真的很绝望 近来空间裂缝的时间 也有几天了 除了第一天跟着师父交游 之后 一直颠沛流离 如履薄冰 林子河出现了 江阳有心去抢 奈何没有本事 想着去找师父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以陪之鱼作为筹码 劝师父别去冒险 没想到 半路遇到一群活颜望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江阳内心哀嚎 第四十七章 师父 救我 鞋儿破 猫儿破 身上的袈裟破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沙儿破 江阳狂奔着 一脸猛逼地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 超辣爷孙之老陪 能打电话 空间裂缝里 哪来的电磁波 不对 哪来的信号 回头看了眼黑蛇潮 江阳快速接通电话 喂 师父 嗯 小江 你在哪里 我在 师父 您在哪 我去找你 我在山谷西南侧的山奥里 跟探索队在一起 山谷西南侧的山奥 好 您等我 我马上过去 离得不远 江阳挂断电话 带着几千条巨蟒 组成的黑蛇潮 浩浩荡荡 朝着山谷西南侧而去 与江阳相对 山谷另一侧密林中 裴东行徒手捏断一头 似接异兽的脖子 甩甩手 扔到一边 眼神愈发阴逸 天空中那头灵阶异兽 气势越来越强 并且已经激发灵子河的威能 原先 他依靠速度优势 可以几次击退 灵阶异兽 但灵阶异兽的防御 又岂是那么容易破开的 这次灵阶异兽头颅被破开 多半是陈宗灵利用封印物所为 据他估计 陈宗灵所持有的封印物 最低也跟怕 明神雾蛇的双眸 差不多 属于高序列封印物 更不用说 还有巴连所持有的那只眼球 可以通过献祭自己眼球 顺杀敌人 再加上自己捡到的灵子手枪 这个空间裂缝中 竟然有四个封印物序列 其中三个 都是排名前15的高序列 麻烦的一群人 裴老头猝着眉头 心中已经开始盘算战力对比 自己全力出手 是否能压制狂暴了的灵阶异兽 拿到灵子河 关闭空间裂缝 巴连和陈宗灵的目标 不是灵子河 就是冥神雾蛇的双眸 并且 他们在暗处 如果利用封印物偷袭 自己还处在与灵阶异兽的战斗中 那基本上是必死的下场 这也是 他暂时脱离探索队的主要原因 目标不能密集 如果陈宗灵和巴连 全力对付旁方术 旁方术可以利用 冥神雾蛇的双眸 抵挡一阵 给自己创造时间 全力压制灵阶异兽 取出灵子河 如果 陈宗灵和巴连的目标是灵子河 那自己可以在暗处四级出手 利用速度优势 顺杀两人 先解决来自敌人的威胁 还可以获得两件高序列封印物 以此来对付灵阶异兽 陈老头是老江湖 做事有自己的准则和考量 旁方术的伎俩在他看来 就跟小孩子蹲在你身边 眼巴巴问你 手里的辣条好吃吗 目的性 简直不要太明显 太幼稚 刘思红和周岑追了过来 正好撞上陈老头 单手杀死 一头四阶异兽 师徒俩的表情十分精彩 师父 你能杀四阶异兽吗 当然可以 不 我是说 这么随意 单手捏死的那种 徒儿 别开玩笑 裴师兄是他们师门 药剂天赋最低的 只能修炼灵力 近身武者境界 药剂天赋最低 周岑沉印了下 问道 那裴师伯的师父 制作药剂到底有多厉害 多厉害 刘思红复杂地扎摸了下嘴 道 天下药剂 掌握七成 周岑 所以 他们这一门 都是妖怪是吧 确定了 师父 我现在改头裴师伯 您会打死我不 呵呵 你可以试试 刘思红师徒嘀咕完 赶忙来到裴老头身后 脸色一正 问道 裴师兄 现在怎么办 我们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刘思红从最开始就知道 裴老头不可能袖手旁观 别的不说 就说滨海势力 还有他的宝贝独苗苗孙女 他就不可能放任事态恶化 裴老头回头看了两人一眼 沉默了下 语气突然软了下来 四红 你带着你徒弟 尽量避开狂暴的异兽 去找我徒弟 江阳 把他安全地带出去 说着 他把大背包拿下来 递给周岑 报 给江阳 我知道了 裴师伯 周岑赶紧接过来 背在身后 裴老头嗡了声 转身看向天空中那头灵阶异兽 去吧 刘思红也不多废话 很多事都已经注定了 裴东行也有了决定 再说什么都是浪费时间 带着周岑快速离开 密林中 只有一个孤单的老头背影 身旁躺着一具硕大的异兽尸体 裴东行轻轻嘘了口气 突然笑了起来 声音低沉暗哑 近乎无声地喃喃低语着 找不到 就不找了 儿子闺女没做完的事 当老子的 得接着做 裴老头抬头看过去 身形消失的同时 原地扶起一阵风 轻轻吹过那头四阶异兽的尸体 那巨大的 身躯堪比金石硬度的尸体 一点点化为积粉 消散在空气中 山谷侧山傲 陈宗林身前 站着个纸片人 指人除了双眼灰白之外 样貌体态 跟裴老头一模一样 等江阳过来 杀死他 以绝后患 陈宗林用平淡叙述的口气说完 在指人头顶 滴了一滴鲜血 指人肉眼可见地充盈起来 几秒钟后 双眼出现黑白色 出现瞳孔 有了人性的神采 陈宗林鸣嘴微微一笑 身形掉转 离开山傲 回到山坡下 与八脸会合 八脸打量了陈宗林一眼 心中不禁冷笑 想弄死江阳 陈宗林 你真够胆 你不对他有想法 他估计也不会搭理你 你这次要是没弄死他 那你以后只怕是睡不着了 跟江阳相处过大半天的八脸 对江阳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一正一邪 不择手段 心思深沉 果决狠辣 基本上 没有一点热血青年的感觉 反而冷静到 令人不寒而栗 就在八脸思绪飞散的时候 脚下的大地突然震动了起来 八脸猛地抬头 看向陈宗林 陈宗林也愣了下 开口道 去看看 两人快速上山坡 看向山傲 然后 傻眼了 只见山的那边 江阳从山坡上 风风火火狂奔下来 紧接着 山坡上出现密密麻麻 漆黑一片 如同巨浪的蛇巢 他有病吧 怎么又招惹了蛇巢 下一秒 耳畔响起江阳凄厉的嘶喊 师父 救我 第四十八章 与生俱来的天赋 以及倒霉体质 那一声师父 救我 惨绝人寰中 带着几分声的希望 舌头江阳 带着滚滚黑蛇巢 冲下山坡 冲向指人陪东行 八脸梦了 陈宗林猛了 但是 指人没猛 他也不会产生猛的情绪 此刻 他有限的生命意识中 只有一条 杀死江阳 于是 他冲了 动如奔雷 势如闪电 指片人的身躯 微微一躬 如同一枚炮弹 踏碎脚下大地 与江阳和黑蛇朝对冲 江阳见状心中冷笑 在奔跑的过程中 电磁力释放出来 在自己周身二十米 形成一个电子对撞场 他在一侧 一枚电子在另一侧 陪东行冲到电场中间时 江阳将自身与电子同志 利用电子对撞的速度 与另一侧电子互换位置 以达到接近空间穿梭的速度 当然 这个速度 要看他的电子对撞场有多大 眨眼间 指人陪东行铺了个空 呆愣愣地 保持着前冲伸手的姿势 如果江阳被他打中 胸膛大概会被轰出个窟窿 江阳出现在指人身后 收回电子对撞场 继续向前狂奔 目标八脸和陈宗林 师父多半会帮助探索队 毕竟裴之羽还在滨海 怎么都不会让他有危险 灵阶异兽 八脸和陈宗林 就是明面和暗地里的危险源 灵阶异兽有灵子和 是主要目标 那么 八脸和陈宗林这两个潜在危险 就是威胁到师父的最大可能 靠自己是 牵制不住他们两个的 只能依靠外力 什么外力最难缠 最凶狠 在江阳目前仅有的认知里 黑蟒蛇巢 绝对是排名第一 没有争议 于是 他来了 他带着有几千条黑蟒蛇 组成的滚滚蛇巢 来了 这也是他临时想到的 都赶巧了 遇到黑蛇巢 接到不知是八脸 还是陈宗林给自己打电话 最最重要的是 自己一个拥有电磁力的人 都不能利用电磁波打电话 竟然有人可以自己打电话 这简直就是贴脸侮辱人 而且 还以师父的口吻 叫自己 小江 师父除了叫过自己几次小羊 大多数时候 都是直接喊爱称 徒弟 小江是什么鬼 那一刻 江阳看看手机 看看黑蛇巢 一个丧心病狂的计划 瞬间形成 就有了现在这个状况 只能直接被几千条黑蟒蛇冲碎了 继续朝着江阳涌来 江阳展开两层电磁力场 外侧一层是500米 用于感知 里面一层是20米 用于电子对撞跳跃 跟八脸和陈宗林周旋 为什么八脸总说 具有超进制序列的人 要么必杀 要么别惹 就是因为其成长性 和上限极高的开发性 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 能开发出什么丧心病狂 难以理解的能力 利用电子对撞的推力 来实现物理层面的空间跳跃 江阳那十几本 关于物理和电磁力的书 没百看 对面山坡后 八脸和陈宗林 把刚才的荧幕静收眼底 被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 江阳竟然能空间跳跃 他的超进制序列能力 不是雷电吗 为什么能空间跳跃 但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江阳冲上了山坡 朝着两人快速奔来 杀了他 八脸语气冷明 站起身 右手拖着那门眼球 陈宗林阻止道 不能必杀 就会被黑蛇潮吞没 利用契约眼球 你还有几颗眼睛可以陷进 八脸面容一致 胸中有骨气 发不出来 脸色憋得胀红 难道你我就被一个五级舞者 逼得逃跑不成 那你想怎么办 跟一个五级舞者 以命换命 值得吗 陈宗林也十分憋屈 他所有的计划 直到榨出林子河 引开裴东行 杀旁方树 取名神雾蛇的双眸 都很顺利 原本想着 江阳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 找机会撤掉他 没想到 江阳上当了 但带来了几千条火炎王 这下什么计划都白费了 直接被黑蛇巢冲烂了 先摆脱黑蛇巢再说 陈宗林说完 转身就跑 八脸咬咬牙 看着越来越近的江阳 恨得牙根痒痒 但转念一想 这也恰恰说明了 江阳不好惹 如果杀不了江阳 就在时机恰当的时候 直接抛弃陈宗林 置身室外 逃离空间裂缝 至于自己买凶杀江阳的事 反正他都被江阳杀死了 不做停留 直接出国 避一避这对狠人师徒 江阳感受着电磁力场中 两个熟悉的生物磁场 在快速移动 他暗笑一声 现在知道跑了 晚了 他追了过去 反正他不正面交手 利用电子队撞场周旋逃跑 只要他们敢停下对付自己 那不好意思 先过我几千条小弟这一关 林渊进舞者的速度很快 但江阳有电磁力的加持 虽然超不过他们 但可以远远吊着 紧跟住他们 反正有黑蛇巢 他们不敢停下 只要被一直追 给师父创造出背后的安全空间 就足够了 小子 你停下 我们两个用封印物 帮你摆脱蛇群 八脸实在受不了了 转头冲江阳大吼 停不下来啊 八脸老哥 要不你用那只眼睛封印物 秒了黑蛇巢 咱们都不用跑了 听着江阳的话 八脸好玄一口气憋死 契约眼球 是单体 针对封印物 几千条黑蟒蛇的蛇巢 自己哪有那么多眼睛 江阳黑黑一笑 又对陈宗灵喊道 陈队长 要不你用指人封印物试试 陈宗灵脸色铁青 灵体骸里的指人最多携带五张 山谷里被裴东行一拳打爆一张 山剑里又被他一脚踩死一张 炸灵街异兽用了一张 刚刚被黑蛇巢撕碎了一张 只剩下一张指人了 必须得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他没想到 事情会出现这种发展 更想不通 江阳从哪找来的黑蛇巢 他不是刚跟八脸分开不久吗 他不知道 江阳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 还有天生的倒霉体质 平时不显 一到关键时刻 谁沾谁倒霉 第49章 我只是一条没有GioGio的小蛇 江阳利用电子对撞场和黑蛇巢 牵制八脸和陈宗灵 为了吸引蛇群 还时不时用电弧扫过蛇群 刺激蛇群保持愤怒和兴奋 如果没了蛇群 八脸和陈宗灵 任意一个都能把他顺杀 探索队在山谷周边 阻挡狂暴的异兽群 刘四红和周层还在森林中寻找江阳 随着时间流逝 师徒二人愈发急切 灵阶异兽在沉寂过后 再次怒吼起来 刚才的沉寂 似乎是在适应灵子和疯狂涌动的灵力 轰轰轰 灵阶异兽的狂暴气势 随着气暴一环环炸开 整个空间裂缝都在晃动 地面开始崩裂 似乎空间正在一点点崩溃 庞方树脸色骤变 右手紧紧捏着 鸣神雾蛇的双眸 眼神正正望着天空中 那个巨大婴儿头颅 带着一丝绝望 眼白里血丝清晰可见 如果空间彻底崩溃 那这些异兽都将涌入滨海 甚至 不仅仅是滨海 旁边的戎城和江城 都将生灵涂炭 猎魔队高层错过了这个 空间裂缝的危险性 即便因为巴脸和陈宗灵 致使两支探索队折损 但 就算三支探索队全在 也不是这头灵阶异兽的对手 一道气势磅礴的灵力光运 从远处森林中升起 直冲天际 轰向巨大婴儿头颅 天空中的飞行异兽 仿佛感知到了危险 纷纷冲向那道灵力光运 刹那之间 所有接触到灵力光运的 飞行异兽 全部被震沉碎肉块 爆发出一阵阵轰鸣爆炸声 轰鸣中 只见裴东行从光云中 击射而出 直冲灵阶异兽 灵阶异兽那 如同雕刻般的双眼 裴东行一拳轰碎灵力避障 再一脚踢在 灵阶异兽双眼之间 动 轰声如肋骨 裴东行与灵阶异兽中间 爆发出巨大冲击涟漪 硬 灵阶异兽双眼的 飞红光芒瞬间大胜 将裴东行震退 数十条长满细密道次的触手 从各个方向抽向裴东行 只是灵欲镜的裴东行 还不能欲空飞行 不断挥拳 利用反冲力 躲避触手 恍然间 他看到了极远处的山脉上 密密麻麻的滚滚黑蛇巢 前方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 更前方是八脸和陈宗林 一瞬间 他有种怪异的 好笑的 又很欣慰的感觉 自己的徒弟 五级五褶 带着几千条黑蟒蛇 牵制着隐藏在暗处的危险 给自己争取时间 保护自己的背后 下方森林中 庞方树喊来两名队员 保护在自己周边 他打开封印雾 露出那个舌头骨 不顾一切地灌注灵力 催动封印雾 如果我灵力枯竭了 你们顶上 一直到陪老先生 战胜临阶一寿为止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庞方树闭上眼睛 一秒后 又猛地睁开 一头百米巨蛇 出现在他头顶 盘踞着身体 缓缓抬头 争鸣舌头 看向天空中 看向不断下落的陪东行 庞方树眼含泪水 生死之间 他也有恐惧 随即 他仰起嘴角 笑了笑 轻声道 鸣神雾蛇的双眸 瞎 白米乌黑巨蛇 陡然抬起三分之一身躯 冲天嘶吼一声 下一刻 巨蛇冲天而起 舌头接住下落的陪东行 陪东行微微一愣 向下一看 只见庞方树 站在一棵树下 双手捧着那个小铁盒 身体灵力激荡 面容七孔流血 陪东行收回目光 开始收敛灵力 树道灵力光运 营绕着身躯 那就沙沙看 陪东行捏紧拳头 白米巨蛇仿佛感受到了陪东行的战役 嘶吼一声 在天空中略作盘旋 带着陪东行冲向灵阶异兽 灵阶异兽 数十条触手 犹如天网 朝着陪东行和巨蛇笼罩下来 雾蛇双眸绽放 灰白色光芒 刹那间 数十条触手所在的空间 仿佛被停滞 就那样被钉在天空中 灵阶异兽怒吼一声 想撤回触手 但拉不动 双眼中飞红之色 开始转成血红 雾蛇在空中腾转 一头撞在灵阶异兽头颅下的心脏上 随后 白米身躯将那颗心脏紧紧捆住 两颗硕大毒牙咬在婴儿头颅耳朵旁 陪东行则高高跃起 五指成爪 直接送进灵阶异兽裂开眼眶中 抓住灵子盒 猛地用力 硬生生把灵阶异兽的眼球打碎 抓住那枚灵子盒 硬 灵阶异兽身体表皮迅速军裂 裂缝中透出飞红色光芒 陪东行向后倒跃 雾蛇松开心脏 在空中接住陪东行 向远处游离 轰轰轰 一团巨大的飞红光球 不断崩裂碎片 就像一颗即将破壳的红色巨蛋 蹦 红色巨蛋瞬间崩碎 漫天飞红碎片中 一个浑身黑紫色 背后长满触手 身高接近三米的人形异兽 凌空站立 远远望着陪东行和雾蛇 他抬起 只有三只手指的手掌 捂住空洞的左眼眶 脸上出现 类似人类的猙獰笑容 下一秒 身形消失在原地 陪东行脸色沉黄 猛地转身 一拳轰出 碰 两拳相撞 炸出气爆冲击 异兽脸上露出诡异笑容 再次用力 将陪东行从空中顶出去 从空中坠下 砸进森林中 瞎 雾蛇朝着陪东行 坠落的森林 嘶吼一声 腾转身躯 从天冲下 吼 森林中 传出一声怒吼 一头四阶银色 巨猿月初 扑向雾蛇 雾蛇双眼 再次绽放灰白光芒 银色巨猿猛地 定在半空 雾蛇扑过去 两颗硕大毒牙 直接刺穿巨猿头颅 封印物序列13 名神雾蛇的双眸 可以停滞一处空间 以持有者灵力 作为支撑 根据持有者的灵力强弱 改变雾蛇 异兽形态的级别 保持和改变 停滞空间的大小和时间 具有照面必杀的能力 雾蛇在杀死巨猿后 没有迟滞 继续扑向森林 去帮助裴东行 但下一刻 雾蛇猛地停在天空 身体慢慢淡化 几秒后 消失不见 第五十章 真真假假 如梦似幻 时间到回三分钟前 随着雾蛇冲上天际 带着裴东行 与灵街一首大战 被黑蛇朝和江阳追杀的 陈宗灵和八脸 互相对视了眼 他们心中都知道 只要是战斗 都会很快奋出胜负 或者说 很快就能绝出生死 出手便是权力 裴东行加上雾蛇 那头 狂暴的零街一兽 恐怕不够看 如果不能趁这个时候 去袭沙旁方树 抢夺 封印雾 那等裴东行 斩杀了零街一兽 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 陈宗灵很后悔 为什么要招惹江阳 这个十分麻烦的家伙 但 谁又能想到 他竟然带着几千条 蟒蛇裙过来了 现在怎么办 就算先击杀江阳 但击杀时的停顿 也会被蛇群吞噬 八连简直要疯了 他们不去杀旁方树 拿不到 名神雾蛇的双眸 那来这趟空间裂缝 将毫无收获 还赔了一只眼睛 和几百万元 封印雾序列22 灵子手枪 还被裴东行拿走了 谁敢去要 要不然 杀死陈宗灵 直接拿走 灵体骸 八连这样想 但又否定了 陈宗灵的灵体骸 还有个指人 贸然出手 自己胜范不大 而且 几方内讧的话 正好给了江阳机会 那黑蛇巢 可是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几秒钟就能冲过来 吞噬自己 八连低声说话的同时 天空中爆发出 震耳的轰鸣声 突如其来的气爆 冲击着整个空间 下一瞬 空间的震荡 异兽群的嘶吼声 陡然停滞了 仿佛一切变得灰白 变得静止 但下一刻 整个空间剧烈震荡 空间崩溃的速度更快了 陈宗玲脸色铁青 听着八脸的埋怨 沉声低河 之前你抓走了江阳 为什么不杀了他 不然 也不至于有现在的麻烦 如果你害怕裴东行 就不应该答应 与我合作 就因为你的愚蠢 让我们几次失去机会 如果没有江阳 之前碰到旁方树那次 明神物时候的双眸 就已经是我的了 八脸音侧侧的笑了声 陈宗玲 我想要的只是 封印物 得罪裴东行 得罪一个具有 极高潜力的年轻人 是非常不明之地 你想死 可以 但别拉上我 陈宗玲眼皮跳了跳 心中很愤怒 但对八脸这种人 说什么 都是废话 此时此刻 天空中 裴东行 已经把灵子河 从灵阶异兽的眼眶里 挖了出来 灵阶异兽喷出血雾 绽放飞红光芒 把天空映成了飞红色 不能再等了 陈宗玲心中焦急 当下有了决断 如果再这么被牵制下去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自己不仅毫无所获 还会被整个猎魔队 组织通缉 他拿出那个 长条形古旧木盒 打开之后 抽出最后一张纸人 紧跟着 木盒中那个人形肉块 也飞了出来 漂浮在陈宗玲身前 我带着灵体还本体 去沙旁方说 你带着纸人 牵制僵阳 如果有可能 杀死他 话音落下 陈宗玲的身影 陡然消失 仿佛只是飘忽了一瞬 就像片段 卡顿了一下 随即恢复如常 于他而言 名神物蛇的双眸 是最重要的 一切计划 都要为目标服务 即使动用灵体还本体 即使自己出去之后 就会被杀 只要拿到 名神物蛇的双眸 出去空间裂缝 把它交给那个人 自己的命 不算什么 江阳恍惚了一瞬 看向前面不远的两人 眼眸咪了咪 电磁立场中 陈宗玲的生物磁场 已经消失不见 陈宗玲离开了 那是 指人 江阳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一个细血的笑容 体表不断迸射电弧 每跑一步 地面都升起细密铁砂 电弧连接 悬浮的铁砂 渐渐形成 两个人形轮廓 在他身前和身后 同时奔跑 随即 他举起右手 对着八脸猛地钻拳 低沉开口 电子爆炸 他要引爆八脸 胸前三枚电子中的一枚 这是他远距离的极限 但只要八脸 被炸得向后倒飞 他就能快速贴近八脸 抵住八脸的后背 引爆其他五枚电子 将八脸解决掉 八脸在奔跑过程中 突然胸前气海雪山 异常灼热 一股极其狂暴的能量 即将冲破胸膛 他慌忙用气海雪山的灵力 压制这股不知 从何而来的能量 怎么回事 为什么气海雪山 会有一股灼热能量 破 八脸喷出一口血 胸膛透出树道 空洞光芒 就像被点燃的炸药包 哄 八脸胸前气海雪山炸开 他被爆炸的冲击 轰得向后倒飞出去 江阳伸出的手并未收回 而是利用电子对撞 快速向前 在他手掌 即将碰到八脸后背 近距离引爆其他电子石 那个指人 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 那双空洞无神的双眼 盯着江阳 在江阳 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指人展开双臂 抱住江阳 向着奔来的黑蛇 朝猛冲 几乎是眨眼之间 江阳就被指人抱着 砸进黑蛇巢中 八脸快速向前奔跑几步 拿出欺骗药剂 浑着口中不断溢出的鲜血 用力合下 口中喃喃自语道 我没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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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扯下头戴上的纱布 露出空洞的眼眶 他胸前被炸出的血洞 和空洞眼眶 肉眼可见 长出粉嫩肉芽 几秒钟后 他胸前恢复如初 眼眶里长出一个肉红色 瞳孔极小的眼球 突然 喂 八脸哥 我做的药剂 味道好吗 江阳细血的声音 仿佛锁命范鹰 在八脸耳边炸响 他难以置信地 看向滚滚黑蛇巢 那个指人 已经被蛇巢撕碎 为什么江阳没死 他全力一拳轰向声音来远处 却扑了个空 他没时间去想江阳 为什么没死 现在的情况是 江阳追上了自己 黑蛇巢 马上就到了 情急之下 他用出契约眼球 对着左边不远处站着的江阳 眼球 死死盯着笑盈盈的江阳 已经与江阳成为死生之敌 那就要必杀 黑蛇巢渐渐逼近 他没有时间 再跟江阳拖延下去 那颗被黑雾拖着的硕大眼球 出现在八脸头顶 他毫不犹豫地 伸手扣下那颗心掌出的眼球 一条条黑雾垂下 收了那颗眼球 死吧 站在不远处 脸上挂着微笑的江阳 身体瞬间瘫软倒地 八脸左眼不断流血 染红半边脸 他看着死去的江阳 嘴角勾起 这个小子终于死了 接下来 只等陈宗林的得手 自己拿到灵体骸 逃出空间裂缝 就去国外躲着 只要有钱 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在哪里都是舒服日子 就在这时 一个带着明雾语气的声音响起 原来 契约眼球不仅能杀死生命体 连物质结构的物体 也有一定的伤害 封印物序列 真的很神奇 很诡异 八脸僵在原地 电磁力干扰电磁波 可以达到影响 和引导思维的程度 收获这样的结果 一切冒险尝试 都是值得的 第五十一章 不想遗憾 那就去努力 八脸迅速回身 攻向江阳 在举手台壁的瞬间 胸口突然军裂 迸发白色电光 一抹电光 从地里迸射出来 形成一束电光 渐渐变宽 江阳从中走出 看着八脸双眼 流出血液 胸口出现一个 拳头大血洞 江阳嘴角扬起 轻声笑道 抱歉 八脸老哥 给你做妖剂的时候 我用言语分散了你的注意力 在前几种材料中 动了手脚 电磁力干扰电磁波 打断了你的思维 我怕 你带陈宗陵躲进 契约眼球的空间结界里 毕竟 我没有打碎 结界空间的力量 八脸现实一愣 随即恍然 没想到 我小心仅剩了这么多年 竟然栽到了你的手里 不过 我心服口服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大意 你赢得不存在侥幸 江阳满意地咧咧嘴 仰起唇角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他伸出右手 从八脸手中接过那颗 被黑雾拖着的眼球 左手伸出食指 点在八脸的肩膀 轻声开口道 八脸老哥 永别了 哄 八脸体内五枚电子 瞬间爆炸 八脸脸上的微笑 永远凝固 身体被白光包裹 下一刻 完全消散 江阳看着近在咫尺的黑蛇巢 将灵力灌注镜 契约眼球 黑雾自他脚下如水一般 鼓鼓冒泡 一道黑色空间结界 把江阳包裹起来 下一瞬 黑蛇朝掠过 将其淹没 时间回到当前 雾蛇突然消失 所有人都悚然一惊 目光投向庞方树所在的方向 雾蛇很强 无论是异兽形态的战斗力 还是双眸的能力 但 庞方树太弱了 他的灵力不能支撑雾蛇 哪怕一半的能力 藏在黑雾结界空间中的江阳 面无表情地看着天空 庞方树被杀了 利用契约眼球 杀死那头灵阶异兽 带回师父 只要师父从战斗中脱离出来 手里还掌握着灵子河 杀死陈宗灵不成问题 代价就是 自己挖出一颗眼球 这买卖不亏 数个念头接连在江阳脑海中闪过 他不是个犹豫的人 只要得到最优选 马上就去做 他穿过黑蛇巢 朝着战斗中的山脉过去 以布满战斗痕迹的山脉中 裴东行和人行异兽 即使灵阶异兽变成更适合战斗的人行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战胜裴东行 裴东行敏锐地察觉到周围有熟悉的风硬物波动 正快速地靠近战场 心中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股风硬物波动他很熟悉 前几天他曾亲手打碎过 江阳出事了 在天上的时候 他看到江阳带着黑蛇巢追巴脸和陈宗灵 巴脸能来到这里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摆脱了江阳和黑蛇巢 要么杀死了江阳 他难以遏制的暴怒和悲痛 就像当年得知儿子和儿媳殉聚职那会儿 那种难以接受 不敢去想 不敢面对 但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心如刀割的剧痛 裴东行在高速移动 一拳把异兽轰退 创造出空间之后 身形闪烁到感知中的风硬物波动附近 对着虚空轰出一拳 师父 别 是我 江阳赶紧撤去空间接见 江阳差点吓死 刚才裴老头在一瞬间的行动 他根本没反应过来 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战场 寻找实际用契约眼球 把人形异兽刻印在眼中 谁想到 裴老头在毫秒之间一顿操作 然后 突然就出现在自己眼前 二话不说 直接举拳 这与自己跟八脸的战斗 根本不是一个次元 这特么太突然了 裴东行这一拳 完全是冲着打空间结界 连同八脸一起打死去的 实诚实的力道 根本来不及收拳 只能强行天移方向 对着江阳身旁地面轰去 别动 裴东行赶忙低喝一声 江阳愣愣站在原地 不用裴东行嘱咐 他面对裴东行这一拳 在气势和凌厉的威压下 根本动不了 哄 江阳脚下地面 被裴东行一拳砸出深坑 江阳险些掉下去 被裴东行拉住 来不及多说什么 裴东行一拉 江阳肩膀 扯到另一边 同时伸出左手 接住异兽猛甩过来的尾巴 碰 裴东行双手 同时猛推出去 右边把江阳送出去 左边正开异兽 紧接着追向异兽 江阳感觉自己 坐了两次过山车 眼睛一花 换个位置 站稳之后 江阳呼吸变得粗重 脑海不断闪过 看不清的画面 脸皮止不住地颤抖 右手托起 一股黑雾冒出 如同八脸运用契约眼球那样 一颗硕大空洞的眼球 看那头一瘦 声音逐渐低哑 淹没在阵阵战斗的轰鸣声中 他嘴唇轻轻颤抖 表情变得决绝 左手抬起 伸向自己左眼 他没有迟疑 指尖扣近眼眶 扑 哼 江阳闷哼一声 身体都因为疼痛在颤抖 脑袋和脖子轻轻抱起 牙齿不住地打扇 他举起自己的眼球 契约眼球伸出两条黑雾 把那颗眼球收走 契约眼球左右如动了下 下一瞬 那头人形异兽 在与裴东行对冲之中 突然失去所有力量 在半空坠落在地 裴东行微微一愣 猛然回头 看向拱着身体 左手无脸 头顶有颗硕大眼球的江阳 眼中惊恐万分 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来到江阳身旁 徒弟 小阳 你 师父 我 我没事 快去 快去抢回那条黑蛇 江阳慢慢直起身 强忍着剧痛 露出一个痛苦猙獰的笑容 说道 一只眼睛换一头临街易寿 换之与安全 这笔买卖 怎么算 都不亏 事实上 他根本不在乎裴之与 和滨海人民的安全 他在乎的是这个老头 几乎可以预见 如果自己不决断 那么这个老头 大概率要拼命了 与其事后懊悔 不如当时努力去做 无所不用其极地达到目的 保护在意的人 他可不想在关键时刻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乎的人去死 第52章 裴老头眼中 没有套路 师父 你看看周围 有没有麻药什么的 给我弄点 抠眼珠子是真特么疼 江阳躺在地上 一只眼血肉模糊 一只眼跟着紧闭 说完之后 他又扯了扯脸皮 笑了出来 不用了 要是有 估计您老早 就去弄了 您先去弄死 陈宗林那个二B 裴老头听着江阳不正经的话语 焦急的心 竟然渐渐平静了下来 坐在江阳身旁 伸手拍拍江阳额头 傻小子 师父 别说我傻 我综合判断过 用扣眼珠子这一招 是代价最小 收益最高的 能够无视级别 顺杀任何敌人的 封印物在咱们手里 灵界异兽也干掉了 现在的您 在空间裂缝里 想干嘛 就干嘛 无敌了呀 江阳这番话 不仅是说给裴老头 也是说给自己 有些事 既然做了 就不存在后悔 也许只跟师父相处 不到一个月 但拜了师父 人家交了本事 自己也用这本事挣了钱 那自己就得认 师父 我得攒钱了 去买个好看点的假眼 听说有电子眼球 可以感应神经 瞳孔还能发光 那是不是 我以后走夜路 都不用手电筒了 裴老头无语了 自己这徒弟 眼珠子都抠出去一个 这嘴还不消停 裴老头没有跟江阳搭话 现在林子河在自己手里 林阶一受一死 跟林子河最后的牵引也断了 空间裂缝算是稳定住了 只要空间裂缝稳定 其他的都不重要 至于庞方树 现在去救他 没什么太大必要 雾蛇消失的那一刻 他基本上已经死了 江阳的意思 裴老头心知肚明 去抢陈宗灵手上的那两件 风硬物序列 不过 相比于两件风硬物序列 裴老头更在意自己徒弟 裴老头听着江阳叙叙叨叨 从口袋里拿出林子河 没多做犹豫 手掌凝聚灵力 瞬间 灵子河被一层青色灵子包裹 一点点变形 几秒钟后 巴掌大的灵子河 被裴老头用灵子塑造成一颗眼球 通体清白色 不断溢散灵子 这是支撑着整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结合体 内蕴灵力无比庞大 行了 别胡说八道了 老实点 师父给你找了个眼睛 啥 师父 一瘦的大眼珠子 我可不要啊 实在不行 我还是去安个手电筒 安个电子眼吧 裴老头什么都没说 左手大拇指 按在江阳胸前气海雪山 输送灵力 请客间 江阳全身 被裴老头的灵力覆盖 他的左眼眶透出灵力 眼皮睁开 露出血色空洞 裴老头把那颗灵子河眼球 按了进去 然后 手掌捂在江阳脸上 阴晕灵力 用灵力和电磁力 去慢慢触碰灵子河 裴老头松开手 江阳身体迸射电弧 师父 灵子河给我了 官方那边怎么说 瞎操心 我做事 他们敢有屁的说法 师父牛逼 江阳呼了口气 专心去触碰灵子河 呼呼呼 江阳身下冒出黑雾 在他面前 凝聚出一颗硕大眼球 死死盯着 江阳左眼的灵子河 裴老头面无表情的伸手 抓住契约眼球 下方的黑雾 用力一捏 扑的一声 黑雾溃散 灵子河的吸引力太大 契约眼球 这契约在江阳身上 恐怕有危险 裴老头心中 暗暗想着 把契约眼球 从江阳手中拿出来 捏在自己手里 把契约转到自己身上 随后 裴老头又把 灵阶一兽的尸体 拿过来 扔到江阳身旁 用契约眼球 建立空间结界 保护起来 徒弟 你在这接触灵子河 我去看看探索队 裴老头看了眼江阳 把契约眼球放在原地 转身离开 求啊 你听我的 把我挪动一下 我师兄师姐的遗骨 好像被我压碎了 求啊 你要记住 你的上一任主人 是我 快挪一下 等下师父回来 看到了 我怕再把眼球 给我抠出来 契约眼球 从黑雾中凸出来 由黑雾连接 垂下来 望着江阳 看了一会儿 慢慢回到黑雾里 没了动静 求啊 你真是随便 换个主人 换个嘴脸 江阳叹了口气 只能加快 与灵子和连接的速度 嗖 陈宗灵自草丛中掠出 落在一棵巨树下 扶着树干大口喘息 赶忙解除灵体骸状态 他脸上 下巴 脖子生出疙瘩肉芽 纷纷脱落 回到长条形古旧木盒中 形成人形肉块 陈宗灵脸上露出 猙獰痛苦之色 掀开一惊 胸膛以下皮肉 变成腐朽的黑灰色 灵体骸 封印物序列 排名第十七 由十一只灵阶异兽血肉 四只王阶异兽血肉 再加上 无量镜无者 气海雪山的全部灵力 作为媒介 制作成 突兀的声音 让陈宗灵 犹如惊弓之鸟 慌张抬头 四处张望 裴老头从树丛中 缓缓走出 看了眼陈宗灵 继续说道 内存五张指人 以使用者 气海雪山精血驱动 指人强度 以使用者为准 最高不超过灵神镜 灵体骸 本体强度超过灵神镜 接近灵绒镜 但有腐蚀身体的 强烈副作用 陈宗灵 你只是灵源镜而已 强行使用 封印物序列时期 灵体骸 活不长了 陈宗灵扶着树干 艰难转身 面向裴老头 思绪电转中 强扯出一个艰难笑容 道 裴大师 既然 您这么了解 灵体骸 晚辈实力不济 不如送给您 怎么样 裴老头眯眼笑笑 沉默不语 走向陈宗灵 陈宗灵心头一跳 不由地退后两步 靠在树边 藏在身侧的左手 悄悄拿出 名神物社的双眸 裴大师 您不是猎魔队的人 何必管这些闲事 裴老头松开 背在身后的双手 释放灵力 沉声道 陈宗灵 以你的实力 在猎魔队的地位 怎么会拥有 排名第十七的封印物 你的背后 是什么组织 费这么大心思 抢夺 名神物社的双眸 要做什么 陈宗灵双眼盯着裴老头 眼眸阴沉 没有回答 两人之间 陡然充斥着肃杀之气 下一瞬 陈宗灵抬起左手 手中握着 名神物社的双眸 的小铁盒 吃 陈宗灵正正愣住 眼球左转 看着缓缓下落的断手 裴老头左手 捏住陈宗灵脖子 右手接住陈宗灵断手 陈宗灵 你背后是什么人 抢夺 名神物社的双眸 有什么目的 呵呵 陈宗灵猙獰一笑 陈宗灵 既然你知道我背后有特殊组织 你敢杀我 咔 陈老头手腕一抖 把陈宗灵脖子扭断 从他口袋中取出 灵体骸后 扔掉陈宗灵尸体 谁告诉你 我不敢的 第53章 令人窒息的师徒俩 陈老头右手拿着 名神物社的双眸 左手拿着 灵体骸 低垂着眉眼 以陈宗灵的实力 随随便便 就能拿出 灵体骸 背后组织势力估计不小 现在这两件封印物 在我手里 我和知语 小杨 怕是会成为 那个组织的目标 我倒是没关系 但是知语和小杨 陈老头手中 捏着两个烫手山芋 脸色不怎么好看 陈宗灵是必杀的 不说 他多番算计自己 还把威胁了徒弟 这样的人 留着就是祸害 以后还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事 但 这两件封印物 怎么办 陈老头想不出办法 很是忧愁 去问问徒弟 他会做买卖 他心思活络 应该会有办法 将羊从地上坐起来 把两个衣服包解下来 放在一旁 打开看看 没被自己压碎多少 心中松了口气 抬手捂着左眼 现在还隐隐作痛 气海雪山里的灵力乱窜 视觉神经沾黏 在灵子核上 用电磁波 透过灵子核 接收色彩波段 也能看到事物 但 跟右眼不同屏 人体眼睛像素 大约是5.76亿 一秒钟能捕捉24张 5.76亿像素的 动态视频波段 可以根据 不同环境光线 做出调整 自己利用电磁波 暂时还做不到这种程度 只能保证 不发光 搞来搞去 还是手电筒 只不过 这个手电筒 是灵力光芒 突然 节节空间撤去 陪老头拖着一颗 黑雾眼球走过来 把它还给江阳 师傅 陈宗林做掉了 陪老头一愣 什么叫做掉了 这么社会呢 这小子以前 是干什么的 陪老头目光落在 两个衣服包上 之前他就看到 江阳背着两个衣服包 当时情况紧急 来不及细问 估计是没了背包 踩了一些天才地宝 用衣服包着 徒弟 我杀死陈宗林 得到了 师傅 先别说陈宗林 您看这个 江阳出言 打断陪老头的话语 用脚趾头想 他也知道 师傅要说什么 陈宗林手上 有一件封印物 杀死了庞方树之后 又得到了 名神雾蛇的双眸 师傅杀死他之后 自然是得到了 这两件封印物 从目前来看 猎魔对叛徒陈宗林 手中有封印物 这本身就很可疑 而且 他的目标 自始至终都是 名神雾蛇的双眸 他背后 一定有提供封印物 希望得到 名神雾蛇的双眸 的神秘组织 但现在 师傅拿到了 这两件封印物 自然就成了 烫手的山芋 师傅可能不怕 什么神秘组织 但自己和裴志余可不行 师傅不可能 24小时守着自己两人 就算可以守着 那要守多少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提心吊胆那种日子 没法过 老头估计是没办法了 找自己想想办法 但自己一时间 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先转移师傅的注意力 自己想想办法 江阳打开自己的衣服包 露出里面一堆骸骨 还有两枚肩章 裴老头表情凝固在脸上 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耿着说不出话来 他看向江阳 江阳把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 裴老头双眼通红 颤抖着嘴角 伸手拍拍江阳的肩膀 不对 裴老头猛地反应了过来 问道 徒弟 你说 你给八脸制作了欺骗药剂 是啊 江阳点点头 咧嘴笑道 您不知道 当时我是有多么的机敏 先说话转移他注意力 然后 在制作流程上动手脚 他都没发现 还在跟我干架的时候 给喝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只是看一遍 就学会制作欺骗药剂 裴老头皱着脸 眼中有些苦涩 是啊 就是把材料按顺序倒进去 感觉差不多了 材料的磷子稳定之后 就开始提纯 感觉就跟熬汤要差不多 行了 为师知道了 裴老头对江阳的天赋 已经有些麻木了 也许 天才的世界 跟普通人的不一样 自己师父总说 要不是他老人家 实在找不到徒弟 也不会收自己 自己的天赋 已经算是 有辱师门了 被江阳无形中打击了一下 裴老头伤胆的心情 散去了不守 找回来就好 接回家 等自己死了 去了地下 跟老婆子也有个交代 接下来 爷俩开始研究 这两件封印物怎么办 师父 咱爷俩冲动了 不杀陈宗林也没什么 裴老头却又摇了摇头 郑重道 不行 陈宗林必杀 他的所作所为 你是直面的 已经成了你心里的一根刺 不杀心念不通达 现在可能不险 但等你以后 从灵虚境晋升灵欲境 观心的时候 你的另一面 会以此来攻击你 这种风险 千万不能有 江阳闻言沉默了 他看着眼前的老头 突然感觉 自己跟八脸合作 去拿师兄师姐的遗骨 又冒险 去牵制八脸和陈宗林 都是值得的 看我做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赶紧说 陪老头见江阳不说话 愣愣看着自己 江阳舔了舔嘴唇 嘿嘿一笑 道 师父 灵体骸在你手里 陈宗林的尸体 还在森林里 就用灵体骸 控制陈宗林的尸体走出去 把名神雾蛇的双眸 给那个神秘组织 咱们撇清关系 反正灵体骸会侵蚀人体 使用灵体骸的陈宗林 灵体骸吃了 也是正常的 陪老头掠索思索 点点头 我还以为你会说 交给猎魔队呢 师父 别闹 江阳说道 就猎魔队那几半算 谁能相信 他们杀了拥有两件 封印物的陈宗林 陪老头猝了猝眉 狐疑地看着江阳 道 你会这么简单 把两件封印物交出去 江阳咧咧嘴 嘴角上阳 露出一个明彻的笑容 师父 是时候 带您去看看 我新收的几千条小弟了 第54章 师父 您的博士学位 是买的吧 江阳用布条混着藤腕 编织成绳子 捆住灵阶异兽尸体 背在身后 陪老头说 在跟江阳分开的这段时间内 在一处山脚 采了三株八角草 余下的湿蟹胆和飞脚粉 没有得到 他觉得这个空间裂缝里 没有尸蟹和飞牛 这两种异兽 不过不要紧 有这具灵阶异兽尸体 可以跟猎魔队 换取这两种材料 而且 还能剩余一些血液和皮 师徒俩穿过森林 越过山坡 终于在一处小山谷里 看到了那个 令人不寒而立的黑蛇裙 饶氏灵欲镜的陪老头 在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蛇裙时 心头也忍不住颤抖了下 浑身不舒服 徒弟 这么做 有什么用 陪老头忍不住问道 江阳看着黑蛇巢 面无表情道 真正纯天然的宝石 都存在瑕疵 计划也一样 没有任何计划是完美的 陈宗林的计划也一样 这个空间裂缝里 有三支探索队 掌握着两件封印物 还有您这位灵欲镜 他想顺利完成计划 几乎是不可能 如果 他顺利完成计划 而代价只是陈宗林的生命 那就太廉价了 难道庞方树没有抵抗吗 江阳说到这里 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上浮现一抹微笑 继续说到 庞方树的抵抗 就是用 明神雾蛇的双眸 吸收黑蛇巢 用以抵抗持有 灵体还的陈宗林 经过激战 陈宗林付出了生命 但也拿到了 明神雾蛇的双眸 只不过 明神雾蛇的双眸中 还有黑蛇巢残留 而您 林玉镜大高手 裴东行先生 在先与灵街异兽大战 战胜之后 后阻止陈宗林 但受到黑蛇巢冲击 不得不看着陈宗林 使用灵体还逃走 江阳就像书写剧本的编剧 一字一句地安排好整部剧 裴东行听得直愣神 片刻之后 才点点头 目光落在黑蛇巢 想了想 又转头看江阳 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最终 憋了回去 他打开小铁盒 释放明神雾蛇的双眸 与庞方树操控的 百米巨蛇不同 在裴老头的灵力灌注下 雾蛇大了几倍不止 微微抬头张开蛇口 江阳脸皮抽了抽 忽然很奢不地把 明神雾蛇的双眸交出去 这件封印物太强了 最重要的是 这件封印物的副作用 是大量消耗灵力 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雾蛇突然出现 让黑蛇朝躁动 朝着山坡上涌来 裴老头目光微宁 操控雾蛇探下蛇头 双眼绽放灰白光芒 在笼罩黑蛇巢之时 蛇口张开 几千条黑蛇 犹如被龙溪水般 被蛇口吸入 大约一分钟 几千条黑蛇 被雾蛇吸了得干净 裴老头立刻关上小铁盒 刚才操控雾蛇 这让他灵力消耗巨大 常常吐了口气 朝江阳点点头 江阳凑过来 好奇地望着小铁盒 裴老头沉默了几秒 见江阳实在好奇 又深吸口气 用灵力稳住小铁盒 然后 很慢很稳地打开铁盒盖 铁盒内 还是那个舌头骨 不过头骨下方 不再是光秃秃的铁皮 而是蠕动着的黑色粘液 很恶心 裴老头关上铁盒 说道 吞了黑蛇潮的雾蛇 很不稳定 只要稍微用灵力催动雾蛇 在雾蛇出来的那一刻 几千条黑蟒蛇 会像瀑布一样 在几秒钟内全部涌出来 吞噬周围所有生物 裴老头说话的时候 眼神带着莫名悚然 他甚至联想到 几千条黑蟒蛇 涌出来的场景 那种令人令人呆滞 几被发凉的恐怖瞬间 就算是自己 在突兀的情况下 也会被黑蛇潮吞噬 江阳抬手揉了揉 不太舒服的左眼 手臂正好掩住了 忍不住上阳的嘴角 师父 这就是计划中的小瑕疵 太完美 反而会遭人怀疑 至于陈宗林的命 无论对我们来说 还是他背后秘密组织来说 都不重要 裴老头想到一个问题 道 探索对那些人 应该知道一部分内情 没关系 江阳摇摇头 他们知道的很混乱 有相同的 也有不同的 毕竟 他们没有时时刻刻跟在庞方树身边 这就有了时间差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都见过黑蛇潮 庞方树也用过雾蛇来阻挡黑蛇潮 在那个时间点 就只有我和周曾看到了 但周曾后期又与庞方树分开 也有时间空档 并且 周曾不知道 名神雾蛇的双眸的具体能力 所以 他的话 只有前半部分是真的 后半部分 完全就是烟雾弹 裴老头认同的恩了生 看向江阳的眼神 都怪异了几分 这种利用敌人心理 算计的方式 太过复杂 也太惊险 不过 很好用 毕竟 人都是相信自己的 去找陈宗林的尸体 然后 我们出空间裂缝 对了 徒弟 你说的这些 具体依据是什么 我是说 咱们商量得很好 但怎么把初步想法 散不出去 啊 江阳惊讶转头 看着裴老头 很无语道 师父 合着我说 这些都白说了呀 裴老头 轻渴两声 没有作答 江阳轻探道 当然是猎魔队 高层有坏人呗 不然 陈宗林凭什么 拿着灵体骸 在猎魔队 还不被发现 如果没人给他遮掩 给他方便 那猎魔队从上到下 就都是傻 个 小傻瓜 咱们出去之后 探索队的人 要接受询问 您也要上交 灵子手枪 借这个机会 您稍微透露一下 故事开头 剩下他们自己会脑补 毕竟俗套的故事 都有相同的内核跟结尾 江阳说完之后 感觉心好累 不由地问道 师父 您老的博士学位 花钱了吧 嗯 臭小子 你嫌我智商低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奈米生物分子学的博士 门槛太低 瞎说 那是你师父 根本不屑于阴谋诡计 对对对 师父 我决定回去之后 写本小说 就叫 师父过于正派 徒弟一肚子坏甩 到时候 你给我打赏的盟主啊 哼 好好学药剂 别出去丢人现眼 一老一少两道身影 在闲聊中走进森林 第55章 连死亡都做不了主的可怜虫 裴老头把 灵体孩的本体 也就是那个人形肉块 放在陈宗林的尸体上 人形肉块 慢慢分散成碎肉 钻入陈宗林尸体 各处关节 等了几秒钟 陈宗林猛地睁开眼睛 从地上缓缓站起身 他的身体散发着腐烂气味 灵体孩 在汲取这具尸体最后的养分 好像在尸体上养花 江阳看着眼前一幕 心中暗暗想到 同时 又有些悲哀 在这样的世界里 不掌控自己的命运 就连死亡 都有由不得自己做主 裴老头用灵力操控着 事先擦去指纹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使其落在陈宗林的手中 裴老头往陈宗林尸体 输送一道灵力之后 陈宗林转身朝灵中掠取 我们也走吧 裴老头轻轻叹了口气 他似乎也有触动 不知道哪天 自己也会变成一具尸体 任由他人摆弄的尸体 就像此刻的陈宗林一样 师徒俩漠然地对视了一眼 很多复杂的情绪 在这一瞬间爆发 他们都扯了扯嘴角 似乎在说 活着真好 裴老头用江阳的电磁力场加持 很快找到卧龙凤厨师徒俩 这对师徒 一直在找江阳 在森林中晃悠着 中途还迷路了 被异兽群追 被空中异兽袭击 造型很惨 裴师兄 阳哥 裴老头见刘四红眉受伤 松了口气的同时 嫌弃得别过眼 不想看他 江阳迎着周岑跑了过去 周岑看江阳朝自己跑过来 下意识张开双臂 迎接阳哥的拥抱 阳哥 你不知道 江阳像一阵小旋风 转个圈 把周岑背上的登山包取了下来 周岑扑了个空 顿时有些傻眼了 搞这么一下子 你冲包来的呀 我的财产 江阳赶紧打开背包 最上面就是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他看看他把手枪 拿出来放到一边 又一顿翻肘 最后拿出一捆尼龙绳 解开身上 捆着灵阶异兽的藤腕 重新用尼龙绳 把灵阶异兽尸体 捆在背包上 然后 他蹲在背包前 包带上肩 双腿用力 切 硕大背包 加上灵阶异兽尸体 摇摇晃晃间 被他背了起来 刘四红从刚才开始 眼睛就盯在灵阂异兽尸体上 有些眼馋 凑近裴老头 馋妹的咧嘴笑笑 裴师兄 这头灵阶异兽 你要也没什么用 不如就卖给师弟我吧 我保证给师兄一个好价钱 裴老头瞥了眼刘四红 言语简洁 不卖 刘四红搓搓手 一副奸商样 师兄 我比拍卖行多加三成 四成 这个价格怎么样 不卖 裴老头再次拒绝 你不用惦记了 我要用他 给志语和小杨换药剂材料 刘四红愣了愣 换材料 以师兄的财力 有什么材料 是需要用换的 瞬间 他想到了之前裴老头冒险去一个 栖息着四街异兽群的山脚 踩八脚草 不 不会吧 裴老头要给志语丫头和江杨 准备 钥匙 守心灵 他们都还没到灵通镜 志语准备这么早吗 这属于刚生儿子 就把孙子娶媳妇的房子 准备好了呀 刘四红看看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徒弟 正围在江杨身边 杨哥长 杨哥短 深深叹了口气 再等等吧 兴许这个臭小子 连灵园镜都达不到 四人朝着空间裂缝出口前行 途中遇到了探索对残兵 人人带伤 令江杨惊喜的是 王蒙和屈家亮都活着 不过 他们身上被灵子同化得非常严重 就算出去 估计也活不长了 江杨跟裴老头说这件事 裴老头叹息一声 普通舞者进空间裂缝 在没有高等舞者的保护下 就算活着出去 在五年内也会死去 身体各个器官和骨头 会逐渐灵子化 变得晶莹剔透 如透光白玉 师父 我没事吧 你 裴老头看了他一眼 道 起先我是担心的 甚至准备 在你身体里放一枚灵力种子 用来屏蔽灵子 后来发现 你比灵子还凶 电磁力加上天生的高级灵感 那些灵子 就是你的盘中餐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把灵子核 给你当做眼睛使用 不用怕你被灵子核分解 周岑也是运气好 走散之后 跟你待在一起 后来跟我们会合 没被灵力侵蚀 至于其他人 裴老头轻轻他叹息 摇了摇头 这 江阳看着走在前方的八个人 这哪是什么灵子 这他妈就是核辐射 王蒙和屈家亮感受到江阳的视线 回头冲他咧嘴一笑 江阳点点头 回忆微笑 四小时后 一行人回到空间裂缝进出口 探索队先后走出去 江阳回头看了眼 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左眼又在隐隐作痛 视线也开始模糊 灵子核离开 空间裂缝将会关闭 此刻 江阳身旁的灵子 异常狂暴 江阳转身 脉步 一只脚踏进黑暗中 下一刻 空间裂缝轰隆作响 狂暴的灵子 朝着江阳涌过来 钻近江阳左眼 他右边身体在黑暗出口里 左边身体在空间裂缝里 身体以一种后仰的姿势 停顿在进出口中间 裴老头已经走进了黑暗中 忽然感觉到 身后突然爆发的灵子波动 猛地回身 抓住江阳胳膊 但他不敢用蛮力 只能不断往江阳身体里输送灵力 用以疏导蛮横 进入江阳身体里的灵子 动 动 动 江阳胸潜入肋骨 气海雪山 在空间裂缝 灵子和裴老头灵力的纠缠下 急剧膨胀 左眼的灵子核爆发出强光 无数灵子如溶溪水 裴老头感觉自己的灵力 被江阳惊吞 转瞬间 接近枯竭 刘四红感应到 身后的一变 他没有多想 左手把周岑推出去 右手抓住裴老头肩膀 毫无保留地输送灵力 只是一瞬间 刘四红就后悔了 因为他的灵力 在接触裴老头的瞬间 直接被吸走了一大半 第五十六章 我不到啊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 江阳感觉胸口气海雪山 和脑袋 像是要炸开了一样 自己的灵力 空间裂缝的灵子 师父的灵力 刘四红的灵力 在气海雪山中乱窜 其中空间裂缝的 灵子最霸道 不断吞噬师父 和刘四红的灵力 然后又快速同化 阴晕在气海雪山之中 不能这样 师父和刘师叔 会被吸成干湿 江阳抬起胳膊 翻转手腕 一掌拍在裴老头的手掌上 将他送了出去 裴老头没想到 江阳会这么做 灵力枯竭的他 就算反应过来了 也没办法做出应对 只能被一股蛮力 推出黑暗裂缝 刘四红 被裴老头撞了出去 两人一同摔倒在地上 身前那道空间裂缝 缓缓愈合 小阳 灵力枯竭的裴老头 颤抖着身体 已经没有力气 从地上爬起来 眼睁睁看着那道 黑暗的裂缝 缓缓闭合 此刻的他 如同风竹残年一般 瘫坐在地上 无声大喊 师父 师伯 周曾赶紧过来扶起刘四红 又与刘四红 搀扶着裴老头 快步走向空间裂缝 周围呈防军 波报频频 注意 空间裂缝 即将关闭 注意 周围灵子趋于稳定 空间裂缝 即将关闭 各部门 准备各自善后工作 空间裂缝呢 江阳心中发了狠 他只是一个有着 平凡心绪的普通人 不喜欢惹事 也不怕事 不愿意惹麻烦 但就是这样的人 发起狠来 往往会做出令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 别欺负老实人 一旦老实人生气了 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 江阳就是这种心态 心中骂了句国粹 不多犹豫 用力往前踏出一步 他就这样 用腰腿力量 硬生生拽着上半身 进空间裂缝 他必须拼 不然 就会被灵子漩涡 牵引进空间裂缝 如果 不挣脱师父的手 很可能师父 连同刘四红 都会被牵引进来 他们都是为了救自己 自己怎么可能连累他们 如果真是那样 自己岂不是又要欠人情了 妈的 人情债 最难还 能不欠 最好别欠 老子自己来 不曾想 江阳一步踏出 林子和左眼瞬间支离破碎 从里面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崩碎如琉璃落金盘 刹那之间 崩碎的林子和右 瞬间重组成一颗璀璨眼球 仿佛内蕴星辰 浩瀚如鸢 眼球内有灵力细线向外扩散 又有林子散落在周围 犹如满天繁星 在左眼球形成的那一刻 林子漩涡收拢进江阳的左眼之中 空间轰隆一声 逐渐崩塌 外面 那道黑色裂缝 即将愈合 裴老头在刘四红和周藤的搀扶下 靠近过去 伸手抓向那条几乎不可见的黑色线条 热泪从布满皱纹的眼眶中涌了出来 他现在所有的力气 都在右手臂上 实在没力气说话 只能任由热泪流淌 就在他心生绝望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 那道黑线中突然伸出一双手 手心向外 硬生生撕裂空间裂缝 裴老头三人呆呆望着那双手 望着逐渐被撕开的空间裂缝 一道阴影低沉的声音从中传出 喂 外面的人 随即 那道声音又变得非常欢快轻浮 我师父没事吧 江阳撕开空间裂缝 从中走了出来 站在所有人面前 嘴角微扬 左眼中如同藏着一条星河 裴大师 您可以再说得仔细一些吗 可以 当时我 杀死那头灵结异兽 稳定住空间裂缝之后 拒救庞方树 但那时 庞方树已经遇害 我只能去追尘棕灵 在森林中 我追到了他 他拿到了 名神物蛇的双眸 我们战斗过后 让他逃走了 一个小会议室里 三名猎魔队工作人员 一名负责问话 两名负责记录 他们对面的沙发上 坐着裴老头 那人想了想 问道 裴大师 不好意思 可能我这个问题有些冒犯 先请您谅解 裴老头恩了声 让他问 您是灵欲禁武者 就连灵结异兽 您都战胜并且杀死 只有灵渊禁的陈宗灵 即使有灵体骸 名神物蛇的双眸 在您认真对敌的情况下 也不是您的对手 怎么会让他逃了呢 这番话 有着明显的怀疑 裴老头和陈宗灵之间 有猫腻的意思 这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和话题误导性 如果裴老头解释的条理不清 就存在重大嫌疑 很多时候 真相并不是那么重要 某些他们想要的结果 和有人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裴老头嘀嘀地笑了声 眼神来回扫了扫三人 呵呵 年轻人 实力不济 歪心思倒是不少 等一下我亲自给 东南战区的武司令打电话 推荐你们三个 加入下次空间裂缝探索队 里面的灵子风暴 对你们修炼很有帮助 此话一出 三人瞬间脸色惨白 呆滞地望着裴老头 裴老头激笑着哼了一声 道 明神雾蛇的双眸 有种特殊的能力 能够释放黑蟒蛇巢 成千上万条黑蟒蛇 我也只能勉强阻挡 陈宗林在释放黑蛇巢 阻挡我之后 便利用这个空隙 逃走了 三人面面相去 不敢看裴老头 赶紧低头记录 其他分开问询的情况 也差不多 江阳 不知道啊 就看着我师父骑着大黑蟒蛇 上天跟林阶异兽干架 然后 黑蟒蛇消失了 那个林阶异兽 又变成了人形 继续跟我师父干架 对了 之前我和周岑 遇到了黑蛇坑 被追了十几公里 多亏了庞方树队长 用大黑蛇救了我们 你们是不知道 那条大黑蛇 就这么一瞪眼 整个蛇群都不能动弹了 周岑 庞方树队长是用雾蛇 救了我和阳哥 我印象挺深的 雾蛇双眼放出灰白色光芒 然后 整个黑蛇潮就被定住 庞方树队长被杀之前 那我不知道 我们分开行动了 刘四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 别问我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我是药剂师 不是猎魔人 要不然 你给我钱 我回去给你写个五万字的行动报告 对 是有这么回事 当时 我们正与陈宗林对峙 江阳和周岑就带着 不 是被黑蛇潮追了过来 是庞队用雾蛇 救了他们两个 庞队又没用雾蛇 吸收黑蛇潮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时候 我们正在去森林里 往营地去 没看到 反正后期空间裂缝崩塌 所有异兽都暴动了 我没看到黑蛇潮出现 是 我不会记错的 我没看到黑蛇潮 或许 真有可能被庞队吸收进了雾蛇 第五十七章 师父和徒弟 问询结束 所有人陆陆续续出来 先出来的江阳 坐在大厅椅子上 观察着每个接受完 问询之人的眼神和表情 陪老头在三个年轻舞者的簇拥下 从小会议室里走出来 陪老头面无表情地走在前面 那三个年轻舞者 陪着笑脸 不断低声说着什么 看到江阳的时候 一老一少师徒俩 目光短暂交汇 他们读懂了对方的眼神 计划完美 随即 又错开目光 江阳双手撑着膝盖站起身 迎了过去 伸手搀扶着陪老头 师父 咱们回家 嗯 回家 师徒俩走出猎魔队大楼 还没到马路边 一个身材 偏胖的中年人 慌慌忙忙跑出来 身穿着猎魔队制服 兼章是队长级别 陪大师 请留步 他快步走过来 圆胖的脸上带着憨笑 到陪老头跟前 微微拱着身 态度很尊敬 陪老头对着他点点头 问道 宋马亭 你有什么事 宋马亭满脸堆笑 因为脸很胖 他笑的时候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陪大师 去空间裂缝之前 您找过老爷子 也说好了 此行无论任何斩获 都归您的宝贝徒弟所有 这没得说 空间裂缝能够关闭 保护滨海市 是您老的功劳 林子河就该归您 陪老头有些不耐烦道 直接说 但是 嘿嘿 宋马亭甘笑两声 双手在身前搓了搓 开口道 封印物序列 契约眼球 虽然能造成无视级别杀敌 但副作用巨大 您徒弟不也深受其害吗 宋马亭看了眼一旁的江阳 继续说道 这样危险的 封印物 不如就留在猎魔队 花音落下 不带陪老头开口 宋马亭立刻挺直腰板 拍拍胸口 郑重骑士道 陪大师 您放心 我保证不让您吃亏 无论是用钱购买 还是相等物品交换 全看您的意思 陪老头看看江阳 江阳看看陪老头 一秒钟达成共识 换 陪老头眼眸动了动 江阳不着痕迹的点点头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飞脚粉150克 湿泻胆汁200毫升 陪老头几乎没有多合算 直接开架 就像在脑海中合计了许久 这样既能得到一件封印物 还能省下一具 灵阶异兽的尸体 它经过多方权衡 契约眼球 虽然序列不明 但看能力 明显是高序列封印物 这样的东西 留在非官方武者手里 迟早是个祸害 还不如换取 具有价值 又不惹人注目的东西 目前 灵子手枪是最适合江阳的封印物 没有副作用 只要提供灵力 就能发射威力极强的子弹 而且 江阳还可以用来打出电磁子弹 节省下来的灵阶异兽尸体 卖给刘四红 能得到巨额财富 到时候 分成两份 分别存进两个孩子的账户里 这样 两个孩子的后半辈子 就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想到这里 裴老头不由得心生满意 转头看看江阳 发现自己徒弟正用一种 备受感动的眼神 看着自己 他嫌弃地白了傻徒弟一眼 但用手拍了拍江阳 搀扶着自己的手背 好 宋马亭也没有多想 这样的架码 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说句实在的 裴老头就硬是不给 他也没任何办法 裴老头师徒 不仅是滨海的英雄 更是滨海所有武者 都小心翼翼尊敬者的药技师 自己可惹不起 裴老头就坐在猎魔队大厦 门前小广场的石墩子上 等着宋马亭拿来灵子手枪 一手交眼球 一手交手枪 江阳站在裴老头身侧 双手垂在身侧 低着脑袋 沉默良久 滴滴喊了声 师父 裴老头因为灵力枯竭 此时气息还有些不稳 呼吸有些大喘气 听着江阳喊自己 转头瞥了眼 顿时没好气道 大老爷们 矫情个什么劲 说完之后 裴老头活动活动肩膀 又看向江阳 故作惊讶道 你不会以为我要 灵子手枪是给你的吧 你个傻大愣 脸皮咋这么厚呢 江阳咧嘴傻黑黑的笑 赶紧给师父捏捏肩膀 舔着脸傻笑道 师父 我新发明的电磁疗法 大家舒服 要不要试试 嗯 裴老头瞇着眼闻了声 道 小心着点 我可还没立遗嘱呢 您放一万个心 江阳搓搓手 又拍拍手掌 掌心蹦射电弧 然后 按在裴老头肩膀上 师父 咋样 酥酥麻麻 还别说 挺舒服的 徒弟啊 要不咱也俩 也别做药剂了 直接开个按摩店 我给你买个商铺门帘 至于做前台收银 你负责按摩 也能吃饱饭 师父 瞧您说的 就是不开按摩店 你也能给我买个商铺啊 不要太大 一千多瓶三层楼就行 裴老头 宋马亭把林子手枪 交给裴老头 然后 眼巴巴地盯着江阳 江阳倒是很痛快 直接伸手 掌心冒出黑雾 拖着一只眼球 宋马亭接过 契约眼球 之后 面露惺喜 江阳见宋马亭这么高兴 沉默了下 道 宋队 我们店出售 欺骗药剂 价格公道 保证质量 如果你有兴趣 随时过来 咱们聊聊 接着 他又把 欺骗药剂的效用说了一遍 宋马亭先是愣了下 随后胡一问道 多少钱 不贵 不贵 您自己提供材料的话 只要三百万 我们提供材料的话 八百万 江阳笑得阳光灿烂 宋马亭也笑得敦厚诚实 裴大师 我就不送了 您老早点回去休息 飞脚粉和失泻胆过几天 就能从总部送过来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江阳仍不死心 想再挽救一下生意 于是喊道 宋队 价格可以商量 七百九十九点五万 怎么样 宋马亭闻言 拔腿就跑 一溜烟窜进了大厦 江阳撇撇嘴 别看你现在跑得快 有你舔着脸 来买药的时候 然后 他在陪老头身前蹲下 笑容灿烂 老头 徒弟背你回家 第五十八章 我真是个小天才 东陵墓园 一直处于客满的状态 有的墓前 放着花束 有的墓前 还有烧剩下的蜡烛头 有的墓碑上 插着避雷针 也许生前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其家人 害怕被雷劈 所以做了防范措施 总结来说 是个其乐融融的墓园 江阳穿着昨天下午 刚买的黑色正装 站在一座墓碑前 墓碑上 是一对俊男靓女的黑白照片 江阳有时看到师父 和师娘的合照 会从心里发出感叹 师娘不仅长得漂亮 基因也很强大 他嫁给裴老头 这样的歪瓜裂枣 竟然能生出 这么英俊的儿子 儿子也娶了漂亮媳妇 又生了漂亮的裴之羽 唉 抛开所有不可能因素 只有儿子随娘这个解释 裴老头伸手摸摸墓碑 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十几年里 该说的话 都对着照片说完了 更多的思念 只能在梦中倾诉 裴之羽拿出香炉 往香炉里倒满大米 插上三炷香 又拿出几种水果摆好 随后站起身 江阳把手中的花 放在墓碑前 推到裴老头身侧 三人并排站着 看墓碑上的那对夫妻的照片 沉默了许久 突然 江阳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裴老头和裴之羽 同时转头 看向江阳 爷孙俩动作整齐滑衣 同款疑惑 脑袋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江阳笑着说道 师父 当年您收师姐的时候 是不是就想着 给儿子找媳妇 瞎说 裴老头美好气地白了眼 看着墓碑上的照片 语气虽然还带着缅怀 但相比之前 轻快了不少 你师姐的天赋 虽然没有你那么强 但也属于万中无一 说真的 要不是自己儿子 我是真舍不得丫头嫁给他 裴之羽静一不定 差点就没自己了 江阳点头 咧嘴笑道 师父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早死的 裴老头愣了愣 随即想到自己 徒弟的心思 微微一笑 道 那你可要说到做到 找回遗骨 是裴老头心中 最后的念想 如今完成了 他心中空出的那一块 终于是填上了 而其中最重要 不能与人言的目标 也完成了 裴老头心情不错地 背起双手 转身走上石板小路 回吧 裴之羽跑过去 伸手挽住爷爷的胳膊 慢悠悠走着 江阳站在墓碑前 看着那对夫妻的黑白照片 身姿不由地挺拔了几分 挺起胸膛 整理了下一领 对着那对夫妻重重点头 像是答应了某种请求 高空中的朦胧之月 安静地悬挂在天上 依然是那般的害羞 江阳坐在客厅窗前的椅子上 右腿搭在左膝盖上 透过两层玻璃 凝望着星空 耳畔听到小区外车辆 驶过的喧嚣声 他将灵力灌注左眼 那只黑白分明的眼球 顿时变得深邃 一条条灵力丝线 从眼睛深处向外蔓延 伴随着闪烁的星星点点 犹如宇宙深处的星团 璀璨 玄傲 在他左眼的视角里 所有能见的事物都变得虚幻 如同泡影 只剩下密布的灵子在闪烁着 虽然灵子和眼球 与自己的右眼不同屏 但通过灵力刺激 连接视觉神经 能够看到肉眼所不能见的灵子世界 这能更好地感知灵子 最明显的作用是 调配药剂 感受材料的灵子变化 更细微 更精准 但同时 想要在药剂中做手脚 也更加方便 江阳在感受一番过后 收回灵力后 又将电磁力灌注进灵子和眼球中 刹那间 左眼变成淡蓝色 从眼球 伸出延伸出一道道电纹 这次 他左眼的视角里 灵子世界变了样子 到处都是漂浮的粒子 这是 介质 根据法拉第定律 当磁场发生变化时 它会产生一个垂直于其方向的电场 根据安培麦克思维定律 当电场发生变化时 它又会产生一个垂直于其方向的磁场 这种交替变化的电磁场 形成了电磁波 所以 传播电场和磁场的震荡 不依赖介质中粒子的相互作用 也就是不需要介质传播 但机械波的传播 却需要介质中粒子的相互作用 而现在 自己看到了介质 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自己可以将电磁力施加在每个粒子上 使其形成独立的电磁力场 然后再将其重新排列 形成一堵 带有排斥力的强 以及 具有吸引力的漩涡 以此来实现 以电磁力作为最基本支撑 达到对 力得初步掌控 赤力 引力 传递作用力 想到就去做 江阳伸出手掌 发出嘶嘶嘶嘶的微小电流声 对着电视柜旁边的水杯 十几秒后 水杯突然晃动了下 又过了十几秒 水杯开始一点点向后挪动 很快 顶到了墙上 发出咯滋滋的挤压声 随着江阳力量增大 碰 水杯炸开 碎片印到了墙上 江阳脸上浮现兴奋之色 抿了抿嘴唇 改变磁场方向 将赤力变成引力 三十秒后 啊 我的手 次日清晨 江阳左手拎着一大包早餐 走进药剂店 裴老头狐疑地看过去 问道 你右手怎么受伤了 江阳面无表情地 抬起缠着纱布的右手 摇摇头 叹了口气 说多了都是累 师父 您就别问了 您只要知道 您徒弟我 现在特别牛逼 就可以了 裴老头眼神怪异地 看着江阳走进厨房 裴之鱼听到声音 来到楼梯口 上半身趴在栏杆上 脸上戴着化了一半的淡妆 望着爷爷 问道 杨哥手受伤了 裴老头沉默了一下 恩一声 道 谁知道 他又做什么妖 厨房里的江阳 听到动静 暗自撇撇嘴 任何收获 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自己收获了以电磁力为 基本驱动力 使用斥力和引力的方法 之前自己只能用电磁力 去控制金属物质 换句话说 只能控制原子排列规则的 金格材料 也就是金属 但非金格材料 自己还控制不了 例如玻璃 玻璃中的原子 是无规则排列的 自己之前无法控制 而现在 自己通过灵子和左眼 看到戒指后 就意味着自己 初步重新排列原子的能力 相比之下 区区几十块碎玻璃扎手算什么 第59章 你别打我徒弟主意 裴老头去找老朋友喝茶聊天 顺便把灵结异寿送给刘四红 自从裴老头说 把灵结异寿卖给他 刘四红出了高于 拍卖行三成的价格收下 用刘四红的话说 不能让自家师兄吃亏 实际上 这头灵结异寿的血 还蕴含着灵力 而拍卖行里的灵结异寿 跟标本差不多 就算有血液 也都是坏血 没有灵力 多出的三成价格 是买灵结异寿血的钱 但就是这样 刘四红还是非常赚的 裴老头看破不说破 在他看来 自己也用不上 与其卖给别人 不如就便宜这个 在黑暗中拉了自己一把的湿地 当时黑暗裂缝中 那一缕灵力 比什么都重要 江阳占据了裴老头的摇椅 瞇着眼睛 悠哉悠哉 旁边放着烧水的小泥炉 煮水泡茶 裴之鱼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 手里拿着瓜子 喀蹦喀蹦地磕着 两人喝着茶 江阳讲述着空间裂缝里的见闻 包括驴一样大的螳螂 胶皮管子一样的黑蛇 满地爬的跳蚤 会呱呱叫的野狗裙 还有一种叫做皮卡丘的黄色垫耗子 差点就被他收服 杨哥 爷爷当时真的站在白米巨蟒头顶 冲上天打铃接一兽 裴之鱼双眼亮晶晶 惊喜地问 江阳没有丝毫停顿 点头应试 之鱼啊 你是不知道 师父当时老牛逼了 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干 我愿称之为 骑蟒勇士 裴之鱼自动过滤骑蟒士的称号 听到爷爷这么厉害之后 喜滋滋地笑了起来 又仰起小脸 苦巴巴地说道 杨哥 进空间裂缝之前 爷爷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 我真怕他是在交代一言 要是爷爷跟爸爸妈妈一样 没从空间裂缝里出来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江阳心中暗叹了一声 妹子 这可就要感谢你杨哥了 要不是你杨哥 兴许老头 真有可能遭到暗算 到时候 你就是最年轻的 身价几十亿的小富婆 嗯 等等 自己是不是坏了裴之鱼的好事 江阳扫了裴之鱼一眼 发现他撇着嘴 眼中满是后怕 生物磁场也没有特别的情绪波动 这才感觉自己想多了 杨哥 灵界易兽 是你用契约眼球杀死的 现在被爷爷拿去换钱 还分给我一半 你会不会有想法 裴之鱼有些羞愧地说道 我什么都没做 就得到了你们的战利品 妹子 你不会是想扣我眼珠子吧 江阳往旁边挪了挪 整个空间裂缝最有价值的东西 就在自己眼眶里 不说还有一把排名22的封印物 以及巨额财富和钥匙 手心灵的主材料 自己还有个屁的不平衡 要是真论功行赏 自己可得不到这些东西 不是功劳达不到 而是分配不到 单说灵子盒 抛开幻想逐一步谈 只说现实 如果没有师傅站在自己身后 官方组织真的允许灵子盒在自己这里吗 肯定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 更何况 现在自己通过灵子盒 看到了空间中的戒指 可以使用斥力和引力 哪还有什么不平衡的 哪好处 得便宜 要卡在一个所有人都 恰好能够接受的边缘线上 少了 自己难受 多了 别人会想方设法 让自己难受 就现在这样 非常好 既得了便宜 还光明正大 不用被人惦记 事实上 裴老头在其中 尽了最大努力 帮助江阳得到更多好处 他也怕人惦记 怕有心人搞自己这家人 在东南战区 裴老头的要既失身份 和灵御进实力 受到很多人尊重 很多大人物都给面子 但真闹起来 被更高层得知 并且参与进来 那裴老头的身份和实力 根本就不够看 他灵御进是很高 很强 但上面还有灵神镜 灵容镜 还有五者金字塔顶端的五神镜 所以 他们做事 都是本着小心谨慎 不跨出一个界限 不越过那个圈 江阳不认为自己 达到了人见人爱 被官方大领导 无限纵容的程度 遇到什么事 嘻嘻哈哈 轻描淡写的 就过去了 跟着闹着玩呢 实际上 对某些大人物来说 任何不稳定 不受控制的因素 都是隐藏危害 是要被针对 被清除 被消灭的隐患 实力没达到一定程度 就无脑蹦达 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包括裴老头 把灵街易寿 卖给刘四红 也是一种信号 因为这是易寿材料 内部流通 如果放到拍卖行 谁知道 会不会被其他国家的人买走 很多隐性的交流 是不能说出口的 大家都保持着一种 一切竟在不言中 和大家都懂的状态 另一边 裴老头推开 猎魔队 东南分部大会议室门 见到裴老头走进来 刘四红赶紧站起身 拉开身旁的椅子 师兄 过来坐 裴老头也没客气 走过去 坐下 抬头道 你要的灵街易寿 在楼下 你徒弟接着呢 钱 你分成两份 分别打到知语 和小杨的账户里 哎呀 刘四红笑着搓搓手 还得是师兄藤师弟 别人都白费 要不 我再加两成 不用 就这样吧 裴老头说完之后 看向会议桌 最上手的宋问琪 没多做寒暄和铺垫 直接开门见山道 关闭空间裂缝 保住滨海 我能做的 都已经做到了 我徒弟的林子和 我孙女的五道前程 你们要给我个保证 宋问琪点点头 也没说些打官腔的废话 你放心 林子和是你们师徒的战利品 这一点 咱们不多做讨论 上头也同意了 知语的五道前程 我们整个东南战区 供他到灵虚境 你准备做 钥匙 守心灵 两种药剂 除了置换的主材料外 其余材料 我们都无偿 给你配齐 裴老头没再说话 得到了满意答复后 他闭目养神 安静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参与其他事件讨论 只等钱到账 回家 刘四红眼神 描向裴老头 满是羡慕 自己什么时候 能让东南战区负责人 这么听话呢 难道非要灵欲境才行 自己是灵济境 距离灵欲境 中间这只灵虚境 再晋升灵欲境 整整两个大境界跨度 今年自己52岁 修炼到死那天 能有个灵虚境 就不错了 既希望 在徒弟身上 刘四红脑海中浮现 周存傻乎乎的样子 立刻摇头 算了 指望不上 哎 自己有钱啊 能不能跟师兄商量一下 把他徒弟买过来 给自己当徒弟 裴老头缓缓睁开眼 斜眼过去 与刘四红眼神交汇 沉默了片刻后 他满是威胁的低声道 别打我徒弟的主意 刘四红支支吾问道 师兄 你能看出来 我的想法 哼 裴老头哼了声 心想 没有对比 自己的崽子是最好的 但有了对比 别人家的崽子 好像更诱人 第六十章 刘四红的人情世故 师父 咱们回吧 周存把玻璃箱关上 里面是那头 临接异兽的尸体 刘四红从口袋里 取出一个玻璃瓶 扔给周存 说道 取出一瓶异兽血 送给你师伯 周存看着那么大一个玻璃瓶 笑着打去师父 道 师父 这么大一瓶啊 太贵了吧 您可是真净白银买的啊 真舍得 刘四红挟了他一眼 去一趟空间裂缝 胆子肥了你 连师父都敢开玩笑 赶紧的 好嘞 周存应了声 打开玻璃箱 用特殊的取血器 从灵接异兽身上取血 刘四红叹息了声 不知对周存说 还是对自己说 一直不理解师兄的执念 难道他真就 为了儿子而习的尸骨 感冒凶险 万一死在了空间裂缝里 可就只剩下之羽丫头自己了 现在我理解了 师兄这次拼命 更多是为之羽丫头 拼个虔诚 不禁声灵神静 他就有离开的那一天 不为之羽 拼个虔诚 他不放心 最后 他心生触动 不由感叹到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师兄啊 刘四红倒破了 陪老头空间裂缝之行的最终目的 之前去找宋问琪 是附加江阳 这个额外条件 对官方高层来说 只要你能办到 我们要求的是 你的条件 都不成问题 周存抬头看看师父 心中想着 别说陪之羽的虔诚了 就连阳哥 都得了巨大好处 灵子盒啊 能够支撑 整个空间裂缝的灵子盒 这不是可以用钱 来衡量价值的东西 周存把取好的异兽 血递给刘四红 刘四红赶紧去找陪老头 顺其站在一辆黑色商务车旁 司机站在停车场边缘 把空间留给两位大佬 老裴 陈宗林刚出空间裂缝 就被两个神秘武者带走了 看监控视频中的速度 以及城防军设备 检测出来灵力波动来看 那两个神秘武者 是灵际静 名神雾蛇的双眸 灵体骸都在陈宗林身上 东南战区总备部 已经派出暗中调查小组 希望会有个结果 裴老头表情淡然道 老宋 我不关心这种事 我只做我该做的 至于其他 你不用告诉我 宋问奇眼角一抽 裴老头的态度 让他无处发力 好像一拳打到了棉花上 很是难受 老裴 我是怕那个秘密组织 会在滨海活动 宋问奇说道 裴老头沉吟了下 明天 我带孙女和徒弟 去旅行一年 老裴 你这是把天了死了呀 宋问奇急得直跺脚 不 不用 宋问奇磕磕巴巴道 滨海的舞者 还都眼巴巴看着你的药剂呢 不用你盯着了 万一遇到了蛛丝马迹 您受累 通知一下猎魔队 师兄 就在裴老头想该怎么回答时 眼看着刘四红出了大厦 朝这边走 边大喊着 老宋 别说了 这件事 别把刘四红师徒牵扯进来 宋问奇顺着 裴老头的视线看过去 默默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刘四红大笑着走过去 举着手中那瓶易受血 故意大声说道 师兄 周岑那小崽子说 不能就这么 把灵结易受拿走 就取了瓶易受血 送给师兄 带回去 给知语丫头 和江阳那小子 兴许以后用得着 裴老头也没客气 接过那瓶易受血 抬眼皮打亮了下刘四红 露出一抹 我懂得微笑 行了 这个人情 记在周岑头上 刘四红 就像看不懂笑容 听不懂话中意思一般 笑着硬道 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那小子 跟江阳在空间裂缝里 也算经历过生死 有了兄弟情也正常 都是好小伙子 咱们都老了 是兄弟的情谊 他们小一半 得传承下去 裴老头笑笑 知道了 我走了 说完 裴老头开门上车 那名司机赶紧跑过来 对着宋问奇攻声问候 随后上车 启动 缓缓驶出停车场 刘四红看着驶离的汽车 转头笑眯眯 看着宋问奇 老宋 最近不忙吗 挺忙的 宋问奇根本不在意 刘四红说了什么 随口敷衍着 刘四红笑了笑 然而 话风一转 语调平缓地说道 我师兄也很忙 既然你们都那么忙 就别互相帮忙了吧 宋问奇看向刘四红 沉默无言 刘四红喝得笑了声 道 大家都是过日子 不能看谁家日子过得红火 全家人都能挣钱 就总去人家借钱 人家脸皮薄 磨不开面子 就算心里再不情愿 也借了几次钱 但是次数多了 关系也就淡了 稍不注意 再把关系闹僵了 这多不好 您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宋副司令 宋问奇沉默了两秒钟 笑道 是啊 关系闹僵了不好 我有事 先走了 老刘 你也早点回去吧 好 我早点回去 刘四红笑着目送宋问奇离开 带宋问奇走出停车场之后 脸上笑容慢慢沉了下去 变得面无表情 还买清零药剂 你上次不是买了食瓶吗 这么快就用光了 妹子 你把清零药剂当水喝了呀 江阳看着眼前林家小妹类型的女孩 这个姑娘 前几天刚来买了食瓶清零药剂 食瓶恢复药剂 食瓶运药剂 消费了182万 今天又来了 而且 今天只要清零药剂 不要其他 裴之鱼坐在小板凳上看了过去 出声道 清零药剂最主要的作用 是保持舞者精神意识清明 不会在意识混乱时 被内心黑暗侵蚀 换句话说 就是把即将一模化的舞者 从黑暗边缘拉回来 小姐 你是家里有什么人 将要一模化吗 没有 没有 女孩吓了一跳 连忙转身对着裴之鱼白手 就是 有备无患 万一遇到了什么状况 也好及时应对 没有什么人要一模化 她转身对江阳说道 老板 150万对吧 我刷卡 好 150万 食瓶清零药剂 江阳也就奇怪一下 送上门的生意 为啥不做 至于你家有没有人变一模 那是猎魔队的事 第61章 金便 林家少女 拿着装有食瓶 清零药剂的箱子 匆匆上了豪车 裴之鱼望着那辆车 非常肯定地说道 他家里一定有情况 我只看到 他家里一定很有钱 江阳慵懒地回了句 便不在搭理裴之鱼 在茶桌上抓了一颗无花果 扔进嘴里 一边嚼 一边说道 至于 我不管你是正义感爆棚也好 多管闲事也好 身为猎魔人的职责也好 总之 做事之前 先动动脑子 要么去通知猎魔队 要么就老老实实等着警报 如果再发生类似 跟踪八脸那种事 我会制作 风铃叶 强行给你灌下去 以后你就做个普通人 说句实在话 从情感上 我只在乎老头 你可千万别让老头伤心 裴之鱼错愕地看着江阳 他虽然感觉得出 江阳对自己好 是因为爷爷是他师父的关系 但没想到 他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好 好的 裴之鱼虽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支支吾吾地答应了下来 他不认为 一个毫不犹豫 抠眼珠子的男人 会处在认真的情绪中 跟自己开玩笑 有些事 只能发生一次 有些蠢 也只能犯一次 江阳拿着烧水壶 去厨房接水 回来放到小火炉上 拿起热茶抿了一口 然后 全部倒在茶宠上 这只茶宠是头棕色的驴 裴老头养了好些年 其实 裴老头的品味 真的很奇怪 但作为新世纪优秀青年 具有强大的接受能力 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做完这些之后 江阳慵懒地躺在摇椅上 翘起右腿 用手碾着无花果 脑海中不断思考着 关于电磁力的知识 今晚 他要正式晋升灵通镜 这让他想起了八脸 那家伙 有头脑 但不多 其实 在某些时候 还挺可爱的 此次空间裂缝之行 最大的收获 是真正意识到了 想要成为高级舞者 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灵力和天赋 还要具有相当庞大的知识 和相应的能力 从很多细微处 就能感觉到 暂不提师傅这个 有可能买来的博士 就是裂魔队那些人 都不是普通角色 王蒙和屈家亮的机敏反应 应对事件时的处理方法 多次救了他们的命 庞方术对时机的把握 对全局 对人心的把控 完美地诠释了 身为队长的能力和职责 事实上 事情真就是按照 庞方术所料想的 那个方向发展的 虽然 中途他被杀死了 但 这并不耽误结局 灵力增强 并不只是强大身体机能 对脑狱也有一定的开发 这是当然的 舞者修行 难道只长力气 不长脑子 就跟以前看的小说一样 宗门一帮修行 几千年的老怪物 被一个刚修行几天的 十几岁少年 耍得团团转 难不成 越修炼 越往灵长类动物方面靠拢 想到这里 江阳悚然一惊 睁开眼 就看到裴老头 站在自己面前 疑惑地看着自己 做噩梦啊 裴老头问道 没有 江阳摇头 站起身 给师父让位置 倒了杯茶 转身坐到门口的小马闸上 以着门框 寻思了一会儿 回头看着师父问道 师父 您说 咱们修炼到最后 会变成什么 正在喝茶的裴老头 嗯 勒生 看向江阳 非常干脆地回答 不知道 裴老头沉吟了下 道 舞者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镜头 是灵欲镜 也就是我现在的境界 具有初步开启欲的能力 但效果不明显 只有周身机密 第二阶段的镜头 是武神镜 那个舞者金字塔的顶端 具体什么样子 有什么能力 我也不知道 第三阶段 据说是武神之上 我也只是 听你师爷提过一次 事实上 对你说的这些 都只是转述你师爷说过的 对于舞者境界的探究 我已经走到了属于我的镜头 更高层次 只能依靠于你自己了 之余好像有些不太高兴 裴老头早就发现了 宝贝孙女情绪不高 强忍着询问的情绪 选择先回答了徒弟的问题 江阳把刚才的事 包括自己对裴之余说过的话 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裴老头略作思考 不由地叹息道 你做得很对 罐子如沙子 这些年 也是我太过纵容 这才导致之余养成了 做事缺乏思考 不计后果的性格 江阳没有接这句话 说到底 师傅和知语是亲人 自己虽然是徒弟 就算再亲近 始终是差着一层 自己只说该说的 只做该做的 一定要保持该有的界限和距离 很多事就怕自作多情 吃过晚饭 江阳去买了一杯碎冰柠檬茶 在冰江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喝完了碎冰柠檬茶 把一枚电子埋进江底 再散步回家 路过熟食店的时候 又买了一斤卤鸡爪 和一个卤猪蹄 去超市买了瓶2L冰镇大可乐 一间放置实验仪器 和制药材料的私人房间内 体态微胖 个头中等的宋马亭 凝视着玻璃罐子中的 契约眼球 只见契约眼球 发出咕咕咕的转动微声 不断有黑物自眼球周围冒出 触碰玻璃罐子的时候 会被一道青色灵力反弹回去 那些黑物 始终无法渗透出玻璃罐 哼 就算排名 封印物序列第十的 契约眼球 再无持有者的情况下 无法突破灵力臂涨 宋马亭眼睛微眯 欣喜地自语道 他在拿到契约眼球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交到猎魔队高层 而是拿回自己家的实验室 用灵力传导材料做辅助 以灵力臂障 封闭了契约眼球 就在这时 宋马亭突然紧皱着眉头 面部表情开始扭曲 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他不断倒退 撞在实验室墙上 瘫坐下来 双手拉扯着不算浓密的头发 直到把手中的头发 硬生生扯下来 带着头皮的发丝掉在地上 鲜血顺着头皮划过脸颊 他猛的钳扑摔在地上 痛苦呻吟变成哀嚎 指甲刺进脸皮 拉扯着脸颊的皮肤 撕下大片脸皮 第六十二章 日记再现 江阳在家里啃玩鸡爪和猪蹄 一口气干掉一杯冰可乐 收拾干净 他去浴室洗漱 十分钟后 从浴室里出来 坐在客厅中央 喝下三瓶灵通密药 开始闭目运行灵力 汇聚于胸前气海雪山 他要静生灵通镜 之前在空间裂缝里 和八脸周旋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静生 但八脸身边 他不敢完全放空身体 任由灵力运行 药剂能够很好的 激发灵力 身上经络被灵力冲刷 然后 进入气海雪山中凝聚 再由气海雪山 迸发灵力 运行于经络之中 灵力可以运行到身体各处 这是这意味着 他已经静生灵通镜 对于舞者来说 气海雪山就是一颗灵力心脏 三分钟后 江阳睁开眼睛 静坐了会儿 从地上站起来 又去浴室 冲了个澡 换了身干净衣服 回到卧室 打开床头柜 拿出日记本 他要对近期的情况 做一次记录和梳理 这样会更直观地看到问题 整理收获 以及制定自己的后续发展 此刻的他 退去了嬉闹的情绪 处于一种 机械式冷静的状态 这与平时的他 截然相反 或许 每个人都有几张面具 才会展露自己 最真实的一面 电脑桌前 江阳滩开日记本 按了按原珠笔 短暂思考过后 开始慢慢书写起来 灵力 是支撑一切的基础 或许 我在到达灵际境 不 只要灵陵境 就应该可以利用电磁波 去控制生物的思维和行为 而不是花费大量时间 去进行引导 这可以直接 避免正面战斗的风险 大大提高安全性 如果进行 深层次的控制 或可 让对方去杀人 以及自杀 也可以在暗中利用电磁波 传导电子 进行远距离引爆 看到介质之后 可以掌握的不仅仅是 视力和引力 对于波的传导 和重新排列原子的学习 也可以提上日程 这涉及能量产生和物质转变 需要海量的 知识和庞大的灵力支撑 当然 一切都是值得的 江阳放下圆珠笔 双手枕在脑后 身体微微厚仰 看着电脑桌旁的书架 对于电磁力的强大 他从没有怀疑过 而且 在空间裂缝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随着他学习的加深 电场 磁场 磁场 电磁力场 电子压缩 撞击原子核 融合大地磁场 应该归类于掌握电磁力底的第一阶段 属于电磁力比较粗浅的使用方法 控制波 能量产生和转换 物质转变 力 空间磁场 捕捉粒子和控制粒子等 是电磁力更进一步的使用方式 想着关于电磁力的学习 和使用方向 江阳不由的头大 但正如他刚刚写的那样 一切都是值得的 写完这一部分之后 他翻了一页 接着写下其他问题 宋马亭是怎么死的 自杀还是谋杀 他拿到契约眼球之后 为什么不上交 而是拿回了家里 他在关于 名神物蛇的双眸的事件中 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 推测 或许 正如我在猎魔队大厅里等候师傅时 分析的那样 契约眼球 这种接近于bug的 封印物 怎么可能会在巴莲的手里 他的身份和实力 与契约眼球并不匹配 巴莲很可能是个可怜的牺牲品 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而且还已得到了 契约眼球 而沾沾自喜 在之后 他被陈宗林找到 并以某些利益许诺 达成合作 趁空间裂缝开启 去狩猎徐渡青 达到 名神物蛇的双眸 而 契约眼球 最终会以各种方式 回归到幕后者的手中 如果 自己当时不交出去 或许 今天晚上 自己就会像宋马亭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写到这脸 江阳顿了下笔 沉默了 大约一分钟 继续写下一行文字 林子河 会不会也是目标之一 江阳停下书写 圆珠笔往桌子上一摔 深吸了口气 又长长叹了出去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契约眼球 和宋马亭 都被江阳记录了此场 他去江边 在江底埋下了一枚垫子 就是通过水的传播 来粗略感应整个滨海 然后 他就感应到两个熟悉的磁场在一起 其中属于宋马亭的磁场 突然紊乱了起来 所以 他借着去买鲁鸡爪和鲁猪蹄 去到宋马亭家附近 用电磁力仔细感应之后 得知宋马亭死了 死在契约眼球前面 瞬间 他就想到了这种模糊的可能性 吓得他连共享电动车都不齐了 直接打车走的 回到家 啃了鸡爪 啃了猪蹄 喝了冰可乐 又去洗个澡 才冷静下来 安稳地晋升临通静 宋马亭是东南战区副司令 宋问琪的孙子 这件事不会小 但反过来想 对方连战区副司令的孙子都敢杀 这说明什么 要么对方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要么对方比宋问琪的位置更高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宋问琪 也有问题 江阳想到了很多 压下分城的思绪 他打开手机里的滨海地图 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翻一页日记 刷刷写下22个位置 然后 他把之前写过的所有日记 刺拉一声 全部撕掉 手指迸射电弧 电弧攀爬到纸叶上 迅速燃出火焰 飞快蔓延 那几叶纸 在江阳手中变成灰烬 随着他松开手指 任由灰烬飘下 还没落地 就被电弧席 卷着飞出了窗外 第二天 清晨 江阳刚踏进药剂殿大门 就找师父 喊道 师父 有人要杀 喊道一半 他就看到餐厅里 师父对面坐着东南战区副司令 宋问琪 两个老头同时看向江阳 有人要杀什么 陪老头开口问道 江阳思绪电传 几乎没有停顿 急忙道 师父 有人要杀驴 就在北市场 您吃不吃驴板肠 我去买点 中午吃驴板肠汤锅 明天早上 我给您做驴肉火烧 陪老头扫了宋问琪一眼 没好气道 毛毛躁躁的 像什么样子 去吧 多买点 至于也喜欢吃驴肉 好嘞 早餐我给您带回来啊 江阳转身就跑 直奔北市场 第六十三章 世间处处充满诡异 江阳在路上走了十多分钟 突然停下脚步 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一个问题 自己为什么会在 刚进药剂店的时候 大喊大叫 昨晚明明想着 等师父先开口 然后自己慢慢渗透出 自己的想法 怎么一到药剂店门口 情绪和思维 就处在一种模糊 不受控制的状态中 但又为什么 在看到宋问琪的时候 止住了呢 江阳边走边想着自己 可能忽略掉的一些问题 难道是自己的精神状态 过于紧绷了吗 不得不说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 突然来到这个世界 一直处在小心翼翼 精神紧绷的状态 在很多事情上 缺乏相应的经验 和应对方法 以至于 对很多事 都处于警觉 和怀疑的状态中 哎 奇鬼的事件 暗流交错的神秘事理 谁也不知道自己 身处于哪个局中 会在何时 不明不白地死去 江阳默默叹了口气 收敛思绪 脸上重新浮现 阳光温和的微笑 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在路边漫步 药剂店 裴老头注意到了江阳的变化 虽说自己这傻徒弟 不怎么正经 性格跳脱 但他对自己很尊敬 开玩笑也很有分寸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人还没到 就开始大喊大叫 他看向坐在对面的宋问琪 认真快速地回想了一遍 十分钟内发生的事 老宋来告诉自己 他孙子死于谋杀 契约眼球 不见了 小阳慌慌张张地大喊大叫 说 有人要杀什么 当然 绝不可能是驴 因为 自己养了一个棕色的驴茶宠 从不吃驴肉 所以 小阳后面的话 是不是说 有人要杀他 而契约眼球的上一任主人 就是他 这两件事 是否存在联系 不能武断 如果自己在脑海中 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路 会在之后的分析中 受到影响 裴老头这般想着 心中稍稍安静了下来 看向宋问琪 先是陈音的恩了声 随后 声音哑沉道 老宋 你继续说 宋问琪点点头 他脸上除了悲伤和愤痕 还有深深的疲惫 似乎是想到了 孙子凄惨的死状 深深虚了口气 沉寂了下了思绪后 开口道 小婷应该有多重身份 甚至 甚至在那个神秘组织中 扮演着某个角色 简单来说 他不仅仅是叛徒 还是卧底 是间谍 契约眼球 也是那个组织的 封印物 小婷应该是想带着 契约眼球 逃走 中途发生了某些变故 导致他被那个组织清除了 听着很合理 实际上狗屁不通 裴老头不经付费 但面上还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附和了宋问琪的这番分析 所以 你想怎么办 陪老头问道 宋问琪摇了摇头 神色落寞地说道 我要回去接受审查 这件事我得避嫌 只能等待战区的调查结果 随后 他眼神变得阴厉 面部表情争鸣凶悍 老陪 你帮我一次 在暗中调查 我不要什么结果 也不想知道 这里面有什么过程和阴谋 我只要凶手 那个杀死我孙子的凶手 陪老头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抬了抬眼皮 与其平静地问道 你凭什么确定 杀死宋马亭的 是个人 是什么 宋问琪的表情 瞬间凝固在脸上 呆呆地看着陪老头 陪老头没有接话 仍然语气不变地继续说道 你凭什么认为 宋马亭是被杀死 而不是死于其他原因 我 宋问琪一时之间 不知该怎么回答 陪老头这两个问题 两人之间的气氛 陡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呼吸下意识变短 胸前气海雪山 犹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正在酝酿力量 老陪 你怀疑我 陪老头认真打亮了眼宋问琪 缓缓开口道 这些都是疑点 这句不像解释的解释 让两位老人 重新陷入沉默之中 过了几秒钟 宋问琪开口打破了沉默 抬手捏了捏额头 疲惫的眼中带着歉意 不好意思 老陪 因为小婷的事 我们一大家子 都要接受审查 那些人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叛徒 搞得我 神经很是敏感 陪老头默默收敛灵力 重新归于平静 刚才当然是试探 如果宋问琪有问题 忍不住动手的话 这样近的距离 他会在瞬息间 一拳打碎宋问琪的脑袋 几十年的友谊 别搞笑了 存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利益关系 这算友谊 这样的世界里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真的很不容易 宋问琪的手搭在桌子上 手指轻轻拍了拍桌面 轻叹了口气 道 我得走了 答应给你的 不会少 交换的东西 不会因为遗失了 就向对方承担损失 老陪 我的事 就拜托你了 事后 我会给你相应的报酬 我要二十根 守护序列八 冰雪小熊的后颈毛 六片 守护序列十一 灰白巨蛇的鳞片 宋问琪刚站起身要离开 顿时凝固在了原地 身体还保持着刚刚站起的姿势 你还没办成事呢 就开始索要报酬了 裴老头回得也干脆 拿钱办事 没有钱 办不了事 接着 裴老头继续说道 守护序列八 冰雪小熊在东北战区 守护序列十一 灰白巨蛇在中部战区 我给你两天时间 够吗 当然 我不着急 什么时候拿来 我什么时候干活 宋问琪挣扎了一会儿 没有讲价 直起腰走了出去 随即 门外飘来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等着 裴老头稳稳地坐在桌边 手指轻敲桌面 脸色变得异常沉宁 这样的条件都能答应 老宋 看来这件事真的跟你有关系 你找凶手 不会是想灭口吧 第六十四章 反复无常的江阳 江阳在北市场买了五斤牛肉 买了一条鲈鱼 老头喜欢吃清蒸鲈鱼 特别是切了干辣椒丝码在鱼身上 浇一勺热油 滋啦滋啦声一响 老头能就着清蒸鲈鱼 干两碗大米饭 牛肉一部分切成肉粒 做黑椒菠萝牛肉粒 一部分切成薄片 做焦脂嫩牛肉 再把汤汁浇在米饭上 别提多香了 江阳溜达着 走过两条街道 来到停放共享电动车的地方 太不好找了 而且 有的还被划了二维码 没法扫 江阳都在考虑 要不要用电磁力直接激活 不扫码 直接骑走 扫了一辆车 把肉和鱼放在车筐里 刚下马路牙子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 停在了他面前 江阳没当回事 默默调转车头 准备绕过去 这时 车窗被放下来 车里坐着那个家里有矿的小富婆 他惊喜地望着江阳 喊道 江大师 请稍等一下 嗯 江阳回头看过去 发现是一周消费332万的上帝 立刻展露笑容 这都是高端客户 经韭菜 需要小心维护的存在 不过 他喊自己做什么 我靠 不会是 清零药剂 又喝完了吧 真当水喝了 你好 女孩下车后 吩咐司机去远处等着 他走到江阳跟前 注意到电动车筐里的肉和鱼 展开笑容道 看来今晚裴大师和裴小姐有口福了 这是要聊天的节奏 江阳心里默默想着 旋即心疼地计算着时间 共享电动车 打开不齐 也算时间 虽然自己是会员 起步价是一块钱 但超出十分钟之后 每分钟收费一块钱 正进的高消费 你当开玩笑呢 但当着客户的面 他又不好说 难道说 你等一下啊 我先还车 别闹了 人家刚在你家药剂店里 刷了几百万 江阳忍着肉疼 面带微笑地问 您知道我的名字 哎呀 女孩短促地低呼一声 旋即奄然一笑 道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敏洛言 五级舞者 非常抱歉 家里有您和裴大师 以及裴小姐的基本资料 不涉及隐私的 这一点请您放心 毕竟 您和裴大师 是滨海的药剂师 身为舞者知道您 也不算奇怪 这是什么大家闺秀 是聊天方式 先以歉意的方式说结果 再淡化结果带来的误会 最后是轻描淡写的奉承 江阳抿了名嘴 虽然他们家调查自己 但很奇怪 自己竟然不怎么生气 还有种隐隐的自豪感 以及暗爽 就是那种 自己也是上到台面的 药剂师了的感觉 嘖 语言的一说 没关系 我的私人生活非常简单 不怕被掌握黑料 江阳开了句玩笑 敏洛言很能提供情绪价值 似乎是受过专业训练 揭话笑道 我们可不敢调查 江大师您的黑料 我万一被您知道 我在想买药剂 就得跑400公里外的农程了 江阳笑了笑 所以 敏小姐来找我是有什么事 总不能是来北市场买菜的吧 敏洛言摇摇头 我不是来买菜的 江阳微笑着点头 等待敏洛言接下来的话 北市场是我家的 江阳笑容瞬间消失 北市场占地面积 约7000平方米 130多家商户 哼 既然敏小姐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师父还等着我回家开饭呢 江阳转身扶住车吧 江大师 请等一下 敏洛言见江阳要走 急忙伸出手 但又想到伸手去拉住江阳 很不礼貌 于是急切开口道 我确实有事请求您 江阳面无表情地回头看着他 有时说是 炫什么付 装什么逼 等刘四红的资金到账 信不信我把北市场买下 买下三分 买下四分之一 敏小姐有什么事 敏洛言双手在身前紧紧握着 两个大拇指不安分地斗鸡 但他没纠结多久 仰头看着江阳 神色严肃认真地说道 江大师 可不可以请您单独来我家里制作 清零药剂 我提供药剂材料 就按照15万一瓶的价格 除此之外 他在身前吓到 反而非常冷静 他捕捉到了单独这两个字 敏小姐 单独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您自己来 出丝活 这几个字符 陷在江阳的脑海里 随即 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清零药剂 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来压制人类 变成一魔的 当然 这龟裂魔对管 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江阳摇了摇头 道 不好意思 敏小姐 我师父对我很好 出丝活这种事 我不能干 容易给师父惹麻烦 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个人 叫周岑 他师父不怕惹麻烦 敏洛言呆了呆 连连摆手 不行 不行 那这样吧 我买清零药剂 你们店里有多少 我都要了 江阳很怀疑 他全家 就他一个正常人 其他的全是半人半一魔的怪物 需要每天喝清零药剂 压制 突然 江阳想到 所以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找自己 单独说这些事 而且自己昨天 刚刚晋升灵通镜 他家的资料里还没有 只当自己是四级 或五级舞者 就算知道了什么 也没有实力反抗 等到 清零药剂 做好 要么自己拿钱 要么自己失踪 对他们来说 这是最低风险 不然 为什么他不去找师父 而是找自己这个学徒 归根结底 师父跟猎魔队 有很深的渊源 实力也强 自己光敢私令一个 就算出什么事 以这种豪门势力来说 也很好摆平 敏洛言 还想再说些什么 江阳抢在他开口之前 说道 这样吧 敏小姐 你给我个地址 今晚我下班之后过去 但这件事要保密 如果被我师父知道了 铁定被逐出师门 啊 敏洛言 还有一肚子的说辞 没讲出来 突然听到 江阳答应了 还没反应过来 呆滞了一下后 惊喜地看着江阳 江大师 你这是答应了 太好了 太感谢江大师了 这样 我们加个好友 等一下我把位置发给您 或者您发个位置 我来接您 江阳笑了笑 掏出手机 第65章 别拿你徒弟当傻子 师父 江阳拎着牛肉和鲈鱼 海车的地方 距离药剂店有三百多米 每次他都在那里海车 远远就看到 裴老头躺在摇椅上 走近之后 喊了声 嗯 回来了 裴老头应了声 江阳先把牛肉和鲈鱼放进厨房 出来之后 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 又有一丝丝犹豫 把敏洛言找自己 出丝活的事 讲了一遍 裴老头沉吟了下 道 去 该挣的钱 就得挣 至于人家里有什么事 跟咱们没关系 江阳点点头 师父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害怕 您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裴老头诧一道 你不是答应 那个女孩子 自己过去吗 是啊 江阳很自然地说 答应就答应了呗 我又不是滨海十大优秀青年 就没必要 诚实守信了吧 裴老头 瞇缝起一只眼 看着门口 坐在小马扎上的江阳 心中不由地滴滴笑了声 问道 就不怕人家姑娘 埋怨你 埋怨我 江阳喝了声 我又不跟他出对象 埋怨不埋怨 我无所谓 他说完后 转过身 看着裴老头 神色认真道 师父 咱们也俩 就别绕弯子了 就算我拒绝了敏洛言 您也不会坐视不理 虽然您嘴上那么说 但心却惦记着 一是知语 还在裂魔队 现在裂魔人 没有相对高级别的战力 要对付一魔 说不定要用人海战术 至于保不齐 就得出任务 二 相比于要技师 您的行事作风 更像是舞者 从您与刘四红的对比 就看得出来 您对要技 并不是那么的痴迷 基于这两点 您就不可能 不管这件事 培老头安安静静 听着江阳的分析 没承认 也不否认 只是咪缝着眼 呵呵一笑 以你的性格 摊上我这样的师父 是有点累的 江阳摊摊手 这都是命啊 培老头脸色一正 臭小子 今晚你过去 我在后面跟着你 处理完这档子事 你去趟凤山 我订了一批材料 你去拿回来 凤山在哪里 江阳问道 凤山在西北战区 东南西北 江阳念叨了两声 低声笑了笑 师父 您答应了宋问七什么事 还得把我支走 不出意外的话 我走之后 支鱼也会被你支走吧 唉 徒弟太聪明了也不好 培老头心中想着 想什么呢 你坐飞机去 一来一回用不了两天时间 一天天的脑袋里想什么呢 真的 江阳狐疑地看着裴老头 真的 你也不是没看过库房 里面还剩什么了 再不定一批材料 咱们都没得用了 裴老头用一种 倍感无奈的语气 被江阳说 江阳还是不太相信 用电磁力 感应了下师父的磁场 发现没什么特别的波动 这才将信江一的点点头 老头 你可千万别蒙我 你要是出事了 我可不会帮你照看之余 你以为我像你 鬼头鬼脑的 肚子里全是心眼 裴老头美好气地骂了句 江阳又问道 对了 师父 我去凤山找谁啊 怎么拿货 什么拿货 咱们又不是走私 裴老头越来越怀疑 这小子以前在道上混过 你去凤山的药剂店 找贾夫伦 就说 你是我徒弟 他就把货 把材料给你了 臭小子 我都被你带歪了 裴老头嘟囔了一句 行 我知道了 师徒俩又做了会儿 江阳起身去柜台里看 药剂密测 中午做了清蒸鲁鱼 土罐焖牛肉 清炒丝瓜 西红柿半糖 下午依旧在看 药剂密测中度过 情况也确实如裴老头说的那样 库房里没什么材料了 需要进一批 滨海的药剂店 搞一些普通材料还行 很多高级药剂的材料 是没有的 傍晚裴之鱼回来了 兴致还是不高 猎魔队这次损兵折将的严重 三个队长全没了 猎魔队中间力量 只回来了王蒙和屈家亮 而他们两个 也被林子侵蚀的厉害 活不了几年了 正准备去东南战区 总备部疗养院等死 江阳下午在恢复力量 上午骑着电动车 溜溜达达 去昨晚标记的 22个地点中的三个地方 分别埋下一枚垫子 等晚上再埋下一枚垫子 滨海22处标记 就做好了五个地方 江阳给敏洛言发去信息 让他来药剂店 左边的路口接自己 然后给师傅递了个眼神 陪老头会议 他扫了眼正在玩手机的陪支鱼 轻咳了声 我累了 先回去睡了 小阳啊 今天早点回去吧 你也累一天了 好的 师傅 江阳应了声 对裴之鱼道 之鱼 今天你关店吧 我就先回去了 行 路上注意安全 裴之鱼还处在 忧国忧民的情绪中 无法自拔 根本没注意师徒俩 用眼神发电报 江阳出门 直接走向左边路口 路边停着一辆黑色豪车 见江阳走过来 后面车窗放下 敏洛言笑着对他挥挥手 江阳点头笑了笑 开门上车 汽车启动 慢慢融入车流 与此同时 药剂店二楼 裴老头房间窗户慢慢打开 一道身影 飞速略出 消失在夜色中 洪峰林别墅区 滨海最高端的富人小区 说是别墅 其实是一个个微型小庄园 间距很大 之间有花园草坪 大理石雕塑喷泉 前面有园区内小广场 后面是一片山坡高尔夫球场 中产阶级 不过自欺欺人的说法 世界上只有上流阶层和底层 不存在中产 江阳坐在车里 看着一个个私人小庄园闪过 心中不由地产生了这种想法 不一会儿 汽车停在一个四层半开 放逝大别墅门前 敏洛言微笑道 江大师 我们到了 他话音落下 就有人过来打开车门 躬身行礼 请江阳下车 江阳点点头 尽量保持面无表情 别露怯 不能让人看出自己徒老帽进城 看啥都新鲜的样子 江阳环视一周 跟在敏洛言身侧 走向别墅 刚越过花坛喷泉池 电磁力场还没完全展开 他就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注视着自己 一股悚然凉意 顺着脊背蔓延全身 他猛地抬头 第66章 电磁力的妙用 别墅三楼 一间没有开灯的屋子 窗户玻璃上 贴着一张人脸 准确地说 是一张人脸皮 人脸皮上黑漆漆的眼洞 正对着江阳 就像有双死记平静的眼睛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江阳的汗毛 豁然根根竖起 他与那张人脸皮对视 脚下不断有电流迸射 一张普通人不可见的 巨大电弧珠网 瞬间铺开整个别墅 江大师 敏洛言并不平静 他看着江阳 抬头望向那个房间 又感受到江阳身上 忽然炸开的气势 呼喊一声 同时 顾不得什么礼貌 伸手去抓江阳的胳膊 刺 碰 电弧炸开 敏洛言被阵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小姐 爷小姐 门口的庸人赶紧跑过来 搀扶起敏洛言 江阳被敏洛言这么一打扰 也从蓄力 蓄势的状态清醒了过来 就在他这荒神的瞬间 再看向三楼 发现三楼那个房间 已经亮起了灯光 窗户玻璃上 也没有什么人脸皮 他微微侧身 面向敏洛言 目光深忧 敏洛言和三个庸人 也都略带恐惧的微微低头 不敢跟江阳对视 气氛在这一刻凝固 但很快 江阳眯眼微笑道 不好意思 气海雪山时不时翻涌的厉害 敏洛言听到江阳这么说 面上松了口气 勉强笑了笑 先恭喜江大师净声 您刚才的状态有些吓人 真不好意思 吓到你们了 江阳先道了歉 随后没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缠 转说道 我们去看看材料吧 如果不算太多的话 今晚就全都做出来 好 江大师请跟我来 敏洛言情绪正常的不像正常人 微微点头后 凭退了庸人们 带着江阳走进别墅 江阳又抬眼瞥了下三楼那个房间 这次倒是没什么异状 但他很清楚 自己没有看错 那是一张边缘不规整的人类脸皮 面部特征十分清晰 眼眶里似乎有一双不可见的牙眼球 妄想自己的时候 就像被是一条潜伏的毒蛇盯上了 让人挤背发凉 汗毛竖起 如果不是磁场告诉他 师父就在三百米外 他绝对会拔出口袋里的灵子手枪 对着敏洛言的脑袋来一发电磁子弹 然后转身就跑 丝毫不带犹豫 真是倒了泄眉 来到这么个发了疯的世界 江阳在心里又是抱怨 又是骂街 以此来缓解刚才的惊悚感 在江阳踏进别墅大门的时候 左眼眯了一下 又睁开 深邃的眼眸中 延伸出数十条灵力丝线 快速地抬眼看了看 顿时眼皮一跳 再次释放一层电磁立场 继而 他又看向敏洛言 敏洛言身上 除了微弱的灵力之外 并没有什么诡异的波动 江阳引去灵力之眼 跟随敏洛言走进别墅 因为灵子和左眼 拥有灵力和电磁力 两种使用方式 所以 他给使用灵力时的左眼 取了个灵力之眼的名字 他觉得自己很有取名天赋 灵力之眼 电磁之眼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裴老头 并且因为好听的名字 而沾沾自喜 裴老头什么都没说 只是深深看了 自己徒弟两秒钟 然后 让他去厨房做饭 灵力之眼没有发现 与一模有关的灵力波动 这倒没什么 但他也没发现 这个别墅内 有除了敏洛言之外 其他的舞者 所以 敏洛言买那么多清零药剂 现在又要做清零药剂 给谁用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江阳心中保持着警惕 跟随敏洛言 来到一楼左侧房间 开门之后 是三个靠墙的材料架子 中间放着一个 制作药剂的工作台 江大师 这里有70份 清零药剂的材料 我接受耗材 在10份之内 做完之后 我会支付您1150万 敏洛言走进房间 沿着三个材料架子 缓步走动 说完之后 他站在工作台边 看着江阳 江阳点点头 感受着电磁立场中 师父的磁场越来越近 心中底气 不由得足了些 他走过去 站在敏洛言身前 视线与敏洛言 交汇在一起 微微弯腰 敏洛言仿佛受惊了一般 低呼一声 向后退了一小步 双手紧钻在胸前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写满了慌乱 江 江大师 您 敏小姐 您挡到我了 70份清零药剂 可是不小的工作量 江阳微微一笑 绕过工作台 坐了下来 手指画过一整套器具 转头抬眼 看着渐渐放松下来的敏洛言 轻笑着问道 敏小姐 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助手 敏洛言表情 出现一丝异样 我并没有成为要技师的天赋 恐怕会给您添乱 没关系 江阳望着他 道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在我身旁就好 这会让我心绪变得平静 说完之后 江阳也不管敏洛言 答不答应 转身去架子上拿材料 敏洛言的脸淡疼得浮现红韵 视线躲闪 不敢看江阳的背影 迟疑了下 抬眼皮看看江阳 走向靠窗的墙角 坐在了高凳上 安静地看着江阳制作药剂 别墅晚 裴老头坐在一个大理石雕像喷泉边 手里拿着手机 信息对话框中 不断自动编辑文字 别墅三楼 左边第二个房间 有张人脸皮 我在别墅里 感受到了我的磁场 这倒不奇怪 敏洛言买清零药剂 是我拿的 带有我的磁场 很正常 但是 整个别墅内 只有一个我的磁场波动 要么那些清零药剂不在别墅内 这里还有一个 带有我磁场的物品 要么这个别墅里 有我曾经持有过的东西 我已经用电磁波 干扰了敏洛言的思想 三分钟后 敏洛言会被我完全催眠 别墅里的庸人会同一时间晕倒 我在工作室控制敏洛言 您去三楼看看 裴老头看着不断自动编辑出来 文字的手机 心中带着感叹的疑惑道 电磁力还能这么用 第67章 我们都是演技派 裴老头关掉手机 放进口袋里 点了一支 已经借了很久的香烟 吸了第一口 有些不适应 皱了皱满是皱纹的脸 缓缓吐出烟雾 第二口 第三口 他又拿出了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对面很快接通 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 裴师兄 您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哈哈 我还想着 这几天 去滨海看看你呢 听四红说 你收了个天赋极高的徒弟 我得看看 正好带我家 这小崽子见见世面 别来了 啊 裴老头开口道 别来了 这两天 我让他去找你 伏伦 你师父给你留下的 天空树的露水 卖给我三滴 师兄 你要做雪山凝固 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订票过去 裴老头道 不用了 等我徒弟 去找你的时候 你把天空树的露水 给我徒弟带回来 就行了 伏伦 你得帮我这一次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好 天空树的露水 留在我这里也没用 就送给师兄了 好 我这一门 欠你个人情 师兄 说人情就远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行 就这样 裴老头挂断电话 又深深吸了口烟 把抽了一半的香烟 扔在地上 用脚尖碾面 搜 裴老头身形化作飞影 消失在原地 裴老头站在别墅外院的 喷泉石雕顶上 看着别墅内晕倒的七八名庸人 看着一楼房间里 正在制作 清零药剂的江阳 和呆坐在窗边的敏洛岩 他眸光微微一动 像清风一样飘起 落在三楼 那个房间的窗台前 江阳的信息里说 这个房间里 有张人脸皮 人脸皮是什么东西 裴老头不太能理解 他伸手想要 拉开窗户 突然 裴老头的手微微一顿 另一只手伸向背后 抓住冰凉的刀刃 手指用力 蹦 刀刃崩断 裴老头回身一拳 轰向突然出现在背后的偷袭者 碰 那道黑影被轰飞出去 但在半空泄力 轻飘飘落 在喷泉雕塑顶上 笑眯眯地看着裴老头 甩了甩刚才格挡的右手臂 裴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这一拳有五成力 三成 裴老头冷然地看着他 视线扫过一楼江阳所在的房间 目光重新落在那人身上 滨海除了自己 还有其他灵御镜 并且还跟敏家有关系 裴老头还没有动作 站在雕塑顶上那人脚下的喷泉池 挡开一圈又一圈波纹 那人瞳孔一缩感知到危险 但下一刻 他周身漂浮着十二粒 闪烁着微光的光点 吱吱吱 十二个光点变成电蛇 穿透那人身体 交错连接在一起 形成电网 别墅地面上浮现出 由电壶组成的巨大珠网 裴老头出现在那人身前 伸手抓住那人头颅 五指用力一捏 咔嚓 那人的身体如玻璃一般 爆成碎片 电网失去目标 渐渐消失 裴老头落在喷泉边缘 目光冷峻地看着别墅大门外 那人从别墅外的黑暗中走出 站在门外 看着裴老头 轻笑问道 裴大师 刚才有五成力 三成 裴老头话音落下 身影已经出现在那人左侧 猛烈出拳 那人抬臂格挡 砰的一声 撞击在一起 随即 两人身影同时消失 黑暗中不断传来碰撞声 以及密集的灵力连一 别墅工作室内 江阳做好第七份 清零药剂 把药剂瓶摆放在一起 手上动作不停 再取第八份材料 敏小姐 猫妹问一下 那个灵欲镜舞者 跟你是什么关系 她是 我的家人 敏洛言看了眼窗外的黑夜 语调仍是那么的轻柔舒缓 此时此刻 经过江阳不断暗示 不断用电磁波 影响敏洛言的思维意识 她已经完全陷入被催眠状态 完全依靠本能意识 来回答江阳的问题 不过 江阳对电磁力的运用 还比较粗浅 不能完全操控对方思维意识 问的问题 也只能是一些 不会刺激到敏洛言的 浅层次问题 否则 她会直接问 那个灵欲镜舞者是谁 你要这么多 清零药剂 做什么 但这样 会刺激到敏洛言的意识深层 遭到抗拒 她会醒来 别墅外两位 灵欲镜舞者的战斗愈发激烈 空气中弥漫着胶织的灵力 一道道灵力碰撞出来的涟漪 犹如雨滴落池塘 不断荡漾扩散 别墅内 江阳有条不紊的制作 清零药剂 嗓音温柔地微笑问道 你要这么多 清零药剂 是为了藏在三楼的那个人吗 是的 敏洛言双眼空洞地看着江阳 她承认的同时 又摇了摇头 语气低落到 她已经不是人了 不是人 江阳正了下 她审视着敏洛言 电磁力蔓延出去 又重复叠加了两层电磁力场 仔细感受着三楼 那里确实有自己的磁场 尽管很微弱 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江阳没有继续 就这个问题说下去 这样会挑动敏洛言的深层意识 所以 她转问道 你跟宋马亭 是什么关系 我跟宋马亭没有关系 江阳沉默了下 感知到对敏洛言的催眠正在减弱 她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识赵赫鲁吗 敏洛言脸上出现挣扎之色 眼神有了些许神采 张着嘴 发出呜呜的声音 几乎是从嗓子眼挤出的声音 认识 她是我爸爸的保镖 话音落下 敏洛言身体一软 从高凳上摔了下去 嗯 敏洛言清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倒在地上 脑袋很沉 身体摔得很痛 发出轻盈声 在她还没反应之时 就看到江阳扑了过来 在她惊恶的眼神中 江阳拉着她 蹲在了墙角 与其惶恐紧张地问道 敏小姐 外面有林玉镜舞者在战斗 你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人 什么 林玉镜 李叔怎么 敏洛言话说一半 瞬间反应了过来 赶忙站起身 透过玻璃窗向外面看 神情交集 坐在墙角的江阳 低着头 嘴角扬起 李叔 敏洛言的家人 姓李 八脸赵赫鲁 是敏洛言爸爸的保镖 他买这么多 清灵药剂 是为了三楼那个不是人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 还带有自己的磁场 所以 那个东西 第六十八章 聪明如我 天才机智 江阳心里嘀咕着 慢慢从墙角站起来 感受到别墅外战斗的震荡 手指在墙上轻轻一点 双手扶着窗台 神情交集的敏洛言 忽然失去意识 身体贪软地向后扬斗 江阳伸手接住她 慢慢放在地上 敏小姐 真是蠢得可爱 江阳无声地微笑 转身出门 穿过庸人们晕倒的客厅 上了旋转楼梯 直奔三楼 她没坐电梯 怕惊动三楼 那个不是人的东西 她分别在一楼大厅 别墅门口 喷泉雕塑 放置了三枚电子 在关键时刻 用来使用电子跳跃 不然 她还真不敢 就这么直接上三楼 就像杀手一样 他们首先思考的 不是怎么杀掉目标 而是怎么在任务过后逃跑 任务成功或失败 都不能耽误逃跑 三楼那个带有 她生物磁场的东西 让她很在意 心中也有了一个怀疑目标 她需要验证 如果却如她心中所想 那就必须要解决 不然 自己一定会卷进 这场充斥着阴谋的漩涡里 生与死 都在别人的手里攥着 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她不想变成陈宗林 和八脸赵贺鲁那样的人 生死不由己 别墅外 裴老头和那个姓里的灵欲进舞者 似乎打出了真火 空气都开始震荡 别墅的玻璃 被震碎大部分 江阳踩着摇晃的楼梯 来到三楼那个房间 她站在门前 右手贴在门上 一道道不可见的电磁立场 扩散出去 将这个房间笼罩 形成静置电磁场 开门进去 江阳脑海中冒出一个问号 随即 她摇了摇头 手指点在门上 下一刻 门上布满电弧 哄 房门被轰出去 砸碎玻璃窗 飞了出去 不 应该先炸开 然后 再进去 万一开门之后 一张人脸皮漂浮在半空 自己不得吓死 毕竟 自己胆子很小 江阳走进房间 在门被轰飞 撞碎窗户那一瞬 房间内的 静置电磁场 已经形成 她将电磁力灌住左眼 睁开左眼 看清介质 控制了房间内 所有物质的带电粒子 所有能量拨传动的介质 将其暂停 以达到类似 空间静置的效果 实际上 是以电磁力为 基本支撑 但这对江阳来说 只要结果一样 过程并不重要 这间卧室 有自己家三分之二打 睡床 书桌 衣帽间 卫生间 还有三个单人小沙发 围着一个玻璃小插机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简约 江阳环视一圈 面向衣帽间 他清晰地感知到 那里有自己的磁场波动 就在这时 江阳耳畔响起一道 声音泥男声 仿佛是有人 在垂死之际 发出的无意识言语 他转头看过 像睡床正对着的那面墙 由一整块花纹大理石 构成的墙面 非常光滑 表面像是打了一层蜡 在大理石和蜡之间 慢慢浮现出一片阴影 阴影里似乎有人在向外爬 那张人脸皮 不断在大理石墙面上浮现 他始终无法突破那层蜡 只能被困在 大理石和蜡之间的空隙里 这就是敏洛言口中的 那个不是人的东西 清零药剂就是给他的 这玩意儿 怎么喝清零药剂 江阳停止思维发散 面向那个大理石墙面 抬手打了个响指 啪 写成粉尘在空中漂浮着 从粉尘中 飘出一缕缕黑雾 仿佛游蛇一般 在粉尘中穿行 慢慢在江阳身前汇聚 最后 黑雾形成托举状 上方滚动着一团黑雾 下一刻 那团黑雾静止不动 从中间裂开一道缝隙 缓缓睁开 果然是你啊 瞧 江阳看着漂浮在身前的 契约眼球 嘴角上扬 契约眼球 出现在敏洛言家里 那宋马亭的死 一定跟敏家有关系 但敏洛言又不认识宋马亭 八脸是敏洛言父亲的保镖 以八脸的状态来看 他并不是带着任务的 而是那种为了钱 可以杀一魔 也可以杀人的自由猎人 由此可以推断出两种可能 一 八脸是无意中得到了契约眼球 然后离开了敏家 二 八脸的记忆被篡改了 那段被植入的记忆中 他就是契约眼球的主人 没有做保镖的记忆 一直都是自由猎人 那么 契约眼球和这个鬼影有什么关系 一个个谜团浮现在江阳脑海中 无论他怎么延伸思维 也无法弄清楚这其中的联系 他看着契约眼球 突然 咧嘴笑了 随即 他转身朝门外走 随着他的脚步移动 变成粉尘的衣帽间 缓缓聚集 变回原本模样 衣帽间里的衣物 也慢慢归于完好 契约眼球 重新变成黑物 回到了衣帽间里 他走下旋转楼梯 回到工作间 敏洛言还躺在地上昏迷着 别墅外的战斗陷入了白热化 江阳盘腿坐在墙角 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轻壳两声 调整情绪 电话很快接通 喂 你好 这里是 江阳立刻喘着粗气 语气交集中带着恐惧 快速说道 喂 是烈魔队吗 我是要祭奠的江阳 我在洪峰林别墅区 A010号 这里有高级舞者战斗 还有一魔 你们快嘟嘟嘟 江阳一口气 说完半截话 然后 挂掉电话 虽然是半截话 但所有信息 都给出去了 嘿嘿 契约眼球 不是丢了吗 那好 我把它重新给你们送回去 我倒要看看 这次你们 还能以什么姿势 把契约眼球 弄丢 把电话收好 江阳被靠着墙壁 一边收回多重 施加的电磁立场 一边思考着 这是 契约眼球 第二次跟我有关系 但不明显 毕竟自己是被敏洛言 邀请来制作 清零药剂的 突然发生了战斗 还有一魔气息 自己这个老是本分的老百姓 第一选择 当然是报警 至于门外 是什么人在干假 因为什么干假 自己不知道 不认识 不清楚 事后调查的时候 敏家人有很大 可能会因为 隐藏那个礼书 连带师傅 也不会被提及 就算他们查出了师傅 也完全可以说 是因为自己出来接私活 被师傅发现 来找自己的 至于师傅 和什么人干假 估计 他们不会问 就算问了 敏家人 也会想办法抹出痕迹 这一点 不用担心 江阳想到这里 敏嘴笑了笑 我真他妈是个小天才 第69章 滨海市五星市 敏江阳 裴老头跟那个 李淑姬站正憨 突然发现 猎魔队的车风风火火 冲了过来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撤回拳头 都为座停顿 向后连连纵运 消失在黑夜里 江阳 江阳 你怎么样 江阳 王鹏在工作室里 发现了昏迷在墙角的江阳 因为之前 他卖给自己 灵通药剂 救了自己一命 他心里 对江阳十分感激 江阳心中暗叹一声 这不是在小巷子里 被一摩擦的满身 是冻的倒霉鬼吗 他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江阳慢慢睁开眼睛 双眼无神地扫了 眼下周围 最后目光落在王鹏脸上 声音虚弱道 鹏哥 你来了 见到江阳醒了 王鹏顿时松了口气 没事了 我的队友 正在清查整栋别墅 放心吧 你安全了 他这边刚说完 正要扶起江阳坐到椅子上 楼上就有人大喊 墙里有一摩 快来支援 大约半分钟后 发现契约眼球 发现契约眼球 通知东南战区总备 江阳依靠着墙角 闭着眼睛 一副被战斗余波震伤 十分虚弱的样子 心里却是一乐 这次通知东南战区总备部了 王鹏回头望了望 见队友们都冲上了楼 他也站起身 抽出腰间长刀 对江阳说道 江阳 你在这里等 我去支援 说完 转身跑出房间 上了楼梯 直奔三楼 江阳睁开眼睛 瞄了旋转楼梯一眼 看看身边 晕迷着的敏洛言 轻轻吐了口气 妹子 你说你没事 找我干嘛 这下好了吧 不仅人出事了 大别墅也得重新装修 没有持有者的 封印物序列 根本不存在威胁 猎魔队的人 很轻易就控制了 契约眼球 同时 他们打碎了那面 价格不菲的大理石墙 一拥而上 把那个一魔 乱刀砍死 估计 那个一魔也想不到 自己会死得这么惨 当然 主要也是那个一魔的级别不高 算是倒了血霉了 遇到江阳这么个祸 七月眼球 被封存在玻璃罐子里 由一个猎魔人 捧着走下楼 路过一楼大厅的时候 七月眼球 还转动了下 看向左边江阳所在的房间 王鹏回到工作室 搀扶着江阳出去 又有两名女性 舞者进来 把昏迷的敏洛言 抓了起来 抬走了 江阳坐在车里 看着那个捧着 七月眼球的人 就站在别墅的院子里 周围有一圈猎魔人保护着 他们这是干什么 江阳不太明白 看向驾驶位的王鹏 问道 鹏哥 你同时不把七月眼球 带回猎魔队 在这里干嘛呢 王鹏侧着脑袋 看了眼 解释道 猎魔队 没有高级舞者 七月眼球 放在这里不安全 东南战区 总背部的飞机 马上就到 他们来把 七月眼球 带回去 怎么个事 你们直接上报 都不开个会研究研究的吗 江阳倍感意外地张了张嘴 事实证明 并不是所有事都会按着 自己理想中那样发展 王鹏开车带江阳离开 半路上 天空中 传来飞机的引擎声 江阳再次叹了口气 猎魔队的这个举动 虽然会切断江阳 对这件事的监控 但整体思路 是不变的 那些人 依然会想办法 抢回七月眼球 只不过战场 从滨海挪到了 东南战区总背部 只要那些人敢出手 必会露出破绽 当然 如果东南战区总背部 全是酒囊饭带的话 江阳也认了 他损失的 不过是给猎魔队 打电话的1%手机电量而已 目前 敏家有大问题 这基本是摆在明面上的 就看东南战区 那帮人 怎么处理这件事了 对于他们 江阳并不是百分百信任 如果他们真的 那么负责任的话 就应该重视 滨海空间裂缝 以及后续事态的发展 而实际上 他们的表现 以及所有措施 都是依赖陪老头 江阳偏了眼王鹏 心思沉淀 暂时不去想这方面的事 去练魔队 做了简单的笔录后 王鹏送江阳回家 回到家的江阳 洗完澡后 坐在客厅里 手捧着本 电动力学 认真地学习了一个半小时 关掉客厅的灯 打开蓝牙音箱 放一首轻音乐 让自己的思绪放空 他躺在沙发上 耳边响着舒缓的轻音乐 过了一会儿 缓缓睁开眼睛 望着天花板 呼 江阳吐了口啄气 伸手拿茶几上的手机 打开通讯录 拨通周辰的电话 杨哥 陈蒂 杨哥 刚分开几天就想我了 不 你误会了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啊 不是想我了 那行 杨哥你说 需要钱还是需要材料 我回家了 只要不是太稀有的材料 我都能弄到 不是 陈蒂 我想请你出趟差 出差 药剂师还需要出差吗 杨哥 去哪里 江阳直接说道 去凤山市 找贾夫伦 拿货 第二天 江阳跟陪老头 聊起了昨晚的事 到现在 猎魔队都没来找陪老头 估计敏家 在其中使了手段 为了隐藏 那个信里的灵欲 禁无者 这是江阳意料之中的事 丝毫不觉得意外 陪老头话锋一转 对江阳说道 今天下午你就去凤山 早点把材料拿回来 你也早安心 省得你整天疑神疑鬼 江阳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拿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 随后点头道 行 那我今天下午就走 呃 你 陪老头愣了愣 肚子里准备了一大堆理由 没想到江阳这么简单就答应了 师傅 怎么了 江阳看着陪老头 问道 没事 准备准备吧 你假师叔很想见见你 陪老头说道 江阳笑了笑 表现得非常自然 就在这时 药剂店门外来了 十几辆同一品牌的黑色轿车 整气停在路边 陪老头抬眼望过去 有些不明所以 那十几辆黑色轿车 像是商量好了一样 同时打开车门 下来十八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大男人 走向药剂店 在距离药剂店十余米的地方停下脚步 微微躬身 同时朗声道 大哥 陪老头愕然看向自己徒弟 没想到 这小子 以前真是混社会的 难怪张嘴做调 闭嘴拿货 第七十章 一生大哥 一世大哥 滨海 福瑞楼 五湖四海包厢 来来来 我们敬大哥一杯 大哥 十八个兄弟端起酒杯 看向江阳 江阳也颇为豪迈地倒满酒杯 约某二两白酒 举杯示意一下 然后 仰头 一口喝干 好 好 干了 众人见江阳一口闷 纷纷叫好起哄 都仰头喝光杯中酒 江阳笑着抬抬手 示意他们坐下 环视一周 笑道 你们这帮狗东西 现在一个个人母狗样 水光溜滑的 混得都不错呀 坐在江阳旁边的叫赵宽 算是江阳带领堂口的二把手 除了江阳 就是他最有威信 所以 平时江阳说完话 都是他率先接话 他个头不高 宽脸阔鼻 留着过肩长发 一般都用他媳妇的橡皮筋扎起来 赵宽喝酒上脸 整张脸红彤彤的 听江阳说起这个 他抹了把脸 叹气道 要不是当初大哥 你把咱们堂口的钱都发给了我们 自己一分钱没留 咱们十八个兄弟 哪有钱买车 哪有钱过正经日子 赵宽伸手指了几个人 道 钢子 二旦 巴拉 这三个鸟货 都拿着大哥你给的钱 回老家娶了媳妇 细腿和老颜 这两个老货 在城南合伙开了家饭馆 干得还挺火红 大哥 也就你对我们好 在社团马上散了的时候 把堂口的钱都拿出来分给我们 其他堂口的老大 都他妈卷钱跑了 哪管手底下人的死活 我经常能碰到其他堂口的兄弟 现在还在市面上混着呢 没个正经事 哪像咱们都有家有业了 赵宽大嗓门嚷嚷着 其他兄弟都感激地看着江阳 听到赵宽提起这个 江阳顿时老脸通红 要不是因为自己 金药社也不会被打黑除恶 社团里几个大佬 也不会锒铛入狱 该说不说的 大哥到底是大哥 咱们晃晃荡荡的 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大哥都是舞者了 还是药剂师 我听公司一个老游子说 药剂师可老牛逼了 全程舞者都捧在手心里 可不敢得罪 对 我有个朋友 在猎魔队后勤不负责擦车 他说 咱大哥这次可是露脸了 也就咱们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整天吃饱不饿 穷哈哈 在舞者里头 咱大哥是这个 他说着 高举右手 挑起大拇指 众人七嘴八舌 他们是真为江阳感到开心 就算知道 江阳现在比以前更牛了 但也没想着再来找江阳 想要靠着以前的情分 得点便宜什么的 怕江阳现在的朋友和师父 知道江阳以前的事 会看不起他 毕竟混社团这种事 不怎么光彩 大哥是好大哥 兄弟也是好兄弟 酒喝一半 许酒未见的兄弟们 在聊了一会儿后 突然安静了下来 都放下筷子和酒杯 烟头 按进烟灰缸里 都看向坐在主位的江阳 赵宽扫了眼众人 微微点头 看向江阳 诚恳道 大哥 咱们都是混过的爷妈 你对咱们好 咱们也不能忘了 有啥事 你说 咱们去办 江阳目光扫过所有人 见他们都真诚地看着自己 江阳笑了笑 他没先开口 而是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拍在桌子上 你们叫我一声大哥 我也得对你们负责 这是54万 每人3万 你们先拿钱 我再说事 你们不拿钱 今天咱们喝完酒 各回个家 就当兄弟聚会了 刘四红的钱 在昨晚就已经到账 江阳看着账户里 一串长长的零 瞬间腰杆子挺的笔直 众人面面相去 都有些急切 但没说话 都看向堂口发言人赵宽 赵宽算是比较理智 给众人递了个安心的眼神 对江阳道 大哥 咱们兄弟不想说钱的事 就想给你办事 要是没有你 咱们还是市面上的小混混 江阳伸手拍拍赵宽肩膀 看着曾经跟着自己的兄弟们 他不禁回忆起那段时光 感觉很有意思 笑着说道 你们这帮狗东西 有比自己岁数小的 更多是比自己岁数大的 都是爹生娘养 家里的顶梁 跟我客气个狗蛋 人活在世 谁不是拼了命地活着 说来说去 就会挣了糟心钱 跟大哥 给大哥办事 要是没好处 饭都吃不饱 那不是你们命不好 是做大哥的丧良心 钱都拿着 活也给我办得漂亮 等这次的事过了 咱们还一起喝酒 要不然 下次再有事找你们 我都不好意思 只能花钱找外人办 这钱 可就便宜外人了呀 听到江阳这么说 众人有的傻笑 有的挠挠头 感觉不好意思 有的磨磨眼睛 江阳把银行卡拿起来 放进赵宽上衣口袋里 大哥 赵宽还想说些什么 江阳拍拍赵宽胸膛 没再说话 随后 江阳脸色一正 道 钱的事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 该说事了 众人瞬间腰杆挺的笔直 看着江阳 江阳也不废话 你们知道我是舞者 有些事不能告诉你 你们知道 多了也没什么好处 江阳从口袋里 掏出一打折起来的纸 摊开之后 是十几张地图 你们一人一份 从赵宽开始 一人一份传了过去 每人都拿到了一张地图 每张地图上 都有用红笔画出的圆圈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 就在众人不明所以的时候 江阳一挥手 十八枚闪亮的光点 出现在九桌上空 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们哪里真实见过 只在电视电影 才看到过的神异场景 啪 江阳打了响指 众人面前的玻璃杯 轻轻飘了起来 光点分散飞入每个玻璃杯中 最后落在每个人的面前 他们都惊奇地 看着面前玻璃杯中 闪烁的光点 江阳开口道 等会儿 你们把这个东西 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放好 事就算办完了 这对我非常重要 尽量放得隐蔽些 放好之后 赶紧回家 明白吗 第七十一章 在家靠师傅 出门靠师傅的朋友 地图和电子 是江阳昨晚 给周岑打完电话后准备的 从原本的二十二个地点 增加到二十三个地点 至于自己这十八个兄弟 都挺不容易的 一口一个大哥 办事随叫随到 怎么能不表示表示 自己也算挣了点钱 不能忘了以前的穷哥吗 江阳回到家收拾收拾 直奔机场 药剂店里 裴老头摆弄手机 翻看着相册 口中嘀咕着 不应该啊 我记得拍了照片的 怎么没了呢 手机顶端弹出一个聊天信息框 显示 贾福伦 贾福伦 师兄 到底有没有你徒弟照片啊 要不然这样 等你徒弟到了 我给你发视频通话 你确认一下 没找到江阳照片的裴老头 也只好作罢 回到 这样也好 他确实拍了江阳照片 但他也不想想 江阳都能用他手机打字聊天 删除几张照片算什么 路上 江阳订了一张去荣城的机票 至于周岑去凤山市的机票 江阳把钱赚了过去 头等仓的机票钱 结果 周岑说 他三叔正好出去办事 中途路过凤山 他跟他三叔一起过去 坐家里的私人飞机 呵呵 这么唠嗑 一点意思都没有 飞机上 江阳在经济舱 左边一个胖姐姐 右边一个胖姐姐 他们隔着江阳聊的热火朝天 江阳提议换座位 让他们姐俩好好了 但姐俩不换 一个说想看窗外风景 一个说坐外边宽敞 还说江阳事太多 江阳笑了笑 表示理解 然后 两位胖姐姐就睡着了 下飞机的时候 姐俩醒了过来 互相看看 一脸猛逼 机场外 停着一辆黑色豪车 刘思红坐在车上 手指轻敲膝盖 刚把徒弟送上去凤山的飞机 江小子就来了 滨海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昨晚江小子也透露了 这事儿跟敏家有不小的关系 三件高序列封印物 东南战区总备部 宋家 敏家 神秘组织 恐怕里面的弯弯绕绕 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 裴师兄牵扯其中 江小子不可能不管 所以 他来荣城 是为了敏家 刘思红把自己所知的事 分析了一遍 随后开始思考 自己应该怎么帮助江阳 该怎么从中获取应得的利益 其中最现实的既得利益 是跟裴老头 要五份高级要级的配方 或者是高阶益寿的许诺 但最大的利益 是周曾和江阳的情谊 江阳这小子 有头脑 有手段 有天赋 果觉很辣 如果能顺利到达灵际境 再配合超进制序列 未来超越裴师兄是一定的 甚至可以达到 裴师兄都不敢遥望的境界 周曾这小子 天赋就那样了 自己也没什么 可以留给他的 等到自己死了之后 他在舞者世界 可就没有靠山了 如果能收获江小子的友谊 刘思红轻吐了口气 他陪东行 都能为孙女和徒弟的未来拼老命 我刘思红也不是个孬的 风险及收益 刘思红收回轻敲膝盖的手 碾了碾手指 推门下车 站在车旁 看着出站口 不一会儿 江阳背着小包 慢悠悠走了出来 大侄子 江阳一愣 随即看到刘思红张开双臂 快步走过来 一下抱住自己 激动地拍打着自己后背 刘 刘师叔 嗨嗨 轻点 江阳被拍得直咳嗽 刘思红咧嘴大笑 上下打量着江阳 不住地点头 用力拍了下江阳的肩膀 好小子 你的安排我也猜到了先 走 上车说 江阳神色古怪 被刘思红拉着上车 刘思红关上挡板 隔绝了司机 从车在冰箱里 抽出一瓶水 递给江阳 他则点上一支烟 笑眯眯地看着江阳 师叔这是 准备帮我 这不是废话吗 刘思红拍了下大腿 颇为豪迈地说 事关我陪师兄 我怎么可能不帮 还有 你是我大侄子 来容成办事 我这座师叔的 还能眼睁睁看着不成 刘思红的态度 让江阳倍感诧异 实际上 他对这对师徒的最初印象 是不靠谱 卧龙凤厨 但经过相处之后 他对小凤厨周岑的印象改观 虽然没什么要记学天赋 但为人真诚 还特别能跑 刘思红像是看出了江阳的困惑 同时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过于热情了 于是 他笑着说道 大侄子 把心放在胸口里 不用胡思乱想 你师父就是你父亲 我是你师父的师弟 就是你的亲叔叔 都是一家人 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 不仅是我们这一辈 将来你和周岑 也要互帮互助 好好相处 说到这里 江阳恍然大悟 说了这么多 重点全在最后一句 这老头儿再给徒弟铺路呢 师叔放心 我和周岑的感情 就跟您和我师父是一样 都是亲兄弟 江阳一句话 把刘思红话里话外的意思 全都挑明了 你刘思红怎么帮我师父 将来你徒弟有事了 我就怎么帮你徒弟 欠人情 还人情 天经地义 在车上没多说什么 来到刘思红的药剂店 规格上 跟陪老头的药剂店差不多 有两层 前面是门帘 有玻璃柜台 右边是工作台 左边是小厨房 二楼是起居室 刘思红给江阳倒了一杯茶 自己端起茶杯敏了一口 大侄子 对于敏家 具体是怎么个章程 江阳没说话 在刘思红惊恶的眼神中 他从背来的包里 掏出林子手枪 放在茶桌上 师叔 我只有两天时间 在这两天中 我要查清敏家 在此次事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有哪些人设计其中 然后 想办法 干掉他们 现在 名神雾蛇的双眸 位置不清楚 契约眼球 不出意外的话 在东南战区总被捕 但从宋问奇 来找我师父的行为来看 位置的战场 还是在滨海 并且 我师父 已经做好了 某些最坏的准备 如我所料不错 此时此刻 之余已经在滨海机场 准备登机了 我要越少人参与越好 这样会有效 减少我师父的危险性 再配合 我留下的后手 就有很大希望 在危机中 保住我师父的命 第72章 买凶杀人 江阳没跟刘四红说太多废话 他来荣成就一个目的 调查敏家 如果可以的话 干掉所有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员 不走猎魔对程序 简单利所了事 他没时间 也没心情去了解那些人背后的故事 他要的是结果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刘四红的意思是 在这件事情上 他可以冒风险 底线是生命 可以作为工具 可以作为某一环节的战力 但不能作为试探的弃子 因为这样会有失他 灵机进药技师的身份 江阳沉吟了一下 诚恳说道 倒也不用这么热血 毕竟 我也不什么热血的人 刘四红看了江阳一眼 没说什么 进柜台里 拿出五瓶灵通密钥 又取出一把车钥匙 想了想 又拿出一张卡片 说道 药剂 车 都用得上 这个是天津园林8号的房卡 是我的一处房产 敏家是天津园林11号 方便你行动 江阳眼睛一亮 送给我 借给你 刘四红眼睛一瞪 随即想到了什么 笑着说道 要是你用 药剂密测后劫上面的药方 来换也行 我也不贪多 一种药方就可以 江阳瞬间拉下脸 算了 不要了 容成空气质量一般 要房产没什么用 刘四红 当晚 江阳住进了天津园林8号 休息了几个小时 吃过晚饭 坐在沙发上看 电动力学 等待时间到深夜 瞧摸摸出了门 天津园林11号 园林庭院 书房 敏家当代家主敏修森 站在落地窗前 脸色阴沉 双眸狠立 转过身 看着站在沙发区外侧 双手垂立的李晶 他两腮鼓动 眼角肌肉不住抽动 嗓音低沉 如同极力压抑着的火山一般 裴东行盯上了我们 李晶稍稍抬起头 没看门修森的脸色 而是越过他 扫了眼落地窗外的园林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今天下午 刘四红的庭院里 住了个年轻人 门修森抬手按在办公椅上 支撑着如同风竹残年的干瘦身体 不明白李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吭声 示意李晶继续说下去 身量不高的李晶笑了笑 说道 那个年轻人 是裴东行的徒弟 门修森目光一领 就是他通知的裂魔队 我们不仅损失了契约眼球 洛言也被裂魔队抓了起来 没错 李晶点头道 药剂师收徒非常谨慎 手中人品 其次看天赋 很多药剂师 终其一生都没收过徒弟 根据情报显示 裴东行很宠爱这个徒弟 不仅林子和给了他 还把封印物序列22 林子手枪也给了他 他看了家主一眼 继续道 动他 跟杀裴东行儿子 没什么区别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想任何办法杀死裴东行 但不能动他 他代表着裴东行这一门药剂学的传承 如果他们这一门绝了 东南战区 不 甚至会惊动全国所有战区 他要是在我们敏家的手上出了事 都不用第二天 我们敏家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李晶认为 必须给这个废物家主提个醒 现阶段 东南战区那帮人 之所以会经常找裴老头 就是因为他收了徒弟 有了传承人 把那本药剂密册 给了江阳 说句最惨白的话 就算裴老头现在死了 对整个武者界 药剂学界都没有影响 因为那本记录着全世界70%药剂配方的 药剂密册 已经印在了江阳的脑子里 这是裴老头给江阳最大的财富 最强有力的护身符 事实上 裴老头的后手 早已经埋下了 敏修森不屑地哼了声 笑道 我可以用留声机 把江阳那段关于 药剂密册的记忆抽取出来 就像操控赵贺鲁一样 很简单不是吗 李京沉默了 如非必要 他不想跟药剂师为敌 特别还是裴东行这一门的药剂师 很多药剂 只有他们有配方 可以做出来 不然 为什么东南战区那些大领导 会这么爽快地同意 林子和给江阳 不过 若是拥有完整 药剂密册的记忆 随便塞入一个人的记忆中 让他默写出来 那么 裴东行这一门的药剂学 也就没那么高不可攀了吧 李京心思活络地想着 家主虽然是个只配吃狗屎的蠢货 但在某些时候 蠢货也有灵光乍现的那一刻 敏家书房五百米外 江阳坐在一处花丛中的石头上 电磁立场慢慢收回 书房里有个熟悉的生物磁场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那个灵欲镜的李叔 如果被他发现自己在监听他们谈话 那自己很可能会被他瞬间杀死 那可是能跟师父打成平手的家伙 不是开玩笑的 江阳瞬间蛋疼了 有这么个祸在敏家 自己根本都不敢靠近 还调查个屁 等等 他在敏家 那自己来到他家附近 是不是已经被他发现了 所以 自己已经在他眼皮子底下了吗 再加上自己猜测的八脸赵贺鲁 很可能被篡改了记忆 如果自己被抓到 再被篡改了记忆 卧槽 逃 江阳猛地站起身 身上电光与灵力同时闪烁 如同药鹰一般 跃出高墙 往人流多的地方狂奔 就在江阳离开的下一秒 李京出现在江阳刚才坐过的石头上 看着略显凌乱的痕迹 他笑了一声 怂怂肩膀 低语道 我说怎么身上酥酥麻麻的 好像有小虫子在爬 原来是你啊 这是 超进制序列 能力吗 雷还是电 没了徒弟可以使欢 刘思红只能自己关电 刚收拾好工作台 就听到扑通一声 回头看去 发现江阳摔在木制楼梯上 大口喘着粗气 他不是在天津园林八号吗 怎么来这里了 江小子 你这是什么情况 江阳倒云这口气 看着刘思红 问道 刘师叔 你认不认识杀手 刘思红一证 你要杀谁 敏家那个姓李的 大约四十多岁 身量不高 留着两撇小胡子 刘思红稍微回想 就知道是谁了 李金 林玉静 你要买凶杀他 嗯 就是他 刘思红沉默了 买凶杀凌玉静武者 你咋不买凶杀武神呢 第七十三章 原来是舔狗啊 药剂殿内 刘思红和江阳垂头丧气 并排坐 面前茶水 热气腾腾 江阳寻思了一会儿 转头看向刘思红 刘思红一瞪眼 别看我 买凶杀凌玉静武者 亏你想得出来 别的不说 你想想你师父有多猛 江小子 师叔采访你一下 你说 你到底咋想的 师叔 别说了 我当时不是 吓猛了吗 江阳苦着脸 砸磨砸磨嘴 端起茶杯喝了口 想想也是 自己也确实吓猛了 凌玉静武者 再加上一次篡改记忆的封印物 这个谁不害怕 师叔 咋整呀 李静在敏家守着 我不敢动啊 江阳苦巴巴的抱怨 他是真的没辙了 凌玉静武者 正面对敌 仅凭凌厉气息 就能压得他 没法动弹 如果被抓住 再被篡改记忆 自己就是 下一个八脸赵鹤鹿 在一段不属于 自己记忆的人生里 死得稀里糊涂 刘思红瞥了他一眼 说道 李静确实很麻烦 要不然使些手段 把他支去滨海 说到这里 刘思红觉得可行 只要李静走了 但敏家 还不是任由自己拿捏 虽然自己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 谁不想付出最小的代价 得到最大的收益 大侄子 我在东南战区 总卑部有朋友 我去打个招呼 让他们连夜提升敏洛言 再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让敏家人得知 李静一定会坐不住 他是敏洛言 继任敏家家主的绝对支持者 只要他去了滨海 我们就 我们就没了高级武者的危险 到时候 随便冲进敏家 杀人放火 胡作非为 江阳接过话头 刘四红连连点头 江阳的话 颇让他有种 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刘四红 我是灵机静剑 你有灵子手枪 就算敏家 还有武者 也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江阳 没错 只要把李静引去滨海 我们就轻松了 刘四红 对吧 这种办法 也只有我能想到了 江阳 真不愧是灵机静要技师 这种办法 都能想到 李静去了滨海 我们就没了压力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压力多给到了我师父 到时候 我师父不仅要面对 未知的危险 还要面对 同为灵欲镜的李静 基本上没什么活路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边 把敏家灭了 也算为我师父报了仇 这一波仇恨转移 属于顶级思维 师叔 真有你的 大侄子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刘四红 火热讨论戛然而止 江阳看着刘四红 刘四红 也看着江阳 叔侄俩 就这么并排坐在沙发上 对试着 好一会儿 谁都没说话 梁九 江阳有些不解地 对刘四红道 师叔 大侄子我采访你一下 你是怎么想出 这么个精妙绝伦的主意的 刘四红尴尬得倾壳两声 伸手拿起茶杯 抿了口热茶 大侄子 对付灵欲镜舞者 这对咱俩来说 太扯淡了 刘四红叹了口气 江阳思虑过后 摇了摇头 面色冷俊道 不 这样很好 敏家在这场风暴中 一定扮演了某个角色 而李金是敏家 最能拿得出手的力量 现在李金在荣城 那滨海那边的压力 就会少很多 师叔 我们从刚才开始 思路就是错的 李金一定会回滨海 而我们的任务是 把他留在荣城 不能把压力给我师父 砰的一声 刘四红放下茶杯 对啊 我们不是要对付敏家 而是要对付敏家 所能拿出的力量 我都被你气糊涂了 江阳闽闽嘴 没有说话 从刚才开始 两人的思路 就处于一种 被林玉金吓到了的状态 自然而然的 就想要避开 怎么把李金弄走 成了最重要的 但事实上 李金在荣城 减少来自敏家 对师父的压力 才是核心目的 不怪两人思绪错乱 实在是高级舞者的 压迫感太强 就算江阳再天才 手段再多 再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没有兑现天赋的之前 都是极其脆弱的 刘四红想了想 开口道 我们可利用的 仍然不多 唯一可行的 就是敏洛言 把敏洛言调离滨海 无论是来荣城 还是去东南战区总被部 都会吸引李金钱去 只要李金不去滨海 给你师父添乱 我们就算是成功了 拖住一位灵域进舞者 很不容易了 刘四红说完之后 上楼拿笔记本电脑 把敏家的家族关系 网络列了出来 敏修森有两任妻子 生一儿一女 儿子敏洛臣 女儿敏洛言 同父异母 刘四红说道 敏修森更喜欢 第一个妻子生的敏洛臣 对其投入也是最大的 但因为李金支持敏洛言 近些年 敏家的资源 逐渐向敏洛言倾斜 滨海那边的生意 都在敏洛言手上 江阳很不理解地问 李金凭什么待在敏家 还支持敏洛言 他一个灵域进舞者 按理说什么都不缺啊 刘四红抬眼道 因为爱情 什么玩意儿 江阳感觉自己听错了 滔滔耳朵 问道 师叔 你再说一遍 因为什么 爱情 刘四红的语气 无比认真 江阳表情很复杂 看看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李金 再看看林家女 还搬的敏洛言 这年龄差距有些大 不过也可以理解 差四十岁的都有 他们差的二十来岁 不算什么 刘四红愣了下 没好气道 瞎说什么呢 李金和敏洛言的母亲 是青梅竹马 后来李金 加入了中部战区的猎母队 两人分开了敏洛言的母亲 喜欢上了当时敏家的三儿子敏修森 在生敏洛言的时候 南产而死 几年以后 李金竞升到林玉竞 就从猎母队退出 来到了敏家 守在敏洛言身边 以林玉竞武者的身份 支持着敏洛言 江阳惊讶到 舔狗啊 刘四红有心反驳 最后却是微微摇头 说了句让江阳 摸不着头脑的话 从此无心爱良夜 愿他明月下西楼 江阳谋色变身 身体微微靠后 已在沙发上 心中不由地想到 听师父提过 刘师叔无期无子 周曾做徒弟 第73章 下一个 我打算以敏洛 称为突破口 江阳说道 根据刘四红的介绍 敏家是那种典型的 家族财团 亲属关系乱七八糟 各自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按照刘四红的想法 把敏洛言调离滨海 李金也会跟随着离开 那怎么调离 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 不能跟自己扯上关系 不然会遭到怀疑 如果 把这个人 变成敏家自己人 而且还是争夺家族 继承权的对手 那么很多事都会变得合理 当然 理由要充分而隐秘 江阳想了想 拿着桌上的车钥匙 起身离开 临走之前 留下一句 师叔 等我信号 到时你配合我 说完 药剂店外 汽车启动 一溜淹没了 刘四红对着门口张张嘴 随后 陷入沉思 他有什么计划吗 信号是什么 我怎么配合他 深夜 裴老头坐在药剂店门口 江阳经常坐的那个小马闸上 右手拿着那本 药剂密册 翻看几页后 手指一搓 一抹由灵力生成的火焰 点燃了 药剂密册 他面前的马路 连同左右两侧的十字路口 都非常安静 没有行人 没有车辆 再加上一个商铺门口 拿着一本燃烧火焰书籍的老头 形成一个非常诡异的场景 随着 药剂密册 燃烧殆尽 陪老头捏着最后一点火星 点了一支烟 孙女和徒弟 都已经被支走 接下来 自己也没什么可顾及的了 如果宋问琪没有问题 给自己拿了 守护序列八 冰雪小熊的后颈毛 守护序列十一 灰白巨蛇的鳞片 那自己就还有一线希望 不过 宋问琪那个老杂碎 多半有问题 嗯 陪老头慢慢侧头 看向右边的十字路口 陪大师 进来可好 陈宗灵如同僵尸一般 身体僵硬 五官木然 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身影出现在十字路口中间 他是为你们而死的 何必还要糟蹋他的尸身 陪老头叹了口气 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夹着烟的手指微微一顿 烟灰落下 砸在地上 陪大师 对于蠢货来说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 就是被利用 陈宗灵是幸运的 他有幸成为 灵体孩的一部分 即便在死后 也有被利用的价值 陪大师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不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吗 我不过是物尽其用罢了 他没有抬脚走路 而是身影闪动 来到陪老头百米之外的马路对面 站在一棵树下 陪老头叼着烟 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似乎是认同了这句话 接而问道 宋家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那是高层的事 我只不过是个持有 封印物序列的工具 最后 我的结局也会跟陈宗灵一样 成为灵体孩 被一部分血肉 死相十分凄惨 他的低沉声音中 带着一丝怅然 陪老头笑了笑 你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是的 这次 他的声线变得跳脱雀跃 所有的坏人 都应该以凄惨的方式死去 比如背叛了信仰的宋马亭 比如背叛了战友信任的陈宗灵 也比如我 裴大师 你是个好人 不过 我看到了 你死亡的结局 坏人会被好人杀死 好人也会被坏人杀死 你与我的结局 都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注定了 坏人被好人杀死 好人则死在伸张正义的路上 世界被一群庸人主导 哈哈 有趣 真是有趣 他们都没有动手的想法 反而像是老友一般 心平气和的交流 陈宗灵被做成了人皮偶 这是裴老头没想到的 但也没过多在意 世上很多事 是不能仔细思考的 裴老头深深吸了口烟 仰头吐出烟雾 随着烟雾飘散 那双浑浊的双眼 渐渐变得清晰 我不畏正义 不畏责任 我老了 快死了 只想用最后一点生命力 为两个孩子换点东西而已 至于你说的什么好人 我谢谢你的赞美 他似乎愕然了一瞬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裴大师 希望您一切顺利 为您的孩子 换取到足够丰厚的报酬 如果在战斗中遇到我 请不要手下留情 当然 我也不会因为 您是个仁爱的长辈 而手下留情 陈宗灵的身影慢慢隐去 城市的嘈杂声重新响起 一辆辆汽车 穿过十字路口 一节烟灰落在地上 随后 一个烟头掉在烟灰旁 不伦不类的腔调 灵体骸 上一个持有者是陈宗灵 这次是个外国人 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绅士吗 开战之前 还要友好问候 裴老头感到好笑 身体靠在门框上 姿势跟江阳平时打短的姿势一样 手放在膝盖上 轻轻拍打着节奏 口中哼着 听不出什么调子的小曲 青鸟私人会所 坐落于戎城北郊 位置偏僻 内部设施豪华 江阳坐在五楼大厅里 面前是舞台 舞台前方是凸出来的水蓝色走秀替台 台上走出一位身穿薄纱长裙的美女 身体在薄纱之下 随着灯光若隐若现 江阳旁边站着两位女性逝者 手里拿着美女的个人资料 每走上替台一位美女 旁边逝者就是把美女相应的资料 放在江阳面前的桌子上 她当然是进不来的 要熟人介绍 而这个熟人 自然是周辰周大公子 江阳看着台上 向自己抛媚眼的美女 她挑挑眉 美女也很开心 相比于油腻腻的中老年富豪 他们更喜欢年少多金的贵公子 即使没有以后 他们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分手费 那个美女见江阳回应了自己的挑逗 甚至都在畅想 她会带自己去什么酒店 或者去哪栋豪华别墅 自己再以什么方式 获取自己应得的报酬 江阳微微一笑 下一个 同时 她的电磁立场延伸到了六楼 六楼大厅中坐着三女两男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 正是敏洛晨 第74章 意识思维同步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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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26个女孩 江阳仍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下一个 两边的女侍者心中愤怒 两人对视一眼 撇了眼涕抬上脸色 同样不好看的女孩子 左边的女侍者扯着嘴角 笑意淫淫开口道 先生 看了这么多 还没有满意的吗 江阳抬头看向她 沉默了下 道 我有钱 两位女侍者表情僵在脸上 一时之间 竟无言以对 他们都知道 面前这个年轻人说的没错 在这个地方 有钱就是大眼 只要有钱 做什么 都是对的 想要挣钱 就得忍着 江阳目光 重新投向 替台上的女孩子 面无表情道 下一个 那个女孩 微醋眉头 微微撅嘴 不满地看着江阳 一位女侍者 被那女孩 使了个眼色 女孩跺着脚 不情不愿地走了下去 后台已经炸锅了 所有姑娘 都在议论五楼的贵宾 有人说 脸生 估计是外地人 借了朋友的名头 进来消费 掌掌见识 有人说装逼 这么多姑娘都不满意 难道还要添上仙女不长 有人说个性 有人说挑剔 有人说傻逼 有人说 总之 隐藏情绪都是遗憾 自己没有被选中 即使没有更进一步发展 只赔一夜 那今晚五楼一整层的消费 足够普通人 大半辈子累死累活正的了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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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女侍者都已经麻木了 就这样吧 谁有钱谁大爷 随她高兴吧 下一个 下一个 就塌了 两个女侍者 刚要失眼神让女孩回去 突然愣住 素雅 快去准备准备 台上女孩也非常开心 笑容灿烂 伸手拉起裙板 花蝴蝶一样 飘然下台 两个女侍者对视眼 喜色浮上眉梢 今晚五楼的业绩有了 江阳也很开心 笑容灿烂 接受了女侍者的点烟服务 又在另一位女侍者 递过来的单子上签了字 两位女侍者退下去之后 那个叫素雅的姑娘 换了身衣服 身姿鸟挪地走过来 坐在江阳身旁 翘起左腿 放在右膝盖上 手肘放在左膝上 手掌拖着下巴 笑意盈盈地看着江阳 小哥哥 我叫素雅 江阳吸了口烟 把烟从嘴边拿下来 扔进桌子上的酒杯里 在姑娘不明所以的目光中 江阳伸手摸了摸姑娘 白皙的脸蛋 素雅小姐 辛苦了 请回吧 啊 是 什么 姑娘愣住了 正正看着江阳 江阳身体靠后 脑袋枕着沙发背 仰头看着天花板 指缝间跳动着细微电弧 素雅小姐 感谢你的帮助 你下班了 今晚早些回家 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真的只是这样 素雅不可置信地看着江阳 鼓了鼓刚才江阳摸过的脸蛋 见到江阳无动于衷 想了想 站起身 双手撑着沙发 以一种暧昧的姿势 浮在江阳身上 把另一侧脸蛋凑过去 小哥哥 要不要摸摸这边脸蛋 江阳一动视线 看着姑娘明媚的眼眸 微微一笑 素雅小姐 早些回家吧 真的让我回家 要不要重新让小哥哥选一次 不用了 回去吧 江阳的视线越过女概 重新看向天花板 手指撵着的磁场 慢慢放大 这个女孩身上有 敏洛晨的生物磁场 也就是说 近几天 敏洛晨和这个女孩 发生过关系 她要用敏洛晨 遗留的生物磁场 与六楼的敏洛晨 进行磁场融合 借助波和生物电 将自己的意识思维 和敏洛晨的意识思维 保持同步 如果只是单纯的引导和暗示 当然不需要这么麻烦 她现在要做的 不是引导和暗示 而是控制 素雅慢慢爬下来 站在沙发边 深深看了江阳一眼 默默退开 后台工作间 所有人都看向回来的素雅 想问一问 她怎么回来了 但素雅 只是摇头 没有说话 一位主管走过来 低声询问 素雅沉默了下 道 她不是来玩的 是来办事的 最好别打扰她 她 她很危险 主管愣住了 随即反应过来 开始让所有人 离开五楼 他们在这种地方讨生活 无论是眼力 还是见识 都已经练成了火眼金睛 一副蹊跷玲珑心 怎么赚钱 怎么避免麻烦 他们是绝对的行家 素雅一句 她是来办事的 主管在脑海中 把这几天来玩的人 迅速过了一遍 虽然不知道 江阳针对的是谁 但能成为 这里客户的人 绝对是他们 惹不起的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别被牵连 后台的人都散了 整个五楼 就只剩下大厅里的江阳自己 她看着天花板 左眼切换成电磁之眼 慢慢侵蚀着 敏洛成的意识深处 这是 电磁力中 对波和生物电的运用 当然 江阳对 电磁力的运用 取决于她的学习进度 六楼 身材瘦靴 样貌英俊的敏洛成 对此毫无察觉 而且 她还喝了酒 在酒精的刺激下 她的意识 出现模糊现象 她不由地用力闭眼睛 用力摇了下脑袋 旁边的朋友见状 关切道 洛成 喝醉了吗 敏洛成低着脑袋 没有回答 几个朋友 渐渐收敛高亢情绪 看向敏洛成 洛成 你没事吧 喝醉了吗 不应该啊 她不是这个酒量 洛成 其中一人 把手搭在敏洛成的肩膀上 下一刻 敏洛成抬头 扫了眼关 切看着自己的众人 嘴角慢慢扬起 露出一个莫名的微笑 我没事 只是在想一些事 都回去做吧 四人互相看看 坐回了自己的沙发上 经过敏洛成 这么个怪异的举动之后 他们也都没了喝酒 洗脑的心思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 看了眼敏洛成 说道 洛成 那个婊子养的女人 被抓了 正是你拿回 滨海商业的机会 机会 敏洛成 抬头看向那个人 呼了口气 微微一笑 轻声的难道 她不死 我没有机会 同时 五楼羊躺 在沙发上 看着天花板的江阳 轻声的难道 她不死 我没有机会 第75章 一只蠢货 敏洛成话音 刚刚落下 气氛瞬间凝固 四人都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敏洛成 竟然想杀自己的妹妹 即使他们的母亲 不是同一个人 敏洛成 把四人的表情 收入眼底 嘴角微不可查地翘起 伸手拿起桌上 一瓶烈酒 像是疯子一般 仰头往嘴里灌酒 她这样疯狂地举动 恰恰印证了 她刚才疯狂的言语 碰 酒瓶摔在地上 应声而碎 敏洛成 也醉倒在沙发上 不省人事 四人从沉默中清醒过来 刚才说话的那个男人 打破了沉默 开口道 洛成 刚才的意思是 要杀敏洛言 其他三人都没说话 只是站起身 招来远处 后着的侍者 搀扶着最久的敏洛成离开 五楼 江阳仍然保持着 仰躺着的姿势 脸上挂着阴谋得逞的微笑 有些事 不用说得那么明白 有些人 自然会去脑补 然后 传播出去 而江阳只需要等待着 让消息飘一会儿 传到李京的耳中 江阳改变姿势 点了一支烟 感受到 那几个人离开之后 他拿出手机 拨通刘四宏手机 师叔 您不是说您 在东南战区总碑部有朋友 可以调离敏洛言吗 这就是你说的信号 刘四宏提出质疑 随后暴怒 你这他妈是 吩咐我做事 师叔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老的冷淡的像个神仙 小的阴鬼的像个奸商 你们师父 到底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刘四宏吐槽着挂了电话 江阳捏着手机 咧嘴微笑 师叔 那是你不了解我师父 江阳驱车来到荣城 猎魔队楼下 明洛臣 要暗杀明洛言 这个消息 像飓风一样 在短短时间内 迅速席卷荣城 上流社会 敏家庭院 家主敏修森 从儿子房间走出来 脸色阴沉 眉头紧簇 没走几步 刚上长廊 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长廊 另一端站着的人影 就像是折服在黑暗中 随时都有可能 取人性命的厉鬼 敏修森心头骤然一紧 赶忙开口道 李今 这是针对敏家的阴谋 你不要乱来 长廊另一端 李今从阴影中走出来 目光越过敏修森 冰冷看着敏洛臣的房间 他知道这个消息 在这个时候传出来 太过巧合 针对性也太强 阴谋和分化敏家的痕迹 太过明显 但 以他对敏修森父子的了解 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这是敏洛臣 故意放出的烟雾弹 就是让所有人以为 这是别人针对敏家的阴谋 然后 敏洛臣趁机买凶 暗杀敏洛言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他不敢赌 敏先生 我们的交易内容是 我代表敏家 在战斗中 帮助那个人清除障碍 让敏家在事件结束后 分的好处 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 洛言成为敏家继承人 如果敏洛臣 有这个心思的话 我的立场 随时都会改变 这一点 我想你应该知道 无论是残破的敏家 还是完整的敏家 只要产业还在 对洛言来说 并没有任何差别 李金这番话 威胁意味非常明显 事实上 他除了敏洛言 不在乎任何敏家人 包括这位敏洛言的亲生父亲 敏修森真的慌了 他与那个人的合作中 他所能拿出的筹码 只有八脸赵贺鲁 和林玉镜的李金 八脸赵贺鲁 作为契约眼球的持有者 已经死了 这不重要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而李金不同 他是能直接影响战局的战力 自己想要在事件后 得到想要的 就离不开李金 这个强悍战力 李金 我现在就联系 东南战区总备部 向他们求证 如果洛晨 真的用了手段 在他妹妹身上 东南战区总备部 不可能不知道 敏修森现在考虑的是 李金会不会受控制参战 如果在战前自家 被分化 李金退出的话 那之前所做的努力 就全都付诸东流了 李金跟着敏修森来到书房 在李金沉宁的注视下 敏修森拨通了 东南战区总备部 某位好友的电话 嘟嘟嘟 嘟嘟嘟 压抑的书房内 电话声像是沉闷的鼓点 一下一下 砸在敏修森的心头 一滴汗珠从病角流下 他从未如此渴望一通电话 被接通 完全不负几个小时前 面对李金时 那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此刻的他 真的没了拿捏李金的手段 正如李金刚才所说 不完整的敏家 并不是产业受损 只剩下天文数字的遗产 留给敏洛言 就在敏修森心沉到谷底之时 电话突然被接通 喂 敏修森双眼瞪大 急忙道 喂 是我 敏修森 老敏啊 你家女儿这次可是闯祸了呀 电话那边叹了口气 此话一出 敏修森瞬间脊背发凉 身体僵硬 李金顿时 杀气肆意 灵力狂勇暴动 整个书房 连带着整个房子 都在震动 因为 那人短短几个字 就把敏家 从这件事中摘了出去 罪则全在敏洛言身上 因此 那人才说 你家女儿闯祸了 而不是你们敏家闯祸了 李金目光阴冷地看着敏修森 没有说话 保持着杀气肆意的状态 敏修森吞咽了口唾沫 问道 老张 我女儿没事吧 没事 呵呵 老敏你家小子够狠的呀 我刚接到上头的消息 你家小子 要找人暗杀你女儿 上头派我们去转移你女儿回总背部 放心吧 我们会保护你女儿的 嘟嘟嘟 敏修森保持着拿电话的姿势 将在了原地 此刻 他仿佛思绪被抽空了一般 陷入了当机状态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儿子 真的找人去杀他的妹妹 更糟糕的是 李金就站在自己面前 他已经得知了所有 李金却出乎意料地 收敛了灵力与杀气 沉宁了片刻 语调平静道 果然 蠢货和婊子的种 也只会是一只蠢货 李金转身离开 走到门前 他没有伸手开门 那两扇石木门 轰得一声 崩成碎屑 第76章 江阳的努力程度 银色汽车行驶 在快速路上 江阳放下车窗 任由稳乱的气流 灌进来 冲刷着纷乱的情绪 李金在15分钟前 离开了敏家 李金不会傻到 直接从猎魔队手中抢人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他自己 领域进武者的价值 去跟猎魔队 做出相应的交换 保住敏洛言 所以 刘四红说 他让他朋友 把敏洛言 转移到了 东南战区总备部 也就是说 李金回去 东南战区总备部 计划到了这一步 就算是成功了 李金离开了滨海 师傅 来自敏家 灵域进武者的压力 算是消除了 剩下的就是 神秘组织和宋问琪 这两方 自己目前无法插手 神秘组织在暗处 无从下手 宋问琪 在东南战区总备部 虽然 在直觉上宋 问琪存在问题 但要看证据和总备部的调查结果 这时 周曾打电话过来 江阳连接中控 接通电话 杨哥 天空树的露水 我已经拿到了 贾夫人那个老老人家 要跟裴师伯视频通话 验证我是不是你 我没有办法 就把你交给我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他这才把 天空树的露水给我 不过 他要跟你视频通话 想要了解更多事情 似乎是想帮忙 天空树的露水 这是制作 雪山凝固的主材料 作用是保护武者的 气海雪山 但只对灵虚静以下有用 师父是灵欲静 要这个干什么 好 视频吧 江阳没有拒绝 贾夫人 最低也应该是灵济静药技师 如果有他帮忙的话 自己和师父的压力 会减轻不少 电话挂断 不一会儿 视频通话 打了过来 江阳接通视频 中控台上 立刻出现一位面色红润 虚发揭白的老者 贾师叔 您好 我是江阳 嗯 大侄子 师叔我也不废话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清楚 别的都是扯淡 我不能稀里糊涂地 看着裴师兄出事 贾夫人没有过多客套 声音洪亮 透过视频通话 看着正在开车的江阳 从裴老头跟他要 天空树的露水开始 他就觉得奇怪 裴老头已经在灵欲静 几十年了 他要只对灵虚静以下 有用的药剂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 那个性格 比钢铁还硬的老头子 竟然会用带着 请求的语气 对自己说 夫人 你得帮我这一次 天哪 不是裴老头被鬼附身了 就是自己精神错乱 听错了 这咋可能呢 江阳本 就想请贾夫人帮忙 也没做隐瞒 想了想措辞 说道 师叔 是这样的 江阳把空间裂缝里的事 以及自己目前为止 得到的所有印证 都说了一遍 贾夫人在沉默过后 提出质疑道 大侄子 你说的这些 好像不成立啊 就算两件高级 封印物序列 在滨海出了事 敏家和宋家都参与其中 还有神秘势力在暗中 那这也不能代表 他们就要 在滨海做什么吧 就算他们会在滨海做什么 也不代表你师父 就会做出牺牲 这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 师叔 你们都错了 什么 贾夫人一证 江阳深吸了口气 正色道 我师父 从根本上来说 他更像一位守护正义 心怀责任的 纯粹舞者 而不是一名要技师 他一定会出手的 那个神秘组织 要做的某些事情 也一定会在滨海 我用电 我用黑客技术 查了裂魔队弹案库 看了近80年内 空间裂缝出现的规律 次数 城市 自然关闭 和非自然关闭的后果 滨海 在80年内 出现过7个空间裂缝 我对比了下 这种频率 在全世界范围内 排名第11 磷子核被 取出关闭次数 加上这次 一共才二两次 其他五次 都是因为不知名原因 空间裂缝 自动关闭消失 裂魔队档案中 空间裂缝 自动消失的概率非常小 基本上都是失控 引发异兽潮 而滨海 一次异兽潮都没有 五次全都是自动关闭 师叔 空间裂缝里 除了各种 可以制作药剂的 天才地宝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富伦 想也没想 回答道 灵子核 不对 贾富伦摇头道 那个神秘组织 抢夺的是 名神物蛇的双眸 并没有抢灵子核 而且他们想要灵子核 直接来扣你眼睛就行了 何必大费周章呢 贾富伦师说 我特么谢谢你啊 江阳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们要的不是灵子核 或者说不是某一辆的灵子核 江阳减慢车速 目视前方道路 迟疑了下 开口道 我说过了 滨海在80年内 出现7次空间裂缝 五次因为不知名原因 自动关闭消失 并且在后几年内 重复出现 这说明滨海 肯定有某种东西 在吸引着空间裂缝 一个空间裂缝 就代表着巨量资源 和一个灵子核 我查了其他国家 空间裂缝 出现排名靠前的城市 基本上都有重兵守护 五者级别最高是零容镜 可见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而我们 从80年前起 滨海就只部署了 常规战力 就算滨海空间裂缝 出现频率高达 全世界第11 好像也并未引起 某些大人物的重视 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一定是有人 隐藏了滨海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 故意蒙蔽所有人 在某个层次里 把滨海变成了一个透明城市 而这个时间 一直持续了80年 电话那边的贾夫伦 和周岑 都已经陷入呆滞当中 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个始于80年前的阴谋 这 江阳则没有两人那种无力感 事实上 从他开始怀疑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在付诸行动了 与其像的脑残一样 无能狂怒 不如尽力去做一些事情 就算不能改变结局 也要让对方留下印记 以便日后报复 第77章 讽刺的爱情 假设说 我师父欠您 天空树的露水的人情 我接了 除此之外 等我忙完守边的事 还想请您帮个忙 是我作为我们这一门的传承人 对您的请求 两个人请并坐一起 等事过去 任凭假设书体条件 江阳十分认真地说道 他是陪老头这一门要寄学的传承人 在他以这个名头 做前缀之时 他说的话 因的承诺 是极有分量的 如果 只是以 我作为前缀 那就是厚脸皮 什么都不适得他 在贾富伦面前 连个屁都算不上 即使他有天赋 又怎么样 贾富伦跟他无冤无仇 也不靠他活命 人家有自己的药剂学传承 有灵际进武者的实力 有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量财富 真没必要 因为天赋 而向他靠拢 江阳十分清楚这一点 所以 他是以自己要 寄师传承人的身份体的请求 而不是以他本人提出的请求 这种人情 是可以在诗门中传下去了 如果江阳没有完成 贾富伦的条件 那他以后的孩子或者徒弟 就要继续接着这个人情 一直到还清为止 但 人情债 哪是那么容易还清的 江阳实在没了办法 只能以人情债到处求人 这种层次的阴谋和战斗力 本不该有他的身影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配 好 我答应了 贾富伦并没有拒绝江阳 主动送上门的人情债 要知道 江阳是陪老头的徒弟 是他们 这一门的传承人 所掌握的药剂配方 约有全世界70% 每一代的 药剂密册 都是由师父亲自执笔书写 由徒弟背下来 硬在脑子里 以后再传给徒子徒孙 而 药剂密册 随着每一代传人 新掌握的药剂 还在不断增加 他们的人情 是怎么求都求不来的 贾富伦是想帮助陪老头 但只要是人 就有私心 他也想为自己 为徒弟 为家人谋求些什么 或许 这个人情 需要自己拿命去换 江阳挂断电话 深深吐了口气 右手伸进衣兜 拿出两瓶 刘四红给他的 灵通密钥 送到嘴边 用牙齿 把瓶塞咬开 然后 两瓶 灵通密钥 灌入口中 在荣城裂魔队 用电磁力 查看裂魔队档案 消耗巨大 从刚才 就一直强撑着 他还不能休息 时间不多了 他要跟神秘组织 抢时间 跟师父抢时间 他先去了商场 买了套黑色修身西装 黑色过西风衣 一个无边框眼镜 随后 开车去了敏家庭院 凤山市 贾夫伸背着手 在药剂店里 来回踱步 唉声叹气 周岑则安稳地 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 嘴边叼着烟 贾夫伸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周岑 问道 你不着急 周岑点点头 着急 但是我着急没用 呼 周岑把半截香烟 从嘴边拿下来 涂了口烟 耍无赖似地摊摊手 平静道 就算再着急 汽车也不可能 有飞机的速度 我的作用 就只是这样 急也没用 贾氏说 您着急 也是甘着急 不如安安静静 等着杨哥的请求 好好把事情办好 贾夫伸对周岑这番话 略感诧异 之前 他对周岑的印象 完全就是个 跳脱的二百五 有点神经质 傻乎乎的 没想到 他竟然能说出这番话来 周岑 暗暗翻了个白眼 无语道 贾氏说 我家世代经商 对于事件 和时机的把控 对于自身的认知 和定位 都是相当清晰的认知 还有 我好歹 也是家族培养出来的 您能别用那种 看傻子开窍的眼神 看我吗 贾夫伦倾可两声 不过 他心中对自己知道的 所有新生代小伴 暗暗做了个对比 裴师兄的徒弟 江阳 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优秀 无论是天赋 智谋 处世风格 都是一流的 金师姐的徒弟 也足够优秀 从任何方面看 都不比江阳差 就连刘师弟的徒弟周岑 看似傻乎乎的 实际上 却有着 清晰分析事件的能力 唉 都不简单 这么综合比对下来 自家那小子 就是废物啊 除了痴迷要寄学 啥也不准 敏家庭院 敏修森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 朦胧冷白的月光 落在他那近乎枯稿的身体 办公桌上有一台 老旧的留声机 黑胶唱片旋转着 两个硕大的黄铜喇叭 发出动听的音乐 敏修森的手指一下 右一下 随着音乐敲击扶手 吱 门被缓缓推开的声音 书房原先的门 被李金镇成了木屑 刚刚换的新门 还没有经过磨合 开门会发出令人 牙酸声音 坐在办公椅上的 敏修森缓缓侧过身 没有丝毫诧异和恼怒 手指碾了碾 看到来人 身穿黑色风衣 里面是一套黑色修身正装 脚上皮鞋踩在地毯上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敏修森微笑道 你好 江先生 你好 敏先生 江阳双手垂在身侧 略显僵硬的脸上 扯出一抹微笑 脚下电磁立场 悄然蔓延出去 将敏修森笼罩 敏修森和江阳友好的打招呼 留声机的音乐声 弥漫在书房中 他们平静地对视 敏先生 你似乎知道 我要来找你 敏修森笑了笑 他坐在办公椅上 注视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道 我不仅知道你要来 我还知道 你为什么来荣城 你的计划成功了 李金就像一条 只想着吃饭和交配的唇狗 被这种简单计策 引去了东南战区总备部 其实 我始终无法理解爱情 就像当初那个女人 我只是给她看看 我的财富 她就脱光了衣服 爬上了我的床 李金这样一个 可以获得超然地位的 灵域进舞者 竟然会对这样的女人 念念不忘 呵呵 我之碧履 她之珍宝 江先生 这是不是很讽刺 江阳回道 我对您和你夫人 以及您夫人的竹马李金 你们三人的故事 不是很感兴趣 敏先生 可以告诉我 那个抢夺 名神物蛇的双眸 的组织 是什么吗 敏修森微微醋眉 眼神挣扎了下 随即恢复平静 道 他们是 一神会 第78章 浮出水面 一神会 江阳复述了一遍 这个组织的名字 看向敏修森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电弧 微笑着问道 敏先生 一神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敏修森的思绪 在电磁波的干扰下 出现了混乱 他抬起苍白的手 按住额头 几秒钟后 才慢慢道 一神会是个庞大 且神秘的民间组织 他们的成员 遍布世界各个阶层 里面的成员 虽然会相互合作 去完成某些事 但并非是聚会性质的组织 一神会成员 隐藏极身 即便面对面 都不认识 只有在某个成员 需要帮助时 才会在某些场合中 留下一神会的特定标记 让同组织成员去找他 在付出报酬的情况下 达成合作 江阳微微点头 略微思考之后 再次问道 一神会在滨海的行动 是不是跟空间裂缝有关 幕后主使是谁 江阳连着问了两个问题 在留声机 那悠扬的音乐声中 敏修森放下按着额头的手 微微低着头 不去看江阳 开口回答道 没错 因为一神会里有人要利用 多个空间裂缝里的灵子 一举静声玲绒静 静声玲绒静 淋欲静 灵神静 灵绒静 无量静 武神静 江阳心中一沉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那些人的目标 果然是空间裂缝 那个人是谁 江阳急忙问道 那个人是 敏修森说到这里 突然顿住 就在江阳想要 再次询问的时候 敏修森慢慢抬起头 满脸讥笑地看着他 江先生 我需要拖延的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你的记忆 我就收下了 说着 敏修森伸手 按住面前 办公桌上的留声机 悠扬的音乐 戛然而止 哼 原来你有能够控制 思想的能力 我儿子 就是被这种能力控制 才会说出要暗杀 他妹妹的话吧 由此 你赢走李金的计划 才会成功 如果没有 留声机的音乐声 我可能就成了你的玩偶 真是遗憾 江阳沉默了下 道 抱歉 你这样的老男人人偶 我是真心不想要 敏修森一正 怒道 我这是修辞 算了 敏修森叹了口气 拿起留声机的唱针 取出黑胶唱片 拿在手里 很遗憾 你的字符害了你 现在 你的记忆属于我了 没错 很遗憾 江阳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轻叹了口气 你 你怎么 敏修森猛地站起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江阳 江阳微微一笑 抬手解开衬衫领子 露出有铁纱组成的锁骨 它只有面部和脖子有人皮 其他地方都是有铁纱组成 敏先生 告诉你一件事 我从不敢小瞧任何人 也不敢有哪怕一刻的放松 你 你 敏修森颤抖着 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恐惧填满了他脑海 江阳整理好衣领 朝着敏修森走过去 在敏修森惊恐的眼神中 江阳抬起右手 一枚闪烁的光点 凝聚在食指间 伸向敏修森额头 不 不要杀我 不 江阳依旧保持着笑容 那枚闪烁的光点 没入敏修森的额头 那个人是谁 敏先生 你不说 我只能自己看了 江阳闭上眼睛 沉下心神 一道电弧 连接着江阳的手指 和敏修森的额头 啊 敏修森发出凄厉的惨叫 向后倒退 跌坐在半弓椅上 他在半弓椅上 静蓝抽搐 眼泪 口水 鼻涕不受控制地流出来 他死死盯着江阳 下一刻 他右手拿着的黑胶唱片 猛地用力 划开自己的脖子 鲜血喷溅出来 染红半弓桌 电磁连接中断 江阳睁开眼睛 看到敏修森竟然用唱片 划开了脖子 不由得一正 两久 江阳面无表情地拿起 留声机 走出书房 随着电磁立场发散 庭院里的人都昏迷着 所有监控都被损坏 江阳抱着留声机 走出庭院 穿过两条马路 拉到一处停车场 站在一辆汽车旁 车门自动打开 他把留声机 放在副驾驶上 下一瞬 他身体微微膨胀 一阵电光过后 只剩下一套衣服 飘在半空 顺着打开的车窗 飘进后面座位上 驾驶位的座椅 慢慢升起 江阳在驾驶位上 转头看着 留声机 微微叹了口气 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江阳脑海中 闪过一个人影 宋问琪 是他吗 江阳看了看时间 凌晨5点39分 他又拿出一瓶 灵通密钥 打开送入口中 闭着眼睛 靠在座椅上 用力深呼吸 这种电磁分身 虽说只是用电磁力 支撑着铁杀撑起来的 但用灵力模糊人脸和脖子 再用电磁力影响 敏修森的视觉 几乎消耗了他 全部灵力 但 他还不能休息 几分钟后 恢复了少许灵力 江阳启动汽车 出了停车场 直奔刘四红的药剂店 半小时后 戎城去滨江的高速路上 一辆银色轿车飞速行驶 江阳的副驾驶上 放着一个打开的小药箱 里面是食瓶 灵通密钥 是和刘四红分开之前 刘四红送的 他看出江阳不仅身体疲累 精神紧绷 灵力更是接近枯竭 就是这几瓶灵通密钥 还是他 趁着江阳出去办事的时候 做出来的 江阳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搓了搓脸 尝出一口气 伸手拿了一瓶灵通密钥 喝了下去 汽车再次提速 车身上蹦射电弧 晨曦的昏暗中 仿佛一道流光飞速掠过 迎着晨曦的微光 滨海药剂店的门 被缓缓推开 裴老头走出药剂店 转头望了眼 天边微光 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孙女和徒弟都不在 实在冷清了些 裴老头回屋坐在摇椅上 闭眼假妹 等着第一缕阳光落在身上 第79章 普世乌华的厮杀 在药剂店开门之后 裴老头就像往常那样 躺在摇椅上 悠哉悠哉 只是这次没有那个 骑着自行车 有远及近的年轻身影 没有从楼上 跑跳着下来的娇俏身影 不过不要紧 只要店还开着 他们就有家可以回 一想到江阳来的那些日子 裴老头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臭小子 满脑子奇思妙想 药剂学一遍就会 做菜很好吃 好的时候特别好 坏的时候 真是一肚子坏水 坑人都不带拐弯的 真是个鬼精鬼精的臭小子 天亮了 路上有了行人 来往车辆也多了 坐了一会儿 没了睡意 裴老头去厨房热了一碗小米粥 冰箱里还有江阳做的烟菜 正好拿来搭配小米粥 打开冰箱 装烟菜的罐头瓶后面 有个物件 在看到冰箱里那个东西之后 裴老头稍稍愣了下 随即笑了笑 把那件东西拿出来 放入衣精里 吃完早饭 洗了碗筷 收拾好灶台 淘淘口袋 拿出只剩下三根烟的烟盒 抽出一只 叼在嘴上 怎么也找不到打火机 最后没办法 只能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搓 一朵林立火焰跳跃出来 点燃香烟 又从柜子里拿一瓶酒 回到摇椅坐下 思绪飞散 想到了自己师父说过 男子汉大丈夫 该喝酒喝酒 该抽烟抽烟 人活一次不容易 怎么都不能被拘束了 难道喝酒抽烟 就是不被拘束吗 也许 师父他老人家 也想不出什么更放肆的事 只是觉得 嘴上叼着烟 手里端一碗酒 没人管着 就是最大的逍遥自在 陪老头喝一口酒 望着天边正正出神 师父 师兄 老婆子 儿子 儿媳 知语 江阳 时光匆匆几十年 自己身边的人 竟如此之多 又喝了一口酒 临近中午 右侧十字路口走来一人 身形高大魁梧 穿着宽大衣服 穿过马路 来到药机殿外 对着陪老头微微躬身 一神会 葬青 三个月前 在北路湖晋升林玉镜 来见陪大师 马路对面术后走出一人 轻笑着说道 陪大师 又见面了 自我介绍一下 一神会 莫里莫斯 封印物序列时期 灵体骸 持有者 灵济静 陪老头 眯缝着眼 扫了扫两人 什么都没说 他根本没把他们两个 放在眼里 一个刚刚晋升林玉镜 连境界都不稳的生瓜蛋子 一个吃人风硬物的持有者 已经是半死不活的程度了 这没什么可忌惮的 陪老头站起身 手里拎着只剩1.9的酒瓶 他好像喝醉了 身体摇摇晃晃的 在陪老头站起身的那一刻 站在马路对面的莫里莫斯 身体顿时一僵 而他因为距离较远 还不是最直观感受陪老头的恐怖 最直观感受陪老头那股狂暴气息的 是同为灵浴静的藏青 在陪老头站起身的那一瞬 他仿佛看到了一头远古巨兽抬起了头 注视着向他挑衅蚂蚁们 那种不容挑衅 不容质疑的强大 令人心头震颤 藏青身体微微厚痒着 双拳紧握 心中不由地想到 这就是沉浸在灵浴静几十年的舞者 放眼全世界 他应该是最接近灵神镜的舞者 陪老头拎着酒瓶 喝光瓶中最后一口酒 任由灵力从身体里蔓延出去 在灵力的感知下 他就像一尊直起腰的巨人 俯视着整座城市 将一切尽收眼底 繁华的城市 忙碌的人们 大厦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商业广告 中心广场来了一群 穿着奇怪服装的COS 十分热闹 车像水一样 在城市里交汇的街道里流动 陪老头站在原地 缓慢地呼吸 感受着灵力随呼吸慢慢收敛 进入胸前气海雪山 形成灵力漩涡 收敛 沉静 藏青回头与莫里莫斯对视一眼 瞬间达成共识 此时此刻 动手厮杀 把这个身量不高的干兽老头 定死在这里 藏青爆发出属于灵欲静舞者的气势 莫里莫斯身后五个指人浮现出来 他的身体也随之慢慢出现 被侵蚀的黑斑 然而 下一瞬 陪老头突然消失在摇椅前 藏青正愣了一瞬 随即释放灵力 感知陪老头的踪影 耳边响起莫里莫斯惊恐的吼声 小心 藏青瞳孔一缩 眼球转动 他看到了陪老头 那个甘兽老头 出现在自己左侧方 身体半悬空着 手中空了的酒瓶 朝自己的太阳穴抡过来 更可怕的是 自己就算反应了过来 也没办做出应对 只能眼睁睁看着酒瓶 在自己太阳穴上暴碎 这一刻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实力的差距 即使同为灵欲镜 也有强弱之别 碰 酒瓶暴碎 藏青那庞大的身躯横飞出去 砸在地上滑行 石板地连带着柏油路 被他身体离出一道沟 陪老头刚刚落地 就又消失 随后出现在藏青上空 双脚猛的一跺 把藏青踩入柏油路面 躬身扶下 手中尖锐的瓶口 狠狠刺向藏青颈侧动脉 所谓战斗厮杀 就是要杀死对方 以最简单 最干脆 最快速的方式 杀死对方 不存在什么花哨 陪老头尤其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的战斗目标 从来对方的脑袋和脖梗 其次是心脏和躯干 So 一道破风声响起 一张拥有灵寂静实力的指人 掠到陪老头身侧 直撞陪老头 陪老头知道对方是想救藏青 但此刻闪躲 会失去杀死藏青的机会 他选择用灵力硬抗这一击 然后 把酒瓶口刺入藏青的颈动脉 结束他的生命 动 指人和陪老头的撞击 发出沉闷声响 虽然没把陪老头撞开 但还是迟缓了陪老头的动作 给了藏青做出反应的时间 藏青爆发灵力 展开属于他的玉 直接震开陪老头 把半截酒瓶 也在三个灵力的碰撞中 碎成粉末 陪老头在空中翻腾 稳稳落在地上 看着重新摆出巨敌架势的两人 心中默默思考着 先杀谁 第八十章 同镜无敌陪老头 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荒诞中带着一丝合理 因为一神会的人 不会跟谁商量 什么时候才能行动 又不是比武决斗 灾难都是毫无征兆的 令人猝不及防 陪老头这边战斗的动静 迅速吸引了猎魔队 和城防军的注意 他们并没有慌乱 在向上级求援的同时 立刻联合所有单位 安排民众紧急避难 猎魔队出动所有猎魔人 四散出去 奋出一个小队 去陪老头那边 在不给陪老头添乱的前提下 尽可能给予支援 呜 喧嚣的城市 被一阵响彻全城的警报声 真的静止了几秒钟 城防军的装甲车 出现在街道上 直升机也悬停在空中 他们都在做着职责之内的事情 即使 他们内心也存在恐惧 城市某处 在亮起一阵绚烂光彩之后 才传来如惊雷般乍响 陪老头双脚离地向后滑行 在柏油路上 拖出两条伸钩痕迹 三个 陪老头看着前面三个人 视线扫向四周 还有吗 藏青和莫里莫斯中间 站着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老者 上前一步 哀声叹气道 晚辈楚思存 见过陪大师 如非必要 实在不想与您为敌 您这一门在药剂师中极受尊重 恐怕日后 我们想请药剂师制作药剂 就难了 名叫楚思存的老者 从衣服里拿出两柄短刀 奋出一柄扔给藏青 与陪大师过手 凶险万分 出手便是杀招 别以为晋升了灵欲镜 就有了自傲的资本 在陪大师面前 恐怕不够看 藏青接住短刀 感受着太阳穴传来的剧痛 抛刀正卧 叹了口气 道 自傲 开什么玩笑 能拖住他 就很不容易了 莫里莫斯看着两人都拿了武器 他也没犹豫 直接五个指人重叠在身后 集合六个灵寂静的力量于一身 再借助灵体还本体的力量 实力更上一层楼 他身体被侵蚀出的黑斑蔓延更加剧烈 裴老头低笑了下 两位灵欲镜舞者 再加一位封印物序列时期的持有者 不计生命消耗 全力出手 好 这牌面够大 裴老头伸手入怀 拿出一把乌黑匕首 之前进空间裂缝的时候 他把这对匕首送给了江阳 没想到打开冰箱 其中一把匕首就放在烟菜瓶子后面 裴老头当即明白了 这是江阳要对自己说的话 这对匕首 自从师父送给自己 就从未分开过 现在也不会分开 臭小子将这把匕首留给自己 这是他的决意 他会回来 跟自己一起对敌 鬼惊鬼惊的臭小子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裴老头抛飞匕首 又接住 下一瞬 他杀相三人 两个同境界舞者又怎样 一位封印物序列 持有者又怎样 舞者杀人 从来都一往无前 你是灵神镜 没必要怕一个 在灵狱镜持至几十年 行将救母的老头子 街道上 一老一少两人 站在公交站牌下 看着快速奔逃的人流 年轻人对老者说道 老人望向战斗的方向 感受一道道扩散而来的灵力涟漪 眼神朦胧 似是在 回忆着某段往事 梁九 他说道 你们小辈人 不懂老陪的强大 那年他刚刚晋升灵狱镜 虽然他师父不是很满意 他在药剂学上的天赋 常常哀声叹气 但他在无者意图的天赋 足以弥补药剂学的缺陷 后来他妻子去世 他这个痴情人 便如行尸走肉一般 境界停滞不前 一晃十几年 孙女出生 让他心中欲杰松动几分 境界隐隐有增进迹象 后又遭遇儿子而席殉职 便彻底停滞 虽然天赋超群 但心中牵绊太多 太重感情 始终无法 迈过心中那道坎 只能驻足不前 年轻人闻言 心中收敛对裴老头的不屑 灵神镜 而且还有楚思存 藏青两位灵欲镜 再加上莫里莫斯辅助 还怕他不成 老者轻叹了口气 怕 怕他心中压抑了几十年的欲杰 突然解放出来 变成一魔 一位心有欲杰几十年的灵欲镜舞者 如果变成一魔 谁敢想会有什么级别 年轻人脸色忽然变得惨白 他没想到这一层 若是裴老头 真的不惜一切拼命 抛弃本身人格 直面内心阴暗 将其解放 变成一魔 即便是灵神镜 恐怕也不能与之匹敌 老者在叹口气 既然他想以死为孩子 薄一个未来 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 我能做的 也只有成全他 老者拍拍少年的肩膀 身影消失在原地 少年呆呆望着战斗的方向 裴老头一刀逼退藏青 和楚思存两位灵欲镜 又一拳打飞于 灵体骸高度融合的莫里莫斯 身形从半空急坠而下 因为力道太大 双脚插进柏油路面 裴老头五道天赋极高 虽陷入内心桎梏几十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他也是沉浸在灵欲镜几十年 灵力深厚 对欲的理解 远超同境界舞者 一拳如重锤肋骨 轰然乍响 一到同境界不可匹敌的灵力冲击 朝着三人轰击过去 所过之处 沙石飞卷 皆成粉末 楚思存和藏青来不及多想 同时积蓄灵力 出拳抵挡 两人的灵力 撞上裴老头这一击 如皮肤汗术 瞬间崩散 两人被震得口吐鲜血 倒飞数百米 莫里莫斯见状 哪敢硬碰硬 身形不断腾转躲避 灵力冲击 如一栋城墙一般 朝着三人碾压过去 速度极快 就在三人心生不可匹敌之意 想要逃离之时 一到人影突然出现在三人面前 伸出右臂 张开手掌 硬接下这一击 轰隆隆 震天巨响 烟雾腾腾 裴老头看着烟尘中 站在最前头那道人影 脸色不变 似乎被人单手挡下攻击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值得惊讶 带到烟雾散去 裴老头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老人 微微一笑 毫不意外道 果然是你啊 老宋 第八十一章 对权硬汉 宋问奇虽然面无表情 但心中却有许多唏嘘和难言之语 又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一时间沉默无言 平静地看着手持乌黑匕首的裴老头 老宋 人生在世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有许多理由支撑着 我不想知道为什么是你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杀死宋马亭 他可是你的孙子 宋问奇犹豫片刻 抬头望了眼 愈发阴沉的天空 嗓音沙哑道 是他的贪婪害了他 如果他第一时间把契约眼球 送回给我 他也不会死 人就不该基于超过自己本身能力的东西 不然 即便短暂拥有 也会以凄惨的方式失去 小亭 宋马亭 他不是我宋家的血脉 只是有个兴事而已 如果他老老实实做事 我自然不会辜负这几十年 喊我爷爷的情谊 但他有了一心 我还留他做什么 场面寂静无声 天上黑云压城 天地之间浮现一缕缕灵子 组成的光运 与空间裂缝里的灵子光运 如出一辙 但此刻 仿佛都凝固了一般 只是有了别样心思 就要杀死 裴老头好像听到了天大笑话 不由地笑出了声 刷得举起匕首 正对宋问奇 陈生问道 是你把滨海变成了一座孤城 没错 宋问奇大大方方承认 我宋家深耕 东南战区近百年 我更是官至东南战区副司令 把一座城 变成不受关注的孤城 并不是什么难事 随后 他语气变软 似在叹息 又似争辩 老裴 武者一图 不进则退 我不想跟你一样 停滞在一个境界中 几十年毫无存尽 最终只能抱汗死去 更不想 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 意外死去的世界里 变成绝望的可怜虫 你看看没有力量的他们 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人拯救 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 他们的命权 在别人手里 老裴 这难道不是悲哀吗 裴老头沉默了下 道 谁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刻 宋问奇 你的道理 在你心里是对的 在我心里却是错的 你我争辩毫无意义 生死输赢 才是最后的真理 争辩无意义 胜负极真理 裴老头从没想靠嘴巴说道理 就把敌人说服 他也不认为 经营几十年的谋算 会因为几句道理而放弃 由此谋算 又怎么会是心智不肩之辈 藏青和楚思存 是灵欲镜 还有个从旁协助的莫里莫斯 虽然他们算不得什么 但 宋问奇 是灵神镜 虽之败局已定 但怎么也要拼一次 倒要看看 灵欲镜与灵神镜之间 到底有多大差距 裴老头想到此处 脸上浮现争鸣笑容 视线扫过宋问奇等人 然后又望向 不断下沉的天空黑云 身体骤然爆发 磅礴灵力 他将自己的欲不断扩大 面孔愈发争鸣可不 周围紊乱的气流 被撕裂 风声变得无比尖锐 他真的要拼命了 宋问奇不敢大意 无论与谁厮杀 无论对方实力如何 毕竟全力 这是长在心里的道理 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楚思存三人 站在宋问奇身后 望着裴老头 眼神中除了惊惧 更多是狂热 因为他们看到了 灵欲镜这个境界的巅峰模样 宋问奇抬了抬手 周身七浪 将楚思存三人 震退百余米 随即目露凶光 衣服被灵力撑得仗鼓起来 灵欲镜巅峰裴东行 灵神静宋问奇 两人都以最直接的方式 冲向对方 人为交手 他们的欲先撞在了一起 轰隆一声 两人周围几百米 被爆炸的灵力毁的面目全非 裴老头的欲率先溃散 他不退反进 右脚重重一塌 左拳蹦射灵力 一拳轰碎宋问奇的欲 而后 宋问奇出拳 两人拳头对撞 哄 一道灵力爆炸的强光 自两人拳头上炸了出来 远处三人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次对撞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裴老头竟然有对撞灵神静的实力 难道刚才 他与自己三人的几次交手 是哄孩子玩不成 宋问奇大笑一声 心情舒畅 大喝了一声 好 随后踏前一步 裴老头倒退一步 闷哼一声 只是一拳 高下立判 又是各自出手 裴老头匕首上 流转灵力 对着宋问奇脖梗而去 宋问奇一拳 砸在匕首锋刃上 将其震推 两人再出一拳 这一次他们同时打中对方胸口 动 宋问奇退后一步 裴老头胸口凹陷 口吐鲜血 背后蹦射出一道 灵力冲击 直冲数百米 路边被轰出一道深沟 宋问奇再次前踏一步 这一拳 他要直接打碎 这位老友的头颅 成全他以命博明的心思 裴老头猛地侧头 躲过宋问奇这一拳 左手抓住宋问奇手腕 右手的匕首 在宋问奇左肋肩一闪而过 匕首刺进肋骨肩 并未抽出 而是用力一划 给宋问奇肋肩开了个极深的血口 哼 宋问奇也想不到 裴老头还有余力 中了招的他 不由得闷哼一声 另一只拳头猛地挥出 正中裴老头肩膀 碰 裴老头倒飞出去 砸进刚才被宋问奇灵力 轰出的深沟中 生死不知 宋问奇皱了皱眉 他没想到 裴老头的气海雪山和心脏 被自己一拳轰碎 竟然还有反击之力 他伸手捂住左肋肩 用灵力暂时封住伤口 在灵力感知中 裴老头已经没了声息 突然 轰轰轰 天空中飞来树枚导弹 宋问奇随意瞥了眼 树枚导弹在空中爆炸 连带着空中的直升机 也一同爆炸 被火焰吞没 宋问奇指住了 泪尖伤口的血 转身对三人说道 去指定位置 开空间裂缝 事成之后 我许诺你们的 自然会给你们 三人互相看了眼 转身 略向各处 宋问奇最后 深深看了眼 深勾镜头 转身漫步登天 天地之间的 灵子光运 慢慢凝食 从黑云中 垂下灵子丝线 每条灵子丝线 在落地的那一刻 仿佛扎下了根 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从灵子丝线 中间裂开 滨海被 十二个空间裂缝包围 一道道灵子潮汐 从空间裂缝中 喷涌出来 肆虐这座城市的 每个角落 第82章 犹如神祥 宋问奇立于天上 双臂展开 胸前七海雪山 出现一个巨大漩涡 牵引着 十二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潮汐 犹如之前江阳 即将出空间裂缝时 整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都涌进 他右眼那样 而宋问奇要的 是十二个空间 裂缝的全部灵子 他要借助巨量灵子 一举冲破灵神镜 镜升灵容镜 他与父亲二人 整整谋划八十年 隐藏滨海 这个城市的特殊性 把历刃猎魔队的 报告全部压下去 最后让养了三十年的 宋马亭 进入滨海恋魔队 就是为了这一刻 只要能破神熔灵 在武者意图 达到更高的层次 任何隐忍和牺牲 都是值得的 破开半神之躯 身体和意识 与灵力融合 正是向神镜迈进 先入灵容镜 再看无量镜 是否也能忘遗忘 那五神之镜 楚思存 藏卿 莫里莫斯三人 在城市三处 释放灵力 先稳住灵子潮汐 帮助宋问琪安全吸收 第一波灵子潮汐 宋问琪则放开 气海雪山 惊吞十二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潮汐 周围近百里空气震荡 十二条灵子潮汐 如同出海游龙 纷纷撞进宋问琪胸口 气海雪山 忽然 十二个空间裂缝中 传出震天寿吼 空间裂缝剧烈震动 白从 宋问琪大吼一声 一个少年 从城市里高高跃起 来到宋问琪身前 宋问琪急忙道 直到我吸收完灵子潮汐 名叫白从的少年 借助宋问琪一散出的灵力 悬堤于空中 左手伸出 掌心放着一个小铁盒 宋先生 这里面 可是有空间裂缝 一整个族群的黑蛇潮啊 要是打开 我会被瞬间撕碎 你到底有没有保证啊 宋问琪脸色通红 身体被灵子潮汐冲击的胀骨 咬牙道 放心 有我灵神镜的灵力 保你无事 真的没事 白从仍然坠坠不安 黑蛇潮冲击 可不是开玩笑的 宋问琪是灵神镜 自然是不怕的 但自己不行啊 快 同一时间 藏青 楚思存 莫里莫斯三人 被狂暴的灵子潮汐冲击的口吐鲜血 纷纷倒地 望着天空中的宋问琪和白从 白从眼角直跳 紧咬着牙 不住颤抖的 右手伸向风存着 名神雾蛇的双眸的小铁盒 啪 白从的手腕 突然被一只手掌握住 白从吓了一跳 转头望去 瞳孔骤然一缩 正正说不出话来 不仅是他 就连城市下方的楚思存三人 也都正愣呆滞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宋问琪瞪大眼睛 看着突然出现的眼前之人 随即反应过来 沉声道 欺骗药剑 裴老头缓缓转头抬眼 呵呵笑道 酒瓶中最后一口酒 并不是酒 而是欺骗药剑 我在心底对自己说 我不会死 这还要感谢八脸背后之人 给我送药 宋问琪额头青筋如动 他已是暴怒到了极点 这个老混蛋 为什么这么难杀 杀了他 藏青 楚思存和莫里莫斯三人飞越上天 从三个不同方向攻击裴老头 裴老头暗笑一声 一手扯着白从 瞬间爆发灵力 先震开最弱的莫里莫斯 随后一拳一脚 打飞攻来的藏青和楚思存 随后 他伸手抓向白从的脑袋 想要捏碎这个少年的头颅 彻底杀死这个 名神物蛇的双眸的持有者 白从在裴老头的气势压迫下 根本无法动弹 双眼惊恐瞪大 一股死亡的恐惧 从心底蔓延至全身 啊 他只能发泄式的大吼出声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宋问奇面孔猙獰 对裴老头怒目相视 奋出一股灵力 死死捆住裴老头 落在一栋大厦天台上的 楚思存剑状 用灵力包裹手中短刀 用力致出 射向裴老头背后 直指裴老头紧后 几乎可以预见 这一刀是奔着砍下裴老头脑袋去的 裴老头眼珠转动 他知道有一刀飞来 但此刻他被灵神镜的灵力 加上十二个空间裂缝的灵子 朝吸束缚 暂时无法动弹 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 裴老头心中 不由地生起一股无力感 就在此刻 轰隆 一声巨响过后 一道白色光柱拔地而起 直冲天际 刹那之间 轰隆轰隆 二十二道光柱 在城市各处拔地而起 连接天与地 一道白色闪电 在光柱之间急速折射跳跃 最后出现在裴老头身后 一脚踢飞射来的短刀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陷入呆滞当中 白色闪电散去 一道穿着黑色修身正装 外皮一件 黑色长风衣的挺拔身影 慢慢落下 踩在一柄 漂浮着的铁纱飞剑之上 黑色风衣在风中烈烈作响 是谁 楚思存见自己飞刀被踢飞 当即暴怒贺问 站在铁纱飞剑上的那个年轻人 嘴角轻轻扬起 视线落在楚思存身上 然后 环视一周 微微一笑道 我叫江阳 师从裴东行 是一名 要祭师 全程寂静 江阳只是伸手拍拍 裴老头后背 随后抬手向天 用力攥拳 二十三道电磁光柱绽放光芒 迸射出无数电弧 在滨海天空中焦 支撑一张巨大电网 落下无数闪烁光点 随着林子潮汐飘动 江阳肆意张扬地笑了起来 仿佛全世界都在他脚下 如在云颠 俯瞰世间 他五指张开 指尖蹦射电光 控制天上那张 笼罩全程的巨大电网 爆 轰轰轰 飘散在空中的 电子一个个炸开 形成一个个圆形的电磁爆炸 正在吸收林子潮汐的宋问起 出现一丝迟滞 爆 爆 随着江阳五指慢慢收缩 整个滨海天空 被一个个圆形电磁爆炸填满 天上翻滚的黑云 被震散 天地之间震荡不已 白丛托着 名神雾蛇的双眸 已经忘记了思考 呆呆地望着那个衣衫 烈烈的背影 心中不由地浮现四个字 犹如神祥 第83章 千言万语在心中 布满白色光球的滨海上空 将所有黑云吞噬 被干扰的宋问起 还不能中断惊吞林子潮汐 无奈之下 只能尽力展开 欲来抵挡电磁爆炸 江阳一只手 撑在裴老头的后背上 脚踩着的铁砂飞溅 因为他灵力即将枯竭 而开始颤抖 江阳抓紧时间 在周身撑起一圈电磁力场 把裴老头连带着白丛 也一同笼罩 他拥有电磁力 在将电磁流动全身的时候 不会被电磁爆炸所伤 但被宋问起灵力 束缚着的裴老头不行 这22个百万倍电子 产生的剧烈电磁爆炸中 很可能会把裴老头瞬间蒸发 刺目的璀璨白色光球 覆盖了全城天空 剧烈的电磁乱流肆虐而下 从天空中垂下 成千上万条白色闪电 落在城市各个角落 万雷落下 宛如天灾 这就是超进制序列的危险性 即使江阳只是灵通境 但在他提前布置的情况下 绝对拥有毁灭一座城市的能力 八脸赵赫鲁即便被篡改了记忆 但在他脑海中也深深地硬刻着 如非绝对必要 千万别招惹超进制序列拥有者的铁则 白虫拖着名神雾蛇的双眸 身体不可遏制的颤抖 他在裴老头和江阳 双重气势的威压下 身体本能地感到恐惧 他想到了刚成为舞者 第一次面对一魔石的场景 那个时候 他刚刚晋升灵通境 在猎魔队里所有同境界的舞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对未来有着接近完美的憧憬 但第一次出任务 就亲眼看到 一个人类在歇斯底里的疯狂中 变成了一头浑身散发着恶臭 留着恶心粘稠液体的怪物 他被吓呆在了原地 如果不是队友 及时将他推开 他的脑袋 已经被一磨一口咬碎了 从那一刻起 他开始对力量 有了接近于蜂魔的追求 他不敢回忆那段经历 不敢直面自己的懦弱 此时此刻 再次回忆起那段经历的他 在望着江阳背影的呆滞眼神里 眼白忽然浮上一抹黑色 开始逐渐蔓延至整个眼球 哇 江阳撑起的电磁立场 被电磁爆炸推飞出去 直落到一栋大厦天台 江阳因为要承受裴老头 和白从两个人的重量冲击 本就灵力不多的他 顿时口吐鲜血 在杂落之后 又因惯性向后滑行 他单手撑着裴老头后背 一直到天台边缘 才堪堪停下 来不及擦掉唇边和下巴的鲜血 江阳从上衣内衬口袋里 拿出最后一瓶灵通密钥 丢掉瓶塞 咕噜喝掉里面淡蓝色的晶莹液体 他苍白的脸色顿时红润了几分 深吸了口气 周身电磁立场再次撑开 裴老头来不及询问江阳的身体情况 挣脱灵力束缚的他 当即伸手掐住白从的脖子 看着白从已经全黑的眼睛 手腕一扭 咔 裴老头毫不犹豫地掐断了 这个少年的脖子 拿走少年手上拖着的 名神雾蛇的双眸 裴老头甩手 把白从的尸体扔向楼下 整个过程毫不拖泥带水 干脆果决 裴老头这才转身看着徒弟 伸手拍拍江阳脸蛋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拿着名神雾蛇的双眸 赶紧离开冰海 你的电磁力 还杀不死灵神境地送问起 下面还有两个灵欲镜虎视眈眈 一个灵体孩子的持有者在暗中 这里就交给师父了 蒋阳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裴老头直接打断 他似乎回到了几十年前 跟随着自己师父 到处闯荡的少年时代 脸上的笑语 发肆意洒脱 你师爷常说 来人有胆气 腰杆顶天地 你师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在我这个徒弟面前 大大的露一回脸 今天你师父 可要在你这个臭小子面前 威风一回 以后你走到哪里 跟谁提起 你是我裴东行的徒弟 人家也要高看你三分 你说话办事 腰杆子也硬气一些 江阳看着裴老头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面前这个 笑着对自己说话的老头子 已经死了 他现在还能这样 发挥灵欲镜的实力 能对自己说这些话 只不过是一堆 天才地宝宁炼的药剂 在支撑着压榨着老头身上 每个细胞里的能量 欺骗药剂 是了 八脸的那份欺骗药剂材料 就在库房里 如果没有欺骗药剂 自己现在见到的 就是一具身体被打烂了的尸体 江阳咧开嘴 牙齿上还沾着血 他笑容灿烂 道 那以后 我出去闯荡事件 跟谁提起 我师父是裴东行 那不得老牛逼了 臭小子 裴老头抬手 拍向江阳脑袋 但手掌落下 却成了抚摸 最后那只苍老的大手 盖在江阳头顶 轻轻揉了揉 他还想嘱咐些什么 还有千言万语 没有说出口 还想吃徒弟做的饭 还想一家三口 坐在小厨房里 吃火锅 还想坐在摇椅上 看着江阳在工作台里 制作药剂 还想看着孙女 从楼上滑着楼梯扶手下来 但已经不可能了 最后 他问了句 药剂密测 都被熟了吧 这一句 江阳顿时 眼泪涌出眼眶 哽咽着回答 被熟了 师父 这时 裴老头背后 突然飞跃上来两人 各自手握短刀 冲向裴老头 被熟了 就好 裴老头对江阳笑了起来 手中匕首丢下 直刺在江阳面前 随即 他转身 视若奔雷 冲到藏青 和楚思存身前 一手一个 按住他们的脑袋 冲向楼下建筑裙 江阳抬手 抹了把脸上的血合泪 抬眼看着天空中 渐渐停止的 电磁爆炸 冲破22道电磁光柱 他弯腰拿起 刺进水泥石板里的 乌黑匕首 掀开封衣 将乌黑匕首收入 匕首套中 突然 莫里莫斯 犹如残影一般 出现在江阳身后 灵体还 轻蚀的黑斑 已经布满了大半张脸 他面无表情地抬手 轰向江阳脑袋 支支支 江阳身上 迸发电弧 电子对撞场 瞬间形成 身影消失在原地 哄 莫里莫斯 一拳扑了的空 拳头打在石板上 大煞轰隆作响 他抬起头 看着江阳 却发现 江阳正站在天台楼檐上 微微侧着身 以一种 毫无情感波动的眼神 注视着自己 莫里莫斯心中 顿时有种感觉 这个年轻人 根本没把自己 放在眼里 第84章 啊 哦 是吗 江阳再看了一眼 莫里莫斯 记住他的长相 在他身上 留下电子之后 向前迈出一步 坠下天台 莫里莫斯 来到天台边 纵身一跃 追了下去 两人前后 自由落体坠下 江阳回望了他一眼 身形一闪 他利用电子队撞场 出现在大厦内部 莫里莫斯 当即一愣 他没想到江阳 会以这种 不可思议的方法 摆脱自己的追击 江阳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莫里莫斯 在自己面前 急速坠下 刹那之间 他们短暂对视 莫里莫斯的眼中 充斥着 难以理解的情绪 江阳则是面无表情 淡漠至极 江阳转身 走进办公区 身体不断蹦射电弧 来到办公区 另一端走廊 身形闪出 他贴着大厦楼体 向下滑行 不断用电子队撞场 变换位置 远离这片区域 失去目标的莫里莫斯 将目光落在 裴老头身上 此刻 裴老头正按着 藏青和楚思存打 如果是之前 在裴老头权力之下 这两个同境界的舞者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现在 他全靠 欺骗药剂 来压榨身体 最后的活性 根本阻止不了宋问琪 只能用最后的力量 拼掉藏青 和楚思存其中一个 十二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潮汐 愈发狂暴 宋问琪身体 慢慢出现军裂 灵子光芒 透过裂纹照射出来 啊 宋问琪发出一声 不似人类的嘶喊 没有 名神物蛇的双眸 禁止空间的能力 他根本无法抑制 十二个空间裂缝 越来越大的灵子潮汐 这也是他费尽心思 抢夺 名神物蛇的双眸 的根本原因 排名前十的 封印物序列 会根据持有者的灵力差距 而改变能力的强弱 名神物蛇的双眸 在旁方树的手中 就是一条百米巨蛇 但在灵欲镜的裴老头手中 物蛇体长超过千米 能够禁止的空间 也呈几倍增长 若是有宋问琪的 灵神镜灵力 作为支撑 禁止滨海市 这片空间 绝对有可能 名神物蛇 危急之际 宋问琪在心中呼喊 他扩大自己的欲 俯瞰整个城市 最终 他看到了一座大厦下 白丛的尸体 不断有骨刺冒出 血肉蠕动着 变成黑色浓液 里面伸出细小肉芽 三条街道外 他看到了在城市中 快速穿行的江阳 从江阳身上感受到了 名神物蛇的双眸的气息 宋问琪伸出两条 由灵力构成的锁链 飞速掠向江阳 江阳在拿到 名神物蛇的双眸之时 就知道 帮助他顺利吸收灵子潮汐 早有准备的江阳 并没有反抗 而是转身 面向极略的灵子锁链 身体周边的电磁立场 不断叠加 枪 灵子锁链 穿过江阳胸膛两侧 将其拽上天空 小羊 正在战斗的陪老头怒目原睁 一拳轰碎 藏青砸过来的汽车 双膝微躯 震碎地面 冲上天际 然而 扑杀过来的莫里莫斯 突然出现在裴老头前方 势大力尘的一拳砸下 裴老头 只能被迫架起双臂格挡 碰 裴老头 如同一枚炮弹般 从半空砸进一栋建筑中 那栋建筑 瞬间轰塌 这座被宋问奇 困了八十年的孤城 是何等的悲凉 每一任裂魔队的队长 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凄惨死去 他控制着城防军 战力水平 只达到最低标准 到现在 更是只有一队要技师师徒二人孤军奋战 或许 正如宋问奇所说的那样 没有反抗的实力 就只能任人摆布 生死不由己 市民们恐慌地躲在脆弱如指的钢筋混凝土房子里 有的人更是绝望地看着 如同末日一般的景象 战力残缺的裂魔队 像无头苍蝇一般 无法靠近任何一个战场 八十年谋划 如今身份已经暴露 宋问奇绝不允许失败 他把江阳拉到自己身前 认真打量了一番 微微点头 似乎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志勇皆是上乘 很好 多谢宋副司令夸奖 宋副司令 宋问奇略感诧异 他没想到江阳面对自己 没有破口大骂 没有杀意流露 反而彬彬有礼 笑意盈盈 但这并不耽误 他用灵力控制江阳 双手打开名神雾蛇的双眸 江阳没有看不受控制的双手 而是指示宋问奇 轻笑道 悲痛不一定要哭 开心不一定要笑 想杀一个人 也没必要杀一四起 宋副司令 如果我今天侥幸不死 那宋副司令全家的命 必将死于我手 对了 包括你 江阳的双手 在宋问奇的操控下 已经按在了 名神雾蛇的双眸的小铁盒上 宋问奇的脸上 已经有了明显裂纹 他强扯出一抹笑 对此 我毫不怀疑 毕竟你的天赋潜力 是摆在我面前的 但很可惜 释放名神雾蛇之后 我会杀你 江阳没有回应 脸上笑意不减 手指扣住小铁盒边缘 随着宋问奇的灵力灌注 他打开了那个小铁盒 在小铁盒打开的瞬间 一股属于异兽的 凶暴气息传了出来 紧接着 无数黑蟒蛇狂涌而出 刹那之间 将两人淹没 犹如一条 黑色瀑布从天而降 一条几千米长的黑色巨蛇 盘旋在天空之中 随着巨大蛇身的扭动 巨大蛇头 缓缓向下探出 那双蛇童 俯瞰着整个滨海市 黑蛇巢中 一个灵力屏障 笼罩着两人 宋问奇笑道 你的小把戏 好像不怎么管用 是吗 江阳笑了起来 轰隆 粗大的白色闪电 横空穿过 重重劈在雾蛇身上 紧接着 剩下的21道电磁光柱 全部化作粗大闪电 不断劈在雾蛇身上 劈的雾蛇 在天空中翻腾 发出惨烈嘶叫 宋问奇呆滞了下 顿时恨意滔天 这是江阳第二次 破坏自己使用封印物 他没办法 还需要江阳 这个封印物的 载体持有者 只能加大灵力灌注 稳住雾蛇 不至于被闪电批散 一道道夸张的闪电横空 虽然在宋问奇 灵力的灌注下 雾蛇并没有被批散 但也阻止了 雾蛇使用空间 禁止的能力 宋问奇低头看着江阳 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开口低语道 你和你师父 都要死 江阳眉头一挑 哦 轰隆 一道电磁光注资 两人下方地面升起 将两人 连同下落的黑蛇巢 一同吞没 这是江阳布置的 第二十三个电子 他一直留到现在 本想给自己和师父 留一条后路 但 师父在过几分钟 就会彻底死去 自己也被宋问奇束缚着 他不得不用了 你 宋问奇没想到江阳 还有后手 他嘴唇一阵轻颤 眼神凌厉又迟疑 整个人凝固了好几秒钟 最终 他决定即刻杀死江阳 之后可以让藏青 或者楚思存作 风印雾的持有者 继续使用雾蛇的能力 一枚灵力凝裂成的针 出现在两人之间 他要用这枚灵力针 刺穿江阳脑袋 就在这时 天边突然出现一架 民航客机 朝着空中的雾蛇直撞过去 下一刻 飞机舱门突然飞了出去 从机舱内跳下来几个人 刘思红左胳膊夹着周岑 右边抱着风印雾序列 留声机 周岑双手 在嘴边做喇叭状 放声大吼 杨哥 我们来了 贾夫人两手抱着两个飞行员 身后还背着敏洛言 肥胖的圆脸 在气流的冲击下不住地抖动 李金身上灵力乍起 朝着那道电磁光柱直冲而下 随着飞机在雾蛇身上爆炸 李金一拳杂在宋问其后背上 电磁光柱与灵力瞬间炸开 两声矩阵同时响起 哄 哄 第85章 群摆 轰隆风 轰隆风 两声震动全程的轰鸣 在天空乍响 雾蛇 不住的斯鸣 先是22道闪电 后是一架飞机爆炸 接连遭受创伤 就算有着灵神镜的灵力支撑 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巨大蛇区在天空中逐渐模糊 隐隐有消散的迹象 宋问其被李金一拳打了的猎且 有些滑稽 李金这一拳不仅打散了电磁光柱 还打爆了宋问其凝聚出来杀江阳的灵力 李金 宋问其咬牙切齿 溃散的灵力重新凝聚 从他心口收缩进体内 由后背刺出 犹如灵力长枪一般 冻穿李金胸口 破 李金喷出一口鲜血 从空中坠落 李金是我跟敏家合作的棋子 是你搞的鬼 宋问其心中一动 无法动弹的他 只能再次凝出一杆灵力长枪 他对眼前这个多次破坏自己计划的蚂蚁 脑恨已经达到了极点 要用灵力将他身体轰碎 当然是江阳 以周藤的家族实力 控制一架敏家的私人飞机 还不简单 只要让机长找个理由 再去东南战区总背部飞行路线中断 找个机场暂时降落一下 而在李金离开之时 让刘四红找关系 让押送敏洛言的飞机停在某个机场 贾夫伦和周藤以最快速度过去 劫走敏洛言 拿着留声机的刘四红 在十几分钟后 紧随李金之后 从戎城出发追上李金 虽然会在时间上有将近40分钟的空档 但只要李金的飞机慢一些 押送敏洛言的飞机慢一些 贾夫伦 周藤和刘四红两放的飞机快一些 就会极大的缩小时间空档 这以周藤的家族势力 以及刘四红这位灵技竟要技师的面子来说 都可以做到 这个计划并不难 只是以敏洛言的性命作为妖邪 用留声机对李金的技艺 做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 江阳从封衣内口袋中抽出灵子手枪 对准那杆灵力长枪 毫不犹豫扣动扳机一连五枪 砰砰砰砰砰砰 打出的电磁子弹 在灵力长枪前形成五个叠加的电磁力场 其中闪烁着活跃电子 在迟缓灵力长枪的速度之后 瞬间爆炸 在两人之间形成磁暴光球 虽不能伤到灵神镜的宋问琪 但却炸断了穿透江阳左右 胸口的灵力锁链 江阳从空中急速下坠 手中的名神物蛇的双眸 不受控制的脱离掌心 他看着那个磁暴光球 他不仅要救下自己的命 还要在宋问琪身上留下深刻的电磁烙印 之后就算宋问琪跑到天涯海角 自己也能找到他完成复仇 宋问琪十分狼狈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一个灵通镜的小蚂蚁 算计到这种地步 他以灵力打散电磁爆炸 看着下坠的江阳 很想再用一击将其杀死 但他没有丧失理智 进入疯狂之中 最重要的还是尽快用 雾蛇 稳住这片灵子潮汐逐渐暴动的空间 尽快完成吸收灵子潮汐 破神熔灵 没有了持有者这个载体 无奈的他 只能牺牲一部分灵力 自己控制 明神雾蛇的双眸 这会让他无法完全吸收 灵子潮汐 但现在已经没了其他办法 天空中渐渐消散的雾蛇 在得到宋问琪灵力之后 重新凝食 俯瞰冰海市的一双蛇童 散发着灰白色光芒 刹那间 整个冰海市 无论任何人 任何事物 连同不稳定的12个空间裂缝 全部都被 明神雾蛇的双眸 能力控制静止 只有灵子潮汐 在静止的空间中 缓慢地流动 向着宋问琪胸前气海雪山涌入 滨海市形成了一幅诡异的画卷 整个城市 都处在灰色色调中 静止不动 天空中 盘踞着一条体长几千米的黑色巨蛇 如同从天空垂下的巨型雕塑 下方是凌空站立的宋问琪 踏踏围扬着脑袋 双臂展开 远远看去 就像一个在空中悬停的十字架 灵子潮汐在 雾蛇能力的影响下 变得缓慢 形成一条条灵子细流 汇聚于宋问琪胸前气海雪山 滨海是一座可怜的 悲哀的 连呐喊都做不到的孤城 普通民众根本发觉不了什么 普通老百姓活着就不容易 这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和接触的层次 猎魔队的利刃队长 但凡发现一些端倪 上报的情况 都会被身为东南战区副司令的宋问琪压下来 然后 发现问题的人 会在短时间内 以各种方式死去 庞大的权力 赋予了宋问琪绝对的控制权 这也是为什么滨海空间裂缝 只有三只附近城市的探索对前来的原因 并不是东南战区总背部不够重视 而是宋问琪隔绝了这一切 精心的谋划 小心的控制 庞大的权力 灵神镜的实力 就算有些许瑕疵和变故 都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即使江阳做到了他目前所能做到的一切 但他有着实力和势力的限制 是目前 他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跨越的绝对实力鸿沟 幸运的是 江阳在近距离下 在宋问琪身上 留下了深刻的电磁烙印 这让他有了追踪宋问琪的途径 有了复仇的可能性 处于禁止状态的灰白色空间 就像一粒被全世界遗忘的灰尘 里面的人 甚至连绝望的情绪都被禁止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十分钟 或者二十分钟 灰白色的世界里发出一声破碎的轻响 紧接着 凝固的灰白色如同镜面一般破碎 十二座空间裂缝已经闭合 这意味着空间裂缝里的灵子 被宋问琪吸收殆尽 因为控制明神物蛇的双眸 消耗了一部分灵力 宋问琪吸收的灵子并不是那么的饱和 可惜 不过也算是成功了 宋问琪一声叹息 破神熔灵的成功 意味着 他在无者意图 迈入了更高的层次 不再依赖于外界的灵子 在七海雪山之中形成灵力 供他使用 此后 七海雪山彻底灵子化 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灵力 滋养他的身躯 初步脱离肉体繁胎 他看向城中 眼眸微眯 抬手一道灵力压下 顷刻间 整个城市如同地震 建筑摇晃 地面崩碎 坠落在公园人工湖边的江阳 身体被这股庞大无比的 灵力压得不能动弹 只能绝望地等待着自己身体 被灵力压碎的那一刻 远处的楚思存十分焦急 他的左肩被裴老头手指 深深嵌入 送问器成功了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但想要逃离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裴东行明显是想跟自己同归于尽 切断裴东行的手臂 楚思存这样想着 他举起手中短刀 裴师兄 裴师兄 抱着流声机的刘四红和贾夫轮 出现在不远处街口 在看到战场中的场景后 直接抱起 快速朝着楚思存奔去 楚思存眼皮一跳 思绪电转 如果选择砍断裴老头的手臂 以裴老头的实力 不一定能够成功 或许还会因为耽误的这几秒钟 发生不确定性的事 让自己陷入生死危机之中 楚思存眼神发狠 右手一挥 刀锋从自己左肩处划过 左肩膀连同手臂都整个窃下 鲜血喷剑中 他快速逃离战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出现两道身影 一左一右站在送问器两侧 一人胸前漂浮着灵异娃娃项链 一人手中拖着一块玻璃碎片 江阳旁边突然出现一位身姿高挑 穿着深红色长裙的女性 他须提裙摆 被他提起的那一层红色薄纱 当即飞散 在空中化作一层淡红色光膜 挡住了送问器的灵力压迫 江阳呆愣愣地看着那一系红色长裙 他无比确定 这是那条红裙子是一件风硬舞 女人感受到了江阳的目光 低头看着江阳 红唇微微翘出一个迷人的弧度 嗓音充满魅惚的问道 想看看裙摆里面吗 第八十六章 正如那日午后阳光 江阳一开目光 陷入沉默当中 天上 三位灵神镜 两件风硬物序列 一件守护序列 送问器看着字下上升起的淡红色 薄纱挡住了自己的灵力 扫了三人一眼 呵呵笑道 左边那个拖着一块 不规则形状玻璃碎片的男人 接话微笑道 在接到贾佛伦大师的情报之后 三战区总备部能够调集的战礼 也就只有我们三人了 当然 以这样的战礼 想要与宋副司令过手 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不要紧 就像跟你合作的那几个人一样 我们的任务是拖住你 等待玲珑禁武者携带 风硬物序列赶过来 算算时间 他做最先进的战机 从西部战区赶过来 也快要到了 运气好的话 我们三个应该能活下来两个 运气不好的话 只能活下来一个 不过 副司令先生 你 必死 宋问奇瞥了他一眼 如果真如你所说 你还会有这么多废话 那人微微一笑 没有反驳 另外一人抬起双手 须捧着飘起的灵异娃娃玩偶 双手之间亮起灵力圆球 宋问奇可以不在意他们两个 但他身知下面那个 穿着红色长裙女人的实力 以及那件风硬物的能力 且不说 是不是真的有灵溶镜携带 风硬物序列赶来 就是自己刚刚晋升灵溶镜 还不稳定 实在没必要 因为一个江阳 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宋问奇想到此处 深深看了人工湖边那个女人 和江阳一眼 随后挪动脚步转身 无视了左右两人 下一瞬 消失不见 呼 拖着玻璃碎片 那人重重吐了口气 和对面的同伴 缓缓下落 在街道上 在灵溶镜面前 保持镇定 虽然很帅 但也是真累 装逼真累人 是吧 脖子上挂着灵异娃娃的男人 不理会这种 没有必要回应的废话 他看向某个方向 突然消失在原地 唉 你等等我啊 刘四红和贾富伦 正搀扶着气息 微弱的裴老头 突然 面前出现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刘大师 贾大师 他先跟着两位打了声招呼 随后看向形如枯搞的裴老头 沉默了一下 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 身体站得笔直 对着裴老头 弓身弯腰 晚辈吉星熙 见过裴大师 您是高益与担当 让我等猎魔人 感到惭愧 裴老头没有回应 欺骗药剂的时效即将结束 身体里 已经没有更多可以被压榨的灵力 垂在刘四红肩膀上的右手 微微抬了下 名为吉星熙的灵神进舞者 正愣了一秒 像是理解了裴老头的意思 点了点头 随后转过身 在裴老头身前半跪下来 两位大师 请把裴大师放在我的背上 我送他回家 刘四红和贾富伦对视一眼 互相点点头 把裴老头轻轻放在吉星熙后背 紧跟着 吉星熙背着 裴老头消失在原处 另一边 站在湖边的红裙 明艳女人 静默了下 眉宇间露出悲叹的神情 随即 她蹲下身 看着身体不能动弹的江阳 收敛起刚才那种恶作剧的情绪 语气正重道 我送你去裴大师身边 江阳看着她 此刻的她不能言语 不能动弹 只是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女人把手放在江阳胸口 下一瞬 两人消失在湖边 药剂店 裴老头躺在那张摇椅上 形如枯狗 胸口塌陷 皮肤如同枯树皮一般 寸寸干脸 那个女人带着江阳 出现在药剂店门口 再看到裴老头的第一眼 心中矩阵 下意识地挺直腰背 面容肃目 眼中满是静意 她看了看药剂店 最后把江阳放在门口内侧 以着门框 这是离裴老头最近的地方 江阳坐在地上 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只有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摇椅上的老人 药剂店外 三位灵神敬舞者站在一排 微微垂手 神情肃穆 刘四红和贾富伦 站在距离药剂店更近的地方 周曾站在刘四红身后 低声抽气着 坐在门边 脑袋微侧着 看那个老头 江阳心中忽然空荡荡的 他想到老头吃鸡肉 要占加了小米辣和香菜的蘸料 想到老头为了捉弄自己 故意把红油锅的汤汁 滴到军箍锅里 想到老头耐心教自己制作药剂 提醒自己注意 提存时间的场景 想到老头一跃几十米崖壁上 给自己摘草药的场景 往日的一幕幕浮现 江阳在心中无声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想到自己 刚来要祭奠应聘时的场景 他努力活动眼睛 看向门口那个 没有被战斗波及的小马扎 身体因为强烈想要挪动 而产生了颤抖 周曾注意到了江阳的眼神 他赶紧抹了 把眼泪走上前 阳哥 你要坐在小凳子上吗 江阳对他眨了眨眼 好 我帮你 周曾把江阳掺起来 送到门口那个小马扎上 小心翼翼地 把江阳的腿伸直 轻轻靠在外墙上 然后 他立刻退开 江阳看着大战之后的天空 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 他闭上眼睛 放缓呼吸 如同回到了那天的场景 爷俩谁都不想打扰谁 就这么一个在门里 一个在门外 一个躺在摇椅上 一个坐在小马扎上 靠着墙 迎着午后的温暖阳光 呼呼大睡 等睡醒之后 年轻人略显尴尬地挠挠头 问道 老板 您这收学徒吗 收 还是那个其乐融融的墓园 江阳征求了陪之雨的意见 把师父跟师娘合葬在一起 悲伤的时候 再怎么疯狂 再怎么嘶喊 都不为过 因为那是幸福的 起码还有个 可以宣泄的途径 可悲痛到极致的时候 是那样的平静 是把一切不愿面对的情绪 挤压在心底最深处 然后直面那个结果 并且毫不在意地 对所有人说 嗯 我还好 第87章 还人情 江阳在药剂店收拾东西 因为陪老头为滨海市 做出巨大贡献的缘故 陪之雨被东南战区总备部推荐 前往中央战区受训学习 陪之雨想问问江阳的意见 他想回滨海 继续经营药剂店 即使他没什么药剂学天赋 只会做几种低级药剂 也不想让药剂店关门 对此 江阳只是轻笑着再回了句 别辜负师父为你扑的路 陪之雨沉默了片刻 最后拥抱了江阳良久 跟着那三位灵神进舞者离开了滨海 收拾完库房里的材料库存 把那些断手断脚 心肝大脑装起来 把之前没有没有卖掉的药剂 都装进箱子里 收拾完之后 江阳捶了捶腰 环顾一周 心中浮现出一种 突然少了个人的不适应感觉 阳哥 周岑站在门外马路边 身后停着一辆车 刘四红和贾富伦从车上下来 对着江阳微笑点点头 江阳赶紧迎出去 满脸堆笑地打招呼 刘四叔 贾四叔 您二位来了 快请进来坐 刘四红笑了笑 对周岑使了个眼色 周岑立马会议 对着江阳呲牙一笑 转身跑向汽车 贾富伦走上前 伸手拍拍江阳肩膀 大笑道 好小子 真是好样的 江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贾四叔夸赞了 快 快进屋里坐 江阳招呼着两位师叔进店里 刘四红和贾富伦两人 刚走进店里 就看到满地打包好的箱子 店里充斥着一种 即将被遗弃的荒废感 就像过完年离家出门 回头看看自家紧锁的房门 空无一人的院落 等再回来 又要下一年了 而江阳和裴之余 却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无声中叹了口气 江阳摆上小茶桌 汽了三杯茶 刘四叔喝茶 贾四叔喝茶 嗯 刘四红端起茶杯 顿了顿 又放下 转头看向江阳 开口问道 这是要去哪里 江阳笑着回道 苏氏 东南战区总被布在那里 我想去看看 兴许机会多些 刘四红和贾富伦都愣住了 什么机会多些 这小子要干什么 不带他们问出口 周岑抱着 刘生机走了进来 放在工作台上 杨哥 这玩意儿 你打算怎么出脸 江阳看了眼刘生机 问刘四红 诗书 这个在封印物序列里 排第几 刘四红摇了摇头 不清楚 不过这个刘生机很神奇 只要目标听到声音 就会被复制记忆 黑胶唱片反过来播放音乐 就可以把想要篡改的记忆 灌输进目标记忆中 李金也是投鼠忌器 我们抓了敏洛言 他才甘愿 被稍微篡改记忆 为你所利用 江阳摁了声 手指轻轻敲了下茶桌 目光落在 刘生机上 略做思考 这个刘生机 对自己没什么用 自己现在短时间内 可以影响敌人思维 长时间的话 可以控制低阶舞者的精神意识 而且 等自己到了高阶舞者之后 或可通过生物脑电波 使敌人产生幻觉 出现记忆错乱 思维混乱 控制敌人行为等等 刘生机 跟自己的能力 有些重复了 是说 这个刘生机 对我没什么用 您使用过这个东西 相对比较熟悉 您带走吧 江阳说道 贾夫人眼皮一跳 惊诧地看着江阳 这可是拥有神异能力的 封印物 说送就送了 封印物序列 不似无者 这世界上 封印物序列 就这么多 而且 封印物序列 与被动拥有的 守护序列 与生俱来的 超进制序列 不同 封印物序列 说得直白一些 就是谁拿来都可以用 谁拥有一件 都如珍宝一般 对敌时可出其不易 对智时 具有相当强大的威慑力 江小子的人情债 这么贵重吗 刘四红也呆了呆 他没想到 江阳会把 留生机给自己 大侄子 师叔不是这个意思 刘四红说着 就要站起身 裴师兄刚刚是去 自己这个当师叔的 就收了他徒弟 这么大的人情礼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还不得羞愧死 再说了 自己是想给徒弟铺路 让他紧跟着江阳 这么一来一往 人情还上了 路岂不是白扑了 江阳当然知道 刘四红的意思 伸手按住 刘四红的胳膊 认真道 师叔放心 我和周岑是兄弟 以后当然会互帮互助 一件封印物算什么 这次的事 您费心费力 这是应该的 如果师父在的话 他一定不让自家 师弟白忙活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 刘四红真的 不能再说什么了 他心里明白 江阳可以跟周岑 互相交往 谁吃亏谁得意 都无所谓 但他不想 欠自己这个长辈的人情 这就是个人惊啊 刘四红叹了口气 端起茶杯 抿了口热茶 算是应了江阳还的人情 贾富伦都看在眼里 不得不说 江阳这个人情 还得绝对阔绰 他不由地期待起 江阳会怎么 还自己的人情 他从怀中 拿出一瓶药剂 你师父要的 天空树的露水 我做成了 雪山凝固 你师父知道 你不会轻易被骗走 总要回来的 他怕万一护不住你 这个 雪山凝固 可以在关键时刻 保护你的气海雪山 让你活下去 江阳拿起那瓶 雪山凝固 看着纯白的液体中 飘着晶莹雪花 嘴角扬起 露出会心微笑 贾师说 我暂时没什么可以给您的 不过 以后如果我得到 相应价值的物品 或者 您有试用到我 我绝对不会拒绝 听到这话 贾芙伦满意地笑了起来 刘思红默默叹了口气 心中暗道 跟江阳的承诺相比 留生机不怎么香了呀 不对 本来就没什么 可比性 还不如给自己两三个 药剂密测后几页的药方呢 可偏偏 留生机还是封印物 价值摆在那里 哎 真烦躁 第88章 五个人民 苏氏很强 没有机场 想要坐飞机出行 要么去无锡 要么去摩都 当然 东南战区总备部是有机场的 但除了战斗机 就是直升机 江阳开着一辆小货车 拉着十几个纸箱子 行驶在苏氏街道上 慢悠悠不着急 他在找适合开药剂店的地方 有像滨海那样的独立二层小楼最好 没有的话 二层小区商铺也可以接受 晃悠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小货车停在平江路88号 这里有个独立的三层小楼 古香古色很有韵味 门前贴着的纸上写着出租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江阳很满意这个地方 当即拨通电话 十几秒后 电话接通 是个女生听嗓音 大概四十岁左右 喂 您好 请问您是 您好 我是看到租赁电话打给您的 我想租下您的商铺 江阳很有礼貌地说道 是这样 先生你如果不着急的话 请稍等几分钟 我现在过去 好 我在这里等您 江阳答应等待之后 挂断电话 坐在车里 拿出一份苏氏地图 这是在暴停五块钱买的 不过估计只价值两块钱 江阳一边看着纸质版地图 一边拿出手机 要出电子地图 比对了下 没有什么出入 随即收起手机 苏氏比滨海大两倍还多 江阳下意识地想到 如果放置电子的话 至少需要五十枚 他赶忙摇头 这个想法太危险了 东南战区总被不救在这里 自己在这里埋核弹 好像在做大死 看完苏氏地图之后 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五个名字 楚思存 藏青 莫里莫斯 宋贞 关义耀 这是刘四红临走前给江阳的 前三个名字倒是没什么 后面两个名字跟宋问琦有关 宋贞仪是宋问琦的孙女 但宋家的名单上却没有她 东南战区总被部的人怀疑 她是被宋问琦特别保护的 从出生开始就隐秘了起来 关义耀是苏氏当地排名前几的商人 今年67岁 43年前 她是宋问琦的徒弟 不过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断了师徒关系 但有蛛丝马迹表明 这个关义耀很有可能跟宋问琦有联系 甚至在暗中给予宋问琦资金支持 不过 他们没有证据 还在监视和调查当中 刘四红费了很大劲 才从她朋友口中 撬出来这两个名字和一些简单资料 江阳看着纸条上的五个名字 眼眸动了动 慢慢折好 放进怀中口袋 随后 她放下车窗 点了一支烟 胳膊放在车门上 享受这一刻的安静 很快 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小货车对面 车上下来一位女性 大约四十岁左右 容貌中等 穿着咖啡色竖腰风衣 微卷长发 踩着一双黑色矮根皮鞋 小腿被黑色丝袜紧紧裹着 小有资产 事业有成 追求时尚和美丽的女性 结婚了 但似乎不太幸福 她拎包时 无名指什么都没有 却微翘起 这是习惯性的躲避戒指刮 江阳在心中迅速得出了初步结论 然后下车 没错 是我 女人上下打亮了江阳一眼 目光越过江阳看着小货车 表情微微变化 似乎在想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开着一辆小货车 能不能租得起自己家房子 好吧 是自己的衣着打扮和搬家小货车 让人家产生了怀疑 自己属于穷人诈父 还不太适应 没有吃闸串 吃一串扔一串就算好的了 江阳心中吐槽了一句 脸上则笑眯眯倒 来得匆忙 把家里的东西搬了一部分过来 我很喜欢这栋三层小楼 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哎 这趟又白跑了 看着 就不像个能付得起房租的人 算了 等会儿简单介绍一下 直接说房租 吓走他吧 省得耽误大家的时间 女人压下一律 对江阳友好的笑了笑 问道 请问该怎么称呼 江阳 您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江阳回答道 我姓吕 年龄一定比你大 你可以叫我吕姐 或者直接叫我名字 吕立新 他说完之后 从包里拿出钥匙 打开三层小楼的门锁 带着江阳走了进去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我一直也没管过这里 最近想着 空着也是空着 不如租出去 不仅能收到房租 还能给房子生生人气 一楼很宽敞 你做些买卖 或者当做大客厅 都可以 后面有个小仓库 比较乱 二楼有三个房间 两面朝阳 一面东北 有个卫生间 三楼两个房间 南北通透 客厅 厨房 卫生间都有 名水名店 你自己办网线 天然气编号都在 江阳跟着吕立新上楼 听着他介绍 看了一圈 来到三楼客厅 很好啊 房子好 地段也好 江阳很满意这个房子 当即说道 吕姐 这个房子 我租了 吕立新并没有表现出 开心的情绪 而是平静地说道 一年房租55万 三年起租 江阳点点头 表示同意 在来之前 他就看过了 苏州房屋租赁的价格 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 55万一年 真不贵 也就十一平 清零药剂而已 第89章 拜访鱼隋州 江阳在苏市的第一个清晨 是带着甜味的 热腾腾的赤豆小园子 熬好的豆沙 拌上小汤圆 甜甜糯糯 十分可口 难怪网上说 很难不爱苏市的诺鸡鸡 吃完赤豆小园子的江阳 没吃饱 又去不远处的门店 吃了一碗素面 周围人听江阳说 他是昨天才来的苏市 很友好的说 要买茶的话 别信那些打了广告的 就随便找个小茶铺 买点散茶就很好 不过他仍然笑着硬好 大抵江南人都是喜爱喝茶的 或者喜欢品名 听取的那份清静缓慢 昨天签完了租赁合同 收拾好东西之后 接到了裴志余的报平安电话 他已经到了中心战区 正等待着特训组教官回来接他 听说要去一个隐秘的训练基地 江阳先回来得好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好好修炼 他从素面馆回来 把一楼简单收拾收拾 在网上看看卖货架子 都觉得不满意 就先放下了 回到楼上冲了个澡 换了身正装 他要去拜访苏氏药剂店的药剂师 于隋州 到了人家的地头 不去拜会 会让整个药剂界 觉得裴东行的徒弟不懂事 每个城市很少有两个以上的药剂店 其根本原因很简单 抢生意 起矛盾 这一点 裴老头很早就教过江阳 药剂师很少 这一点药剂师们也知道 找个徒弟传承药剂学 都非常不容易 哪敢随便内斗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刘四红和周岑 大药剂师和逃跑大师周岑 那一手药剂天赋 简直惨不忍睹 但刘四红就捏着鼻子 认了这个徒弟 因为他没办法 实在找不着好的了 所以 刘四红在知道了江阳的药剂学天赋后 先是极度陪老头 接着 就费心费力地跟江阳建立关系 给自己徒弟铺路 没办法 人家天赋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不如人 就是不如人 江阳收拾好出门 拿了自己做的 灵通药剂和灵通密药各一瓶 又去买了烟酒糖茶和八样点心 打车前往药剂店 这两天 花钱如流水 租三层小楼花了165万 两瓶药剂 外加烟酒糖茶和点心 价值两万块 等拜访了于隋州大师 自己的药剂店开起来 要把花出去的钱 狠狠地赚回来 通过药剂接触舞者 再通过舞者 接触苏式上流社会 慢慢调查那五个人 在此期间 实践药剂学 灵力修炼 电磁力学习都不能落下 想着想着 江阳突然笑了起来 自己身上的任务还真重啊 出租车司机 听到江阳的轻微笑声 通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 再看他拿着礼物 去药剂店 心里顿时有了答案 小哥是舞者吧 这是要去拜于大师为师 江阳看向司机 笑问道 有很多人要拜师吗 司机师傅摇摇头 不是很多人 而是所有人 接着 他叹了口气 捶了下方向盘 悠悠叹道 我要是舞者 我也想去试试 万一我就是那个 踩了狗屎运的人 就有药剂学天赋呢 也不对 很可能我有药剂学天赋 但不是舞者 把我耽误了 所以 我只能开出租车了 江阳颇为认同的点点头 我觉得很有可能 大哥 你这太可惜了 是灵力困住了你 别说了 想想都是眼泪 司机开了句玩笑 然后认真地说道 小哥 祝你成功 虽然机会很渺茫 但没准你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信任呢 等你成了药剂师 将来收我儿子当徒弟哈 行 你儿子只要是舞者 又有药剂学天赋 我肯定收 江阳笑着回应 闲聊几句 出租车停在了一座小石桥前 小哥 那边过不去 你过了桥 就看到于大师的药剂店了 好 江阳付了车费 拎着礼物上石桥 局目望去 小河蜿蜒 两侧人家 驻足了片刻 真应了那句 戴瓦灰墙老向悠 小桥流水木兰州 没多停留 江阳在桥上就看到了那家药剂店 与自家和刘四红的药剂店都不同 这家药剂店是一个大院子 前面是商铺 后面是人家 来到药剂店门前 深吸了口气 这是他第一次以药剂师的身份 正式拜访其他药剂师 身后 是传承下来的师门 言行举止 都不能失了礼数 不然就是给师门丢人 亚历山大啊 没有长辈陪着 自己就是大人了 江阳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走进药剂店 您好 请问您要什么药剂 江阳刚走进药剂店 就看到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站在左侧柜台里面 抬头望着自己 江阳快速扫了一眼 看到右侧工作台里 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 身穿白色格子衬衫的老头 他笑着对少年点点头 随即转身面向格子衫老头 身体微微前倾 嗓音轻缓地说道 于大师您好 我叫江阳 师从裴东行 昨天刚到苏氏 陪师伯 柜台里的少年 首先惊呼出声 好奇地望着江阳 于随周也是一愣 抬头看着江阳 双手撑着 工作台站起身来 就这么正愣了几秒钟 然后 伸手招了招 嗓音唇厚 带着一丝哽咽 孩子 你来了 于师叔 江阳点点头 于随周走出工作台 江阳这才发现 于随周的左腿是甲肢 于随周见江阳 看了自己左腿一眼 俯下身拍了拍左腿 笑道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犯了点错 赔了一条腿 让大侄子见笑了 不不不 江阳连忙放下礼品 摆摆手 师叔说的哪里话 怎么会见笑 就是有点好奇和意外 江阳没有掩饰自己的好奇 看都看了 也下意识地露出了意外的眼神 再说别的 就是满口谎话 让人不爽 于随周笑了笑 都过去了 来 大侄子 快进院里坐 虎牙子 去把柜子里的茶叶漆上 知道了 师父 左侧柜台里的少年 应了声 笑起来有两颗小虎牙 第九十章 他是来杀人的 药剂店后院 江阳和于随周相段坐 中间一个圆形茶桌 两杯清茶热气腾腾 直到东南战区 总被不发布复告 我才知道这件事 后来我打电话给贾富伦 他讲了一遍 于随周低声说着话 左手轻垂着左膝 不等江阳接话 他接着说道 我差不多能猜到 你来苏氏的意图 更具体的 我也不问那么多 旁人知道的越多 对你越不利 你只要在需要帮忙的时候 告诉师叔 谢谢师叔 江阳诚恳道谢 嗯 于随周点点头 略做思索后 问道 药剂学 你掌握的怎么样 还可以 江阳从口袋里 拿出那两瓶药剂 放在桌子上 于随周拿起 灵通药剂 打开瓶塞闻了闻 认同的点点头 放下之后 又拿起 灵通密药 闻了闻 很好 刘四红说的没错 你在药剂学上 确实几具天赋 于随周对这两瓶药剂很满意 对着门边站着的虎牙子招招手 虎牙子赶紧过来 喊了声师父 虎牙子 喝了 虎牙子猛了 看看师父 看看江阳 喝了 师父啊 这是人家拜见您带的礼物 我喝了算怎么回事 虎牙子犹豫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瞥了眼江阳 见江阳脸色如常 没什么表示 这才低声对于随周说道 师父 这是将师弟送给您的 我喝算怎么回事啊 虎牙子伸手拍了下徒弟肩膀 也没藏着掖着 当着江阳的面 解释道 你将师弟代表的是他们那一门的药剂师 上门来 要带符合他舞者境界的药剂 作为长辈 验了药剂 就代表收下了 给你喝 一是让你见识见识江阳的水平 二是 让你和江阳多亲多近 我们这帮老的以后没了 你们这帮小的 得续着情意 这种事 江阳也是第一次听说 就听师父说过拜访其他药剂师 要做两瓶符合自己舞者境界的药剂带上 但是背后的意思 江阳还真不懂 虎牙子也是恍然 不好意思地对江阳笑了笑 伸手拿起两瓶药剂 先喝那瓶灵通药剂 等了几十秒后 又喝了那瓶灵通蜜药 怎么样 于随周问道 虎牙子脸色通红 直直无无了一会儿 任命般叹气道 比我做得好 好很多 跟您做得差不多 虽然于随周在闻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但得到印证的时候 心中难免一阵失落 别人家的孩子 他没再说其他的 而是问道 药剂店准备开在哪里 江阳没有多想 摇了摇头 还没想好呢 昨天刚到苏市 两眼一抹黑 想着等几天再说 嗯 不着急 于随周也不多问 药剂店开起来之后 跟师叔说 我这边猎魔队的单子 分你一半 江阳微微一笑 多谢师叔照顾 我也很想做猎魔队的生意 不过 我这手艺 丢我自己的人 倒是没什么 可千万别丢师父 和师叔您的脸 还是想先吃个摊子 慢慢学习药剂 磨练记忆 于随周没多抢求 反正自己这个 做师叔的意思是 表示到了 至于江阳接不接 那是他的事 而且 他知道江阳来苏市的 最根本目的 不是开药剂店 江阳在药剂店里 又聊了一会儿 蹭了一顿午饭 陪于随周喝了两杯 下午两点多才离开 河边小路上 随着江阳慢慢前行 电磁涌动间 酒精被蒸发出来 醉酒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状态 于随周拜访完 下一步就要准备 开药剂店了 陪东行的徒弟 来东南战区 总背部的眼皮子底下 开药剂店 不知道那些大人物们 准没准备好 江阳轻笑了一声 双手放在裤子口袋里 沿着河边漫步前行 东南战区总背部 总司令段池林 满身疲惫地 回到自己办公室 滨海事件的影响 并没有结束 而是刚刚开始 一位副司令 竟然是一神会的人 并且父子二人 潜伏了八十年 把一座城市 变成了孤城 最可耻的是 最后还让宋问齐 得逞了 这都已经不能算 做耻辱了 而是笑话 整个东南战区 总背部 从上到下 八十年内 历任司令 都是彻头彻尾的蠢蛋 上头下令彻查 内部 以及辖区内 所有城市 所有猎魔人 所有军队 从上到下 全部彻查 与宋问齐 有关联的人员 全部抓捕 一直追溯八十年 所有人及其家族成员 揭裂为重点怀疑对象 同时 九大战区 各调动一名高级战力 组成猎杀小队 搜捕宋问齐 及所有一神会成员 东南战区 总背部 高级任职人员 全部停职 每个人的亲属 及社会关系 都要接受审查 简而言之 宋问齐事件 牵连东南战区 总背部上万人 段池林 刚刚到任两天 总背部 从上到下 除了三个灵神进舞者之外 全部都是其他八个战区 临时抽掉来的 段池林刚刚坐下 还没来得及输一口气 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 吓了他一个机灵 这种惊吓 不亚于晚上突然 家里来电话 进 总背部新任职的总参谋汪渡 今年六十一岁 穿着军装 但脸上也满是疲惫之色 老汪啊 什么事 段池林松了口气 靠在椅子上 问道 汪渡从文件夹中 拿出一张纸 放在办公桌上 看着这位同样疲惫的搭档 苦笑道 看看吧 裴大师的徒弟 昨天来的苏氏 落脚之后 今天去拜访了于隋州大师 他是冲着一些事来的 裴大师的徒弟 段池林脑海中 迅速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照片 拿起那张资料 一边说道 他在此次事件中 有极大功劳 没派人去找他吗 找了 汪渡倍感无奈地说道 但他拒绝了 他说 他哪也不想去 就想安安稳稳开药机店 放屁 段池林骂了一句 随即沉声道 他来苏氏开药机店 这是安稳吗 他这是来杀人的 第九十一章 肚子大了 吃什么药 段池林扫了两眼江阳的资料 放在桌子上 烦躁地捏捏眉心 略做思考过后 说道 在我看来 他来苏氏 有三个目的 一是 他盯上了不确定的可疑人员 想调查和报复 二是 宋问奇知道他和裴之余 裴之余被送到了中心战区 是安全的 不过他却不打算躲着 但还要保证自身安全 而咱们的眼皮子底下 是最安全的 毕竟 因为裴大师的缘故 咱们不可能看着他出事 毕竟咱们战区欠着人家的人情 而且 整个东南战区所有的药剂师 都会寒心并抵触我们 再想额外购买药剂 就难了 三是 他想利用我们 或者跟我们合作 除掉宋问奇 以及所有跟宋问奇有关之人 汪渡保持着思考的沉默 安静地听完段池林的分析 在他看来 已经非常明显了 现在 他更疑惑 应该说是好奇 江阳只有灵通静的实力 就算他想报复 也没那个能力 就算资料上说 他拥有一丝 雷的 超进制序列能力 那他的实力 跟宋问奇相比 也是天地之别 他当然是具有极高的成长天赋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 他现在并没有成长起来 在他看来 江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活着兑现天赋 汪渡无声地在心中叹了口气 裴东行在滨海 无论是关闭空间裂缝 还是血拼宋问奇 都是令人无比敬佩的 毫无疑问 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是他保住了东南战区 最后一块遮羞布 这让他们可以 对外宣称 是裴东行 带着滨海猎魔队作战 不至于让民众 对猎魔队失去信心 其中 裴东行最重要的身份是 药剂师 在整个东南战区 辈分都很高的药剂师 他代替猎魔队履行了责任 那么 整个东南战区 都要接住这个天大的人情 以后只要裴之鱼和江阳 不杀人放火 不违法犯罪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甚至他们要住在 东南战区总司令办公室 段池林都得陪着笑让出去 不怕他们提条件 这样可以慢慢 还裴东行这个天大的人情 就怕他们不提条件 这样整个东南战区 就都欠他们家的 走到哪里去 背后是一整个 东南战区做考山 不说江阳 单说裴之鱼 他去中兴战区参加特训 特训组的教官 竟然亲自跑回基地接人 这就是裴老头想要的效果 他的期望达成了 汪渡看着愁眉苦脸的段池林 决定不看那张不好看的愁脸 于是说道 报告中说 宋问琪曾经答应过 给裴大师两种 守护序列的药剂材料 虽然是宋问琪答应的 但从裴大师做出的贡献来看 我们得出 我去联系其他战区 拿到之后 江阳和裴之鱼 一人一分 至于江阳在苏室 就这样吧 暗中保护着 要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就让人去接触接触 能达成合作最好 不能就暗中看护着他 段池林只能无奈点头同意 不然还能怎么办 江阳在家具城定了两个展柜 一个大玻璃柜台 回到家 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换下正装 穿上长服 把小仓库收拾出来 从滨海带过来的材料放进去 忙活了一阵 时间到了五点半 又去那家素面馆 点了碗素面 要了三个小菜 吃完以后 已经是夕阳时分 江阳回到三层小楼 把那张摇椅 摆在一楼门内右侧 旁边的小茶桌上 放着一壶热茶 迎着夕阳的火色 躺在摇椅上 手边放着一本 如何跟你的狗聊量子物理 这本书充满了挑衅意味 连狗都能学量子物理 人为什么学不会 江阳在学习物理课程的同时 也看一些基础入门读物教材 丰富一下知识量 同时也舒缓舒缓紧张的大脑 事实上 他到现在都不能很好地理解量子世界 他在网上看了很多教授的课程 有免费的 有充会员 看到最后 他感觉自己悟了 难无迈克思维 观自在方程 形身量子力学时 照见能量转换 测一切不准 二相性 波不易力 力不易波 波即是力 力即是波 受想微观 异负如是 学习物理学的过程 就是世界观不断崩塌 又不断重建的过程 武者修炼灵力 则是不断积累的过程 依赖于胸前汽海雪山 充盈 拓展 累积 而在修炼的过程中 得到增强的 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脑欲 这会让武者接收信息更加快速 思考信息更加深奥 处理信息更加简单 武者相当于一部分人类生命层次的又一次进化 不可能只增强身体 不增强脑子 不然会变成只知道吃和交配的大猩猩 这正好支撑了江阳在运用 电磁力士的庞大算力 例如 重新排列原子 物质转换式的能量变动 江阳打了个响指 湖中渐渐变温的茶水 再次沸腾了起来 电磁力得高端玩法 就是 波 物质 合力 单纯的电 和磁 都是不完整的 红日消失在地平线上 苏氏华灯璀璨 如星河落人间 江阳放下书 从摇椅上站起身 站在门内望着这座城市 不远处似乎有一双模糊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估计是东南战区总背部的人 很懂事吗 江阳关门 上楼睡觉 接下来四天 江阳都非常规律地生活着 不远处的面馆 已经成了他的食堂 第五天 家具城定的展柜 和玻璃柜台都到了 在一楼安装好之后 江阳带着几瓶药剂 去了苏氏猎魔队 表明自己要开药剂店 猎魔队的三位队长 都已经知道了江阳的身份 没多让江阳证明药剂师的能力 而是打电话给于隋州 询问意见 这是必须的 他们的一大部分药剂 都是从于隋州那里购买的 不能得罪了 于隋州的态度很明确 支持江阳开药剂店 江阳的药剂店 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 平平淡淡地开了起来 几天后 江阳正躺在摇椅上 调整气海 雪山内的灵力 向着灵运镜进发 五者一到五级 就是气海雪山形成的过程 灵通镜 则是灵力 能游走全身经络 过透过身体 覆盖在体表上 而灵运镜 则是灵力能够酝养身体各处 灵力和体魄 进一步得到增强 江阳正朝着这个境界努力 突然 门外 响起快速的脚步声 紧接着 一个焦急的声音问道 老板 肚子大了 喝什么要剪 江阳闭着眼睛 想也没想 回答道 肚子大了 去妇产科 不是 不是女人肚子大了 是我肚子大了 你 江阳眯缝着眼看过去 门外站着一个身形干瘦 腹部隆起的男人 他扶着门框 脸色惨白地看着江阳 你去钢长科 第九十二章 行刺 听到江阳这么说 男人欲哭无泪道 老板 不 大师 您这是药剂店啊 我是舞者 您就给我看看吧 我这是怎么了 江阳从摇椅上坐了起来 看了男人腹部一眼 没感受到什么特殊的灵力波动 反而磁场 给他反馈的信息中 有微弱的生命气息 江阳神情古怪地看着男人 你还是去妇产科吧 大师 我没开玩笑 男人左手扶着门框 右手托着小腹 表情有些扭曲 从姿势 就能看着出来 他怀孕了 我也没开玩笑 江阳拍了拍摇椅扶手 认真的问道 你是猎魔队的猎魔人 如果我是猎魔人的话 我就去找队一看了 还用来这里被你嘲笑 男人真的生气了 看着江阳的眼神 骤然变得锐利 用力捶了下门框 狠狠瞪了江阳一眼 转身快步离开 江阳走出门 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一直跟到街口 直到男人消失在视野里 怪是 这个男人腹中 怎么会有女人的生理器官 还怀孕了 而且 腹中的孩子已经成型 没有任何特殊波动 就是个人类胚胎 可偏偏这样就更显诡异了 男人不仅有女性生理器官 而且还怀了正常孩子 如果他怀的是个异魔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江阳都会安静地接受 但那就是个正常的孩子 感觉有点可怕了 他站在门口 等了一会儿 直到男人的磁场 离开他的感应范围 这才回到门内 江阳思索了片刻 拿出手机给虎牙子发信息 鱼随周要寄电 虎牙子趴在柜台上 刺着小虎牙 傻黑黑笑着玩手机 鱼随周看了一眼 低头调配药剂 再看一眼 把药剂提纯 终于 在把药剂装进瓶中之后 忍不住问道 虎牙子 看什么呢 笑成这样 虎牙子黑黑笑道 师父 我在跟江师弟聊天呢 哦 鱼随周笑放下药剂 轻垂了下隐隐作痛的左膝 颇感兴趣地问道 都聊什么了 虎牙子一边回信息 一边回答 就随便聊聊 江师弟给我分享了 他做药剂的心得 说了一些 他在滨海空间裂缝里 遇到的趣事 师父 江师弟在空间裂缝里 找到了好几株精精草 苏氏什么时候 能有空间裂缝啊 您带我进去 我也想要遍地采草药 鱼随周只感觉呼吸一致 这虎玩意儿 空间裂缝 那是随便进的吗 没点准备的话 光是浓密的灵子 都能无死人 不过鱼随周 也没打击徒弟的积极性 随口笑道 好 以后周边城市 要是有空间裂缝 师父带你去见识见识 没太在意地说着话 鱼随周又拿了一份 药剂的材料 准备制作 哎 虎牙子疑惑地挨了声 抬头看着鱼随周 问道 师父 您见过怀孕的男人吗 傻孩子 男人怎么能怀孕 鱼随周笑着 我说也是 男的怎么怀孕啊 江师弟真能开玩笑 他还说他看到了 那个怀孕的男人 还去了他店里 傻傻傻 鱼随周研磨材料的动作 忽然停顿 他抬头看虎牙子 有个怀孕的男人 去了江阳店里 是啊 虎牙子趴在柜台上 看着手机 没看到鱼随周的表情 还在黑笑着聊天 不一会儿 没听到师父研磨材料的声音 他抬头看向工作台 却没看到师父的身影 只有几种材料放着 水晶旧里 还有没研磨完成的材料 虎牙子跑出柜台 来到门外左右看看 师父去哪了 鱼随周的身影 在城市中急速穿行 很快来到江阳的药剂店周边 看了眼三层小楼 重重吐了口气 这一路全力奔行 极耗灵力 他没有第一时间找江阳 而是在周围转了转 散发灵力感知 寻找可疑的灵力波动 没有任何发现的他 来到路口 拍了拍身上灰尘 扯了扯一惊 走向药剂店 师叔 江阳早就感知到了 鱼随周的磁场 看着他在自己的 电磁力场中 窜过来 窜过去 大侄子 收拾得怎么样 鱼随周一蹶一拐地走过来 笑着问道 这刚收拾好 江阳迎了过去 搀扶着鱼随周进店里 坐在工作台前的小沙发上 马里地沁了杯热茶 虎牙子跟您说了 嗯 具体怎么回事 江阳快速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鱼随周沉默了一下 说道 这件事你在意这些 但也不用过于担心 我会通知猎魔队去调查 而且 总背部也会在暗中保护你的安全 江阳咧嘴笑笑 没在这个事情上多探讨 师叔 我最近在做灵运药剂 正好您来了 我做一瓶 您给看看 好 你做吧 高级药剂我不敢说 灵运药剂还是很有心得的 江阳来到工作台 守法娴熟地制作灵运药剂 事实上 他对灵运药剂掌握得十分娴熟 在空间裂缝里 他都能用武者的心口血 做主材料制作灵运药剂 他只是不想在总背部这个问题上多说 他能感觉到 自己周围有人盯着 很快 一份灵运药剂 做好 递给鱼隋舟 鱼隋舟接过来 先看了看橙色 又闻了闻 不由地点头赞叹道 教科书式的标准 裴师兄有你这个徒弟 是他的幸运 这是我和师父共同的幸运 江阳笑着回应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江阳把鱼隋舟送走 回到店里 关了门 来到三楼 简单冲了地走 来到客厅坐下 点了支烟 无聊地刷着手机 时间来到十点半 江阳打了个哈欠 去冰箱拿了一瓶冰镇果茶 咕噜咕噜喝了大半杯 把剩下的半杯放回去 再关上冰箱的那一刻 江阳脑袋毫无征兆地 往左偏了下 就在这时 一柄尖细的利器 从江阳身后刺出 掠过他左耳边 吃的一声 刺在冰箱门上 第九十三章 读取记忆 几乎是同一时间 江阳歪着脑袋的那一刻 刀锋就擦着他耳朵掠了过去 刹那之间 江阳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那人身后 电子对撞场 近乎顺一般的速度 寻常低阶舞者 来不及做出反应 江阳抡起胳膊 拳头砸向那人的右侧太阳穴 他是奔着杀人去的 这种情况下 双方根本没有任何交流 也没有任何废话 都是奔着杀死对方出手的 江阳也没想抓住他 然后从他口中问出些什么 万一 失了手 那死的就是自己了 那人躲避不过 伸出去的刀也来不及收回 只能在慌乱中抬起右肩 希望能挡住江阳这一拳 碰 白色电光炸开 那人闷哼一声 整个人横飞出去 砸在承重墙上 江阳这才看清 是个穿着黑色运动装的年轻女人 手上拿着类似剔骨刀的尖细刀刃 她在撞在墙上时 出现了一颗迟滞 随后便放低身体重心 摆出对敌姿态 江阳感知了一下周围 那双盯着自己的眼睛 已经消失在自己的感知中了 而这个女人 就是趁着这个间隙来杀自己 女人没多做停滞 迅速冲向江阳 刀锋狠立 直指江阳心口 江阳快速后退 抽出后腰的乌黑匕首 电子对撞肠笼罩 身影再度消失 下一瞬 她出现在女人左后侧 匕首对着女人的后颈横斩下去 女人似乎早有防备 身体覆盖了一层灵力 她来不及回身和躲避 以最小幅度 把手中尖刀向后竖起 挡在后颈处 当 女人被这势大力尘的一击 撞得身体失衡 前扑出去 江阳想也没想 手中匕首紧跟着女人射了出去 女人前扑在地上 翻滚了一圈 左手撑地 以敦服姿态 右手尖刀由下至上挥斩出去 撞飞乌黑匕首 当 江阳接住乌黑匕首的同时 女人脚下猛地窜出十几根铁砂针 瞬间刺穿女人双脚 小腿和大腿将其定在了地上 那把尖细刀刃自女人手中飞出 直取江阳喉咙 她一共指出了三刀 一刀后脑 一刀心口 一刀喉咙 全是一击毙命的要害部位 那把尖刀 悬停在江阳面前 轻轻颤抖 再难寸进半分 但此刻 碰 哗啦啦 女人已经撞碎窗户 从三楼跃了出去 哎 我窗户 江阳心痛到无法呼吸 那可是双层树枝玻璃啊 不仅硬 还很贵 而且杀人就杀人 你拆我家干什么 窗户玻璃碎了 冰箱门被捅了个口子 这都是要自己赔偿的 江阳把匕首收好 伸手拿着悬厅的尖刀 看了眼地上的鲜血 这女人也是个狠人 双腿和双脚都被刺穿了 竟然硬生生跃了起来 抽出铁砂针之后 忍着剧痛 撞碎玻璃跑了 江阳挥挥手 地面的铁砂针化作铁砂 贴着地面 卷起那一滩血迹 飘向窗外 她来到窗前 感受着女人的磁场 在时快时慢的移动 呵呵 江阳嘴角扬起 不受控制地低笑了起来 她压抑着笑声 克制着情绪 只让这笑声 在自己耳边飘荡 几秒钟后 她扶着窗框 轻轻跃了出去 先前飘出去的铁砂 在空中形成一柄飞箭 她踩在飞箭上 抬手打了个响指 地上 窗框上的碎玻璃自动飘起 重新组合成一块完整的玻璃 江阳看着那块玻璃上清晰可见的裂纹 轻轻摇了摇头 电磁力还是太弱了 做不到大面积的原子排列重组 江阳从半空落地 身旁漂浮着 沾有女人鲜血的飞箭 下一瞬 飞箭崩散成铁砂 在空中环绕一周后 飘向远处空中 江阳不紧不慢地跟着铁砂后面 路过街边小吃的时候 还买了一份臭豆腐 和一杯碎冰柠檬茶 15分钟后 江阳来到一处河边小巷 进去之后 她看到女人倚靠在墙角 掩掩一息地看着自己 眼神很平静 似乎知道她接下来的结局 并且已经坦然地接受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杀了我吧 女人看着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江阳 声音虚弱地开口道 江阳左手拿着半杯碎冰柠檬茶 蹲在女人面前 吸管低到嘴边 呼噜噜呼噜噜喝了两大口 美女 你误会了 我并不指望你告诉我什么 女人嘲弄地看着江阳 哼 我的血要流干了 就算你把抓到猎魔队 也没用啊 江阳摇了摇头 伸出右手 放在女人头顶 女人先是不解 随后明显慌乱地挣扎着摇头 想要甩开江阳的手 你要做什么 别白费力气了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不告诉我 也没事 江阳笑容灿烂 嗓音轻缓 啊 我直接看你的脑电波记忆就好了 女人在这一刻 终于怕了 眼神出现挣扎之色 似乎想要调动最后一丝灵力 震碎自己的脑袋 但她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面前 这个男人把手放在自己头顶 她的左眼慢慢变得璀璨绚烂 犹如深空星河 她的双眼变得呆滞 灰白的世界里 偶尔闪过颜色缤纷的光影 不一会儿 那些光影闪烁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渐渐凝出了一个个场景 江阳看到女人走在大街上 进了一家快递驿站 驿站的老板 是个有着地中海的中年男人 见到女人进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老板从货架上 拿出一个包裹 递给女人 画面一闪 女人站在一座石桥上 左侧走上来一个干瘦的男人 腹部隆起 表情扭曲 像是正承受巨大痛苦 正是那个怀孕的男人 她看着女人 沉声道 我负责引走保护者 你趁机杀死江阳 如果成功 就去青梅别院十五号 如果失败 你就找个角落 结束自己的生命 明白 女人回答 男人和女人 先后离开石桥 画面破碎 江阳收回了手 女人已经承受不住 电磁力的粗暴冲击 蹊跷流血而死 江阳微皱眉头 快递一站 青梅别院十五号 第九十四章 不计后果 不计代价 允许解放 封印物 女人的尸体 依靠在墙角 口鼻流血 死相难堪 与之前江阳 用电磁力控制的那些人不同 对这个女人 江阳并不温柔 电磁力 黄暴地搅乱了女人的大脑 读取记忆片段 这个女人失踪 那她的同伙 没有接收到她成功或失败的训后 必定会谨慎戒备 甚至会知道 是自己做的 因为有那个怀孕的男人 引开了自己身边存在的眼线 自己就无法把 杀死这个女人的事情 推到东南战区 总背部的身上 目前 唯一的不确定是 不知道是谁要杀死自己 当然 想杀自己的人很多 宋问琪 以及她的那些合作者 不仅仅是因为 恨自己给他们捣乱 还忌惮着自己的成长 从成本上来讲 扼杀幼苗的代价 是最低的 青梅别院15号 今晚就去 略作思考后 江阳把喝完了的碎冰柠檬茶 空杯扔到一边 抬手悬空 手心向下机设电弧 落在地面 在电磁力的作用下 空中带着女人鲜血的铁纱 和地面上升起的铁纱 同时钻进女人的身体里 不一会儿 女人的尸体突然动了 慢慢从墙角站了起来 在江阳面前 垂着脑袋 江阳微笑着 手指微微移动 女人抬起头 缓缓睁开 失去神采的双眼 满脸血迹 面目猙獰 别这么瞪着我 来 把脸上的血擦干净 江阳从口袋里 拿出买臭豆腐时 送的一张餐巾纸 送到女人面前 女人的身体 在铁纱的支撑下 抬起胳膊 抓住那张餐巾纸 慢慢擦着脸上的血污 江阳点点头 抬手凝聚出一枚 闪烁的电子 轻轻吹了口气 那枚电子飘进女人的胸口 引没了进去 很好 那么我们去青梅边15号吧 刺客小姐 女人的身影 快速而诡异地穿行 在城市的黑暗中 江阳则向着 藏在幕后的空偶尸 她始终跟在女人身后 500米的距离 操控着女人的身体 苏氏的另一边 跟丢了目标的猎魔人 接通了同事的电话 药剂店有什么异动 没什么异动 那就好 我马上回去 我还没说完 药剂店没什么异动 但江阳不见了 什么 你特么说话大喘气啊 快去找 已经在找了 负责暗中保护江阳的那位 猎魔人懊恼地 垂了下墙壁 迅速腾身跃起 消失在黑夜中 东南战区总被捕 结束一天会议的 总司令段池林 刚刚回到办公室 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 碰 办公室门被暴力推开 汪渡急匆匆走了进来 他还没开口 段池林坐了下去 立刻抢先开口道 老伙剑 你让我喘口气 你先别喘气了 汪渡根本不搭理他 说道江阳失踪了 从屋里的打斗痕迹来看 他经历了短暂激烈薄杀 段池林愣了两秒 好像在处理这个 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保护他的人哪里去了 都是干什么吃的 段池林猛地一拍桌子 暴怒大吼 如果他死在了 咱们眼皮子底下 那整个东南战区的猎魔人 就都他妈去滨海 跪在裴大师墓碑前 把脸皮给老子撕下来 汪渡也十分焦急 但他不能暴躁 必须在这种时刻保持冷静 有人引开了保护者 他们以最快速度完成保护交替 中间只有20秒的空荡期 而就在这20秒内 江阳遭到了刺杀 并且失踪 他并不是为保护者开脱 而是在陈述事实 我现在不想追究谁的责任 快去找 翻遍整个苏室 都要给我找回来 段池林呼吸浓重 双眼爬满血丝 迟滞了一秒后 沉声道 通知古思林 让他出动 无论对手是谁 不计后果 不计损失 我只要江阳 允许他解放 封印物序列酒 魔女的裙摆 明白 汪渡快步离开了办公室 段池林 如同一头暴怒的老狮子 愤怒未消的他 一拳轰碎厚重的办公桌 胸中的怒火 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同时 他意识到宋问奇等人 对江阳不仅仅是恨意 和杀心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对天赋 和成长性的忌惮 这种忌惮 已经让他们 到了接近疯狂的程度 他正是因为 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让古斯林出动 还下达了可以解放 魔女的裙摆的命令 宋问奇他们要杀江阳 那自己 就不计一切代价 保护江阳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东南战区总的脸面问题了 而是对天才要及时的保护 另一边 江阳以倒吊者的姿态 站在一个房檐的阴影里 五百米外 女人站在一处假山后面 等待着 江阳慢慢把电磁力铺开 很快 别院里的人员情况 出现在江阳脑海中 一个灵际进舞者 两个灵陵进舞者 一个灵陵进舞者 对上灵陵进 在电磁力得配合下 基本稳赢 对上两个灵陵进 自己提前布置战场 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干掉一个 另一个应该可以慢慢磨死 对上灵寂静舞者 也没关系 逃跑路线自己 早已纯熟于胸 报警电话 也已经设置了一件报警 自己死不了 呃 应该死不了吧 此刻他们四个 在一个房间里 等待着消息 谁都没注意到 天花板的吊灯上 有一丝电弧在跳跃 再等15分钟 无论结果如何 都离开这里 短时间内 不能跟他们碰面 当然 这建立在他们 还活着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 暂时也不要碰面 谁生谁死 各有个命 那位灵际进舞者 嗓音低沉地开口 他扫了三人一眼 一人说道 怕我们连累你 他摇了摇头 不 我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并没有因为你们实力 比我低而轻视 我也是从你们那个阶段 一步步走过来的 没有理由看不起你们 在苏氏这个地方 我没有因实力 而骄傲的资本 简单地提个醒 舞者事件 一步踏错 生死不知 各位都做好准备吧 三人互相看了看 其中一人说道 他们就这么忌惮 那个江阳 楚思存不惜付出 那么大的代价 雇佣我们 那位灵际进舞者 沉默了下 道 他害怕了 裴东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是在与他的对战当中 换句话说 在托死裴东行的战斗中 他是最主要战力 裴东行 是被他们硬生生托死的 不是 裴东行 是在与宋问骑血拼中战死 后来他服用了药剂 又活了过来 他们三个 只是把裴东行 托到了死亡的时间而已 两个灵域镜 一个 封印物序列 持有者 竟然只能托死裴东行 三人巨都惊骇地沉默了 外面倒挂在阴影里的江阳 同样沉默着 第95章 吃了 门铃声响 屋内四人同时站起身 望向窗外 他们互相对视了眼 都在迟疑 毕竟是在东南战区 总背部眼皮子底下杀人 不可能不紧张 犹豫了片刻 四人走出房门 灵运镜的舞者 站在房门前的屋檐下 戒备地望着院门 灵迹镜的舞者 站在院中的石亭里 散发灵力 赶至着周围 两名灵园镜舞者 来到门口 两人对视一眼 深吸口气 打开高大院门 随着院门打开 衣服沾血 双腿被刺穿 数个血洞的女人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两个灵园镜舞者 在看到女人的那一刻 就感到异常的诡异 特别是那双 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双眼 就像死人的眼睛一样 石亭中的灵迹镜舞者 突然双眼瞪大 在他的灵力感之中 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身上的血 已经成了凝快 他怎么可能 从药剂店回到这里 他失败了 而且身体也被利用 不是裂魔队 就是僵养 并且 他感知到别院里 还有个外人的灵力波动 虽然很微弱 但这已经表明 他们暴露了 快退 散开逃 话音落下 他身形暴退出石亭 随后高高跃起 消失在房顶上 这一声大喝 让其他三人都是一愣 也让隐藏在屋檐阴影里的江阳 呆滞了一瞬 他没想到 这个人会如此的果断 但这样也好 少了一个灵迹镜 江阳也不确定 一个灵子能不能炸死 那个灵迹镜 但相比于之前 只想着探一探情报 用电磁爆炸 恶心一下他们 现在 似乎可以直接动手了 江阳释放电子对撞场 同时引爆女人体内的电子 那两个灵远 静武者在 迟滞了一瞬之后 下意识地脚步一挫 想要逃离 但被江阳 用铁砂控制的女人 更快 他猛地伸手 扣住两人肩膀 手指崩碎 伸出十根铁砂针 刺进两个灵远 静武者肩膀 只想逃跑 毫无防备的两人 在吃痛的同时 慌乱回身 出拳轰向女人 但此刻 女人胸前亮起白光 刹那间 女人上半身 突然炸开一个大洞 中间闪烁着刺眼光点 两个灵远静武者 正好一拳轰在那个光点上 哇 半径十多米的 白色光照 猛地升起 将两个灵远静武者 笼罩在内 周围大地剧烈颤抖 与此同时 江阳已经出现在 那个灵运静武者的身后 左手按在那人的肩膀上 一股庞大电流释放 数十道电流 自那人身上 蹦射出来 连接在地面上 他被叠加了 十层的电磁力场 压得无法动弹 一柄 乌黑匕首 从颈后伸了出来 慢慢划开他的喉咙 哼 哼 哼 那人被划开的喉咙 发出血沫翻涌的气泡声 他站在屋檐下 因为喉咙被割开 只能绝望地养着脑袋 看着天上 被薄雾笼罩的月亮 他至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死于水手 江阳横挪了一步 看着那个白色电磁光球 他不敢确保 能炸死那两个灵源进舞者 左眼浮现灵力纹路 左手前身 身后浮现 十数个白色闪烁光点 十数道电磁炮 轰击过去 轰轰轰 冲天乍响震撼全程 整个青梅别院前院 被完全摧毁 炸出一个巨大深坑 江阳站在屋顶上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确定没有了火口之后 刚刚转身要走 碰 一声重物杂落的闷响 江阳身后响起 江阳瞪大双眼 身体被一股极强的灵力震撼 身体出现本能的僵硬 几秒之后 预想中的被杀并没有降临 而是响起一阵轻微的咀嚼声 江阳渐渐拿回身体的控制权 无法释放电磁力场 和电子对撞场的他 只能慢慢转过身 他先看到 是那位灵际进舞者 满是血迹的尸体 随着慢慢转身 视线移动 不 是半截尸体 那半截尸体旁 蹲着一个少年 正在啃食半截尸体上的血肉 他 再吃 江阳瞬间通体冰凉 汗毛直立 在那少年身上 散发着极强大的灵力压迫 虽比不上灵欲镜 但比灵际镜强大很多 江阳估计要在灵虚镜之上 那个嘴上挂着血肉的少年 缓缓抬头 看向江阳 嘴里还不停地咀嚼着 像是在打量餐后甜点 操 别看我 我不好吃 我刚尿一哭当 有味 不对 这算不算提前撒走料 那个少年从蹲着姿势 慢慢站了起来 拱着身子 鼻尖耸动 轻轻嗅了嗅 就像食客在吃大餐之前 看看菜的品相 啊 少年发出声音 满是鲜血和碎肉的嘴咧嘴 一个夸张的弧度 他向着江阳伸出血手 江阳瞳孔震战 恐惧到了极点 他现在没办法调动灵力 没办法使用电磁力 身体像是 被禁锢在了原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是沾满了鲜血的手 慢慢伸向自己 换句话说 他只能等死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杀死吃掉 或者 没死 但感受着自己身体被撕裂 被一口一口吃掉 非洲猎狗 猎物还活着 趴在身上生肯 操 我特么在想什么呢 快想想办法逃跑啊 突然 远处天空 升起一片浅红色霞光 正以极快的速度飘过来 啊 少年猛地回身 望向那片浅红色霞光 口中发出不似人类的奸笑 江阳发现自己能动了 灵力和电磁力也都回来了 来不及多想 身体迸发电弧 电子对撞场 瞬间形成 它消失在屋顶 出现在街道上 又消失在街道上 出现在巷口 它不断用电子对撞场 飞速逃离 直到灵力耗尽 身体虚脱 直到它摔在路边 大口地喘息 哈哈哈哈 它先是用力捶地 低笑着 然后 杨躺在路边 疯狂大笑 活下来了 老子活下来了 绝望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 死里逃生的巨大惊喜 让他不受控制地狂笑起来 另一边 一席红色长裙的古斯林 站在巨大深坑边上 抬眼望了望 又出现在屋顶上 看着残缺的半截身体 拿出通讯器 是我 我已来到战斗现场 江阳杀死了三名武者 进阶不详 两个直接蒸发 一个被割喉 空气中残存着他们的灵力 屋顶上有半截残缺尸体 过来带走 还有 我发现了守护序列的气息 很可能是排名前十的高序列 第96章 充满疑点 有 守护序列 在苏氏 汪渡没想到 还会有特别发现 不过在知道江阳没事之后 深深松了口气 这种野蛮的灵力气息 我在北部战区那个 守护序列 身上感受过 不会错的 一定是 守护序列 古斯林无比肯定地说道 汪渡考虑了下 回道 先回来吧 我派人处理后续的事 古斯林关掉通讯器 回身扫了眼战场 提了提裙摆 消失在屋顶 药剂店 江阳坐在小仓库里面 最狭窄的地方 逼着狭小的地方 三面是墙 能够提供强烈的安全感 他需要这样 让自己还在颤抖的心冷静下来 那个古怪的痴人少年 压迫力实在太强 从那个灵骑进舞者逃走 到自己杀死 那三个舞者 再到屋顶上 那个少年现身 自己杀死他们三个 用了15秒钟左右 也就是说 那个痴人少年 杀死灵骑进舞者 也就用了10秒钟左右 几乎就是秒杀 那股如同蛮荒巨兽般的压迫感 不仅令人惊惧 更加古怪的是 他在面对自己时 自己的灵力和电磁力 竟然处于停滞状态 而他背过身去 灵力和电磁力 就都回来了 这是最诡异的 江阳甚至都在怀疑 那个少年是不是人类 还有一个疑点 既然楚思存满凶杀自己 那为什么引开 保护者之后 不用最强的灵骑进来杀自己 而是派一个 灵运镜的女人呢 到头来 一伙杀手 除了那个怀孕的男人之外 全灭 他们都是傻子吗 难道是怕 灵骑进气息太强 会被察觉 所以派个实力低的 先试探试探 应该不是 当时那个保护者 都已经被引开了 灵骑进到来 几乎就是顺杀自己 整件事 处处透着诡异和破绽 思考了许久的江阳 得不出任何结论 他甚至在想 那帮人会不会 就是一群蠢货 最终 他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 颤抖的心 得到了些许平静 他从小仓库里出来 去浴室洗了个澡 回到客厅坐下 谈膝修炼了一会儿后 又看了一小时书 才去休息 一是他需要学习和修炼 不想因为某些 不必要的事带多 二是 他想以此来沉浸情绪 把自己的情绪 从恐惧中拉出来 第二天 猎魔队来人了 江大师 昨晚您遭到袭击的事情 我们会尽快查清 保证您的安全 猎魔队总队长张海岩 严肃郑重地说道 保证我的安全 不 我不用你们保证我的安全 我要送问起死 你们能办到吗 江阳在心里嘀嘀咕咕 但面上却是含着笑意 道 这点小事 总队长不必亲自上门一趟 张海岩眉头一挑 整个青梅别院15号 被你炸没了一半 你失踪的十几分钟里 东南战区总司令暴怒 出动了一位携带 封印物序列的灵神禁武者 这要是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 张海岩在心里默默吐槽了句 不 这是我猎魔队的失职 请您相信 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张海岩沉声说道 江阳笑了笑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张海岩也略显尴尬 昨晚江阳遇袭 确实是自己手下的失误 在交替保护的时候 有了空荡期 才让袭击者有机可乘 张海岩轻咳了一声 甘笑道 不知江大师昨晚 在青梅别院15号 有什么发现 要杀我的人 是楚思存 江阳没有隐瞒 他也希望猎魔队 会为自己牵制一下楚思存 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楚思存 张海岩嘀嘀地念叨了一声 他没想到 最先对江阳出手的会是他 灵欲禁武者 对东南战区总背部来说 并不算太棘手 好 我会上报总背部 请江大师放心 江阳仍是笑了笑 看着他没有回答 张海岩看着如此的江阳 感到一阵心累 他知道这位小爷 为什么来苏氏 他苦恼的是 自己为什么会是 苏氏猎魔队的队长 如果可能的话 真想去一个偏远小城 做一个普通的猎魔人 打打一接一级一魔 坐在办公室 用公家电脑打游戏 经常可以聚餐喝酒 在苏氏 自己在上级面前 装完孙子 有得伺候着 不好惹的各界人物 老子是猎魔人 不是打工人 张海岩轻叹了口气 再次向您道歉 江大师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辛苦张队长了 江阳起身送张海岩 刚出门 张海岩上了车 不远的路边 有个穿着一身 休闲装的年轻人 一手拉着行李箱 嘴里叼着根香烟 笑呵呵地望着药剂店 江阳愣了愣 走过去 伸手垂了下 年轻人肩膀 年轻人吐掉嘴上的香烟 伸手拥抱了下江阳 咧咧嘴 笑着说 杨哥 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江阳拍拍周存后背 走 先回去 江阳接过周存手中的行李箱 两人走进药剂店 车还没开的张海岩 看着这一幕 问道 那个人是谁 坐在驾驶位上的猎魔人 说道 周存 荣城大银行世家 周家的独生子 刘四红大师的徒弟 资料上说 他跟江大师 是非常好的朋友 滨海事件时 他和刘四红大师 出了很多力 江大师把敏家的 刘生姬 作为感谢 送给了刘四红大师 大银行家的独生子 刘四红的徒弟 江阳的好朋友 张海岩脸皮抽了抽 这是又来了的大雅 心好累 想辞职 走吧 走吧 回去睡觉 睡着了 就什么都不想了 药剂店内 你怎么来了 江阳看着在店里 到处逛的周存问道 我师父去西北战区办事 不方便带我去 我在荣城 也没什么意思 就过来找你了 周存来到江阳对面坐下 江阳又问道 你师父出去办事了 你也走了 那荣城的药剂订单怎么办 给你呗 什么玩意儿 江阳愣住了 我都带来了 周存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纸 上面有七种药剂 以及每种药剂 需要的数量 第97章 因为无处可躲 所以无所畏惧 看着药剂订单 七种药剂 共计920分 江阳一阵叹息 没想到药剂店 开张第一笔订单 竟然是来自荣城 刘四红师徒 放下药剂订单 看着 正在喝茶的周存 江阳真诚道 谢谢你和刘师叔 没事 订单上六种药剂 我做不了 恢复药剂 也做得马马虎虎 而且我师父 也不在乎这点钱 周存摆摆手说道 江阳 见江阳尴尬沉默着 周存顿时懊恼 自己嘴上 没个把门的 立刻补充道 主要是我师父 真没时间 给别人做他不放心 我在荣城也是混日子 不如就把订单给你 我过来也能跟杨 跟你学习学习 对了 我住哪个房间 周存赶紧结束 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江阳指着楼梯口 说道 我住三楼南卧 其他房间你随便选 等会儿带你 去买些日用品 那我住三楼北卧好了 日用品倒不用买 我都带来了 周存对着门外 抬了抬下巴 江阳回头看向门外 只见路口出现一辆辆小货车 后面拉着帆布盖着的东西 停在药剂店门口的之后 从车上下来工人 开始接帆布 搬东西 江阳目瞪口呆 这是爱小住的样子吗 你这是搬家吧 周存起身走出去 站在门口 单手掐腰 指挥着 把我的沙发搬到三楼客厅 原先的沙发扔掉 那对古董花瓶 给我摆在一楼大厅的展柜上 楼梯地毯等会儿再铺 先把茶桌和茶具拿下来 杨哥 你让让 我不止一下 啊 好 江阳起身 到门外乖乖站好 伸着脖子 往屋里看 心中不禁怀疑 这应该是我家吧 不确定 再看看 周存 把三层小楼里里歪歪 换了一遍 江阳终于忍不住 对着周存背影说道 这么多东西 等搬家的时候 太麻烦了 周存回过头来 笑容灿烂道 搬家 谁说要搬家的 这个三层楼 我已经买下来了 江阳 这就是所谓的 真正的有钱人 从不在家以外的地方过夜 江阳不理解 但他尊重周存的财富 其实 江阳现在也很有钱 但穷惯了的他 不知道该怎么花钱 买车 买房 买表 买游艇 纸醉金迷 这是他以前的想法 而现在药剂 灵力 电磁力 才是他的全部 也是他真正的追求 上午收拾完 中午江阳从网上买了些菜 一次没用过的厨房 终于开了火 蒜香小油菜 油焖大虾 蒸排骨 蒜苔炒鸡蛋 鱼肉丸子汤 周存捧着饭碗 大块朵頤 他不是没吃过好东西 而是没吃过江阳做的菜 他十分清楚一个人的心理 对一个药剂师来说 你要认可他的药剂效果 对一个厨师来说 就要吃光他做的菜 完美地提供情绪价值 才能顺利地进行后续话题的延伸 吃完了饭 江阳和周存 收拾了碗筷 周存坐在他带来的茶桌上 拍着吃撑的肚子 慢悠悠喝茶 江阳则把药剂单子 贴在工作台顶端 开始着手制作药剂 灵运药剂 灵源药剂 灵剂药剂 清灵药剂 恢复药剂 僵尸血 红汤 其中 灵剂药剂 僵尸血 红汤 是江阳没做过的 但他备的 药剂密册里 有药方 灵剂药剂 是灵剂静 恢复灵力所需的药剂 僵尸血 不是给人用的 是给一魔用的 这种药剂 能让二阶二级以下的一魔 呈现出通体僵硬 失去行动能力 就像身体僵硬的僵尸一样 红汤 则是生血药剂 失血过多的武者 在喝下去后 药剂溶于血液 滋生鲜血 在二十分钟内 不至于让武者失血过多而死 江阳没有僵尸血 红汤 和 恢复药剂的材料 其他药剂所需的材料也不多 只能先把有的做出来 同时采买其他药剂需要的材料 周曾看着江阳 开始着手药剂前的准备 这个时候聊天并不耽误江阳 于是他笑着说 阳哥 你昨天杀死了三个武者 嗯 江阳点点头 似乎觉得不妥 于是 与其认真的补了一句 是他们先要杀我的 我知道 这一点不用在意 周曾宽慰了一句 周曾很好奇 江阳杀死的武者 都是什么境界 但又一想 滨海事件中 江阳面对的那些敌人 各顶各的恐怖 就算自己问出了结果 也是对自己的打击 还是算了 做人嘛 就是要对自己好一些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 绝不找让自己难受的事 知道幕后主使了吗 楚思存 灵欲镜 周曾点点头 一个残疾的灵欲镜 当然 那也是货真价实的灵欲镜 说完之后 周曾深深叹了口气 两个灵欲镜 一个神秘的灵体骸 持有者 最麻烦的 还是那个灵欲镜的宋问奇 这都是些什么 可怕的敌人 想到这里 周曾忽然很好奇 他略微前倾身体 看着坐在工作台里的江阳 问道 杨哥 你害怕吗 江阳手上的工作顿了顿 随即摇摇头 道 不怕 周曾继续追问道 两个灵欲镜 一个灵体骸 持有者 还有已经到了 灵欲镜的宋问奇 那是绝大部分舞者 连想都不敢想的境界 杨哥 你真的不怕 江阳再次摇头 不怕 周曾惊恶地望着江阳 他清晰地看到 江阳在回答自己问题时 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与其依旧平淡 这说明他真的不害怕 这样强大的敌人 他为什么不怕 杨哥 你为什么不害怕 周曾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江阳停下手中的准备工作 抬头看着周曾 微微一笑 道 因为我无处可躲 所以 无所畏惧 说完 江阳站起身 去了小仓库 周曾却正在了原处 保持着前倾的姿势 眼神发空 因为无处可躲 所以无所畏惧 他从江阳这句话中 没有看到勇敢 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奈 第98章 拍卖行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一整个下午 江阳做了各做30份 灵运药剂和清灵药剂 然后 又尝试着制作了灵剂药剂 做了三份灵剂药剂 失败了两份 只成功了一份 看着失败材料形成的液体 江阳那颗幼小的心在滴血 都是浅啊 江阳转头看向窗外那轮朦胧明月 药剂师挣钱也费钱 这是没办法的事 再看向桌上 小碗里废掉的药液 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心理 他端起小碗 伸到窗外 转动手腕 倒了出去 但他看不到的是 就在他伸手就能出去的窗外 就在他旁边 一墙之隔 蹲着一名少年 少年蹲在窗户下方 双眼空洞 突然 窗口伸出一只端着碗的手 碗口倾斜 哗啦啦 一碗废掉的药液 一点没糟蹋 全部倒在了少年的脑袋上 少年双眼忽然有了呆滞的神采 微微歪着脑袋 药液顺着发丝流淌下来 滑落脸颊 少年鼻尖耸了耸 伸出舌头试探着 舔了下脸颊上的药液 品尝过后 停顿了几秒 似乎很喜欢 夸张的长舌头伸出来 舔着脸上的药液 双手抹着头顶的药液 舌头舔势着手掌 最恐怖的是 他与江阳只有一墙之隔 距离极近 但拥有电磁力的江阳 就是没有发现他 少年意犹未尽地伸出舌头 舔着尖锐牙齿 抬起头 想爬上窗户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停止了动作 看向远处漆黑的天空 大眼睛眨了眨 缩回了身体 慢慢向后退 很快消失在街边巷口 药剂店里 江阳已经没有了材料 正想打电话询问虎牙子 苏氏哪里可以购买材料 周岑突然说 可以上拍卖行看看 我没有账号 我师父的账号 已经自动注销了 里面的钱 回到了治愈的账户里 江阳说道 注册一个呗 反正注册账号也不要钱 周岑跑上楼 很快又登登登跑了下来 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 坐在茶桌边 周岑用江阳的身份证和电话 注册了一个拍卖行账号 然后登陆上去 出现了带有搜索矿 和拍卖大厅的页面 周岑介绍道 想要买基础材料 就在搜索矿里找 拍卖大厅每个月开一次 拍卖一些稀有材料 江阳看着页面 简单的拍卖行 点点头 之前师父说过 手心灵和钥匙的材料 拍卖行里就没有 而且拍卖会也不常有 杨哥 你充点钱 我教你怎么买材料 哦 江阳用手机充了十万 周岑看着江阳充钱 沉默了片刻 拿起自己手机 扫过页面后 充了一千万 周岑 你这 我把钱转给你 江阳吓了一跳 起手一千万是什么级别 他不知道 但他很清楚 自己的小气被周岑鄙鄙视了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 杨哥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周岑说道 还有这种好事 江阳试探着问 什么事 教我做灵运药剂 那我还是把钱转给你吧 周岑感觉自己 受到了某种 来自心灵的伤害 江阳最后还是答应了周岑 教他做灵运药剂 感觉这笔赚两千万更难 他不禁怀疑 刘四红是不是教不了周岑 所以才把周岑扔给自己 又是给订单 又是给房子 又是给钱 最后图穷笔线 让自己教周岑做药剂 可恶啊 当然江阳倒不是因为这些钱折腰 主要还是自己欠着周岑的人情 所以啊 人情债才最难还 江阳忽然觉得 死后的人生都要在还债的阴影中度过 很快 周岑把所有药剂的材料都买齐了 消费892万 这不就是网购吗 那拍卖行是不是就等于直播带货 江阳脑海里出现一个场景 各位药剂师宝宝们 我们选品绝对严格 不存在残词品 这株 津津草 不要30万 不要20万 只要19万9 手快有 手慢无 3 2 1 上架 各位药剂师宝宝们 请快出架吧 咦 江阳摇摇头 丢掉这幅画面 太吓人了 等材料要两天 江阳就跟周岑 坐在一楼 交流药剂心得 实际上就是江阳说 周岑听 其实 周岑并不笨 只是在药剂学上 没什么太好的天赋 就像物理和数学 学不会 就是学不会 抢求不来 正如刘四红 所希望的那样 周岑只要能把 所有药剂 照猫画虎的学下来 然后 再找个徒弟 把自己这一门的 药剂学传下去 刘四红就很满足了 不求其他 吃过晚饭 周岑上楼休息 江阳在一楼 修炼了会儿灵力 看书看到十点 把书放下 站起身 出门左右看看 他很想喊一嗓子 藏案中的兄弟 出来吧 我看到你了 人家不会出来 反而会暴露 自己的中二属性 搞来搞去 自己倒成了 保护动物了 江阳物资笑了笑 回屋拿了车钥匙 开上小货车 开始满城转悠 暗中跟着江阳的那位 猎魔人叫苦连天 真想把江阳的腿打断 你搁着溜我们呀 随着江阳开车转悠 每到一处 自己在地图上标记的地点 都会停留十几分钟 倒不是等暗中保护者 而是他需要时间 凝聚一枚 压缩百万倍的电子 他也要把苏氏 打造成自己的战场 同时 他也在找那个 怀孕的男人 自己知道的 储私存的人 就剩下他一个了 如果他已经逃离苏氏 那就算了 如果他还潜伏在苏氏 那自己可就睡不着了 幸好 他来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他的生物磁场 只要自己 把整个苏氏流布 治好电子 就可以找到他 就像当初 全程跑三个小时 找巴脸一样 两个小时后 江阳回到药剂店 关门 上楼准备洗澡睡觉 刚上三楼 就看到周存 躺在沙发上 拿着刷视频 你不修炼 也不睡觉 江阳随口问了一句 周存换了个姿势 阳哥你不懂 我已进入幻境 沉迷于刷短视频 等于进入幻境 江阳大受震撼 第99章 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圆 看到江阳走进浴室 周存 赶紧把藏在茶几下的水晶器拿出来 跑回房间 回到房间后 手机退出短视频 回到录音界面 插上耳机 里面传出江阳的声音 研磨材料的时候 不要看时间 加入新材料 要用灵力 感知材料 本身的磷子状态 等到最佳时机 达到标准之后 再加入新材料 进行研磨 周存不断重复听着 22分半的录音 小心翼翼 用水晶器制作药剂 哗了 听到浴室门打开 周存赶紧摘下耳机 用书 把水晶器挡上 像急了晚上 不睡觉 在房间里偷偷看小说的孩子 有点声响 都要关掉手机 假装睡觉 嗯 回屋睡觉了 江阳站在客厅 嘀咕了一句 总感觉周存有点神神叨叨的 抬手捋了 铝刚吹干的头发 回了房间 坐在书桌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 登陆拍卖行 搜索 金手画 置换藤液 临界易寿的完整脑膜 污染金石粉 全黑质地的阳光草 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江阳搜索了一遍之后 拿起手机 往拍卖行里 充了一百万 买下了金手花两朵 置换藤液五片 污染金石粉两克 全黑之地的阳光草一株 买完之后 江阳打电话给刘四红 大侄子 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事 不会是周存这臭小子 给你惹事了吧 我就说别去找你 他就是不听 大侄子 没事啊 我打电话骂他 江阳把手机拿开 远离脸颊 他怕刘四红的唾沫星子 喷自己脸上 师叔 你误会了 我找你有别的事 江阳无奈地说 啊 不是周存的事啊 你说 能办 师叔一定给你办了 刘四红非常大气 江阳开门见山道 师叔 我要买下你那头 灵结异寿的脑膜 刘四红一愣 疑惑问道 你买灵结异寿的脑膜做什么 有用 江阳说道 师叔 如果你暂时用不到这个材料的话 请卖给我 我有很重要的用处 刘四红犯起了嘀咕 江阳买灵结异寿的脑膜 干什么用 自己倒是用不到这玩意儿 卖给他也没什么 但只是换点钱 就没意思了 自己也不缺这点钱 哎 大侄子 不瞒你说 灵结异寿的脑膜 我前天刚取出来 准备分割成小块 制作药剂 这太巧了 师叔 你要制作什么药剂 看看我能不能帮个小忙什么的 江阳轻笑着回应 同时等着刘四红讲故事 提条件 如果有求必应 那就太廉价了 珍贵的药剂材料 就像古董一样 卖之前讲讲故事 说说自己的难处 然后 在万般为难之下 再三考虑 才出手 这才最值钱 刘四红就是这样的想法 灵结异寿的脑膜 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一件用不到 但又不能扔掉的收藏品 如果 这件收藏品 能够换取有利的价值 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不是算计谁 而是人之常情 人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为家为己为人 他人始终排在家庭 和自己之后 这个 你可帮不上什么忙 药剂师 都觉得自己的药剂最好 不服输 总想 创造出更多药剂 作为自家 传承药剂 这样 那我还真不能插手 看来师叔 是想超过我们这一门 我也得好好努力了 超过你掌握的药剂学传承 是不可能了 不过 可以慢慢追赶吗 师叔说笑了 前辈栽数我成良 我就是捡便宜的那个 两人互相奉承地聊着 江阳知道 刘四红正在考虑条件 他给刘四红这个时间 十多分钟后 刘四红深深叹了口气 周曾要是有你一半 不 只要三分之一天赋 我就知足了 江阳很聪明地接话道 今天我跟周师兄 交流了药剂学 发现周师兄 在很多地方 都有独到的见解 我把我自己制作 灵运药剂的方法 告诉了周师兄 师兄结合您的教导 以及参考我的方法 已经有了制作 灵运药剂的想法 等周师兄晋升灵通镜 进一步提高灵感 应该就可以制作 灵运药剂 是吗 那太好了 这小子 要是能学会灵运药剂 我真是做梦 都会笑醒 刘四红感叹着说道 江阳只觉得 呼吸一致 灵通药剂 灵运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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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虚药剂 每个境界 都有相应 激发灵力的药剂 交周曾灵运药剂 已经要了江阳半条老命 要是再交 灵运药剂 和灵运药剂 那不得死工作台上 特别是 灵运药剂 这个药剂需要的材料 是最多的 整整17种材料 最后 江阳为了灵运异兽的 完整脑膜 狠狠咬牙答应了下来 师叔 我相信周师兄一定能学会 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这就去解剖 我这就去打电话 让人把脑膜给你送过去 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 好像生怕江阳后悔一样 江阳放下手机 捏了捏眉心 感觉心好累 不过 这样一来 欺骗药剂 就只剩下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了 他拉开抽屉 取出一个笔记本 用书签拨开笔记本 翻了两页 笔记本上写着 楚思存 灵欲镜 没有左肩左臂 他取出圆珠笔 在楚思存这个名字上 画了个圆 放好笔记本 关上抽屉 江阳来到窗边 打开窗户 对着前方黑夜 开口道 告诉你的上集 我要用 守护序列8 冰雪小熊的后颈毛 或者 守护序列11 灰白巨蛇的鳞片 其中的一个 换一份第23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说完之后 等了一会儿 没有回应 江阳关上窗户 回到床上 关灯睡觉 东南战区总被捕 总参谋长汪杜 看着发来的信息 抬头看着会议室上手 因为深夜会议 而脸色阴沉的总司令段池林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算了 自己处理吧 别跟他说了 不然又该生气了 第100章 道出真实目的 搭搭搭 走廊里传出高跟鞋的磕碰声 一袭红裙的古思琳 敲响总参谋长汪杜的办公室门 请进 古思琳开门迈步 但没有进去 而是就站在门口靠里的地方 扫了眼办公室 目光落在办公桌后面的汪杜身上 语气并不是那么客气地问道 找我什么事 汪杜把保护江阳 那名猎魔人传来的消息 以及处理办法 打成了纸质版 他撵着纸 手指一顿 那张纸飞向古思琳 古思琳面无表情地接住之后 看着 只有两句话的纸张 守护序列十一 灰白巨蛇 换一份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护送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古思琳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语气依旧冷淡 道 这似乎是你的事情 我只执行战斗任务 汪杜文言放下钢笔 无奈地捏了捏眉心 看向站在门口那个明念高调的女人 语气带着商量的意味 道 在整个东南战区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我和总司令 就只能信任你们三个 这样重要的东西 交给别人 我不放心 古思琳哼笑了声 谢谢你的信任 但我不信任你们 确切地说 我不相信 你们所有人 高层权欲迷眼 中层阿谀奉承 底层蛀虫丛生 你们已经失去了身为武者的荣耀 你们的肩头 不再有守护与责任 汪杜促起眉头 明显不悦 但却又无可奈何 他不是对古思琳那灵神进武者的身份 无可奈何 而是这番话 他无从反驳 宋问奇的是 我很抱歉 东南战区失去的 不仅仅是裴大师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药剂师 还有你们的信任 对此 我现在说的再多都只是空话 但请你们相信 我会协助总司令整肃东南战区 古思琳面无表情地勾了勾唇脚 他对这种话早已经免疫了 就只当汪杜在放屁 这次的事件 真正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滨海 总背部大换血 更是对他们三个灵神进的内心 造成巨大伤害 任谁都无法接受 一直以来并肩作战的战友 竟然还有另一面 曾经他们把守护与责任看作比生命更重要 而那些人 转身就把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轻易丢弃 这让他觉得自己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 这不是背叛 是比背叛更令人愤怒的欺骗 打从一开始就预谋的骗局 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以至于 他对现金的高层失去了信任 谁又知道他们 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呢 你始终没有动作 总司令倒是有些反应 就是发怒 你们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一个是把头埋进土里的鸵鸟 一个是只知道发怒的狮子 这才是古斯林对两人不满的核心原因 这两个人来到东南战区总备部 始终没有任何作为 我们需要布置的时间 现在整个东南战区的舞者人心惶惶 如果我们大刀阔斧 给他们增加心理压力 谁能保证 他们不会被内心阴暗面侵蚀 变成一魔 汪渡也怒了 他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这是职位带来的 没有办法 但这并不代表 自己就能够任由别人指着鼻子骂 而且 他需要解释 需要这三个灵神镜的帮助 他们是东南战区最后的底牌 绝不能因为工作上的误会 而产生隔阂 否则 东南战区总备部将面临的 就不仅仅是大患血 而是内讧了 愁啊 汪渡感觉就刚刚那一会儿 自己头发又白了好几根 工作中 上下级的互相不理解 是自始至终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古斯林没有再言语 身后的办公室门自动打开 他拎着那张纸 转身离开 哒 哒 脚步声只响了两次 然后 突兀消失 唉 这一堆烂摊子 汪渡无奈叹了口气 双手懊恼地 抓了抓本就不多的头发 东南战区彻查的工作 非常繁重 特别是在大患血之后 心癌的人 不仅要在各部门熟悉工作 还要调查部门下面的相关人员 这是需要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 古斯林回到属于他们三人的办公楼 刚进去侯战市 三位灵神镜之一的陆群 立马看过去 言语中带着调笑地说道 大领导多么看重你们啊 吉星西被派去追捕 宋问齐和一神会了 你也被安排了任务 就我没人理 只能混吃等死 游手好闲 古女神 这次不会 又是保护那个新手药剂大师吧 古斯林没有在意陆群的调笑 共事多年 他早就知道 这两个家伙的性格脾性 他把那张纸扔了过去 相隔十几米 轻飘飘的纸 就像飞刀一样 陆群接住看了看 古斯林走到吧台坐下 到了杯酒 一饮而尽后 忍不住抱怨道 保护江阳是理所应当 暂且不提裴大师的贡献 单说他传承了裴大师的药剂学 就值得保护 但最有效的保护和培养 不是应该把江阳送到中心站区吗 他在苏氏开药剂店 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宋问齐他们 我就在这里 你们来杀我吧 到头来 还得我们东奔西跑 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资源 陆群听着古斯林的抱怨 扬了扬手中的纸 身体向后 靠在沙发背上 笑道 古女神 你修炼到了灵神境 不应该只增长灵力 不增长脑子 古斯林回头 你什么意思 陆群点了支烟 吐出烟雾 又用手里的指挥了散了烟雾 整个人呈现出慵懒轻挑的状态 江阳这样 可是最正确 最聪明的做法 他能躲多长时间 躲起来 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行 不提给裴大师报仇 单说他什么时候 才能到零容境 十年 二十年 还是三十年 等他到零容境 如果宋问齐不死的话 也许都到了无量境 他怎么面对宋问齐 人心里 扎了一根刺 不拔出来 可是要生病的 万一生了病 那就距离 一魔化不远了 陆群抛飞那张纸 在空中那张纸 自动折叠成烟灰缸 悬浮着 他谈了谭烟灰 继续道 与其如此 不如光明正大 以自身为耳 以整个东南战区为刀 将心里这根刺 一点点拔出来 而总司令 和总参谋长 也想借此机会 来出调送问齐 这个东南战区的污点 事实上 从江阳 拒绝去中心战区的 那一刻开始 他与东南战区 就已经在无形中 达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 第101章 能活最好 活不了 就一起死 很多事 在开始的那一刻 结局就已经注定 在这个发了疯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努力地 活得像个人 但人人心中 却又藏着一只鬼 最后 所有人都半人半鬼地活着 陆群说的没错 江阳心里有一根刺 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孤独的一厢人 小心翼翼 处处谨慎 终于有了一个老头 对他好 教他安身立命的本领 给他灵子盒 给他灵子手枪 给他金钱 最后 那个老头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为他铺好了一条光明大道 如果他躲起来享受这一切 那他心里那根刺 会发炎流浓 会溃烂 直到感染骨头 让骨头发黑腐化 到最后 他会彻底变成 一头浑身散发恶臭 留着粘稠浓水的一膜 不知会被谁用什么手段杀死 药剂店三楼 周岑在房间里 安静地制作药剂 他又买了一套水晶器 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他的银行家父亲 不希望他成为舞者 但却支持他做药剂师 这算什么 互相矛盾 也许家长对孩子的期望 就是矛盾的 既希望孩子有大出血 又希望孩子别太累 一直到凌晨四点 周岑终于调配出一瓶 接近完美的灵通药剂 他把那瓶药剂举起来 送到灯光下 看着瓶中药液散发着的点点晶莹 他想狂笑 想冲出去一脚踢开江阳的房门 然后 把这瓶药剂对到江阳鼻子上 大吼一声 这就是老子成为药剂师的证明 不过 理智让他冷静了下来 小心翼翼放好那瓶灵通药剂 回到床上 盖好被子 望着天花板 伸手慢慢把枕头 从脑袋底下抽出来 捂在脸上 再拉上被子 房间里 响起了轻微的 压抑的 崩溃的哭声 第二天 江阳和周岑两人吃完早饭之后 江阳让周岑帮忙看货店 他要出去一趟 餐桌上 江阳刚起身 周岑突然说道 杨哥 今天早上 我师父给我打电话 说了灵接异兽脑膜的事 你别见怪 师父一是为了我 二是 不想让你再欠他人情 江阳本 就没觉得有什么 笑了笑 公平交易 买东西 都是要花钱的 帮我看货家 我出去办事了 周岑看着江阳离去的背影 正愣了会儿 站起来 收拾了餐桌 随后 去了工作台 开始制作灵通药剂 他昨晚登陆了自己的拍卖行账号 买了一批灵通药剂的材料 别人靠天赋 他就靠克金 都说悬不改飞 克不改命 那只能说 克的不够多 一栋山腰别墅内 67岁的关义 要俨然一副 垂垂老矣的模样 坐在轮椅上 由护工推着来到前厅 去落地窗那边 关义要对护工吩咐道 护工把他推到落地窗前 他挥挥手 护工转身离开 关义要看着广阔的太湖景色 沉默良久 随后操控轮椅 慢慢转动 侧对着沙发区 宋真 你来我这里 会给猎魔队机会 你我本就是他们的重点怀疑对象 关义要先是正常地表达了 对宋真鲁莽来此的不满 接着 他又笑了起来 不过 师父的孙女能来找我 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师父 坐在沙发上的 靓丽女郎抬眸 看着关义要 感觉好笑地质疑了声 你一句话 直接挑明我们跟他的关系 就不怕这里有猎魔队的监听设备 关义要 双手撑着轮椅扶手 挺了挺身体 呵呵笑道 别太小看我了 我想让猎魔队在哪里监听 他们就得在哪里监听 没有这点本事 我可活不到67岁 67岁 很可能成为你生命的终点 宋真毫不客气地说 我的生或死 从你爷爷玄空 站在滨海天空的那一刻开始 自己的意志了 关义要略带讥讽地笑了笑 43年来 我对他的资金支持何止万亿 到头来我成了 被抛弃的丧家之犬 哦 不对 还有你 送问起的孙女 我以为他会在实施计划之前 知会我一生 哪怕不为我安排好后路 也会丢哪怕一天时间 转移出苏室 结果呢 他像一尊神明战 在滨海天上的时候 我的家里 却来了猎魔队 而我 这个兢兢业业 为他服务了43年的狗 却是最后的知情人 还是猎魔队告诉我的 真是讽刺啊 宋贞大小姐 你的爷爷不要你了 哼 我的师父 也不要我了 关义要说到最后 两行眼泪 从眼眶中溢出 划过两侧脸颊 低落在胸前衣巾上 宋贞沉默两久 微微叹了口气 他抛弃了我们 但我们得为自己证一条命 证命 怎么证 关义要笑笑 裴东行的徒弟来了 他移平了 青梅别院15号 报复已经开始了 整个东南战区的猎魔人 和药技师都站在他身后 大小姐 你告诉我 怎么证明 滨海事件的参与者 都忌惮江阳的潜力 一定不会放过他 青梅别院的战斗 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 我们和他们 仍然在一条战线上 只不过 这次从一座城 变成了一个人 宋贞说道 你还想为他们卖命 别忘了 我们在猎魔队的监控下 谁都无法离开苏市 稍有风吹草动 你我都会被杀 他们现在恨不得 我们有点小动作 这样他们就理由 冲进我们家里 用战刀砍掉我们的脑袋 以此来祭奠过去八十年内 滨海猎魔队 无故死去的猎魔人 官邑要觉得 宋贞一定是疯了 宋贞却摇了摇头 眼神忽然变得锐利 眼角和脸颊的皮肉 都在轻轻颤抖 他嗓音低沉道 这次 我们做主角 让他们尝尝 被一只蚂蚁背叛的滋味 这样 或许可以再总背部那里 挣一条命 就算不能 之后还是必死 那也要拉着他们一起死 官邑要先是因为宋贞的想法 而感到惊愕 随后 哈哈大笑起来 不知道忠心的狗 反过来咬主人一口 主人会是什么反应 他会不会也很疼呢 第102章 正命 人活着 就是不想死 当然 这是句废话 不过 却是宋贞和官邑要 最真实的写照 他们不想死 即使他们只是 一只蚂蚁 一条狗 宋贞秘密离开了 官邑要的山腰别墅 官邑要坐在落地窗前 沉默了许久 忽然滴滴地笑了起来 右手习惯性地捏了捏大腿 呢喃低语道 血清香残的戏码 一定很好看 与此同时 江阳的车 停在了鱼隋州的药剂殿前 刚从车上下来 听到动静的虎牙子 立刻迎了出来 热情地打招呼 师爹 你来了 刚才师父 还念叨呢 让我多跟你学习 说句实话 那天你的两瓶药剂 一度让我怀疑 我跟着师父学习的八年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虎牙子这番话 让江阳没法接 怎么说都是一股子嘲笑的味道 于是直接转移话题 笑了笑 问道 师叔在忙吗 没 在后院歇着呢 好 我去找一下师叔 江阳刚走过去 又立刻停下脚步 神秘兮兮地对虎牙子低声道 周曾来我这了 晚上咱们师兄弟三个 喝点 周师弟来了 虎牙子眼睛一亮 好啊 等晚上师父睡着了 我去找你俩 我搞几个小菜 等你哈 江阳对他竖起大拇指 转身去了后院 虎牙子站在原地 咧嘴黑黑一笑 挠挠头 似乎是在幻想 晚上这顿酒 随后 又赶紧跑进屋 坐在工作台后面 专心调配药剂 等等 我好像不能喝酒 虎牙子猛地抬头 看向后院 江阳见到于随周 简单客套两句后 直接问道 师叔 您认不认识 身体有残疾的灵域进屋者 于随周愣了下 拍拍自己的左腿 问道 残疾的灵迹进行吗 呃 师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江阳顿时仗红了脸 立刻解释 呵呵 没事 逗你玩哪 这孩子 真不惊斗 于随周很没正形地 开了个玩笑 随即问道 你找残疾的灵域进干什么 江阳手指撵了撵 沉默了两秒后 说道 楚思存在那场 战斗中断了左臂 莫里莫斯也被 灵体骸 侵蚀了身体 如果有可以恢复身体机能 包括断肢重生的药剂 我想 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江阳刚说完 就看到于随周目光 灼灼地看着自己 他立刻想到于随周的左腿 于是慌乱地解释道 师叔 这是假的 我是说用 欺骗药剂 来欺骗楚思存和莫里莫斯 欺骗药剂的功效 是欺骗使用的身体和意志 即使断肢或者冰死 只要服用了药剂 欺骗自己 就可以重新长出肢体 冰死之人也能恢复健康 但时间只有三十分钟 时效一过 恢复如初 于随周眼中 有难掩的失望 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左手无意识地抚摸着左膝盖 他真的很希望 能有断肢重生的药剂 不过 欺骗药剂是什么 这又提起了于随周的兴趣 大侄子 真有欺骗药剂这种东西 啊 师叔你不知道 瞬间 两人之间的气氛凝结了 传承底蕴 在这一颗体现的淋漓尽致 江阳心中忍不住得意 嘿嘿 那个师叔 您有所不知 欺骗药剂 就是我师父制作的一种药剂 他老人家交给我了 我也会做 反正就是 连自己都骗的药剂 倒算不上什么高端货 跟您手里压箱底的药剂 肯定是比不了的 行了 行了 不问了 惹人烦躁 于随周美好气 打断了江阳的支支吾吾 然后 认真思考 江阳这样做的可行性 就算给你找了个愿意帮你的残疾灵欲镜 你怎么吸引楚思存 和莫里莫斯的注意 他们现在都不知道 躲在国内还国外呢 江阳自信一笑 道 拍卖行每月一次的拍卖会 就是最好的机会 楚思存和莫里莫斯两人 与藏青不同 他们两个都在战斗中 受了影响舞者生涯的不可逆创伤 他们想要对付我 无非是害怕我成长起来 找他们报仇 倒是身有残疾 修为停滞的他们 还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如果有一种药剂 能让他们恢复身体残缺 能够继续修炼 他们会不心动 于随周看看自己的短腿 苦笑道 任何残废都会心动的 我认识一个老朋友 在西北战区 我想他很愿意享受 这三十分钟健全人的时光 于随周在说健全人的时候 满是失落和怅然 对此 江阳也无能为力 他所掌握的药剂中 没有可以做到断织重生的 或许 将来自己会遇到这种药剂 甚至 自己能够 有某种机遇 能做出来这种药剂 但现在不是画饼的时候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的道理 他很懂 欺骗药剂的材料 都已经凑齐 模特也差不多请好了 还有四天就是一月一次的拍卖会 届时 江会表演一场完美的片局 以及后续的华丽乐章 当然 在此之前 他还要给舞台做一点小小的布置 从于随周药剂店离开 去买菜的路上 他顺手埋下了两枚电子 区区百万倍 不值一提 买了些青菜和肉 买了羊蝎子 家里有砂锅 正好可以做羊蝎子锅 边炖边吃 热气腾腾 美极了 他们三个都是药剂师 而且还是 新手药剂师 肯定不能喝酒 药剂师必须心鸣守稳 除非到了陪老头那种级别 还有了徒弟 没事喝一口 倒是没事 买菜回去的路上 高架桥有些堵 江阳歪着脑袋望了望 真是一动不动 好像是前面出了状况 没办法 等着吧 江阳也挺无奈的 想着打开窗户 抽根烟结解闷 就这么一转头 正好看向旁边一辆银灰色贵宾车后面 坐着一个女人 短发 容貌端利 嘴唇和鼻子仿佛雕刻的一般 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这个女人 江阳看了很多次 她的资料更是烂熟于心 宋真 一是宋问琪的孙女 第103章 开始行动 在看到宋真的那一刻 江阳就无比确定 她是宋问琪的血清 因为生物磁场告诉她 这个女人的生物磁场 与宋问琪极其相近 是相近 不是相似 在江阳知道 电磁力还有这样功能的时候 她想过 要不要开一个快速DNA检测机构 那不仅会非常赚钱 还能知道许多悔三观的故事 她的手放在车窗的升降舰上 心底的笑意 不受控制地蔓延到脸上 电磁力展开 笼罩着两车的范围 将宋真车上一切电子设备信息 全部复刻到自己的手机上 她记录了宋真的生物磁场 同时在宋真的心脏 留下了一枚电子 她除了可以慢慢控制 宋真的脑电波之外 还可以让宋真死于心脏骤停 死于脑溢血 死于器官衰竭 让她的血液失去活性 死于血液凝固 宋真会死得明明白白 但又无比诡异 她不知道 这算不算没有道德底线的偷窥和谋杀行为 但她无法抑制自己的行为 在她感知到那个 与宋问奇相近的生物磁场时 这一刻 她内心的潜藏的兽性 第一次发出低沉吼声 残忍嗜血 震耳欲聋 仇恨是一根深扎进心里的刺 它虽不能让心脏 直接停止跳动 但会发炎流浓 阻断血液流动 把人慢慢地折磨死 就像高架桥上堵塞的车流 他们很无奈 只能等待着前方的堵塞被疏通 而这一刻 车流动了 江阳点燃了烟 单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肘 煮在车窗上 手背撑着下巴 歪着脑袋 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开车进入另一个车道 消失在车流中 坐在车里的宋真似有所感 转头透过车窗 望向旁边的车流 略显茫然 虽然觉得 有种被窥视的感觉 但又一想到 自己因为爷爷的事 被猎魔人监控 也就没有多想 江阳回到药剂店 对周辰说了虎牙子 今晚过来吃饭 他准备了羊蝎子锅 中午不做饭了 出去随便对付一顿 周辰硬了声 临近中午 江阳准备招呼周辰 去那家面馆吃碗面 结果门口来了两辆车 还有一辆餐车 六个厨师从车上下来 一言不发的 就在餐车上忙活 周辰 这是怎么回事 江阳从摇椅上坐了起来 看着门外的餐车和厨师 不用想 一定是周大公子的手笔 周辰坐在工作台里 正在制作灵通药剂 头也没太多回答 中午不是要随便对付一顿吗 我就让他们来了 苏氏有几家餐厅 是我老妈的 厨师水平还行 江阳沉默片刻 算了 就这样吧 跟富二代同居 首先就是要习惯他们的日常生活 中午随便地吃了顿豪华大餐 味蕾得到满足的江阳 躺在门边的摇椅上 慢慢刷着手机里的信息 周辰依然在工作台里 不断制作灵通药剂 他充分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天赋不够 努力来凑 当然 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形容 菜就多练 老鼠胆汁五滴 月露草叶三片 血精十粉一克 龙鳞鱼的眼睛一个 一百毫升纯水 充分研磨 提唇 这时 躺在摇椅上刷手机的江阳 突然开口道 不够 周辰停下手上的提唇动作 抬头看江阳 阳哥 什么不够 研磨的时间 少了三秒 江阳依旧刷着手机 看也没看他 啊 少了三秒 周辰正愣了下 赶紧低头在水晶旧中 补了三秒 再进行提唇 而此刻 江阳却愣住了 这副场景 真的好熟悉 他微微一笑 放下手机 闭上眼睛 安安静静地享受 午后的阳光 晚上 虎牙子骑着小电动车 来了药剂店 带来了个 打着蝴蝶结的大�榴莲 坐上门里 就在一楼 江阳支起羊蝎子锅 外加几盘青菜 和手切羊肉 师兄弟三个大吃一顿 虽然不是一个师父 也不是同一个师门 但要寄师们 十分团结 互称师兄弟 老一辈的要寄师 除了要教徒弟要寄学之外 还教修炼 教做人 教道理 带着结交人脉 尽量给徒弟铺路 也正因为这样 要寄师收徒 守中人品 毕竟谁也不想费尽 心力交出的徒弟 是个白眼狼 甚至 用要寄学 去做坏事 丢进师门的脸 虎牙子原本叫孙琪 后来长了两颗小虎牙 他老爹立牌众义 给他改名孙虎 小名虎牙子 江师殿 在我认识的年轻一辈要寄师里 要论要寄学天赋 除了徐师姐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虎牙子的眼里 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江阳还没说什么 怕大 周曾 把啃完的阳蝎子骨头 扔在桌子上 抽出纸巾擦嘴 又擦擦手 轻哼了声 道 虎牙师兄 别闹了 徐师姐 是金师博养大的 从小就接触要寄学 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要字 杨哥 才学习多长时间 徐师姐和杨哥相比 天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虎牙子眨眨眼和解了会儿 憨笑道 也是哈 说说笑笑 这顿饭吃到了十一点多 虎牙子骑着小电驴离开了 江阳和周曾收拾完 残羹剩菜 洗漱之后 各自回房 周曾继续卷 等待着金子发光 震惊世界的那一刻 江阳则换好了衣服 打开窗户 从三楼一跃而下 凌晨1点27分 华郎臣府 A09栋别墅 江阳身穿黑色正装 外套黑色长风衣 站在别墅空中花园 遮阳伞下方的阴影里 他这么穿 并不是因为 他有什么特殊癖好 而是他左肋下的枪袋里 放着林子手枪 腰间两侧的刀套里 放着两柄乌黑匕首 长风衣是为了遮挡武器 他如同暗影中的鬼魅 走出遮阳伞的阴影 电磁力 倾泻到整个别墅 楼下的庸人 和正在房间里 看书的颂真 同时晕倒 推开空中花园 通往别墅的门 走了进去 第104章 一部分真相 江阳沿着楼梯向下走 抬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 突然 他停了下来 低头看着楼梯扶手上的花纹 发现花纹是金丝镶嵌的 而且是非常繁复的花纹 从一楼到三楼 这得多少钱啊 并且墙上挂着的画作 也都是价值不菲的名作 江阳内心感叹 来到二楼 走在通往 宋真房间的走廊里 右手打了个响指 两道电磁立场 瞬间扩散出去 笼罩了整个别墅 推开门 是套房的客厅 宋真躺在沙发上昏迷着 怀里 还抱着一本书 江阳过去 拿起那本书 影响世界的伟大女性 书的非夜 写着两行字 圣诞礼物 滑稽的笑脸贴纸 爷爷希望你将来 也会成为书中 那样伟大的女性 之前有多么美好 现在就有多么可笑 美好的祝愿 都变成了讽刺 江阳看着宋真讥讽地笑了笑 这位伟大的女性 你的圣诞老人爷爷 抛弃你了吗 江阳走到沙发后 翻开这本书 右手拿着 慢慢阅读了起来 左手伸出 手心冲下 对着宋真的脑袋 垫胡子她掌心落下 刺入宋真额头 宋真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出现颤抖 真思睡群的裙摆滑落 露出修长白节的大腿 邱 伟大的先驱者 祝一 克莱尔 萨姆芬斯 荷伦斯国最伟大的女将军 军事家 政治家 改革家 27岁任 荷伦斯国司法执政官 童年末 家任军事大臣 33岁 指挥两个军团 31000人 与埃尔堡4万军队 在巴尔色谷大战 大胜 立则 麦德纳 理论解释和裂变第一人 奠定原子能等基础 诸二 宋真身体的颤抖 渐渐停止了 相比于之前 直接读取女杀手记忆的手段 江阳这次 温柔了很多 毕竟宋真还有用 江阳屏蔽了宋真许多 不重要的记忆片段 比如他儿时的快乐 少女时期的情斗初开 喜欢高中的男童桌 成年之后的家庭不幸 以及他混乱不堪的情史 在他的记忆中 他一直知道 爷爷就是宋问奇 成年之后 接手了他父亲留下的一家广告公司 明面上是正经企业 背地里却是 研制磷子诱发器的实验室 而磷子诱发器的主要作用 是集中方圆10公里内的磷子 然后 在设定的时间里 集中爆发出来 在空间裂缝降临频繁的地方 能够以此打开空间裂缝 但用磷子诱发器 打开的空间裂缝并不稳定 产生的磷子潮汐 会发生乱流现象 需要能够同时稳定住 多个磷子潮汐的力量 供以稳定吸收 半年前 磷子诱发器终于研制成功 同时 宋问奇利用直拳 把名神雾蛇的双眸 从总背部调走 如果这件封印物 直接调去滨海 会引起其他人重视 所以 调给了滨海临城的 江城裂缝队队长庞方树 宋问奇用磷子诱发器 打开滨海的空间裂缝 在磷子诱发器运行的过程中 裂缝队和城防军 同时检测到磷子变换 知道了空间裂缝即将开启 所以 通知了荣城和江城的裂缝队 与滨海裂缝队 同时进入空间裂缝 同时 宋问奇让陈宗灵拿着 封印物序列时期 灵体还 预备篡改了记忆 手持 封印物序列时 契约眼球的八脸赵鹤鲁 两人合作 进入空间裂缝 放出多重烟雾弹 最后的目的是 以遇袭和叛徒的方式 合理地让 名神雾蛇的双眸 来到他的手中 契约眼球被江阳和裴老头得到 是宋问奇 没有计算江阳这个变量 但最后 也以置换的方式拿了回来 不料养孙有了异心 只能杀了他 暂时存放在敏洛岩的别墅内 礼经那晚过去 就是拿走契约眼球的 恰好碰到了江阳和裴老头 大战一场 因为江阳报警而告终 契约眼球被送回了总被部 原来是这样 江阳没想到 他竟在在宋真的记忆里 发现了整个事件的一部分真相 他一直在想 为什么宋问奇能确定12个空间裂缝 同时开启的时间 供他吸收磷子潮汐 原来是因为有磷子诱发器的存在 随后 宋问奇逃走 不见了踪迹 他和关义药都被裂魔队监控了起来 今天上午他秘密去见了关义药 达成了以自己为诱饵 利用东南战区总被部 杀死那些人的合作计划 在回来的路上 高架桥上 自己遇到了他 这一刻 江阳的身体 因为过于激动而有所颤抖 几乎无法控制脸上的笑容 他收回影响宋真脑电波的电磁波 把那本书放回到他的怀里 轻轻拉上掉落的真丝裙摆 双手撑在沙发背上 弯腰浮身 望着这个熟睡的女人 他看着宋真 慢慢地 他的脑袋向右歪斜 与宋真的睡姿平行 他的嘴角微微扬起 眯着眼睛 无声地笑了起来 眼眸中闪过诡异的光 那就让我们好好合作吧 宋小姐 正好要用欺骗药剂来做一场戏 通过宋真和观义药 把药剂的事情 以他们的渠道散播出去 让这件事更具有真实性 作为曾经的同伴 楚思存的怀疑 应该会打消很多 江阳离开了宋真的豪华别墅 出了别墅区 沿着湖边漫步 思考接下来的事情 突然 啊 一道拖着尾音的啊 在江阳耳边乍响 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 他停下脚步 身体僵在了原地 慢慢转动脑袋 看向人工湖方向 湖边忽然的小狮子上 不知何时蹲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 那双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正好奇地打量着江阳 两人的距离很近 但江阳就是没有发现他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 但江阳惊奇地发现 这次与之前那次不同 这次自己的灵力和电磁力 并没有消失 啊 少年身体前倾 鼻尖耸动 用力嗅了嗅 江阳侧着脸 心中发苦 这咋就盯上我了呢 难道是因为 上次自己这道饭后甜品跑了 他闻着味儿追来了 真特娘的倒霉 咋就成甜品了呢 电子对撞场 嗖 江阳顺移到三十米外 自从他晋升灵通镜 随着灵力的魂后 电子对撞场的距离 也有所增加 江阳刚落地 想要再次使用电子对撞场 就发现那个少年 已经站在自己面前 拱着身子 养着脑袋 呆愣愣地看着自己 脸上还露出傻呆呆的笑容 不是 哥妈 你空间跳跃啊 第105章 评口太小 江阳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吃人的少年 能跟上自己电子对撞场的速度 但他现在没有时间 来思考这个事情 他必须逃走 不然会从饭后甜点 变成正餐 毕竟 自己长得还挺高大的 在与少年眼神交汇的那一刻前 他再次用电子对撞场 闪烁到三十米外 他不敢停留 只能不断使用电子对撞 让自己快速短距离移动 夜晚的湖边小树林里 不断有光芒闪烁 三十几次对撞之后 江阳的体力到达了极限 林立也接近枯竭 砰的一声 他横飞出去 砸断一棵手腕粗细的小树 滚了两圈之后 停在了少年脚下 啊 少年那拖着尾音的阿声 像是在说 你怎么不跑了 快跑呀 江阳第一次感到绝望 那是一种面对宋问琪 都不曾有过的无力感 这个少年能秒杀林寂静无者 仅这一条 江阳就没有任何办法 他躺在地上 双眼无神地望着漆黑的夜空 少年蹲在他身边 像条小狗一样 耸动着鼻尖 嗅嗅江阳的胸口 嗅嗅江阳的脑袋 色香味 第一次见面 看了自己 等于欣赏了菜品 第二次见面 闻了自己 等于鉴定了香味 所以 你能等第三次见面 再品尝味道吗 少年咧开嘴角 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满口尖锐的牙齿 能够轻易咬断坚硬的骨头 这是江阳亲眼见过的 当时他在吃那个 灵迹静无者的时候 嘴里咀嚼着嘎吱嘎吱的 少年凑近江阳 伸出舌头 江阳用最后的灵力 在自己身体里 凝聚了三枚叠加百万倍的灵子 只要这个少年咬自己一口 那这三枚垫子 将会在他的嘴里炸开 尼玛的 我倒看看 你的嘴有多硬 少年凑到江阳脑袋旁边 伸出舌头 轻轻舔了下江阳的脸颊 草 是可吃 不可辱 我炸死你个吃人的死变态 江阳兄口罩鼓起来 一股炽烈的白光急欲迸发 而就在这时 少年突然直起身体 不理会江阳望向远处天边 苏氏的半片天空 都被一抹浅红色笼罩了 所有城市折射的光运 都被染成了红色 并且那浅红色 正快速向着这个方向蔓延 而在这个铺满半边天空的红光之下 一位穿着红裙 身姿高挑的女人 高跟鞋踩在虚空之中 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呜 江阳身旁的少年 慢慢站起身 弓着身体 双臂弯曲 五指成爪状 从喉咙里 发出不像人类的威吓嘀吼 他双眼迅速爬满血丝 刺着尖牙 仿佛一条 摆出战斗姿态的野兽 下一刻 就要冲出去 将敌人撕碎 浅红色迅速 将整片天空扑满 而且 慢慢转为鲜红 江阳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庞大的 近乎无敌的灵力压迫 他看到了天空中 一步步走来的女人 是那个总背部的灵神镜 她的红裙子 是一件序列很高的封印物 这女人 都是人未到 封印物 先到吗 滨海那次是 青梅别院那次也是 还有这次 都是人还没到 天边先升起浅红色霞光 啊 少年对着覆盖天空的 鲜红霞光怒吼一声 随后 低头看看江阳 眼神中似乎有不舍 但没办法 他不是古思琳的对手 不能被抓住 只能逃跑 少年跑了 江阳深深松了口气 战鼓的胸膛 渐渐放松下来 紧跟着 古思琳出现在江阳身旁 右手放在侧腰间 站姿随意 居高临下地看着江阳 嗓音魅惑 带着笑一道 似乎我们每次见面 你都是躺在我的裙摆下面 随后 他对着江阳挑了挑 好看的眉毛 问道 姐姐的裙摆 有三层哦 要不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啊 你敢先看 我就敢看 江阳心中 不经负匪 随即挪开目光 咧嘴酣笑道 不敢不敢 我哪敢有这个胆子 哦 古思琳浅笑着蹲了下来 伸出食指 按在江阳的心口 笑容明媚地再次问道 真不想 姐姐只给你一次机会哦 哼 真不看 机会虽然只有一次 但命也只有一条 我留着命还有用 等哪天 我想不开了 一定去找古小姐 古思琳愣了下 感觉很好笑 不过也没多在意 抬手稍微扯开 一点锁骨下的墨胸 从里面拿出一个 小巧的玻璃瓶 江阳瞪大眼睛 这个画面 只在电视电影动漫里看到过 没想到今天竟然能亲眼看到 这么 什么 古思琳 把那个小巧的玻璃瓶 放在江阳胸口上 对着江阳挑逗似的 挑了下眉 姐姐允许你用瓶子做坏事哦 呃 瓶口太小 古思琳愣了愣 从来都只有 他调戏别人的份 哪有人敢调戏回来 不想活了 江阳沉默了 完蛋 没忍住 嘴见了 一躺一蹲的两人沉默着 古思琳什么都没说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江阳节后余生的长长 吐了口气 一晚上经历 两次生死劫难 太难了 他拿起那个小巧的玻璃瓶 从地上坐起来 看着瓶中 只有一点点的晶莹液体 这就是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过了今晚 距离拍卖会 就只有三天了 刘师叔说 明天下午 临街易寿的完整脑膜就会送到 虎牙子吃饭的时候说 于师叔已经联系那位老朋友了 那位老朋友 在听到游有一种药剂 能让他恢复 断支三十分钟 立刻就答应了 并且已经在来滨海的路上 估计明天就到 万事俱备 只差拍卖会 他从地上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上了大道 打车回了药剂店 这次的演员 不仅有自己这些人 还多了宋真和关义药 宋真的思维行动 已经被自己用电磁波控制 由他影响关义药 再由关义药 把药剂的事情 在不经意间散播出去 关义药本身就是残疾人 由他散播消息 并静拍下来 这样 药剂怎么来到苏氏 就有了理由 关义药买了药剂 药剂自然要送到苏氏 给到他手上 这也解决了 自己编出来 药剂出现在苏氏的理由 自己就在苏氏 恐怕楚思存 和莫里莫斯会多疑 不敢来 但有了关义药 这个理由就有了 并且非常合理 而且 关义药花钱买江阳的药剂 自己还能借机大赚一笔 一举多得 第106章 我想起一件事 回到药剂店 江阳坐在书桌前 脱下黑色长风衣 挂在衣架上 把肋间的 林子手枪和腰间的 乌黑匕首 放在桌子上 他松了松衣领 解开扣子 坐在书桌前 拉开抽屉 拿出一块布 慢悠悠地擦着匕首 然后 又仔细地擦了擦 林子手枪 做完这些之后 又从抽屉里 拿出苏氏地图 上面密密麻麻 标记着133个地点 江阳拿起红色标记笔 划掉其中39个标记点 又看了会儿 苏氏地图 把地图 林子手枪 乌黑匕首 都放进抽屉里 江阳没什么表情地站起身 来到窗边 掏掏口袋 拿出半包烟 抽出一支 咬在嘴边 摸摸口袋 没有打火机 于是他伸出手指 只见蹦射电弧 点燃了香烟 呼 一股浓重的烟雾 飘向窗外 飞向天空 与戎罩月亮的薄雾融合 师父 这是我为你复仇的第一步 远处建筑中 坐在阴影里的猎魔人 远远看着 站在窗口抽烟的 那个年轻人 心中没来由泛起一丝酸楚 他了解江阳的故事 知道裴大师的贡献 既钦佩又羡慕 他钦佩的是裴大师 无谓大义 羡慕的是江阳 他竟然有这样好的师父 他不知道江阳 去送真的别墅干什么 他也不想知道 这不是他的任务 当然 如果江阳 能干掉那个女人 就再好不过了 他在很多时候 都对江阳的某些行为 选择了无视 包括江阳去了某些特定的地点 而且都在原地 没有缘由地 驻足十几分钟 这很古怪 在结合滨海传来的战斗分析 以及江阳有着 某种不同于武者的奇异能力 不难发现 江阳一定在布置着什么 但这关自己什么事 就算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高层也责怪不到自己 毕竟 自己的任务是保护 不是监视 随着时间推移 月光一动 那位没有名字的猎魔人 抱着战刀 往阴影里缩了缩 抬眼看了看月亮 随即转移目光 看向那栋三层小楼 又是静默无声的一夜 天边第一缕阳光刺破红云 落向人间 华郎尘府 A09栋豪华别墅 宋真缓缓 从沙发上醒来 嗓音慵懒地发出轻银声 怀中那本疏落在了地上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昨晚好像很累 不知不觉间 睡在了沙发上 他抬手揉揉脑袋 眼神茫然地环顾了一圈 站起身 正愣了片刻 脑海中 好像莫名其妙 多了一些记忆 但又好像不是多的 而是本来就应该有的记忆 这让他的思绪有些混乱 也许最近压力太大 精神意识都开始模糊了 这些该死的叛徒 宋真轻开了口气 低头看着那本 影响世界的伟大女性 脚掌横挪 直接把树踢了出去 然后 他走进浴室 你昨晚几点睡的 忘记了 迷迷糊糊的 现在脑袋还疼呢 我也是 我今早醒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是跪在床边 上半身趴在床上的 别想了 宋小姐最近脸色难看得很 搞得咱们都心惊胆战的 也是 可别惹他不高兴 这时 宋真出现在旋转楼梯上 来到餐厅坐下 洗澡之后 整个人似乎清醒了一点 但脑袋还有些模糊 他看向厨房的厨师和住家阿姨 问道 昨晚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吗 两位阿姨迅速交换眼神 同时摇头 其中一人道 没有 忙完之后 就回去睡了 另一人也附和道 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宋真带着疑惑的点点头 简单吃过早餐之后 司机送他去了公司 坐在办公室 单手扶额 沉默了许久 突然 他抬起头来 像是想起了什么 拿起手机 拨通关义药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喂 宋小姐 关义药 我想起一件事 关义药明显地沉默了下 随即略有些凝重 嗓音低沉地问道 什么事 我想起一件事 三天后的拍卖会上 会有一个能让断枝重生的药剂 进行拍卖 药剂的名字叫 新生 什么 怎么可能 关义药先是难以置信地表示怀疑 随后又自说自话般地呢喃道 怎么不可能 药剂学博大精深 世间药剂千奇百怪 死而复生 都意味可知 更何况断枝重生 宋小姐 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宋真微微皱了皱眉 似乎是在挣扎着回忆 具体我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在滨海事件之前 那个人来取灵子又发气的时候 告诉我的 那个人自然是指宋问琪 宋问琪告诉宋真的 难道宋问琪是为了计划失败而准备的救命药剂 关义药这般想着 他不怀疑这个见识的真实性 而是怀疑宋真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自己 宋小姐 你告诉我这件事 有什么条件 宋真奄然一笑 道 没什么条件 我只是希望我的盟友更强大一些 免得逃跑的时候 只能用手转动轮椅 那很滑稽 很可笑 关义药直接挂断了电话 上午十点二十分 于随周打电话来说 他的那位老朋友已经到了 江阳让周曾看店 他赶紧去看看模特先生 很快 他赶到药剂店 虎牙子带他去了后院正屋 刚进门就看到一个小伙子 站在客厅边 沙发区的茶桌两侧 各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头 于是说 于随周回头看着进门的两人 顿时爽朗笑道 大侄子来了 快过来 师叔给你介绍一位大人物 那位老人约莫八十多岁 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听到这句大人物 跟着呵呵笑了两声 什么大人物 双手残废的老废人罢了 说完 他看向江阳 友善地笑了笑 然而 下一刻 令人意外地说道 小伙子 我看你的状态 好像不是很好 江阳愣了下 然后微笑道 最近睡眠不是很充足 老人点点头 这很正常 心里压着是 不解决干净 怎么也睡不安稳 江阳微微一笑 没有接话 走上镜前 微微躬身 谦虚有礼道 前辈您好 我叫江阳 是一名药剂师 第107章 我是药剂师 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老人注视着眼前 这位年轻的药剂大师 缓缓抬起自己的双臂 站在一旁的小伙子 赶紧上前 拉开老人的衣袖 又拉开老人的裤腿 江阳这才看清楚 老人的四肢 从膝关节处断掉 伤口处还搭拉着 已经长好了的皮肉 江大师 我对你的药剂满怀期待 即使效果只有半个小时 老人平静地说道 但任谁都听得出来 他的内心并不似 他言语这般平静 他无比渴 自己能从轮椅上站起来 走到房间外 张开双臂拥抱阳光 享受哪怕 只有30分钟的身体自由 江阳神色认真的点点头 随后缓和了神色 露出微笑道 那一定是美好 自由的半个小时 于随周看着老人 下意识地捶了捶自己的左膝盖 笑道 大侄子都还没给你介绍呢 你们就聊上了 你面前这位 可是西部和西北战区 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华豪兵将军 林玉静 华将军 江阳有礼地喊了声 华豪兵苦涩笑了笑 没在自己身份上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那个小伙子 介绍道 这是我家老三的儿子 华晨 今年23 刚刚晋升林玉静 虽然比不上天之骄子 但我对他却是非常满意 华晨赶忙往前走了一步 先是挺着腰背 环视了众人一圈 然后 微微躬身 彬彬有礼道 于大师 江大师 孙大哥 江阳现在是 他们这一门的传承人 跟于随周并称大师 完全没问题 虎牙子不是顶门的药剂师 自然不能称之为大师 华晨这么说 完全没问题 之后 江阳把欺骗药剂的功效 详细地给华豪兵说了一遍 华豪兵没什么表情变化地听完 说道 也就是说 这个药剂 就是自己骗自己 我长出来的肢体 其血肉和骨头 都是我身体其他地方 血肉和骨头补充出来的 对 就是这样 江阳点点头 华豪兵想了想 说道 那我在喝下药剂的时候 欺骗自己成就五神境 武者到达无量境之后 身体超脱凡人 肢体不就可以真的长出来了 刹那间 所有人都眼神炽热地看着江阳 江阳 暗暗翻了个白眼 你们还真特么敢想 要是有这功效 我特么早喝了 我自己去单挑送问奇不好吗 还在这磨几个屁啊 他无奈道 我这是欺骗药剂 不是许愿药剂 我是药剂师 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鬼知道开发出欺骗药剂的人 到底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 欺骗自己的意志和身体 当然 你们也可以理解 为许愿 简单来说 喝下这瓶药剂 就相当于你们 在自己本身的极限范围内许了个月 记住 这个范围是你们自身和意志的极限 不是这个世界的极限 江阳无奈地拍了拍脑袋 真费劲 要是有这好事 别说自己了 宋问奇早就喝 欺骗药剂 还用得着谋划八十年 其中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产物 如果变成了许愿药剂 那就不是一两条 黑色产业链的事了 而是普通人 将会变成舞者的材料 众人 发出一阵遗憾叹息 江阳无语了 交代了一些事情后 就离开了 他要回店里等材料 另一边 得到 新生 消息的官医药 兴奋不已 坐在书房里 用力捶打着残废的双腿 他也无比渴望着 重新站起来 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现在 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怎么能不激动 不兴奋 他对那个叫做 新生的药剂势在必得 平复了情绪之后 官医药按下办公桌上的电话 说道 给我把所有资金准备好 近期一切事关资金的业务 全部暂停 这样的药剂 在拍卖行上进行拍卖 金额必定不会小 他要万无一失 必须拿到药剂 官医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腿 心中不禁在想 如果 如果能重新站起来 报不报仇 也没什么关系 就算在猎魔队的监视下生活 我也是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活着 而不是一个上厕所 都需要他人 抱到马桶上的残废 新生 药剂的消息 让官医药心里燃烧着的 复仇之火 削减不少 至少他还有钱 还有家人 报不报仇 自己也变成了正常人 能够好好活着 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宋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当然 他也没办法 去想这些事 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思想 就算知道 有这个神奇的药剂 他也不会告诉官医药 或者 他会自己买下来 在某个关键时刻 用来拿捏官医药 以取得巨大收益 也说不定 对他们来说 盟友 就是用来背叛的 江阳回到药剂店 就一直躺在摇椅上 他要把灵力 电磁力 还有精力 都恢复到最佳状态 欺骗药剂 他只做过一次 虽然动了些手脚 但他已经知道了 材料间的磷子变化 以及每种材料的调和状态 现在他近身灵通镜 灵感也随之增强 完美制作一份 欺骗药剂 没有问题 但他不敢大意 因为那份第23个人格的 真心眼泪很贵 特别贵 是用一个 守护序列 身上的材料 换取的 他可不敢随意对待 但只要计划事事顺利 这都是值得的 自己是要济湿 药剂密测 后几页 有不少离谱的药剂 或许 未来在某些机会中 还可以换到 守护序列 身上的材料 也说不定 这是师傅留给自己 最重要的财富 下午十分 拍卖行买的材料 送到了 将近三点 临界易受的完整脑膜 被一辆装甲车 送了过来 周岑看着驾驶 不用想都知道 江阳要做什么 不得了的药剂 纠结了片刻 搓搓手 凑到江阳身边 卑微的小声问道 杨哥 你制作药剂的时候 我能远远地看着吗 你放心 我不近距离看材料 不被药方 就想长长见识 江阳想也没想地点点头 看呗 凑近看也没问题 不过 无论你看到什么 都不许发出声音 周岑 立刻惊喜地跳了起来 杨哥你放心 就算天塌下来 砸我身上 我也绝不会坑一声 第108章 就像窜天猴一样 晚上 江阳和周岑吃完了饭 坐在一楼休息 事实上 两人都没有休息的心思 江阳在脑海中 不断一遍遍重复制作 欺骗药剂的步骤 以及材料之间的变化 周岑则是兴奋地坐立不得 他想快点 看到江阳制作那个 连自己师父都不会的药剂 但又怕自己 这颗脆弱的小心灵 再次被虐到 无法止痛 时间来到了7点15分 江阳从摇椅上站起身 关上电门 来到工作台坐好 逐一拿出材料 周岑站在墙边 不敢动 甚至连呼吸的频率 都降低了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热爱要继续 江阳深吸口气 调整好心绪之后 调动灵力 灌注到左眼之中 顿时 他的左眼 散发出灵力的微光 一条条灵力细线 自眼球深处 蔓延出来 每条灵力细线之间 都闪烁着灵子 被隔开的星河 周岑瞪大眼睛 看着江阳的眼睛 抬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响 电子眼不对 灵子眼也不对 手电筒 江阳没注意周岑的变化 他把全部的精力 都投注到制作药剂上面去了 污染金石粉两克 加入致幻藤液五片 充分研磨后 加入金手花两朵 研磨至淡金色 放入全黑之地的阳光草 研磨成绪状 放入两条扁虫 和灵界易兽的完整脑膜 研磨至出现细密泡沫的粘稠状 再加入滑豪冰的十滴血液 等待两秒 在第三秒时 加入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充分调和至淡金红色 倒入150毫升酒精 静至四分半钟 江阳看着水晶旧中的淡金红色液体 心中没数着时间 终于在第四分三十秒之时 他将水晶旧中的淡金红色液体 倒进了提唇器中 直至液体变成纯白色 整个过程除了江阳 制作药剂时发出的一点声音 其余没有任何声响 在提唇器中的液体变成纯白之后 江阳立刻取出 倒进事先准备好的药剂瓶中 盖上瓶色 放在工作台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药剂的变化 最后 药剂瓶中的液体慢慢稳定下来 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 江阳才咽了咽唾沫 常吐出一口浊气 而一旁的周辰已经看傻了 他从放入全黑之地的阳光草 那个步骤开始 就已经全猛了 根本看不懂怎么回事 他也感知不到任何材料上的磷子变化 周辰 干嘛呢 可以呼吸了 呜 周辰回过神来 看向江阳 这才发现 自己一直捂着口鼻 整个人都以一种 提气贴强的状态 站立着 周辰双手撑着膝盖 大口喘着粗气 江阳看怪物一样 看着周辰 从自己制作药剂开始 一共用了21分49秒 周辰憋气多长时间 他从什么时候 开始憋气的 我尼玛哟 这是个人才啊 不仅跑得快 有钱 还能长时间憋气 真是除了药剂学 干啥 都是一把好手啊 周辰老弟 实在不行咱不在药剂 学界混了 夸夸见 然后 你就会发现 你天下无敌 江阳收起 欺骗药剂 周辰跑去冰箱 取出一瓶矿泉水 喝完之后 不过瘾 又拿出一大罐牛奶 蹲蹲蹲灌了一大半 周辰 牛奶上一点给我 啊 我都对嘴喝了 杨哥 你要喝的话 我这就出去买 不用 剩一小口就行 哦 给你 周辰把牛奶递给江阳 江阳接过之后 从裤兜里 拿出一个药剂瓶 往瓶里 倒了小半瓶牛奶 又滴了几滴唇水 摇一摇 晃一晃 感觉跟欺骗药剂 不太像 周辰看出来了 他想了想 说道 牛奶可能不太行 江阳问道 你有什么好办法 周辰眼睛一亮 油漆怎么样 江阳当即顿悟 走 出去吃烤串 顺便买油漆 于隋州药剂店 所有人都围着工作台 浮身弯腰 盯着一个装着白色液体的药剂瓶猛看 于隋州率先问道 大侄子 这就是欺骗药剂 是的 江阳点点头 心中却有点不敢肯定 欺骗药剂 油漆 自己分开放的 应该没有搞混吧 药方卖吗 于隋州带着期盼的眼神 看着江阳 师叔 您就多余问 你考虑考虑 价格随你看 反正现在你当家 卖两个药方 就当造福药剂姐了 师叔 听说您也有几个压箱底的药方 要不然 咱俩交换一下 嘿嘿 这孩子 师叔逗你玩呢 他们叔侄俩逗闷子 可急坏了一旁的华豪兵 你们别聊了 快开始吧 好 开始 众人拿着欺骗药剂 去了后院的东厢房 这里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录影棚 中间放着一张床 周围三台摄像机同时开机 华晨把他爷爷放到床上 露出断了的四肢 从江阳手中接过 欺骗药剂 深深地看了江阳一眼 江阳郑重道 华大哥 你给你爷爷喝之前 先闻闻有没有其他味道 好不容易调整好情绪的华晨 顿时一正 江大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 没事 应该不能搞混 没事 没事 去吧 华晨被这么一敷衍 心里顿时没了底 站在原地有些犹豫 小晨 别傻愣着了 快过来 华豪冰忍不住出言催促 好 华晨走了过去 江阳来到一台摄像机后 示意周层和虎牙子开始录像 在摄像头前 华晨打开瓶塞 闻了闻 除了一股清香之外 没什么其他古怪的味道 于是把欺骗药剂 凑到华豪冰的嘴边 华豪冰早已经等不及了 抬头直接咬住瓶口 阳口惯了下去 同时心中默默对自己说 我很健全 我很健全 时间慢慢过去 所有人都看着华豪冰的变化 就在除了江阳之外 所有人都产生怀疑的时候 床上的华豪冰突然闷哼一声 所有人一惊 紧接着出现了挑战他们认知的景象 只见华豪冰四肢慢慢鼓动 血管和筋肉暴突起来 他的四肢开始拉长 慢慢形成手和脚 他们看着这一幕呆愣在原地 娜娜说不出话来 江阳则认真的看着摄像机 他关心的是 这一幕有没有被录下来 这时 华豪冰突然颠狂地大笑起来 毫无征兆地从床上飞起 紧握着双拳 双脚用力猛踏床铺 碰 床塌了 紧跟着 华豪冰拔地而起 像窜天猴一样 原地起飞 直接撞碎于隋州家东乡房的屋顶 窜了出去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华晨最先反应过来 抹了抹眼泪 哽咽着说道 这床 这房子 我赔 第109章 飓风一样 新纪力3267年10月13日 上午9点 距离拍卖会开始 还有两天时间 而就在一分钟之前 拍卖行里 一位ID名为萌芽的会员 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一位四肢全部断了的老人 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简易小床上 视频中又出现一人 他手里 拿着一个装有白色液体的药剂瓶 喂给了老人 视频截止到目前为止 都很正常 因为拍卖会在开启前夕 不乏有人 会为自己即将要拍卖的物品做宣传 上传一些药剂 或者材料的视频 而接下来 视频里的内容 将让所有关注拍卖行的舞者 和药剂师疯狂 只见那位老人断了的四肢 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慢慢长了出去 就像六角熔猿 在经过处理的加速视频中 长出了新的肢体一样 那位老人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大笑着踩他的床铺 然后撞碎屋顶 一跃而飞 视频播放完毕 虽然 视频中的老人 和另一个人的脸 做了模糊处理 但那瓶药剂所呈现出的效果 绝对是真实的 因为拍卖行是全球国家 共同合作搭建的公平交易平台 上面的物品 绝不可能造假 效果当然是真的 但拍卖行也没问 这个效果的持续时间啊 江阳利用了这个漏洞 你就说 有没有效果吧 之后 他想到 要不要调配出一瓶剧毒的药剂 最后 不管谁喝了药剂 绝对够他瘦的 奈何他跟鱼隋舟实验了大半天 效果都达不到预期 最后只能乱七八糟地 弄了点废掉的药液 对上了白油漆 于隋舟对江阳的想法 表示了震惊和不解 他从未想过 药剂还能做成毒药 在他从小跟着师父学习 所接受的思想 一直到现在 药剂都是用来帮助他人的 从没有过做成毒药的想法 江阳沉默了 对对对 你们都是好人 都清高 就我一个内心龌龊 思想不断 我给药剂姐丢人了 总之 这条视频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种叫做 能够让灵域进武者 以下断之重生 名为 新生的药剂 如同飓风一般 席卷了全世界 半山腰豪华别墅内 关一要双手抓着电脑 眼睛死死盯着那个 从发布开始 他就一直看着视频 死死盯着那个床上老头 手脚慢慢长出来的过程 他无比的兴奋 无比的疯狂 他知道自己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买下药剂为止 他都无法安静地入眠了 钱 准备更多的钱 我要买下这瓶药剂 快 快去准备钱 他对着他的家人 对着助理 像个疯子一样大吼 法国 梧桐市西区 红叶街区一栋房屋内 莫里莫斯坐在木制椅子上 他身上被 灵体还 轻蚀的黑斑 正一点点消耗着他的生命 蚕食他的血肉和骨头 大半边脸已经全黑了的他 看着面前笔记本电脑里的视频 反复地看了几遍之后 先是沉默着 随后 嗓音低沉地笑了起来 新生 这个名字真的很贴切 不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获得新生 他低下脑袋 看着自己 几乎覆盖了全身的黑斑 他不知道 这个名为 新生的药剂 能不能治疗自己 这被 封印物 副作用侵蚀的身体 但只要有生的机会 他就不想放过 对了 那位楚思存先生 也没了左肩和左臂 他是否会参与竞争呢 坐在椅子上的他 挪动了下身体 随后 又陷入了沉寂当中 华夏西南战区 一个名为 布斯的小城 楚思存穿着宽松大衣 行走在街道上 街边有发送传单的人 递过来一张超市促销的传单 楚思存身处 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手 笑着接过来 抬头看了眼 不远处的超市 继续前行 大约十几分钟后 他来到一个小区 进入小区 回了家 进入家门后 他把那张传单 放在鞋柜上 来到客厅 脱下宽松大衣 挂在衣架上 然后 摘下手套 但手套下面空空荡荡 紧跟着 左边衣袖 连同左肩膀 也搭拉了下去 踏现了很大一部分 他坐在沙发上 用灵力支撑一条手臂 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手臂 最重要的是 他缺少了一部分身体 全身经络就有了缺陷 他的灵力 无法形成完整的循环 此后一生 将再无法晋升 甚至 气海雪山会慢慢枯竭 灵力一散 境界会出现跌落的情况 如果那时 江阳来寻仇的话 就只有等死这一条路可走 从上一次暗杀的情况来看 江阳的成长潜力 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有很多其他因素 导致暗杀失败 但不可争议的是 江阳切切实实杀死了 两个灵源镜 两个灵运镜舞者 这让他彻夜难眠 茶几上的电脑中 还在不断播放着 那个断肢重生的视频 视频刚发布几分钟 他就看到了 他震撼不已 兴奋到难以自持 为了冷却这种心情 他情绪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他选择了出门 平复心情后 再回来 还有两天 这个新生药剂 一定要买下 不过 这个神秘卖家 好像只接受钱 不接受以物品 增加近拍筹码 钱 需要多少 钱 自己虽然有很多 但在全球近拍的情况下 一定是不够的 只对淋浴镜以下有效果 也就是说 很大概率上 买下这瓶药剂的人 实力不高 但很有钱 或许 自己可以通过渠道 了解到这瓶药剂最后的去向 然后 抢过来 楚思存或许从没想过 要付出较大代价 买下这瓶药剂 花点钱得知药剂去向 然后去抢 似乎更具有性价比 苏氏 江阳从于隋州那里 先借来了一些材料 坐在工作台后 不紧不慢地制作订单上的药剂 周曾坐在凳子上 还沉浸在 欺骗药剂的效果当中 他在空间裂缝中 看到过八脸扣盐子 但那也是慌乱之中 匆匆一瞥 没有近距离观看来的震撼 他看向江阳 开口道 阳哥 嗯 江阳头也没抬得硬了声 药剂学真是博大精深啊 是吧 嗯 第110章 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胸前气海雪山释放灵力 运转灵力 蔓延周身经络 蕴养血肉骨骼 走遍周身 循环往复 在于气海雪山之中 凝聚灵源 在灵源凝聚成功的那一刻 便正式晋升灵源镜 江阳坐在床边的地毯上 学习了一个半小时 电磁力学后 他开始修炼灵力 拥有电磁力的他 在灵通镜晋升灵运镜这一步 有着极高的优势 他的电磁力 可以帮助灵力 快速疏通周身经络 刺激身体细胞 加速灵力 蕴养全身 形成气海雪山 与身体各处的循环 之前他就在日记里写到过 气海雪山 就是舞者的另一颗心脏 灵力是血液 心脏是先天器官 通过血管 把血液送到身体各处 但气海雪山是后天修炼 想要把灵力像血液那样 在身体里形成循环 就需要主动去推 这个过程就好比在血管的基础上 再形成一条灵力脉络 在这个过程中 灵力不能阻碍和冲击身体其他脉络 灵运镜 重点在酝氧 而不是打通 而且 灵通镜晋升灵运镜的过程 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消耗的灵力 大于恢复的灵力 如果用药剂不断激发灵力 则会过度压榨身体潜能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几千年形成的舞者修炼体系 或许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也可能是人类身体 对力量形成了某种限制 江阳身体渐渐蹦射电弧 表皮下有一层青色灵力 缓慢游动 修炼不到三个月 拜师的时候 是四级舞者 在空间裂缝中 晋升五级舞者 出来之后 晋升灵通镜 现在已经开始向着灵运镜前进了 他对自己的修炼速度很满意 当然 这还是有着电磁力帮助的情况下 感觉到灵力消耗过半 江阳停止了修炼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坐在床边的地毯上 静静地发了几分钟的呆 他忽然喃喃自语扳道 好戏就要开场了 这绝对是场好戏 总背部办公室内 在总司令段池玲 从化豪兵那里得知江阳的初步计划之后 很快想通了其中关节 所以 才会如此开心 汪渡坐在办公桌前 愁眉不展 提出了异议 可是这样一来 战场可就在苏式了 如果波及太大 不仅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 会令民众恐慌 段池玲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他看着自己的老搭档 沉默了下 说道 老汪 害怕损失而不作为 才是真正的恐怖 汪渡瞬间正住 脸上浮现惭愧的神色 轻轻摇了摇头 道 你想怎么做 段池玲没有多想 或者说 他在通过华豪兵 得知江阳的部分计划之后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正色道 通知古斯林和陆群 携带 封印物序列9 魔女的裙摆 和封印物序列14 碎片空间 取消所有任务 进入待命状态 通知保护江阳的猎魔人 从即刻起 取消轮值 提高保护等级 等江阳引出 楚思存和莫里莫斯 猎魔人第一时间 带走江阳 由古斯林和陆群 完成击杀任务 汪渡记下之后 说道 我这就通知下去 对了 新生 要记的视频 引起全球风波 到时拍卖行里 肯定少不了抢夺近拍 江阳怎么保证 新生 一定会被关义要买到手 汪渡想不通 江阳会使用什么方法 做到这一点 万一 关义要退缩了 药剂被其他人买走 那计划 岂不是泡汤了 段池林说道 他既然已经实施了计划 自然有他的办法 而我们现在只需要帮助 他把药剂顺利摆上拍卖行 和后续出战力就可以了 其余的 我们不要干涉太多 那瓶赝品药剂 铁定是无法通过拍卖行检验的 而他要做的 就是动用上层关系 把这瓶药剂摆到拍卖行上 完成这个计划的 其中一个环节 这边过多干涉 那这种心照不宣的合作 就变了味道 甚至 会变成东南战区指挥江阳做事 这会严重影响到江阳发挥 以及和江阳相处的关系 就目前来看 他们配合江阳的计划行动 绝对是收益最大的方式 汪渡离开了总司令办公室 段池林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他们都在安静地等待着好戏开场 余下两天 新生 药剂的视频还在持续发酵 许多人都在期待着 这次拍卖会的到来 江阳则在店里有条不紊的制作订单上的药剂 反倒是周岑坐立不安起来 周岑 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待一会儿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蛋麻呢 杨哥 我就是担心 万一关医药没有买到药剂怎么办 他一定会买到药剂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 世界上有钱人太多了 关医药在苏市算是最有钱的那批人 但在全球来说 真算不上什么 周岑说道 放心吧 这个问题 我怎么会想不到 老老实实等着就行了 江阳说完 继续制作药剂 周岑还是不放心 但看江阳又开始制作药剂了 也只能乖乖闭嘴 等他做完这份药剂再说 不过很可惜 江阳并不想说太多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药剂 不仅是他要做药剂 更是因为他也很紧张 很期待 同时 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回忆着计划 如果哪里出现了疏漏 他要在第一时间解决 明天上午九点 线上拍卖会准时开始 今晚注定无眠 七点 两人吃过晚饭之后 江阳没有制作药剂 照常回到房间 学习一个半小时 电磁力学 然后 修炼到灵力消耗过半方才停止 时间来到11点40分 他把那瓶赝品药剂 就这么放在书桌上 然后 拉开窗户 离开了药剂店 江阳刚离开三分钟 一道黑影闪过 书桌上的药剂 消失不见 江阳先去了宋贞的别墅 半个小时后 他从宋贞的别墅出来 又去了关义药的半山腰别墅 第二天 上午九点 江阳和周岑坐在一楼 茶几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拍卖行每月一次的拍卖会 准时开始 一位虚拟的拍卖师 出现在台上 其身后大屏幕上 展示着拍屏 大屏幕右下角 有个滚动着数字的小屏幕 基本上都是药剂和材料 突然 第八号拍屏 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封印物序列41 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足够坚硬 具有优秀的传导灵力的能力 由王阶异兽小腿骨 与通灵石精制成 使用时能够震慑三阶以下异兽 副作用 使用石会散发 令人不适的古怪气味 持续两小时 第111章 二哥是谁 封印物序列41 江阳也被这件封印物吸引了 当然不是想要 而是奇怪 为什么有人会拍卖封印物 目前已知的封印物有42件 这个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的序列排名是41 也就是倒数第二 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二哥是谁 小伙伴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充气 还有 令人不适的古怪味道 是什么味道 等到大屏幕上 封印物照片显现的那一刻 江阳失望了 一根比棒球棍略大一点的灰白色棒子 平平无奇 没什么颜值 周岑也没什么兴趣 抱着双臂 撇撇嘴道 封印物序列 最后都会各个国家有关部门买下 就看哪个国家对这玩意儿有兴趣了 封印物序列 虽然没有使用门槛 但副作用真让人受不了 杨哥 你说 这算不算免费的代价 江阳点点头 免费的东西 往往是最贵的 对 封印物序列 得副作用 江阳深有体会 名神雾蛇的双眸 得副作用 是在使用的那一瞬间 消耗巨大灵力 使用一两次 基本上就被掏空了 契约眼球 得副作用是限级一颗眼球 人最多能使用两次 要是独眼龙的话 那就一次 灵体骸 得副作用 是侵蚀使用者身体 使用次数越多 使用时间越长 死得越快 至于自己的 灵子手枪 副作用是 威力随机性 运气好 一发子弹 就是一枚小型导弹 运气不好 就是放了个屁 这不是一个 可以成为杀手锏的 封印物 但由于 灵子手枪 是远程激发武器 就算威力小 也可以通过连续开枪 进行弥补威力 相比于那些伤害身体 甚至有损生命的 封印物 灵子手枪 的副作用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唯一的缺点是 不能用来装逼 可以想象 你拿着 灵子手枪 抵在敌人的脑门上 放完狠话之后 扣动扳机 结果 噗 枪口放了个屁 那场面的尴尬程度 足以让一个人自杀 最终 封印物序列41 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以15.72亿的价格 被拍走 现在 为您呈现的是 本场拍卖的第九件拍品 是一位药剂大师 最新创造的 神奇药剂 其功效在前几天的 视频中有体现 杨哥 你的白油漆上了 放肆 什么油漆 这是 新生 药剂 药剂名称是 新生 功效是让身体 重新获得活力 残缺的身体 也可以复原 底价是 1.13亿 1.3亿 1.38亿 这一刻 所有关注 这个药剂的药剂师和武者 都在疯狂出价 药剂师要买 这瓶进行分析研究 分解出成分 然后 自己制作出来 武者买这瓶药剂 有的要治疗自己的伤 有的要留作不实之需 总之 价格在狂飙 转眼间 价格来到23.8亿 药剂的真实性 可以确定吗 储思存 想必这几天 你一定把所有 可以找到的关系 都问了一遍吧 这个药剂的真实性 还用我说吗 储思存沉默不语 电话那头继续说道 只要是 能够摆上拍卖行的东西 都能保证真实性 你的断币 正好需要这个药剂 买下它吧 如果你有那么多钱的话 电话被挂断 电话的另一边 一个拿着手机的男人 不复说话时的随意轻浮 取而代之的是浑身颤抖 眼中满是恐惧 他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 那个一袭红裙女郎 我 我按照你说的 对他说了 按照约定 你应该放过 红裙女郎脸上浮现娇媚微笑 浮下身 伸手点在男人的额头 柔声道 抱歉哦 我反悔了 下一刻 男人双眼猛地瞪大 身体向后瘫倒 死在了墙角 古斯林直起腰 右手抚在白皙的脖子上 不禁呢喃着抱怨道 不仅要帮他打架 还要帮他杀人 好好的战区 第一战斗序列 都快成保姆了 楚思存 捏着手机 深深叹了口气 他害怕这是针对他的阴谋 因为这个药剑明确指出 只对灵欲镜以下有效 而这个药剑的出现时机 还是在滨海事件 与自己雇佣杀手 刺杀江阳之后 这很令人怀疑 但断壁重生 可以继续修炼的诱惑 实在太大 谁也不知道 这个名叫 新生 对药剑 还会不会再出现 或许会再出现 或许 因为材料的稀有 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出现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自己等不了 那么长的时间 江阳在快速成长 猎魔队的猎杀小队 在满世界猎杀一神会 自己也无法确定 会在什么时候 死在谁的手里 只有不断修炼 才有自保的能力 他重新用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帮我查那瓶 新生 药剂 最后被谁买下了 35.2亿 还有吗 还有出价的吗 35.6亿 江阳和周岑 没什么表情地 看着拍卖会 杨哥 这个价格 应该差不多了 官邑要会出价吗 周岑转头看向江阳 会的 这对官邑要来说 不算什么 江阳肯定地说道 为什么这么肯定 杨哥 我不是怀疑 你的计划 只不过官邑要是商人 也许超过一定数字 他就会觉得不值 失去了兴趣 他就算倾家荡产 43分 一个叫做宋真的企业家 网官邑要的账户 打了一笔巨款 而用来支付 53.8亿拍卖资金的账户 就是官邑要收款的账户 是他们两个 共同买下了这瓶药剂 我还查到 官邑要在43年前 双腿就被嘟嘟嘟 储思存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对这两个人非常熟悉 官邑要确实有理由买下这瓶药剂 他们两个人也确实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可以使用 只不过 江阳也在苏市 储思存内心非常挣扎 拒不去苏市 30分钟后 储思存离开了他居住的老旧小区 第112章 威胁还是合作 储思存离开小区 来到一家小型商场 然后又去了旁边的大药房 买了些物品后 漫步到了公园 随便找个了长凳坐下 先从塑料袋里拿出剃刀 把自己的头发剃光 再用纱布和网套 把自己伪装成头部 做过手术的样子 整理了下脑袋之后 又从塑料袋里 拿出从超市买来的揉面垫 割下一脚 用灵力挤压成两个圆弧形的垫片 然后 用小刀把自己两侧脸颊划划开 把两个垫片塞进去 之后是下巴 褐色眼眸沉寂得像是一潭死水 他面无表情地划开自己的脸 用灵力封堵毛细血管 他拿出一对浅蓝色美瞳 覆盖在眼球上 完成了改变容貌的最难一步 最后 他拿出一顶帽子 正好能露出脑袋边缘的纱布和网套 呼得看去 他就像一位脑袋受了伤的欧洲男人 把剩余的东西 扔进公园垃圾桶里 离开公园 行走在大街上 他来到公共电话亭 其实这种电话亭 很多年前就已经淘汰了 但很多城市会把电话亭 用作城市街道的装饰物 一部电话 旁边是一块大屏幕 循环播放着广告 电话下方写着 三分钟免费通话 楚思存已靠在电话亭里 低头点了支烟 同时拨出一个号码 三十多秒后 电话接通 低沉的声音响起 是谁 楚思存 对面沉默了下 语气并没有放松 仍是充满警惕地说道 报酬已经给你了 还有什么事 放心 我身边没有人 你的电话号码 也不是你本人 和之前亲属的 查不到你 楚思存先让他放松 随后 说道 我有件事想问你 说 楚思存 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迫切地想要 知道答案 宋问琪 拍卖会的那瓶药剂 想必你应该也看到了 是不是真的 或者 你知不知道 相近效果的药剂 宋问琪似乎在回忆 沉默了两久后 道 有两种效果相似的药剂 一个是 欺骗药剂 这你是知道的 药剂橙纯白色 还有一个 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 脊髓剂 不过 这个药剂 基本是不可能有的 它的主材料 是王杰益兽 石角腹林荣原的脊髓 王杰益兽 极少出现 就算运气好 在某个空间裂缝里 遇到了石角腹林荣原 但王杰益兽的 又岂是那么容易战胜的 而且 石角腹林荣原的脊髓 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 再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取出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楚思存又问道 那会不会是欺骗药剂 那瓶新生药剂也是纯白色的 呵呵 宋问琪笑了笑 道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但 第二十三个人格的真心眼泪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 而且 拍卖会不是已经公开拍卖了吗 真实性应该可以保证 世界上相同颜色的药剂有很多 或许 那个药剂瓶里装的 只是牛奶或者乳胶 楚思存沉默了两久后 说道 宋问琪 帮我一个忙 宋问琪并没有问楚思存 需要自己帮他什么忙 而是饶有兴趣地问道 报酬呢 无条件帮你做一件事 可以 灵欲禁武者 无条件供我驱使一次 很不错的报酬 楚思存 稍稍松了口气 在挂断电话之前 他最后问道 不出意外的话 我可能会杀了官义药和宋真 你没什么意见吧 谢谢你帮我处理家事 电话挂断 楚思存揉了揉眼眶 隐形眼镜 让他眼睛很不舒服 同时 心里更不舒服 帮助宋问琪 静声灵容镜 自己得到了报酬 但也失去了左臂 现在 自己去抢夺药剂 重新长出左臂 害怕有危险需要 宋问琪帮忙 而自己又答应了宋问琪 帮他办一次事 相互利用 才是维持关系的内核 当然 自己不是最倒霉的 莫里莫斯使用 灵体还过度 差不多快死了 这么一想 楚思存苦笑了下 果然 只有跟最惨的对比 才能获得一丝丝安慰 等等 楚思存脸色微变 莫里莫斯那家伙 不会也盯上了 心声吧 他想了想 又拿起电话 拨通一个号码 喂 是我 楚思存 嗯 我都帮你查到买家 是官医药了 还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楚思存低声道 把这个消息 告诉其他三个竞争失败的买家 什么 你疯了 你们国家的苏氏 会乱的 只有乱起来 我才有机会 他挂断了电话 快步离开电话亭 消失在人流中 心里不够强大的周层 比江阳还要紧张 拍卖会结束四天 他也不偷偷卷了 就在店里来回溜达 江阳出去 他就跟着出去 江阳制作药剂 他就坐在旁边看 中午吃完了饭 江阳躺在摇椅上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随后 开着小货车出去 杨哥 等等我 周层从店里窜出来 关上店门 坐进小货车副驾驶 江阳没说什么 慢悠悠地开着车 到了地方 停留十多分钟 然后 再继续开车去下 一个地方 杨哥 我想了两天一夜 终于想明白了 你这是 在弄像滨海 那样的光柱吧 嗯 江阳 没有隐瞒的点点头 周层回想了下 当时滨海的盛况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低声说道 杨哥 你这次弄了多少光柱 威力怎么样 威力嘛 能把整个苏氏 翻过来三次 然后 再炸上天 130多个百万倍电子 不是开玩笑的 滨海那次是时间太紧 根本来不及准备太多 电子压缩的也不够 导致威力 没有达到预期 周层在听到 江阳这么说之后 心头不住地颤抖 说话 都结巴了起来 杨哥 你在总备部的眼皮子底下 这就是作死啊 作死 江阳轻声笑了笑 之前我确实不敢 也知道这是在作死 但后来 我想明白了 想要达成目的 除了要具有相当的实力之外 还要有威慑性的手段 不仅是对 楚思存和宋问奇 还有东南战区总备部 以我目前灵通静的实力 说这种话 虽然很可笑 但这并不妨碍 我去具体实施 如果我不这么做 东南战区总备部想要 以安定来冷处理这件事 以我目前的实力和势力 根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周存心惊胆战地说道 杨哥 你这是在威胁 东南战区总备部 江阳斜了他一眼 久久没有说话 第113章 进行时 威胁 江阳吃笑了声 周存 我不想以阴谋论 去看待一些事情 但我也不能做一个 思想天真的傻逼 还是那句话 如果东南战区总备部 想要冷处理这件事 我该怎么办 我不积极地想办法 杀死宋文奇他们 他们也会因为 记得而想尽一切办法 杀死我 要么 我只能像乌龟一样 躲在某个战区里 这辈子都不敢出 总备部大门 当然 我要是个软蛋的话 也可以当得缩头乌龟 毕竟 为了活命 不丢人 但是 总备部里面 就那么安全吗 东南战区有多少叛徒 我怎么去信任他们 天知道我会不会 在某天夜里的睡梦中 稀里糊涂地 就被杀死了 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直到这一刻 周岑才知道 江阳并不像 他平时那样轻松 而是一直活在 紧张担忧和恐惧中 所以 他在这个城市 埋下许许多多 威力巨大的炸弹 不仅仅是为了 杀死敌人 更是威胁 东南战区 总背部的一种手段 因为裴东行的是 东南战区总背部 又不能明目张胆 动江阳 只能顺着江阳的计划 配合行动 总司令段池林 那句话是对的 现在只有 以江阳计划为主 才最重要 这指的不仅仅收益 还有潜在威胁 当然 这件事了之后 江阳也不可能 待在东南战区 任何一个城市 因为总背部那些人的心里 被他扎了一根 名为威胁的刺 他这根刺 只能离开 但这不重要 只有拔掉江阳 心里的刺 灭杀了 压在江阳脑袋上的生命威胁 让他去哪里 都可以 反正他是要寄师 还有很多钱 去哪里 都是逍遥快活的日子 周岑从未想过 事件的表象之下 还有这么多隐性威胁 杨哥 你 停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也别问 我累不累 怕不怕 直接问我爽不爽就行了 杨哥 你爽吗 你变态吧 大男人 你问我这种问题 周岑 江阳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周岑 是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 跟他共情的 就算周岑表现得再落寞 再怎么叹息 他都无法理解江阳 反而 还要配合江阳 做出那种神态和语气 周岑是什么人 荣成的大公子哥 家庭幸福 生活无忧 还有个 疼爱他的师父 他跟江阳是不一样的 他不希望周岑为了配合 自己的情绪 而故作触动 谁都无法真正地理解一个人 就像 杀死一只只更鸟 里 说的那段话一样 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人 除非你穿上 他的鞋子走来走去 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 可当你 走过他的路时 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 或许一件事在别人眼里 就像芝麻一般大 可满地的芝麻 会让人捡得崩溃 下午回到店里 江阳继续制作药剂 距离完成订单 还有五分之二的数量 本想尽早把订单交给周岑 让他离开苏氏 恐怕是不行了 傍晚吃完饭 江阳说道 今晚你去鱼师叔那里休息 周岑猛地抬眼 脸色难看地问道 杨哥 他们来了 不知道 不过 应该快了 你走的时候 记得锁门 江阳说完 回到三楼 拿好乌黑匕首和铃子手枪 下到一楼 看到周岑还坐在餐桌旁发呆 他走过去 拍拍周岑肩膀 用不了几天 事情就结束了 江阳出门 开上小货车 离开了药剂店 再去关义药家的路上 江阳透过车窗 看了眼左边的建筑群 又很快收回目光 不一会儿 他又看向右边的街道 从今天上午开始 猎魔人们快速穿行 在城市里 非常活跃 晚上更是如此 借着黑夜 他们飞跃在建筑之间 犹如一个个暗夜精灵 他们来了 不单是指储私存 和莫里莫斯 还有那些寄予 心生的家伙们 抢 永远是最低成本的 获取方式 只是有一点点 小小的危险 江阳驾驶的小货车 刚下高架桥 驶过一个十字路口 突然 他发现 前方道路两侧的 路灯模糊了一下 然后 两侧路灯开始 向前拉长 视野里 不断倒退的景物 也变得缓慢了起来 动 江阳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小货车的车身 猛的一震 好像被什么重物 砸了一下 下一刻 道路前面 出现一个 大约十多岁的小女孩 她站在道路中央 在两侧路灯的 恍惚灯光下 闭着眼睛 非常投入演奏小提琴 转过去 狠立的声音 从车外响起 嗯 江阳看向右边 只见小货车 右侧车窗外 趴着一个人 她身穿黑色战斗服 脸上戴着面罩 黑眼圈很重 像是好几天都没睡觉 非常困倦的样子 她扫了江阳一眼 从侧面跳到小火车前方 紧贴着挡风玻璃 右手抽出腰间长刀 刀身上 附着隐隐灵力光芒 直接转过去 她再次低喝一声 好 江阳也不废话 猛地加大油门 小货车引擎 发出吼声 直直朝着小女孩 撞了过去 诡异出现的小女孩 停止了演奏 睁开眼睛 看着直冲而来的小货车 看着站在前挡风玻璃上的 那个猎魔人 嘻嘻 她笑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右手拿着擎弓 在小货车即将撞到的瞬间 那个猎魔人 如同箭矢一般 持刀冲了出去 她想的是 自己先挡住 那个小女孩的第一击 然后 用车给她造成伤害 为接下来的战斗 创造优势 但没想到 那个小女孩 左手小提琴扬起 四根琴弦 同时崩断 两根琴弦挡下猎魔人的刀锋 两根琴弦 将猎魔人抽飞 电光火石之间 她化解了第一波进攻 随即 她抬起右手 手中琴弓对着撞上来的小货车 枪 小货车被迎头劈开 一分为二 贴小女孩身体两侧飞了过去 哄 哄 两声爆炸响起 小女孩 立刻向左歪了歪脑袋 一道极快的光束 从后面贴着她的耳朵 击视而过 她转过身 看过去 只见江阳站在两团火焰中间 平静地注视着自己 第114章 没有多余的一句话 小姑娘 看向江阳 眼神有些茫然 似乎在诧异她 为什么没死 难道自己 刚才没砍到她吗 那个猎魔人走过来 左手揉着泪肩 对江阳说道 灵力可以控制 和改变物体形态 是灵源镜 江阳看向她 没有询问姓名 而是问道 你能挡住她吗 猎魔人举起手中刀 扛在肩头 洒然一笑道 江大师 你应该问我几分钟 可以解决掉她 江阳点点头 从善如流 问道 解决她 你需要几分钟 猎魔人歪着脑袋 看江阳 不正经地眨了眨眼 你自去办你的事 我很快跟上保护你 江阳转身就走 穿进两团火焰中间 你们就这么无视我吗 还有 我还没答应 让你离开呢 小女孩望着江阳 不开心地皱着脸蛋 哟 小姑娘撒娇 还真可爱 猎魔人扛着刀 刀被敲了敲尖头 横着走了两步 挡住小女孩 看向江阳的视线 小哥哥真觉得我可爱吗 小女孩眼睛一亮 脚上踩着的皮鞋 磕碰在一起 点起脚尖 一副求夸奖的模样 当然 猎魔人无比肯定地回应 得到答案的小女孩 笑得眯起了眼 猎魔人把刀横在身前 眼眸微微眯了起来 脸上浮现莫名的残忍笑意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杀死的那个瞬间 一定非常美妙 嘻嘻 我也觉得 像小哥哥这么帅的男生 用琴弓砍掉脑袋 鲜血喷溅出来的那一刻 我一定会兴奋到颤抖 小女孩几乎无法控制 脸上的笑容 小提琴上的琴弦 犹如四条寻找猎物的毒蛇 手中的琴弓符上 可以轻易劈开汽车的灵力 他们眼神交汇对试着 下一刻 两人同时动了 以最快的速度对冲 厮杀在一起 东南战区总背部 作战室 总司令段池 灵面无表情地看着 由上百块显示屏 组成的监控屏幕 报告 三方潜入苏氏的势力 大部分被拦截 猎魔队全员处在战斗中 报告 拼海路段出现可疑目标 根据路线分析 目标是官邑要别墅 报告 十二号街出现可疑目标 根据路线分析 目标是官邑要别墅 报告 段池灵挥挥手 沉声道 后背战斗队行动 全部拦截 不留活口 话音落下 原本嘈杂的作战士 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 这位新来的总司令身上 散发着风锐杀气 一个不留 只是四个字 今晚不知会死多少人 是 后背战斗队行动 所有人立刻回到紧张状态 作战时恢复了杂乱的接收信息 和发布任务的声音 总参谋长汪渡 看了眼这位老搭档一眼 脑海中不断想起那句 震聋发聩的话语 因为害怕损失而不作为 才是真正的恐怖 呜呜呜 警报声在苏氏上空回荡 广场的大屏幕上 电视上 手机短信 同时发布了一条消息 为更好保护民众安全 锻炼猎魔人防范意识 东南战区总备部将于今晚展开 全市战斗演习行动 请广大市民听到警报之后 尽快到附近避难所 如果距离较远 请就近寻找建筑躲避 哇 一辆摩托车即是在马路上 江阳的风衣 犹如战气在风中扬起 发出烈烈响声 紊乱的气流 吹乱了如墨发丝 身下这头深红色巨兽 发出暴怒的吼声 带着江阳 一往无前 撞入黑暗 他看到三架直升机 从远处黑暗中飞了出来 其中一架直升机中 月下五道身影 落入建筑群中 另外两架直升机 在空中一东一西地分开 在黑夜里 在城市霓虹灯光的照耀下 一个人影 从建筑群中冲上天去 直扑 那架向东飞的直升机 直升机中跳下一人 在空中抽刀 对着那个扑来的黑影 一刀劈下 两个身影 同时从空中坠落 那是一幅绝美的名画 江阳一路急迟 并未遇到敌人 他来到关义要那栋 可以望见太湖的半山腰别墅外 停下摩托车 拔出腋下的林子手枪 走进那个豪华别墅 就算那晚来过一次 他仍为这栋大别墅的豪华 感到惊讶 他刚走到泳池边缘 从别墅里出来两个黑西装保镖 看到江阳 二话不说 直接掀开西装衣巾 拔枪对着江阳 江阳更快 脚步不停 对着两个保镖迎面两枪 碰 碰 林子手枪很给面子 或者说 江阳的运气很好 两发电磁子弹 让两个保镖上半身炸开 血肉碎末见的到处都是 他们的下半身 还保持着站立状态 江阳踩着血肉碎末走进别墅 直上三楼 别墅里响起密集枪声 即便他控制着手枪威力 也对别墅造成不小的破坏 有的因为威力太小 没能直接分解身体 只把身体打碎 鲜血带着碎肉 顺着楼梯流淌下来 江阳走过的地方 留下一串血脚印 他看到关一要坐在轮椅上 在巨大的观景落地窗前 他平静地 看着黑暗中的太湖 手里握着还没喝的药剂 江阳走过去 呼 关一要缓缓吐出一口 看玻璃上映着 缓缓向自己走来的江阳 自嘲一笑道 我从上午拿到这瓶药剂开始 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不要喝 我无法反抗这个命令一般的声音 是你做的吧 没想到 我和宋真 刚刚决定报复他们 就被你玩弄在手掌心 我和他 自始至终都是连反抗都做不到棋子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我们 江阳已经走到关一要身后 一言不发的举枪抵在他脑后 扣动扳机 咔 没有反应 灵子手枪的副作用出现了 江阳没有在意 连续三次扣动扳机 咔 咔 咔 碰 终于 在第三次 他一枪打爆了关一要的脑袋 鲜红的血液和黄白的脑浆 建设到落地窗上 江阳把 灵子手枪放回腋下枪袋 转过身 双臂展开 慢慢翻转手掌 手心朝上 一道道电磁力场铺开 随着他双臂缓缓上台 整个别墅被电光笼罩 被破坏的地方 慢慢恢复原状 被打碎的尸体 直接被电子蒸发 消失在空气中 电磁力带着一团铁砂慢慢升起 在关一要的胸腔上 形成一个脑袋 五枚电子 从江阳掌心飘出 没入关一要的脑袋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 江阳离开别墅 走进不远处小树林中 静静等待着 第115章 他像个癫狂的反派人物 江阳把自己的生物磁场 与这一片区域的大地磁场 进行了融合 用来屏蔽灵力感知 空间裂缝的时候 师傅曾说过 灵力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通过拨来传递 之后 他就做了很多实验 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只要把自己与大地 从能量波动 进行同步 就可以躲过五者的灵力感知 其中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生物磁场 与大地磁场进行融合 但不能过度融合 因为那样 他的生物磁场 会与地球的磁场一起 承受太阳风 和宇宙粒子的冲击 他就这样坐在树下的阴影草丛中 双眸平静地望着那栋半山腰别墅 耐心地等待着 今晚苏氏的混乱 一定是某些人的手笔 可能是楚思存 可能是莫里莫斯 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但不管是谁 这场骚乱已经开始了 今晚会死很多人 总背部肯定也会有人 把这笔账 翻在江阳的头上 不过 江阳无所谓 他也不会约那些记恨他的人 以安定为理由 选择懦弱 并没有错 懦弱是人性 人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错 希望 等宋问奇 从玲珑镜晋升无量镜的时候 选择他们和其家人所在的城市 他们不会再懦弱下去 江阳保持坐姿不动 视线不移 呼吸节奏依旧缓慢 事实证明 耐心的人总会有收获 一小时五十四分后 江阳看到距离自己不到三百米的树丛中 走出一个人 那个人左肩塌陷 左臂衣袖空荡 先是警惕地扫了眼周围 然后 走出树林 快速走到下方小路上 他是谁 江阳不禁疑惑 在滨海时 自己一脚踢飞楚思存的短刀 那时楚思存还问了自己是谁 那张脸 绝不会认错 这个人明显不是楚思存 而是一个脑袋受了伤的欧洲男人 但这个欧洲男人的左肩和左臂 却又和楚思存相同 江阳现在融合着大地磁场 不敢近距离用电磁力场 去验证这个人的生物磁场 这很有可能暴露自己 直到那个男人 走到江阳电磁力场极限的边缘 江阳才活动了下左手的小指 通过电磁力场 去感应那个男人的生物磁场 刹那之间 那个断臂的欧洲男人 猛地回头 看向森林 刚才的一瞬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 渗透进他的灵力感之中 令他有了一丝不适感 江阳立刻收回电磁力场 阴影里的他不敢有任何动作 但 他的嘴角却高高扬起 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 他竭力控制着无声的笑容 不让自己的脸 因为兴奋的笑容而变得扭曲 拼尽全力 压抑住猛烈跳动的心脏 拼尽自己的情绪 那个人是楚思存 不会错的 自己看到了他的肩膀连着的左臂 记下了他血液中的磁场 他一刻都不敢忘 仿佛楚思存身体里 每个带电粒子 都向自己露出挑衅的微笑 他的目光 跟随着楚思存靠近别墅 楚思存在别墅周围停留了片刻 他很警惕 应该是没发现什么 他进入了别墅 楚思存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别墅里一个保镖都没有 他静止来到三楼 刚来到台阶上 没有开灯的黑暗中 看了眼背对着他的官邑药 脸上浮现嘲讽的笑容 他几乎瞬一般地出现在官邑药身前 目光瞬间落在官邑药 双手捧在身前的药剂瓶上 纯白色的液体 与拍卖行视频中的 心生药剂一模一样 他毫不犹豫地弯腰伸手 从官邑药手中拿走药剂 然而 下一瞬 他猛地清醒了过来 官邑药为什么没有生命气息 他抬头看向官邑药的脸 瞬间 他瞳孔收缩 大脑出现了一丝迟滞 那不是官邑药的头颅 是一个黑色铁块脑袋 脸上还用鲜红血液 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一个讥讽的笑脸 刹那之间 楚思存向后倒月 想要撞碎玻璃逃跑 可就在这一瞬 那个画着鲜血笑脸的脑袋 骤然裂开 射出刺眼的白色电光 一道道电网扩散出去 就在楚思存眼前炸开 轰隆隆 一道巨大粗壮的电光冲天起 犹如一柄雷电巨剑 贯穿天与地 滑破漆黑夜空 整座山都在颤抖 苏氏全城都被这道雷电光柱照亮 东南战区总背部的作战势力 鸦雀无声 他们呆呆地看着大屏幕上 那道连接天地的光柱 携带着封印物序列9 魔女的裙摆的古斯林 和携带封印物序列14 碎片空间的鹿群 同时从苏氏东西两侧腾空飞去 冲向那道雷电光柱 作战室里的总斯林段池林 看到这一幕 没有犹豫 当即下令 嗓音沉闷道 起放 封印物 得到命令的古斯林和鹿群 同时将灵神镜的灵力 灌注到封印物中 苏氏的东西两侧天空 同时出现异响 东边天空覆盖着血红色 西边的天空如同铺满了碎玻璃 一块块崩碎 雷电光柱中的楚思存并没有死 他浑身被烧焦 炸开的皮肤变成了一片片焦炭 他手中仍握着那瓶 心声 药剂 一步一步走出雷电光柱 看向森林的某处 是你 早知道你有如此天赋 当时在滨海 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你 江阳走出树后阴影 刚才电子爆炸的那一刻 扰乱了这片区域的磁场 楚思存瞬间感知到 不远处的森林中还有一个人 江阳站在爆炸带来的狂暴气流中 双臂展开 微微抬头 做出一副引颈受禄的样子 他看着楚思存 轻笑一声 道 楚思存先生 你现在杀我 也不算晚 楚思存快速看了眼天空 两股极强大的灵力 压迫席卷而来 那两个灵神镜 如果他们到来 自己必死 更何况 他们还携带着解放的封印物 但 杀死江阳 用不了两秒钟 先杀他 再逃进太湖中 他们还能把太湖翻过来不成 楚思存心绪电转 当即有了决定 必杀江阳 他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便出现在江阳身前不到两米 江阳仍然保持着双臂展开 面带微笑的姿势 楚思存右臂弯曲 想要对着江阳轰出一拳 千军一发之际 江阳双手同时打了个响指 啪 啪 蹭蹭 江阳身前的地面 窜出上百根黑铁尖刺 瞬间形成钢铁森林 楚思存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 经过刚才的电子爆炸 还有两位灵神进武者的灵力压迫 他甚至没有想到 这些有铁杀形成的钢铁森林 他只要一拳就能轰碎的事情 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闪躲 在黑铁尖刺即将接触到他身体的瞬间 他消失在了半空 出现在三百多米远的下方小路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太狼狈了 楚思存先生 你不是要杀我吗 来啊 江阳就像个反派疯子一样 隔着钢铁森林 看着狼狈不堪的楚思存 癫狂地哈哈大笑 尽情释放心中的暴怒 他的眼中不断蹦射白色电弧 仿佛要跳出来 洞穿楚思存 楚思存没有时间愤怒 一股悚然良意 自他心头蔓延至全身 他转头朝着太湖那边大声嘶喊 快来救我 几乎在他喊出来的那一刻 古思灵和鹿群 同时出现在他身侧两侧 他们伸出手掌 抓向楚思存的头颅 两人倾泻而出的灵力 把楚思存的脑袋挤压到变形 楚思存的灵力直接崩溃 他胸前气海雪山更是炸开 形成一个排球大的血洞 哄 太湖骤然炸开 一条几千米巨蛇 从太湖中腾空飞天 双眸绽放出灰白色光芒 这片空间瞬间被禁止 瞎 那条几千米黑色巨蛇 在空中发出嘶鸣声 第116章 猎杀 被禁止的空间 咔 突然崩碎了一块 楚思存从灰白色的禁止状态 脱离出来的瞬间 因为气海雪山被古思灵和鹿群打碎 他跪倒在地上 不断大口吐血 其中夹杂着内脏碎片 他胸口的血洞 也在不断往外涌出鲜血 他不敢停留 非常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目光落在近百米外 变成灰白色的江阳 眼中充满了怨恨 自己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这只蚂蚁 他拖着血流不止的身体 一步步走过去 这时 天空中的血红色 与不断破碎空间蔓延了过来 灰白色的禁止空间开始震动 慢慢出现裂痕 楚思存见状猛地停下脚步 他不甘心地死死盯着江阳 脸上的皮肉 因为极度的恨意开始抽动 挣扎了下 他换了个方向 亮强地逃离 天空中的雾蛇 慢慢变得透明 两件排名靠前的封印物轻压过来 雾蛇禁止的空间也被撼动了 江阳身上的灰白色慢慢裂开 就像一张被撕开的黑白照片 裂开的纹路 慢慢渗透出白青色电浆 电浆像是细小的蛇 慢慢爬满江阳全身 紧跟着 砰的一声 江阳从禁止状态跌倒 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禁止空间裂缝 给了他挣脱的机会 他几乎用尽全部灵力和电磁力 才挣脱出禁止状态 他急忙看向前方 却发现楚思存不在了 那两个灵神镜的舞者 同样身上布满裂痕 没有去管他们 江阳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寻着血迹 追了过去 林中小鹿 楚思存压榨着身体里 没有溢散出去的最后一丝灵力 只要离开这里 走出森林 进入太湖里 就可以逃走了 他们找不到自己 自己可以去找宋问琪 他是灵容镜 一定有办法恢复自己的气海雪山 自己没有废掉 宋问琪一定可以帮助自己 他还在幻想着 宋问琪给他恢复气海雪山 突然 他感觉后背一麻 紧接着 一股刺痛传来 他脚步踉跄地前扑出去 摔在了地上 他的后背 赫然插着一柄乌黑匕首 楚思存没有停下 他还在向前爬行 一边回头瞄了眼 只见江阳身体摇晃 脚步虚浮 走路都要扶着旁边的树干 就是这样的他 仍然追了上来 射出一柄匕首 刺中了楚思存 他 他为什么会挣脱出禁止空间 宋问琪为什么不杀了他 他为什么要追着自己不放 一股冰冷的死亡恐惧感 迅速蔓延至全身 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灵域进舞者 此刻 就像一条被打断了几辆的老狗 只能依靠着前肢 在地上艰难地拖着身体 向前爬行 江阳扶着一棵树 拱着身子 脸色惨白的大口喘息 灵力与电磁力同时枯竭的他 身体无力到了极点 他缓缓抬眼 看向还在挣扎着爬行的楚思存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哄 哄 哄 树林外的太湖上 传来强烈的轰鸣声 一道道气浪连衣 冲刷着整片树林 是那两个灵神进舞者 在跟宋问琪战斗 刚才空间静止的时候 宋问琪 为什么不过来 杀死自己三人 两个念头出现在江阳脑海中 不过 他现在不打算思考 最重要的是 杀死眼前这个 在师父临死之前 还与之厮杀的家伙 好死师父的三个人中 他是最强的那一个 也是他曾偷袭过师父的后背 江阳竭力支撑着 不让自己昏倒 用力提起一口气 把手伸向前面的树干 就这样扶着树干 一步一步走向楚思存 很快 他追上了楚思存 碰 他抬脚踩住了楚思存的后腰 啊 楚思存终于在此刻 喊出了凄厉痛苦的声音 江阳 别杀我 是宋问琪 都是他的错 他才是元秀 你师父不是我杀的 他是被宋问琪打死的 你放过我 我的一切都给你 我已经是废人了 我活不长了 你让我走 让我找个地方安静地死去 他趴在地上 不断求饶 右手抓着地上的树叶和泥土 想要从江阳的脚下爬出来 江阳没有任何言语 也没给他被内心阴暗吞噬 变成一魔的机会 江阳伸手握住 插在楚思存后背的匕首 想要拔出来 试了两次 好像卡在了脊椎缝里 现在的他 没有力气拔出匕首 没办法 他只好抽出另一把乌黑匕首 对准楚思存的后颈位置 使出全身力气刺了下去 啊 你这个撵不死的蚂蚁 我要杀你 杀你 楚思存身上开始冒出黑气 他的声音逐渐嘶哑起来 匕首因为力道不足 并没有刺穿楚思存的脖子 江阳用力喘了两下 抬起踩着楚思存的脚 没了江阳的压制 楚思存立刻向前爬行 他处在变成一魔的边缘 已经神志不清了 口中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杀不死我 你也只是强弩之末而已 你死在这个树林里吧 宋问琴那个蠢货 竟然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对 你不应该杀我 不是我亲手杀死的你师父 你要报仇 应该找宋问琴 你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我要杀了你 把你身上每一块血肉撕碎 江阳缓了一口气 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楚思存身侧 低垂着的眼眸 注视着在地上爬行的仇人 他吃笑了声 抬脚 踩在楚思存紧后的那柄匕首上 咔 匕首刺穿紧骨的声音 楚思存身体一阵 趴在地上 双眼瞪大 满是愤恨与不甘 口中发出呵呵的血沫声 江阳翘起脚后跟 脚掌按着匕首 向后一踩 咔滋咔滋咔滋 一阵利润摩擦骨头 隔开气管的声音响起 吃 江阳脚下一松 匕首跳动落地 楚思存的脑袋被割了下来 向前滚动 双目圆征 死不瞑目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江阳 重重扬倒在地 透过不算繁茂的树叶 看着天上被一层薄沙笼照着天空 挂在天上的星星闪烁着 像是在夜空中注视着它 江阳撇开嘴巴 无声地笑了起来 笑得两滴眼泪从眼角滑下 滴落在鬓角上 又轻轻落了地 它看着那个闪烁的星星 挑了挑眉 右眼对着那颗星星眨了一下 第117章 令人不安的疑点 轰轰轰 远处太湖上的战斗还在持续 两位灵神镜舞者 怎么可能是凌荣镜宋问琪的对手 就算他们手持序列比较靠前的 封印物序列 但宋问琪也有排名第13的 名神雾蛇的双眸 可诡异的是 他们就是打得十分胶着 战斗的连衣带着水气不断扩散 江阳的脸上和发丝 都落了一层细腻的水雾 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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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不远处传来故意压低的呼喊声 江阳努力睁开眼睛 眼睛动了动 耳边再次响起呼喊声 周岑 他不在于师叔家里躲着 来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儿 江阳喊了声 呼喊声顿时停止 很快 跑步声有远极近 周岑跑到江阳身旁 看到江阳的时候 他深深松了口气 蹲了下来 还没说句话 就看到江阳脚下 趴着一具无头尸体 那颗人头就在尸体前方 哎我草你妈的 周岑被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卧槽 这特么砍头了 嗯 他是楚思存 江阳说道 我知道 楚思存 杨哥 你也是够牛逼的 灵通竟干掉了灵欲镜 这说出去谁信 周岑不禁感叹了声 强忍着恶心 伸手抓着江阳衣服 往后脱 江阳就像半扇猪肉 任由周岑脱动 我的匕首 剪一下 啊 周岑看着插在无头尸体上的匕首 还有躺在胸前上方血水里的匕首 苦着脸道 杨哥 就不要了吧 等我找个铁匠师傅 用传导材料 给你打个一模一样的 那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则 周岑又扎巴下嘴 不情不愿地过去 把两柄匕首收回 脱掉外套包了起来 行了吧 快走 快走 前面打仗呢 天崩地裂的 我都快吓死了 周岑二话不说 直接背起江阳 就开始狂奔 周岑 你就这么跑来的 江阳忍不住好奇问道 我疯了 靠两条腿跑十几公里啊 周岑说道 我开车来的 江阳左右看了看 问道 车呢 我看这边动静太大 开车容易引起注意 就停在十公里外了 然后我跑过来的 江阳 江阳彻底沉默了 从鱼随周药祭店 到半山腰别墅 一共十六公里 一把车停在十公里外 你这跟跑过来的 有什么区别 这个家伙 明知道这边很危险 却还是跑过来 找自己 准备把自己背回去 在看他之前那副压低 嗓音呼喊 小心翼翼的样子 明显是非常害怕的 想到这里 江阳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感动 周岑不愧是连 四阶翼兽都追不上的男人 跑起来不紧快 还特别稳 江阳彻开始怀疑 周岑脚上 是不是有什么魔法道具 按理说 一个三级舞者 不可能跑这么快啊 今晚虽然杀死了楚思存 但其中 有个巨大的疑点 明神雾蛇的双眸 出现了 就说明 宋问琦在附近 而且 他们都被 明神雾蛇的双眸 禁止了 宋问琦 为什么不杀自己三人 他作为使用者 拥有自由行动 控制禁止空间的权利 虽然 后来灰白禁止空间 被两件封印物 撞出了裂纹 他们得以逃脱禁止状态 但在此之前 可是有一段 完全禁止时间的 宋问琦既然没有动手 现在还跟两个手持 封印物序列 灵神镜交战 他是境界不稳 无法快速获胜 还是说 这里面存在某种因素和问题 想了一会儿 没想明白 算了 之后再说吧 可惜的是 莫里莫斯没有出现 不对 应该庆幸他没有出现 不然 就算他们两个 都被重创冰死 以自己的状态 也干不过他们两个人 江阳默默叹了口气 周岑背着江阳 又跑了一会儿 前方驶来一辆汽车 周岑下意识 背着江阳 窜进了一旁的小树林里 车停了 有人从车上下来 周师弟 江师弟 是我 孙虎 快出来 胡子师兄 周岑放了心 背着江阳跑出来 胡子师兄 你怎么来了 虎牙子把江阳 从周岑的背上接下来 放到后座 系上安全带 一边说道 你这不废话吗 全城都打成一锅浆糊了 你们还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不得过来救人啊 还有 周师弟 你咋想的 把车停那么远的地方 还停在沟里 我来的时候 看到我家的车 我还以为你出车祸了呢 汽车目标大 我害怕 所以 你就用跑的 十多公里啊 你还是人吗 虎牙子边吐槽 边启动汽车 掉头回去 我天赋一柄不行啊 周岑翻了翻白眼 不 你不是天赋一柄 你是技能点加错了 技能点全加跑步上了吧 江阳闻言 忽然睁开眼睛 虎牙子师兄 你说的好有道理 两人斗闷子半嘴 把江阳带回了 鱼随周药剂店 而鱼随周 早已经准备好药剂 就等着江阳回来 灵通密药 恢复药剂 灌下去 江阳没什么反应 鱼随周眉头紧锁 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没反应呢 虎牙子说 师父会不会是剂量不够 要不然试试灵运药剂 周岑说 师叔 你做的药剂 不会是残次品吧 纯度不够 放屁 你做的药剂 才是残次品呢 鱼随周当时就怒了 说一个药剂师 做出药剂师残次品 这跟纸鼻子骂娘 有什么区别 周岑倒觉得没什么 甚至想点点头 对啊 我做的药剂 就是纯度不够的残次品 现在也就 灵通药剂 还像点样子 再给他喝两瓶 不管有没有用 都不能再喝了 喝多了会过度压榨 他的身体潜力 鱼随周又拿出一瓶 灵通蜜药 和一瓶 恢复药剂 给江阳喝了下去 他又观察了一会儿 点点头道 行了 让他睡一觉吧 灵力枯竭太严重了 得慢慢恢复几天 虎牙子 去库房最里面 打开压底箱子 拿一株 三星龙棉花 墨成粉 装起来 挂在江阳床头 让他睡个安稳觉 这孩子心里事情多 太累了 好 虎牙子跑了出去 周曾一听是 三星龙棉花 顿时把翘着的 二郎腿放下来 依靠在桌子上 扶着额头 声音虚弱地说 于是说 我头疼 最近总失眠 那个 三星龙棉花 也给我拿一株吧 鱼随周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离开了房间 周曾吊着死鱼眼 看着鱼随周离开的背影 都浓道 小气鬼 你不给我 我不会蹭阳哥的 我在他床下边打地铺 也能享受 三星龙棉花 第118章 师父会被你准备 很多好东西 第二天上午 江阳刚刚醒来 就闻到一阵 令人心神宁静的花香 贪婪深吸一口气 然后从床上坐起来 床头柜上 放着一对 清洗干净的乌黑匕首 旁边是 灵子手枪 还有一个放挂件的 木质工艺品上 悬挂着一个素色香囊 花香就是香囊 散发出来的 江阳伸手把香囊摘下来 送到鼻尖闻了闻 感觉胸前因灵力枯竭 而隐隐作痛的 气海雪山 得到了缓解 这是某种药剂的材料 而且非常珍贵 江阳非常确定 这时 周岑端着餐盘 开门进来 看到江阳 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香囊 非常惊喜 赶紧把餐盘 放在桌子上 凑了过来 阳哥 觉得好些了没 江阳对周岑笑了笑 我没事 灵力开始慢慢恢复了 周岑长舒一口气 随手把床头柜上的乌黑匕首和灵子手枪 推到一边 直接坐在床头柜上 看着江阳手中拿着的香囊 开始说起 昨晚他回到药剂店后的事情 这是三星龙棉花磨成的粉 于师叔压箱底的宝贝 昨晚你半路 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于师叔 给你喝了两瓶灵通蜜药 和两瓶恢复药剂 你还是没反应 想再给你喝药剂 又怕过度压榨你的潜力 没办法 于师叔 只能拿出三星龙棉花 给你放在这里 让你慢慢吸收三星龙棉花的药力 三星龙棉花 药剂密册 倒数第四页末尾 记载了一种笔 欺骗药剂 更加神奇的药剂 空壳药剂 这种药剂的效果是 服用之后 服用者的身体器官 如大脑 血肉 骨骼等 都会等比例缩小 可以任意取出一个或全部器官 在此期间 取出的器官会保持活性 气海雪山也会一同缩小 并可以取出 而服用者的身体里 会由药剂形成一套暂时的代替器官 和气海雪山 具有服用者的思维能力 可发挥出使用者三分之二的灵力 也就是说 除了皮肤之外 身体里的一切都是药剂形成的 整个人完全变成一副空壳 在空壳人不消耗灵力的情况下 药剂的持续时间是四个月 三星龙棉花 就是空壳药剂 两个主材料之一 非常名贵 江阳在看到这个药剂的时候 完全是一副 呲牙咧嘴的表情 实在是这个药剂太过怪异 而且 有点恶心 没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 见到三星龙棉花 于师叔和胡子师兄呢 江阳问道 在店里呢 周曾说完 指着桌上的粥和小菜 说道 要在床上吃吗 不用 我没事了 江阳下床 先去简单洗漱 然后去了前面药剂店 把三星龙棉花香囊 还给于随周 谢谢于师叔 给我用这么名贵稀有的三星龙棉花 于随周笑了笑 没什么在意的摆摆手 接着 把桌子上的香囊往前一推 说道 你拿着吧 你小子心事多 这个香囊 有助你缓解 心绪压力 于师叔 真的不用了 不是大侄子 我矫情 事情没完之前 我需要保持紧绷状态 不敢松险 江阳真诚地说道 于随周思考了片刻 点点头 那好 但你也要记住 很多事不能急躁 于随周 把香囊扔给虎牙子 又对江阳说道 昨晚我想给你输送灵力 但你的气海雪山里 有股霸道的灵力 把我的灵力弹开了 是怎么回事 江阳当即想到自己的灵子和左眼 他没有多想 就把灵子和眼睛的事 对于随周说了 这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 当时空间裂缝前的场景 许多人都见到了 而且 也是师父 进入空间裂缝 为自己谋求的条件之一 整个东南战区 总被不都清楚 于随周点点头 没多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 你的灵力 已经从躯干走向四肢 用不了多久 灵力就能在身体里 形成循环酝养 正是晋升灵运镜 在此期间 如果发生战斗 不要让四肢 受到严重创伤 就像灵运镜 晋升灵运镜一样 在气海雪山中 凝结出灵运之前 不要让灵力枯竭 舞者前期晋升 是对身体的考验 需要十分小心 平时也不要依靠药剂 激发灵力 要知道 舞者修炼是 慢慢积累的过程 就像用刻刀 慢慢雕琢木头 需要你一刀一刀雕琢 药剂就像机器 短短几秒钟 就抵得上你 一个月的工作量 虽然也十分精美 但总是少了一份神域 于随周不紧不慢地 教导着江阳舞者 修炼的注意事项 江阳老老实实 站在一旁 认真地听着 现在没人叫他修炼了 能有这样的机会 他非常珍惜 中午 爷们四人一起吃午饭 下午 江阳和周岑离开了 虎牙子拿着香囊 不解地问 师父 江师弟用不到 三星龙棉花香囊 周师弟能用啊 他在制作药剂的时候 性子急 用这个香囊 可以帮助他平心静气 提高制作药剂的成功率 于随周看着自己 这个憨厚老实的徒弟 又想起昨晚 不管不顾的 一股脑冲出去 去救江阳的样子 真像的小老虎 现在又要把 三星龙棉花送给周岑 这孩子的心肠 真的很不错 他对虎牙子 非常非常满意 于随周笑了笑 耐心解释道 虎牙子 你将师弟 虽说现在是他们 那一门的顶门柱 但总归是个孩子 你陪师伯来不及 给他准备更多东西 他现在除了脑袋里 有本 药剂密测之外 什么底蕴都没有 所以师父 才会给他三星龙棉花 教导他舞者修炼 但你周师弟不同 有师父 有亲人 你留师叔有很多时间 做准备会给他留很多东西 他们两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白吗 虎牙子握着三星龙棉花香囊 寻思了半天 刺着小虎牙 问道 师父 你也会给我准备 很多好东西吗 你 你个臭小子 你师父 我还没死呢 于随周无奈地笑骂了一句 玄机躺在长椅上 眯着眼 会心一笑 轻声道 会的 师父会给你准备 很多好东西 等哪天师父不在了 你也不会受人欺负 第119章 敲碎的声音 一定很好听 下午回到药剂店 稍稍休息了片刻后 江阳就坐在工作台后 制作订单上的药剂 周曾在旁边 看着他制作药剂 只有在江阳 做完一份药剂 准备另一份药剂的间隙 他才会说几句话 或者问一两个问题 整整一个下午 就这样度过 晚饭的时候 江阳边吃边说 今晚就在一楼工作台 做药剂 晚上在房间里 用水晶器做药剂 时间久了 会形成习惯 周曾端碗加菜的动作僵住 抬头看着江阳 表情尴尬地笑了笑 杨哥 你都知道 晚上感受着你 房间里的材料磷子波动 我都特么 替你着急 江阳在心里 默默吐槽了一句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说道 你在制作药剂的时候 太着急了 要病除杂念 平心静气 杨哥 我的灵感太低了 怎么办 周曾放下碗筷 终于问出了 打从心底里 不愿承认的事实 他的灵感 实在太低了 只有在全力 运行灵力的时候 才能稍微感受到 材料的磷子细微变化 江阳想到了 钥匙 这个药剂 可以给武者 强行打开灵感 但周曾不同 他有灵感 但灵感太低了 也不知道 钥匙有没有用 先吃饭吧 等我跟刘师叔 沟通一下再说 那 那好 周曾心里失望 如果师父有办法 自己就不至于这样了 晚上 周曾在一楼 用工作台制作 灵通药剂 脚边堆着很多材料 另一边的桶里 倒了很多废掉的药剂 江阳在三楼 跟刘四红通电话 刘师叔 钥匙 这个药剂 可以给周曾用吗 我有飞脚粉 不行 钥匙 是强行打开武者的灵感 周曾具有灵感 只是灵感太低了 刘四红深深叹了口气 他也为徒弟操碎了心 接着 他又说道 我正在准备 另一个提高灵感的药剂材料 只不过 材料很稀有 我跑了几个战区 都没有换到 那头灵接易受的心脏 就是药剂需要的材料之一 这样啊 如果刘师叔有需要 请一定 不要跟我客气 江阳 对此也没办法 行 大直在 订单做完了 就让周曾那个臭小子回荣城 猎魔队那边 已经开始催了 嗯 后天能做完 后天下午 就能到荣城猎魔队交付 两人又聊了几句 刘四红要转机去 东北战区碰碰运气 就挂断了电话 江阳放下手机 坐在书桌前 看着桌上的那对 乌黑匕首 正正发呆 不反射光芒的匕首 如深渊一般冷静 他轻轻吐了口气 伸手拉开窗户 把一柄匕首扔出窗外 那柄匕首在空中悬浮着 江阳拿起另一柄匕首站起身 从窗口跃出 稳稳地站在匕首上 他现在展开电磁力场的极限 是550米 电磁力场发出的中心点是他 他可以在这个550米的范围内 随意移动 让中心点偏移 形成扫描形式的电磁力场 但极限550米是不变的 他想要利用电磁力来实现飞行 目前以他的实力 就必须以他为正中心点 把他自己的磁场调转 电磁力场一面的磁场 与大地的磁场相斥 另一面磁场在上方 与他的磁场相互吸引 在调动电磁力场周围 散落的电子 形成推力 以此来实现 悬浮飞行的目的 高度极限是275米 速度他没试验过 江阳踩着匕首 越来越高 一直达到200米 他俯瞰着下方的城市 同时他也在感受着 灵力的消耗情况 这个状态 无法持续太长时间 起码到了零元境 才能长时间 长距离飞行 高度 速度都会得到大幅增长 也许那时 自己不用借助媒介 也能站在天上了 江阳心中默默计算着 他看到远处 大楼天台的角落里 坐着一个男人 他抱着一把刀 躲藏在阴影里 仰着头 正正地望着自己 是他 江阳操控着匕首 慢慢飞了过去 玄庭在大楼天台边缘 他拉开衣巾 脚下匕首 在空中画了个完美弧线 自动归入腰间刀套 抱着刀的男人 一言不发地看着江阳 从之前 看到江阳飞起来的呆滞 到现在的鄙视 这小子 真能装逼 江阳落在天台边缘 看着那个 坐在角落里递男人 那个男人 也看着他 对视了几秒 江阳忽然问道 用了几分钟 不到三分钟 男人随口回答 单手撑着地面 站起身回答 抓了抓乱糟糟的 鸡窝发型 又补充了句 小姑娘挺难缠的 江阳看着他 乱糟糟的头发 有些邋遢的衣着 最明显的 还是他非常重的黑眼圈 不知怎得 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男人非常无奈 身体依靠着楼檐 没有在意江阳的笑声 眼神转向一边 漫不经心地说道 半山腰别墅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 还陪你等了一会儿 不过山下出现了 可疑的家伙 好像是冲你来的 我就过去了 那家伙 更难缠 说句实话 我打不过他 他在解释 为什么江阳在 追杀楚私存的时候 他没出现 不过 江阳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后来怎么样了 那两位 跟宋问齐的战斗 江阳问道 男人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江阳身后 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可以吗 轻柔妩媚的声音 在江阳身后响起 江阳转动眼眸 仰起嘴角 微笑道 当然可以 男人耸耸肩 单手撑着楼檐 直接从五十楼的天台 跳了下去 古思琳站在空中 裙摆随着他的脚步 灵动跳跃 他从江阳的身后 走到江阳的身前 一袭红裙 在夜风中轻轻飘动 白细的脖子上 戴着精美项链 垂着一颗珍珠 正好在锁骨下方 江阳看着古思琳 古思琳看着江阳的模样 不禁顽心大起 微微扭动腰肢 仰起下巴 尽情展现自己的美丽 右手抬起 手指在锁骨下方 轻轻划过 不经意间拨动了下 那颗珍珠 姐姐美吗 美 江阳看着古思琳 迷人的锁骨 咽了咽口水 这么美丽的锁骨 敲碎的声音 一定很好听 第120章 逐渐理清脉络 自从成为舞者 精神状态好多了 不对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江阳垂下眼眸 不再想敲碎锁骨的事 整理思绪 抬眼看着古思琳 问道 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古思琳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红魔女 古思琳这样说 然后 她看向江阳的眼神里 隐隐带着期待的情绪 在她的设想里 江阳一定会问自己 为什么叫红魔女 然后自己给她解释 红魔女的由来 再好好地炫耀一下 自己身上这件 魔女的裙摆 最后 问她要不要看看 裙摆里面有什么 自己都问她两次了 她都不想看 每次 魔女的裙摆的副作用 都在自己身上 江阳在听到 红魔女的时候 也是不解 但又一想 她是东南战区 总背部的灵神晋舞者 有个代号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古小姐 你们跟宋问琪的战斗 结果怎么样 这是江阳最在意的事情 她很想知道 他们在被雾蛇禁止的时候 宋问琪为什么 不动手杀死他们 她不认为 宋问琪会放过这种机会 古思琳听到江阳的问题 看着江阳的眼神 微微一颤 有些不爽 她太不会聊天了 我好好地站在这里 结果还不明显吗 嗯 突然之间语气 转变好大 她怎么突然生气了 江阳正了正 虽然不明白骨 思琳为什么生气了 不过这不关她的事 她只想知道 事情经过和结果 你们赢了 没赢 那你们输了 没输 平手 舞者厮杀 只有生与死 哪里来的什么平手 江阳 她绝对生气了 女人真的好麻烦 江阳绞尽脑汁 也想不明白 自己什么时候 什么行为 哪句话惹到她了 她有病吧 莫名其妙的 古小姐 夜深了 我得回去 睡美容觉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江阳转身 就要跳下大楼 灵体骸 江阳停下动作 转身看向古思琳 古思琳默默叹了口气 她对江阳 彻底没了期待 也不指望 魔女的裙摆的副作用 能在这个家伙身上 产生效果 古思琳恢复了之前 缓慢轻柔的语气 顿了顿 继续说道 宋问琪并没有来苏氏 或者 她已经来过苏氏了 留一个带友 她血液和被赋予了任务的 灵体骸 指人 指人使用 名神物蛇的双眸 禁止了那片空间 帮助楚思存逃走 并与我们 发生了战斗 说到这里 唉 古思琳苦恼地叹了口气 即使只有宋问琪 一部分力量的指人 都能拖住我们六分钟 灵容镜的力量 真是让人无法拒绝 难怪宋问琪 会有滨海那样的谋划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寻求晋升 破神戎灵 她已经到达 超越半神层次的境界了 古思琳的话中 带有对灵容镜 层次毫不掩饰的向往 只有亲自直面过强大力量 才会心生向往 而江阳想的却是 原来如此 灵体骸 指人的任务是 帮助楚思存逃跑 并不具有自主意识 或者 宋问琪对 灵体骸 指人下达的任务是 在楚思存呼救的时候 使用 灵神物蛇的双眸 救下她 并没有考虑到 能把两位灵神镜 或者自己禁止的情况出现 所以才没有在空间禁止的状态下 出手杀人 这样似乎就解释得通了 灵体骸 出现 那么莫里莫斯 也就应该在苏氏 甚至在附近 难道 保护自己的那个猎魔人 当时在山下 对付的是莫里莫斯 所以 她才说 对手更加难缠 没错 现在 推翻之前的猜想 重新带入宋问琪的角度 来思考这件事 宋问琪根本就没来苏氏 来苏氏的是莫里莫斯 她也同样觊觎 心生 要剂 想去半山腰别墅抢药剂 但被那个猎魔人阻止了 她所持有的 灵体骸 其中一个指人上 带有宋问琪的血液 以林荣静的部分实力 释放 名神物蛇的双眸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在来苏氏之前 都找过宋问琪 并各自达成了合作 楚思存的需求 是在危急时刻 救她一命 莫里莫斯的需求 则是一滴血和 名神物蛇的双眸 而宋问琪的附加条件 则是救下楚思存 毕竟楚思存 合作也就作废了 这样 宋问琪都不用出面 就可以收获两人答应的条件 至于药剂最后归谁 她不在乎 江阳站在多角度 思考整件事的经过 古小姐 名神物蛇的双眸 你们得到了吗 没有 物蛇消失之后 我们也在附近寻找了很久 没有任何发现 古思琳也很奇怪 她说道 按理说 只人被打废 那被使用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就应该遗落在附近 但他们把整个太湖 都探查了一遍 都没有丝毫发现 江阳摇摇头 不 不是指人使用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而是有人使用 带有宋问琪血液的指人 催动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古思琳你眼道 灵体骸 这持有者 莫里莫斯 没错 江阳点点头 古思琳沉默了下 旋即皱了皱眉 伸出右手 对着虚空一抓 下一刻 那个保护江阳的猎魔人 突兀地出现在空中 手里捧着一盒 鱿鱼洋葱炒饭 腮帮子鼓着 神情呆滞 忘了咀嚼 江阳立刻用电磁力 笼罩了三人 古思琳冷声问道 顾里 我问你 当晚在山脚下 跟你战斗的那个人 是不是莫里莫斯 顾里茫然地看着古思琳 又看看江阳 用力咽下 还没咀嚼完的炒饭 快速摇头 他感受了古思琳的冷冽杀意 于速极快地说道 我不知道 他穿着一件黑斗篷 似乎有灵机镜的实力 但又没有权力出手 我拖住了他 给猎魔队发去求援信息 但所有人都在战斗中 迟迟没有来支援 后来 雾蛇出现了 我就被禁止了 等空间 禁止消失之后 他就不见了 江阳通过电磁力的反馈 知道顾里没有撒谎 于是对着古思琳点点头 顾里眼神在两人身上来回转动 那个 跟我战斗的那个人 是莫里莫 古思琳看着江阳 眸光转动落在顾里身上 挥了下手 顾里话还没说完 就捧着炒饭 以抛物线的形式 不用在意 不管怎么样 你杀了楚思琳 也算初步完成了复仇 而且 你身上的威胁 也减少了几分 江阳在思考其他事 敷衍的恩了一声 古思琳也不在意江阳的敷衍态度 继续说道 目前 宋问琪还不是你和我们能够应对的 差距太大了 我和我的同事 正在寻求近生零容镜的办法和途径 这次的合作 东南战区总备部非常认可 是一次完美的猎杀行动 对藏青和莫里莫斯 你可以采取任何办法和手段 东南战区总备部 会在这件事情上 积极配合你 上层非常希望你能继续复刻成功 不仅是完成你的复仇 还有我们的耻辱 江阳问道 宋真呢 他人在哪里 江阳找了宋真 但没找到 他已经被总备部的人秘密处决了 古思琳说道 他完全成了弃子 身上也没了可利用的价值 这样 我还想呢 少杀了一个人 不过没有亲手弄死他 怪可惜的 古思琳眼神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消失在半空 江阳则坐在天台楼檐 望着灯火璀璨的苏氏 继续发散着思维 去想之后一段时间的安排 第121章 谁都有脾气和个性 杀死楚思存 并没有让江阳开心多久 反而后续的推测 让他的心绪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带有宋问琪血液的 灵体骸 指人 在使用 名神物蛇的双眸的情况下 能够拖住两位持有 封印物序列的 灵神静舞者六分钟 是那两个灵神静太菜吗 不 是宋问琪那个 老王八蛋太强 大夕阳的 某座孤独的海岛上 海浪不知疲倦地 拍打着礁石 发出汹涌的掏声 海风穿过 郁郁葱葱的植被 划过叶子 发出尖锐的丝鸣 宋问琪从海面上 缓步慢行 踩着白色浪花 登上不算高的礁石 回身望了望昏暗的海面 走进森林 楚思存死了 观音要死了 宋真死了 藏青不知道躲在哪里 莫里莫斯暂时不能杀 毕竟 灵体还需要再提 宋问琪背着双手 身形不断闪烁在森林中 很快 他到了火山下面的海湾边缘 凌空迈步 像是下台阶一样 一步一步走下陡峭的崖壁 进入到连通着大海的湾内 湾内停着一艘小船 灵体还 侵蚀了大半个身体的莫里莫斯 坐在甲板上 目光跟随着凌空走来的宋问琪 直到宋问琪站在船头 莫里莫斯从上衣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铁盒 朝着宋问琪扔了过去 你的东西 还给你 谢谢你的手信 如果你带着 名神雾蛇的双眸躲起来 我会很困扰 宋问琪接住小铁盒 轻声笑着 莫里莫斯忍着鄙夷和恶心的情绪 低垂着眼眸 心底痴笑了声 如果我不把 名神雾蛇的双眸还给你 那么 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了 毕竟 忠心于你四十多年的徒弟和亲孙女 你都可以放弃 任由他们因你而死 莫里莫斯沉默了片刻 抬头说道 我答应帮你办的事 已经办好了 封印物也还给了你 那么你的条件 是不是应该兑现了 当然没问题 宋问琪屈指一谈 一滴鲜血从他指尖飘飞出去 悬浮在莫里莫斯面前 莫里莫斯赶紧拿出长条形古旧木盒 打开木盒 一张指人飞了出来 与那滴鲜血融合之后 指人顿时鲜红无比 有了宋问琪这滴血 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保命底牌 以后遇到猎杀小队 就算不敌 也能利用指人逃跑 宋问琪脸上带笑地 看着莫里莫斯 问道 你就打算这样一直躲下去 即使猎杀小队的人没找到你 你也会在不久之后 因为灵体还得侵蚀而死亡 莫里莫斯没有看宋问琪 他不想让宋问琪 看到自己对他鄙夷的眼神 与其没有任何情绪地回答道 死亡是我的结局 求生是我的本能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结局 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本能 想要通过卑鄙的捷径获得力量 就必须承担获得力量的后果 宋问琪先生 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没错 你说得很好 宋问琪一直保持着和煦笑容 他不会跟一个棋子生气 况且 这个棋子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个海岛很不错 是你为自己选的目的吗 我希望 这里能成为我的目的 卑劣的人 就该痛苦孤独地死去 莫里莫斯继续说 但你会引来猎杀小队 我只能放弃这里 抱歉 我只是来履行承诺的 没事 反正我也要走了 宋问琪看了莫里莫斯一阵 开口道 找个地方等死 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莫里莫斯文言 心底冷笑了声 难道像你一样 通过那种手段 晋升到了玲珑镜 然后 像狗一样 被猎杀小队 追着满世界跑 宋问琪先生 灵体骸 是你们强加给我的 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当然 事已至此 我不想抱怨什么 从我拿到 灵体骸的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说到这里 莫里莫斯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反正都要死 何不在死前说个痛快 宋问琪先生 我是灵体骸 要再提工具 但你也只不过是个实验品而已 何必这样高高在上吗 你吸收12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潮汐 晋升零容镜 为那些受到天赋限制 寻求晋升 而无门的家伙们 提供了一条卑劣的晋升道路 你我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工具 只不过有高级和低劣的分别 仅此而已 宋问琪的和煦笑容渐渐收敛 他沉默了 而他的沉默 恰恰坐实了莫里莫斯的这番言论 当然 宋问琪是不可能承认的 希望以后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莫里莫斯先生 宋问琪转身踏上虚空 转瞬间 他到了海面上 下一瞬 他消失在黑夜里的大海中 哼 莫里莫斯望着海湾外的大海 吃笑了一声 然后 从甲板上站起来 回到船舱里 不一会儿 小船慢慢出了海湾 随着海浪 向着黑暗中驶去 东南战区总背部 古斯林站在落地窗前 左臂横着 右手拿着一杯红酒 他看着万年不变的基地 酒杯送到红唇边 抿了一口酒 回过身来 看着坐在电脑前打网游的陆群 突然说道 那些前辈的晋升方法 并不适用于我们 我们应该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晋升方法 陆群一边操控人物打怪升级 一边回到 比如宋问琪 他等磷子诱发器几十年 才在滨海晋升玲珑镜 现在磷子诱发器 就在基地最底层保险库里 你我一人拿十二个 去空间裂缝频发的城市 用不了一天 就晋升了 不过我们没有 名神雾蛇的双眸 来稳定磷子潮汐 会有些危险 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把城市里的几百万人 分成十二个区域 让他们堵在空间裂缝口 给我们过滤磷子潮汐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当叛徒 明天玲珑镜 左右不过是一座城市的人命而已 古思琳猝着眉头 不约道 你在开什么玩笑 陆群一推键盘和鼠标 回身看向古思琳 语气烦闷道 古思琳小姐 是你先开玩笑的 不参考前辈的晋升方法 想要自己摸索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宋问琪和他爹两人 摸索了八十年 最后想出个 桑尽天良的晋升办法 怎么 你比宋问琪天赋高吗 古思琳被陆群对得哑口无言 别人因为种种原因 不敢得罪古思琳 只能任由他调戏和戏耍 陆群可不惯着 谁不是灵神镜 谁不是风应物序列的持有者 你跟谁俩呢 你长得漂亮就有理了 这世上的美女多了去了 比你漂亮的大有人在 装什么二五八万 第12章 师爷观堂 江阳美美地睡了一觉 他学习电磁力学的课程 已经高三阶段 这是里程碑式的进步 直播的老教授都夸奖他 虽然没什么天分 但好在足够努力 江阳一激动 怒冲一块钱 刷了十个小星星 给老教授乐的 假牙都快掉了 灵力蕴养 已经到了肩膀和大腿 只要灵力走到指尖 再走回来 完成一个循环 然后在气海雪山里凝结 他就完成了 灵通镜到灵蕴镜的镜声 可以开始凝结灵源 向着灵源镜进发 睁开眼 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窗帘的缝隙里没有光 外面的天空 一定阴霾到令人压抑 下床 洗瘦 下牢 周岑已经坐在工作台 制作药剂了 看他脚边的材料和垃圾桶里 大半桶废药剂 江阳第一次理解学习药剂 是个费钱的事 阳哥早 早 怎么不再睡一会儿 正好可以吃午饭 江阳 这么聊天可就不太友好了 小老爹 磨蹭了一会儿 两人吃午饭 然后 江阳开始制作药剂 周岑用摄像机拍下 江阳制作药剂的全过程 留着拿回家躲被窝里看 中间休息的时候 江阳开玩笑说 周岑 要不你考虑改行吧 你家那么有钱 做个无忧无虑的有钱人 不比做药剂师好得多 阳哥 我坚信 金子一定会发光的 周岑目光坚定地 像在宣誓 但是 金子不是发光物体 它需要外界光进行折射 江阳话说 一半就被周岑打断 停停停 阳哥 你魔障了吧 我在这跟你聊物理啊 江阳笑了笑 不再跟他开玩笑 认真说道 你师父正在满世界找材料 给你做提高灵感的药剂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努力提升制作药剂的手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要我能做到 一定帮忙 阳哥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不过 也没什么需要你出手帮忙的 昨晚我师父来消息说 就差两种材料了 一种是主材料 四阶异兽斑纹虎的眼球液 一种是深潭女药王的眉心六棱精 江阳想了想 药剂密测 里没有同时用到这两种材料的药剂 应该是刘四红那一门的独有药剂 战区总背部都换不到的材料 应该是很难获得 一般比较重要的高级药剂 战区都不会轻易放出来 而是由内部的药剂师自己制作 给需要的猎魔人使用 除非有重大贡献的人 战区才会根据需求 给予一定分量的材料 像刘四红这种用材料去换 且不说人家有没有 就算是有 人家也不会缺刘四红的那点材料 周曾说起这个也是唉声叹气 阳哥 我太没用了 让师父豁出去老脸 给我这么个废材满世界找关系换材料 只为给我提高一些灵感 我知道从兑换价值来看 这很不划算 没事的 周曾你要放宽心 江阳慢悠悠地说 你觉得你很废物 但你不知道的是 比你废物的人更多 周曾都顾不得伤心了 呆愣愣地看着江阳 苍了天了 你这是安慰人的话 阳哥 你 江阳摆摆手 我的意思是 只要刘师叔愿意 即便你是个废物 又能怎么样 最近我也想明白了 我师父总跟我说师爷的事情 我师父的药剂学天赋并不高 我师爷就很无奈 但他从没想过 不要我师父 或者再收个徒弟 反而处处为我师父着想 我师父也是一样 他老人家怎么对我的 你都看在眼里了 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我师姐遭遇不错 我也拜表示 药剂师传承 说白了就是四个字 师父愿意 将来我们收了徒弟 也是一样 只要收了他 就是当儿子当女儿养 谁家大人不都是觉得 自己家还紫长的 最郡最好吗 周曾仔细想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自己拜师之后的几个月 也有人上门拜师 而且具有 比自己高很多的药剂学天赋 但师父都没收 而是介绍到其他 没有徒弟的师兄弟那里了 而且 师父也没嫌弃 自己的天赋不好 反而每次出门 都会带着自己 认识厉害的药剂师 介绍人脉 江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么一想 周曾的心情好多了 说的也是啊 等师父老了 我好好孝敬他 我给他买一座度假岛 舒舒服服地享福 江阳张了张嘴 心想 买一座度假岛 这就是富豪的孝敬方式吗 说说闹闹过后 两人又开始制作订单药剂 还剩下不多 明天就能全部做完 总背部 古斯林和陆群坐在电脑前 查看总背部加密档案 他们要晋升凌荣镜 必须参考前辈们的晋升方式 想要自己摸索晋升方式 他们还没那个天赋 目前最快捷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磷子诱发器 去一座空间裂缝 频繁降临的城市 同时开启十几个空间裂缝 吸收磷子潮汐 毕竟有宋问奇 这个成功的例子 但这恰恰是最恐怖的 宋问奇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简单的晋升方式 无限拉低了 舞者晋升的底线 就像陆群所说的那样 没有名神物蛇的双眸 的他们 唯一阻挡磷子潮汐乱流的方式 就是用一座城市的人命去过滤 陆群揉了揉酸色的眼睛 后仰靠在一背上 转头看向古斯林 问道 你那边怎么样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就是随口一问 没指望古斯林 找到什么值得参考的方法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古斯林却点头说道 有一个方式很适合我们 嗯 陆群直接从椅子上弹起 来到古斯林身后 视线落在电脑上 古斯林调出一个名为 假眼的玲珑镜舞者 目前在西南战区 这位假眼的晋升方式 就很别特 古斯林滑动假眼的资料 说道 他先收集了 十颗空间裂缝的磷子盒 然后在荒芜人烟的地方 打碎磷子盒 让十颗磷子盒内部的磷子 全部爆发出来 形成狂暴的磷子潮汐 陆群皱着眉说道 十颗磷子盒爆发出来的磷子潮汐 会把他气海雪山瞬间撑爆 根本没有时间完成破神熔灵的噤声 古斯林没有回答 他继续滑动资料 说道 他服用了一种名为 雪山守护的高级药剂 在15分钟内 保护气海雪山无损 陆群眼睛一亮 快看看药剂师是谁 古斯林控制鼠标往下滑动 药剂师关塘 他的徒弟是裴东行 第123章 你报警吧 订单上的药剂如期完成 荣城猎魔队亲自来人接药剂 周岑必须跟着药剂一起回去 在他们小心翼翼往车上搬药剂的时候 周岑转过头 对江阳笑着说道 阳哥 我先走了 不在的时候 你可别冒险了 不然没人半路出了车祸 还扛着伤势 跑十几公里背你回来 江阳拍拍周岑肩膀 笑笑没说话 周岑伸个懒腰 扭扭脖子 故作不在意道 回去我就过安生日子了 录像里的那些药剂 够我学一阵子的了 等我都学会了 再来找你 到时候 阳哥你可别藏着掖着 不过 你也没必要对我藏着 我又不学你那些不外传的高级药剂 江阳呵呵一笑 等哪天 我想开了 就做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把 药剂密册 后几页拿出来卖掉 我拿着钱 满世界逍遥自在 那一定要卖给我 我很有钱 你知道的 好 有钱考虑你 药剂装好了车 荣城猎魔队的三队队长 过来跟江阳握手 表达谢意 江阳没什么表示 毕竟人家是付了钱的 自己也挣了钱 公平买卖 阳哥 那我就走了呀 嗯 到了荣城 给我发个消息 行 估计得晚上了 不过你睡得晚 就这样吧 再磨叽一会儿 天都黑了 周岑摆摆手 上了车 汽车慢慢驶离药剂店 江阳站在门口 目送他们 午后阳光下 一个年轻人 站在三层小楼门前 远远看去 似有一种寂寥落寞的画面感 回头看看店里 少了个叽叽喳喳的声音 冷清了不少 江阳深吸口气 转身停在门口 抬手拍拍门框 驻足片刻后 跨步进店 他没走进屋里 而是坐在了 那张从滨海带过来的摇椅上 迎着午后阳光 眯着眼 摇椅轻轻晃动 悠哉悠哉 一呼一息间 电磁力先走遍全身 刺激细胞使其活跃 在运行灵力 不断运养血肉筋络 尽快完成灵通镜 迈向灵运镜的步骤 这是 电磁力带来的优势 能让他比普通舞者 更快完成灵力运养 傍晚 没有了制作药剂工作的他 余下的任务 就是修炼和吃饭 又去了那家素面馆 一碗面 两碟小菜 一瓶冰镇汽水 吃饱喝足 打了个宝格 站起身 回药剂店 江阳刚出素面馆 就看到马路鞋对面 自己的药剂店门口 有个人在左右徘徊 时不时望一望药剂店里面 买药的 江阳走过去 看着那人的背影 从那人的气息 感受来看 是灵运进舞者 他礼貌打招呼 先生你好 那人一震 立刻转过身 快速地上下 打量了下江阳 扯出一抹笑 大师你好 我想买药剂 嗯 我知道 江阳掠过那人 走进店里 同时问道 你想买什么药剂 男人驻足在药剂店门口 迟疑了片刻 用力闭了下眼睛 又睁开 看着江阳 道 我要买喝了 就能死的药 他怎么知道 我擅长调配毒药 江阳顿时有种 拿他做实验的冲动 他甚至开始怀疑 是不是鱼随舟 透露了自己喜欢 做毒药的消息 以至于都有人慕名而来了 滴滴味去农药店买 耗子要去赶大吉买 化学毒药 直接去化工厂喝废水 我这里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药剂 主打的治病救人 不卖喝死人的药 他有病吧 买毒药这么光明正大 谁敢卖你 不过 喝了就死的药剂 还真不难 只要把药剂调换顺序 研磨得不那么充分 提唇的时候多十几秒钟 去其精华 只留糟粕 就可以了 基本上 喝了就死 哎 这么一想 有空的时候 可以拿多余废掉的材料试一试 就在江阳思维发散之际 男人痛苦地捂着胸口 喘息着说道 我去了于大师的药剂店 他们那里没有 所以我才来的你这里 果然是于隋州那个糟老头子 透露的消息 江阳扯了扯嘴角 我这里也没有 大师 我很痛苦 没有药剂能治的好我 我也不想活了 怎么办 男人跌坐在地上 捂着胸口 面部表情争鸣扭曲 哎 江阳叹了口气 他很同情这个痛苦的男人 蹲下来 和声细语地安慰道 这样吧 我给你联系一家 可以安饿死的黑诊所 你去吧 我还能得到一笔课员提成 男人猛地抬头 正正看着江阳 一时间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江阳一副我很懂你的样子 点点头 放心 无痛死亡 价格不贵 今晚安乐死 后天就出病 一周之后 正好烧头七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祭日 江阳说着 就掏出了电话 男人见状 嘴唇都开始颤抖了 大 大师 我就是 我想 我想活着 江阳翻了个白眼 他当然知道 这人想活着 不然直接去买瓶 敌敌味一喝 找个地方等死就行了 何必来药剂店 进来 说说你怎么回事 哎 好 大师您先请 他是彻底不敢惹这个火炎忘了 一言不合 就联系黑诊所 安排安乐死 还特么正提成 这谁受得了 两人落座之后 男人没多废话 忍着剧痛 解开上衣 露出胸膛 你干嘛 江阳悚然一惊 我给您看看伤势啊 男人也很不解 你不看伤 怎么救我 我是药剂师 不是医生 那 那怎么看伤 男人默默地穿上衣服 江阳没有搭理他 微眯着眼 左眼灌注灵力 视野里的一切 都以灵子的形式呈现 他看到男人的 气海雪山乌黑一片 正在不断压榨 他身体内的灵力 这是什么情况 气海雪山不孕育灵力 反而榨取武者 本身细胞里的灵力 道反天刚啊 你是猎魔队的猎魔人吗 江阳问道 不是 我没加入任何组织 虽然有灵运镜的实力 但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 男人回答 江阳沉吟了下 道 我建议你 男人眼中 爆发出强烈的希望 建议我什么 我建议你 报警 第124章 惊悚感 报 报警 男人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要上升到报警的程度 当然 他知道这个报警 不是去派出所 而是猎魔队 大师 我的气海雪山是因为 停 呃 江阳抬起手 制止了男人继续说下去 他不想知道原因 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个人的问题 也不想去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 刚开始看他背影的时候 这个人可是在药剂店门前来回踱步的 哪有一点难受的样子 然后是想死 现在又搞这么一出 谁知道 他是个什么东西 在男人疑惑的目光中 江阳推开窗户 对着窗外大喊一声 有情况 大师 你这是 男人疑惑于江阳的操作 没什么 我替你报警 江阳摆摆手 表示不用谢 然后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他们对视着 气氛陡然变得诡异起来 江阳看着男人的脸 不知怎么的 感觉很不舒服 生出一种莫名的心悸感 但电磁力又告诉他 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 拥有完整的人类生物磁场 不到一分钟 顾里出现在了药剂店门口 反正都暴露了好几次 俩人就差家好友了 还隐秘个屁 顾里看向江阳 事先落在男人身上 问道 他有情况 嗯 他气海雪山有问题 你最好带他去猎魔队 让队一给诊断一下 江阳说道 气海雪山出了问题 顾里沉吟了下 问道 你解决不了吗 江阳无奈道 我再说一遍 我是药剂师 不是医生 顾里看向男人 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跟我走 等下有人来接你 可是我 他表现得很为难 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江阳 顾里实在不想跟他耗下去 上前抓住男人肩膀 顺着窗户跃了出去 身形几个起落后 消失在黑夜中 江阳看着窗外 两人消失的方向 陷入思索当中 气海雪山不孕育灵力 反而压榨身体里的灵力 这种倒反天罡 违背灵力运行的方式 就像那个男人本身灵力 就处于枯竭状态 但不慢慢恢复灵力 而是持续使用药剂 不断激发灵力 他这种情况更糟糕 药剂的效果 是药力散发三分之二的灵力 另外三分之一灵力 是药力刺激身体压榨出来的 而他则是完全在压榨身体 和持续消耗 这也是江阳 因为灵力枯竭 而陷入昏迷时 鱼随舟不敢多给他 服用药剂的原因 就是怕出现这种 过度压榨身体 损耗潜力的情况 真是奇了怪了 江阳给虎牙子发信息 问他今晚有没有一个气 还雪山有问题的人 去过他们店里 虎牙子的回答是 没有 江阳眯着眼 放下手机 冲着自己来的 受到了谁的指使 想不通的江阳揉了揉额头 决定先不去想 现在线索不足 而且 也记录下了那个男人的磁场 等以后再说吧 他回到关好门窗 回到三楼学习和修炼 他刚学习完电磁力学 故里从半空 落在了客厅的阳台上 脸色非常难看 江阳虽然感觉奇怪 但也没过多在意 从沙发上站起身 来到阳台 随口问道 那个人的气海雪山 是什么情况 他对气海雪山 道反天刚的现象 还是挺好奇的 就像小时候看的 走进科学 虽然结果很扯淡 但解密的过程 确实很过瘾 他死了 故里沉声回答 死了 江阳愣了下 旋即问道 怎么死的 他杀了队一 在逃跑的时候 被队长杀死了 故里说道 杀了队一 然后逃跑 被杀 江阳有些疑惑 从那个男人 后来的表现来看 他是想活着的 既然有队一给他治疗 为什么又要杀队一呢 下一刻 江阳突然身体发凉 汗毛竖起 他发现 无论怎么回忆 都想不起来 那个男人的长相 明明接触过几分钟 而且沉默地 对视过几十秒钟 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 故里 你有那个男人的照片吗 我有一张监控器里的截图 故里拿出手机 调出截图递给江阳 江阳接过手机 看着手机图片里男人的脸 他恍惚了一瞬 并不是看到男人的脸 才回忆起了长相 而是感觉像是 刚刚看到这张脸一样 仿佛之前从来没看到过他 故里见江阳神色有些不对 先是侧身转头环顾四周 他知道江阳有着某种出色的感知能力 以为是发现了情况 随后 问道 你看出了什么吗 江阳摇摇头 我也想不明白 我盯着看这个男人 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从心底里不舒服 江阳把手机还给故里 故里接过来盯着视频截图 看了大约七八秒钟 慢慢皱起了眉 下意识地把手机拿远 说道 好像有些不太对 两人都发现了古怪 但又说不上来古怪的点在哪里 一时间都沉默了下来 具体等猎魔队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你早些休息 故里说完 不等江阳回答 便纵身一跃 离开了阳台 江阳还想问点事情 但故里走了 也就算了 回到客厅 坐了一会儿 并出杂念 开始修炼灵力 灵力开始向着臂弯蔓延 身上血肉骨骼 跳跃着电弧 表皮下流动着灵力光运 东南战区总背部 地下档案室 古司令和陆群 在请示了总司令段池林后 在地下档案室管理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档案室倒数第二层 由厚重钢板构成的地下档案室 一道闸门 里面是光秃秃的金属墙壁 那位工作人员打开闸门后 进入档案室 伸手在墙上轻轻一抹 金属墙壁立刻出现一块不大的触屏 经过一番验证之后 旁边金属墙壁上出现方形裂缝 紧接着推出一个金属抽屉 工作人员拉开抽屉 取出一份文件 回身看着两位灵神镜 语气严肃道 两位 你们只有五分钟时间 事关机密 请两位谅解 古司令点点头 陆群笑着硬了声 然后上前接过那份文件 打开文件袋 随着里面文件纸缓缓抽出来 最上面赫然写着 野生未知守护序列 编号06 第125章 未知守护序列 编号06 档案室内 冷色调的灯光折射在金属墙壁上 没有空气流动 没有丝毫声响 那位工作人员 平静地看着两人 默默计算着时间 野生未知守护序列 编号06 人类形态 具有生物特性 能力未知 首次出现于星纪利 1027年 新贝尔克伦湖区域 疑似跟随守护者 进入空间裂缝 36分钟后 空间裂缝关闭 星纪利2074年 再次出现澳洲 处于野生状态 诺里斯市猎魔队全员围捕 四分钟后 猎魔队全灭 星纪利2478年 艾伦登山队 在摩比斯雪山 发现其踪迹 疑似在捕杀 其他野生守护序列 战斗过程短暂 一具没有投入的 巨人尸体照片 星纪利3001年 出现在西南战区 庆红市 与当时庆红市猎魔队 总队长短暂交手 毁调员 封印物序列19 竖腰手臂 下方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 是一个模糊的人影 一张纸上 简短地记录着几条信息 无论是36分钟 屠杀整个空间裂缝 还是4分钟屠杀 拥有两名灵虚禁武者的猎魔队 亦或是猎杀 其他野生守护序列 毁调 封印物序列19 竖腰手臂 无不显示 这个06号 未知守护序列的强大实力 陆群把文件纸塞回档案带 和古斯林 转身离开倒数第二层档案室 在回去的路上 陆群心中 不禁生起一种荒谬的感觉 对着古斯林道 你真的要以这个野生的 为之守护序列 作为条件 让江阳给我们制作 雪山守护 除了这个 我们没有其他 可以打动江阳的条件 作为一名灵神禁武者 到了这个层次 他真正地见识过 许许多多神奇的药剂 见识过许多古怪的药剂师 同时他也知道 想要获得回报 就必须先付出 江阳接受了 陪东行的传承 具有超高的修炼 和药剂学天赋 而且总被不怀疑 江阳具有 超进制序列的能力 这样的人 要怎么打动 他给自己制作雪山守护 是个很大的问题 钱 他并不缺钱 用材料交换 自己又拿不出 与雪山守护等价的材料 只有封印物序列 和守护序列才有价值 但江阳已经有了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要是拿出低序列封印物 他估计看不上 现有的守护序列 都是自动挑选守护者 而且 大部分都已经有了守护者 没办法 只能把目标 放在野生未知的守护序列上 陆群却说道 我很怀疑他 会不会制作雪山守护 如果他从裴大师那里 获得的传承里 有这个药剂的话 为什么宋问奇要铤而走险 布局几十年 宋问奇完全可以 自行收集 磷子和鱼 雪山守护的药剂材料 以他当时与裴大师的交情 在提供材料 和给予一定报酬的情况下 裴大师一定会为他制作 雪山守护 当然 也许 雪山守护组的材料 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 但那可是几十年 宋问奇还是整个战区的副司令 他难道还收集不到 哪怕一份材料吗 当时在看内部资料的时候 陆群就想过这个问题 古斯林瞥了他一眼 道 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舞者 终其一生都卡在灵神镜了 裴大师在滨海几十年 也没见有谁去求他制作 雪山守护 关堂大师也只做出过一份而已 你以为是众多灵神镜舞者 不想晋升吗 一定是 雪山守护的材料极其难得 你也说了 有这样的办法 宋问奇又何必布局几十年 难道他看不到内部档案资料吗 陆群猝眉 他没有反驳古斯林 事实上 他也明白这一点 但就是不愿相信 因为一旦确定了 雪山守护材料的稀有性 那他们以此 来晋升灵荣镜的希望 将会十分渺茫 既然你都知道 那还抓不野生 为之守护序列作为条件 有什么用 陆群问道 古斯林停下脚步 沉默了下 道 因为档案资料上 没有说明那份 雪山守护的材料 是怎么来的 而观唐大师 以及上几代大师 都没有灵神镜舞者 陪大师原本是最有希望的 晋升灵神镜 迈向灵荣镜的人 但后因种种事情 困住了他 陆群愣了下 眼睛明亮了几分 急忙道 你是说 观唐大师有给陪大师准备 雪山守护的材料 但陪大师没有到灵神镜 所以 所以没用上 那材料也就遗留了下来 古斯林点点头 很有可能 药剂师的传承你也知道 师父从收徒的那一刻 就开始为徒弟铺路 积攒家底 陪大师年轻时的天赋 比你我更强 观唐大师一定有所准备 而且 他在做出雪山守护制的时候 已经收了陪大师为徒 就是这样 他还能做出一份药剂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 观唐大师 有不止一份材料呢 毕竟几代药剂师 都没有灵神镜 很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 两人回到了后战室 各自落座之后 陆群有些纠结地说道 你说得很有道理 姑且你说得没错 但我们两个这样 是不是在算计将养 古斯林说道 所以我才想用比较强力的 守护序列 作为条件跟他交换 而且 他现在才灵通镜 距离灵神镜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在他修炼的时间内 你我尽量为他寻找 雪山守护的材料 陆群考虑再三 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他说道 明天你先去确认一下 如果有地话 看看什么条件 我明天出发巡视 整个东南战区 发现有出现空间裂缝迹象 就直接把林子河取出来 好 古斯林点头同意 江阳并不知道他 已经被人惦记上了 他还在修炼灵力 此时的灵力 已经走到了 过了肩膀和大腿根 向着肘膝关节进发 第126章 我从不带入个人情绪 次日 心情不错的江阳 点了一份早餐外卖 吃完之后 就躺在摇椅上 继续修炼灵力 他现在迫切地 想要静声静解 那日在半山腰别墅的时候 灵欲镜的楚思存 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他到现在 仍然记忆犹新 五枚电子都不能杀死他 如果不是楚思存 当时受到两位灵神镜的灵力 和封印物序列 压迫 自己的生死还未可知 不过 也还好 一切都还在计算之内 唯一漏掉的 就是莫里莫斯 当时还很遗憾 没能一起收拾掉他们 谁想到莫里莫斯 会被故里阴差阳错地挡住了 不多时 一道阴影 挡住了上午温暖的阳光 通过电磁力 江阳感知到来人时 是苏式恋魔队总队长 张海岩 有什么事吗 江阳从摇椅上坐起来 让张海岩进店里 落座之后 张海岩接过江阳递过来的清茶 礼貌性地抿了一口 放下茶杯后 开门见山地说道 江大师 昨晚在你这里带回去的人 杀死了队一 然后 又被我杀死 江阳点点头 故里跟我说了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张海岩嗡了声 江阳继续说道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调查的吗 张队长尽管说 这是正常程序 人在自己这里被带走 除了是 自己肯定要被问询的 哪怕是提供一些 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线索 就在江阳回忆着 那个男人来到自己这里 到他被带走的全部经过时 张海岩表情严肃地说道 我杀死那个奇怪男人后 尸体收敛在猎魔队的地下停尸房里 但今早却发现 那个男人就只剩下一张人皮了 身体内部组织 全部消失不见 江阳震了一下 旋即恢复了正常 但这瞬间微变的表情 逃不过张海岩的眼睛 但他没有戳破 也没有询问 只是接着说道 我想来问问江大师 他出现在你店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江阳把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 张海岩听得十分认真 时不时露出思考的神态 等江阳讲完之后 他紧跟着问道 您是说 只是看着他 就会有种打从心底里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会产生莫名的心迹 这种心迹感 是恐惧吗 可能是吧 我也不太确定 江阳因为心思飞散 回答得有些敷衍 张海岩也没在意 继续问道 对于他那种 气海雪山枯竭的 你们在聊事情 突然的女生打断了张海岩的话 两人同时朝门口望去 只见穿着一身浅蓝色长裙的古思琳 站在门口望着两人 古思琳上笑 如你所见 我们正在聊一件案子 如果有事找江大师的话 请您稍等 张海岩丝毫面子都不给 说完之后 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语 江大师 对于他那种 气海雪山枯竭的情况 你有药剂 可以治疗吗 古思琳 对张海岩的态度 并不在意 从级别上来说 他们都是东南战区的上校 而且 从张海岩的神态 表情上来看 他一定有急事或重案 在这个时候 拿出灵神经的脾气 那不是耍妖艳 魅惑的魔女个性 而是有大病 并且 他对张海岩说的 有关于气海雪山的问题 很感兴趣 索性就双手抱胸 依靠在门边 静静地听着 没有 江阳回答得十分肯定 他也不解释 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没必要跟他们说太多 关于药剂学的事情 张海岩没有立即再问 略做思索之后 才问出一个尖锐的问道 江大师 你知道或者 你会制作某种 把人从身体内部掏空 只留一张人皮的药剂吗 江阳不发一言 沉默地看着张海岩 张海岩只是江阳的眼睛 两人都陷入了 沉默当中 很多时候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 隐晦而又确定的回答 果然 张海岩心中 轻轻叹了口气 伸手拿起茶杯 两大口喝光茶水 江大师 抱歉 打扰了这么长时间 那我就先走了 不耽误你们谈试 张海岩站起身 向着门口走去 出去之前 对着古思林微微点头 而后 大不留心离开药剂店 消失在街角 江阳深吸口气 整理了下心绪 双手撑着膝盖站起身 看向古思林 微笑问道 古思林小姐 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答 答 答 古思林踩着高跟鞋 走到茶桌旁 他看出了江阳的情绪 有些不对 心中也在考虑 要不要现在聊那件事情 最后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 决定先不问了 等他情绪平稳 之后再说吧 我来买三瓶 恢复药剂 江阳指着张海岩 坐过的椅子 示意古思林坐下 他率先坐下后 直接说道 古思林小姐 有话直说吧 凌神静脉恢复药剂 就像癌症晚期 买感冒药治疗癌症一样 完全没必要 古思林坐了下来 注视着江阳 说道 你心情不是很好 嗯 是不太好 江阳说道 但你放心 我不会把个人情绪 带入到跟你谈的事情里 古思林想了想 问道 你能做雪山守护 这个药剂吗 不能 江阳回答得简洁有力 几乎脱口而出 古思林正了下 不是 你刚才还说不会带入情绪的 怎么连思考都没有 张嘴就来啊 江阳 嗯 不 江大师 你再想想 雪山守护 一种保护七海雪山的药剂 你师爷做过的 古思林不由地放缓了语气 古思林小姐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我不能做那个什么 雪山守护药剂 是不能还是不会 不会 可是你师爷观唐大师 曾经做出来过 那你找我师爷去 他老人家 在宇州延林墓 12月23日 是忌日 等我去看他老人家的时候 帮你问问 再让他老人家 给你托梦 硬了 拳头硬了 古思林暗暗捏紧拳头 猛地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江阳 沉默了片刻 随即 表情垮塌 露出一抹强扯出来的微笑 既然江大师心情不好 暂时就不打扰了 我等等再过来 第127章 离奇死亡与消失 人皮 逐渐枯萎的气海雪山 类似人 却又不是人的男人 难怪自己看他 会产生恐怖股效应 原来是假的 是空壳药剂 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张海岩是不是 已经对某个人 或某件事产生了怀疑 江阳呆呆地 坐在药剂店里 他不断回想 昨晚那个男人的怪异行为 不断回忆着 那个男人的长相 自己为什么会忘记 他的样貌 原来是因为 他没有骨相 只是个套着一层 人皮的东西 最恐怖的是 他有人类的全部特征 包括完整的人类生物磁场 是啊 谁又能保证自己一生中所见过的人 都是人呢 这种字面意思形成的冲击 是直达灵魂的恐怖 在这一瞬间 江阳甚至不确定自己见过的那些人 到底是不是人 或者 自己 江阳低头 看着桌子上茶杯里的瓶颈茶水 仿佛杯里的液体 倒映着一个表情细血 而又僵硬的人脸 他又一次直面了这个世界的 诡异和恐怖 同时也是除 欺骗药剂以外 第二次感受到 药剂的可怕之处 不 可能不是空壳药剂 也许是某种其他类似的药剂 或者某种类似制造傀儡的能力 要么是高阶一幕 江阳默默想着 目前根本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真相 唯一让他在意的事情是 那个人为什么来找自己 自己又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想不通 奇鬼又疯狂的事件 不可直视的不只是人性 还有人 江阳柔柔鹅脚 拿起还微微热的茶 喝了一口 然后开始思考古斯林所说的 雪山守护药剂 药剂密测当中 有四种跟汽海雪山有关的药剂 其中 雪山凝固和雪山守护 是明确可以保护汽海雪山的药剂 雪山凝固 适用于灵虚境以下的武者 时效是30分钟 主材料是 三滴天空树的露水 一对地壳蜈蜈蚣的触须 地壳蜈蚣 是五阶益兽 且生存于空间裂缝地下 非常稀少 至于天空树的露水 就要看运气了 师父为了自己 用了好大的面子 才在假师叔那里拿了三滴 这也不难看出 药剂密测下方的那段话 倾家荡产的贵 并非是师父乱写 逗自己玩的 雪山守护在 药剂密测 倒数第二页中 五个药剂排在第三位 师父只写出了药方和药剂注解 也是唯一一个 没有俏皮描写的药剂 从江阳看到这个药剂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个没有老顽同事描写的药剂 对师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而且 主材料也十分有意思 他之所以对古斯林说不能做 一是他不认为 古斯林能够跟自己交换 雪山守护罪的东西 二是 他没有多余的材料 而师爷留给师父 师父又留给自己的那份材料 现在也不在自己手里 江阳现在心绪很乱 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不能修炼 不然会把没有宣泄的压抑 全部埋藏 积压在心底 虽然现阶段不会有什么 但自己在灵虚静静声灵欲静 经历关心的时候 会全部爆发出来 虽然由 守心灵 这个药剂 守护心灵意志 极大降低精神失控的风险 可是 降低风险 并不代表没有风险 舞者 从灵虚静开始 每一次静声 都是在走钢丝 稍不注意 就会万劫不复 将阳关的电 先去网吧玩了 三个多小时游戏 成功地从黄金二调到白银四 心情更差了 没办法 去游戏厅打阶级拳皇 身为世纪花园小区 少年组冠军 一手大猪陈国汉 简直含有敌手 不一会儿 身后聚集了一堆人 轮番上阵挑战他 一小时后 将阳神清气爽 走出游戏厅 身后一帮手下败将 目送冠军离开 在吃点甜食 延续好心情 一碗诺基鸡红豆杀小汤圆 绝对是最佳选择 然后 他来到了鱼隋州的药剂点 鱼隋州 在后院午睡 他没去打扰 随意扫了眼 挂在虎牙子外衣 口袋上的三星龙棉花香囊 灵力融入 电磁力 慢慢释放出去 跟上次一样 药剂店仓库里 还有两朵三星龙棉花 这是他上次感知过的 数量并没有减少 他笑了 跟虎牙子简单聊几句后 婉拒了虎牙子 由他吃午饭的邀请 哼着说不出调子的小曲 上了石桥 沿着古镇小路 漫步前行 苏氏的美食和美景不可辜负 自从来到这座城市 除了干架 就是做药剂 虽然逛过城市大半圈 但那不是游玩 而是埋炸潭 说起埋炸弹 江阳在游玩苏氏的过程中 又埋下了数枚炸弹 他感觉自己现在 越来越像恐怖分子了 虚假的恐怖分子 挟持人质 炸大楼 炸飞机 我们的信仰高于一切 真实的恐怖分子 电磁反转 全程飞天 跟我一起迎接 这盛大的毁灭吧 傍晚 江阳在一家小店 吃特色菜 觉得不过瘾 又去隔壁灌馆子 干了一碗乌鸡面 出来的时候 他看了眼不远处的小餐馆 发现顾里一边看着自己 一边大口往嘴里扒拉盖浇饭 江阳不禁笑了起来 走过去 坐在餐桌旁 跟服务员要了两瓶冰镇汽水 慢慢吃 我等你 今天跟着我跑了一天 给你也折腾坏了 顾里怂怂间 道 无所谓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就算你每天跑几十公里 我都得跟着 算了 我又不是周辰 江阳赶紧摆摆手 表示很没必要 对了 你们队长今天来找我 他似乎对这件事特别重视 江阳说道 嗯 顾里嘴里嚼着饭 点头都浓道 东部战区有个 守护序列的守护者猎魔人 离奇被杀 守护序列也不知所踪 那边已经进入战斗状态了 咱们战区挨着他们 在这个结果眼上 又发生了 人皮男的诡异事件 队长当然非常紧张 人皮男 你们可真会请名字 江阳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 你们怀疑那个人皮男 跟守护者被杀 守护序列 消失有关 不一定 不知道 我也不操心这种事 我的任务就是跟着 保护你 对任务之外的事情 我就是瞎子笼子 顾里大口 扒拉完盖浇饭 咕咚咚咚喝光冰镇汽水 走出店外 我走了呀 大晚上的别瞎逛了 你不累 我可快坚持不住了 话音落下 顾里转身离开 第128章 波西米亚边年史 江阳坐公交车回药剂店 一天的游玩时光 聚出了他心中的阴霾 但回到药剂店的他 并没有立刻开始修炼 而是去小库房找了一些材料 再取出粉红四瓣花 尝试着做冰封液 粉红四瓣花 是他跟师傅 在空间裂缝里得到的 是制作冰封液的主材料 冰封液 这个药剂很值钱 效果是 暂带体内器官8小时 身体内无论哪个器官被破坏 或者病变 都可以使用冰封液 恢复8小时健康 陪老头在 药剂密册中 给这个药剂的标注是 硬控死神8小时 当时江阳的第一想法是 这老头儿也玩游戏啊 粉红四瓣花 冰金石粉末 蓝纹黄鱼的粘液 水银 六角熔原大脑 阳光草 六角熔原大脑 应该有来着 放到哪去了 江阳在库房里 翻找着封存六角熔原大脑的罐子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江阳停下翻找的动作 疑惑地嘀咕了一声 于师叔怎么单独来了 是为了我白天去找他的事 江阳放下手中的箱子 赶紧出去 师叔 您来了 快请坐 江阳一脸欣喜地招呼于隋周坐下 他去沁茶 于隋周拨着脚 来到茶桌旁坐下 看了眼忙碌泡茶的江阳 环顾一圈药剂店 看他把药剂店开得有模有样 不禁会心一笑 道 你这药剂店 可比师兄的药剂店大多了 一楼也宽敞 听虎牙子说 你把刘四红给你的订单 做得很好 真是不错 当得起 你们这一脉的顶门重 江阳端着两杯茶过来坐下 憨笑道 师叔您快别夸我了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 浪费了不少材料 才做完了订单上的药剂 挣那些钱 填补材料的窟窿都不够 就当练手了 于随周点点头 端起茶杯 像争信地抿了一口 独当一面的孩子 不仅要处处小心 还得处理人 情理往这些琐碎事 也不容易啊 江阳笑了笑 他在等着于随周说来意 见江阳只是微笑 没有说话 于随周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略做思索后 开门见山道 今天去我那里 是想问空壳要紧的是吧 江阳也没有隐瞒 嗯了声 说道 想必您也知道了 那个男人 完全就是套着人皮的东西 根本不能算是人 但他又拥有人的全部特征 这跟空壳要紧的效果 很像 而您正好有 空壳要紧的主材料 三星龙棉花 师叔 我不关心其他事 我只是想知道这里面 有没有您的影子 千万别跟什么麻烦事 牵扯在一起 于随周转动着茶杯 沉默片刻 这件事 确实跟我有些关系 江阳微微蹙眉 旋即右梳展开 既然于随周说起了 那这其中一定有故事 于随周轻轻叹了口气 他并没有直接说 空壳要紧 和他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而是说起了另一件事 江阳 你应该知道 药剂学中很多药剂的来源 和创造并不光彩 甚至非常阴暗 江阳点点头 这一点 他简直太知道了 欺骗药剂 红汤 放纵密药 真不知道制作出 这些药剂的药剂师 当时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 于随周说道 空壳药剂也是一样 这个药剂 由我师父提议 与当时的观唐大师 也就是你的师爷 共同创造 所以 这个药剂 你我两门 药剂密册中都有 这里还有我师爷的事呢 白天古司令也说 师爷曾经做过一份雪山守护 这么一看 师爷不简单 江阳默默想着 于随周继续道 空壳药剂的构思与创造 源于一个守护序列 守护序列 江阳惊讶出声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药剂密册 也没说啊 没错 那个守护序列排名第十二 叫做波西米亚边年史 于随周在说这个 守护序列的时候 脸色凝重 眉头紧簇 波西米亚边年史 这是 守护序列 确定不是 波西米亚狂想曲 江阳下意识地 开启吐槽模式 目前在他有限的认知当中 守护序列 都是某种生物 比如冰雪小熊 灰白巨蛇 旋即 他愣了下 说道 师叔 您别告诉我 东部战区那个丢失的 守护序列 就是 波西米亚边年史 没错 于随周说道 拥有守护序列的守护者莫名被杀 波西米亚边年史 丢失的第四天 苏氏就出现了类似服用空壳要紧的 事实证明 波西米亚边年史的新任守护者就在苏氏 江阳问道 师叔 波西米亚边年史 是什么东西 既然是边年史 那应该是一本书 物品的话 它更应该归类于 封印物序列吧 它是一本书 但书里有怪物 于随周问江阳 你知道吸血鬼吗 知道 吸血鬼吗 力量巨大 寿命悠久 外貌俊美 被神诅咒 圣典 中亚 当与夏娃的第一个儿子 该隐 他杀死了弟弟亚伯 上帝对他下达了勇士的诅咒 他后来去了红海 遇到了血族始祖 红海魔女莉莉丝 莉莉丝割伤了自己 把鲜血给该隐喝下 该隐被三位大天使诅咒 惧怕火焰 惧怕阳光 只能以血为食的永生怪物 第四位大天使圣家百列 为他指引了一条救赎之路 戈尔康达之路 注意 江阳不须不缓地讲述着 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于随周惊讶地看着江阳 笑问道 你还看过 圣典 嗯 没啥意思 当歪歪小说看的 江阳黑黑一笑道 我还看 山海经 义足奇闻 东海大荒经 八荒治 春阁龟氏 金瓶 嗨嗨 诗书 没想到吧 于随周本来 心情挺沉重的 但听到江阳后面的正经之后 只能无奈抹了抹眼角 第129章 这诱惑也太大了 于随周自动屏蔽了 江阳所说的后两本书 他说道 吸血鬼 最早出现于新纪力349年 记载在 《雷普拉赫编年史》中 波西米亚的一个村落中 一个女人离奇死亡 又复生 变成了怪物 她力量巨大 身体肿胀且残缺 嘴里咬着一节下葬时的果实布 当时的人们用各种办法杀她 都不管用 最后用火把她烧死 后因战争的缘故 当地的传说 被士兵四处流传 比如诗鬼 丧尸 石诗鬼 并且在流传中 还多了很多能力 飞行 变身 进入梦境 控制天气等等 江阳听了一个 不怎么有意思的历史小故事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这不 就跟僵尸的由来差不多吗 僵尸的始祖是谁 侯 僵尘 汉拔 银沟 在各个版本里 僵尸不仅有分级 体系还不同呢 一边是飞僵 毛匠 一边是红眼 蓝眼 绿眼 当时的人们为了彻底消灭 这种怪物 使用了很多办法 都不能彻底将其杀死消灭 最后 一位拥有强大 超进制序列的独武者 把所有怪物 都封印在了一本书里 因为这本书记载着 当时人们消灭怪物的历史 故而被称作 波米西亚编年史 于随周说完 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故事讲得很好 天色也不早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打个车 送您回去吧 我还得做妖记呢 江阳暗自赋斐 面带着微笑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真是想不到 一个 守护序列的背后 竟然有这样离奇惊悚的故事 其实并不离奇惊悚 要是让网文作者来写 那位拥有 超进制序列的舞者 在消灭吸血鬼的经历中 没准还能跟吸血鬼 谈一场可歌可泣的恋爱 舞者心怀大义 万般无奈 几经纠结 女吸血鬼 不愿看到情郎痛苦 甘愿被封印 最后的最后 他们的孩子 成为了一个半 吸血鬼半人 拥有超进制序列的猎魔人 孤身一人 外表冷酷高 实则内心脆弱 这时 女主登场 救赎男主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女主是一只吸血鬼 故事结束 留个悬念 以备写座 哎 这么一想 我都想写了 名字就叫 舞者大人轻点虐 娇媚吸血鬼怀里钻 第二部的名字叫 救赎高冷猎人的 我是一只吸血鬼 咋咋咋 江阳收回发散的思绪 他不明白 这跟于随周来自己这里所说 空壳药剂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师叔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就可以了 猎魔队 就算是怀疑 又能怎么样 江阳说道 于随周摇摇头 道 空壳药剂 不仅是灵感 来自于波西米亚边粘石 其中一个材料 也来自里面的怪物 斯佩里的肉块 江阳皱起了眉 他当然知道斯佩里的肉块 但他不知道 这个材料的来源 师父对这个药剂 做了标注 没什么用的药剂 不过 从于随周的言语中 不难听出 这个斯佩里 就是封印在 波西米亚边粘石中的怪物 是说 您是什么意思 就直说吧 于随周身吸口气 重重拍了下残疾的左腿 陈生道 我要狩猎 波西米亚边粘石 得守护者 用斯佩里的肉块 研制一种新的药剂 一种 能够真正治疗 人类残疾的药剂 江阳目光落在于随周的左腿上 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沉默了两久 江阳开口道 师叔 您跟我说 这件事的意思是 我希望跟你一同研制新药剂 就像我师父 和你事业一样 当然 我已经有了巨大进展 现在只缺两种材料 一个 是足够多的佩斯里的肉块 一个是四阶一兽六角龙猿王 此刻的于随周不思之前 那般持重 满眼巨事 对新药剂的狂热 或者是对治疗自己残疾的希望 他无比的激动 无比的亢奋 他欣喜于波西米亚边粘石 离开官方猎魔队 出现在苏氏 让他终于有了 研制新药剂的机会 江阳 我向许多药剂师 求购了四阶一兽六角龙猿王 拍卖行 也挂了求购订单 于随周身体向前倾 目光灼灼地看着江阳 情绪激动地说道 我不会要求你用勤奋 去向猎魔队索要六角龙猿王 而是希望你在所有材料 齐全之后 与我一起 研制新药剂 你的天赋非常高 我相信 你一定会完成新药剂的研制 我可能会在 狩猎守护者的战斗中死去 但我会把所做的 关于新药剂的全部资料给你 由你来完成新药剂的研制 我只希望 你在研制成功之后 除了你记载在你们一门的 药剂密测 尚之外 把新药剂的药方 也给虎牙子一份 作为我们这一门的 药剂学传承下去 一份能够真正做到 断肢重生的药剂 足够虎牙子 在舞者世界 在药剂界站稳脚跟 原来他并不是 为了他自己 江阳张了张嘴 他不知道 是应该拒绝 还是答应 于随周这明显是冲着 哪怕必死 也要成功的信念去的 研制新药剂 是每个药剂师的 毕生梦想 一种药剂的研制 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 他非常理解于随周 大侄子 这对你来说 并不亏 是吧 你付出的是要 寄学天赋 这对你 对你们这一门 都有好处 而我也不算欺负孩子 对得起观塘师伯 也对得起裴师兄 于随周 看向江阳的眼神中 带着西记 甚至是祈求 好 我答应 江阳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实在无法拒绝研制 新药剂的诱惑 而且 于随周已经把条件 摆在这里了 他没理由拒绝 好 他好了 于随周放在膝盖上的手 猛地捏紧 眼眸占亮 他站起身 一瘸一拐地 快速走向门口 突然 他停下脚步 回头说道 差点忘了 大侄子 我回去 让虎牙子 把资料送来给你 寻找和狩猎的事情 你不用管 我自己会谋划好 说完 他走了门 江阳坐在椅子上 看着空荡荡的门口 轻轻呼了口气 不由得心头火热 研制新药剂啊 第130章 赶尽杀绝 东南战区总背部 侯战士 古思林正合陆群 吉星西两人开视频会议 陆群此刻 正站在一棵巨树的树棺顶上 目光从宁市远方 移动到视频上 看着古思林问道 雪山守护 都是怎么样了 古思林有些烦闷地回道 苏氏出现了一件 古怪案件 跟于大师和江阳 好像有些关系 江阳的心情很差 不适合谈这件事 我准备 把编号06野生守护序列先抓到 再跟他谈条件 陆群点点头 随后看向吉星西 问道 追杀宋问琪 有进展了吗 被他逃掉了 吉星西微微叹气道 昨天下午 我们追到了海上 傍晚在一座海岛 发生了战斗 他手上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有些麻烦 黎将军 不慎被牵制了片刻 剩下的我们几个 留不住宋问琪 被他逃了 黎将军 已经向总部申请了 能抗衡 名神物蛇的双眸 的封印物 陆群听闻 深吸了口气 都不顺利啊 既然黎将军 向总部申请了 封印物序列 老吉你继续留在 猎杀小队 也没什么意义了 申请调回吧 正好协助古女神 抓捕野生未知 守护序列 用作与江阳交换 雪山守护的条件 我继续巡视 搜集林子河 为我们 晋升玲绒静坐准备 古女神 你追捕野生未知 守护序列的同时 继续接触江阳 至少要知道 雪山守护 药方中的一到两种 我们也好寻找 不仅能给我们制作 雪山守护 也能给江阳 补充损失的材料 古斯林 好 吉星西 我现在就申请调回 会议结束 各自行动 陆群挂断了视频通话 他望着远方山脉 不多时 山脉开始震动 一条黑色细线 突兀地出现在山脉上空 紧接着 黑色细线 慢慢裂开 涌出狂乱的林子潮汐 陆群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所有探索队 和乘防军后撤三公里 我一人执行任务 重复一遍 所有探索队 和乘防军后撤三公里 我一人执行任务 说完 不等回应 陆群消失在树冠之上 化作一道流光 在空中 画出巨大弧线 落入空间裂缝中 后战室内 只剩下古斯林 和吉星西面面相去 吉星西问道 雪山守护 有把握吗 古斯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我担心的是 能不能抓到编号06 野生守护序列 从档案资料来看 这个06号很强 仅是单独狩猎 其他守护序列 这一条 就不能随便对待 吉星西点点头 你先追踪06号的踪迹 等我回去再动手 古斯林挥手挂断视频 静坐了几秒钟 随后 长叹一口气 放松身体 躺在沙发上 除了06号 至少还要一到两种的 雪山守护材料 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本 做条件 换取三份 雪山守护 药剂 古斯林从沙发上坐起来 简单捋了下 绿色长卷发 起身离开侯站室 人一旦怀着某种 不确定目标 去做一件事时 他就会变得 坠坠不安 古斯林是这样 于随周是这样 江阳也是这样 江阳学习完 电磁力学 修炼完灵力 简单洗漱之后 到了杯碎冰柠檬茶 坐在沙发上 他没有开灯 客厅里闪烁着 许许多多的光点 不断有光点聚合 又有新的光点出现 他在重复压缩电子 同时 也一直在思考于随周 对新药剂研制的 不确定性 自己目前所拥有的 制药剂法 灵通镜的灵力 再加上灵子和左眼 看破材料的灵子波动 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能否制作 成功一份新药剂 他不确定 甚至 他都不知道 于随周那所谓 对新药剂的巨大进展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四阶异兽六角熔原王 和斯佩里的肉块 无疑是两种主材料 从材料上看 六角熔原 一直是恢复类药剂的主材料 这种异兽 有着强大的再生回复能力 作为药剂主材料 再适合不过 斯佩里 是封印在 波西米亚边年史里的吸血鬼 吸血鬼这种 带有传说色彩的生物 不老不死是其特点 血肉中 有着快速愈合 甚至超速再生 也很有可能 说白了 就是两种 具有再生能力的生物 取它们的血肉 再搭配其他具有中和性的材料 在空壳药剂的原有基础上 制作能够让人断肢重生的药剂 毕竟 空壳药剂的主要作用地方是 器官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 加入新材料加以改进 创造出作用于血肉骨骼再生的药剂 也没什么不可能 江阳端起杯子 喝了口碎冰柠檬茶 一切还是要等看了于师叔的资料再说 想到这里 有些累了的江阳 收回周围漂浮的店子 准备睡觉 突然 刘四红打电话来 大侄子 提高灵感的药剂材料 就差一种材料了 你帮我留意留意 什么材料 江阳很不解 你跑遍全国战区都换不到的材料 我帮你留意就能弄来了 你当我是许愿机啊 六角熔猿王 什么玩意儿 江阳下意识脱口而出 六角熔猿王啊 刘四红重复了一遍 也觉得江阳有些奇奇怪怪 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不是 你们都要六角熔猿王 这个四界异兽 怎么得罪你们了 平时制作药剂 用六角熔猿肉 霍霍人家子子孙孙还不够 现在又要霍霍老祖宗 怎么滴 非要赶尽杀绝不可 当然 这是江阳心中所想的垃圾话 不过 最近六角熔猿王的需求量 确实有些高啊 自己刚才找六角熔猿大脑 库房里就没有 大侄子 还有谁要六角熔猿王 刘四红听出了江阳 刚才惊讶的意思 碎问出口 没事 我会留意的 那好 早点休息 电话挂断 江阳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 用手机看格斗视频 没人叫他修炼和战斗技巧 只能自己摸索着学习 不远处建筑上的顾里 打了个哈欠 柔柔发散的眼睛 脑袋靠在刀柄上 望着熄了灯的三层小楼 与此同时 城市的另一边 一对男女 靠在小巷墙角积吻 突然 他们停下动作 同时慢慢转头 一个青春可爱的小姑娘 正呆呆地看着两人 见两人看向自己 小姑娘眯眼笑了笑 她嘴上咬着一截发黑的布条 第131章 一个瘸子毕生的梦想 突然出现的少女 让这对小情侣愣住 特别是她笑眯眯地 咬着一截肮脏布条 更显诡异 少女伸出手 在两人恐惧的目光中 她的手指轻轻拂过女孩 红润饱满的嘴唇 这么美丽的女孩子 竟然是个婊子 那个女人的瞳孔瞬间收缩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你 你 男人再也忍受不住 这种来自心底的恐惧 猛地推开呆若木桩的女孩 发了疯一般逃跑 少女转动眼睛 看着男人逃窜的背影 她咬着的那截肮脏布条 突然飘了起来 像是触手一般伸长 将男人缠住 拎在半空 紧接着 更多肮脏布条分裂出来 把男人裹成了一个残茧 掉在半空中 那个女人 已经吓得彻底呆住了 一动不敢动地望着眼前 这个身材纤细 容貌甜美的少女 你有老公还出来找男人 他遇到危险 就把你推开 独自逃跑 嗯 我想想哦 少女歪着脑袋 微微猝着眉头 做思考状 几秒钟后 眼睛一亮 对了 有句话能很好诠释 你们两个的关系 婊子配狗 那个女人张开嘴 嗓子开始蠕动 眼球慢慢充斥着血丝 似乎下一秒 就要惊叫出声 嘘 少女伸出右手食指 竖在嘴巴前 不要喊哦 肺部储存大量气体 集中爆发出来 会损伤气管 肺部 令心脏收缩 那就 不好吃了 少女说着 伸出舌头 舌尖上横着的布条 疏得飘起 刹那间 把女人包裹成残碱 慢慢掉在了半空 狭窄的小巷里 两个被布条包裹 并掉在半空的残碱 一丝丝鲜红色血气 从布条缝隙中 飘散出来 少女闭上眼睛 陶醉地呼吸着 所有血气 钻进她的鼻腔中 有些过分白皙的脸蛋 慢慢浮现红润的血气 她似乎更加明媚 漂亮了几分 掉在半空的残碱 慢慢松开 那对情侣掉在地上 肮脏布条 重新变成大约50公分的一截 慢慢飘到少女面前 少女睁开眼睛 张开嘴 伸出舌头 舌尖卷着那件肮脏布条 重新咬在嘴里 下一刻 少女背后 出现一本两米高的厚重书本 那本书像门一样打开 少女转身走进书中 书本盒上 消失在原地 大约一分钟后 摔在地上的那对情侣 突然动了动 紧跟着 慢慢站了起来 他们表情僵硬 眼神迷茫 环视周围 对视了眼 一前一后离开了小巷 在小巷上方的天台 一道黑影站在那里 她目睹了全过程 朝着远方望了眼后 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 用打火机点燃 火苗照亮了黑暗 映着她的面旁 赫然是刚刚 才跟江阳通过电话的刘四红 刘四红深吸了口烟 望着这座城市 心中想起自己师父说过的话 这个世界只要有人在 就没有安全的地方 她当时想不明白 现在 她似乎懂了一点 离开天台 去到鱼隋州的药剂店 从口袋里取出半根草药 手指轻轻一碾 粉末飘散出去 正在厢房里 用手机打游戏的虎牙子 顿时双眼朦胧 困意上涌 沉睡了过去 刘四红敲响正房门 鱼师兄 七茶了没有 我刚下飞机就帮你办事 现在口渴得很啊 房门被鱼隋州从里面打开 看到刘四红的时候 脸上浮现笑容 但是撇了眼虎牙子的房间 笑容又落了下来 你用草药迷晕她做什么 是要三分读 刘四红也是第一次 见这么捧的徒弟的 连用点草药迷晕都心疼 她不搭理鱼隋州 静止走进屋里坐下 鱼隋州关上房门进来 刘四红没过多废话 直接说道 我找到 波西米亚编年史的时候 她正在吸食两个年轻人的血肉之气 没得救了 我顺便撒下药粉 混合着血气 让她心吸入 方便追踪 她处于野生状态 还是有守护者 于隋州问道 不清楚 刘四红说 就算有守护者 那也是杀了猎魔人的罪犯 咱们杀她 没有心理负担 于隋州点点头 嗯 那么接下来 就是处理一些麻烦了 古斯林和江阳 刘四红沉吟了下 啊 我已经跟她说了 让她留意六角龙猿王 理由是 我的药剂缺少这个材料 第二次加深印象 她应该会很在意 我路过白岗市的时候 林子波洞有些异常 应该是45年前的空间裂缝 将要再次降临 正好把她支过去 让她进空间裂缝里 远离苏氏的危险 就说 让她去找六角龙猿王 于隋州点点头 思考了片刻后 道 吉星西在猎杀小队里 追杀宋问齐 陆群出去巡视东南战区了 只剩下古斯林 把她引走可不容易 万一我们闹出大动静 古斯林一定会出手 到时 波西米亚边年史 就落不到我们的手里了 两个对数加一起 一百多岁的人 沉默了许久 于隋州突然说道 不然这样 我告诉她 当年观塘大师 用雪山守护药剂 帮助假眼 晋升了玲珑镜 雪山守护 这其中一种材料 就是45年前 观塘大师 在白岗市空间裂缝里 找到的 对于灵神镜的她来说 没什么比晋升玲珑镜 更具诱惑力 而江阳作为观塘师伯的徒孙 裴师兄的徒弟 本就拥有雪山守护的药方 这样 古思琳不仅会帮助和保护江阳 甚至还能 以某些优渥的条件 跟江阳换取雪山守护药剂 也算给江阳找了个强力保镖 至少在宋问奇 不亲自来的情况下 江阳是绝对安全的 而宋问奇 正被猎杀小队 追得满世界跑 哪有机会来杀江阳 江阳 去空间裂缝里 寻找六角龙猿王 古思琳去空间裂缝里 找雪山守护的材料 还能保护着江阳 我们就在没有灵神经 舞者干扰的这段时间里 狩猎 波西米亚编年史 刘四红听着鱼随周的讲述 脑海中反复思考过后 点头同意 刘师弟 这次狩猎 你看实际保全自己 新药剂的资料 我已经交给虎牙子了 如果我出了事 你得帮衬着江阳和虎牙子 这两个孩子 完成新药剂的研制 药方自然有你一份 刘四红情绪复杂地 看着鱼随周 不禁问道 师兄 这药剂 你真就非要完成不可 鱼随周笑了笑 每种新药剂的研制 都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这个药剂是我毕生的梦想 也是我们这一门药剂学的积累 这个机会很难得 我不能放弃 你要知道 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 因为身体残疾 活得不像个人 哪怕寻死自杀 都做不到 如果我的新药剂成功 他们就可以活得像个人了 第132章 大保镖上当受骗 古斯林拿起一本名为 军用药剂的书 反复查看 上面的药剂 对他毫无用处 想查找关于 雪山守护的内容 怎么也找不到 每一页都写着 白给药剂这几个字 古斯林横竖睡不着 又把军用药剂 这本书看了一遍 直到天亮 才看从书缝里 看到了两个字 没有 古斯林睡到中午 起床洗了个澡 然后去食堂吃午饭 他们三个灵神镜 是有小食堂的 但现在 就他自己一个人吃饭 感觉没意思 索性就去基地大食堂吃了 没准还能听到一些有趣的八卦 几个女星猎魔人 看到古斯林来了 立刻挥手 让他过去做 等一下 我去打饭 古斯林就像其他猎魔人一样 排队打饭 挑选自己喜欢吃的菜 师傅 不要这个拌菜 打菜的师傅一愣 看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凉拌菜 怀疑是哪里出了问题 上校 这菜 怎么了吗 古斯林看到他有些紧张 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吓到他了 赶忙说道 没有 没有 我不喜欢吃香菜 不吃香菜 师傅松了口气 笑着说道 那您先打其他菜品 等一下我重新做一份 给您送过去 不用 我不吃就好了 古斯林觉得太麻烦他们了 没事 没事 食材都是现成的 很快就做好了 相互客气着 古斯林打好了饭菜 来到刚才喊他的那一桌 一袭红色长裙 给这个食堂点缀出不一样的色彩 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偷看 那道窈窕身影 古斯林听着周围人聊天 不紧不慢地吃着饭菜 厨师把没放香菜的凉拌菜送过来一盘 他笑着道谢 刚二十多岁的年轻厨师 闹了个大红脸 他们后面那桌烈魔人 聊起了天 今天 我去于大师 药剂店取订单上的药剂 于大师问我 白岗市是不是有空间裂缝降临 我说不知道 然后 顺嘴问了句 他怎么会问白岗市 空间裂缝的事情 你们猜于大师怎么回答的 不猜 想说就说 不说拉倒 显着你了 尼玛的 真不会给人提供情绪价值 难怪你是个老光棍子 于大师说 四十五年前的关唐大师 在白岗市的空间裂缝里 得到了一种极其稀有的药剂材料 后来 这个稀有材料 还被做成了药剂 关唐大师一生就做过一次那个药剂 好像是给某个高境界 烈魔人服用了 那位烈魔人 直接就晋升了 那咱们别想了 高境界舞者 一生只做过一次的药剂 那还不得是人家压箱底的宝贝啊 梦想还是要有的 等哪天我晋升高境界舞者了 就去求那个药剂 倾家荡产也求 那位关唐大师 好像在乃厅说过 但是挺模糊的 想不起来了 古思琳从刚才开始 就默默放下了筷子 这次来大食堂吃饭 是无比正确的决定 你们慢慢吃 我吃好了 古思琳离开了大食堂 刚出食堂大门 直接腾空而起 虎牙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 要沉浸心绪 用灵感去感知材料 在研磨时的磷子变化 你单单看时间是不准确的 因为你 每次研磨的频率 力道以及灵力灌注 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提唇问题 提唇过后装瓶 要静止一段时间 去观察药液的变化 不仅仅是看药剂是否合格 更是通过观察药液变化 来积累经验 虎牙子感觉师傅 好像不一样了 比以往更严厉了几分 但他正在做药剂 没时间去思考这件事 这时 古思琳出现在了药剂店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虞随周看到是古思琳 微不可查地笑了笑 玄机面带疑惑地看着古思琳 问道 古思琳小姐 怎么来我这里了 灵神镜需要的药剂 一直都是你们内部 药剂师提供 不走订单 虞大师 我来不是为了药剂 而是我听战友说起 你对白岗市的空间裂缝有兴趣 所以过来问问 你需要空间裂缝里的什么药剂材料 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古思琳说道 虞随周满脸笑意 请古思琳进来 落座之后 他说道 没什么特别需要的材料 再说 空间裂缝里的珍稀材料 每次不都被你们抢先带走了 我们这帮实力不强的药剂师 可抢不到什么好东西 对于这种略带讥讽意味的话 古思琳并未反驳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古思琳顿了顿 决定挑明来意 这样打太极师的谈话 总参谋长汪度很擅长 他可不行 于大师 跟您说实话吧 您说观唐大师 在白岗市空间裂缝里得到的材料 是不是雪山守护的材料 他得到材料之后 制作药剂帮助假眼 晋升到了玲珑镜 于隋周故作惊讶地看着古思琳 你 你怎么知道雪山守护这个药剂的 古思琳没有隐瞒 我看了那部档案 所以才得知此事 原来如此啊 于隋周叹了口气 没错 是雪山守护得材料之一 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生长于山脉深处 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古思琳呢喃着重复了一遍 心中不免惊喜 谢谢于大师 我们会尽可能地搜集这个材料 虽然不确定数量 但一定会给您送来一份 于隋周笑着没有回答 古思琳心满意足地走了 于隋周阴谋得逞地笑了 大家都很开心 江阳这边 也接到了刘四红的电话 白岗市有个45年前的空间裂缝 即将再次降临 有六角龙猿王 江阳皱着一张老脸 说道 师叔 我猜灵通镜啊 你跟我闹呢 你怎么不去 于师叔怎么不去 刘四红哈哈大笑道 给你找了个超强保镖 就跟旅游一样 我在三千公里外呢 你于师叔是个瘸子啊 一瘸一拐地进空间裂缝 稍不注意地半倒在摔死 保镖 什么保镖 江阳有些异动 自己需要的几种材料 没有了 拍卖行倒是有其中几种 但是买不全 要是去空间裂缝里试试运气 说不定可以白嫖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上次自己的灵子和左眼 把空间裂缝里的灵子吸收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吸收 如果可以的话 灵子和眼睛 或许会得到增强 很厉害的保镖 很快 他就会来找你了 第133章 终点 起点 最近这帮人都疯了吗 江阳嘟囔了一句 他搞不明白 这些人都在想些什么 一个左脚残疾的老头子 要去狩猎排名十几位的 守护序列 一个不着家的老头子 给自己安排了个保镖 去空间裂缝里 抓四级异兽 你们看我像不像四级异兽 我把身上的肉割下来 给你们配置要计算了 一个个的都那么大岁数了 这么不稳重吗 就不能像自己一样 安安静静地做个美男子吗 江阳暗自嘀咕了一阵 倒也没多合计 主要他 还是自己想要在 灵子和左眼上做些文章 之前他确实没太在意 特别是灵子和 分别灌注灵力和电磁力时 有不同的能力之后 他只是想着用灵力之眼 提高自己做药剂的成功率 用电磁之眼开发出原子排列 改变物质形态 但在经过滨海事件后 他看到了宋问奇 通过吸收灵子潮汐 来晋升玲珑镜 事后回想当时的情景 与自己出空间裂缝时 灵子和眼睛 与空间裂缝产生的灵子漩涡 是不是一个道理 那么 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可通过灌注灵力 或电磁力 以达到主动吸收灵子潮汐的效果 这是个有待实验的问题 如果 有个强力保镖的话 白岗式空间裂缝 或许是个很好的实验机会 万一到时候 自己真的能用眼睛发射超电磁炮 进化成电眼逼人 不好意思 杨哥天生一同 这句话的含金量 懂得都懂 江阳简单收拾了下 开着小货车去了趟超市 回来之后 找出超大号登山包 相比于之前 有了经验的他 又增加了防潮布 睡袋 电热毯 电热水器 把便携式燃气灶 换成了电力灶 别问电从哪里来 我 江阳 国家电网滨海分局 在桃园宫 人形充电宝 电动小马达 可以出发了吗 古思林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一楼门口 斜靠在门边 看着江阳不断往 大号背包里塞东西 好奇地望了两眼 江阳回头 所以 师叔说的强力保镖是你 我去 刘师叔怎么找来他的 人卖这么广的吗 强力保镖 古思林一愣 于随周说 让自己带江阳 一起空间裂缝 估计是他们叔指两个 提前沟通过什么 算是吧 所以 可以出发了吗 等一下 江阳去工作台 把那对乌黑匕首 放进腰间刀套 又拿起 灵子手枪 掀开一斤 放入夜下枪袋里 古思林带着 跟江阳套近乎的心思 笑着说道 封印物序列22 灵子手枪 对于远程打击的 封印物来说 副作用完全可以接受 毕竟 可以连续扣动扳机 只要手速够快 江阳看着古思林 她当然知道 面前这个名艳的女人 打着什么心思 接话说道 我不太想跟一个女性 在大白天 讨论关于手速的问题 古思林疑惑 古思林明误 古思林沉默 古思林拳头硬了 江大师 你是看出来 我有求于你 所以 你才敢这么戏耍我是吧 是的 古思林 江阳的坦荡 让古思林无言以对 古思林小姐 你是灵神进舞者没错 我很敬重 你为东南战区做出的贡献 但 你我之间并不存在有关于利益的相互利用关系 我没必要对你的身份和实力产生害怕的情绪 江阳把超大好背包拿起 背在身后 同时一边说道 我希望我们能以平等的语气和姿态交流 当然 我的实力还不足以让你平视 但我的另一个身份 是我们这一门药剂学的顶门药剂师 古思林笑呵呵道 江大师 你要知道 武者是剑 实力为尊 江阳看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往门外走 只是与古思林擦肩而过的时候 说了句语调平稳的话 天下药剂 我占七成 古思林将在原地待至了片刻后 苦笑不已 原本只是想逗逗他 没想到适得其反了 魔女的裙摆带来情绪不稳的副作用 再怎么压制 都会受到影响 江阳关了店门 微微抬头 对着远处天空喊道 老兄 帮我照看着点家 等我回来 给你做几瓶保命药剂 躲在远处的顾里 听着江阳的喊话 一阵呲牙咧嘴 这是拿我当看门狗了呀 不过 保命的药剂 还几瓶 这么一算 好像还是自己得了便宜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点菜 要是能自己选择药剂就好了 一辆军用车停在路口 把江阳和古思林 接到总备部机场 一架军用运输机 早已等在了那里 办公室内 段池林和汪渡站在窗前 看着一辆车从基地前驶过 段池林不禁感慨道 跟他们那一门药剂师搞好关系 是所有战区总司令 都要面对的问题 这一门药剂师 从上到下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是有理智的疯子 看了他们那一门药剂师的资料 本以为裴东行大师年轻的时候 已经足够疯狂了 没想到 他的徒弟更狠 更疯 汪渡对段池林的评价不以为意 只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所以 他们那一门的药剂学 才会有如今的辉煌 前辈拼杀一生的终点 而不是一句 而孙自有而孙福 就能轻飘飘地掩盖自己的无能 段池林转头看向汪渡 沉默了下 道 老汪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你也算有了成就 该释怀了 有空回去看看叔叔阿姨吧 前几天叔叔给我打了电话 说阿姨身体出了问题 想见你 汪渡安静地听着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地看了段池林一眼 转身出了办公室 老汪 老汪 你好好想想 多大数岁了 你看 碰 则 段池林被重重的摔门声打断 择了一声 小声嘀咕道 不会轻点啊 门挺贵的 现在批点经费太TM费劲了 第134章 坏了 冲我来的 飞机上 古思林再次说起了 雪山守护 药剂的事情 态度十分诚恳 晋升到更高的境界 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是每个舞者最渴求的 江大师 我希望你能理解 古思林想了想 接着说道 我不是在逼迫你 只是我们三个现阶段 非常需要雪山守护 为此 我们愿意全力寻找药剂材料 并且 我们得知了一个野生守护序列 很强大 我们想要抓住它 以此为条件 跟你换取三份 雪山守护 药剂 多少 江阳猛了 古思林说的话 刚开始听着 还像那么回事 如果一个非常强力的 守护序列 来换一份雪山守护 再加上 他们后续会为自己寻找材料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但是 你们要三份 是我听错了 还是你们在做梦 反应这么夸张吗 古思林看到江阳惊讶的样子 不由得精神紧绷 不过 既然已经抛出了条件 就没有再退缩的道理 只能继续加码 江大师 你还有什么条件 仅可以提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一定会满足你 江阳被他这番话逗笑了 说道 古思林小姐 你以为宋问奇和他父亲两人 命令谋划八十年 现在落得的满世界逃命的结果 就为了从灵神镜 晋升到玲珑镜 他们为什么不用雪山守护 帮助他们晋升 是不喜欢吗 古思林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也知道自己的想法 在很大程度上 属于异想天开 但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世上所有存在的东西 都有其价值 只要有价值 就可以被交换 只不过是价码的差别罢了 江大师 你想要什么条件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没有雪山守护掉材料 也没办法做雪山守护 当然 如果你们有材料 并且支付相应的制作费用 我可以尝试 江阳再次表明态度 他们都知道雪山守护 代表着怎样的意义 没有切切实实的条件 摆在桌面上 一切都免谈 师父在《药剂密册》中写过 领域不破神 终究是凡人 师父把武者分为三个大阶段 领域境之前 武者无论是体魄或是精神抑制 还处在肉体凡胎的阶段 领域境境生灵神境 武者的体魄得到质的变化 精神抑制得到升华 武者可以凌空飞行 灵力能够自动治疗身体 大部分伤痕 寿命大幅度提升 正是迈入到半神阶段 灵神境 灵绒境 无量境 这三个境界都是半神层次 就像上台阶 一步一步走向武神境 武神境是否真的成神 江阳不知道 他只知道灵域境的师父 当时已经受到了寿命限制 半神层次的舞者 每进一步都无比困难 绝大多数灵神境舞者 都困死在这个境界里 古思琳陷入了沉默当中 他明白江阳话中的意思 不能做 不会做 没办法做 意思是不同的 猎魔队秘密档案 只要取得总司令授予的权限 都可以查看 基本上 所有灵域境以上的舞者 都看过很多遍 他们都在前辈的档案中 寻找静生方法 假眼的静生方法 就在那里 其他灵神境舞者 也都能看得到 他们为什么不去找 陪大师求取雪山守护 也许 他们早就去过 但都无功而返 当时录取那句 我们这样 是不是在算计江阳 其中意味很明显 就是三个灵神境 站在这位没有师父的 年轻药剂师面前 开出自以为是的条件 对江阳手中的 雪山守护 垂涎欲滴 陆群说话是隐晦的 所谓的算计 翻译过来 就是欺负 古斯林默默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从他们的各自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 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古斯林他们 已经尽可能去寻找 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大条件 想以公平的方式 获取雪山守护 江阳认为 他们所说的条件 不仅是空话 还不足以换取 三份雪山守护 而且 自己也没有三份 雪山守护的材料 机舱里的沉没 并没有持续多久 古斯林说 白岗市的空间裂缝里 可能有雪山守护的材料之一 我把材料找出来给你 就当在你这里 慢慢积攒雪山守护 当然可以 我说过 只要你们有材料 我可以尝试 帮你们制作雪山守护 前提是 你们要付我制作费用 江阳微笑着回应 不过心里也在奇怪 不是说 去抓四街易兽六角龙猿王吗 怎么又出现了 雪山守护的材料 飞机到达白岗市上空 拉开舱门 猛烈的风灌了进来 古斯林站在门边 红色长裙和绿色长发 一同向后飞扬 他朝下看了看 认准一个地方 回过身 对着江阳歪歪脑袋 跳吧 我会接住你的 江阳没有犹豫 解开安全带站起身 把大号登山包扔了出去 再从古斯林身旁掠过 纵身跃下 一个年轻男人从天而降 迎着狂风 急速坠落 古斯林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天空中 依然是那样的优雅 以面对面的方式 出现在江阳下方 两人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对视着 无视了狂乱的气流 也不管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蓝天下 狂风中 一袭红裙 一身风衣 两人形成了一幅奇怪的画卷 古斯林笑盈盈地看着江阳 江阳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 兴许是不敢玩得太过火 古斯林张开双臂 还住江阳的腰 紧接着 两人从空中消失 下一瞬 他们出现在 白岗市中心的商场天台上 古斯林松开抱着江阳腰身的手臂 对着天空挥了下手 那个超大号登山包 出现在江阳脚边 谢谢古小姐 你可以叫我红魔女 或者直接叫我魔女 好的 魔女小姐 那么 江先生 要不要看看魔女的裙摆里面有什么 不用看了 我能想象得到 你能想象到什么 一双没有刮腿毛的粗壮大腿 古斯林 古斯林 这家伙 到底是不是男人 江阳 这女人立幼不成 改色幼了 第135章 不同状态的古斯林 作为一个成熟的色蓝 对于大美女 色幼这种事 只能说 你看我插不插 你就完了 但是 这个大美女不行 很可能还没掐到肉 自己连裤衩子都得赔进去 不是红裙魔女 恰不起 而是洗脚成798 更有性价比 江阳后退一步 与古斯林拉开一点距离 满脸笑容道 古小姐 咱们直接去空间裂缝入口等着吧 古斯林眸光流转地盯着江阳 脸上笑容越发明媚 她没说什么 转身走向楼梯间 江阳跟着过去 两人下楼 这个商场很大 装修的也很豪华 古斯林环顾了一周 说道 你可以采买一些东西 带进空间裂缝 江阳拍了拍超大号登山包 意思很明显 我早买完了 我老江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电梯里 有两个女孩子互相挤对 喜闹 口中说着不昏不速的段子 最后 两人面对面吐舌头 气死你 气死你 气不着 敢气吼 略略略 略略略略 呵 小舌头还挺灵活 打闹完笑过后 两个女孩子同时看了江阳一眼 回过神 怯怯思语地嘀咕了几句 然后 转过身 羞怯地看着站在电梯最里面的江阳 你胳膊推我一下 我胳膊推你一下 最后 一个女孩终于鼓起勇气 看着眼前这个 穿着长款风衣 身姿鼻挺的帅气男人 小哥哥 我们可以加个 他话说 一半就咽了回去 因为男人旁边那个 穿着红色长裙的高挑女人 把胳膊搭在了男人肩膀上 还对着挑衅似的 对他笑了笑 叮 正好电梯到了三楼 两个女孩逃跑一班 跑出了电梯 江阳面无表情 把谷思琳胳膊扒了下来 谷思琳稍稳然 随即笑容妩媚 慵懒地靠在电梯横扶手上 双臂环抱在胸前 笑眯眯道 江大师 我可是替你挡了麻烦 那两个小女生 一看就不满18岁 犯法的 法律压我78年 出狱之后 我仍可单手操作手机 加5000的好友 纵横事件 江阳暗戳戳中二 不搭理谷思琳 谷思琳对江阳不搭理自己 并不生气 反而笑意盈盈地 看着江阳侧脸 两人离开商场之后 去了白岗式猎魔队 借了一部车 同时 谷思琳让猎魔队通知下去 所有赶过来的探索队 立刻返回 乘防军后撤三公里 然后 江阳开车 去了一处高速公路边 这条高速公路 在谷思琳去到猎魔队后的五分钟 就开始调动人力封锁 等到两人赶到时 已经完全封禁 江阳打开汽车后备箱 拖出一个帐篷 也吹桌椅摆放好 谷思琳目光 落在距离高速公路120米处 伸出手指 对着虚空轻轻一压 那片野地轰的一声 被灵力轰出一个大坑 43年前的空间裂缝 就出现在那里 嗯 那就等着吧 江阳拿着一本书 坐在小椅子上 悠哉看书 谷思琳过来坐下 歪着脑袋 看江阳手中那本书的名字 信息传播与粒子语播 你这本书 你不是社会学毕业的吗 谷思琳问道 嗯 我准备考研 江阳随口敷衍着 谷思琳不解道 社会学考物理系研究生 你在开玩笑 我夸专业不行啊 江阳没好气回道 倒不是不行 关键是 你能看得懂吗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教授 不用 我现在还达不到 被教授亲自教学的水平 江阳一本正经地摇摇头 但是 你好像看错书了 这本不是考研教材 谷思琳说道 没事 我想看看信息传播的方式 以及怎样捕捉粒子 聊到这方面 江阳难得语气轻快了几分 电磁波 中微子 引力波 通过超纯水捕捉中微子 中微子不带电 几乎没有质量 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 也极其微弱 但偶尔会与电子发生碰撞 其反应发生时产生的微弱光芒 被称为 切伦科夫辐射 超纯水中 每个水分子中有十个电子 更多的超纯水 更多的电子 会有更大概率与中微子发生碰撞 谷思琳抿了抿红唇 沉默了下 问道 所以 有什么用 江阳的视线并未离开书 慢慢地翻过一页 解释道 光速约30万公里每秒 但它不会永远保持这个速度 光是电磁波 因为折射率的原因 光的速度在介质中会变慢 但中微子不带电 几乎不会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 在介质中 不会变慢 谷思琳有些呆愣和迷茫 傻傻地又问了一遍 所以 中微子有什么用 简单来说 中微子不与物质相互作用 穿透力极强 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和反馈信息 进行穿透扫描 如果再进一步控制中微子 进行中微子化 那将能够穿透所有物质 江阳说得非常认真 谷思琳问道 这跟你的超净值序列有关 江阳保持着沉默 不承认 也不否认 谷思琳也没有再问 渐渐地 夕阳西下 天边斜射着红色的光 突然 它们前方的土坑里 升起一条黑色细线 从中散发狂暴的磷子朝吸 黑色细线慢慢张开 形成空间裂缝 谷思琳刚想撑开灵力屏障 保护江阳 却发现 灵子朝吸冲击到他身前时 竟然变得稳定 并且慢慢融入他的身体里 再看他左眼 此刻散发着如同星空一般的 深邃幽光 灵子和眼镜 谷思琳不由地惊奇 走吧 江阳说了句 刚拿起登山包背在身后 准备迈步的时候 突然 灵子朝吸剧烈暴动 空间裂缝陡然扩大 一只长满三角鳞片的巨大兽爪 从空间裂缝中伸出 直直朝两人扑来 谷思琳身形闪烁 挡在江阳身前 右手抬起 向上猛地一滑 一道由灵力组成的半圆弧斩机飞出 重重撞在那只巨大兽爪上 轰隆 灵力炸开 气浪席卷数百米 那只巨大兽爪鳞片炸碎 慢慢缩了回去 空间裂缝中 传出一阵暴怒嘶吼 谷思琳回身对着汽车抬手 手指微动 一柄长刀从车里飞出 落在他手中 枪 长刀出鞘 杀气肆意 此刻的他 一改平时名艳魅惑姿态 阴气勃发 傲然而立 手中长刀点地 侧身对着江阳 眼神凌厉 锋芒毕露 江阳 我先进去宰了那头灵界异兽 说完 他腾身而起 手中长刀开路 一往无前 直接撞入黑暗 第136章 杀猪和相亲 等了大约十几秒 江阳走进空间裂缝 跟之前的空间裂缝一样 经过短暂的黑暗之后 视线一晃 一片山林出现在视野中 他站在空间裂缝入口 正好看到古斯林站在空中 右手持刀 快速挽了个刀花 甩掉刀上鲜血 收入翘中 在他前方森林中 躺着一具大约30米长的巨兽 尸首分离 周围一片狼藉 江阳走过去 来到兽师旁边 古斯林从空中落在他身侧 拎着长刀 说道 这头灵界异兽之前有伤 而且很重 应该是43年前 第一次空间裂缝开启的时候 留下的 江阳点点头 来到兽头旁看了看 如同老虎头颅一般的脑袋 嘴是前兔的鹰嘴 十分怪异 兽头的左眼上方 有个极深的伤口 像是被利刃刺穿了头骨 但却没有把他杀死 林子河在什么地方 江阳问道 古斯林摇摇头 说道 没在这个异兽身上 我的灵力感知 覆盖不了整个空间裂缝 只能走一遍空间裂缝 慢慢找 江阳嗡了声 想了想 问道 需要我帮你分解这头灵结异兽吗 需要 我只知道 这头异兽的血 皮 板 大脑 脊髓有用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你帮我分解 分你一份 古斯林说道 好 江阳把背包拿下来 取出一大一小两个玻璃瓶放在地上 再掀开一斤 抽出一柄乌黑匕首 先划开异兽尸体 取出硕大的黑紫色心脏 对古斯林说道 把心脏用灵力吊起来 血放进小瓶里 然后 心脏放入大瓶里 古斯林照做 抬手间 江阳手中的硕大心脏 被他用灵力吊在半空 鲜血慢慢滴落 江阳用匕首取出异兽胆和肝脏 划开脊背 取出完整的脊骨 用玻璃瓶接脊髓液 异兽的眼睛 大脑 脑膜 甲片 头骨 他就像这娴熟的屠夫 他分解的也不是灵结异兽 而是一头宰杀了的猪 古斯林默不作声地看着江阳 用那柄乌黑匕首轻易地划开灵结异兽皮肤 目光落在那柄黑色匕首上 开口说道 匕首很好 嗯 我事业给我师父做的 我师父留给了我 只要少量覆盖灵力 就能破开灵结异兽的皮甲 江阳一边给异兽剥皮抽筋 一边说道 我认为这对匕首的强度 不亚于一些低阶 风硬物序列 古斯林对此没有评价 他没有用过那对乌黑匕首 虽然表示了称赞 但没有体会过 怎么也表达不出 对匕首品质的赞同 仿佛刚才的称赞 只是一种场面化 或是没话找话 让沉默的场面不太尴尬 江阳也只是顺着他 自然而然地接话 我们有一天半的时间 你看到什么天才地宝 或是什么级别的异兽 都可以告诉我 古斯林说道 好 拿到的材料 一人一份 作为你帮我的报酬 我可以帮你做一份我会的 现有完整材料的要紧 江阳回答 古斯林点点头 成交 荣成 格曼地豪华庄园 豪华餐厅内 长条餐桌上酒水 在吊灯下 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一盘盘精致的美食 端上餐桌 等待菜品酒水齐备之后 从楼上走下来六人 落坐于餐桌旁 周岑随意穿着 普通的黑色休闲装 似乎觉得有点别扭 右腿抬起 放在左膝盖上 身体向后靠着 顿时就有种歪歪扭扭的感觉 父亲周丽翼看了眼儿子 然后扫了眼 坐在周岑对面的 那个年轻女孩 面露微笑 对所有人说道 吃饭吧 在家里随意点 众人开始用餐 起先餐厅内 只有用餐的声音 但随着周岑母亲 对周丽翼识眼色 周丽翼转头看向女孩 笑容和须地笑问道 子西今年毕业之后 要做自己的事情 还是先去你爸爸的公司 历练历练 其子西放下筷子 快速看了眼 正在家菜的周岑 随即看向周丽翼 微笑着回道 在家里帮忙 我的学业履历 也就看着漂亮 实际上什么都不会 先脚踏实地做点事 周丽翼满意地点点头 眼神扫了扫周丞 最后看向妻子 离心碗只觉得 额头轻惊直跳 桌子底下的手 伸向自己儿子的大腿外侧 用力一凝 周丞感受着老妈的爱抚 心中不屑 老妈 你儿子我再怎么说 也是舞者 你这点力气 根本破不了防好吗 其子西看出了端倪 她没让周家人尴尬 主动开口道 我刚回来 就听说周丞哥是药剂师 是跟着咱们荣城 那位刘大师学习吗 虽然他主动开口缓解了尴尬 但他也怕周丞不理会 再把场面搞得更加尴尬 所以选择以询问的方式开口 就算周丞不回答 他的父母也会帮着回答 场面不至于僵住 果不其然 周丞没有回答 离心碗笑着接话道 是啊 周丞是刘四红大师的徒弟 平时要修炼 又要学习药剂 这刚从苏氏的师兄弟那里回来 有些累了 离心碗替儿子打圆场 老父亲周丽毅也跟着陪笑 周丞看了看父母亲 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放下筷子 抬头对其家三人 带有歉意的微微一笑 前几天忙了一些麻烦事 心里惦记着 总是走神 让叔叔阿姨 还有子溪见笑了 怎么会见笑 你跟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同 而且药剂学本就耗费心神 现在又有事情在身 失神思虑也是正常事 其子溪的父亲 笑呵呵地说道 大家说的都是客套的场面话 余下的时间里 周丞偶应几声 礼貌又敷衍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他端起酒杯 抿了口香槟 心中祈祷着 这次相亲快点结束 自己可以回房间睡觉 叮咚 突然 周丞手机来了一条信息 周丞没怎么在意 拿出手机 在桌下打开 是虎牙子发来的信息 糊里糊涂 周师殿 你师父在苏氏 好像在跟我师父商量什么事情 还很神秘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周丞一愣 我师父不是在东北战区 给我找提升灵感的药剂材料吗 怎么会在苏氏 而且还跟于师叔商量神秘的事情 什么情况 打你小吉姐 你确定是我师父 我今天下午 还跟师父打视频电话 他在东北战区呢 糊里糊涂 确定 昨天晚上我玩着玩着游戏就睡着了 有些不太对 今天晚上我回房间的时候 偷拿了一片清明草叶含在嘴里 不一会儿 院子里有了动静 我趴在窗边看 你师父翻墙进了院子 敲我师父房门 我师父开门之后 俩人偷偷摸摸进了房间 打你小吉吉 惊讶表情 狐狸糊涂 那个 周师弟 我师娘走得早 你师父压根就是老光棍 咱俩不会亲上家亲吧 打你小吉吉 你给老子滚 俩老头绝对在搞什么大事情 我在家呢 你找杨哥 问问他怎么办 狐狸糊涂 将师弟去了白岗市 打你小吉吉 他去白岗市做什么 狐狸糊涂 我师父说 白岗市有空间裂缝降临 将师弟去抓四接异兽 六角龙猿王了 打你小吉吉 四接异兽 杨哥去抓四接异兽 狐狸糊涂 有什么问题吗 将师弟很强的 打你小吉吉 强的大慈花 他跟咱们比当然很强 但四接异兽 当时我和他被一只刺猬追得满山跑 最后还差点掉进了蛇坑 狐狸糊涂 这次不一样 听说灵神镜的古思灵 跟着将师弟一起去的 好像要找什么东西 打你小吉吉 东南战区总背部 就三个灵神镜 一个在猎杀小队 满世界追杀宋问奇那个老逼灯 一个进了空间裂缝 现在还没出来 最后一个跟着杨哥去了白岗市 这个事儿怎么有点诡异呢 我给杨哥打个电话 你先等等 糊里糊涂 我是得等等了 你师父和我师父出来了 第137章 想法冲突 不好意思 我去打个电话 周岑起身 礼貌地打个招呼 然后离席 快速来到一楼客厅 拨通江阳电话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难道杨哥 已经进入空间裂缝了 周岑转身就要打电话 调用私人飞机去苏室 但又忍住了 不行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 万一师父和于随周师伯 正在筹谋什么计划 或是正在办某些事情 我这么直愣愣地过去 岂不是会成为师父的弱点 恐怕会牵制到师父 苏室没了灵神镜震手 师父又恰巧出现 一定有事 去是一定要去的 但不能声张 也不能现身 既然师父连虎牙子师兄都要避开 那就说明他现在不方便现身 躲在暗处 那自己就偷偷摸摸过去 然后 直接去苏室猎魔队里躲着 就算师父有什么敌人 他们也不敢直接冲击猎魔队抓自己 打你小鸡鸡 师兄 你先盯着点 我这边安排一下 糊里糊涂 你能安排什么 咱俩最大的人脉 就是僵尸弟 他还不在苏室 打你小鸡鸡 哎呀 你就听我的吧 糊里糊涂 好 周曾深吸口气 双手揉了揉脸 重新露出微笑 回到餐厅 所有人都看向他 周立翼看出了儿子 那副微笑面孔下的焦急之色 垂了下眼眸 略做思考后 身体前倾 疑惑问道 儿子 是猎魔队订购的那批药剂 有什么问题吗 牛逼啊 老爹 你真是我轻便 周曾正愁 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相亲会呢 老爹就把话递了过来 也不算出了问题 就是有些猎魔人的身体状况 不确定 是不是适合现在服用药剂 听到周曾这么回答 周立翼更加确定了 儿子肯定有重要的是要去做 当即神色严肃地说道 那你快去看看 猎魔队保护着咱们 可不能因为细枝末节的问题出了事 顺路回趟药剂店 带些药剂材料 万一需要你当场制作药剂 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只是 周曾一脸为难地看着齐家三人 周立翼说道 快去吧 你齐叔叔方阿姨不会见怪的 子夕也会回来了 以后你们见面相处的机会多的是 齐家夫妇也说着 让周曾快去猎魔队 齐子夕则站起身 说道 要不我开车送周曾哥过去吧 不是要去一趟药剂店吗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我去看看就行了 你们慢慢吃 等我这边忙完 再去拜访叔叔阿姨 周曾对着齐子夕笑了下 转身快步离去 周立翼看着儿子转身那一刻的凝重脸色 心头一沉 但面上没有任何表露 微微一叹 苦笑道 我这儿子啊 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 前阵子跟着刘大师 又是去空间裂缝 又是去苏氏 也不知道药剂学得怎么样 反正琐碎事情 倒是一件都没落下 齐子夕的父亲笑着打趣 你要是嫌弃 赶紧把儿子给我 我可喜欢得很 刘大师的徒弟 年轻药剂师阿 咱们容成几百万人 刘大师怎么不收别人 就看上周曾了 就是有成为药剂师的天赋阿 你赶紧的 把儿子给我 等以后 不管我到哪里 开场白都得是 我是周曾大师的父亲 哈哈哈哈 周立翼哈哈大笑 看了眼安安静静的齐子夕 道 这开场白改成 你是周曾大师的岳父 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可以 反正我怎么都不愧 齐子夕配合着害羞微笑 他转眼看了看餐厅门口 周曾哥是遇到什么事了 刚才他转身的时候 脸色很差 路上 周曾开车直奔猎魔队 这朵金手花 你用不上 我收起来了 这株金金草 你用不上 我收起来了 这根积水藤跟你用不上 我收起来了 这朵冰棱菊 你能用上 我收起来了 江大师 我能用上的 你也收起来 古思琳捏着拳头 语气生硬地问道 江阳看了眼穿着长裙 拎着长刀的古思琳 眼神扫了扫古思琳 窈窍的身材 反问道 给你 你有地方放吗 突然 江阳好似想起了什么 目光落在古思琳锁骨下方 哦 我忘记了 你有地方 古思琳眼眸微凝 转过身 冷声道 给你了 我不要 谢谢 江阳心安理得 把冰棱菊放进小瓶里 收了起来 两人搜索了将近一半的区域 都没有找到林子河 古思琳用灵力在悬崖中部 轰出一个山洞 两人在山洞里修整 江阳开始整理今天的收获 然后 拿出小家店 开始做饭 古思琳站在洞口 望着远处横跟的山脉 修整过后 就去那座山脉 寻找林子河的同时 还要寻找 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刺 一阵油花爆开的声音 紧接着 一股煎牛排的香味 窜入古思琳的鼻腔 他转过身 难以置信地 看着正在煎牛排的江阳 江阳没搭理他 甚至还切了一小块黄油 放入锅中 你 你在这种地方做饭 江阳看看周围的岩石 点头道 这里条件是挺艰苦的 但问题不大 我不是说条件艰苦 我的意思是 你吃饭喝水很正常 但你煎牛排 古思琳要疯了 这个江阳 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 他搞不清楚状况吗 他怎么有咸心煎牛排吃 哦 不止牛排 还有羊排 江阳说着 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电锅 再取出一大瓶矿泉水 倒进锅里 开始做汤 古思琳看着江阳的操作 彻底没了脾气 确定了 他就是有病 你不想着 多去找药剂材料 去猎杀异兽 就把时间浪费在这里了 古思琳十分不理解江阳的做法 你要是不吃 就别逼逼行吗 江阳真的被他说得烦躁了 你是灵神静 可以不在乎灵力消耗 但我他妈是灵通静 我的必须中保持最低一半的灵力 来应对突发情况 你以为我不想每时每刻 都去找天才地宝吗 不想猎杀异兽 获取材料吗 古小姐 麻烦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古思琳也来了脾气 怒道 有我在 你怕什么 有你在 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 江阳直视古思琳 人不自立自强 依靠外力 就是净花水月 今天遇到的 是一头本就有伤的灵结异兽 假如今天遇到的 是一头状态完好的王结异兽 你能在他的力爪下保护我吗 谁不知道抓紧时间 谁不知道尽量获取好处 但太贪是会出事的 第138章 魔女的裙摆 他们都没有错 只是他们自身处于的境界 产生了理念冲突 古思琳轰出这个山洞 本就是给江阳休息的 在他的想法里 江阳应该在简单的喝水进食后 立刻进入休息恢复灵力的状态 谁想到 江阳竟然开始煎牛排 做蔬菜汤了 古思琳顿时火大 他生气的是 江阳那种散漫的态度 江阳也不是当初 那个有师傅护着惯着 第一次进入空间裂缝 当浇油的菜鸟了 但他需要做些事 来分散和缓解他紧绷的神经 打个不太合适的比方 有的人吃饭 要看电视剧或者综艺 要么玩手机刷视频 有的人在紧张的时候 下意识地会碎碎念 或者手把玩一些东西 哪怕是自己衣服的拉链 江阳是个活生生的人 他不是没有情绪的机器 当然 古思琳也一样 世上没有完美到 可以让所有人读满意的人 谁都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 也正是这些优缺点组合在一起 才能称之为人 人有人性 人性复杂多变 谁都有自己的性格 不是吗 山洞内 牛排滋滋作响 汤锅咕沸腾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声音 江阳点着防潮布 坐在石头上 沉默地看着轻微颤抖的牛排 古思琳站在洞口 脸色缓和 有好几次想要说些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把长刀轻轻一抛 长刀横着悬停在半空 他走过去 坐在长刀上 敲着腿 左臂横在大腿上 又手肘煮在膝盖上 单手脱腮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江阳 江阳自顾自地吃完牛排 又成了一碗汤 慢悠悠喝完之后 简单收拾收拾 拿出睡袋 背对着古思琳 睡觉 古思琳神色怪异 他竟然用后脑勺对着自己 他好像很生气 不对 自己也很生气啊 也不对 是自己先跟他吵架的 不对 不对 是他太散漫了 自己才看不惯的 可是 他只有灵通静 还要保持灵力 他也没办法呀 要不 自己先开口 要道歉吗 可是 自己先道歉的话 是不是就说明自己错了 不对 错就错了呗 又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 只是思想理念冲突而已 我的天 我在想什么 我跟他能有什么原则性错误 糟糕 魔女裙摆的副作用 自己的思想又受到影响了 对啊 自己可以把刚才发脾气的锅 甩给魔女裙摆 不是自己的错 都是魔女裙摆的错 古思琳抿了抿饱满的红唇 酝酿了下情绪 看着江阳对着自己的后脑勺 迟滞了几秒钟 终于轻声开口道 那个 汤在锅里 自己撑 江阳背对着他 说道 我不是要喝汤啊 好的 谢谢 古思琳看了汤锅一眼 锅盖自己飘了起来 地上的碗慢慢飘起 锅里的汤 如同水柱一般落在碗里 送到他面前 他接住半碗汤 吹了吹 喝了一小口 嗯 真好喝 稀溜 稀溜 一碗见底 再来一碗 稀溜 第二碗汤喝了一半 古思琳捧着汤碗 低头看着碗里的汤 沉默凉酒 低声开口道 我不是性格怪异的人 也不会乱发脾气 都是因为这件 封印物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 要不要看裙摆里面吗 江阳仿佛睡着了 没有回答 他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我的封印物是排名第九的 魔女的裙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封印物 没有使用门槛 所以不像超进制序列 守护序列那样没有副作用 或许 这就是免费的代价吧 魔女的裙摆得副作用是 成倍放大情绪 根据解放的程度 来判定放大的情绪倍数 可以是一倍 两倍 十倍 也可以是百倍 千倍 没有上限 询问被攻击者或被保护者 要不要看裙摆里面 如果回答看 那么副作用会施加在他们身上 如果回答不看 那么副作用会施加在使用者身上 副作用会持续七天 但在七天内连续解放魔女的裙摆 那么副作用会累积 并延长时间 如果承受不住成倍放大的情绪 堕落成一魔 魔女的裙摆会自动绞杀持有者 魔女的裙摆上一任持有者 就是被放大的情绪 折磨成了一魔 被绞杀而死 我听过一个传说 原本魔女的裙摆是纯白色的 说到这里 古斯林顿了顿 所以 我需要不断压制和释放情绪 偶尔会情绪不稳定 古斯林说完 看了江阳一眼 捧着碗 把碗底的汤喝光 哗啦啦 登山包自动打开 一个封装牛排飞了出来 在空中 牛排封装自动打开 牛排落到锅里 江阳的声音响起 要几分熟的 全熟 古斯林眯眼笑着回应 睡袋里的江阳 像一条大号毛毛虫 坐了起来 愁眉苦脸道 全熟牛排 很考验厨师技术啊 外面不能老 里面不能生 我试试看 夜黑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酷炫的豪车在急驰着 贾师说 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了 只能给你打电话 就看我刚才说的 你有什么猜测 中控台显示屏上 贾夫轮叼着一支烟 想了半天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周大侄子 你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怎么听着 像是两个老家伙 在搞黄昏恋呢 而且 还是两个老头 贾师说 我真没心思开玩笑 我现在心里就跟被火烧了一样 实在不行 我就他妈报告猎魔队 说有俩老头在苏氏搞事情 让他们去抓人 就算我师父怨我 我也认了 总不能真看着他出事吧 周曾苦着脸 他也是真没了办法 贾夫轮收脸嬉笑表情 深深吸了口烟 沉吟片刻后 说道 这样 你先别急 你先去趟安远市 那里的猎魔队队长 朴颖齐 欠我一个人情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带着他的封印物 跟你走一趟苏氏 我现在立刻动身去苏氏 周曾 越是遇到大事 保持冷静 不能自乱阵脚 慌中犯错 我明白 我现在就去安远市 周曾看了眼电子地图 打开转向灯变的 第139章 打破信息差 魔女 你到底在找什么 林子河就在下方山谷的深潭里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的林子波动 你也能感受得到吧 为什么不去拿 经过之前的矛盾 又和解之后 两人的关系 似乎不那么生疏了 一生因为封印物而来的代号魔女 江阳也能随口喊出来 我在找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古思林轻轻叹了口气 说 我要攒雪山守护掉材料 目前我只知道这一种 江阳有些奇怪地问 你想知道 雪山守护的全部材料 为什么不去问曾经服用过的人 问了 他也不知道 他只说 是你师爷拿的成品要寄给他 他答应帮你师爷做一件事 古思林回答 江阳低头看了眼下方山谷的深水潭 沉默了下 爸 你被骗了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 雪山守护的药方 但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那个什么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并不是雪山守护的材料 什么 古思林猛地回头看向江阳 眼神中说不出 蕴藏着什么情绪 江阳迎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点点头 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并不是雪山守护的材料 雪山守护的材料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我师父在给我写这个药剂的时候 留下评价 传承2416年的神奇药剂 历史中一共做出过7次 古思林延伸迷蒙 喃喃自语 2416年才做出过7次 那我岂不是没了希望 江阳笑着摇摇头 如果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宋问七比你们更有权势和门路 这世界上百分之七八十的材料 它都能弄来 为什么还要秘密筹谋80年 所以 你就因为这个 被刘四红师叔骗来给我做保镖 进空间裂缝抓六角龙猿王 江阳都有些同情这个红魔女了 着实有些天真啊 人家说 他就信 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 江阳要下去山谷 地下有几株草药 虽然不是很稀有的那种 但 来都来了 本质贼不走空的原则 以及飓风过境寸草不留的本质 他要薅光山谷里的天才地宝 刘四红 不是他 是于大师告诉我 百岗是空间裂缝 你师爷在43年前进来过 并且找到了幻鬼树藤的成熟果实 然后做出了雪山守护 江阳停下脚步 回身看着古思琳 古思琳也愣住了 两人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慌乱之色 他们都不是傻子 由不同人提供的情报 但目的却相同 魔女 你展开灵力感知 我用能力扩大你的灵力感知 我要看看这个空间裂缝里 有没有六角龙猿王 好 古思琳没有时间气愤于随周骗了自己 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自己是被于随周骗来了空间裂缝 如果江阳也被刘四红骗了 那么于随周和刘四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谋划 古思琳轻吐一口气 灵力感知瞬间展开 江阳走进古思琳 抬手按在古思琳肩膀上 下一瞬 古思琳身体一颤 感觉一股苏麻电流 从肩膀瞬间蔓延全身 并且 自己的灵力感知在这一刹那扩大了数倍 几乎覆盖了空间裂缝的三分之一 魔女 把灵力感知内的四接异兽全部标记 我们一一找过去 如果没有六角熔猿王 立即回来取灵子河 然后 以最快速度回苏室 江阳嗓音低沉地说道 好 古思琳停顿了几秒 把灵力感知范围内的四接异兽 全部定位 然后 他转过身 反手抓住江阳的肩膀 两人消失在原地 不到十分钟 两人重新回到山谷上方 剧都神色阴沉 他们没找到六角熔猿王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是被骗到了白岗式空间裂缝 这也侧面证明了 与隋周和刘四红 肯定在一起谋划着什么 会不会跟猎魔队 正在查的那个诡异案件有关 古思琳说道 嗯 江阳没有否认 他看了眼山谷中的深水潭 说道 去拿灵子河 我们回苏室 古思琳看了他一眼 身形一闪 出现在深水潭边 伸手释放灵力 深潭水剧烈翻腾 一股冲天水柱爆发 古思琳从水柱中 抓出一个形状不规则的金银宝石 轰隆 空间裂缝开始震动 慢慢崩塌 这是空间裂缝即将闭合的前兆 拿到灵子河的古思琳 出现在江阳身旁 他默不作声 一股灵力包裹着江阳 带着他腾空而起 冲向空间裂缝入口 于大师和刘大师把你我支开 就是为了在苏氏搞事情 真够可以的 他们俩家一起有六岁吗 古思琳一边飞行 一边无情吐槽 他们也不想想 就算我走了 总背部还有三个灵御境 七个灵虚境 任何一个人 都不是他们能战胜的 他们做事之前 都不想想后果吗 就算总背部 对你们药剂师平时的作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也不能太过分了吧 最最重要的是 我那么信任于大师 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可以骗我 江阳瞥了他一眼 最后这句话 才是你抱怨的核心吧 不对 他们只走我 是为了防止我破坏他们的计划 但是只走你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护我 江阳回答道 古思琳很不理解 问道 你和他们非亲非故 就算药剂师之间很亲切 但也没到处处为你打算的地步吧 他们又不是你师父 江阳叹了口气 他们保护的不是我本人 而是我的药剂学天赋 关系存续的本质 就是互相利用 利益 需求 欲望 情绪价值 都是付出和获取之间的转换 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坏 某些人哪怕只是见过一次 就看不顺眼 那一定是言行举止 亦或是相貌 让人产生了抵触情绪 古斯林觉得很有道理 点点头 道 你说歪理 倒是很有一套吗 江阳翻翻白眼 心中暗道 有病 第140章 你这么厉害 你的家人一定很脆弱吧 周岑不敢停歇 去接了朴颖棋 就往苏氏胆 周岑看了眼假妹的朴颖棋 开口说道 蒲队长谢谢你能来帮我 不用谢 蒲队长 你擅自离开驻守城市 真的没关系吗 周岑对于这一点 还是很担心的 他不想连累 因为还人情 而跟自己离开的朴颖棋 朴颖棋 今年30多岁 嘴边流着清须须的胡茶 整个人有种颓废感 他听到周岑的话 左手搓了把脸 抬起眉毛 像是很努力地睁开眼 放心吧 在贾大师给我打电话之后 我已经向总备部 打了更换封印物的报告 我这次 去不是为了帮你 不是为了还人情 而是去总备部更换封印物 只不过顺路搭了你的车 遇到了些事情 又出于猎魔人的职责所在 顺手帮了你 朴颖棋扭扭脖子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转头看着周岑 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笑了下 说道 你们这帮药剂师啊 总是喜欢搞些奇奇怪怪 又很让人为难的事情 可偏偏 你们是为了研制新药剂 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周岑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们药剂师 除了能为研制新药剂去搞事情 还能为了什么 朴颖棋说 难不成为了钱 为了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周老弟 你刚入行吧 周岑沉默了 哟喝 还真是 难怪你什么都不懂 朴颖棋拍了拍车门 豪车呀 看来是个大少爷 荣诚 姓周 哦 原来是那个周家的公子哥呀 难怪说话办事直眉瞪眼的 周老弟啊 你以后做事 可要谨言慎行 千万别惹了事 连累家里人 你知道的 你家里都是名人 很容易找的 周岑紧促着眉头 言语间带着怒意 蒲队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生气啊 周老弟 我只是 给你提个醒而已 朴颖棋笑着笑着 脸色陡然严肃起来 嗓音也低沉了几分 周老弟 你是贾夫人的朋友 你找他帮忙 而我为了还他人情 跟你去苏氏 你就只需要把我带到地方 然后告诉我 需要做什么 就可以了 既然你知道 我是为了还人情 善离职守 跟你去苏氏 就不应该问 懂吗 现在 我有打报告这个借口 若是以后总被不追究起来 查办了我 你说 我会不会怀疑 是你在某个地方 某个时刻 说漏了嘴 我要是想报复你 你的家里人 可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周岑顿时冷汗直流 这的刹车声 拖出去老远 转头正正地看着朴颖棋 朴颖棋笑了笑 周老弟 你说我这趟去苏氏 是干什么的 周岑咽了咽口水 换 换风应物 顺便搭了我的车 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开车吧 你还真别说 豪车坐着就是舒服 对了 座椅怎么放下 我睡一觉 朴颖棋胡乱地在座椅上乱按 最后放了下座椅 闭着眼睛 一副我睡着了的样子 周岑冷静了大约一分钟 才重新启动汽车 总备部 我是谷司令 给我接总司令 总司令 我是谷司令 有事向你汇报 谷司令把事情跟段池林说了一遍 段池林还没来得及做任何表态 谷司令就说道 我现在带着江阳往苏氏飞 你派飞机来接 搜索我的手机定位 应该能在中途遇到 好 苏氏后半夜下起了雨 黑夜 雨中 高速路 两个老人各自撑着一把黑伞 行走在路面上 他们走得并不快 但是雨伞撞碎雨帘 还未落到地上 他们已经走出树米院 一辈子都是本本分分的药剂师 刘司红笑着说 临到老了 却被你拉着封一次 老于 你说 咱俩这算不算晚节不保 算吧 于隋周又想了想 改口说道 应该不算 咱俩这不叫晚节不保 应该叫做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窝囊了一辈子 到老了 也该出出风头 不然孩子们出去说 自己师父是谁 会不好意思的 你说的也对 你看江阳那小子 青梅庄园说炸就炸了 杀楚私存的时候 炸平了半个山头 总背部还不是连屁都没放一个 刘司红言语间 丝毫不掩饰羡慕 除了裴师兄的功绩作为之外 还有人家掌握着 世间药剂七成 就凭这两点 谁敢拿他怎么样 要不怎么说 裴师兄厉害呢 药剂密册是立身之本 以命换名是生存之道 双重保险给徒弟和孙女铺路 再看看咱俩 一个窝囊废 一个老瘸子 咱们留下的药剂密册 有人家的一半后部 于随周默不作声 经过和刘司红的两天相处 他终于知道 周曾那个满嘴废话的性格像谁了 师父和徒弟 果然都是一个路子 人挺好 就是话太多 于愈发大了 两个老头的脚步越来越快 老于 就算把古斯林支走 总背部的战力还是很强 你到底靠不靠谱 只要没有灵神经那种恐怖的灵力压迫 就没问题 于随周说道 我计算到了这一点 波西米亚编年史 在解放状态下 会释放所有吸血鬼 总背部的战力 猎魔队的战力 他们会被吸血鬼缠住 同时也是保护这座城市 而我 只要在他们消灭所有吸血鬼之前 打败斯佩里 就可以了 刘司红想了想 释放吸血鬼 普通人就会有危险 老于 这是在用普通人的安危 拖住总背部和猎魔队啊 于随周看了刘司红一眼 纠结了下 道 老刘 你脑子怎么长得 浴室都不思考吗 猎魔队抓不到 波西米亚编年史 他只会在城市里继续杀人 从他遗世到现在 你觉得这座城市里 会有多少人 是披着人皮的空壳子 不抓到他 他就会继续吃人 现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人有猎魔人保护 我只要抓斯佩里 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是私心 也是保护苏氏 别把想得跟疯子一样 于随周停下脚步 看向前方几栋废弃烂尾楼 到了 老刘 你在这里等我 说完 于随周独自走向烂尾楼 第141章 雨夜 左腿开始痛了 阴雨天 断掉的腿 就开始痛 好像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 你是个残废 于随周一蹶一拐走下高速路 雨滴霹里啪啦地打在雨伞上 远远看去 她走进黑暗中的背影 那么地孤寂落寞 一直以来 她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年少时做错了事 师父没有嫌弃自己 平平淡淡过了几十年 收了个憨厚善良的徒弟 上天是眷顾自己的 年少受挫时 遇到了带自己如同亲子的师父 年老落寞时 遇到了将自己视为父亲的徒弟 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地幸运 但有多幸运 就有多惭愧 看着其他同辈药剂师 如同星辰一般闪药 而自己又是那么地平凡 有时会想 如果师父收的徒弟不是自己 那师父是不是也可以带着正常的徒弟 出门历练 去空间裂缝冒险 向其他药剂师炫耀徒弟 又学会了哪种药剂 然后再谦虚几句 开心的满面红光 嘴角高高扬起 师父临终之时 都在安慰自己 说自己是他 这辈子最值得 最得意的徒弟 有时 真想靠着师父的安慰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 老死在药剂店里 或许 自己也不是那么废物 自己有药剂学天赋 自己凭着残疾的身体 修炼到了灵济精 自己会做师父留下的全部药剂 但是 真的很想跟着师父出门 去空间裂缝里冒险 背着满满一杯包空瓶子 把空间裂缝里的天才地宝都搬空 跟着师父去见那些师叔师伯们 听他们交流药剂学 自己给他们沏茶 然后 就站在师父身后 静静地听着 师叔师伯们 会引见各自的徒弟 嘴上说着 徒弟天赋一般 怎样怎样无奈 实际上 心里都宝贝地不行 显露着那种又想炫耀 又怕人惦记的小心思 可是自己不行 虽然师父不在意 他很想带自己出去 但这样的自己出去 会给师父丢脸 真的很后悔 几十年前的那个雨夜 为什么要冲动 如果自己能够像条狗一样 缩在两个垃圾箱中间 躲藏在肮脏恶臭的垃圾里 自己就能以健全人的姿态 跟着师父走南闯北 也许 自己也能修炼到灵欲境 修炼到灵神境 可是 世上哪有后悔药 还有自己那个傻徒弟 整天刺着小虎牙傻笑 问他笑什么 他就会说 跟着师父学药剂 真好 好个屁 你只是有药剂学的天赋 师父也只是把你 师爷留下的药剂 传给你而已 是啊 师父只是把你 师爷留下的东西 交给了你而已 师父就是个怀抱着 梦幻温情 躲在屈窍里的 懦弱又自卑的灵魂 可是 谁规定 懦弱自卑的人 不能发怒 谁规定窝囊费 只能低头 师父今天就要抬头拔刀 劈开自己的屈窍 把自己懦弱自卑的灵魂 扔向太阳 被炙口 被焚烧 要像猛虎一样咆哮 给我最得意的徒弟 留下一份礼物 然后 去地狱 见到是你师爷的时候 就像年少时一样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师父 我没给您丢人 呼 一道狂暴的灵力 自于隋州的身体里爆发出来 灵力直接推开周围的雨帘 形成一个圆形的灵力 针控地带 烂尾楼里被果实布包成残茧的少女 睁开了眼睛 她松开果实布 慢慢落了下来 望了眼外面 她身后出现一个巨大书本 书本打开 从中窜出一道道黑影 他们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臭气 少女看着外面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露出了残忍的微笑 舌头舔了舔牙齿 伸出手 对着那个撑伞的人影一指 那些从书中窜出来的吸血鬼 纷纷冲出大楼 扑向鱼隋舟 鱼隋舟抬头看着从烂尾楼中冲出来的近百道黑影 左手依然撑着伞 右手握住伞柄 咔 她从伞柄中抽出一把纤细直刀 淡青色的灵力附着在刀上 雪白战亮的直刀 呼得像是燃烧了青色火焰 一道道灵力涟漪向周围扩散 鱼隋舟左手一松 扔掉雨伞 下一刻 她右腿微曲 纵月出去 此刻的鱼隋舟双眼明亮 闪烁着灵力光芒 好似有猛虎在咆哮 燃烧着灵力火焰的直刀 陡然变得剧烈庞大 她冲向天空 迎着上百个扑杀过来的吸血鬼 真像个孤身凿震的猛士 刀光闪过 啪哒 雨伞落地 扑杀而来的吸血鬼们 如同雨点一般从空中坠下 轰隆 那洞烂尾楼 被鱼隋舟一刀斩断 楼体重重砸下 少女咬着果实布条 慢慢走向切口处 居高临下地看着鱼隋舟 鱼隋舟抬头 手中执刀轻轻颤抖着 一散灵力 每一次震动 都能引起一道小型涟漪 他们没有交流 甚至没有片刻的停留 只对视了一眼 立刻开始厮杀 少女从楼上俯冲而下 鱼隋舟自下而上跃起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对冲 枪的一声 他们撞在一起 僵持片刻 鱼隋舟一刀罢佩斯里的手掌 劈开一道血口 佩斯里握住刀身 另一只手抓向鱼隋舟 碰 鱼隋舟一脚踢开佩斯里 双方同时向后退去 鱼隋舟落在地上 没有停顿 他连连晃动身体 躲过一只只吸血鬼的扑杀 同时挥动手中执刀 砍断所有吸血鬼的脑袋 佩斯里双臂展开 身体的衣服慢慢碎裂 露出一具被果实布紧紧包裹的身体 缝隙中有黑色的血流出 那本《波西米亚边年史》 在他身后展开 快速翻页 佩斯里带着《波西米亚边年史》 一同悬浮到空中 无数吸血鬼从书中冲击出来 四面八方扑向鱼隋舟 鱼隋舟始终没什么表情 就像一台冷静的杀人机器 以最小的幅度挥刀 砍杀着吸血鬼 他脚下的碎尸越来越多 渐渐的 没有守护者灵力支撑的佩斯里 控制不住那些吸血鬼 很多吸血鬼不再扑杀鱼隋舟 而是向着城市冲去 极远处的刘四红 看着这震撼的一幕 震愣片刻 他没想到 鱼隋舟还有这样霸气的一面 第142章 猛虎一般的男人 暴雨中 佩斯里从空中一步步走向鱼隋舟 身后的波西米亚边年史 还在快速翻页 不断飞出吸血鬼 他浑身缠绕着果实布 曾经那张清纯可爱的脸蛋 此刻已经争鸣恐怖 鱼隋舟也向前走 随手砍杀扑过来的吸血鬼 他们对视 他们毫不掩饰地暴露杀意 佩斯里身上的果实布 风雨中飘动 他看着鱼隋舟 咧嘴笑了 露出尖锐的牙齿 此时 释放的吸血鬼大军 已经趋于失控的边缘 但佩斯里并未停止释放吸血鬼 那本巨大的波西米亚边年史 仍旋停在雨中 快速翻着书页 可以想象 如果有守护者的灵力支撑 这个被吸血鬼始祖佩斯里守护 可以控制吸血鬼大军的 守护序列该有多么恐怖 佩斯里一步步靠近鱼隋舟 身上的果实布飘散着 这是他的武器 可以轻易贯穿武者的身体 他看向鱼隋舟的眼神里 带着暴虐和贪婪 就像一只渴望血肉的野兽 鱼隋舟爆发灵力 吸血鬼大军 似乎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遵循着本能自动分流 绕开这个杀神 他抬起手中纤细执刀 轻轻抚摸着刀身 一个站在天空风雨中 如同野兽 一个站在吸血鬼洪流中 像是冷静猎人 他们同时消失在原地 以极快的速度对撞 拼杀 一刀刀劈砍在果实布上 一拳拳轰击在纤细的刀身上 他们在血战 在厮杀 自卑了一辈子的男人 终于像头猛虎一般 发出嘶吼咆哮 大饼被他藏了几十年的执刀 终于出窍展现风采 远处城中猎魔队 和总备部的猎魔人 出现在各处 猎杀冲击而来的吸血鬼 他们组成了一道防线 东南战区总备部 总参谋长汪渡命令 全力阻挡吸血鬼大军 战场交给于隋州 重复一遍 东南战区总备部 总参谋长汪渡命令 全力阻挡吸血鬼大军 战场交给于隋州 城中有想要冲破吸血鬼大军 去扑杀佩斯里的猎魔人 在接到命令的那一刻 同时停下脚步 正愣几秒钟后 转身投入 阻挡吸血鬼大军的战斗中 他们不明白 总参谋长汪渡 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 但他们不用明白 只需要执行命令就好 张海言听完命令后 按着耳朵上的通讯耳机 在面前地图上画了个半圆 开口道 三个战斗小组 全部投入战斗 扇形散开 个人自由猎场半径200米 所有灵通镜以下的武者 也都上战场 跟着城防军 在猎魔人狩猎场后方 构筑火力防线 绝不能让一只吸血鬼 进入城市 下一刻 耳机里不断传来 收到的回复声音 张海言摘下通讯耳机 扔在桌子上 拿起桌子上的双刀 快速离开作战室 疯了 他们一定是疯了 总司令疯了 总参谋长疯了 于隋州是最大的疯子 这是老子驻守的城市 等这次事件过后 老子去中心战区 告你们这帮老王八蛋 太他妈欺负人了 真拿老子当洗地的了 妈的 这次要是告不应 老子辞职不干了 这个二比总队长 谁爱干谁干 张海言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提着刀加入战场 自动补缺 一条条命令字总被不发出 所有在战场的猎魔人 即将到达战场的猎魔人 都接收到了命令 把主战场交给那个老疯子 猎魔人们都生起一个念头 总司令和总参谋长都疯了 他们这么多猎魔人 明明可以轻易摆平 波西米亚边粘石 为什么还要由着 那个瘸腿药剂师发疯 由着他去送死 主战场上 于隋州和佩斯里 怼拼了上百次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看了眼自己胸前 被撕下来的一大块 搭拉着的血肉 于隋州挥刀 把搭拉着的肉和皮削掉 从口袋里取出一瓶 灵际药剂 一瓶恢复药剂 咬开瓶腮 灌进了口中 原来是药剂师 你这样太无赖了 佩斯里笑着走过来 抱歉 岁数大了 还是个厥子 你就让让我吧 于隋州略显无奈地说道 好像是两百年前 还是三百年前 我记不太清了 有个可恨的药剂师 他挖了我身上的血肉做药剂 佩斯里一边说着 身后的果实布 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大网 随时准备扑杀于隋州 你说的那个药剂师 应该是我师祖 也是为了你的血肉 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配合 也好让我在孩子面前露露脸 显摆一下 于隋州口中客气地说着 动作上一点也不客气 他甩了下直刀 快步奔向佩斯里 又是一轮厮杀 佩斯里阴沉地说道 有时候 我真的分不清 到底我是怪物 还是你们人类是怪物 把挖血肉做药剂 说得这么心安理得 佩斯里 你把人类吃得只剩屈翘的时候 就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也会成为一句屈翘吗 于隋州一刀逼退佩斯里 冷笑一声 我们之间的厮杀 不适合攻心 决定手握刀剑的那一刻 就应该坚定信念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错了 我也只觉得他们在放屁 佩斯里歪着脑袋 呲牙笑了下 旋即提高速度 杀向于隋州 另一边 周曾开着豪车 沿着外环 风驰电车冲向战场 不眠不休地开车 始终紧绷着的神经 让周曾近乎崩溃 他就像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即使只听到 远处传来的战斗轰鸣声 都会吓个半死 突然 他看到前方马路上 一个在雨中狂奔的人 他认出了那个人的背影 虎牙子 周曾放缓了车速 朴影齐看了那个人影一眼 没说什么 周曾放下车窗 顶着灌进来的风雨 大声喊道 胡子师兄 上车 虎牙子转头看去 非常疑惑 但在看清是周曾之后 就是狂喜 他拉开车门 钻了进去 周氏电 快过去 他们在前面 快过去 我的车撞了 没办法 只能跑过去 我从他们出门之后 就开始追 但是追不上 猎魔队 总背部 还有城防军 全都出动了 我们 我们就算帮不上忙 他们 他们 总得有儿子过去收尸吧 虎牙子说到最后 哽咽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他心里早就想到了最坏的打算 在这样的暴雨天气 如果真处了事 总不能让老头子 孤零零地躺在野地里淋雨 周曾一言不发地开车 只是汽车不断在提速 激烈的雨点砸在车上 雨刷器已经开到了最大 这辆车不是在雨中急驰 而是撞开雨幕 冲进战场 远远的 隐约能看到一些密密麻麻的 吸血鬼大军 在雨中狂奔 朴隐其解开安全带 从怀中口袋 拿出一枚的白金戒指 戒指上雕刻着一只闭着的眼睛 把戒指戴在右手食指上 放下车窗 转头看着周曾 周老殿 你只管开车 剩下的交给我 说完 不等周曾回答 朴隐其顺着窗户出去 稳稳地站在机箱盖上 迎着狂乱的风雨 看了眼密密麻麻 冲击而来的吸血鬼大军 他高举右拳 威养着脑袋 心中怒喝一声 雷电之眼 他食指白金戒指上的 那只眼睛 陡然睁开 轰隆隆 一道雷霆闪电 划破黑色雨夜 第142章 两次机会 雷声像是反攻的号角 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 划破黑夜 落在地上 吸血鬼大军 被劈开了一道口子 就在周曾和虎牙子 惊讶于这道轰雷的时候 朴隐其表情猙獰的张开嘴巴 一股白烟冒了出来 两人一震 朴隐其被雷劈了 封印物序列33 雷电之眼 一眉长着眼睛 能够召唤雷电的白金戒指 副作用 根据灌注灵力 召唤的雷电威力 反馈30%的雷电 作用在持有者身上 这件封印物很强 但副作用同样很强烈 所以 只能排在第33位 朴隐其很少使用这件封印物 故此 他打报告换封印物 也是合情合理 妈的 朴隐其心里怒骂了一声 紧咬着牙 看向前方将要补上缺口的吸血鬼大军 他感受了下身体状况 还能承受一次雷霆 得保留一些灵力和体力 帮周曾挡住后面的吸血鬼 简单思索后 迅速做出决定 朴隐其再次高举拳头 白金戒指上的眼睛再次闪烁电光 雷电之眼 轰隆隆 又一道落雷 砸在吸血鬼大军的缺口处 朴隐其浑身都在冒烟 但又很快被暴雨浇灭 急迟的汽车 已经冲出吸血鬼大军 朝着主战场狂奔 朴隐其回头望了眼 追过来的吸血鬼 翻身抓住车顶边沿 挂在主驾驶门边 周曾赶紧放下车窗 朴隐其把那枚 雷电之眼 扔在周曾腿上 一改之前的慵懒 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 用的时候灌注灵力 心中默念 雷电之眼 周曾 如果我死了 告诉贾富伦 老子不欠他 说完 不等周曾回答 朴隐其松开手 在半空中掀开一惊 抽出腰间两柄短刀 冲入扑杀而来的吸血鬼大军中 周曾此刻还是愣的 涉事不深的他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还人情 要到如此拼命的地步 他看着倒车镜里 独自一人挡在吸血鬼大军前 奋力拼杀的朴隐其 感觉到深深的震撼 周师殿 别愣着了 把戒指给我 我能扛住雷电 虎牙子没像周曾那样 还沉浸在震撼当中 他从后面爬到副驾驶 迅速看了眼两处战场 刘思宏被很多吸血鬼围着 于随周和佩斯里对拼 空中那个巨大书本 还在释放吸血鬼 反应过来的周曾 把戒指扔给虎牙子 同时 调转方向 车原本是冲向 刘思宏那个战场的 在周曾的驾驶下 转而冲向于随周的主战场 胡子 用雷电批那本书 虽然周曾很想救师父 但他并没有被急迫冲昏头脑 不解决那本书 吸血鬼就会没完没了 而他们的身体 顶多承受一次 雷电之眼的副作用 就算两人都使用雷电之眼 也只有两次 他们不能浪费 这样珍贵的机会 知道 虎牙子也不傻 把戒指戴在右手 他做不到像朴影棋那样 稳稳地站在车上 于是 砰的一脚把车门踹飞 整个人探出来 左手抓住车身 右手钻拳 对准空中那本快速翻页的巨大书本 雷电之眼 字 白金戒指上的眼睛猛地睁开 眼球里闪烁着白色电弧 轰隆隆 一道青白色雷霆落下 重重劈在波西米亚边年史上 虎牙子浑身冒烟 双眼翻白 失去了意识 就在他将要掉下车之际 周曾伸手抓住虎牙子 将其拉了回来 哼 虎牙子身上的残余雷霆之力 传到周曾身上 致使他浑身跳跃着电弧 不住颤抖 用尽力气 把虎牙子拉回来 上半身卡在两个座椅之间 周曾看着那道在雷电之中的 波西米亚边年史 眼神发狠 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摘下虎牙子手上的 雷电之眼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 周曾深吸口气 不断给自己心里暗示 不知道是他害怕极了 还是刚才雷霆之力的残留 他的身体颤抖不止 不知怎的 突然回想起滨海时的场景 江阳站在天空中 面对宋问奇时的笑脸 他觉得 那时的江阳真的太帅了 男人就应该站在世界中心 嘴角高高扬起 任凭狂风暴雨 山崩地裂 仍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淡然模样 周曾 周曾大喊一声自己的名字 然后 猛踩油门 冲向主战场 那辆价值数百万的豪车 跟他的主人一样 在雨中发出暴怒的嘶吼 支 汽车横着飘移 车里的周曾 已经平举手臂 对着没有车门的那一侧 对着外面空中的那个巨大书本 雷电之眼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波纹在空中突兀出现 旋即 一道青白色雷霆 从波纹中显现 以极快的速度落下 狠狠劈在那本 波西米亚编年史上 轰隆 佩斯里亮枪了一步 在最后时刻收回 波西米亚编年史 雷霆没了目标 直劈到地上 破 佩斯里喷出一口血 喷 喷 那辆豪车 随着周曾失去意识 侧着翻滚出去 佩斯里的目光 从那辆上收回 看着满身伤痕的鱼随周 暴虐一笑 药剂师 你的援军好像不用我亲自动手了 但是你放心 等我杀了你 我会吃光他们的身体 只留一副皮囊 我会让他们回家 然后 在某个晚上 控制着他们 亲手杀死他们的家人 鱼随周很想过去 看看那两个孩子的状况 但他现在不敢有丝毫分心 甚至不敢有任何想法 稍有懈怠 便是灭亡 佩斯里 你会先死 回到波西米亚边年石的礼 成为我的药剂材料 鱼随周任凭雨水浸透衣服 他笑了笑 就算你喊得再怎么狠辣 都改变不了结局 佩斯里没有反驳 他对着鱼随周微微一笑 豁然转身 冲向那辆侧翻的豪车 第144章 来了 来了 鱼随周好像早有预料 佩斯里会用那两个孩子牵制自己 在佩斯里 转身冲向汽车之时 鱼随周猛地前月 抓住一条果实布 用力一拽 佩斯里还保持着前冲的姿势 就被狠狠拉了回来 刀光闪过 鱼随周一刀刺进佩斯里的后背 他用力扭转刀身 给佩斯里造成更大的创伤 随后抽刀 砍向佩斯里后颈 佩斯里哀嚎一声 周身果实布炸起 形成环形攻击范围 鱼随周被震开 碰 鱼随周落地 右腿紧绷 弹射出去 再次与佩斯里 快速拼杀在一起 总备部作战室内 充斥着各个猎魔人的请战声 总备部 猎魔队二队队长 前手连请战 支援于大师 总备部 猎魔队三队队长 王武达请战 支援于大师 总备部巡察队墨兰山请战 支援于大师 总备部后备支援队李东请战 支援于大师 总备部 苏氏猎魔队总队长张海言请战 支援于大师 总备部胡森请战 总备部 作战室内 所有人都看着监控大屏幕上的惨烈战斗 他们在一声声请战中 回头看向站在指挥台的三个人 总参谋长汪渡和副司令 严陈毅对视一眼 同时看向总司令段池林 段池林在这样急切的请战声中 以及所有人袭击的目光中 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眼睛始终盯着大屏幕中心 于隋州和佩斯里的拼杀上 他们所有人都不懂 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 看着苏氏的药剂大师战死吗 如果说 滨海是有人欺上瞒下 那此刻 所有猎魔人 就在战场边缘猎杀吸血鬼 其中更是有数位灵欲镜和灵虚镜 只要他们出手 甚至都用不了一分钟 就能把波西米亚鞭年屎 收回来 总司令在等什么 他到底要做什么 此刻 所有作战室的战士 都产生了怀疑 他们看向段池林的眼神 多了几分猜忌和不满 汪渡注意到了这一点 低声问道 老段 你到底要做什么 副司令严陈毅上前半步 嗓音压低道 老段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但我有战士指挥权 我要求猎魔人 立即进去主战场 段池林此刻终于开口了 我是东南战区军事最高指挥官 谁敢跃拳 他没有回头 看自己的两个搭档 目光始终紧紧盯着战场 请战声仍在不断响起 作战室里 已经有人嘀嘀地抽气了起来 他们都看着那无比惨烈的厮杀 在暴雨中 一个瘸腿老人不停地移动 挥刀 他已经开始采用以伤换伤的打法了 这时 一个报告的声音响起 报告 东部战区 两名灵神进武者出现在东南战区 距离苏氏不到150公里 段池林眼神终于有了变化 沉稳开口道 给我接鼓斯林上笑 是 战场上 佩斯里彻底疯狂了 他扯开体表最后一点皮肤 露出令人作呕的腐烂身躯 数十条果实布在空中飞舞 他与鱼随舟碰撞一击 碰 鱼随舟被轰飞出去 正好砸在那辆侧翻的车上 哄 汽车被鱼随舟砸得矩阵 鱼随舟喷出一大口血 没来得及擦掉血迹 连忙看了看两个昏迷的孩子 发现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便放下心来 直刀主地 取下周存手上雷电之眼 站起身 一蹶一拐地走向佩斯里 你的身体 还能用几次封印物 这种级别的雷电 杀不死我 佩斯里像是从地狱里拿出来的魔鬼 全身发黑腐烂 身体有的地方 只是骨头连接着 搭拉着腐肉 数十条果尸 不在他周身飘动 你要死 你的朋友要死 你的徒弟要死 我会吃掉你们所有人的血肉 让你们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来治养我的身体 那个愚蠢的守护者也该死 我选择了他 给他超乎想象的力量 而他竟然只让我吃一些 恶心的一魔和一兽 他是个不懂报答和感恩的男人 但他的血肉味道很不错 我相信你也一样 当然 我不会吃你的左腿 佩斯里看着鱼随舟 似乎在思考 从哪里开始吃掉它 然后快速冲过去 鱼随舟举起手中的雷电之眼 咧嘴笑了笑 那枚白金戒指 在黑暗的雨夜中 发出白色的光芒 佩斯里完全不惧 以鱼随舟现在的灵力和体魄 根本支撑不了几次 雷电之眼得副作用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鱼随舟并没有把戒指戴在手上 使用雷电之眼 而是用力 向着他后方的天空投掷了出去 他疯了 佩斯里已经冲到了鱼随舟面前 就在鱼随舟扔出戒指的那一刻 三条果实布贯穿了鱼随舟的身体 下一刻 轰隆隆 佩斯里猛地转身看去 天空中 闪电划过的地方 有个人影从天而降 接住了那枚雷电之眼 刹那间 黑暗的天空划过无数闪电 在天空形成一张巨大的雷电珠网 那道人影就站在所有闪电的中心 仿佛闪电在这一刻有了生命 在用最辉煌 最具有力量的方式 簇拥着他们的王 此刻 无论是总被部作战士的众人 还是城市中猎杀吸血鬼的众人 都看着那个站在无数闪电中心的男人 凶暴的吸血鬼大军停下了脚步 在空中落下的闪电轰击中 一片片化作了鸡粉 鱼随舟咧嘴笑了 微微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一刻的来临 是谁 佩斯里暴怒的大吼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雷霆的力量 不是那种穿透力极强 但一闪而逝的雷霆 而是一种 不把目标毁灭绝不罢休的 无坚不摧的狂暴雷霆之力 一道雷电光柱 从那个人的脚下升起 直冲天际 他沐浴在雷电中 缓缓落在地上 他从雷霆中缓缓走出 左手食指带着雷电之眼 右手扶在腰间刀柄上 我是谁 我是一名 药剂师 他抽刀 一道闪电划过 空中残留着细小电弧 劈啪作响 碰 佩斯里头颅落地 那本《波西米亚编年史》出现 恢复到正常书本大小 自动翻开 书中发出一股犀利 把所有吸血鬼残骸吸入书中 鱼随周滩倒在地 看着那个把自己扶在怀中的年轻人 满脸笑意 大侄子来了 江阳也笑着 看着浑身是血 愈发虚弱的鱼随周 用力点点头 来了 第145章 视线落在一处 东部战区 两位灵神静玉空 急速飞行 一人说道 波西米亚编年史 就在苏氏 快些取回 不然有了守护者 就成了东南战区的 守护序列 另一人言语愤恨道 那只吸血鬼 竟敢施主 取回之后 先砍掉脑袋 惩罚之后再说 要是猎魔人成了守护者 还可以向中心战区申请调令 守护序列 可以重回东部战区 万一让野生舞者 或是药剂师 成了守护者 就难办了 普通野生舞者也好说 可以招募 最难的是药剂师 到了他们手中的东西 战区也不好出面索药 两人刚刚进入暴风雨区域 忽然 同时停在半空 急目远眺 望向急远处天空 麻烦来了 一人沉声说道 另一人紧簇眉头 是古斯林 原本黑暗的天空 渐渐被映成血红色 暴雨如同血雨一般 风也宛如阴风呼啸 俨然一副地狱场景 伴随着恐怖的血雨阴风 古斯林一身红裙 裙摆在风雨中飘扬 身后跟着一柄无翘长刀 他踏空而行 步步走来 两人脸色阴沉地看着古斯林 都知道 今天去苏氏抓回 波西米亚边年室 难了 今天我东南战区 有紧急战士 为了两位的安全考虑 请回吧 两人对视一眼 古斯林 你我平静 你无权命令我们 波西米亚边年室 我们无论我如何 都要带回 一人沉声说道 平静 古斯林轻笑了声 旋即天空震动 这片空间的雨滴 瞬间停滞不动 他的红裙 从鲜红色变成暗红 他解开了魔女的裙摆 第二层 毫不废话 也不解释 直接武力震慑 君弦平急 战力也平急 我倒是很好奇 古斯林身后那柄长刀 在空中画了个弧线 然后旋停于古斯林头顶上空 陡然便大十余米 刀身燃烧着青色灵力火焰 直指二人 两人悚然一惊 一人醋没喝倒 古斯林你要想清楚 你是九大战区寻回守备 今年年末 就会掉到我东部战区 你真想在此时与我们焦恶冲突吗 古斯林不答 那位灵神经继续说道 让我们过去 波西米亚编年史本就是我们东部 焦恶 古斯林直接打断 他看着两人冷声道 连畜生都没办法驾驭的废物 死了也是活该 还有你们连个畜生都看不住 同样也是废物 那只吸血鬼逃逸至今 骇人数十与你们焦恶冲突 你们也配 明年去东部战区 我会亲自教你们 这帮废物怎样握刀 古斯林语气变得森寒 天空的暗红色雨滴连成一片 仿佛整片天空再往下滴血 如人间地狱一般的场景 古斯林磅礴的灵力 直接轰压下来 两人闷哼一声 解开魔女的裙摆 第二层的古斯林太过恐怖 已经处于灵神镜中最顶尖的层次 两人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稍作停顿 转身消失在原处 古斯林面容冷峻 等待了片刻后 收回魔女的裙摆 旋即 她脸上浮现痛苦表情 最近一段时间 先后两次为了救江阳 使用魔女的裙摆 然后又在杀楚思存的战斗中 解放了魔女的裙摆 第一层 累积下来的副作用 反噬成被加剧 古斯林抬手捂住胸口 闭上眼睛 深呼吸了几次 稍稍缓和之后 把柄长刀飞到她身后 她坐在长刀上 悬停在暴风雨中 平静地望着苏氏方向 药剂诗传承 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 倾注了多少代药剂师的血和泪 天赋高一些还好 那些天赋不高的 又有多少人遗憾一生 郁郁而重 虞隋舟靠在江阳的怀里 叙叙叨叨地说着 猎魔队的人帮刘四红 把舟层和虎牙子 从车里救出来 抬到虞隋舟身旁 又安静离开 远处 猎魔队的所有猎魔人 总被不参战的猎魔人 他们站成一排 远远地望着那几个药剂师 沉默无言 我天赋不高 蹉跎半生 不想下去之后见到师父 没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 怕他老人家失望 也想着 总要给虎牙子留下点宝贝 正好遇到 波西米亚编年史 逃到了苏氏 就找到了四红 福伦 还有总被不司令段池灵 谋划了这么一出戏 江阳用电磁力 给于隋舟止血 修复他的伤口 他捂着于隋舟的伤口 安慰着说 于师叔你成功了 你都不知道 你刚才有多厉害 真让人大吃一惊 以后谁提起于隋舟大师 都得竖起大拇指 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号 于隋舟笑了笑 双眼朦胧 似乎是在回想 刚刚自己的战斗 江阳发现自己的 电磁力 竟然不能修复于隋舟的内脏 和身体伤口 是吸血鬼果尸部 又快速分解人体血肉的毒素 怎么办 怎么办 江阳一下子慌了 于隋舟通红的双眼 闪动了一下 伸出带邪的手 探向昏迷的虎牙子 江阳赶紧用电磁力 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下一刻 他们反应过来 同时大喊 师父 周曾扑向旁边 坐在地上的刘四红 嚎啕大哭 刘四红叹息着 拍打着周曾后背 虎牙子难以置信地 跪在于隋舟身边 双手抓住于隋舟的手 从江阳怀中接过师父 他抱着师父 低声呢喃着 没事的师父 会好的 我带来药剂 您喝完药剂 咱们去医院 会好起来的 虎牙子伸手进口袋 抓出一把碎了的玻璃茶 他的手被玻璃茶 扎得满是鲜血 没事 碎了也没事 店里还有 我回去拿 我回去拿 师父 你等我 我这就回去拿 很快就回来 很快就回来 虎牙子像是魔症了一般 他没有哭 没有悲伤 他就这样自顾自地呢喃着 要站起来回去拿药剂 于隋舟一把抓住虎牙子的手 虎牙子 没用了 佩斯里这鬼东西的毒 能分解血肉 师父的内脏快化干净了 用你总说的那句话 就是身体被掏空了呀 于隋舟轻笑着跟徒弟开玩笑 虎牙子正住了 他抱着师父 张着嘴 无助地 看向滴着脑袋的江阳 看向垂着眉眼的刘四红 看向滴滴抽气的周层 仿佛这一刻 他们师徒俩被全世界抛弃 他是那样的无助 想哭都哭不出来 第146章 传承 虎牙子瘫坐在地上 于隋舟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 冰冷地雨落在众人身上 虎牙子的眼泪 扑素素地滴落下来 他不断用手擦拭着师父脸上的雨水 师父 我再也不通宵打游戏了 再也不用仓库里材料煮鸡蛋吃了 再也不缠着 你带我去空间裂缝里冒险了 我保证以后都好好学习药剂 咱们回家吧 就像以前一样 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师父 我求你了 别开玩笑了 咱家的药剂密测 我放在正屋床头柜里 你给背下来 然后烧掉 于隋舟笑着说 我给你的药剂密测 比你事业给我的多一种药剂 咱家那本薄薄的本子 又多了一页 好啊 真好 师父对得起你 对得起你事业 师父 把这一代的事情做完了 你就安稳了 我的小胡子 你就安稳了呀 于隋舟说着说着哽咽了 他也不愿死去 他想继续教虎牙子学习药剂 但机会只有一次 不去做 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他的胸膛干瘪了下去 口中不断有血水一出来 他指着地上那本 波西米亚编年史 说道 虎牙子 你以后就是他的守护者 我和段池玲说好了 在你灵济静之前 他都会帮你镇压佩斯里 你要善待他 他才不会是主 你有了他 也就有了初步 自保的能力 再加上新药剂傍身 师父放心了 师父答应过你 会给你留好宝贝 虎牙子 你要好好的 虎牙子抱着于隋舟 逐渐干瘪下去的身体 气不成声 于隋舟最后看向江阳 大侄子 咱爷们说过的话 还算数吧 算 一定算数 江阳用力点头 好 于隋舟用力呼吸了下 猛啼一口气 我不会让裴师兄的徒弟吃亏 都是自家的好孩子 大侄子 这个雷电之眼 你留着 他比 灵子手枪 对你的能力更有帮助 我和段池玲说好了 用我们师门的一个 高级药剂配方给你换的 你虎牙子师兄憨厚老实 师叔不在了 怕是要被人欺负 以后 以后 在你能力之内 帮师叔照看着 断断续的话语 戛然而止 于隋舟的眼神 渐渐失去光彩 江阳从他的眼中 看到了笑意 仿佛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钟 看到了他这辈子 最幸福的时刻 师父 我研制出了新药戒 能让断织重生的新药戒 我这就做出来 等我的腿好了 就跟着您走南床吧 暴雨淹没了 于隋舟最后的思绪 他看到了自己 梦想成真的时刻 看到了自己跟随着师父 去各个城市 拜访师叔师伯们 结识了很多师兄弟 去很多空间裂缝里冒险 采了很多天才地宝 师父给自己抓了一头 三截黄金鲤鱼 金灿灿的好看极了 虎牙子抱起 戴着衣服的人皮 转身一步步走回去 刘思红和周曾跟在他身后 江阳捡起那本 《波西米亚编年史》 猎魔人们默默站在两旁 奋出一条路 尽力垂手 为于隋舟大师莫哀 化腐朽为神奇 是要即失 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而这一切 都要从两个字开始 传承 坐在会议室里的江阳 抬头看了眼 正在喝果汁的古思琳 古思琳被她突然 看向自己的眼神 搞得一愣 看着江阳 再看看自己手中的 半杯果汁 纠结了下 把果汁递过去 喝吗 不喝 谢谢 所以 红魔女小姐 又被魔女的裙摆 放大了情绪 这是小女孩 对自己手中食物的 大方行为 江阳默默想着 然后问道 在飞机上 接到总碑部命令之前 你都不知道 于师叔和总司令的计划 古思琳边喝果汁边玩 手机刷视频 不在意地随口回答 不知道 我是战区的战斗序列 只参与军事行动 不参与其他 江阳点点头 回想起于师叔的整个计划 还是觉得有些头脑发胀 波西米亚边点时 侍主逃逸 逃到了苏氏 被于隋州抓住了机会 于隋州先做了几点安排 联系刘四红和贾夫伦 再联系总备部司令段池林 给刘四红和贾夫伦的条件是 新药剂配方 换刘四红帮忙自己不在之后 负责教导虎牙子药剂 换贾夫伦用一个人情 让朴颖齐带着雷电之眼来苏氏 在段池林坛买卖 用一个高级药剂配方 给江阳换雷电之眼 段池林起先是不同意的 但听到于隋州的新药剂 能让人断枝重生 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而且 这样做还能把波西米亚边年史 留在苏氏 一切都计划好之后 把江阳和战斗序列的古思琳骗走 当然 骗不了多久 毕竟两人见面随便聊几句 就能露线 而且 古思琳扫荡一个打开过的空间裂缝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但这 也在于隋州的计算之中 在他们两人回宿室的途中 于隋州就动手 等到战斗尾声的时候 把雷电之眼交给江阳 由江阳打败佩斯里 古思琳由段池林下达任务 去拦住东部战区的人 周岑和虎牙子也在计划之中 虎牙子没被迷晕 瞒不过两个灵际进武者 由他告诉周岑最合适 当然 就算两人没有想到这些 贾富伦也会打电话给周岑 让他去接一趟朴影棋 把雷电之眼带到战场 因为最后 无论是把雷电之眼 交到江阳手上 还是把波西米亚边年史 交到虎牙子手上 都需要两人在场 当然 这需要一个计划有变的保险 而这个保险 就是段池林手中的战力 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错 导致最后哪个人没有到场 段池林手下那几个灵域进武者 都足以控场 江阳叹了口气 揉揉额头 不一会儿 总司令段池林推门进来 扫了眼不搭理自己的古司令 目光落在江阳身上 笑着伸出手 江大师终于正式见面了 第147章 轻描淡写是男人的浪漫 简单客套几句 落座之后 段池林满眼欣赏地看着江阳 不知道江大师这次过来 是什么事 段池林桌子上 还有满满的军物 他没空客套太多 江阳也没多铺垫 直接从怀中拿出 灵子手枪放在桌上 段池林愣住了 古司令咬着吸管也愣住了 他在战区总司令 面前拔枪 他怎么敢的呀 这么勇的吗 江阳像是没看到 两人呆愣表情一样 左手大拇指 抹撒着戴在食指上的 雷电之眼 戒指 直说道 于师叔用高级药剂的药方 换来了雷电之眼 说句不好意思的话 我很喜欢 但又不想让于师叔 失去一份高级药剂药方 所以 我想用灵子手枪交换药方 当然 您可以当成 我用封印物序列21 灵子手枪交换封印物序列33 雷电之眼 江阳故意把两件封印物的序列号 说了出来 21交换33 怎么看都是一笔好买卖 这个 雷电之眼的副作用 对别人来说 就是欺伤权 伤人先伤己 但对他来说 这不就是为自己专门定制的 移动充电宝吗 段池林没有先说换不换的问题 而是说道 灵子手枪 是陪大师用献祭眼球 给你交换的 封印物序列 你真舍得 江阳看着桌子上那把手枪 回想起交换 灵子手枪时的场景 微微一笑 道 没什么舍不舍的 我师父给我礼物 从来都不是这些 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东西 而是这个 江阳抬手指了指脑袋 段池林明白了 略做思考后 点头道 怎么算我都不亏 而且 朴影棋也需要一个 副作用小的封印物 于大师的药剂配方 我还没交上去 现在就给你吧 段池林从上衣口袋里 拿出一张折叠后的纸 扔给了江阳 谢谢段总司令 江阳按住 灵子手枪 心中虽有不舍 就像段池林说的那样 这是师父给自己换的东西 但还是往前一推 交易达成 他必须保住于师叔的药方 从这次的事件 最终结果来看 自己是赢家 不仅得到了一个 新药剂的配方 还得到了 雷电之眼 最重要的是 于师叔并没有 占自己便宜的念头 反而怕自己吃亏 不惜拿出独门药剂配方 给自己交换 更加适合雷电之眼 自己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收下 目前 自己可以拿出手交换的东西 无非就是几种 药剂密册 后几页中 随便哪个药方 天空树的露水 灵子手枪 前两样都是无价之宝 相比之下 只有拿出其中价值最低的 灵子手枪来进行交换 段池林收起 灵子手枪 江阳正准备站起身 告辞离开 段池林却说道 昨天收到情报 藏青好像在西南战区的隋州 那边的战友正在调查当中 等有了结果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藏青 隋州 江阳心中重复了一遍 点头道 谢谢段总司令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家里还有事等着料理 好 以后我们要经常合作 段池林站起身说道 但他没有要送出门的意思 眼神示意了下 正咬着吸管喝果汁的古思林 古思林站了起来 走吧 我送送江大药寄师 江阳瞅了他一眼 又切换情绪了 这次是阴阳怪气 好家伙 性情古怪 说的就是他吧 高级封印物 果然好厉害 总被布基地门口 告别了古思林 开着小货车 突突突地驶离 他没有回自己的药剂店 而是去了鱼隋州 不 现在是孙虎的药剂店 刘四红和周岑都在药剂店 刘四红拿了人家师傅的新药剂配方 当然要遵守承诺 教导虎牙子制作药剂 虎牙子的情绪依然不高 三人也没有宽慰虎牙子的意思 谁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不伤心 伤心哭泣 才是正常的吧 总在耳边说些看开点 日子还得过 他没了 但你还在之类的屁话 不仅一点用没有 还有种说风凉话的感觉 中午饭是江阳做的 虎牙子吃的不多 只吃了小半碗饭 就放下了筷子 下午 刘四红看着虎牙子做药剂 他没用教导周岑那种方式 而是以一种探讨的方式 跟虎牙子交流制作药剂的心得 这并不是照顾虎牙子的心情 而是他不知道 于隋周平时都是怎么教导虎牙子的 只能采取这种比较柔和的方法 江阳则拿着新药剂的配方 坐在后院 研究了一会儿后 去前面药剂店 找刘四红又探讨了几句 最后也没得到什么结论 目前 还缺一种材料 就可以制作了 江阳和刘四红 决定在拍卖行上购买 周岑一看 有他出风头的事情了 直接大手一挥 充值 买 可劲买 休息的时候 四人围坐在茶桌边休息 虎牙子并咽咽地 看着炭火炉直发呆 江阳想了想 拿出了那张写着药剂配方的纸 原本是想着单独给虎牙子 但看他随时都会崩溃的样子 索性就拿出来 希望虎牙子能找回点精神 胡子师兄 这是于师叔用来交换 雷电之眼的高级药剂配方 一瞬间 三双眼睛都落在江阳手中那张纸上 虎牙子看着江阳 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问道 江师弟 你用什么换回来的 刘四红师徒俩也都看着江阳 这种独家高级药剂配方 可是宝贝不付出代价 能拿回来 鬼都不屑 江阳笑了笑 拎起炭火炉上的水壶 把药剂配方扔了进去 纸张浴火 瞬间燃起 看着烧成灰的纸 江阳把水壶重新放在火炉上 轻声一笑说 没用什么交换 动用了些关系 再加上我和古思林关系不错 让他当中间人 从中斡旋说话 药方也就拿回来了 虎牙子看着江阳 神色复杂 谢谢江师弟 江阳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第148章 总司令段池林的另一面 江阳在孙虎的药剂店 一直待到了晚上 虎牙子在看到江阳 把师父的药剂配方拿回来之后 积攒的情绪彻底爆发 他崩溃得嚎啕大哭 摔下椅子 在地上卷缩着身体 他是那样的无助和悲悲痛 从此以后 他就是他们这一门的顶门住了 家里没了大人 孩子就是大人 情绪渐渐稳定的虎牙子 在江阳和周岑的搀扶下 重新坐在了椅子上 他抽掖着讲述于隋州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 一个犯了错 被人砍掉左小腿的少年 遇到了一个喜欢走南闯北 浪迹天涯的药剂师 后来 那位浪迹半生的药剂师 在苏氏安了家 在后来 那位药剂师 除了教小瘸子做药剂 就是满世界找可以断枝 重生的药剂 那个小瘸子很有天赋 不仅学会了师父教授的全部药剂 舞者修为提升的也很快 有一天 药剂师说 要去一个空间裂缝 寻找某种材料 说是想给徒弟研制一种 能让断枝重生的药 他走了 就再也没回来 小瘸子看着自己的断腿 心中想着 那个可以让断枝重生的药剂 此后 他一直为此而努力 谁也不知道 他在这几十年里 做了多少次实验 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但所有人都知道 他最后成功了 师爷提出想法 并死在验证的路上 师父亲其一声 在最后时刻 获得了所有材料 最后由徒弟完成 三代药剂师的梦想 江阳回到家里 坐在卧室里的书桌前 心中震撼 久久不能平息 他拿出了笔记本 翻开崭新一页 写道 报最大的希望 尽最大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疯子的结局除了死亡 还有成功 东南战区总备部 会议室 九大战区高层视频会议 中兴战区总参谋长 傅明言 是个霍西尼的好手 说白了 这次的会议 就是东部战区绷不住了 向中兴战区告状 东南战区太欺负人了 中兴战区总司令很为难 但又不能不管 没办法 只能把这件推给傅明言处理 傅明言在心里比试 搭档120变之后 召开这次九大战区 高层会议 傅明言看了看 脸色不悦的 东部战区总司令 黄康海 又看了看 面无表情的 东南战区总司令 段池林 都是军人 默默唧唧地干啥 要不然你俩单挑吧 谁赢谁有礼 傅明言心中叹了口气 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 想必各位心里也都明白 我就不再重复了 傅明言目光落在 段池林脸上 语调听不出情绪地说道 段司令 对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参加会议的 都是各个战区高层 怎么会听不出 傅明言有霍西尼的意思 告状的黄康海 你不让黄康海先说话 反而让段池林先解释 虽然你提前有铺垫 但领导你的意图 是不是太明显了一点 其他六个战区的高层 一听傅明言这么说 立刻呈现出 一副无所谓的状态 领导霍西尼的最基本操作 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顿时 六个战区的人开始走神 反正丢 守护序列的 不是自己手下的人 强 守护序列的 也不是自己 你们爱怎怎 快点结束会议 还有一堆事物要处理呢 段池林咳嗽一声 我完全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你就是明强 按照规章制度 我的人寻找施主逃逸的 守护序列 进入苏氏 应当受到协助 而你怎么做的 你派出了古思琳 去挡住了我的人 说到这里 黄康海五十多岁的人了 竟然有些委屈地 看着傅明言 总参谋长 老段就是欺负我老师 他派谁拦我的人不好 非派古上校 古上校是寻回守备战列 明年就到我战区职守了 老段这个时候 让古上校跟我的人冲突 这明白着 就是不想放人 黄康海话音落下 其他六个正在打酱油的 战区高层都警惕了起来 纷纷看向段池林 这老小子想耍英招 留下古思琳 别说你是东南战区总司令 就是最高总指挥都不行 段池林虽然面无表情 但心里却是有些慌张 妈的 被老黄这个王八蛋识破了 傅明言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看向段池林 道 段司令 这事件严肃的是 守护序列 问题 可以暂不讨论 但阻扰巡回守备轮值战区 其后果的严重性 你应该知道 段池林当然不会承认 他一本正经道 当时情况紧急 我总被全部战力 以及苏式列魔队全员 都在抵御 波西米亚边年史 释放的吸血鬼大军 城防军更是紧急构筑防线 准备殊死一战 就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 有两个强大的灵力波动 向着苏式而来 我作为总司令 要为苏式全城人民安全考虑 必定要阻止目的为止的人员 进入苏式 恰巧古上校解决完 百岗式空间裂缝 就在那两股强大灵力波动附近 我就下令让他过去阻止 我也是事后才得知 那两个强大灵力波动 是黄司令秘密派出 寻找守护序列的人 段池林说完 会议中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说的有理有据 而且 发生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 是黄康海手下的人 驾驭不了波西米亚边年史 被杀之后 逃逸到了苏式 并且在苏式作案 最后还释放了吸血鬼大军 冲击城市 但 波西米亚边年史 只是个没有守护者的野生 守护序列 你随便派个淋浴镜 就能轻松解决 至于用出殊死一战 生死攸关这种词语吗 段池林 你在说这种话的时候 良心都不会痛的吗 所有人在沉默过后 都鄙夷地看着段池林 段池林始终面无表情 事实就是如此 你们要是能从哪里挑出错来 我这个总司令 就算是白肝了 黄康海呆滞过后 气得满脸通红 站起身指着段池林 你 段池林你个狗 总参谋长 黄司令对我进行言语侮辱 难以想象 身为战区总司令 竟然如此的没有素质 上行下效 真不知道 他带出来的兵 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段池林抢先开口 会议再次一进 众人想法 这也太不要脸了 第149章 目的不纯 思想落后 以及无耻至极 不仅是其他人 就连汪渡都惊呆了 他看向段池林 并在桌子下面 悄悄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段池林得意地扫了他一眼 算是回应汪渡 对自己的点赞 段池林 你欺人太甚 老子跟你拼了 警卫员 通知飞行大队 进入战备状态 老子去苏氏 跟他性断的王八蛋拼了 黄康海一脚踢翻会议室的桌子 失态地对着门外的警卫员大吼 啪 傅明言猛地一拍桌子 所有人立刻下意识地坐着身体 目光集中在傅明言身上 黄康海更是原地立正 腰板挺直 傅明言烦闷地捏了捏额头 沉声道 一个个地像什么样子 你们是战区司令 一句话就能决定一座城市的命运 不是街边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 呼 傅明言深深叹了口气 看了眼黄康海 黄康海立刻叫人收拾刚才被踢翻的会议桌 重新做好 傅明言等了片刻后 说道 此次事件 前因后果 以及事件中你们的小心思 在场的人都一清二楚 不用把话说得那么漂亮 说到这里 他着重地看了断翅林一眼 然后 继续说道 你们是战区军事最高指挥官 想为自己战区 争取更多的力量 这无可厚非 我也很理解你们 但一切都要再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前提下 断翅林 你东南战区内的人民安全很重要 那黄康海的东部战区内的人民安全 就不重要了吗 事做的滴水不漏 话说的圆满漂亮 这种小聪明 瞒得过谁 你耍给谁看 断翅林默不作声 沉默了片刻 傅明言又看向黄康海 此次事件的源头在你 你有什么脸发脾气 守护序列 事主逃逸 不仅损失了一名优秀的猎魔人 还致使苏氏遭受损失 伤害了人民性命安全 你说 你有什么脸 来到我这里告状 如果我是你 现在就应该钻到桌子底下 哪还有脸在这里像条狗一样狂吹 傅明言是真的生气了 虽然守护序列 事主逃逸是意外事件 但身为战区最高指挥官 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看到会议场面安静了下来 傅明言说道 把你们的小心思 都给我收起来 事情摆到桌面上说清楚 我要考虑的不是你们哪个单独的战区 而是整体的国家安全 你们两个的责任 稍后由总指挥裁定 现在继续讨论会议内容 段池林 于大师的药剂 是否研制成功了 傅明言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目光灼热地 看向段池林 其中以黄康海的眼神最为热切 段池林没有迟疑 回答道 暂时没有消息 但于大师已经有了完整的药剂配方 做出来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此药剂目前为于大师的徒弟孙虎所有 同时他也是波西米亚编年史的守护者 听到段池林口中的准确答案 所有战区的高层都兴奋了起来 他们十分希望 有一个药剂 能让在战斗中残伤的舞者 重新获得健康 如果这个药剂真的有这种功效的话 那将是所有舞者的福音 不仅能让他们获得重生 还能大大加强各个战区的实力 这就是于随州留给虎牙子的宝贝 让各大战区高层都为之侧目 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为什么于随州一定要用命去拼 因为但凡有一个猎魔人插手他的战斗 那这份药剂就不只是 他们这一门的独门药剂了 因为出了力 所以要分利益 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美好的 当然 江阳 刘四红 贾夫人他们三个都有这个药剂的配方 但那也是从于随州那里分的 这个药剂的正统 不属于他们 似乎药剂的问题 才是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 傅明言长舒一口气 眼中难言喜悦 他点了点头说 一个守护序列 换一个能让人断肢重生的神奇药剂 很值得 孙虎现在在你的战区 保护孙虎的责任 自然就落在了你的肩上 段池林站起身 刚要做出保证 就看到黄康海猛地站起来 强先说道 明年古上校来我战区 我战区的力量将得到加强 我认为孙虎大师来我战区更加安全 段池林正愣地看着黄康海 这个老王八蛋真不要脸 他还没骂出口 就听到其他战区的高层纷纷表示 孙虎去他们战区更好 我南部战区气候宜人 风景秀丽 孙虎大师来我们这里 更有利于药剂的制作 对了 还有江阳大师 他和孙虎大师的关系密切 一起过来还能探讨药剂学 说不定还会有新药剂问世 你嘛 你抢人就抢人 怎么还跑祖坟了 段池林看着南部战区总司令 药剂师需要的是药剂材料 我西北战区地大物博 空间裂缝 降临频率全国第一 孙虎大师和江阳大师来我这里 我会成立一个精英猎魔小队 专门保护两位大师探索空间裂缝 不是 你怎么也跑上了 还有 你们西北战区空间裂缝 降临全国第一 怎么还变成抢人的优点了 段池林慌了 他感觉自己刚刚偷到鸡 还没来得及养到下蛋 就得还回去 而且 还特磨地再搭一只大白鹅 段池林刚要说话 就又被打断了 北部战区总司令 孟来挺着啤酒肚站了起来 笑容可惧地说道 总参谋长 你别听他们扯淡 他们一个个的 都是为了新药剂 目的不纯 思想落后 完全就是利用两个孩子 以达到他们龌龊的目的 但我不一样 我是真喜欢这两个孩子 而且愿意为要继续 这项伟大的事业 做出最大的贡献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他 就等着他说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贡献 孟来憨笑着拍拍啤酒肚 我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今年26 小女儿今年20 相貌品性什么的 就不用说了 都随我 一顶一毫 孙虎大师今年25 江阳大师今年21 这不正合适吗 大女儿 嫁给孙虎大师 小女儿 嫁给江阳大师 你最不要脸 孟胖子 你真有脸说出口 你女儿相貌品性随你 能是个什么好货 妈的 你敢说老子女儿 不是好货 好好好 警卫员安排战机 段池林 是真的慌了 他不怕这帮人抢 就怕他们 成天惦记 一旁的汪渡 看着段池林愣在原地 眼疾手快 直接关掉了视频会议 汪渡拍拍手上 不存在的灰尘 眯眼笑了笑 第150章 高杰的品格 允许可耻的失败存在 一道从中心战区 由总指挥 总司令 总参谋长等 11位高层 同时签发的 保密条令 下发到各个战区 总背部 内容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保护药技师孙虎 封闭新药技消息 抢人大战远没有结束 七大战区的高层 像是大灰狼一样 紧紧盯着东南战区 这个柔弱的小女孩 但凡段池林等人 出现松懈 他们就会以 迅雷不及掩耳 到灵响叮当之势 凑到虎牙子和江阳身边 进行肮脏的PY交易 如果说江阳 在东南战区 已经让各大战区高层 极度的双眼通红 那么现在虎牙子的存在 就是压倒他们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绷不住了 凭什么好事 都让你们东南战区摊上了 其中最气的 当属东部战区总司令黄康海 在会议上 装疯卖傻了一顿 什么好处都没唠到 于大师你也是 想要波西米亚编年史 就直说吗 你还跟我老黄说一下 我老黄还能不给吗 黄康海窝 在办公室里长嘘短探 头发都白了好几根 并不知道抢人大战的江阳 正在做冰封夜 去白岗市空间裂缝 他得到了材料 正好可以做出来 十分钟后 浪费了一份材料 江阳心痛到无法呼吸 为了平复心情 特意去洗了个澡 躺在浴缸里 仔细回忆着 刚才自己制作冰封夜的的时候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扣扣 瞧玻璃的声音 江阳看向旁边的窗户 愣了愣 用电磁力拉起窗帘 窗户开了一条缝 故里倒挂在窗外 看着泡在浴缸里的江阳 咧嘴笑了下 说道 林子手枪被蒲影器带走了 临走之前 他被总参谋长 狠狠地骂了一顿 但不是追究他善离职守 而是骂他无脑 孤身阻挡吸血鬼大军 听到 林子手枪有了持有者 江阳心中 忍不住叹了口气 沉默了下 微笑道 谢谢你来告诉我 要不要进屋里做作 我正想吃点宵夜 一起 不了 我的任务里有规定 非必要情况 不能进你的药剂店 不过宵夜是个很好的提议 出去吃吧 老麻串串店 顾里说道 好 江阳硬了下来 顾里翻身上去 江阳手臂搭在浴缸边缘 准备出来 这时 顾里又回来了 他倒挂着 对了 刚才忘了说 江阳一愣 什么事 顾里呵呵笑道 身材不错 江阳瞬间拉下脸 老麻串串店 江阳和顾里吃着麻辣串 喝着冰镇饮料 顾里看着江阳 左手食指上的雷电之眼 嘴里嚼着食物 多浓道 如果能完全接受 或屏蔽雷电之眼的副作用 这件封印物的威力 绝对能排进前二十 很不巧 我就是那个 能完全接受副作用的人 甚至觉得 30%的雷霆之力的副作用太低了 要是1000%的副作用 就完美了 江阳暗暗想着 不过 江阳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他喝了口冰镇饮料 说道 顾里 问你一件事 问呗 顾里双手拿串 左右开弓 全世界已知的 封印物序列 一共才42件 按理说 应该很稀有才对 但是光我见到的 就有好几个了 而且还有排名前十的 其实这个问题 江阳老早就想问了 但不知道该问谁 现在终于抓住机会 于是问了出来 就这个呀 顾里扔掉签子 抽几张纸巾擦擦手 拿出香烟 递给江阳一支 然后自己点燃 不是你见到的多 而是你恰巧见到了 九大战区所掌握的 封印物序列 就那么多 除了四个固定战力 可以长期持有 封印物之外 其他的 封印物序列 都是各个战区 轮流使用的 你在短时间内 见到这么多 封印物序列 还是因为送问题 你仔细想想 你所见到的 所持有过的 是不是都跟宋问奇 和滨海事件有关系 江阳回想了下 献祭眼球 灵体骸 名神物蛇的双眸 灵子手枪 魔女的裙摆 雷电之眼 都是跟滨海事件 或是其后续事件有关 只有二哥的充气小伙伴 是拍卖行见到的 确实是这样 江阳点头说道 故离吐了口烟 不说那些小国家 就是几个 看似强大的国家 他们所持有的 全部封印物序列 都没有你看到的多 说回 灵子手枪 现在被蒲影齐持有 但两个月之后 灵子手枪 就会被送到 另一个城市的 猎魔队总队长手上 当初的 名神物蛇的双眸 也是因为轮转 才送到旁方树手上的 原本排名前15的 封印物序列 不会进入流动使用的名单 但当时的宋问奇 是副司令 他有这个权利 原来是这样 江阳终于理解了 同时也明白了 自己持有过的 灵子手枪 雷电之眼 以及短暂持有过的 契约眼球 是那么珍贵 一共才42件封印物 自己就过手了三件 而且 雷电之眼 是属于自己的 怎么感觉 有点小骄傲了呢 江阳笑眯眯的 喝了口饮料 然后 又要了些肉串给顾里吃 这老兄也不容易 黑眼圈是越来越重了 吃完饭 顾里叼着牙签 走进昏暗的小巷 继续秘密保护江阳 坐在工作台边 食指交错 向前撑了撑 再次开始制作 冰封叶 这一次 他成功了 50%的成功率啊 要不要把价格 也提高50% 以价格补偿失败 江阳邪恶的思想 在此刻疯狂滋长 目的是为了掩盖 他可耻的失败 最终 他忍住了 并在心里 为自己高洁的品格 疯狂点赞 把冰封叶摆在展柜上 写下名称和效果之后 他回到楼上 开始了今天的修炼和学习 另一边 孙虎站在药剂店后院 拿出波西米亚编年史 稍稍灌注灵力 那本书飘了起来 秃得变大 自动翻开 一个娇俏可爱的少女 从书中走了出来 第151章 有需求就早说吗 药剂店后院 少女模样的佩斯里 站在虎牙子面前 浅笑奄然 他好奇地打量着 自己这位守护者 虎牙子面对 佩斯里的好奇打量 脸孔阴沉 眼眸深处 藏着一头责人而逝的野兽 佩斯里看着虎牙子 那仿佛要吃了 自己一样的表情 细血地微调了下眉毛 伸手轻轻拍了 两下虎牙子额头 欲调轻快道 初次见面 就用这么凶狠的眼神 看着你的奴仆 这可不是一位守护者 应该有的太多 我的小主人 佩斯里环视了一圈 看了看院落 然后 打了个响指 那本巨大的书 从竖着的状态放平 他坐在了一面书本上 翘着腿 双臂抱胸 用一种高傲 如女王般的姿态 看着虎牙子 他见虎牙子没什么 表情变化后 讥讽式地笑了下 轻轻点着翘起的脚尖 说道 你想杀死我 为你的师父报仇 但你不仅没有办法杀死我 甚至还要 利用我的力量 来达到某种目的 以及保护你自己 我记得我还是人的时候 为了一块 没有手掌大的薄柄 要在贵族的城堡里 做一天的活 干活的时候 我无时无刻不在诅咒 这世间所有的贵族 都全身溃烂 不得不得一刀刀 割掉腐烂的皮肉 痛苦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但在管家发放薄柄的时候 我又因为可以吃到食物 而忘记了诅咒 捧着那张小小的薄柄 跟其他女仆一起 赞美主人的慷慨和伟大 然后 第二天 再度重复诅咒和赞美 有一天 管家让我去打扫主人的卧室 我刚走进去 那位贵族主人 就把我摁在床上 粗暴地撕开了我的女仆装 像头野兽一样 在我身上释放兽性 虽然我是最下等的女仆 能为了一张小小的薄柄 就可以随时转变我的意志 但我的灵魂是纯洁的 我奋力挣扎 那头只知道 享受和纵欲的废物 并不是我这个每天 都做体力活的女仆的对手 直到 他说 只要我顺从 每天都有一张完整的薄柄可以吃 而且 还可以享受美味的果酱 佩斯里说到这里 他的嘴角微微扬起 随后 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角 薄柄涂抹果酱 撕下一块送进口中 慢慢咀嚼着薄柄的麦香 混合着又酸又甜果酱 狠狠刺激着我的味蕾 真的好美味 即便过了几千年 我仍然记得 果酱涂抹薄柄的味道 虎牙子终于开口 想活着 并没有什么错 佩斯里微笑着看虎牙子 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的 虎牙子略显声音地点头 玄机说道 但出卖灵魂换来的活路 只会让你成为行尸走肉 但 我只跟他一个人上过床 需求也只不过是吃饱而已 面对佩斯里毫不留情地反击 虎牙子沉默地 没有再说什么 这只吸血鬼活了几千年 经历了各个时代 他什么都懂 跟他说这些 虎牙子稚嫩地像个婴儿 佩斯里笑了 人的信念 会随着立场的变化而变化 在无法拥有的时候 只能发出恶毒的诅咒 但在拥有之后 就会鄙夷那些没有拥有的人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虎牙子冷声问道 没什么 你现在就是曾经的我 你恨我 但又不得不向我索取 需要我的保护 这不是很可笑吗 终有一天 你会跟我相同的结局 变成一个恶心肮脏的怪物 佩斯里倾笑着问 那么 我的小主人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虎牙子发现 打从一开始 自己就被这只吸血鬼的言语带偏了 在对话上 被他掌握了主动权 以至于现在 自己真的就带入到几千年前 还是女仆时的佩斯里身份当中去 恨贵族 但又不得不选择顺从获取利益 妈的 几千年老妖怪真特么难缠 自己也是太嫩了 就不应该跟他说太多废话 虎牙子骂人的同时 也在责怪自己 虎牙子看了眼满脸讥笑的佩斯里 默默地从怀中拿出一柄短刀 呛 短刀出窍 扔给佩斯里 砍下你的右手臂 虎牙子面无表情地说道 佩斯里接住短刀 神情恍然 原来是想要我的身体啊 早说嘛 我现在主人的仆从 主人想要 我当然要给 你他妈的 虎牙子脸上肌肉都在抽动 佩斯里见虎牙子不达话 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 现在虎牙子的境界还太低 起码要养到灵机竞在吃 那样 他的血肉 会有如同果酱般的甜美 守护序列13 波西米亚编年史 能力 召唤吸血鬼始祖佩斯里 打开编年史后 可以召唤不死不灭的吸血鬼大军 副作用 施主 需要足够的压制力 主 波西米亚编年史 是维尔带有副作用的 守护序列 佩斯里伸出右手臂 对着臂弯处轻轻一挥 整条小臂带着手掌 落在了旁边的茶桌上 然后 佩斯里轻轻抛刀 那柄短刀飞回刀鞘中 他左手打了个响指 啪 书本的另一面 爬出一只吸血鬼 佩斯里切断那只吸血鬼的右手臂 接在了自己断臂处 他的断臂 伸出数十条触手般的肉牙 连接着那只吸血鬼的手臂 他活动了下右手臂 对虎牙子笑着说 下次再想爱我的身体 我希望主人可以主动一些 天杀的吸血鬼 虎牙子额头轻轻直冒 收回灵力 波西米亚编年史 和佩斯里同时消失 呼 虎牙子长舒一口气 刚才召唤佩斯里 耗费他将近一半灵力 他摊坐在长椅上 转头看着那截佩斯里的手臂 守护序列 都是主动寻找守护者的 但波西米亚编年史 有点特殊 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物 而是一本书 但真正的 守护序列 却是佩斯里 他原先是人类 在被你杀死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 处于意识空白 孙狐只要与 波西米亚编年史 签订守护契约 就等同于跟佩斯里 签订了守护契约 依附于 波西米亚编年史 的佩斯里 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拒绝守护契约 古斯林解释道 江阳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他看向古斯林 问道 谢谢魔女小姐的解答 所以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古斯林愁出了下 目光直视江阳 神色正重道 我等不及了 第152章 狼心如铁江阳 江阳那张英俊的脸上 浮现出惊恶的表情 正正看着明艳美貌的古斯林 心中不禁叹息了声 果然 他盯上了自己的肉体 肤浅的女人 坐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 无比高洁的品德 而不是英俊的相貌 和健壮的身体 当然 如果你给我钱的话 我会请你上三楼 打一场让彼此 都非常愉悦的扑克 江阳又开始了 偶尔性中二 间歇性意淫 和习惯性吐槽 他经常幻想 自己变成一只猫 可以吃到美味的猫条和猫粮 想活动了 就跳上猫爬架 然后慵懒地凝望着 窗外分杂的世界 偶尔还可以顺着窗户跳出去 和小鸟 还有老鼠打打招呼 享受一下捕猎的乐趣 想赚钱了 就去猫咖牺牲一下色相 当然 这一切都要在 不做绝育的前提下 江阳内心暗自笑了笑 收回分散的思绪 看向眉头微粗的谷思琳 面带和须微笑 问道 魔女小姐 我能帮助你什么 谷思琳深吸口气 道 最近 特别是在两次直面送问琪之后 也许跟我近期多次解放 魔女的裙摆有关 我感觉我的内心越发急躁 渴望近身零容镜的情绪 越来越强烈 再加上魔女的裙摆的副作用 数倍放大这种情绪 我已经没有办法 通过心理疏导 和深度睡眠 去忽略这股烦闷急躁的情绪 我甚至能够想象 我被内心的黑暗吞噬 变成一头强大的一魔 但还没来得及疯狂 就被魔女的裙摆 绞杀 变成一滩血水和碎肉 魔女小姐 不用形容得那么详细 我刚吃完早饭 江阳望了眼清晨的阳光 回想起刚才吃的 那碗豆沙小汤圆 红色粘稠的豆沙中 裹着充满弹性的白色小汤圆 则 古思琳是故意的吧 她偷看了我吃早饭 真是个恶毒的魔女 古思琳被打断 顿了顿 整理思绪 微微叹了口气 此刻的她 竟然展露出江阳 从未见过的柔弱与无力 昨晚我寻找了 灵神镜压制情绪的办法 与静生办法相比 压制情绪 停留在灵神镜的办法 竟然更少 其中最简单的是 服用药物 就像治疗精神病一样 不断吃药 来缓解焦躁不安的情绪 还有一种也是吃药 但不是普通药物 而是一种叫做 断心截竹的药剂 就能湮灭所有情感 江阳点点头 正色道 确实有这个药剂 虽然也属于高级药剂 但并不稀有 大部分药剂师 应该都能制作出来 其主材料是断心截脆竹 这个很常见 空间裂缝里 随便找个竹林 仔细寻找 就能找到几颗 但辅助材料难得 需要冰雪小熊的胸前绒毛 排名第13的 波西米亚编年史 就已经这么难搞了 那排名第8的 冰雪小熊 能强大到什么样子 谁敢想 但成品没有多少的原因 连续服用这种药剂三次 人就会变成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不被任何情绪左右判断 眼里只有对与错 该做和不该做 变成他人眼中的怪物 也就是说 如果情形 需要它堕落成一魔 那它也会毫不犹豫 这样的人 虽然有理性的判断力 但没有明显的善与恶 人和一魔 对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选项而已 就是这样的药剂 竟然成了 灵神镜压制 焦躁情绪的良药 不想被情绪吞没 变成一魔 所以选择用药剂压制 但压制过后 却更接近一魔了 陪老头在 药剂密册 中注视 逃避现实与自欺欺人的 可笑药剂 谁要买 就大价钱卖给他 然后 提筒跑路 离他远远的 谁知道 他会不会前一秒 还面带微笑地聊着天 下一秒 突然就变成了满身流浓 散发恶臭的一魔 购买这种药剂 都需要保密 那些服用之后 没有了感情的人 事实上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不稳定的炸弹 古斯林满是无奈道 我知道这很危险 但我不想在情绪崩溃的痛苦中 堕落成一魔 如果有的选 我想先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 届时 魔女的裙摆 副作用 在不解放第三层的情况下 将会对我失效 可一旦解放第三层 魔女的裙摆 将会在我灵力耗尽之后 释放的副作用 没有得到反馈 会直接将我绞杀 呵呵 古斯林七眉苦涩一笑 可至少 我没有变成一魔 这样死去 可以保留我最后的体面 与一魔一兽 战斗了一辈子的裂魔人 最大的耻辱 就是变成一魔 去破坏 自己曾经守护的一切 江阳知道 古斯林 是真的没了办法 如果 有的选 实则没的选 人都有 人性 高兴 悲伤 烦躁 焦虑 愤怒 怜悯 沮丧 愉悦 平和 人性之复杂 不可窥视 不可揣夺 有这些情绪在 人会有堕落成一魔的可能 可没有这些情绪在 人与一魔 就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膜 随时都会被戳破 古斯林看着 江阳沉默不语 以为他在担心自己 想想也对 自己跟他也算是朋友 自己多次救他 帮他 就算他是铁石心肠 也该对自己有了一定的友谊 江阳 你不用担心 去准备材料吧 我的报酬 是冰雪小熊的后颈毛 和灰白巨蛇的鳞片 两人同时开口 江阳说完之后 妄想面容呆滞的古斯林 不解的问 你让我不用担心什么 你他妈还真是铁石心肠啊 古斯林心里 说不出个滋味 苦涩道 我让你不用担心 材料我会准备好的 嗯 江阳点点头 报酬也准备好 正好之前 跟你们换第23个人格的 真心眼泪 用掉了灰白巨蛇的鳞片 这次可以拿回来 说起这个 江阳不由地 开心了起来 身为药剂师 不用在乎一时的得失 只要你们 还需要药剂 我就能以各种方式 重新获得付出的 第153章 又急 江阳送走了 心有不甘的古斯林 他们都知道 还有一种帮助古斯林的方式 就是雪山守护 让他晋升灵荣静 但他们也知道 这不会成为选项之一 古斯林拿不出于 雪山守护 相等价值的物品来交换 他也不具备 让江阳 无条件付出的资格 事实上 付出与获得的内核 就是交易法则 当然 古斯林 在一定意义上 救过江阳的命 但那是东南战区总背部 基于裴东行的贡献 和江阳的重要性 向古斯林下达的任务命令 并不是古斯林本身的意志 其本质 是互相利用 只要看破了这一点 一切的好与坏 都是有迹可循的 江阳回到店里 继续修炼 灵力运养 已经过了手肘和膝盖 再有几天时间 在电磁力底的帮助下 灵力就能全身运养完成 正式进入灵运境 武者修炼的进度很快 江阳很满意 下午 从拍卖行购买的复苏花到了 江阳打电话 叫虎牙子过来 虎牙子一听药开始制作 新药剂了 立刻带着佩斯里的断臂 赶到江阳的药剂店 刘四宏和周辰 昨天晚上就回荣城了 以后的每个星期 刘四宏都会来一趟苏市 教导虎牙子要寄学 这是他得到新药剂配方的条件 复苏花一朵 三阶易兽的金膜 酒精80毫升 六角熔原的脑垂体 佩斯里的肉块50克 材料并不麻烦 曾经那个四阶易兽六角熔原王 是于隋周和刘四宏 为了支开江阳瞎编的 但在药方里 确实有六角熔原 毕竟六角熔原 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作为辅助材料 是必不可少的 江阳看着工作台上的手臂 用镊子戳了戳 胡子失胸 药方上写了肉块50克 不是五金 你把佩斯里半条手臂 都砍了干嘛 解恨 虎牙子 想也没想地给出了答案 则 江阳做了作牙花子 师兄 别玩大了 那玩意儿 可是会是煮的 哪一天真给他惹几眼了 半夜把你吃了 可就完蛋了 虎牙子一点点把材料 摆在工作台上 没什么情绪的回到 我现在才灵运镜 他不会吃我 起码要到灵际镜 甚至灵虚镜 他才会吃掉我 有吃烤乳猪的 有吃大肥猪的 但没谁会吃半大不大的猪 既然错过了乳猪时期 就只能等养肥了再杀 江阳听得一阵毛骨悚然 守护序列的关系 真让人害怕 而且 虎牙子也过于冷静了吧 虎牙子见到江阳 正以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随即笑道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昨晚我跟他交谈过 他给我讲了故事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看似很有道理 实则都是狗屁 他要是真正要牛逼 怎么会被人封在书里几千年 成功可能存在偶然性 但失败一定是个废物 江阳感觉虎牙子好像长大了 变得不像之前 那么憨厚老实了 学会了思考 对某些是有了自己的见解 同时 言语和眼神中 多了一丝阴沉与狠力 开始吧 江阳说道 他坐在工作台后面 看着全部材料 虎牙子站在对面 拿出写着药方的纸 说道 复苏花研磨成护状 加入六角熔原的脑锤体 继续研磨成绵密泡沫状 加入三界易瘦的筋膜 研磨成白墨丝绪状 然后 加入配丝里的肉块 用灵力震散 在灵感中 材料磷子出现活跃状态时 加入酒精 用灵力稳固活跃磷子 在磷子稳定之后 液体材料 呈肉色粉末 包裹着白色筋膜状态 最后提纯四分三十秒 成功药剂呈浅粉色 江师弟 这只是我师父之前实验的结果 可能在制作过程中 会有其他状况 慢慢解决 不着急 反正配丝里的肉块 有很多 前半句听着很不错 后半句就有点不对味了 不过 江阳并不在意 想想自己对宋问器他们的恨意 他很能理解虎牙子 江阳深呼吸一口气 左眼灌注灵力 灵力发散 他的灵感瞬间提高 开始制作药剂 复苏花炎膜 加入六角绒圆脑垂体 加入三接一瘦的筋膜 灵子不稳定 失败 复苏花炎膜 加入六角绒圆脑垂体 加入三接一瘦的筋膜 加入配丝里的肉块 灵子过于活跃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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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十一份 全部失败 江阳活动了下发僵的手指 调整心态 开始研磨在水晶灸里复苏花 虎牙子急得团团转 他不怕药剂制作失败 浪费材料 他就怕师父的药方 存在问题和缺陷 江师弟 你的灵感高 我不行 我感受不到材料的灵子变化 那个 你能跟我说说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吗 江阳抬头笑了笑 师兄稳住 忘记咱们拜师的时候 师父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心要静 手要稳 虎牙子深吸了口气 还是无法稳定心神 苦笑道 江师弟 我太想成功了 你看 又急 江阳笑呵呵地说 药方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新药剂制作 一丝一毫的灵子变化 都需要把控和实验 积累成经验 不能有一分的马虎 师兄 稳住 好 我稳住 稳住 虎牙子坐在椅子上 尽量调整呼吸 静下心来 尽量用灵感去感受材料的灵子变化 记住每一个细节 又是连续十六次失败 桌上的材料 已经所剩不多了 虎牙子此刻 眼睛已经爬满了血丝 他心中一直有个声音在低声说 药方存在缺陷 药方存在缺陷 江阳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继续第二十八次制作 有了二十七的失败经验积累 第二十八次 终于提唇完毕 江阳把提唇器里的药液 倒入药剂瓶中 两人趴在工作台上 死死盯着瓶中的液体 等待静止完成 很快 瓶中沸腾的液体 渐渐安静了下来 变成了浅粉色 液体中时不时闪烁着一丝丝白色 像是白色的筋膜 第154章 起个名字吧 两个傻子像是两只小猫 安静又乖巧地 趴在工作台两侧 瞪着两双七带的大眼睛 紧紧盯着那瓶浅粉色的药剂 师弟 药液稳定了 是啊 稳定了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找人试试 找谁试 我把佩斯里召唤出来 再砍他一只手 用他试药 你可拉倒吧 别真给他惹几眼了 而且 他是吸血鬼 用不了药剂 对于虎牙子 想要再次伤害佩斯里的行为 江阳一阵心惊胆战 要不切根手指头 听到这句话 江阳和虎牙子 都以为对方在说话 同时制止道 师兄 别冲动 师弟 要冷静 嗯 两人抬头对视一眼 愣了愣 同时转头 向窗外看去 只见顾里趴在窗台 笑盈盈地看着两人 两人松了口气 江阳在懊恼 灵力消耗太严重了 磁场感知和灵力感知 都有些迟钝了 虎牙子则想了想 竟然点头同意了 你通知总背部 让他们带一个志愿者过来 顾里咧嘴笑了 好嘞 等的就是这句话 两位大师请稍等 我这就去联系 顾里向镇小旋风 嗖嗖地飞走了 江阳指着库房说 师兄 你去拿些材料 做两瓶 恢复药剂 万一等会儿 是要出了差错 也能及时补救一下 我 我得休息一会儿 他的灵力消耗太大了 对于谨慎惯了的他 不管是修炼 还是探险 都要保留 至少一半灵力 刚才没有察觉到 顾里靠近 不禁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好 你快去躺椅上睡一觉 恢复恢复灵力 我去做 恢复药剂 虎牙子 赶紧去库房 要材料 江阳扶着工作台 来到门口 直接躺在摇椅上 虎牙子抱着一堆材料 来到工作台上 先把工具 摆放成自己习惯的位置 还没开始做 恢复药剂 门口躺着的江阳 嗓音疲惫地说道 师兄 我等会儿 可能会睡得比较沉 如果有人靠近 要在第一时间 寒醒我 虎牙子有些不解 有人靠近就要 寒醒他 这会不会太警惕了些 不过他 并没有意义 点头硬刀 好 睡吧 我做两份 恢复药剂 很快的 在虎牙子 答应一声好 昏昏沉沉间陷入了沉睡之中 层层叠叠地虚幻光芒散去 空间如同镜面般碎裂 江阳站在了一家 坐落在河边桥下的 药剂店门口 他迈步走进药剂店 向左边看去 看到了那位坐在工作台后 忙着制作药剂的老人 老人放下 制作了一半的药剂 丝毫不在乎 这份材料会不会废掉 他抬头看着江阳 眼神明亮 嗓音爽朗地笑道 恭喜你 江阳大师 你完成了新药剂的制作 你的名字 将在药剂界的历史中 与你的师门长辈们 同样闪耀夺目 江阳顿时 笑容灿烂 装模作样地微微欠身 谦逊道 全养杖于隋州大师 我只不过是个 蒙宁福音的幸运者 哈哈 好小子 没让师叔失望 陪师叔喝杯茶 庆祝一下 也给我讲讲 你制作药剂的过程 江阳跟着一瘸一拐 于隋州来到了后院 就像他第一次来拜访时那样 书指俩分做两侧 喝着清茶 江阳慢慢讲述 制作药剂的过程 师叔 您这个药剂 虽然材料不多 制作工序也不复杂 但每种材料间的磷子变化 都非常的活跃 这种磷子异常活跃的情况 几乎超过所有 我做过的药剂 所以在研磨的过程中 需要输送更多的灵力 以细微和稳重的方式 压制活跃的磷子 要不是 我有灵力之眼 极大的提高了灵感 可能不是简单 二十几次就制作成功 可能需要五十几次 或者上百次 虞随周 一直保持着微笑倾听 最后听到江阳的抱怨 他不禁哈哈大笑 用力拍打着残疾的左腿 师叔 您可别笑了 我都快累瘫了 谢谢了 大侄子 师叔 这个药剂 叫什么名字 还是说没有名字 您给取个名字吧 虞随周微笑望着他 突然 虞随周 如同镜面般破碎了 眼前的景象 迅速崩溃 江师弟 江师弟 醒醒啊 江阳慢慢睁开眼 看了眼站在旁边的虎牙子 疲惫地皱了皱脸 从摇椅上坐起来 搭拉着脑袋 声音闷闷地说 师兄 有烟吗 他急需一根香烟 来刺激疲惫的神经 我莫 我去商店给你买 虎牙子说着 就要往门外走 孙虎大师请稍等 我有烟 唇后的嗓音 在江阳背后响起 江阳回头看了看 总司令段池林 总参谋长汪渡 副司令严陈毅 红魔女古思琳 猎魔队总队长张海岩 还有一位江阳的老朋友 他们在药剂店里拍拍座 眼巴巴地看着江阳两人 虎牙子接过段池林 递过来的烟和火 又递给江阳 江阳抽出一支烟 咬在嘴上 点燃 吸 呼 江阳用利弊着眼 揉揉额头和鼻梁 沉默了一会儿 回头看向那位老朋友 对众人说道 你们要用他试药 三位大佬没开口 古思琳依靠在椅子上 翘着大长腿 笑盈盈地望着江阳 也没有回答 看他们四个都不回话 总队长张海岩 心里嘟囔着抱怨了几句 不情不愿地 开口回答道 我们不可能让战友试药 正好 这个家伙 在总背部大佬里 吃了几个月的白饭 也应该做点贡献了 张海岩 看向戴着手铐和脚料的李金 李金自从被要挟 稍稍改写了记忆后 就被带到了 总背部大佬里关押着 李金低头保持着沉默 江阳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没有再多废话 古思琳那谷 属于灵神静顶级的灵力 压迫针对李金轰击下来 李金身上的手铐和脚料崩开落地 张海岩掀开衣精 抽出藏在腋下的短刀 吃的一声 李金手臂从臂弯处被斩断 哼 李金闷哼一声 断臂落地 鲜血喷溅出去 四位大佬对此面无表情 目光落在虎牙子身上 虎牙子拿着那瓶浅粉色药剂 正要上前给李金服用 突然 江阳坐在摇椅上 背对着众人吐出一口白烟 开口道 师兄 给药剂取个名字吧 名字 虎牙子一正 心中顿时生出一股酸涩的情绪 他双手捧着那瓶浅粉色的药剂 送到眼前 眼睛渐渐浮上一层水雾 就叫重生吧 第155章 温柔和煦的江阳 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瓶名为 重生的浅粉色药剂上 李金抬起脑袋 他并没有去看那瓶药剂 而是看向江阳的背影 不知怎得 他竟然笑了起来 无视了周围所有人 对着江阳的背影 嗓音嘶哑地开口道 貌似没有威胁的小人物 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当时一粒沙尘般的小人物 如今已经成为大人物了 江大师 我们的角色完成了转换 李金的话 让所有人一正 他们同时 看向门口那个 坐着抽烟的年轻男人 他们沉默着 同时 心中生起了一个 相同的念头 完了 李金要死了 江阳没有任何言语和动作 似乎他接受了这个说法 气氛凝固了片刻后 虎牙子走上前 捏着李金的下巴 将重生药剂灌了进去 李金表现得很老实 他配合的吞咽药剂 所有人都紧张得关 住着他 看着他断掉的手臂 突然 李金惨叫一声 捂着断臂跪在了地上 这一刻 所有人都心头一紧 三位大佬 更是紧张地 捏着椅子扶手 目光死死盯着李金的断臂 虎牙子 更是紧张到身体颤抖 他手里握着空瓶子 脑海中不断重复着 一定跟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 李金的断臂处 喷涌鲜血 慢慢生出肉牙 血管 筋络 骨骼 皮肤 他的手臂 再一点点长出来 期间 李金不断低吼 承受着巨大痛苦 大约三分钟后 李金的断臂 重新长了出来 虎牙子 赶紧扔掉空瓶子 上前抓住李金的手臂 同时用灵力探查李金的身体 数十秒后 确定了李金身体内 没有血肉残缺 这条手臂切切实实 是重新生长出来的 虎牙子双眼流着泪 近乎魔症一语般呢喃着 成功了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师父 我们成功了 重生 药剂 真的成功了 三位高层 男眼激动地拍了拍椅子扶手 互相对视了眼 用力点头 谷思琳对此不感兴趣 他翘着长腿 斜靠着身体 单手拖着下巴 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事情 接下来的发展 江师弟 我们成功了 重生 药剂 成功了 嗯 我知道 江阳站起身 把烟头扔在地上 用脚尖碾了碾 转身走向他们 还一边说道 等一下 你们统计需要 重生 药剂的数量 准备好报酬 我师兄会按批次做出来 段池灵他们看着江阳 轻轻点头 谷思琳眯着漂亮的双眸 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张海岩抱着肩膀 闲散地站在一旁 神游天外 李静用一种仇视的目光 随着江阳的步伐 而移动着 江阳看 也没看李静一眼 直接掠过他 站在了他身后 四人面前 相信总备部里 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你们现在就可以 把消息传回去 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和师兄 可以过去制作药剂 不过 要等我换一身衣服 换衣服 他们看着江阳 干净整洁的衣服 一时间 不知道他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但 下一刻 他们知道了 江阳为什么要换衣服 江阳话音落下 旋即转身 抽出腰间乌黑匕首 左手抓住李静的头发 李静被古四林的灵力压着 根本无法抵抗 他被抓得脑袋后仰 乌黑匕首 对着他的喉咙 狠狠划过 吃 大洞脉里的温热血液 喷溅出去 江阳把乌黑匕首 放在李静肩头擦了擦 左手一扬 扔掉李静 还在抽出的身体 段池林三人 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 突然发生的一幕 古四林嘴角扬起 我就是知道 这个狠辣果掘的家伙 不会放过李静 古四林心中的期待 得到了满足 连带着烦闷的心情 都舒畅了许多 张海岩一阵呲牙咧嘴 心中暗响 这也太血腥了 嘖嘖 不对 妈的 不会让自己洗地吧 虎牙子被这突然的一幕下呆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江阳会在轻描淡写的说话间 突然抽刀杀人 让你们的人打扫一下 二十分钟后 我们跟你们去总背部基地 师兄麻烦 你把材料整理好 我去楼上换身衣服 袖口沾血弄脏了 没人回答他 眼神各异地目送他上楼 段池林收回目光 抬手挠了挠额头 倾壳一声 道 老汪 老岩 你们俩先回基地准备 好 汪渡和岩晨艺应了声 起身离开 段池林看向张海岩 张海岩下意识逃避段池林的目光 心中不断嘟囔抱怨 最后任命般地看向段池林 段池林看到了张海岩躲避自己的目光 他也知道张海岩是什么尿性 无论是实力还是战术战略 都是一等一的强人 不然也不会让他多次连任苏氏猎魔队的总队长 但这个人很懒散 很怕麻烦 海岩 李金的尸体就麻烦你了 我就知道 我他妈就不该来 其实我也没想来啊 是你们非说我是总队长 必须到场 你们四个是大佬 两个是药剂师 搞来搞去 脏活累活 都落在我头上了呗 我严重怀疑 你们让自己过来 就是干保洁的 张海岩心中富匪 面上严肃 挺直腰背 朗生硬道 是 似乎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 也许 在李金说完那番话之后 就已经注定了他必死的结果 或许 从江阳看到他第一眼时 他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但让所有人感到惊悚的是 江阳的狠辣果掘 以及那种风轻云淡的杀人态度 最终 他也只有一句 袖口沾血脏了 段池林转头看向古思林 说道 你和他接触得多 比我了解更多 这小子之前就这样吗 古思林微挑了下眉 我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 他之前给我的感觉是 温柔和煦 段池林一正 他没想到 古思林竟然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温柔和煦 你确定 不过 他杀人的时候 确实心沉气吻 笑如春风 段池林在看向成喷溅状的满地鲜血 点点头 不禁问道 温柔和煦 你指的是他不说脏话吗 古思林摇摇头 不 他骂人可脏了 第156章 卡巴克 江阳和虎牙子拎着两个大箱子 坐在汽车里 前面座位是段池林和古思林 司机开着车 副驾驶没人 虎牙子对去总被不羁地做药剂 心里带着一丝忐忑 毕竟能制作药剂的是江阳 不是他 江阳像是 看出了虎牙子的忐忑和紧张 他喝了口水 随口问道 师兄 你想好要什么报酬了吗 啊 虎牙子还没有要报酬的概念 他现在想的 更多是新药剂成功了 师父是对的 药剂是江阳做出来的 自己啥也不会 没 没想 江阳这句话一出 前面作者的段池林 忍不住微微侧头 瞄了一眼 古思林名嘴暗笑 想继续听江阳 还能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 哎呀 师兄 你这样不行啊 你得想报酬啊 咋不知道赚钱养家呢 江阳一副恨铁不成钢 痛心疾首的表情 这孩子是高兴得傻了吧 虎牙子愣了愣 说道 钱 要钱 段池林顿时松了口气 钱在很多东西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江阳一拍脑门 都无语了 师兄啊 你赶紧给我清醒过来 你缺钱吗 我不缺啊 我师父的钱都留给我了 那你还要什么钱 我也不知道该要什么啊 要不 师弟 你说 要珍贵材料啊 平时拍卖行买不到的 咱们实力够不到的 可劲儿要 反正他们需要 重生 药剂 求着你呢 不会拒绝的 嗨嗨 段池林再也忍不了 咳嗽两声 我这么大个活人在这里呢 你俩能不能收敛点 你们可以当我不存在 但不能不把我当人啊 不吃 哈哈 古四林扶着车门 笑得不行 手不停拍打着车窗 前面开车的司机 也表情怪异 想笑又不敢笑 笑屁啊 公平交易 正经买卖 江阳不愤地骂了句 我们要珍贵材料 还不是 要继续研究新药剂 几代人积攒下来的材料和心血 研究出来的新药剂 最后便宜了谁 还不是你们这帮猎魔人 我们不想办法弄药剂材料 你们会白给吗 平时跟你们交换材料 你们一副扣扣扣的样子 段池林也被江阳喷得没了脾气 无奈道 我们的药剂师也需要材料 真不是不跟你们交换 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外行也没有办法 既要尊重你们这些药剂大师 也要满足内部药剂师的需求 江阳哼哼两声 这他当然知道 说刚才那番话 只不过是给段池林 提前打个预防针 做好心理准备 来到总备部基地 江阳和虎牙子 被带到医疗楼 汪渡特意清出一个楼层 给两人使用 工作台上 江阳正式教导虎牙子 制作 重生 药剂 师兄 用你的全部灵力 来感受材料的灵子变化 不要怕灵力消耗 我们有的是时间 灵力耗尽了 就休息恢复灵力 好 我试着全神贯注 把灵感提升到最高 虎牙子完全没想到 江阳会教自己做药剂 本意外是他做药剂 自己打下手 在外人看来 是两人合作 药剂是他孙虎拿出来的 保全他们这一门的名声 甚至 他已经想好了 等回去的时候 自己慢慢尝试制作 重生 药剂 大不了就是在被佩斯里 讥讽一顿 花些钱去拍卖行 买材料而已 但没想到 江阳竟然亲自教自己 这让虎牙子之前 心里那点小抑郁 瞬间消散 这不怪他 不是谁都像周岑那样的开朗 任谁面对一个 天赋其高的师兄弟 看着他光芒万丈 而自己如同火影之光 都会产生自卑和阴郁的心理 人性如此而已 但敢于直面人性的弱点 才是真的英雄 江阳照顾着虎牙子的心绪 虎牙子感激着江阳的情谊 他们这一代的药技师 会像他们师父一样 交情甚度 轻如兄弟 江阳有了失败和成功的经验 他在教导虎牙子的时候 非常顺利 虽然虎牙子 不能清晰地感受到磷子变化 但可以通过药液状态 和磷子波动 来判断是否符合标准 况且 还有江阳在一旁把控着 期间 又像总被布要了复苏花 虎牙子 从二十几次成功一次 慢慢地到十几次成功一次 最后 几乎有八分之一的成功率 佩斯里的手臂几乎要用完了 从白天到黑夜 虎牙子一共做了八瓶 重生 药剂 他累瘫了 躺在小床上 沉睡过去 而整个总被布基地 却都陷入亢奋之中 那些身体残疾的猎魔人 都挤在总司令办公室外的走廊里 等待着目前仅有的十个名额 江阳站在窗前 看着灯火通明的基地 一道道 电磁立场铺开 直至笼罩了整个总被布基地 哪里去了 难道不在这里 深入地下 这里一定有地下基地 江阳控制着电磁立场 慢慢渗入地下 叮咚 突然 江阳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信息 古斯林发来的 渣女协会副主席 你能别搞了吗 搞得老娘身上 酥酥痒痒的不舒服 你想找什么 直说 我带你去 等会儿那几个老家伙 发现了 就麻烦了 江阳想了想 用手机回信息 让老娜摸摸 我想看看契约眼球 渣女协会副主席 看她干什么 你小子 可别乱打主意 契约眼球 虽然能力很不讲理 但代价太大 我靠 你不会是想用 重生 药剂卡 契约眼球 的bug吧 让老娜摸摸 不是 就单纯地想看看 毕竟 我也给她献祭了一颗眼球 都有感情了 等了一会儿 古斯林回信息了 渣女协会副主席 行吧 等着 我先去申请权限 然后去找你 江阳放下手机 安静等待着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重生 药剂的出现 最大程度上打破了 契约眼球的能力制约 这也是为什么虎牙子 变成了宝贝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重生 药剂从某种意义上 赋予了 契约眼球的持有者 无限杀戮的能力 第157章 导火所引起的 后续连锁反应 地下通道内 江阳和古斯林 并接而行 前方是一道 厚重的合金闸门 通过闸门后 再乘电梯向下 590米 进入保管 封印物序列 和守护序列的存管事 古斯林用 总司令断持灵的 全线卡 打开合金闸门 两人进入电梯 江阳 你有 雪山守护 的材料对吗 古斯林突然问起这个 他说完 没有停顿下来 等着江阳的回答 紧接着又说道 哪怕只有一份 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想留一份念想 知道还有没有 凑齐材料的希望 放心 你有东南战区 做后盾 没人能动得了你 我也不行 江阳安静地听着 没有迟疑 语气平稳道 没有 他侧过脑袋 深深看了古斯林一眼 转回视线 看着钢铁电梯 上映着自己的模糊身影 沉默了下 古斯林 雪山守护 我劝你们别想了 其中材料 是你们收集不到的 你怎么知道 我得不到药剂材料 古斯林语气 带着运怒道 我是六百年内 最年轻的灵神进武者 最年轻的战区 寻回守备 驾驭 封印物序列酒 魔女的裙摆 面对王吉易兽 不落下风 解放三层的状态下 就算是凌容镜 也有一战之力 我家族显赫 传承2200年 父亲和三叔 都是灵神进武者 这世上 还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才26岁 正常情况下 我还有700年的寿命 难道真要困在 灵神进700年 直到死的那天 还不得寸进 黄吉易兽天空龙 栖息的天空树树心 江阳说完 心中叹了口气 道 这是雪山守护 所需材料中 最简单的 石 什么 古斯林神情呆滞地 看着江阳 江阳说道 需要空间裂缝中 有黄吉易兽天空龙 而且还要有天空龙 从出生开始 就一只栖息的天空树 只有这样 天空树才会产生 以黄吉龙气灵力 运养的树心 就算满足所有条件 你也召集了 能够战胜黄吉 易兽天空龙的战力 但 天空龙和天空树树 心有龙气灵力相连 如果不小心 天空龙切断了龙气灵力 那天空树树心 也会立刻废掉 魔女小姐 去找吧 你把天空树树心找来 我再告诉你其他材料 所需材料不多 只有八种而已 江阳说完 便不在语言 这种绝大多数要记诗 连想都不敢想的材料 古斯林知不知道 又有什么用 贾富伦给的三滴天空树入水 被他们那一门 传了一半又一半 如果不是师父的面子大 贾富伦怎么可能舍得 拿出来 古斯林已经陷入 呆滞当中了 黄吉易兽天空龙 从出生 就栖息着的天空树树心 而且 天空龙还能主动切断 蕴养树心的龙气灵力 也就是说 不能发生剧烈战斗 甚至是不能战斗 更不能惹怒天空龙 要在天空龙同意的情况下 取走天空树树心 开什么玩笑 最重要的是 这还是八种材料中 最简单的 那剩下的七种材料的获取 又该难成什么样 古斯林已经不敢想了 他苦思地笑了笑 心中放弃了大半 谢谢了 江大师 江阳摇摇头 宋问琪已经向世界 展示了该怎样从灵神境 晋升到灵融境 这是目前最简单的方法 古斯林哼了声 道 道德和人性 不允许我这么做 江阳却说道 道德和人性 是约束人的 约束不了野兽和神明 魔女小姐 等着看吧 会有越来越多灵神境舞者 去找要祭师求取 断心结竹 或许 在他们 还是拥有人性情感的时候 不会用宋问琪的方法 但在服用断心结竹之后 抹去了人性情感 他们的绝对理性判断 会让他们选择正确的做法 理性往往是惨白的 冷酷的 是另外一种兽性 说到这里 江阳像是想到了 什么好笑的事情一样 忍不住低笑出声 古斯林醋眉 你笑什么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江阳反问道 有趣 哪里有趣 古斯林不解地问 江阳微笑着说道 断心结竹 是压制舞者情绪的药剂 基本上都用在灵神镜的舞者身上 但是 过量服用之后 会抹去舞者的人性情感 变成理性主导的怪物 宋问琪提供了一种 静生玲珑镜的简变方法 正常有着 道德人性的舞者 不会用这种方法 不过 使用断心结竹 抹去了人性情感的舞者 会不会使用呢 宋问琪真是厉害 他做出了前无古人的事 开了一条泯灭人性 寻求静生的仙盒 断心结竹的材料 恐怕要卖断货了 我要不要趁机多囤一些 发一笔横财 江阳语气平淡地说着 没有人性情感的人 还算不算是人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 在他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 那个瞬间 这个世界 从宋问琪成功 静生玲珑镜的那一刻起 就彻底疯癫了 不用怀疑 就只看东南战区 这三个灵神镜 已经开始寻求 静生玲珑镜的途径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不断承受失望 这种失望的情绪 会不断积攒在他们的心底 他们会察觉到 这种负面情绪的滋生 并想办法解决 这个时候 他们会把目光转向 断心截竹 压制情绪的滋生 等到他们过量服用 泯灭人性之后 自然而然地 会把目光转向问题的开始 宋问琪 静生玲珑镜的方法 电 电梯门开了 外面是一个长长的钢铁走廊 两人站在电梯里 并未走出去 魔女小姐 如果 我猜得没错 那些拥有空间裂缝 降临高频率的国家 已经开始转移民众了吧 古思琳点点头 没有隐瞒 是的 江阳沉默了下 轻叹道 那么接下来 那些没有空间裂缝 高频率降临的国家 就该发动战争 去其他国家 抢夺了吧 在战争的高压下 承受苦难的普通人 会越来越多的 变成一模 宋问琪这个导火索 引发的连锁反应 远远没有停止 反而刚刚开始 第158章 玩一玩养成游戏 古思琳被江阳这番话 她看着眼前这个 年岁不大的药剂师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 魔女小姐 看来你的情绪 对你的影响确实很大 就连问题都这么单纯 宋问琪是我的仇人 我当然要实施惦记她 研究她 思考怎么把她弄死 江阳说完 对古思琳做了个请的手势 古思琳深深看了江阳一眼 迈步走出去 走廊是倾斜向下的 两人一直走到合金闸门前 古思琳打开存管室闸门 里面有六个金属柱子 上面是玻璃罩 只有两个玻璃罩内有物品 一个是契约眼球 另一个是流声机 她怎么在这里 江阳指着流声机 问道 刘大师主动交上来的 他知道自己不具备 持有封印物的实力 所以就用流声机 交换了一些药剂材料 古思琳回答 契约眼球 似乎感受到了江阳的气息 原本沉寂在玻璃罩内的 那团黑雾 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黑雾不断翻腾 露出没有眼球的漆黑眼眶 直勾勾地望着江阳 江阳笑了笑 走上前去 抬手伸向玻璃罩 江大师 你的请求是看看 契约眼球 古思琳说道 哦 那我改变请求 近距离接触 契约眼球 来都来了 秉持着四字真言的江阳 把手掌贴在玻璃罩边上 契约眼球 对眼眶下边黑雾 也变成手掌的形状 在里面与江阳 隔着玻璃罩贴在一起 瞧 好久不见 江阳轻轻一笑 下一刻 他猛地手掌抽回手掌 一股黑色薄雾 透出玻璃罩 从契约眼球的黑雾中 分离出来 在半空中 形成一个浅淡的黑色人影 江阳 古思琳上前一步 想要阻止江阳 这个莫名的举动 江阳抬起另一只手 制止了古思琳 魔女 我没动契约眼球 你也清楚不是吗 不然 以你的实力 在我刚有举动的瞬间 我就该被你的灵力压扁了 你也很好奇 我要做什么吧 那就慢慢看着 古思琳果然不再有动作 事实上 他只需要做出制止的动作 被存管式的设备捕捉到 就可以了 江阳用电磁力 稳住那个黑色人影 然后 从怀里拿出一个粉底盒 打开之后 盖子上是一面圆形镜子 原本放置的粉底 不见了踪影 他把粉底盒 对着那个黑色人影 在电磁力的牵引下 黑色人影 变成一缕黑雾 钻进圆形镜子里 啪 江阳关上粉底盒 两条交叉的电弧锁链 浮现又隐去 被抽离了黑色人影的 契约眼球不再活跃 黑雾重新覆盖了眼眶 慢慢沉寂下去 落在金属柱子上 古思琳的好奇心 几乎要爆炸了 他赶紧凑到江阳身旁 看着江阳手中的粉底盒 刚才那个黑影是什么 江阳没有隐瞒 说道 被敏洛言 养在别墅三楼 大理石墙里的一魔 古思琳眉毛挑了挑 回忆了片刻 道 是我去滨海街的 契约眼球 听了猎魔队的汇报 大理石墙里的那只一魔 不是被猎魔人乱刀砍死了吗 在他们砍死一魔 找到契约眼球之前 我去过三楼 在看到 那头一魔之后 我把敏洛言的生物磁场 渗透进了大理石墙里 在接触一魔后 没想到 不仅没有消散 反而沾染了一魔的气息 当时感觉 以后可能会有用 就连同一枚电子 一起留在了契约眼球里 万一以后 谁用契约眼球对付我 我就炸死他 江阳一边说着 一边把粉底盒揣进口袋 转身出了存管室 这样啊 你可真够贼的 古思琳虽是这样说着 但心里还是佩服江阳的 当时那种情形 还有留后手的想法 一般人真的想不到这些 合金闸门缓缓关闭 两人走向电梯 那你刚才是在做什么 古思琳追问道 江阳答道 一魔的气息被 契约眼球的黑物滋养 形成了区别于一魔的东西 敏洛言的生物磁场 可能会赋予这个东西 最初始的意识 人类的生物磁场 一魔气息 排名第十的封印物滋养 谁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有点好奇 所以想养着玩 古思琳一愣 养着玩 万一养出个一魔呢 那就杀掉呗 江阳随口回答 嘖 你好变态 古思琳嫌弃地看着江阳 谢谢夸奖 江阳毫不在意 两人进入电梯 慢慢上行 对了 你怎么知道 契约眼球 里形成了这东西 古思琳问道 从那以后 你应该没见过 契约眼球才对 江阳回道 那天晚上 猎魔人把 契约眼球 从楼上拿下来的时候 他有意识地看了我一眼 当时 我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 冷静下来之后 我开始探查 发现 契约眼球 离产了意识 而波动竟然跟 敏洛言的生物磁场很相近 古思琳点点头 同时 他注意到 江阳提了几次生物磁场 并且还能控制磁场 控制磁场 所以 江阳的 超进制序列 是跟雷电和磁场有关 电磁力 古思琳不由地心头一震 我的天 电磁力 不会把这么离谱吧 他忍不住偷偷描向江阳 江阳丝毫没有自己 被猜到了 超进制序列的意识 见古思琳贼眉鼠眼地偷描自己 当即道 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 有话就直说 古思琳想了想 问道 你留在 契约眼球里的电子 拿出来了吗 江阳看了他一眼 沉默地没有回答 看到江阳这副表情 古思琳抿了明嘴唇 目光一向别处 梁九 那个电子的威力大不大 不大 跟你诈平半山腰别墅那次的威力相比 怎么样 江阳继续沉默 古思琳点点头 又是一阵沉默过后 古思琳说道 我回去就向总司令提议 把契约眼球送到中心战区 江阳诧异地看向古思琳 古思琳平静道 中心战区那帮老家伙修为高 不怕诈 第159章 妄想 不 在江阳的教导下 虎牙子做了12份重生药剂 两人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猎魔人都站在楼下 他们安静地看着两位年轻的药剂师 虎牙子努力睁着眼睛 疲惫的他似乎下一秒就会晕倒 但看到这一幕 他下意识地挺直腰板 面容整肃 接受着所有猎魔人的注目里 江阳看了虎牙子一眼 微微一笑 用眼神示意他走在前面 今天是虎牙子的主场 是他们这一门要祭师的荣耀 如果仔细看 可以看到虎牙子的手和腿在颤抖 或许是激动 或许是太过疲惫 虎牙子对着江阳点点头 伸手扶了下江阳胳膊 示意江阳跟自己一起走 他对着他笑了起来露出小虎牙 这一刻 他的笑灿烂极了 师兄弟两人并肩而行 猎魔人们自然而然地分开一条路 他们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两人 他们跟随着两人的脚步 慢慢前行 一直跟到基地门口 没有一人发出声音 他们的目光沉重如山 又热烈如火 一辆军车停在基地门口 师兄弟两人上了车 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 所有猎魔人对着那辆车敬礼 毫无疑问 他们获得了东南战区总辈部的尊敬和感激 此后 每个在与一魔一兽的战斗中 身体残疾的猎魔人 在喝下那评名为重生的药剂之时 都会记得 这瓶拯救他们人生的药剂 是出自苏氏药剂店孙虎大师之手 啪哒 一滴雨落在车顶 发出清脆的声音 啪哒啪哒啪哒 越来越多的雨滴落下 苏氏的后半夜又下起了雨 虎牙子看着窗户上滑落的水珠 沉默地发呆 两人回到了江阳的药剂店 虎牙子突然说要去师父的坟前 把今天的事说给师父听 江阳开着车 带虎牙子去了墓园 虎牙子盘腿坐在雨隋州的墓前 慢慢说着今天的事情 药剂成功了 名字叫重生 那些猎魔人都用一种感激的目光 看着自己 江阳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站在一旁 雨伞微微倾斜 自己遮一点 虎牙子遮一点 雨隋州的墓碑也遮一点 他们都遮了伞 但也都湿透了衣衫 他们在大雨中 伞不是庇护所 而是道华在天空的船 浪来了 他们能坐 只有抓紧为干 迎着风雨 破开巨浪 也许人并不需要救赎 他们需要的 只是一个抬头的理由 被人拉起来 跟自己站起来 是两码事 江河之水 中入海 万河千山不能拦 坐在地上的虎牙子抬头 站在一旁的江阳垂首 两个没了师父的孩子 在雨中 相视一笑 所以 您给周层制作提高灵感的药剂 大部分是用刘生机换的 是啊 我背后没靠山 也不像裴师兄和老鱼那么有本事 刘生机 我守不住 还不如换取有价值的材料 江阳和刘四红打视频电话 师叔您可真行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招惹麻烦事 对此 江阳也不能再说什么 刘生机送给了刘四红 那就是刘四红的 他怎么处理 是他的自由 刘四红环姐 尴尬的笑了笑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说道 你上次说的那件事 我找了关系 确定了藏青就在隋州 但目前只有一点痕迹 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你最好别去 就让那边的猎魔人调查吧 他被清算 也只是时间问题 江阳摇摇头 我得去一趟西南战区 找藏青 也算是主要目的之一 我师父有些东西 放在假眼那里 我要去找他拿一些 你打个电话 让他派人 送给你就不行了 刘四红说道 不行啊 东西很重要 而且我守不住 师父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把那些东西 放在假眼那里 我跟他通过电话了 结果就是 要么我过去 要么他过来 他是西南战区副司令 还受到宋问奇事件影响 不能离开西南战区 所以 只能我过去了 江阳也很无奈 经过他的研究之后 发现养坟底盒里的黑影 需要木连果叶 拍卖行里 倒是有一个木连果 但不能用金钱交易 只接受等价交换 他哪里有与木连果 相等价值的东西 只能把木光放在师父 给自己留的东西上 外面可有一帮人 瞄着你呢 你出苏室 很可能就会有危险 刘四红唠叨了句 接着说道 你的实力境界 也用不上那些东西 又瞎折腾什么呢 我想试着培养一个 守护序列 江阳没有隐瞒 也许以后还可能需要 刘四红帮忙 现在说出来 也好让刘四红 有了心理准备 你培养 守护序列 就在苏室培养呗 怎么滴 苏室放不下你 培养的那个 你说什么 你要培养什么 刘四红反应过来 拿起手机 贴着自己的脸 紧紧盯着江阳 江阳吓一跳 本能地往后倾斜身体 他把粉底盒 对刘四红简单说了一遍 大侄子 你在做梦吧 守护序列 是你想培养 就培养的吗 那玩意儿 就不是培养的事情 刘四红觉得 江阳疯了 他有毒吧 没有守护序列 就自己养一个 我还没有飞天航母呢 我是不是 也自己造一个 江阳对刘四红的反应 并不在意 而是一本正经道 我的灵感来自 波西米亚编年史 其本身是 始祖吸血鬼 和一本书 吸血鬼算什么 神秘生物 一兽 一魔 野兽 也算 但却不纯粹 我的这个有意识黑影 也有跟始祖吸血鬼 相同的特质 所以 我想试试 刘四红觉得 很有道理 但更多是 觉得扯淡 大侄子 你真没开玩笑 江阳认真点头 正色道 不去做 就永远都不可能 就算我没有成功 未来 我的徒弟 也会继承我的想法 刘四红文言 心头震动 久久不能平息 第160章 朱下水 因为没人可以商量 江阳在认真思考之后 就决定要试着 培养一个 守护序列 能成功吗 不知道 但那些药剂 都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前辈们 耗尽几代人的心血 慢慢实验成功的 既然有了想法 就去做 但凡有一丝迟疑 信念就会有崩塌的可能 而且 散布自己因为培养 守护序列 所以要去西南战区的消息 也是目的之一 挂断了视频电话 江阳没有做药剂 而是陈下新来修炼 这几天要把灵力贯通全身 完成灵运镜的修炼 古思琳自从知道了 雪山守护的一种材料之后 原本充满斗智的心 渐渐黯淡了下去 吉星熙刚回到总备部 还没来得及找段翅琳报道 直接去找古思琳询问 雪山守护队的事情 然后 也被打击到了 两人坐在后站室里 哀声叹气 吉星熙相对于性格跳脱的路群 情绪不稳的古思琳 要沉稳得多 虽然在这个三人小团队中 他属于老实人的角色 平时任劳任怨 做什么也都听陆群的安排 但这并不代表 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因为陆群在战略战术 和任务执行中的安排 都是正确的 非常全面 用不到他做补充 以及提建议 所以 他才选择沉默 目前 我们能否晋升的事情 并不重要 吉星熙开口说道 古思琳转眼看向他 眼神示意他 继续说下去 吉星熙沉默地思考了片刻 嗓音沉重地说 如果真像江大师所说 各国会因为空间裂缝 频发地而发起战争 那将会是场灾难 不知多少武者会死去 城市变成废墟 普通人也会因为 战争的高压变成一魔 他顿了顿 喉咙滚动了下 眼中有明显的紧张 那些失去家园 看着亲人惨死在眼前的幸存者 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地变成一魔 他们会冲向那些 没有战火波及的城市 那时 人间会变成地狱 古思琳听完 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他来到电脑前 调出地图 紧接着地图上开始显现红圈 一个 五个 十个 十七个 全世界排名前时期的 空间裂缝频发地 分布十一载个国家 并且 所有国家都开始迁移周围的居民 他们已经开始了准备 古思琳回身坐在电脑桌上 神色沉郁道 全世界有多少服用了 断心截竹的灵神进舞者 又有多少舞者 被抹去了人性情感 谁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后续的影响 已经无法避免 吉星熙俯下身体 双手无脸 用力搓了搓 深吸口气 又沉沉叹了声 刚想要说些什么 但还没开口 突然 看向古思琳 眼眸深沉地打量着古思琳 道 古女神 你千万别告诉我 你也想服用 断心截竹 古思琳张了张嘴 正愣了下 旋即苦笑着摇摇头 照这种情况来看 我是不敢想了 也就是说 古思琳原本是想服用 断心截竹 来压制自身情绪 吉星熙心头一动 从古思琳身上收回目光 古女神 我理解 你受到了魔女的裙摆的影响 不过 做任何事之前 如果你无法做出准确的决定 请跟我和陆群商量 以免做出 令你后悔终生的误判 吉星熙也没办法说得太多 从沙发上站起身 离开了侯战士 去找段池林汇报 她在猎杀小队的任务 古思琳紧促着眉 懊恼地砸了下电脑桌 似乎这样可以发泄些许情绪 另一边 修炼完的江阳 稍稍收拾了下 出门开车去虎牙子的药剂店 虎牙子趴在工作台上 用小刀划开一片叶子 再用灵力附着在镊子上 夹住叶子的精 慢慢抽出来 放入一个小玻璃瓶中 玻璃瓶中 已经有了十几根叶子的金丝 师兄 忙着呢 虎牙子抬头 看到江阳站在门口 还保持敲门的姿势 当即放下手里的工具 呲牙叹笑 没什么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把下个季度 猎魔队需要的药剂材料 准备出来 师父不在 我自己做订单 恐怕会手忙脚乱 提前准备 心里安稳 快进来坐 虎牙子招呼江阳进店里 师弟 做订单的时候 你得帮我忙活 我心里实在没底 恐怕不行啊 我得去一趟西南战区 江阳说道 去西南干什么 江阳把自己想培养 守护序列体的事情 跟虎牙子说了一遍 虎牙子的反应 跟刘四红简直天差地别 他没有激动和惊讶 也没说任何打击的话 而是郑重的点点头 你问问佩斯里 他是怎么被封在书里的 既然他都可以 我相信 你的那个人影 应该也可以 成功案例 是可以复制的 说着 他召唤 波西米亚编年史 书本一页页翻开 但佩斯里并没有出来 江阳看着虎牙子 虎牙子看看江阳 再看看 波西米亚编年史 眉头一皱 抬腿 一脚抽在 波西米亚编年史的书籍上 给你脸了 装你妈呢 给老子滚出来 看着虎哥的勇猛操作 江阳悚然一惊 可 其实 我不问也行 没必要这样 万一那个吸血鬼发了颠 咱俩可就凉了 结果 令江阳没想到 书页翻动停止了 书缝里泛起悬涡波动 清纯少女模样的佩斯里 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 看着坐在面前的江阳 绝嘴冷哼一声 双臂抱在胸前 脑袋撇向一边 高高扬起 就像那闹脾气的小孩子 如果不是看到过 这个吸血鬼指挥 吸血鬼大军 跟于隋州厮杀的可怕模样 还真就被他 可爱的模样骗到了 虎牙子脸色阴沉了下来 冷声道 别拿出这副鬼样子 江师弟问你什么 老老实实回答 佩斯里看都没看江阳 对着虎牙子皱了皱鼻子 轻哼了声 我饿了 等着 虎牙子扔下一句话 转身去了后院 不一会儿 端出一盆猪的内脏 俗称 猪下水 吃吧 第161章 以后的日子 花钱如流水 佩斯里看着那盆 黏黏糊糊 散发着异样气味的猪下水 厌恶的伸手 在鼻尖扇了扇 用力瞪着虎牙子 我要吃人的血肉 人的血肉没有 人的屁 你吃不吃 虎牙子也不惯着他 直接转身端走 爱吃不吃 不吃饿着 佩斯里仰着脸 邪腻着虎牙子的背影 说道 小主人 你可想好了 我可是你师父付出了大代价 才留在你身边的 江阳原本是一副吃瓜的状态 但听到这句话后 顿时收敛表情 看向佩斯里的眼眸 咪了咪 虎牙子果然停下了脚步 回身看着佩斯里 迟滞了片刻 放下大盆 手伸向工作台 抓起那把抽丝用的金桥小刀 对着胳膊轻轻一滑 大约七八公分的斜口子 鲜血涌出 漂浮在半空 佩斯里得意一笑 伸出手指 对着虎牙子勾了勾 那团漂浮的血液 变成一丝血线 用零零碾碎 按在手臂的伤口上 弯腰端起那盆珠下水 去了后院 佩斯里舔了舔沾血的嘴唇 笑眯眯地朝后院喊道 小主人 把那些玩意儿洗干净 炖了 我要吃 光荡 后院传出大铁盆 砸在地上的声音 佩斯里不以为意 轻轻一跃 坐在书本上 翘着腿 看向江阳 问道 问吧 我的小主人喂饱了我 作为报答 我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 小主人 喂饱了你 你们在玩什么东西 你在耍他 江阳脸色有些难看 别这副我欺负了你兄弟的表情 佩斯里身体厚痒 双手撑着书本 舌头舔湿着嘴唇 似乎在回味虎牙子的鲜血 她是我经历的所有守护者中 实力最低的 她的灵力压不住我嗜血的冲动 如果不喝她的血 以此来产生彼此的牵绊 我怕我会忍不住吃掉她 江阳仍然怀疑地看着佩斯里 佩斯里显然不想再解释了 直接问道 有什么事 别以为我忘了 是你砍掉了我的脑袋 江阳也没有废话 掏出粉底盒扔给了佩斯里 这里有跟你相同特殊性的东西 我想把它培养成守护序列 你当初是怎么被封印在 波西米亚边年史里的 佩斯里想打开粉底盒 但粉底盒表面 瞬间浮现两条交叉的电弧锁链 弹开了她的手 呲呲 佩斯里目光阴沉 满是杀气地看着江阳 抱歉 江阳很不真诚地道歉 然后撤掉电弧锁链 佩斯里慢慢隐去杀气 收回目光 打开粉底盒 她看着镜子里的黑雾人影 沉思了片刻 扣上粉底盒 扔还给江阳 封印我的家伙 叫姆特兰赫尔 当地人尊称她为 姆特兰赫尔执行官 按照现在的舞者修炼体系 她应该有着零容镜的实力 而且 她还有某种 打开和关闭的能力 我被她打败了 关进了这本书里 这本书的书籍 被她用材料炼制过 并赋予了开合观的特性 姆特兰赫尔的那种能力 是超进制序列 排名第六的 门 门 超进制序列六 门 江阳愣了愣 这是她第一次 从别人的口中听说 有关于超进制序列的事情 门 江阳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 司法岛CP9里的那个牛头 随时随地都能打开一扇门 人体和空间都能开门 很厉害 但是 这个超进制序列六 是什么情况 开合观的能力 打开一门书 观一个吸血鬼 赋予书几开 和观的特性 就创造出了守护序列十三 佩斯里没管江阳在想什么 继续说道 你的这个黑雾人影 有独立的意识 不属于生物和异魔 和我也不一样 应该属于一种 类似精神体的东西 但想成为守护序列 应该跟我差不多 不仅需要一个载体 还要尽可能地 让她意识壮大 开发出更多的能力 好了 我说完了 你快滚蛋吧 佩斯里翻身趴在书本上 两条小腿愉快地晃悠着 慢悠悠地飘向后院 突然 她停了下来 回头看向江阳手中的粉底盒 调笑道 没看出来 你还有颗少女心 江阳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哈 佩斯里笑着飘向后院 撒娇地喊着 小主人呀 您美丽的 可爱的 忠诚的奴仆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哦 如果没有美食可以吃 吃你也是可以的哦 江阳听着遍体声寒 她知道 这个吃你也是可以的哦 不含任何隐喻 就是字面意思 愿虎牙子晋升慢一些 江阳心里默默为虎牙子祈祷 离开虎牙子的药剂店 江阳回到家 路上她都在思考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黑色人影 可以当作守护序列 进行培养 毕竟 佩斯里这个倒霉鬼前辈 给予了肯定 但目前的难点有两个 一是 怎样增长这个黑物人影的独立意识 就以佩斯里作为标准 其实 就是具有正常人类的思维意识 二是 再提 的书籍被特殊材料炼制过 还被赋予了开和官的特性 使得这本书 能够承受佩斯里和吸血鬼大军 变成守护序列中的特殊存在 自己想要创造 跟波西米亚编年史 同类型的守护序列 就只能看瓢花葫芦 进行复制 增长精神意识的东西 倒是跟自己最初的想法一样 用木莲果汁液 喂养黑物人影 但 问题是它就是一团黑物的人影 要怎么喝木莲果汁液呢 就算能喝木莲果汁液 还得找人炼制 能够承载黑物人影的载体 江阳感觉自己的钱会像流水一样 哗啦啦消失 第162章 假眼 我是一个外乡人 就像茫茫大漠中心的一根小草 祈求阳光 渴望雨水 倔强地活着 我原本不是一棵草 我是一根藤 在一棵参天大树的庇护下 享受着大树提供的养分 接受着透过树冠洒下的阳光 我原本可以待在大树身边 即使狂风暴雨 雷电交加 但有大树的庇护 我也不怕 可是 大树倒了 我没了依靠 变成了一根小草 被风带到了沙漠里 这里的风很干涩 打在叶子上很疼 沙里无时无刻不在 吸取我的水分 我只能用力地扎住根 不让风把我连根拔起 抬头接受每一缕阳光 张嘴喝下每一滴 路过云彩落下的雨滴 我不知道该怎么离开沙漠 但我知道 活着就有希望 江阳和尚日记本 转头看向窗外 马路对面的建筑阴影里 顾里抱着长刀 双眼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宵夜 江阳做了个宵夜的口型 顾里从建筑的阴影里站了起来 伸手挥了挥 意思很简单 走 麻辣串店 两人吃得嘶嘶哈哈 今天的麻辣串 有点过分的辣 我要去一趟西南战区 你的任务暂时结束了 可以回家睡个好觉 江阳说道 去西南战区 顾里贝拉的嘴唇和脸蛋通红 抬头看着江阳 她没问去西南战区干什么 只是平淡地喝了口冰镇饮料 然后说道 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 保护你 别说你去西南战区 就是去宇宙中心 我也得想办法跟着 要不没钱拿的 很好 重点在结尾 嘿嘿 别介意哈 保护任务给得多 我也得养家糊口吗 顾里笑着解释 那 还是暗中保护 江阳问道 出了苏氏 在没有其他 无者保护的情况下 我得贴身保护 顾里怂怂间 毫不在意地说 说白了 我得在你身边 有麻烦解决麻烦 有危险解决危险 在极端的情况下 我得替你承担风险 说白了 就是挡枪子 你愿意 江阳问道 为什么不愿意呢 顾里笑了笑 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 右脚踩在椅子的横梁上 左胳膊搭在椅背上 整个人显得歪歪斜斜 脾里脾气 无论从哪方面看 你的命都比我的金贵 你的药剂可以帮助很多舞者 那些得到帮助的舞者 以及继续保护老百姓 而我 最大的能力范围 也就保护半条街 可是 我的药剂并不是无偿给予的 要钱买 要材料换 江阳说道 买药也需要花钱 穿衣也需要花钱 买你买面 也需要花钱 顾里说道 你没有钱 没有材料 怎么做药剂 怎么研制新的药剂 人的命 从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了重量 出生和天赋 都是与生俱来的 不能强求 顾里说 这番话的时候 很随意 似乎他很早想到了这些 只是今天凑巧 说出来而已 江阳笑了笑 没有认同 也没有反驳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 两人从店里出来后分开 总备部在接到顾里的讯息后 平静的有些反常 段池林亲自给西南战区总备部 打去了电话 所要表达的意思就一点 你们敢把江阳扣下 我就敢把古思林扣下 你不让我东南战区好过 我就不让东部战区好过 西南战区总司令猛了 但也明白了 要是自己不让江阳走 段池林就不让古思林走 到时候 啥也没得到的东部战区 肯定会找自己的麻烦 好好好 换加战术是吧 机场 江阳和顾里 坐在后机大厅 顾里眯缝着眼睛 很没形象的 歪歪斜斜坐着补教 江阳则微笑着打电话 叫什么贾司令 显得生分 就叫贾爷 贾爷 我跟你师爷平伴 也就你师父没大没小的 叫我老贾 江阳改口 笑眯眯道 贾爷 这次去西南战区 可能要麻烦您了 贾爷笑道 有什么麻烦的 有事尽管说 我欠你事业一个天大的人情 我就在西南战区 我看谁敢动你 不 江阳收敛笑容 道 贾爷 您不能在西南战区 至少明面上不能在西南战区 贾爷稍微一想 就明白了江阳的意思 不仅担忧道 江阳 你想大摇大摆地去隋州找藏青 就是告诉所有人 你离开了东南战区 总备部所在的苏氏 孤身去隋州找藏青报仇 想以莫里莫斯和宋问琪出现 这一点我能理解 但我不在 那你的处境是不是太危险了 贾爷 你在西南战区 宋问琪不敢来啊 江阳深吸口气 道 猎杀小队 就算有林荣静的将军带队 还携带着封印武 但宋问琪也是林荣静 还有 名神雾蛇的双眸 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我设计杀死了楚思存 这是我这个林荣静 对林玉静的胜利 我就像一根刺 深深扎在宋问琪的心脏里 他不可能任由我继续成长下去 与其时时刻刻防备着他 不如我主动送上门 原本我是不敢的 但藏青出现在西南战区 在宁的地盘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贾眼思虑了片刻 道 可是 宋问琪手上有 名神雾蛇的双眸 在没有与其对抗的封印物的情况下 不出动两个玲珑镜 很难对付他 说白了 相同境界下 贾眼不是持有 名神雾蛇的双眸 得宋问琪的对手 贾爷 放心 除了您之外 我还请了个强大战力 有他在 必杀宋问琪 你还请了人 贾眼没想到 江阳还请了一个强大战力 但他没有问是谁 这种事 保密性很重要 好 我配合你 寻个机会 我就离开西南战区 然后隐匿气息跟在你周围 就算不能杀宋问琪 也要杀藏青 贾眼不再多考虑 他这番话已经明确了 任由江阳折腾 就算江阳请的人不来 或者来了没用 他也能在宋问琪的面前 保护住江阳 或者 宋问琪没来 那最次也要杀掉藏青 正如江阳所说 他之前是不敢对宋问琪 有想法的 但藏青恰巧在西南战区 而西南战区 还有个欠世爷人情的 玲珑镜舞者 贾眼 自从得到了这个消息 江阳反复想了好几天 终于确定了下来 并且 从两天前就开始了布局 第163章 事情出现了偏差 你真的很疯狂 想法疯狂 行为疯狂 心里更疯狂 我从保护你的几天后就知道了 顾里仍然保持着歪歪斜斜的姿势 坐着 他继续说道 所有舞者都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而你是个例外 你似乎总能正确引导自己的情绪 在正常的途径中得到宣泄 总能抓住任何一个细节和破绽 然后 加以扩大 创造出对你有利的条件 但你不觉得太快了吗 去接触藏青 以身为耳趣引诱宋问奇 一不小心就会死的 江阳把手机放回口袋 太快了吗 江阳呢喃着笑了笑 旋即反问道 谁会等我 顾里睁开眼看着江阳 玩过猫把游戏吗 江阳的问题 让顾里摸不着头脑 他嗡了声 道 玩过 我不喜欢多人开黑 因为玩不了几局 就会和朋友吵起来 江阳吸了口气 缓缓吐出 表情逐渐沉淀 无论是对抗路 还是野区 只要你身处其中 就已经站在了生死线上 每一次站位 每放一个技能 甚至每捕一个兵 除了在积蓄实力之外 还是心理博弈 你不能放任敌方发育 如果不能单杀 就要集合队友杀掉他 因为对方也会这么做 我不能等宋问奇 稳固境界之后 驾驭者 封印物序列 来杀我 宋问奇也不会等我 真正成长起来去杀他 我站在塔下 周围有队友保护 他在野区游荡 暂时不敢来杀我 但我的队友 也要发育 他们不会一直守着我 可人生不是游戏 顾里说道 是啊 人生不是游戏 江阳呵呵一笑 游戏里的人物死了 可以在泉水里复活 而人生中的我 只有一条命 顾里呼得正了正 江阳看向远处窗边 站着的那个高挑身影 轻声道 继续睡吧 随后 他站起身 走向那道身影 古思琳回身 对江阳微微一笑 明媚微笑 难掩眸中疲惫 魔女小姐 你的状态似乎不太好 断心截竹让我犹豫 雪山守护让我迷茫 古思琳深深吸了口气 稍微整理情绪 这很正常 因为你需要做出决定 面对抉择的两难 人都会表现出焦虑 犹豫和迷茫 江阳说道 古思琳苦笑着说 我现在的状态是 压制了所有 魔女的裙摆 带给我的情绪 以我正常的状态 来见你 江阳 这次事件过后 给我一个答案吧 我需要有人帮我做决定 家人 战友 朋友 都不行 他们会带有私信 只有你 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的情感羁绊 而且 你在做决定这件事上 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好的 江阳没有犹豫地 答应了下来 这时 机场的广播响起 江阳挥手笑了笑 那么 再见 抱一下吧 古思琳突然说 他看着江阳 张开双臂上前一步 奄然笑道 算是临别拥抱 谢谢 江阳微笑着礼貌道谢 然后 转身就走 魔女小姐 收起你的小心思 事情之后 别说拥抱 陪你睡一晚都没问题 但现在 别来这趟 古思琳也不生气 收回张开 要拥抱的双臂抱在胸前 看着江阳离开的背影 笑意盈盈 明媚多 江阳和顾里登基 飞往安亚市 与此同时 刘四红正对着电话破口大骂 你们他们怎么答应我的 我主动上交 刘生机 就是为了防止有心人用 刘生机 窃取江阳的记忆 把它传承的 药剂密测 抽出来 你们说过 会把刘生机 交到中心战区销毁 现在呢 你们还把刘生机 放在你们总备部 地下存管室 如果你们东南战区 总备部 就是这么没有信誉的话 那么我收回刘生机 并把这件事 散播到所有药剂师的耳中 你妈的 欺负我们药剂师 老实是吧 好 那咱们就试试 看是你们东南战区 总备部牛逼 还是我们药剂师团结 还想要 重生 药剂 去找你妈返场吧 刘四红气的不行 他害怕 刘生机 对江阳构成威胁 从江阳手中得到 刘生机之后 片刻不敢耽误 直接送到总备部 让他们 送到中心战区销毁 可他们竟然面上一套 背地里一套 他们想干什么 如果不是江阳 去过地下存管室 把这件事 说了出来 到现在 自己还像个傻子一样 以为刘生机 已经被销毁了 接电话的 总参谋长汪渡并没有反驳什么 只是强压着怒火 欲调平静地说道 我知道了 会处理好的 挂断电话之后 汪渡坐在椅子上 脸色阴沉 深吸了口气 平复心绪后 拿起电话 当初是谁 从刘四红大师那里 接收的 刘生机 给我查 我要他所有信息 上下级 家庭 社交 他亲朋好友的 所有一切社会关系 去过哪里 见过什么人 见的人 都有什么亲属 以及社会关系 都要查 动用大树巨库 给你们三个小时 通知吉星西 让他带支援小组 护送 刘生机 去中心战区 汪渡放下电话之后 胸膛剧烈起伏 他没想到 东南战区 还有蛀虫 他甚至都不敢把这件事 告诉段池林 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是 刘四红用 刘生机 换了一些药剂材料 他们还未得到了一件 封印物序列 高兴了很长时间 没想到 底下人竟敢搞小动作 段池林 现在还沉浸在得到 重生 药剂的喜悦当中 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恐怕杀人的刀 就要出窍了 江阳和孙虎 对东南战区太重要了 如果 江阳和孙虎 因为这件事 离开了东南战区 段池林 会封成什么样子 他都不敢想 汪渡此刻的手 还在颤抖 希望这件事 就终结在自己这里 东南战区因为 重生 药剂刚刚安定下来 再也承受不住 人人自危的境地了 七分钟后 有一位灵神静 两位灵御静 五位灵虚静组成的 护送小组 带着留生机 上了飞机 从东南战区 总背部起飞 直奔中心战区 第164章 失门遗产 与没有机场的苏氏不同 安亚市的机场很大 很漂亮 很有排面 顾里羡慕地感叹着说 在干几年 努努力 正一个一就退休 到时候 领着老婆孩子 来安亚市生活 不为别的 就为了出门 游玩坐飞机 看到敞亮的机场 心情好 还让江阳一起来安亚市 大家做邻居 江阳看了他一眼 心里疯狂吐槽 老兄 你利Flag 能不能别带上我 你这是怕我不死啊 身穿浅色休闲装的江阳 拖着行李箱 嘴角微微扬起 看着真相来安亚市旅游的 普通游客 两人走出机场 站在路边 顾里看了看手表 说道 接你的人怎么还不来 要不咱俩 去安亚市列某队 让他们派车 送我们去西南战区总背部 来了 江阳看着远处驶来的军车说道 军车稳稳 停在两人面前 怎么才来啊 不知道 顾里一边嘟嘟当当地抱怨着 一边动手 拉开后车门 当即愣住了 后面坐着一位发丝银白 身体健瘦的老者 看军装奸章 终将赴司令 老者微微侧过脑袋 瞥了他一眼 顾里支支吾吾 不知道 路不好走吗 我们自己打车 过去就行了 不用来接的 下一刻 顾里身体绷得笔直 进军里 手掌好 嗯 你好 老者点点头 硬了声 顾里奶还敢耽搁 立刻接过江阳手里的行李箱 打开后备箱放好 很有眼力见得上了副驾驶 江阳被他小旋风一样的操作惊呆了 好麻利的手脚 好迅捷的动作 一看在家 就没少干活 车上 江阳问道 贾爷 您怎么亲自来接 老朋友的徒孙来我这里 不好好接待 将来到了地下 我可没脸见你师爷和师父 贾眼笑呵呵的说话 完全不像刚才看顾里时的严肃 车里 还有顾里和司机在 两人不能说太多 只是简单聊了聊江阳在苏氏的生活 聊了聊虎牙子的 重生 药剂 很快 车到了西南战区总备部 顾里被司机带去领武器 江阳跟着贾眼去了他的办公室 江阳啊 这件事 我想了想 我不用寻找机会 离开西南战区 如果宋问七真要对你动手的话 他会先想办法把我引走 我正好顺着他的计划离开 这样没有破绽 贾眼开口 谈起了江阳的计划 只要我这边因为某件事 离开西南战区 你就可以让你请的另一个帮手动身了 正好这个季度 有一件封印物序列 和两件守护序列 在西南战区 到时候 我拿着封印物 再加上你请的那个帮手 做掉宋问七不成问题 贾眼说话有些急 他没给江阳插话的机会 想要一股脑 把自己的想法都抛出来 最差的情况 不过是宋问七不来 那你就追查藏青 只要发现他的行踪 就给我发消息 我亲自过去 一巴掌拍死他 贾眼说完 就直勾勾地看着江阳 在等待着江阳的意见 或是江阳所想的计划 江阳挠挠头 寻思了一会儿 发现没什么需要补充的 还有 贾夫司令 你做猎魔人之前是干什么的 你说 做掉 这个词语的时候 让人感到亲切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那行 你说 要拿小培放在我这里的东西 我带你去 小培 您口中的小培 指的是 我师父 贾眼看到江阳神色有些呆 于是笑着拍拍江阳的肩膀 一边带着他走出办公室 一边解释道 我比你师父大几岁 我跟你师爷认识的时候 你师父还没拜师呢 我和你师爷平辈论交 虽然岁数和你师父差不了几岁 但辈分高 所有 有时候叫他小培 近几年又叫他老培 当年啊 那小子修炼速度 就跟做了火箭一样 我临虚静的时候 他临运镜 等他临虚静的时候 我还是临虚静 修炼天赋好的 简直没地方说理 你师父重感情 别看平时 一副硬邦邦的样子 内心就跟爆米花 一样脆弱 你师爷 师奶 师娘 师兄师姐的接连离世 对他打击很大 他能维持住心静 好好的 把知语养大 还收了你做徒弟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放在我这里的东西啊 大部分 都是你师爷给他准备 晋升灵神静 灵容静 无量静用的 无量静啊 可见你师爷 对你师父的期望 有多么高 你们这一门 网上数三十几代 都没出过无量静了 原本你师父 非常有可能 可惜了 江阳沉默地 跟在假眼身后 听着他的讲述和叹息 令他没想到的是 师爷给师父的 留的宝贝里面 竟然有可以帮助 灵容静舞者 晋升无量静的 药剂材料 假眼忽然站住脚步 迎着江阳 差一个眼神 郑重说道 小子 我这辈子 到灵容静 已经到头了 那些东西 我不会想 你师父放在我这里 就是对我放心和信任 你要取什么材料 我管不着 但你别都带走 基地里这么多双眼睛 看着呢 万一走漏了消息 我怕你守不住 会有危险 江阳笑着点头 我知道 假眼你放心吧 我就找一样材料 而且还要放一些 材料进去 以后 还得麻烦 您帮着看管 江阳想把天空树的露水 雪白小熊的后颈毛 还有两头 灵阶异瘦的血 以及一些 灵阶异瘦的筋肉骨粉 材料固然珍贵 但自己这一门 药剂师的友谊更珍贵 没有人比服用 雪山守护 晋升玲珑镜的假眼 更懂这个道理 西南战区地下腹 330米存管室 假眼打开了一个钢铁闸门 里面是一个大金属台 上面摆放着 26个材料封存瓶 和三个黑色皮箱 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谢谢假眼 假眼笑了笑 转身走向走廊的另一侧 江阳则走进存管室 他被眼前的材料惊呆了 看快速回忆着 药剂密册后节中的药剂药方 以及材料图片 黄极异兽天空龙七夕的天空树树星 黄极异兽陆金的脑膜 高阶一级异膜的血液1000毫升 魅蓝酒瓣灵花 黄极异兽的脊椎骨粉末 高阶二级异膜的皮翼 江阳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里面最刺的就是 黄极异兽陆金的脑膜 简直太震撼了 他看向三个皮箱中的一个 将其打开 里面横放着一个 类似金属质感的透明小瓶 瓶中漂浮着一块 小指甲大小的金银水晶碎块 江阳好奇地拿起来 仔细地端向 材质不好说 电磁力也探测不了 然后 他看到放置小瓶子的凹槽下 还有一个小巧的信封 信封上写着 林熙遥 尸成碧红碗 无量镜 星纪力2057年7月22日流 第165章 凡尔赛之王 星纪力2057年 现在是星纪力3267年 隔了12110年 江阳心里想着 把小瓶子放回箱子里 手指抹撒着信封 不是指 应该是 某种易瘦的皮 打开信封 抽出里面相同瘦皮制作的信 展开信 映入眼帘第一句话 看到这封信的药剂师你好 我是你祖宗 江阳吸了吸鼻子 一时间静无言以对 师父如同父亲 这位 师门前辈说是自己祖宗 倒也合理 但是 心里总有种被骂了的感觉 他接着往下看 我是灵溪遥 一个平平无奇 普普通通 老老实实 尊老爱幼 谦逊有理的药剂师 我42岁才拜师 而我的师父 毕洪婉大师 已经到了暮年 我猛了 同时 我也悟了 这是不是说 我马上就要继承 师父的巨额遗产了 哼 想想而已 毕竟像我这么 尊老爱幼的老实人 怎么可能会有邪恶的想法 拜师的第六天 师父走了 年纪轻轻 年仅42岁的我 成了锅 但我没有自暴自弃 在用师父留给我的遗产 大吃大喝 舒舒服服地爽了十年后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多落下去了 52岁的我要修炼 我有时在想 年过半百的我 才临远镜 修炼是不是太晚了 不过 人总得干点什么 花钱没了意思 那就修炼呗 十年啊 整整十年啊 62岁的我 修炼到了无量镜 我对自己的天赋 表示怀疑 到了无量镜 我算是到头了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距离五神镜 只有半步之遥 为什么 就无法晋升呢 想了一天 想不通 算了 不想了 但是修炼到了头 我还得找点事情做 毕竟我有着悠久的生命 就这么干巴巴耗着 实在太无聊了 突然有一天 我想起了师傅 对我说的话 要传承药剂学 我回了师傅的老宅 从床底砖缝里 找到了 药剂密册 是的 没错 我甚至忘记了 自己是个药剂师 一个什么药剂 都不会做的药剂师 从零开始 简直要了我的老命 所以 要怎么做药剂呢 算了 试试看吧 右下折腾了八年 七十岁生日的那一天 我在 药剂密册上 填写了我自己研制的 第九个药剂 药剂密册 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三页 我想 八年时间 学会所有药剂 又研制了九种新药剂 应该算是完成了 师傅所说的 药剂师传承任务吧 总之 不太懂 师傅走得太早了 做药剂又没意思了 还做些什么呢 后来听说 无良静静生五神静 需要获得神性 凝聚神格 我想着 我也没有什么鸟神性了 怎么凝聚神格 但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没有神格 五神友啊 我去抢不就行了 好吧 我承认 是我大意了 在那位五神的 胸前七海雪山上 扣了一块神格碎片后 我的七海雪山 也被他打碎了 没多少日子 可活了 是啊 我要死了 我师傅快要死的时候 收了我 那我也收徒弟 然后一蹬腿挂了 不教他做药剂 让他自学 他师傅我都能自学 他怎么就不能 哦 对了 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以卖了换钱 拿去潇洒 但是这枚神格碎片 还是传下去吧 后背徒子徒孙们 你们谁晋升了无量晋 可以试着 用这块神格碎片 放在汽海雪山里 作为凝聚神格的起始 可惜神格碎片 只有一块 估计不够你们用 就原谅我这个 没用的前辈吧 五神经太难打了 拼了老命 才扣了这么一块碎片 哎 我这失败的一生啊 做人孤僻窝囊 没朋友 没亲人 武者修炼得马马虎虎 要继学 也是个半吊子水平 都七十多岁了 还跟人打架 最可恨的是 还特么没打过 好了 就这样吧 这辈子还大吃大喝 享受了十年 不愧 江阳面无表情的把信 放进信封里 深深看了眼 漂浮在透明金属 小瓶里的神格碎片 把信封放在箱子里 重新管好 然后 江阳 慢慢蹲在了地上 把脸埋在壁弯里 太阴梦了 瑶兽啊 十年时间 从灵渊境修炼到无量境 八年时间 从不会要继学 到新增九种新药剂 以无量境硬钢五神境 最后还扣下来一块神格碎片 所以 你开头写得平平无奇 普普通通 老老实实 尊老爱幼 谦逊有理 是凡尔赛 还是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 你这叫失败的人生 你这叫窝囊 江阳突然很好奇 那些前辈们 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都是一副 什么表情 和怎样的心情 会不会跟自己一样 被打击得 一点脾气都没有 只能默默地蹲在原地 舔是自己 被刺得千疮百孔的幼小心灵 站在走廊尽头 依靠在电梯边缘的假眼 疑惑地看着 蹲在存管室里的江阳 他怎么了 肚子疼吗 假眼有心开口问问 但又一想 算了 也许是要寄师们的古怪癖好 江阳平复了一会儿后 心情好了很多 他打开另外两个箱子 都没发现木连果 那两个箱子里的东西 也让他一阵呲牙咧嘴 把自己的东西放好 从存管室出来 对假眼说道 假爷 关上闸门吧 假眼没有动 站在原地说道 你出来之后 闸门会自动关闭 权限会自动更新 这是你的权限卡 你自己设置吧 这里以后 只能你自己进来了 说着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卡片 扔给走廊另一头的江阳 江阳接过权限卡 回身设置自己的权限 设置好后 两人乘坐电梯上去 假爷 你们战区有木连果吗 我可以用材料 交换或者用钱买 我帮你问问 总备部里的药技师 也许他们有 不过 用钱买可能不行 药技师不缺钱 这你是知道的 江阳点点头 麻烦假爷帮我问问 我想换一道两个 行 咱们先去办公室 等着吧 我打电话 让药技师过来 你们两个谈 第166章 听权是最大的优点 西南战区总备部的药技师 叫匡义莲 在听江阳说 想用药剂材料 交换木连果 匡义莲 却苦笑着摇头 他没有木连果 对此 江阳也不失望 然后 他又问假眼 去哪里 找人炼制承载 守护序列的特殊容器 假眼告诉江阳 如果你想做一个 类似波西米亚 编年史的 守护序列 我就可以制作 如果你想做一个 可以在你师门内 代代传承下去的 守护序列 你可以自己 慢慢用灵力 火焰炼制 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材料很简单 主材料 是传导金属 再加上芯药石粉末 血金石 随着 守护序列 变强 赋予不同级别的 异兽精血 江阳 几乎没有思考 就选择了第二种 假眼把自己 把自己制作战刀的份额 传导金属 给了江阳 他没告诉江阳 这是他五年的份额 这不重要 他只是打开抽屉 拿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大一小 两块银色金属 没有犹豫 拿出那块大的银色金属 随手抛给了江阳 拿着吧 这块传导金属 可以制作一百饼 纯度35%的战刀 用来做 守护序列的载体容器 应该是够的 如果不够 再跟我说 谢贾爷 江阳也不客气 他不知道这块金属 是贾眼五年的份额 在他看来 贾眼是战区副司令 一块传导金属 还不是简简单单 谢了啥 我跟你师爷 和你师父的交情 让你喊的这声贾爷 还能让你白喊了不成 贾眼十分大气 完全不敢正视 自己疼到低血的心 江阳带着传导金属 找到领了新战刀的顾李 西南战区的刀 比我的刀轻了一些 轻快有余 力量不足 顾李挥了挥战刀 嘴里说着嫌弃的话 猎魔队的制式战刀 全长115 刃长90 刀身笔直 刀尖向上微弧 传导金属纯度35% 顾李 把两柄战刀 分别放进两个抬球包里 一个挂在肩膀上 一个扔给江阳 接着 对江阳歪歪脑袋 咧嘴笑道 走吧 去隋州 陪你玩命 江阳把那个抬球 包背在身后 也学着顾李 歪歪脑袋 咧嘴笑着 走 万喜是个名声不鲜 重规重矩的药剂师 在隋州这么个小城市 带着徒弟陆小南 经营着一家药剂店 玻璃柜台 木制展柜 店铺内又变一个 不知道传了几辈子的 老旧工作台 万喜认认真真的 制作药剂 陆小南挽着衣袖 打扫展柜 扣扣 敲门声响起 万喜并未受影响 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身为药剂师 心静手吻式 刻在了骨子里的 陆小南回身看向门口 两个身姿挺拔的男人 站在那里 一个穿着浅色休闲装 样貌英俊 嘴角微扬 一个站在他身后 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 侧着身子 戴着一副咖啡色墨镜 两人都背着台球包 你们好 需要什么药剂 穿着黑色休闲装的顾里 瞥了眼江阳 没走进药剂店 就站在门外 咖啡色墨镜下的眼睛 迅速扫了遍周围建筑 哪里能藏人 哪里适合逃跑 哪里适合用枪 哪里适合近身搏杀 都了然于心 江阳看了看 正在制作药剂的万喜 对着柜台里的小姑娘 微笑问道 请问 这里有淋浴药剂吗 陆小南错愕地看着江阳 他本想着 这个看起来顶多二十岁的小帅哥 能有淋浴镜就不错了 没想到张口就要淋浴药剂 哦 我们店没有淋浴药剂 或许 眼前这个是小帅哥 是淋浴镜舞者 陆小南当即紧张了起来 这座小城 舞者修为最高的 也就是猎魔队的总队长 和自己师父 有着淋浴镜的境界 淋浴镜 连剑都没见过 淋浴药剂没有 如果你有材料 我可以给你做 做完一份药剂的万喜 抬起头来 他仔细打量着江阳 确定自己不认识 灵感也告诉自己 这个年轻人的灵力并不澎湃 甚至都比不上这个淋浴镜 也许 他灵力内敛 自己感知不到 万喜心中想着 再次说到 淋浴药剂的药方 不是什么秘密 所有药剂师 甚至很多舞者都知道 如果你需要 你收集材料 我给你做 收工费八万块 江阳一正 玄机脸色不悦 微微醋没道 大师 只是工费就要八万 我还要承担失败的损失 您这也太贵了 贵吗 万喜笑了笑 我给不少途经隋州的舞者 做过药剂 淋浴药剂 一直都是八万 当然 先生你也可以选择 其他城市的药剂师 这样 江阳故作思考地沉默了片刻 似是有了决定 那好 我实在需要淋浴药剂 回去我在拍卖行上购买材料 然后 请大师帮我制作 万喜笑着说 我会尽量细心 提高成功率 不会让先生的材料损失太多 江阳点点头 转身走出药剂店 顾力赶紧跟上 看到两人离开 陆小南趴在柜台上 羡慕地说 这么年轻的灵欲镜啊 我和他们明明差不多大 可我怎么才灵通镜 师父 我是不是太笨了 万喜对江阳这个灵欲镜大高手 还存在疑虑 正在思索 听到小徒弟说这种话 转头对他笑了笑 安慰道 天下阴才如过江之际 你觉得他们是天纵之才 也许 他们看到更厉害的人 也如你今天一般 觉得高山阳止 不可思议 江河湖海 固然不同 但水中之余 却各有天地 你只看到他们意气风发 少年英才 但却看不到 这份意气的背后 暗藏着什么 也许 他们也很羡慕你 可以安稳平淡地生活着 陆小南明显接受了师父的安慰 样貌普通的脸蛋上绽放笑容 真的吗 师父 也许他们也会羡慕我 谁知道呢 万喜在心里暗暗嘀咕 但面上却是微笑着 随即 像是赶走叽叽喳喳的小鸡那样 嫌弃的摆摆手 赶紧去买菜做饭 晚饭你师父 我要吃烧鹅 行 您瞧好吧 陆小南真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鸡 笑着跑出柜台 去门口骑着自行车 按了两下车铃 发出叮铃铃的清脆声响 回头对着师父嬉戏一笑 然后 飞快地奔向菜市场 万喜无奈地单手扶鹅 他很羡慕这孩子的心理调节能力 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 药剂店安静了下来 万喜坐在工作台上 脸色沉淀下来 突然来人要淋浴药剂 让他不由得心慌 这座小城 生活节奏很慢 历史上空间裂缝降临次数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人类变成 一魔 虽不是新鲜事 但先有发生 这导致猎魔队对药剂的需求量不高 就像他这样重规重矩的药剂师 都能在一座城市里做得稳 但突然有了两个人求够 淋浴药剂 万喜有些慌了 总感觉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在默默酝酿 第167章 毕业难 就业乱 怎么样 查到什么没有 回去的路上 顾李问江阳 江阳嗡了声 自带材料 工费八万 黑的一批 顾李无语了 谁他妈问你这个了 紧跟着 江阳说 茶药剂店和万喜本人的账单 消费记录 对了 还有那个女徒弟的账单 和消费记录 行 回酒店我查 顾李应了声 随后又问 你真觉得 藏青会在他这里买 淋浴药剂 这个万喜大师 资料上显示 他做过级别最高的药剂 也就 灵剂药剂 这只是你们官方的记录 江阳说道 他亲口说 他曾做过 灵狱药剂 可能他在骗你 顾李觉得 吹牛逼是正常的 江阳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 灵狱进舞者 也许 万喜也这么觉得 所以 逗他玩呢 听到顾李这么说 江阳摇摇头 认真说道 没人能在我面前撒谎 好好 你太认真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顾李按了按额头 走吧 去商场买电脑 江阳一愣 买电脑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查 那师徒俩的账户 和消费记录吗 顾李奇怪地看着江阳 他是不是有 间歇性失忆症 我说 让你找东南战区的 专业人士帮忙查 我就是专业的 你不是苏式猎魔队的 猎魔人吗 是啊 我做猎魔人之前 在总备部信息 处理中心工作 顾李怕江阳不信 还补充到 第二信息 小组副组长 江阳挠挠头 仍是不可置信的样子 别怀疑 我毕业于 东南理工信息工程 大二那年 就和同学 合伙开软件公司了 要不是东南总备部 为了挖我 把电话 打给了我那个老兵 退役的爹 我现在就不是保镖小顾 而是上市集团的顾总了 顾李一副往事如风 不堪回首的样子 提起往事 不住唏嘘 江阳内心感叹 果然 东南战区 不养闲人 真是什么神仙 都有 原本混社团的自己 成了要技师 开公司的顾李 成了猎魔人 就业与专业 完全是八杆子 打不着啊 就像 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学生 最后做了保险销售 金融系毕业的学生 最后做了房产中介 人文系毕业的学生 不去考研 而是做了酒店的大堂经理 江阳内心 疯狂吐槽 能不能让我们 搞点专业对口的事情 自己那十八个小弟 还在滨海等着龙王归来呢 两人去商场买了一台电脑 刷江阳的卡 一万五 又去商场里的餐厅 吃了炖饭 刷江阳的卡 一千一 最后 顾李想去看电影 但看到 江阳沉郁的脸色 只好放弃 买了两大桶爆米花 一大瓶 2.5L的冰镇大可乐 五包压货 一只奥尔良烤鸡 刷江阳的卡 二百四十七 回到酒店 天已经完全黑了 标准尖理 江阳坐在床上修炼 他的灵力 已经到了手腕和脚腕 照这个速度 再有两天 就能全身酝氧完成 正式晋升灵运镜 顾李坐在小桌前 啃着奥尔良烤鸡 喝着冰镇大可乐 时不时吃两粒爆米花 摆弄着电脑 茶万喜和陆小楠的账户 和消费交易记录 很快 顾李就放下了 奥尔良烤鸡腿 懒散的表情收敛起来 双手在键盘上 不断敲击 几分钟 显示屏定格 江阳 滨海事件是8月中旬吗 顾李问道 8月23号 江阳闭着眼睛回答 顾李沉默了会儿 说道 你猜得没错 藏青真有可能在万喜那里 购买过 淋浴药剂 江阳停下修炼 看向顾李 顾李盯着电脑 说道 8月28日 万喜账户收款35万 当天傍晚 他在拍卖行 消费26万7千 9月2日 万喜账户收款160万 9月3日 他在拍卖行 消费160万2千 9月4日 万喜账户收款48万 9月24日 万喜账户收款32万 前后7天无大额消费 紧接着 顾李又调出来一张图 说道 一份淋浴药剂的材料 正好是26万7千 8月28日 一份材料 9月2日 6份材料 9月4日 和9月24日的收款 都是8的倍数 6份 4份 而8月28日那次 35万 用了26万7千 剩余8万3千 江阳来到顾李身旁 看着电脑上的数据图 问道 隋州猎魔队说 发现了藏青的踪迹 是什么 一张街边监控的模糊照片 顾李说着 把那张照片调了出来 照片里的人很模糊 稍稍露了侧脸 顾李开始处理这张照片 经过不断清晰后 江阳非常肯定 照片里的人 就是藏青 他在东南战区 看过藏青的个人资料 不会记错 付款人是谁 一个叫柳露和的 看着像个女人 你能查到9月4日 和9月24日 拍卖行里 淋浴药剂材料的交易记录吗 我想知道 被谁买走了 江阳又问 顾李摇摇头 不能 拍卖行 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创 其内部保护是 目前世界最高级别的 我没有那个本事 除非所有国家的同意 你进入拍卖行内网 咱们中心 战区总指挥 才能给你全线 算了 别麻烦全世界了 光是听着就不可能 江阳叹了口气 你知道告诉我不可能就行了 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同意 他们什么时候统一过意见 你真当我是龙王啊 嘴意歪 全世界都要颤抖 江阳看着桌子上的一片狼藉 问道 你吃完了吗 顾李看看桌子 还有一只奥尔良烤鸡腿 别吃了 跟我出去办点事 去哪 万喜的药剂店 等我吃完再去 路上吃 万喜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睡觉 今天江阳和顾李的到来 让他心绪不宁 突然 他双眼朦胧 迷迷糊糊晕倒在椅子上 他身后的窗户慢慢打开 江阳站在一柄铁砂长剑上 从空中落下 走进房间 顾李从房檐上下来 坐在窗台上 看着江阳靠近万喜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江阳来到万喜身侧 没有多余动作 直接把手放在了万喜的头顶 指尖蹦射电弧 第168章 狗血剧情 你这是在做什么 顾李不理解地问 这一幕 在他看来 像极了电视剧里传功力的 醍醐灌顶 而在现实中 多用于战斗 捏碎敌人的头骨 是非常简便 直接的杀敌方式 我看看他的记忆 江阳一边渗透电磁力 一边说道 查看记忆 顾李嘀咕了一句 虽然不知道 这是不是跟江阳那个疑似 超进制序列的能力有关 不过 这样粗暴地 在人家脑子里查看记忆 不会让对方变成白痴吗 他可是药剂师 你们是同行 可得手下留情 江阳有些诧异 问道 这算是你保护民众的 职责范围内吗 算 顾李点点头 不过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 你会落个迫害同墙的名声 如果那样 陪大师豁出命为你扑的路 会瞬间崩溃 他的担忧没错 江阳沉默了下 笑道 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不会拨乱他的生物磁场 让他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 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看他的记忆而已 顾李没在说什么 静静地看着 万喜的记忆中 8月28日上午 药剂店里出现了一个相貌普通 体态纤细的年轻女性 酒红色长卷发 嘴边嘴角下有颗不大的痣 是他求购的淋浴药剂 9月2日 也是他 之后 付款 取药剂 都是这个女人 万喜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9月24日最后一次交易完成 他就没再出现过 江阳努力记下那个女人的样貌和特征 万喜也有了要苏醒的迹象 走吧 江阳说了句 两人又从窗口离开 玻璃窗轻轻关上 几十秒后 万喜紧皱着眉头醒来 感觉头痛欲裂 发出痛苦的闷横声 仿佛有人从后面在他脑袋上 狠狠敲了一闷棍 怎么突然晕倒了 头还这么疼 万喜扶着墙壁站起身 去店里找药剂缓解疼痛 另一边 江阳和顾吏 再回酒店的路上 那个给万喜打款人的信息 能查到吗 江阳问道 能 顾吏回答得很肯定 不过有些麻烦 需要点时间 没关系 夜还很长 是啊 夜还很长 不如 我们去买些烤串什么的 回去吃吧 我边吃边查 这样效率高显 江阳带着顾吏来到烧烤店 顾吏也不看服务员递来的菜单 直接说到串泪每种十串 海鲜泪每种两份 锡纸泪每种一份 小菜打包一遍 服务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他 点完菜之后 也不去忙 就趴在柜台盯着两人 生怕他们跑了 顾吏看着眼神怪异的江阳 嘿嘿一笑 心疼了 江阳摇摇头 不心疼 就是很奇怪 奇怪什么 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就算隋州是个小城 但也有好的餐厅和饭店 我可以请你去吃 在家里 我老婆不让我这些东西 好不容易出来了 还不撒了欢的吃 江阳理解了 简单来说 吃不到的总是馋 大包小包的拎回酒店 江阳继续修炼 然后 看书学习 电磁力学 这是他雷打不动的必修项 一直到深夜 故里说到 柳璐河 27岁 隋州鲁泰县石板村人 父母在农村老家 他一人在隋州工作打拼 目前在一家青蛇店做店长 社会关系简单 住在华泰府小区17栋 一单元12楼一门 8月27日 他开了一张大额卡 下午存款50万 之后 半个月乃去 多次存款 金额在20万到50万不等 资金来源是 卖房款 他老家的房子卖了 没走交易流程 买方没办法查 但他按照正常程序 缴纳了房产交易税 属于合法交易 我擦 这么严谨吗 江阳惊呆了 你们都这智商 还怎么玩 不过 查到了柳璐河 也算有了线索 没有白折腾 睡觉吧 明天咱们去买点奢侈品 你这趟算出差 怎么也得给嫂子 和孩子带点礼物 刷我的卡 江阳现在 也算是财大气粗了 而且 故里真的很不容易 大老远地跟自己 来隋州玩命 花点钱真不算什么 华泰府小区 17栋 1-12-1门 柳璐河从厨房里出来 看了看次卧的门 愁愁了下 走过去 轻轻敲响 等了一会儿 门从里面打开 藏青看着柳璐河 眸光闪了闪 语气放缓 问道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 明天还要上班 柳璐河眼神 很小心地飘向屋内 但不敢多看 抿了抿嘴唇 说道 我煮了面 你们吃吧 晚饭你们就没吃 藏青身体挪了挪 挡住柳璐河的视线 迟疑了下 好 你先去盛面 我们马上就来 嗯 柳璐河轻恩了声 低垂着目光 转身回了厨房 藏青回到屋里 飘窗上坐着一个 体态娇小的少女 眼神揶揄地看着藏青 调笑道 没想到啊 你像条丧家犬一样 躲在了这里 还能遇到喜欢你的女人 缘分啊 真特娘的奇妙 这种话 从一个娇小少女的口中说出来 怎么听怎么看都很别扭 藏青没搭理她 坐在床边 眼眸深沉的思虑片刻 道 东南战区传来的消息 江阳和一个猎魔人 来了西南战区 先去了西南战区总备部 说是要培养守护蓄脸 但我不信 怎么会这妖巧 她刚以 新生 药剂做诱饵 杀了楚思存 于隋州马上就研制出了 能够使人断肢重生的药剂 现在 她又打着自己培养 守护蓄脸的理由 来了西南战区 她明白着就是冲我来的 甚至 她已经知道 我在隋州 会在明后两天到隋州 少女似乎很好奇 藏青会怎么做 她改变姿势 盘腿坐在飘窗上 身体前倾 一脸期待地看着藏青 你要怎么做 继续逃跑 还是先下手杀掉江阳 或者 把宋问奇拉下水 藏青沉默不言 她需要思考对策 两久 房门又被敲响了 藏青叹了口气 站起身道 先吃面吧 少女一愣 旋即嬉笑道 看来 你也喜欢她 正要开门的藏青 如遭雷击 正在原地 没有 少女跳到床上 好笑地追问 是没有喜欢 还是没有不喜欢 没有就是没有 赶紧出来吃面 第169章 警惕 警惕 东区淮丰路 隋州最繁华的地方 江阳和顾李 各自背着一个抬球包 惊天阳光意外地刺眼 顾李抬头眯着眼 扫视了一圈周围建筑的顶端 再看蓝天白云 可能是处于猎魔人的职业习惯 她低声道 阳光刺眼的有些反常 往回走75米 阳光温和 天空云层稀薄 江阳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她 嗨嗨 顾李轻咳两声 回头看了眼 故意朗声说道 你等我一下 刚才我看见一家冷饮店 我去买两杯饮料 好 我要一杯多冰的 江阳也略显刻意地提高音量 顾李转身回去 去到一家街边的冷饮店 要了两杯多冰的饮料 付钱的时候 微微仰着头 扭扭脖子 笑着对收银小姐姐说 不用打包了哈 几口就喝光了 收银员小姐姐笑了笑 回头说了声 不用打包 对于猎魔人顾李的警惕性 江阳没有怀疑 既然她觉得有问题 那基本就是可以确定 这里某些问题了 一道道电磁立场 从她脚下散开 笼罩周围五百五十米 远处一家金银服装的店铺里 一位身材娇小的少女 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店 眼神斜瞟了下站在街边 背着台球包的江阳 再看看拿着两杯冷饮的故里 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色 她拿出电话 拨通 江阳身边有个猎魔人 她发现了我的能力结界 而且境界比我高 能力对她不管用 撤了 等再找机会 电话那边嗡了声 同时语气惊一道 一个普通的猎魔人 都能发现你的能力结界 少女走入人群 嘀嘀一笑 言语讥讽着说 普通猎魔人 藏青你才刚刚晋升 灵欲近几天 就敢这么大言不惭 猎魔队每个正式队员 都是精英级别的舞者 但凡有一个细节疏漏 就很可能被他们捕捉 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你 甚至 我已经可以想象 今晚我们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一睁眼 就看到十几个猎魔人 站在床边 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们 刀尖抵在我们的脖子上 藏青呵呵笑了两声 没说什么 直接挂断了电话 少女把手机放在腰间的小包里 不禁一间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江阳和顾李 已经站在了自己刚刚离开的服装店 服装店与另一家卖包和饰品的店相连 两人通过服装店来到那家卖包的店里 经过一番没有滋味的交流后 顾李说道 你们柳经理呢 之前他给我老婆介绍了一款包 我老婆很喜欢 想再买一个 让我来找柳经理 店员笑容不减地说 我们经理今天休假 您太太如果在这里消费过 应该有柳经理的好友 您可以让您太太跟柳经理交流 休假了呀 顾李的眼睛很好 叹了口气 咱么咱么嘴 行吧 那我跟我老婆说一声 让他们聊吧 我就是个付钱的 也不懂这些 等他们沟通好 我再来 好的先生 店员小姐姐露出很职业的笑容 两人离开青蛇店 顾李抬头望了眼 阳光不刺眼了 异常消失 看来对方发现了我们 已知 对方的能力是类似结界 屏障 区域范围等类型 不排除施加群体效果 我们是走进这个区域的 以此可以推断 对方持有某个 需要提前准备 或需要发动时间的 封印物序列 如果今晚月朗星鸣 或者 是阴天 咱俩就逃 如果夜空朦胧 周围人群举止神态正常 就没事 江阳再次对顾李刮目相看 就像那次在空间裂缝里的 两个猎魔人 能够第一时间察觉 陈宗林有问题 并且全程保持警惕 并没有因为愚蠢而葬送性命 更没有连累任何人 这些猎魔人 真的很厉害 有的时候 队友不吭 反倒更累 因为自己得跟上他的思路 来了一趟怀风路 从发现异常到异常消失 连交锋都算不上 自己被发现的有些早了 藏青手里有 封印物 还是藏青有其他帮手 这个目前无法确定 经过刚才那短暂的接触 基本就确定了 自己在明 他们在案的局势 心中暗自思索了一会儿 江阳和顾李买了些吃的 回了酒店 顾李的想法是 试探他们一下 发生战斗也可以接受 但在试探之前 还营造出隋州 还有高级舞者 用来震慑藏青 让他出手也不敢 逃走也不敢 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隋州 向宋问其求援 江阳点头同意 于是 两人分别开始布置 顾李通知隋州猎魔队 让他们配合画出一个公园 作为引诱战斗的地点 江阳通知假眼 让他即刻派出一名 淋浴镜舞者来隋州 不用战斗 只要在自己周边 察觉藏青要出手的迹象之后 释放淋浴镜灵力压迫 牵制住藏青就行 一切都敲定之后 两人吃饱喝足 顾李直接躺床上睡觉 今晚的战斗 他是主力 江阳则坐在床上修炼 等到灵力消耗过半之后 他开始在身体里凝聚电子 今晚无论成功与否 他们都要告诉藏青 已经发现你了 而且 你也跑不了了 像宋问其求援 你还有一线生机 不然 结果就只有死 夕阳西下 天边的火烧云连成一片 尤为壮观 两人在酒店餐厅吃了晚饭 带着抬球包 出发去了绿鹰公园 随着人不喜欢踢球 但他们喜欢在草坪上野餐 绿鹰公园的长椅上 江阳和顾李并排坐 抬球包搭在长椅两侧 江阳看着绿鹰草地 安静地等待着 天色越来越黑 一轮明亮的圆月挂在天上 天空的深处 有一条星辰长河 哈 顾李打了的哈欠 擦擦眼角 因为哈欠涌出的眼泪 双臂横搭在椅背上 仰着脑袋看天空 江老板 天上好大一轮明月啊 要是天天这样就好了 平时的天空 就跟蒙上了一层沙似的 虽然没什么影响 但总觉得压抑 这样多好 阳光直接热烈 圆月明亮漂亮 星河璀璨 让人着迷 你不是猎魔人 兼上市集团老总 兼第二姓西小组副组长吗 怎么又成诗人了 江阳刚想吐槽两句 瞬间汗毛乍起 自己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 他赶紧推开顾李 两人做出反应 同时 那个少女触摸两人的手悬在了半空 他压抑地看着两人 俏皮清脆的笑声响了起来 可惜以后都看不到咯 第170章 可笑的 滑稽的 内心世界崩塌了 没有过多犹豫 江阳和顾李同时动手 江阳消失在原地 顾李抓住抬球包 在猛力挥出的过程中抬球包粉碎 连同一起粉碎的 还有刀鞘 枪 长椅被顾李一刀劈成了两半 但刀却被挡了下来 少女站在长椅后面 左手抓住了顾李的刀身 笑嘻嘻地看着顾李 同一时间 江阳突然出现在少女身后 她的身体还在半空横膜 但手中的刀 已经对着少女的后颈横斩了出去 少女抬起另一只手 稳稳接住江阳的刀 连同江阳因为惯性 在空中横膜的身体 都停了下来 枪 你们两个大男人 怎么一上来就对人家动刀子 少女面对两人的攻击 并没有后表现出任何慌乱 反而是毫不在意 这一点 从她稳稳地接住 两人的劈砍就能看得出来 她先看看顾李 再看看自己脖子边属于江阳的刀 最后 她看着顾李 灿烂笑道 就是你上午发现了我 你很厉害啊 顾李腼腆一笑 被你这么夸奖 我都不好意思了 话音未落 顾李猛地跃起 一脚踢在少女的胸前 碰 少女不得不松开 抓着顾李刀身的手 整个人撞在江阳身上 带着江阳向后倒掠 江阳左手抵住少女的后背 双脚离地 滑行七八米 才堪堪停下 碰 江阳的战刀 被少女轻松掰断 她早已撑起电子队撞场 瞬间移动到距离少女 二十米的另一侧 她甩了甩断刀 看着少女 场面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他们对峙着 安静的可怕 十几秒过去 顾李眼神瞄向江阳 江阳也是满脸疑惑 为什么没爆炸 自己刚才 已经把一枚电子埋进了 这个少女的后背 怎么没动静了 你们是在等这个吗 少女嬉笑一声 然后张开嘴 吐出舌头 她的舌尖上 闪烁着一个微弱的光点 在江阳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少女用手指 把微弱的光点 从舌尖捏了下来 她好奇地看着指尖的光点 赵赫鲁 就是死在这东西上 楚思存也差点被炸死 难怪宋问琪说 你是她这辈子 见过最危险的人 你 怎么可能 江阳看到少女 把电子从口中吐了出来 还拿在手上的动作 震惊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这一幕 实在太惊恐了 她想过很多种可能 电子被她的灵力 压制了 被排斥了 甚至 自己埋进去的电子 没有达到 对撞释放能量的标准 但她从来没想过 这个少女 竟然把电子拿在手里 你很惊讶 少女看着 江阳那副惊恐 呆滞 难以置信的样子 开心极了 她没再说什么 只是扫了顾里一眼 下一刻 她把那枚电子 扔向了江阳 那里闪烁着微光的光点 来到江阳面前 江阳看着近在咫尺的光点 她看到光点内有 无数正负电子 在不断相撞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开始迸发能量 能量向外扩散 那枚电子炸开了 爆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 一道光柱 冲上滑破黑夜 冲上天际 江阳被白光吞没 江阳 顾里大吼一声 想要去救 但光柱的冲击波 又将她推了回去 刹那间 少女已经到了顾里身侧 对着她的脑袋伸出手掌 这时 顾里才看到 少女的掌心 印着一个黑色六角星 每一个角都延伸出 一条黑色的线 一条通向手腕 五条通向手指 来不及多想 顾里腾身翻转 一刀劈在少女的手掌 发出当的一声震响 顾里借力飞退 落在地上 刀上的震动 让她手臂酸痛 拱着背站起身 看着少女 道 你手上的是 风印物 她无比确定 包括少女 能把江阳的手段 从口中吐出来 捏在手里 都是因为那个奇怪的 风印物 风印物 你说是就是吧 少女抬起双手 她的两只手的手心 都印着黑色六角星 手腕和手指 连着黑色线条 她对着顾里勾勾手指 顾里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少女瞬间 出现在顾里身前 她的右手 再次伸向顾里 想要抓顾里的脑袋 顾里不敢被少女的手掌打中 打不知道 被抓或者被打一下 会有什么后果 只能快速后退 用全力在宽阔的草坪上移动 想以此开避开少女 少女再追了几次后 就停了下来 她收敛起嬉笑的表情 双手散发黑色光芒 天空更加透彻清亮 她抬起右臂 伸出食指对着顾里 冷漠下令道 停止 再不断后退的顾里 突然身体 不受控制地停了下来 她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不再想着移动和战斗 就只想站在这里 即使 她有意识地想要移动身体 但意识 却不能传达到脑海 对身体发出移动指令 少女脸色苍白了几分 漂亮的眼眸中 在刚才的一瞬间 布满血丝 她张开手掌 她掌心的黑色丝线 正在慢慢扩大 将要包裹住她的手指和手腕 即使如此 她依然再次语气 冷漠地下令道 自杀 故里眼神变得呆滞 机械式地 慢慢举起手中战刀 凑近自己的脖子 少女在下令之后 眼眶渗出鲜血 嘴唇也渗出血丝 此时 白光爆炸已经消散 江阳躺在一个 硕大的深坑之中 怎么回事 浑身蹦射电弧的江阳 在心里对自己发问 她开始怀疑 刚才那一幕的真实性 也开始怀疑自己的 电磁力 是否像是自己想象的 那般强大 对于刚才打破 她认知的一幕 她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依仗 竟然被人捏在了手上 她内心世界 险些崩塌 不断刺激身体的电弧 让她慢慢清醒过来 她发现 手掌和脚掌 需要孕养的部分 竟然被电磁爆炸打通了 灵力在身体循环之后 返回了胸前气海雪山 她竟然在这种可笑的 滑稽的情况下 晋升了灵运镜 她知道 无论是内心世界的 自我怀疑和崩溃 还是滑稽的晋升灵运镜 都不是现在应该思考的 刚才那个少女的声音 她听到了 那应该是某个 具有神奇能力的封印物 而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 想尽一切办法 杀了那个少女 得到那件封印物 然后 毁掉 第171章 顽皮窃贼 知 知 知 顾里牙咬得咯滋滋响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却阻止不了自己 她现在只剩 基本意识还清醒着 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紧咬着牙齿 希望自己别太用力 把脑袋切下来 到时老婆和孩子 来认领自己尸体的时候 会害怕 不过 总背部有手艺不错的入恋师 他们缝合尸体的技术 很不错 化妆技术也好 妈的 这么死太憋屈了 在老子的设想里 应该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在盛大的火光中 悲壮地战死 而不是 在这个空荡荡的公园里 被一个女人 用封印物整死 操 战刀抵在了脖子上 风锐的刀刃割 破了皮肤 鲜血流淌出来 少女面容猙獰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此刻的她 惨白的脸上七孔流血 本来不想动用 顽皮切切的能力 但你们太难对付了 我碰不到你们的身体 猎魔人 你太碍事了 你的境界比我高 有你在结界里 我没办法偷走 江阳任何东西 所以 你快死吧 少女的五指 一点点收缩 顾里的刀锋 一点点割开脖子 下一瞬 一道电光闪过 顾里脖紧尖的战刀 被江阳握住 同时 少女身前 突出一根黑色铁锥 重重刺在少女的掌心 当的一声 少女被撞开 亮枪后退 顾里的眼神 恢复了神采 上半身后移 躲开刀刃 卧槽 你再晚点出现 我特么挂了个屁的 江阳咧嘴笑笑 回身看着少女 此时少女正用衣袖 擦拭着脸上的鲜血 惨白的脸上 满是鲜血抹开的痕迹 原本娇俏可爱的少女 瞬间如同 厉鬼般猙獰可怕 远处 暗中潜伏的藏青 在江阳 被电光吞没那一刻 就想要出手 但她感知到 这让她不敢出手 或许 在自己动手杀江阳之前 就已经被那位 暗中保护江阳的 灵欲镜轰杀 果然 江阳不会就这么来这里 她还有后手 今晚 她就是想以 她自己做诱饵 引出自己 简雅似乎也失手了 那个猎魔人 是灵济镜 她的顽皮窃贼 能力无法再没有触碰下 对比她高境界的武者 产生作用 她会用生命力 作为代价 使用能力 强杀江阳 和那个猎魔人吗 藏青不禁在想 她不敢赌 也不敢现身 只能隐秘气息 偷偷溜走 另一边 绿鹰公园上 江阳和顾里 围攻简雅 他们也有着限制 从刚才的状况来看 虽然不知道这个少女 所持有 封印物序列 是什么 能力是什么 但他们知道 绝对不能被她的手碰到 这一点 从刚才她追击 顾里的情形 就能看得出来 而远距离发动能力 她的身体 也会被 封印物的副作用反噬 顾里见江阳 真的发了狠 连忙江阳蛇的眼色 江阳会议 逐渐收敛 对少女的杀意 虽然自己很忌惮 这个封印物序列里的能力 但只要他们 最终都死了 就可以解决 对自己的威胁 两人同时 对简雅横斩一刀 简雅艰难地 抬起双手 接住两人的刀锋 但也被震得倒飞出去 她正好借助这股力量 逃出绿鹰公园 几个起落间 身影消失不见 吃 江阳把断刀插在地上 长舒一口气 坐在了地上 望着简雅逃走的方向 哼了声 道 两人都受挫 随周还有灵欲镜 打不过 也逃不了 这应该能坚定他们 联合宋问齐的决心吧 顾里潘西坐下 把战刀横在膝上 抹了 把脖子的伤口 回道 会的 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都会想自己是怎么落到如今 这幅境地 源头在宋问齐 要么宋问齐 来救他们 要么拉宋问齐下水 顾里呲牙咧嘴的扭扭脖子 说道 按照你的设想 这几天 南部和西部 两个跟西南战区相邻的战区 就会发生大事 甲眼副司令 会作为战礼 被调走 宋问齐就会在这个空隙 来随周解决你 你能确定吗 不确定 江阳摇摇头 不能小看任何人 宋问齐 更是不能轻视 甲爷此时此刻 已经在随周 某个地方了 等五天 如果五天 内甲爷被某件事引走 就正常开始计划 如果甲爷没被引走 那就直接拍死藏青 顶头站起身 拉起江阳 两人回了酒店 华太府小区 柳鹿河家 简牙对着垃圾 捅吐了口血 随后剧烈咳嗽 她斜眼瞥了下藏青 藏青解释道 有一个灵力 比我强的灵欲镜附近 我如果出现 你我都要死 我不要解释 就想问你该怎么办 简牙吐了口血唾沫 脸上浮现绿色 原本只是在这里 治疗你的伤 然后我们就出国 得到了好处 就该躲避追杀 而你呢 爱上了一个女人 藏青 你不觉得 你太可笑了吗 爱情 你配吗 你是个背弃了 舞者信念 自私自利的一神会成员 你是只只能躲在 阴暗肮脏下水道里的老鼠 只配在异国他乡的 陌生土地上 腐烂发臭 我们本可以在腐烂前 舒舒服服地活很多年 但是你的决定拖累了我们 现在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在这里等死 灵欲镜舞者 别自作多情了 只是个唯情所类的软淡罢了 藏青沉默着一言不发 任凭简雅怒骂讥讽 简雅躺在床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低调灯 两酒后 开口道 联系宋问琪 如果他不来救我们 你就把他还隐藏着的势力名单 交给猎魔队 我也上交 顽皮窃贼 用这些 换我活下来 滨海的事 我没有直接参与 猎魔队 不会杀我 顶多把我监禁起来 藏青点点头 这时 敲门声响起 简雅看了屋门一眼 急笑道 快去看看你的爱人吧 你没几天可活了 对了 他也是 包庇你可是重罪 最好的结果 是跟我一起被监禁起来 放心 在老里 我会照顾他的 毕竟 他也算是我的后妈 第172章 被糟蹋了的人生 华太府 柳露何家 客厅里 藏青和柳露何相断做 炒菜心 炖牛肉 红烧鸡块 豆腐丝汤 柳露何捧着碗 安静吃饭 看藏青碗里的饭吃完了 他放下碗筷 对藏青伸出手 声音很轻柔 我去给你添饭 藏青把碗里 最后几个米粒 扒拉进嘴里 碗递给柳露何 重新添了一碗饭 两人又恢复了 之前安静的状态 藏青背后的 电视播放着一部 仙侠古装剧 大多时候 看电视 不是想看 而是为了有个声音 柳露何望了望次卧 低声询问 小雅不吃吗 藏青僵硬的脸上 扯了一抹笑 他在外面吃过了 玩了一天 累了 他这么大的女孩子 应该上学的 随州有学校 户口很好解决 可以落在我的房子上 柳露何捧着碗 脸上带着浅笑 眉眼微弯 眼眸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似乎下一句他就会说 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生活 我们要走了 藏青突然说 柳露何的畅想戛然而止 眼神呆呆地望着藏青 藏青停下吃饭的动作 他不敢跟柳露何对视 沉默了片刻 嗓音低沉地说道 我们原本 是想去澳洲的 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够长了 柳露何正要说话 藏青又说 去澳洲找小雅的妈妈 柳露何挣住了 挽留的话就在嘴边 又硬生生咽了下去 他有一万个理由挽留藏青 但没有一个理由 阻止一个孩子去找妈妈 两人相对沉默着 电视上 仙界的神君 正在猪妖台上发疯 为什么天不容我 三界六道责任 为何压在我的身上 你们可曾问过我 今日本仙君便是踢去仙谷 万劫不复 也要护他 柳露何眼眶蓄着水雾 双眼直直地望着眼前 这个滴着脑袋 几乎以粗鲁的方式 闯进自己的世界 现在又像的安纯一样 不敢看自己的男人 他用力咬着嘴唇 委屈得不行 但也只能嘀嘀地N一声 把碗里的米饭 大口送进嘴里 轻轻放下碗筷 起身走向房间 但走了一半 又返回来 撒气似乎用力推开藏青 动 藏青从小凳子上跌坐在地 右手拿着筷子 左手拿着碗 碗里刚添的米饭一口没吃 全扣脸上了 他被柳露何吓了一跳 半躺在地板上 傻愣愣望着柳露何 柳露何居高临下地瞥了他一眼 从茶几下拿出遥控器 关掉电视 把遥控器重重摔在沙发上 转身回了卧室 碰 卧室门被重重关上 次卧的简雅听到了动静 打开门 走到沙发坐下 看看茶几上的三菜一汤 小嘴就跟脆了毒一样 年轻的后妈 手艺不错 你还躺在地上干什么 快吃啊 以后就吃不到了 藏青看了简雅一眼 默默坐在地上 一粒粒把米饭捡起来 就按你说的 我会联系宋问琪 最坏的结果是我死 你被监禁 今晚那位林玉静没动手 说明他们也有利用我 引出宋问琪的意思 这一点 咱们就当不知道 只把江阳在隋州的事 告诉宋问琪 西南战区只有一个假眼 能对宋问琪造成威胁 简雅开口打断道 宋问琪身后 还有一支猎杀小队 李远述也是林玉静 宋问琪现在的处境也不乐观 你要想办法让他甘愿冒险 藏青略做思索后 道 我放出消息 西部战区某个城市 将有空间裂缝降临 里面有王极异兽 周边战区能够压制 王极异兽的 只有林玉静的假眼 以此引走他 减轻宋问琪的压力 简雅问道 那江阳突然出现在隋州 该怎么解释 藏青呵呵一笑 他为什么出现在隋州的理由 从我口中说出来 反倒是太假了 既然江阳是为了我来的隋州 同时也有引诱宋问琪的意思 那他一定会有某个正当出现在 西南战区和隋州的理由 这一点不用我们管 如果他没有呢 简雅追问 藏青抬头看了他一眼 道 那我会给你制造机会 你在暗中用顽皮窃贼 偷走他的人性 然后投降 保住你的命 简雅嘴巴折了下 有时候我很佩服你 都想好要投降了 还敢搞小动作 藏青哼了声 要不是他 我们现在正好好过日子呢 简雅吃笑道 要不是你们 人家也跟着老师 好好过日子呢 裴东行本来就要老死了 再说 我答应送问琪的条件 是为了给你要顽皮窃贼 所以 你养好了伤 为什么不走 非要留在这里 等着江阳来报复你 还不是因为柳露河 左右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你要是喜欢 就带去澳洲 怎么就必须留在这里 什么叫左右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小雅 你也是女性 难道你不想得到尊重吗 我没说我不是女的 但我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 爱不敢有作为 走又舍不得 优柔寡断 害了所有人 你 藏青把碗筷拍在茶几上 眼含怒气地看着简雅 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了 说得不对吗 简牙冷哼一声 筷子夹了一块牛肉 放到碗里 疾风语气不仅半分地说道 说得好听 跟宋问琪合作 是为了要顽皮窃贼 给我防身 你问过我了吗 还有 现在这种处境 就算我们拿着顽皮窃贼 又能怎么样 贼 就是贼 就算偷来了金山银山 也不敢堂堂正正地 站在阳光下 宋问琪 晋升了玲珑镜 每天像条狗一样被人追杀 我们也像只老鼠 躲在下水道里 莫里莫斯或许已经全身溃烂 痛苦地死去了 也就储思存是幸运的 他死了 简牙拨弄着那块牛肉 欲调虽然讥讽又平静 但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 他抬头望着藏青 藏青 我想不明白 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加入猎魔队呢 那样 你站死了 我还能享受到优待 安安稳稳地生活着 藏青彻底没了脾气 他亏欠简牙 事实上 他也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到了今天这一步 哼 藏青苦涩一笑 坐了下来 你妈妈是异神会的成员 我为了他也只能加入 咋 你还真是个大情种 简牙再次打断他 紧跟着说 那个女人追寻了梦想 你收获了爱情 只不过是糟蹋了我的人生而已 第173章 干掉字幕组 我就是天下第一 不管藏青他们怎么折腾 结果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因为假眼说过 运气好 做掉宋问琪 运气不好 保底做掉藏青 这取决于各方怎样操作了 假眼跟李远树将军通了话 交流了下意见 李远树是个性格随和 情绪稳定的人 说白了 就是属水屯的 卡皮巴拉属性点满 你们让我坐镇战区就老实待着 你们让我追杀宋问琪 我就去干他 假眼说 要算计宋问琪 他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弄死宋问琪 任务就算结束了 谁弄死的不重要 行 我听你安排 你给我个位置 我带队过去 李远树说道 假眼是知道李远树性格的 也没多说客套话 给李远树报了个位置后 说道 老李 这次可能要请你出手 我有个晚辈 不知道用什么代价 请了个高级舞者 你也知道 他一个孩子 能拿出手的代价 无非是祖伴传来下的那点家当 他自己还不够用的 不能随便糟蹋 你就当帮我个忙 我欠你个人情 李远树根本没当回事 不虚不缓地说 没事 反正也是我的任务 正好 铃铛在我这里 能稍微克制 名神雾蛇的双眸 让江阳 嗨嗨 让你的那个后辈 不用请人了 我去就可以了 好 谢谢了 等事情落定 回中心站区树职 我请你喝酒 嗯 就这样吧 有什么变动随时通知我 电话挂断 假眼放下电话 深深吐了口气 他心里一直在想着 江阳会用什么宝贝 作为代价勤打手 他们那一门留下的东西 每件都是珍宝 若是以后用在江阳的晋升路上 浪费多少也不心疼 但是作为筹码给别人 那不行 肯定不行 假眼看向办公桌上的相框 一个中年人和两个年轻人 并肩站立在金海湖边 中年人身量不高 面容瘦削 两个年轻人站在左右 笑容阳光灿烂 碧海蓝天金犹在 只是不见当年人 官老 小培 圣鲁塞尔餐厅 受了伤的故里 要吃点好的 江阳也觉得 应该让他做个饱死鬼 于是就带他去了这家餐厅 这家餐厅 打着发餐的名号 从老板到厨师 都是本地人 所以 这家发餐正宗吗 就跟法国的中餐厅一样 啥也别说了 来份左宗堂鸡 来到这家发餐 先来几个菊窝牛 尝尝咸淡 那件封印物我 已经发回去 让战友帮忙查了 等消息吧 故里一边吃一边说 嗯 江阳兴致不高地点点头 能从身体里 把电子吐出来 又拿在手上 这一幕 简直震碎了江阳的世界观 直到现在 他仍然心有余悸 也许 我不该过度依赖 电磁力 这个世界有各种 稀奇古怪的 封印物序列 谁知道有什么能力 恰好克制自己 万一玩脱了 小命可就没了 江阳心里暗暗想着 他看着一边大块朵鸡 一边查看菜单的故里 心情复杂 今天 这位黑眼圈老哥 差一点点就凉了 难得他 还有闲心大吃大喝 察觉到江阳在看自己 顾里眨眨眼 看了看满桌子 不便宜的美食 那个 不破费吧 算不上破费 吃吧 江阳也是无奈了 我正担心你的小命呢 你就特么想着吃了 他抬手是一服务员 桌子上的菜 全部再上一份 服务员想问问 你们吃得完吗 但看到顾里的风卷 残云进食法 把话又咽了回去 肯定能吃完 两人吃完了饭 回到酒店休息 凌晨五点多 一条有关于空间裂缝降临的消息 不知从哪里散播开来 西部战区罗川市 将有空间裂缝降临 空间裂缝内 会出现极度危险的 王极异兽 西部 南部 西南 三个战区高层 全都紧张了起来 但 罗川市猎魔队总队长猛了 谁他妈说 罗川市有空间裂缝降临的 还王极异兽 一时间 他的电话被打爆了 硬生生从睡梦中被薅起来 开视频大会 西部战区高层特别重视 整个罗川市城防军 在一连猛逼中开始全程布防 加大林子探测范围 凌晨五点四十分 三个战区高层决定 让林荣静的假眼 带着由三个战区 抽调林玉静战力 进入空间裂缝 击杀王极异兽 对此 假眼没什么意见 并且还给李远树打了个电话 让他即刻动身去指定位置 六点零五分 江阳接到假眼电话 得知他要去西部战区的罗川市 执行空间裂缝任务 假爷 这是宋文奇做的吗 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 理由正当 我无法拒绝 你那边要小心 对了 你不用请人了 我请了个更靠谱的 而且免费 免费 免费的靠谱吗 江阳心里暗暗想着 那好 假爷 你也小心点 放心吧 假眼匆匆挂断电话 江阳没了睡意 想了会儿事情 然后 坐起来修炼 晋升了灵运镜 身体得到灵力运养 身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增加强度 灵力在身体里循环之后 回归到胸前气海雪山 凝聚灵源 等到灵源凝食 能自行吸收天地间飘散的灵子 转换成灵力之后 形成内蕴 就表示已经 晋升到了灵源镜 起先是一团气 需要慢慢凝食 只是江阳不知道 怎么才算凝食 灵源大小有没有标准 等顾虑睡醒了 问问他吧 澳洲 克托尔市 经水经餐厅内 宋文奇放下香槟杯 透过窗户 看向外面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 突然笑了笑 一动视线 看着坐在对面的 有着明显澳洲人特征的女人 你的丈夫和女儿 等着我去救命 你说 我应不应该去 女人抿了口香槟 不慎在意道 宋先生 你的措辞有问题 他们是我前夫 和只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你去不去救他们 是你的自由 宋文奇笑了笑 可他刚才的话中 威胁意味明显 如果我不去 他们会把所有还没被找出来 跟我有关的人 告诉猎魔队 这其中也包括 一直站在我背后的你 女人抬眼看向宋文奇 你在威胁我 不 你误会了 梅奥娜女士 我想杀一个人 但这个圈套太明显了 他们可能会有两位 甚至三位 林荣静等着我 我只是 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你想杀什么人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梅奥娜重复这句话 看向宋文奇的眼神 就像在说 你没问题吧 宋文奇收敛表情 神色认真到 一个极度危险 天赋极好的年轻人 第174章 他们对视 黄豆 或者 红豆 面对江阳的问题 躺在床上发呆的顾虑 给出了答案 他告诉江阳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但大多数舞者 都会把陵园 凝食到黄豆 或者红豆那么大 江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 汽海雪山里的那团灵气 那团淡青色的灵气中 有个乒乓球大小的陵园 虽然还没凝食 但已经有了雏形 并且 伴随着林子的吸收 还有变大的趋势 红豆 黄豆 自己这特么 好像是乒乓球啊 难道 就像顾虑说的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自己天生就比很多人都大 江阳看看顾虑 发现这个家伙 已经睡上了回龙觉 也许 初始都一样 等凝食了 就变成红豆那么大了 电磁力场夹杂着灵力 慢慢铺开 晋升灵运镜之后 电磁力场最大能覆盖800米 灵感也敏锐了很多 这能更好的捕捉 和吸收林子 大约十几分钟后 江阳的灵子和左眼 出现酸痛迹象 他赶紧停止修炼 捂着左眼 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 看着自己的眼睛 往灵子和左眼中 灌注灵力 顿时 左眼出现星星点点 但从眼内向外延伸的灵纹 好像暗淡了一些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连接着灵子和的视觉神经 出现不适感 他立刻收回灵力 渐渐地 左眼恢复 这种情况 之前没有出现过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没人能给他答疑解惑 打开水龙头 洗了把脸 回到床上想了想 拨通了刘四红的电话 刘四红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打给贾富伦 他也不清楚 最后 没办法 打给了假眼 假眼想了想 问道 你修炼时 灵子和有没有灵子异散 没有 江阳很确定没有 昨晚他修炼的时候 灵子和一直很稳定 在正常情况下 灵子和都需要特殊容器封存 以免灵子异散 我一直以为 你修炼得这么快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灵子和的缘故 假眼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你先停止修炼 我有个老朋友 对灵子和很有研究 我去问问他 等我回信 好 谢谢假眼 行了 程天县 你不累 我都嫌烦了 你就当我怀你事业人情 反正你事业的人情 我这辈子都还不完 江阳拿着电话 心中不由地感叹 我今天才终于明白 什么叫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 晚辈江阳 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 江阳看了看 还在睡觉的顾里 昨天战斗 消耗巨大 脖子还受了伤 就让他睡吧 江阳独自去 酒店餐厅 吃了早饭 然后 给顾里带了三人份的早餐回来 顾里起床 就看到床边的早餐车 没什么比这更爽的了 下床 洗漱 然后 又坐回到床上 享用早餐 你怎么把早餐车推来了 顾里问道 江阳的回答 很简单 有钱就可以 莫毛病 大兄弟你 现在纯纯一副爆发护的嘴脸 不过 我喜欢 顾里的早餐还没吃完 他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隋州猎魔队打来的 顾里说了句 然后 接通 不过 他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江阳看着他 他沉声说道 柳陆河在隋州车站 他要跑 江阳豁然起身 谁也别想跑 看到江阳杀气 沉沉的样子 顾里说道 他只是个普通人 也许 他也不知道 藏青是什么人 江阳看了他一眼 但他知道购买 灵域药剂 是啊 知道隐秘购买 灵域药剂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藏青是灵域禁武者 武者也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他真的是个傻白田 怎么孤身在城市里 打拼这么多年 顾里没再说什么 或许 那份 刻进了骨子里的 猎魔人职责 让他有了下意识反应 或许 他认为 柳陆河只是被藏青胁迫的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江阳不会允许他离开隋州 隋州车站 三位猎魔人 在不同方位盯着柳陆河 同时 他们在人群中 搜寻着藏青的身影 江阳和顾里来到车站 在猎魔人的指引下 看到了 在后车大厅的柳陆河 我去找他 你在我五十米内 江阳对顾里说了句 直接走向低着脑袋 坐在连排 椅子上等车的柳陆河 他在柳陆河身旁坐下 柳陆河没看江阳 只是拱着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电磁力场铺开 查探藏青磁场的时候 渗透进柳陆河的脑中 你是江阳 柳陆河突然转头看向江阳 没有任何铺垫 就这样说了出来 江阳收回了 渗透柳陆河脑海的电磁力 微微一笑 让我很意外 柳小姐竟然认识我 柳陆河点点头 店员把店里的监控 发给了我 说是来了老客户 让我维系客户 做业绩 而且 我也知道你的名字 就认出来了 嗯 江阳点点头 既然如此 也不用我多废口舌了 就请柳小姐回去吧 好 令江阳没想到的是 柳陆河竟然这么简单就答应了 她坐在连排椅子上 目光正正地望着江阳 江阳微微皱眉 这女人到底在干什么 突然 柳陆河笑了 笑得灿烂 笑得畅快 笑得得意 笑得带着一抹讥讽 这时 一位猎魔人 跑到江阳面前 看了眼柳陆河 对江阳说道 藏青来了 江阳一愣 还没做出反应 柳陆河 陡然尖叫了起来 怎么可能 我让他们跑的 他们为什么 还要过来 随后 他发了疯一样 跑到窗边 透过窗户 看到车站广场上 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 正养着脑袋 看到他的那一刻 挥着手 对着他咧嘴傻笑 柳陆河 瞬间泪如雨下 身体瘫软 坐在地上 口中不断念叨着 你为什么不跑 为什么不跑 柳陆河身后脚步声响起 江阳来到窗边 站在柳陆河身后 从二楼 透过窗户 俯视藏青 藏青在看到江阳的那一刻 脸上的笑 慢慢收敛 神色变得冷峻 他们对侍着 眼中酝酿着杀意 在江阳身后 聚集了 加上顾里在内 四位猎魔人 他们摘下黑色长条包 准备随时拔刀 那三个猎魔人 不认识江阳 也不认识顾里 但他们知道 顾里是来自 西南战区的战友 这就足够了 周围人群 早已注意到了 那边的情况 特别是那四个男人 站在那一男一女身后 黑色的长条包里 露出刀柄时 他们似乎明白 发生了什么 很自觉地 在躲在一旁 他们没有乱跑乱叫 始终很安静 江阳抬手 放在玻璃上 电磁力涌动 如珠网般 布满玻璃 叮叮叮 瘦大的落地窗玻璃 发出清脆声响 如珍珠洒地 玻璃窗崩散成 绚烂碎片 那些不规则的玻璃碎片 在江阳手中 凝聚成一柄 晶莹璀璨的长刀 车站广场上的藏青 下一瞬 出现在江阳身前 藏青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感到令人发冷的平静 他从未在任何人身上 感到如此纯粹的杀意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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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拔刀 即使他们面对 凌玉镜的藏青 如同皮肤汗大树 但依然选择拔刀 舞者的尊严 猎魔人的职责 不允许他们 所有人都看向那两个对峙的男人 似乎下一秒 他们就会如雄狮 争抢地盘一般地厮杀在一起 亮出利爪和尖牙 置对方于死地 动 沉闷的撞击声 在江阳脚下响起 江阳转移视线 向下看去 柳璐河 忽然对着江阳跪下了 他无声地哭泣着 脑袋重重磕在地上 他什么都没说 除了磕头声 也没发出其他声音 他在祈求江阳 或许 他疯了 他为了一个 认识不到三个月的男人 做到了这种地步 不惜现身车站 吸引目光 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 为了爱情 卑微地祈求江阳 放过他的男人 但是 爱情 就是会让人发疯 做出很多 旁人无法理解的事 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这恰恰 又是最真实的自己 他跪在江阳脚下 伸出双手抓住 那把金银璀璨的长刀 手掌被割伤 鲜血滴落 在光滑的地砖上 砸出一朵刺眼的血花 藏青心脏无比抽痛 懊悔之情如同一把钢锯 反复在他心脏上 狠狠划过 鲜血淋漓 千疮百孔 他与江阳对峙的眼神退缩了 躲避了江阳的目光 有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等待了片刻之后 藏青缓缓蹲下来 扶住柳露和双臂 把他的手 从长刀上温柔地拿下来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他摸摸柳露和满是泪痕的脸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回来了 为什么不走 你应该离开的 柳露和抬起头 泪眼看着藏青 水雾再次模糊了他的视线 我不能走 是我连累了你 藏青说 如果我离开 你的罪就更重了 这辈子很可能再也看不到太阳 看不到天空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怎么忍心 让你在暗无天日的牢里 度过余生 蹭 江阳的刀架在了藏青的肩膀上 低头看着两人 神色冷漠 韩生道 你们的苦情细烂透了 他讥笑了声 仿佛看到了天下最可笑 最恶心的一幕 你不走 是因为你逃不了 你不跟我们动手 是因为 忌惮那位在暗中的灵欲精烈默然 他的语气 骤然变得森寒 恍如领冬刺骨的寒风 一道道电磁立场 横扫出去 重重覆盖在整个车站上空 在我眼里 你甚至都比不上莫里莫斯 那个垃圾 璀璨的长刀 切开了藏青的肩膀 鲜血顺着刀刃 在刀尖滴落 你欺骗了这个女人的感情 还妄想 博取我们的同情 藏青 你想要什么 就明说了吧 我没心情 陪你在这里演戏 藏青回头 看着江阳 嘴唇动了动 江阳眸光微动 思虑片刻 把长刀 从藏青的肩膀上撤下来 藏青弯腰 把柳露盒抱起来 再次看了眼江阳 微微点头 从二楼一跃而下 离开了车站 江阳望着藏青 抱着柳露盒离开的背影 松开手中刀 那柄由玻璃碎片 凝裂而成的长刀 瞬间崩散 在电弧的勾连下 重新排列重组 玻璃恢复如初 顾里见江阳 有了决定 没问为什么 只是跟三个猎魔人 简单交流一下 两人离开了隋州车站 回酒店的路上 开着车的顾里 突然笑了下 柳露盒突然跪下求你 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说藏青 给柳露盒下了什么药 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女人 就甘愿为 她做这样的事 江阳摇摇头 我要是知道 早去骗富婆 走上人生巅峰了 也是 顾里扎默了下嘴 说道 今天这阵势 我以为要干呢 没想到 开头很意外 结局很狗血 果然 世界就是个大型戏班子 一个个的 都特么是演员 江老板 你说句实话 柳露盒对你下跪的那一刻 你有没有心软 不知什么时候 顾里对江阳的称呼 变成了江老板 没有 江阳回答得很干脆 真的没有 说实话 我当时都震惊了 心里有点 不适滋味 顾里满 是感叹地说 江阳坐在副驾驶 转头看了眼顾里 沉默片刻后 说 隋州车站距离咱们酒店 有25分钟的车程 咱们接到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在车站了 而离开隋州的动车 随便哪一辆 他都可以走 为什么还要等咱们 吸引注意力 给藏青制造机会逃走呗 顾里自然而然地回答 江阳摇摇头 不是 起先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当时 咱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顾里想不到 自己忽略了什么问题 江阳慢慢解释道 柳露河和藏青是一起的 或者说 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柳露河一个普通人 要做什么 怎么可能逃过藏青的眼睛 藏青知道他已经逃不了了 为什么还放任柳露河这么做 还要在咱们都在现场 车站里 还有很多普通人的情况下 他才出现 最重要的是 柳露河一个要逃跑的人 不选择开车抄底到小路 竟然选择坐动车 而且 车票还他妈 买一个小时后 去临城的 谁逃跑去车站 等一小时车啊 哈哈 顾里听完笑的不行 很多事 似乎不能仔细想 想通了全是乐子 特别是 从将养口中说出来 就更可乐了 第176章 不吃也行 不要也行 所以 你觉得柳露河 故意去车站 吸引我们 给藏青制造逃走机会 然后 柳露河下跪 藏青说的那些话 都是为了给咱们看的 顾里说道 嗯 江阳点了点头 他通过电磁力 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藏青和柳露河的情绪 他们根本没有 特别激烈的情绪波动 可能 是想给柳露河打造一个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 傻女人人设吧 在之后的审判中 博取同情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 他也只是被欺骗了 感情的傻女人而已 江阳脑袋枕 在椅背上 深深叹了口气 除了这一点 他想不到 藏青这么做的目的 还能是什么 电磁力是个很好的能力 能通过磁场 感知到生物的情绪波动 以此来判断一些事情 但又让江阳很难受 因为这样 他会看到很多人心的丑陋 对自己的情绪 造成影响 这很可能会在以后 他灵虚静静静静静欲静 关心的时候 构成危险因素 人类啊 真贪娘的可怕 顾李在听完江阳的分析之后 不由地发出感叹 其实 在此之前 他心里 对柳陆河的印象 就是一个被欺骗感情的傻女人 他扫了 正在闭目养神的江阳 不禁问道 江老板 你有这样类似 能够看破人心的能力 会不会觉得困扰 还可以吧 不算困扰 就是有点累了 江阳笑了笑 深吸口气 身体挪了挪 调整了下姿势 我睡会儿 好 华太府 柳陆河家 藏青赤裸着上身 柳陆河正在给他包扎肩膀的伤口 我们立刻就走 陆河 你这段时间就在家里 哪都不要去 等事情我们把事情处理完 会有猎魔队来找你 他们问你什么 你都照实回答 总之 你现在就是被我欺骗了感情的普通女人 柳陆河低着头 不言语 藏青回头看向他 语气加重 听懂了没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 千万不能有半分差错 江阳已经识破了我们 但我还有筹码 让他对你的事保持沉默 你必须按我说的做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你 柳陆河点点头 依旧没有说话 藏青虚了口气 看向窝在沙发上 玩手机游戏的简雅 接下来 就是你了 简雅似乎特别喜欢打断藏青说话 他头也不抬得说 放心 只要让我活命 我肯定好好配合你 别说给在大庭广众下 给江阳下跪磕头了 就是让我陪他睡觉 我都能玩出各种姿势 他要是喜欢特殊制服 我也 闭嘴 作为父亲 听到女儿这么说 藏青是真忍不乐 简雅看了他一眼 撇撇嘴 没说话 藏青捂着肩膀的伤 悠悠叹了口气 就算我很后悔之前所做的一切 也无济于事了 时间不能倒流 现在只能尽可能地保全你们 哇 您可真伟大 简雅玩着手机 语气平淡地配合了一句 藏青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沉默了 江阳今天的举动 全都被假眼派来的那位 灵狱精猎魔人 上报到了西南战区总被部 西南战区总司令只是看了眼 就把信息转给了假眼 他不想管江阳的事 帮或不帮 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 在这件事情上 他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放权 给假眼 无论从何种考虑 身为一个战区总司令的他 都不能有任何倾向性的态度 不然会被很多人诟病 西南战区只是为了一个人的恩怨 就抽掉了那么多的高级武者 难道你们不顾西南战区人民的安危了吗 这才是身为总司令的最大压力 假眼在接到信息后 当即就明白了 一定是宋问琪答应了藏青的求援 而藏青也知道自己活不了 正在给身边人找后路 他打电话给李远树 要他带人靠近隋州 宋问琪随时都有可能来隋州 要他保护江阳的安全 李远树面对假眼的要求 回答只有两个字 好的 假眼内心愈发地紧张起来 江阳现在的处境就像走钢丝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他还要去西部战区的罗川市走个过场 毕竟是三个战区的联合任务 随便离开 所以只能请李远树保护江阳 李远树这边 一家小饭店里 三个中年人 齐齐看着正在打电话的兽老头 李远树挂断电话 见三个队员症 神色古怪地看着自己 他愣了下 随即温和笑了笑 举着手机 道 任务又变了 咱们可能要提前跟宋问琪交手 到时候 你们要小心一点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竟有些沉默 其中一人忍不住说道 将军 我们三个是灵神镜 倒也不用太紧小声微 哼哼 李远树放下手机 笑着说 宋问琪是零容镜 还是有点实力的 小心些没错 他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麻辣豆腐 送进嘴里 接着 眉头皱了起来 将军 怎么了 太辣了 那我再要一个不辣的菜 没事 我不吃就行了 你们吃 三人开始动快 然而 李远树继续说道 吃完 咱们好上路 三人停下加菜的动作 同时抬头看着李远树 这个瘦老头 正愣了三秒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尴尬的解释 上路是指赶路 去隋州 不是去死 我们知道了 将军 快吃饭吧 将军 您选的这家店都是辣菜 我去给您要碗面 好 小碗的就行 要煎鸡蛋吗 不要也行 好的 服务员 要一个小粪面 不要辣 煎两个鸡蛋 服务员看着三个标形大汉 照顾一个老头 感觉很有意思 特别是那个又瘦又黑的老头 说话笑眯眯慢吞吞的 一看就是温和的老人家 第177章 信息量不大 江阳和顾力刚在酒店餐厅吃午饭 周围就出现了藏青的生物磁场 江阳看了眼正在大块躲移的顾力 心想 面对灵欲进舞者 极尽距离下 一个人和两个人没什么差别 基本都是白给 顾力 你先吃 我出去打个电话 江老板 你得在我的视线里 顾力一边吃饭 一边默默说道 好的 你放心吃吧 江阳应了声 骑身来到餐厅门口 等待了片刻 拿出手机倚着门 像是在发信息 过里看看江阳 继续吃饭 餐厅门外 藏青站在墙边 你想对我说什么 江阳说着 转头对上顾力的视线后 还笑了下 藏青活动了下受伤的肩膀 说道 我只想保下柳露和 还有我女儿减雅 你答应我 我会把封印物序列25 顽皮窃贼送给你 虽然顽皮窃贼 只排序在第二十五 但能力很强大 可以判定持有者的境界 通过接触 来偷取与持有者相同境界 以及更低境界的舞者任何事物 包括寿命 欲望 命运 情绪 器官 副作用呢 江阳问道 通过接触偷取 没有副作用 不通过接触偷取 会损耗寿命 如果在不接触的情况下 强行偷取比自身境界高的舞者 损耗的寿命加倍 藏青顿了顿 说道 这件封印物有境界限制 对凌容镜以上无效 相同的 对王级以上一寿 一阶一级以上的一魔 都无效 但对你现在来说 很合适 江阳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点了支烟 藏青也没有催促他 他知道江阳需要权衡 一支烟抽到一半 江阳开口了 不够 你还想要什么 我要你的人头 好 我给你 只要你答应 就算去滨海陪大师目前 砍下我的脑袋 我也配合 江阳嗡了声 他很想知道 藏青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藏青 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在乎爱情和女儿 这让我很难理解 方便告诉我吗 藏青摸索着身上的口袋 江阳把烟盒火递了过去 谢谢 藏青熟练地点了支烟 靠在墙上 沉默了许久 似是在回忆往事 他突兀地笑了笑 说道 因为我在保持人性 嗯 继续说 江阳应了声 藏青说道 舞者在晋升灵欲镜的时候 会有关心的过程 说的简单些 就是从第三视角 去看内心最深处真实的自己 复杂多变的人性 纯粹邪恶的兽性 简单至真的神性 都会呈现在眼前 之前做过的所有事 都会归于三性 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天生的人性 会占据主导位置 但有的舞者兽性超过人性 就会关心失败 变成一模 有的舞者人性和兽性持平 就需要增强人性 来压制兽性 而我 就是后者 藏青深深吸了口烟 苦涩一笑 道 为了不变成一模 为了保持人性 我选择爱我的女儿 我竭尽全力对她好 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对她好 有一天 宋问奇找到了我 顽皮窃贼 作为条件 让我帮她办一件事 说到这里 她瞥了眼江阳 见江阳没什么动作 她继续说道 她让我们三个去滨海 帮助她晋升凌荣镜 江阳问她 你们的作用 就是拖住我师父 不是 藏青否认了 不是 江阳愣了下 藏青吐了口烟 脸上的皮肉在抽动 深深叹了口气 道 我们三个的作用是 在宋问奇使用 明神雾蛇的双眸 静止空间 稳定灵子潮汐失败之后 屠杀滨海 用全城人的血气 来补充她被灵子潮汐 冲击的身体 但我们 被你师父拖住了 即便宋问奇杀了她 她也能通过药剂再战 明神雾蛇的双眸 虽然成功了 但那三个灵神镜的出现 也让宋问奇 没有完全吸收 十二个空间裂缝的 灵子潮汐 她对拥有 魔女裙摆 这个古斯林 很忌惮 如果当时 明神雾蛇的双眸 失败了 我们又被你师父拖住 宋问奇再没有得到 血气补充的情况下 她会被灵子潮汐 撑碎身体 她很幸运 屠杀全城人来 补充血气 宋问奇的疯狂和狠辣 真是不断刷心下线 江阳默默叹了口气 见江阳没有说话 藏青思考了下 继续说道 很多时候 人用来保持仅有的人性方法 都是寻找一个爱的目标 她笑了笑 将来 你如果看到某些灵欲镜之上的舞者 他们对任何事 任何人都很冷漠 他们谁都不爱 但他们就爱某个人 没有理由地去爱某个人 别怀疑 他们正处在人性与兽性 争夺身体的战斗中 因为选择一个目标来保持人性 而对其他视而不见 甚至是末世 这本身就是兽性残忍 和神性冷漠的中和 而神性是极致的冷漠无情 对兽性无法形成压制 所以 最终依旧是兽性 我懂了 江阳说道 所以 你谁都不爱 是吗 是 藏青笑了下 选择了一神会 见惯了邪恶 自然就失去了爱的能力 之所以我要保持人性 就是不想努力了这么多年 才晋升的灵欲镜 复之东流罢了 不想否定自己 就得想办法保持自我 不是吗 江阳 将来的某一天 你也会陷入人之三性的挣扎中 我是看不到了 但 祝你好运 话音落下 藏青把烟和火 放进江阳的裤子口袋里 一同放进去的 还有一块不大的六角星 随后 他离开了 江阳把烟头扔在 垃圾箱上的烟灰缸里 微笑着走向顾里 吃得怎么样 江阳坐下看看 桌子上的空盘子 挺好 就事量太小 顾里舔着嘴唇回答 那好吧 江阳对服务员挥挥手 再上一桌 与此同时 宋问奇和梅奥娜 正从澳洲出发来隋州 卡皮巴拉属性点满的李远树 带着他的三个灵神镜饲养员 也在快速靠近隋州 假眼带着精英小队 已经到了西南战区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林子是否稳定的检测结果 第178章 结果 酒店房间里 顾里沉沉地睡着 江阳磐腿坐在床上 左手上是装着黑雾人影的粉底盒 右手上是顽皮窃贼 通过触碰来偷取寿命 情绪 命运等等一些东西的顽皮窃贼 需要增强自主意识 以及炼制再体容器的特殊生物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顽皮窃贼 来偷取一些人 或者生物的精神意识 喂给黑雾人影 这样就可以省下购买木莲果的一大笔钱 江阳看着手上的两件物品 发散着思维 简单做个有可能的假设 行或不行 还有待验证 更令他在意的是 藏青那番话 舞者晋升灵欲镜 需要过一道砍 就是关心 这个师父说过 还给自己和之余 准备了顺利度过关心过程的药剂 守心灵的材料 而没有守心灵的舞者 也不全是看运气 从藏青那番话中 基本可以得知 人只要做了违背良心的事 就会积累在心底 壮大受性 舞者更是如此 遇到的所有不顺意不遂愿的事情 都会转变成负面情绪 大多数舞者 都会选择积压在心底 如果顺利晋升到灵虚镜 向着灵欲镜迈进 在最后突破桎梏的那一步 也就是关心之时 兽性大于人性 占据主导位置 那么 灵虚镜舞者 恐怕会直接变成一魔 人有三性 复杂多变的人性 纯粹邪恶的兽性 至真至纯的神性 舞者灵神镜之后 被称为半神 在半神之前 都是人性为主导 半神之后 神性慢慢占据主导位置 气海雪山也会跟着变化 那位凡尔赛老祖宗 灵希瑶 他是怎么在十年内 从灵元镜晋升到无量镜的 海雪山上抠下来一块神格碎片 知道的越多 越觉得这位老祖宗 牛逼大发了 向老祖宗学习 江阳思考着人之三性的问题 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 做好事 不一定能稳住人性 但做丧良心 一定会增强兽性 另一家酒店房间里 身材魁梧 满眼疲惫的藏青 拿着一袋麦当劳 和一大袋零食走进来 放下之后 强提一口气 扯出一抹笑 道 江阳答应了 虽然你依然难逃监禁 但好在命是保住了 单凭 顽皮窃贼 他就答应了 简雅放下正在进行中的游戏 目光投向藏青 藏青坐在窗边椅子上 眼中浮现痛苦挣扎之色 似乎他的意识正在剧烈波动 很快 他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灵力 慢慢地 他平静了许多 抬手捂着眼睛 缓了一会儿 说道 你跟滨海事件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不去招惹他 他不会理睬你和陆河 你们会被监禁一段时间 不过不用担心 过段时间 猎魔队就会放了你们 猎魔队要是问你 关于异神会的事 照实回答就行 知道了 简雅斟酌了一下 如果说了我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我这一辈子 恐怕都要被关在牢里了 没奥娜 没关系 即使你不说 他们也有办法让你开口 与其这样 不如少吃些苦头 藏青很清楚猎魔队的手段 那些长期与异兽一魔厮杀的猎魔人 可不是什么温柔的家伙 他们喜欢嘴硬的人 喜欢罪大恶极的人 因为折磨起来 完全没有负罪感 吃吧 藏青把炸鸡汉堡放在床尾 对着简雅笑了笑 然后 起身离开 西部战区 罗川市 罗川市列魔队在城内 城防军在城外 探测灵子波动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这座不大的三线城市 瞬间紧张起来 不过 目前为止 城市内外的灵子都很稳定 完全没有空间裂缝降临之前的 紊乱波动 一位灵欲进舞者 急匆匆来到假眼面前 道 将军 只查到消息 有可能来自东南战区 再往下追查 就要通过东南战区总备部 在不保证消息真实性的情况下 要求东南战区帮助追查 很可能会引起东南战区总备部里 某些潜伏分子的注意 假眼听得很认真 但听到最后这半句话时 立刻横了那人一眼 语气不悦道 你在怀疑你的战友 不 将军误会了 他并没有假眼的不悦语气 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他不卑不亢地说道 裴大师的徒弟江阳在隋州 藏青也在隋州 很明显 江阳就是冲着藏青去的 在这个结果眼上 传出了能够调动 大规模战力的空间裂缝 就很值得怀疑 再加上 消息是从东南战区传出来的 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 东南战区有没有完全清除蛀虫 如果 把我们正在调查消息来源的事情 传到东南战区总备部的蛀虫耳中 然后 改变了某个计划 很可能会对江阳大师不利 假眼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你的建议呢 那位灵狱进舞者沉映了下 道 我的建议是 再等十个小时 如果罗川市没有空间裂缝降临 将军立刻赶去隋州 这时 旁边一位灵狱进舞者开口道 十个小时太久了 如果真有什么事在酝酿 或是正在朝着某种方向在进行 将军根本来不及赶到隋州 从现在开始 五个小时后 将军赶往隋州 八个小时后 我们上报西部战区总备部 打个时间差 如果什么事 三个小时足够将军回来了 如果有事 将军顶多算是应急处理事件 不算擅自脱离队伍 队伍里几人互相看看 纷纷点头 他们都是三个战区的灵狱进舞者 自然明白 这其中的厉害 对于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基本都是门清 好 五个小时后我出发 谢谢诸位了 假眼站起来 环视众人 天色渐暗 假眼不是那么好骗的 李远树突然放松 对你的追杀也很奇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隋州很可能有天罗地网在等着你 我很好奇 你打算怎么做 距离隋州不远的郊外 梅奥娜坐在一杆金色的长枪上 漂浮在半空 她望着藏在云雾中的隋州 饶有兴致地问道 宋问奇沉默地拿出 名神雾蛇的双眸 第179章 丁 宋问奇那只血管和筋骨 都十分清晰地苍白手掌 拖着名神雾蛇的双眸 像是在回答梅奥娜问题 也像是自言自语 我在滨海 吸收的磷子潮汐并不完整 原本计划12个空间裂缝的磷子潮汐 足够我破神戎灵后的恢复 但被江阳破坏了 或许 连她自己都没发现 她拥有的磷子盒 在无形中吸收了半个空间裂缝的磷子潮汐 而且 她的天赋让人恐惧 如果不在她弱小的时候杀掉她 那将来 死的一定是我 虽然 就这么杀死她很可惜 毕竟她的脑袋里 有传承了几千年的药剂密测 但 她已经成为了我心中的一根刺 即使我现在已经孕育出神性 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神性始终无法很好的压制人性和兽性 如果继续下去 随着神性的强大 人性和兽性也会随之强大 终有一天 神性会被人性和兽性吞噬 我几十年的努力 就会成为笑话 而这一切 就是因为她还活着 也许 都是巧合 裴东行在临死前 收了江阳这个徒弟 江阳还拥有令人极度到发狂的 超进制序列 有很巧合的她得到了磷子和左眼 然后 又在我晋升之际 吸收了半个空间裂缝的磷子潮汐 让我的神性 无法压制人性和兽性 我要杀掉她 去除藏在人性里的恨 去除藏在兽性里的聚 让人性和兽性趋于平静 达成平衡 互相制约 只有这样 神性才能真正的占据主导位置 如非必须 我舍不得杀死她 或者说 我舍不得让药剂密测 就这么消失在我的手里 但一切都是 为了成就武神 我别无选择 刘生姬保存在东南战区 被发现了 不然我可以利用刘生姬 抽取江阳关于 药剂密测的记忆 刘四红很聪明 汪渡的反应也很快 在与他们的暗中交锋里 出现纰漏 是在所难免的 也许 他们以后会后悔 长了一个聪明的脑袋 如果 刘生姬在我的手里 江阳的 药剂密测 还会留存世间 可惜了 现在已经晚了 宋文奇的精神状态 很明显地出现了问题 但梅奥娜并未出言提醒 只是坐在悬浮于半空的 暗金色长枪上 笑盈盈地看着她 笼罩着隋州的云雾 被夕阳的光辉刺破 梅奥娜眺望了一眼 建筑灵力的城市 她的前夫和女儿就在那里 而且还是这场风暴的 中心人物 不过 她并没有丝毫意动 林荣进舞者 已经是神性 作为思想意识主导了 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情感 正如她所说 藏青和简雅 只是前夫和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而已 隋州 藏青坐在大街上 双眼直愣地 看着人来人往 远处走来一个叼着烟的年轻人 双手插兜 走路晃晃悠悠 从她面前路过的时候 她闻着烟味 直愣的眼睛有了色彩 藏青摸摸口袋 之前去超市给小雅买零食的时候 忘记买烟了 她想了想 站起身 叫住了那个叼着烟的年轻人 小哥 嗯 年轻人停下脚步 侧着身看她 怎么了哥吗 我刚才看着路呢 没踩你脚啊 不是踩脚 藏青顿了顿 第一次跟完全陌生人的要烟抽 她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了 最近花的钱都是之前给小雅的 最后一点钱 还给小雅买了零食 真的没钱买烟了 小哥 不好意思 烟 能给我一只吗 擦 弄根烟抽呗 你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我踩你脚了呢 年轻人笑嘻嘻地走过来 从口袋里掏出烟 抽出一只地铁藏青 咋混的呀哥们 这么大个人 连买盒烟的钱都没了 你在这坐着 是遇到啥难事了吗 藏青点了烟 深深吸了口 对着他笑一下 恩了声 道 遇到点难事 烟是两个男人 拉近距离的最佳交际品 认不认识不重要 叫什么名字也不重要 只要站在一起抽烟 聊几句 那大家就是哥们 年轻人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烟 跟着藏青坐下 伸手拍了拍藏青肩膀 人活着不就为了吃口饭吗 有啥过不去的事 没钱不要紧 跟我走 我二就是包工头 你就跟着我干 你这么大体格 平时省着点花钱 踏踏实实干几年 挣点钱 回老家盖房子也好 在城里交首付也行 日子不就好起来了 恩 藏青的注意力不集中地印着 你干几年工地了 我十五岁就跟着我二就跑工地了 这都好几年了 年初刚在市里交了房子首付 年轻人提起房子 不自觉地咧嘴笑了起来 恩 好好生活 比什么都强 藏青低着脑袋 声音闷闷地说道 你也行 你要是没地方去 就跟我走 就是说住得一般 吃得更一般吧 那也算管吃管住啊 起码抽烟钱是有了 藏青抬头 看向天边慢慢轻压过来的 淋漓压迫 转头对着年轻人微微一笑 等有机会 我去找你 跟着你挣钱 年轻人也无所谓 来就来 不来就拉到 把烟和火拿出来 递过去 那行吧 这烟你拿着 要是没饭吃了 就去北四路盛华天城工地 找我 他话音未落 藏青已经站起身 望着天边 直接拔地而起 飞越上天 年轻人还保持着地烟的姿势 张着嘴 呆呆地望着藏青飞走的天空 你 你马又 宋问七行走在天空中 一步步朝着隋州逼近 他从空中俯视着城市里 江阳所在的那家酒店 旋即 身形骤然消失 下一刻 天空中 响起一阵清脆的铃声 定 紧跟着 宋问七从虚空中倒飞出来 向后滑行数百米 等他在抬头时 前方天空中 站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 手里拿着一截金属小棍 小棍前端挂着一个金色中型铃铛 第180章 我用双手不算欺负人吧 只有你自己 宋问七问道 你有很多人 李远述笑呵呵地反问 然后 又说道 你要是人多 可以一起上 我没什么意见 李远述 你自始至终都是这副让人厌烦的样子 就这么自信 能够在多人围攻之中杀死我 宋问七说道 李远述依旧是那副笑呵呵的模样 回答道 自信倒是说不上 比我强的大有人在 但你们 左右不过是一群臭鱼烂虾 除了有些腥臭 倒也没什么威胁 宋问七周身的灵力疯狂扩散 他冷冷地看着李远述 他身后生起一团黑雾 一道道巨蛇的嘶鸣声 在黑雾中响起 一双灰白色的眼睛 在黑雾中亮起 跟宋问七一样 冷漠地看着渺小的李远述 生气了呀 李远述表情有些尴尬 他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聊着聊着 宋问七就突然生气了 他问自己问题 自己回答了问题 难道是因为自己说了实话 可是宋问七这个零容镜 本来就很弱 那他的同伴 又能强到哪里去 如果没有名神雾蛇的双眸 他在自己手里 过不了两个回合 他哪来的自信 老李不减 老李迷茫 老李思考累了 算了 爱怎怎吧 李远述看着杀意滔天的宋问七 摸了摸鼻子 被远处等待实际的 三个灵神镜舞者 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不用参战 随后 李远述对着宋问七凌空一抓 仿佛周围的空间 都被他徒手抓出了褶皱 一刀刀灵力 自他手掌击事而出 如同一片片柳叶 瞬间冲散宋问七身后的巨大黑雾 露出雾蛇本体 李远述指示雾蛇那双 散发着灰白光芒的双眼 手中 铃铛轻轻一晃 叮得香脆声响 雾蛇 双眼中的灰白光芒 暗淡几分 你阻止不了我 宋问七低沉说道 随即澎湃灵力爆发 他朝李远述杀来 李远述单手凌空 接下宋问七 全力一拳 接着 五指一缩 哄 两股灵力炸开 宋问七如飘絮一般 在灵力爆炸中飘荡 他再次寻找机会 在空中稳住身形 完全释放 明神雾蛇的双眸 灰白色光芒 覆盖了整片天空 李远述的动作变得缓慢 他再次摇响手中的 铃铛 叮 天空中的灰白色 寸寸裂开 同时 宋问七胸前出现一道斜着的血口 从左肩一直到右小腹 怎么可能 宋问七难以置信地低语 随后 他看到了脚下 飘着一片淡青色柳叶 顿时明白了 是刚才雾蛇 静止空间的前一刻 李远述就把一片灵力柳叶 送到了自己身边 在李远述正开 静止空间的那一瞬间 灵力柳叶 划开了自己胸口 他不得不承认 李远述无论是灵力 还是战斗经验 都比自己强上许多 就在李远述 准备趁送问七不备之计 彻底解决踏实 哇 从天边突然飞出一杆 暗金色长枪 接近一丈的长度 带着磅礴的灵力波动 冲到李远述身前 将李远述暂时击退的同时 扩散出一道道灵力连一 下一刻 天上地下 同时亮起无数青色灵力漩涡 每个灵力漩涡中 都击射出暗金色长枪 顷刻间 李远述被上下枪雨淹没 远处的三个灵神镜巨势一正 他们没想到宋问琪还有林荣静帮手 没时间多想 三人同时飞上天空 没事 璀璨枪雨中传出李远述的声音 他的语气依旧平淡 不见波澜 只是天上地下的枪雨太过耀眼 灵力爆发得太过浓烈 他们看不到李远述的情况 叮 一声清脆灵响 一道风锐不可挡的灵力连一 自枪雨中心扩散出来 锁过之处 长枪尽数粉碎 李远述仿佛站在天地中心 他伸手好像透过了空间 抓住枪雨中的一杆暗金长枪 用力一捏 漫天枪雨顿时溃散 化作闪亮碎片 从天空落下 异常绚烂 一杆暗金长枪 从漫天碎片中凝聚 重新飞回天边 下一刻 身姿绰约的梅奥娜 倒提着暗金长枪 出现在宋问琪身旁 笑盈盈地看着李远述 李将军 早闻大名 李远述愣住了 梅奥娜也渐渐收敛嬉笑表情 严阵以待 片刻之后 李远述一脸为难道 不好意思 因为出任务 所以没带翻译 你可不可以说滑下雨 要是你不会滑下雨 不了也行 梅奥娜呆了呆 沉吟了下 用别角的滑下雨说道 李将军 很久之前就听说过你 啊 谢谢 没想到我的名字 都传到国外了 李远述自顾自地说 前几年总指挥出国访问 我是03号保镖 应该是那次 我记得有个记者 总是对着我拍照 梅奥娜摇摇头 脸色冷峻到 四年前 北部战区 你杀了我们一神会 一位灵容镜 一位灵神镜 五位灵欲镜 还拿走了一个 守护序脸 李远述面露回忆之色 有点印象 四年前 北部战区 我好像是被谁请求 帮着送个什么重要资料 正好遇到了老杨 在跟一帮人打架 闲着也是闲着 就顺手帮他杀了几个人 还抓了一只很大的 水晶皮皮虾 那是冰金龙傲 梅奥娜 纠正了水晶皮皮虾的叫法 不好意思 岁数大了 记性有些差 李远述笑了下 没事 反正我很快 也会忘记你们两个 说着 他把铃铛放入怀中 双手握拳又松开 反复两次后 笑着说 以一敌二 我用双手 不算欺负你们吧 李远述瞬间消失不见 同一时间 天空发出阵阵轰鸣 一股倾压天地的恐怖灵牙 轰击下来 黄黄灵牙 一拳砸下 宋问奇和梅奥娜 同时全力用灵力防守 但还被轰飞千米 重重砸入山间 与此同时 随州城内 一只展开翅膀 将近五米的巨大黑色蝙蝠 咬断了江阳的刀 猛冲之下 江阳撞碎玻璃 从十九楼坠落下去 第181章 我没耍你 别这样 枪 江阳把刀刺进酒店楼梯 延缓自己下坠的速度 刀刃割断窗框 一块块玻璃砰砰爆碎 巨大蝙蝠 从屋内俯冲下来 对着江阳张开血口 亮出尖牙 酒店走廊里 刚干掉一头三接异兽的顾里 回到房间 看着被撞碎的窗户 没有犹豫 三两步冲到窗口 纵身一跃 追上那头巨大蝙蝠异兽 他踩在巨大蝙蝠的背上 一刀刺穿蝙蝠的脑袋 巨大蝙蝠吃痛 在空中翻滚 把顾里甩了出去 江阳双脚用力 电磁立场一层层扑开 横着飞跃出去 接住顾里 混合着血液 变成无数小蝙蝠 黑压压一片 朝两人扑来 江阳和顾里想过很多种可能 宋问其不顾一切 来杀自己 派高级舞者暗杀 用名神雾蛇的双眸 禁止整座城市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异兽出现在城市里 异神会竟然能操控异兽 他们对这个神秘的组织 了解太少了 两人看着天空中遮天蔽日 密密麻麻的蝙蝠 你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 解决掉这头三接异兽 就去找你 顾里甩了甩刀上的血 他面上平淡 但心里却是没什么好办法 他只是灵际净 没有空中作战的能力 我知道你有雷电之眼 也有召唤很多雷电的能力 顾里一刀砍死一只扑过来的蝙蝠 但你得保存灵力 还不知道有多少异兽呢 万一遇到特殊情况 你要保命 他从江阳手中夺过那把断刀 站在江阳身前 双刀挥舞 如同血量皮炼 形成一个安全的真空区 掩护江阳逃走 江阳站在顾里身后 看着天上的蝙蝠越来越多 大拇指抹扎着戴在食指上的 雷电之眼 戒指 按照顾里这么用刀砍小蝙蝠 什么时候射的头 小顾啊 我承认你很猛 但你没有AOE技能轻小怪啊 江阳抬起手 手心向下 一道闪烁的电弧泵射 落在地上 直直子 一道直径800米的巨大白色电网 在江阳脚下浮现 闪烁了一瞬 又沉寂下去 下一刻 地面开始震动 一个个细小电弧在地上跳跃 像是欢呼雀跃的孩子 他们欢呼着 慢慢托举着飘散的铁纱 顾里震惊地回头看江阳 江阳笑了下 然后 他猛地抬起手 问 无数细长铁针拔地而起 蝙蝠被铁针刺穿 更多被穿在一起 破开气流的铁针 在顾里耳边呼啸 很细微 很尖锐 仿佛疾风咒语 有无数冤魂在哀嚎 任凭再多的蝙蝠铺天盖地 都压不住 兄弟 你好吗 顾里震愣之后 冷不丁地蹦出这么一句话 江阳看向他 不由地想起那天 他在自己浴室窗外 说自己身材不错 这个逼不会盯上自己了吧 他不是有老婆孩子吗 操 想什么呢 他有老婆孩子 跟我有鸡毛关系 杀了他 江阳说着 天空中如海浪一般的铁针 洪流崩散 在空中汇聚成 一杆丈长的黑色长枪 通体蹦射电弧 枪 枪 顾里把双刀刺在地面 双膝微躯 砰的一声 踏碎地砖 直跃飞起 抓住那杆黑色长枪 灵力涌出 覆盖在长枪表面 死吧 顾里在心里怒吼一声 猛地制出长枪 如闪电一般 刺穿巨大蝙蝠 天空的小蝙蝠 开始消散成黑烟 巨大的蝙蝠尸体 坠落在地上 帅气落地的顾里 还在回味 刚才制出一枪的炸裂感觉 回头看向江阳 想问一句 兄弟 我猛不猛 但发现 江阳已经在向街尾狂奔了 哎 兄弟 等等我啊 另一处战场 李远树双手 分开两道冲击未来的灵力 脑袋微微一偏 躲过击射而来的暗金色长枪 身体未动 左手前身 碰 接住宋问奇轰来的一拳 然后 他抓住宋问奇的拳头 向下一压 咔 骨骼断裂的声音 他轻易折断了 宋问奇的手腕 梅奥娜持枪出现在李远树身侧 一枪砸下 李远树抬避格挡 三位凌容镜的 磅礴灵力 在相互碾压 李远树的衣服 在灵力的冲击下 烈烈作响 以一敌二 他依旧是那副 风轻云淡的笑迷你表情 二位 如果还有什么后手底牌 就快用出来吧 这样的 攻防战没什么意思 李远树温声和煦地说道 宋问奇和梅奥娜 对视一眼 之前没有跟这个怪物 正面交手过 虽然听说 过李远树很强 特别是宋问奇 几十年前 李远树还是 寻回守备时 来到过东南战区 那时 他看李远树并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老实人 去大食堂 排队打饭 在侯战士守着 开会的时候 神游天外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但他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 普普通通的老实人 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 明明是同境界 还是在一敌二的情况下 他依旧是那 富慢吞吞的模样 他现在终于体会到藏青 楚思存 他们面对裴东行时的无力感 即使我和你在同一个境界 但面对你时 依旧弱小如蝼蚁 李远树反手抓住 梅奥娜的暗金长枪 往后一转 梅奥娜在空中一个猎浅 长枪险些脱手 但 他已经无法控制长枪了 长枪在李远树的手中 刺向宋问奇 宋问奇瞬间爆发 灵力抵挡 不过已经晚了 破 长枪刺穿宋问奇的胸口 巨大的力量 冲击让宋问奇喷出一大口血 拧不下来 李远树疑惑地嘀咕了一声 他想把宋问奇的胳膊拧下来 但好像有股什么特殊的力量 保护着宋问奇身体 他无奈地松开了宋问奇手腕 宋问奇和梅奥娜飞快后退 与李远树拉开距离 李远树有些纠结 但想着 还要给中心战区那些大领导 做战斗汇报 总不能说 碰到了 杀掉了 回来了 这也太敷衍了 最终 他还是问道 宋问奇 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扭不下来你的手臂 什么 宋问奇一愣 随即暴怒 老怪物 你要杀就杀 怎么敢耍我 没事 没事 不想说就算了 李远树没想到宋问奇急了 呵呵一笑 不想说就算了 打不碎你的身体 震碎你的气海雪山也一样 第182章 放弃人性 李远树这样 充满挑衅意味的问题 彻底引爆了宋问奇的情绪 他脸色变得猙獰可怖 抽出刺透胸前的长枪 扔给梅奥娜 浑身灵力爆发 明神雾蛇的双眸 瞬间解放 一头几千米之巨的黑色蟒蛇 盘踞在空中 那双灰白色眼眸 释放着能够静止空间的光芒 李远树从口袋里拿出了铃铛 轻轻摇晃了一下 发出钉的一声 然后 他把铃铛扔到天空中 散发的阵阵液 对抗着灰白色光芒 刹那间 天空中一面是灰白色 一面是连衣波纹 互相对抗几压 手臂拧不掉 胸口被刺穿 也能愈合 这应该是 无良静才会出现的 接近神区的状态 宋问琪怎么可能会有 接近神区的身体 李远树心里嘀咕 难道宋问琪跟自己一样 已经开始 迈向无良静了吗 他不是才晋升玲珑静吗 而且 他这么弱 怎么可能开始迈向无良静 李远树想不明白 看着正在积蓄伶俐的宋问琪 算了 正随他的气海 雪山试试看 要是他还不死 可就麻烦了 李远树消失在远处 下一刻 他出现在宋问琪身后 一拳轰向宋问琪后心 梅奥娜横枪向着 李远树刺去 但被李远树的灵力屏障挡下 毫无寸境 哄 李远树一拳 轰在宋问琪后背 霸道灵气贯穿宋问琪身体 从胸口喷涌出 破 宋问琪被李远树一拳打穿 从半空坠落 他不是不想躲 不想挡 他反应过来了 但他已经被李远树那霸道的 不像话的灵力禁锢着 逃不了 躲不开 无法反击 无法格挡 只能硬生生承受 这贯穿身体的一拳 李远树抬手屈指 弹了下梅奥娜的枪尖 当 梅奥娜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灵力 在这一瞬间被打散了 一股无法匹敌的力道 从枪尖传递到身体上 长枪飞了出去 连带着他 也一同横飞远去 李远树落地 来到宋问琦身旁 看着失去意识的宋问琦 他单手抓住宋问琦脑袋 提了起来 看着宋问琦 慢慢愈合的胸口 他很震惊 竟然真的在愈合 不仅仅是血肉 就连气海雪山 也完好无损 他服用了保护 气海雪山的药剂 还是 他真的跟自己一样 正在迈向无量镜 身体在灵力的滋养下 慢慢转变成神区 李远树拎着宋问琦 消失在灵中 出现在那三位灵神镜面前 扔妈不一样 把宋问琦扔给他们 说道 我去杀那个女人 你们三个联合灵力 押着宋问琦 等我回来 把宋问琦带回中心战区总部 是 将军 三人齐齐应道 与此同时 随周势礼 顾李拿着双刀在前 顶住一头浑身掌 满人手的肉瘤 江阳拿着一杆铁砂构成的长枪 街边建筑上辗转腾挪 躲避一只红色巨鹰的攻击 江阳 那是四阶异兽赤鹰 把他引过来 我挡着 你快去城外 那里有灵溶镜的灵力压迫 灵级异兽以下不敢靠近 好 你小心 江阳没有废话 明知道 打不过 在这里 还会让顾李分心撤走 他刚刚落地 四阶赤鹰猛动翅膀 一阵禁风 迎着江阳的面扑来 江阳以枪主地 扛住了禁风 但赤鹰已经扑了袭来 在那双风锐的阴爪下 江阳会瞬间被撕碎 江阳 快躲 顾李大吼一声 向着江阳狂奔 你别过来 我能躲开 江阳大吼着 他有领子对撞场 能躲开 之所这样 是为了让赤鹰落地 自己趁着赤鹰折返的空隙逃走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 从旁边建筑中冲了出来 带着狂猛无比的气势 沉重的灵力压迫砸下 不仅那头长满人手的肉流 被轰飞出去 那头赤鹰保持着扑杀江阳的姿势 停滞在半空 碰 四阶赤鹰的脑袋被一拳轰碎 赤鹰的巨大尸体落地 藏青也落在赤鹰的尸体上 低头看向拿着一杆黑色长枪的江阳 他的拳头还滴着一兽血 江阳注视着他 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顾李见藏青出现 心中不由的意境 他站在江阳身侧 背对着他 右边是那头肉流四阶异兽 左边是藏青 藏青从地面上 吸起一块碎石 须指一弹 碎石包裹着灵欲尽灵力 扑的一声 洞穿那头肉流异兽 这些三四阶兽师 留给隋州一摩队 算是 对他们和隋州人的补偿吧 藏青轻叹着说 他见江阳和顾李 用一种戒备的眼神看着自己 呵呵一笑 说道 放心 我不会对你们动手 我收回了对小雅和陆和的爱 人性正一点点 被兽性蚕食 不过 你们放心 我还没有失去理智 放弃人性 接受兽性蚕食的时候 神性会暂时主导意识 我现在 凭着人性最后的愿望做事 他想以人的状态死去 至于怎么死 他没说 到底怎么死 我是无所谓的 不如就你说吧 藏青平淡地说着自己的生死 他不在乎这具身体 是活着还是死去 或是 以什么方式死去 灵欲尽的他 神性还没有出现意识 人性为主导的时候 神性就以人性的标准做事 兽性为主导的时候 他就老老实实被吞噬 成为兽性的力量 灵容尽之前的神性 就像一台充满力量 却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江阳正愣地看着藏青 故里却是急了 赶忙说道 把江阳带到城边陵 容尽灵力 笼罩范围内 可以 藏青完全换了负面容 他飘然来到江阳面前 江阳则用枪尖抵住了他的胸口 藏青 你以为这样 就可以抵消你所做的事吗 你应该跟楚思存一样的死法 凄惨绝望地死去 可以 所以 这就是你为我选择的死亡方式吗 藏青微微一笑 他的眼神是那么的纯净 他的笑容如沐春风 但 江阳却感到了一丝可怕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 来自灵魂深处的 对这个疯了的 世界深深的恐惧 人不是人 兽不是兽 神不是神 自己将来也会变成这样吗 师父当时也是这样吗 他越想越觉得恐惧 他握着长腔的手在颤抖 藏青则后退半步 消失在江阳面前 第183章 意想不到 藏青离开了 不知道他会怎样执行江阳的选择 顾力深深叹了口气 江老板 你就不能先让他把咱俩 带到安全的地方 再弄死他吗 你脑子是不是被王寡附加的驴踢了 妈的 顾力收起左手断刀 伸手揽住江阳 直接扛起来 向着城边狂奔 卧槽 你你干嘛 我自己能跑 你跑个几把 老实点 城里还有十几头异兽 都是冲着你来的 他们竟然会被控制 一神会有点诡异 先到凌庸镜的灵力笼罩范围再说 顾力的想法 和江阳的产生了微妙的冲突 顾力是以目前情况显示 最优选为第一选项 江阳则是以判断情况中的最优选 为第一选项 说白了 顾力是从两人的处境来看大局 江阳是从两人处境来做选择 顾力觉得 藏青被神性主导 那应该是可以信任的 起码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先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江阳认为 藏青不值得信任 谁知道他靠近自己两人 会不会瞬间捏断自己的脖子 从这一处 就完全体现了 猎魔队的舞者 和野生舞者的差别 而另一边战场 李远述夺夺了梅奥娜的长枪 左手掐着梅奥娜的脖子 咔的一声 梅奥娜脑袋一歪 他被李远述捏断了脖子 但 他并没有死 而是搭拉着脑袋 笑盈盈地看着李远述 李将军 这种无法从肉体层面被杀死的状态 是不是跟你现在很像 李远述的脸上第一次出现 除微笑之外的表情 他压抑地看着梅奥娜 沉默了片刻 问道 你们的体内 有无量镜的灵力保护 不 不是灵力 是神性 你和宋问琪的体内 有无量镜的神性保护 话音落下 李远述猛地回头看向 守着宋问琪 那三个灵神镜所在的方向 双手一松 扔掉暗金长枪和梅奥娜 消失在原地 梅奥娜双手抓着脑袋 慢慢扶正 伸手接住暗金长枪 微笑着看前方 三个灵神镜 正以灵力压制宋问琪的身体 突然 宋问琪体内 响起一声无奈的叹息 哎 即使作为容器 连最低等的都算不上 宋问琪体内 突然爆发出一股 让那三位灵神镜 无法理解的力量 瞬间击散他们的灵力 宋问琪猛地睁开眼睛 身形飘忽之后 向着三人中的一人抓去 那三位灵神镜 被那股无法理解的力量禁锢了 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宋问琪伸手抓来 千军一发之计 李远树从天而降 站在三位灵神镜面前 简单一拳 轰在宋问琪手掌 轰隆隆 爆发出的巨大灵力冲击 将三位灵神镜震开 李远树沉着脸 看着宋问琪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是谁 真令人意外 没想到短短百年 你竟然也到了 迈向无量镜的境界 宋问琪开口说道 但却不是他原本的声音 而是一个唇厚的嗓音 缓慢而随意的语调 好像有着碾压李远树的自信 李远树想的确实 他认识我 你到底是谁 李远树向前一步 撞开宋问琪 沉声问道 还差一些 不过没关系 快了 原本在我的设想里 宋问琪应该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但没想到 他在手里进入通楼椅 你的强大 固然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也弱得 让我有些意外 李远树一步步 走向宋问琪 他每踏出一步 三步之后 他的灵力威压 已经超过了正常零容镜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说出来你是谁 不然 我拆了宋问琪的身体 来吧 让我看看 你距离无量镜还有多远 李远树和宋问琪同时消失 又同时出现在天上 空中对峙着的 名神雾蛇的双眸 铃铛 收到他们的灵力影响 瞬间收回 消失 两人的灵力连衣互相碰撞 发出阵阵如同低音的嗡鸣声 李远树神色郑重 双眼闪过金色光彩 又瘦又黑的老头 变得高大伟暗起来 狂暴灵力席卷天地 地面上三个灵神镜 远处天空中的梅傲娜 全部都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宋问琪先是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 吃差一步 你也只差一步了 李远树 百年前我就怀疑 你是神性为主导生活在世上 没想到真是这样 李远树 你这样活着 真的有意义吗 李远树的双眼 除了瞳孔之外 全都变成了金黄色 偶尔闪过一抹流光 活着的意义 李远树冷漠开口 活着的意义 我不知道 不过 我打死你之后 你就会明白 活着很有意义 李远树出拳如神龙撞中 轰鸣乍响 宋问琪的胸口 被打得凹陷下去 整个人砸进大山之中 李远树踏出一步 跨越几千米 站在山脉上空 对着横跟的山脉 重重一塌 轰隆隆 大地剧烈震动 仿佛整个天地都在摇晃 远处的众人已经呆滞了 他们分不清 这到底是零容镜的战斗 还是无量镜的战斗 这种随手一拳 踏出一步 便能催山裂地的威势 到底还属不属于人类 一道闪亮的灵力 从轰他的山脉中射出 直撞李远树 李远树单手接下 然而 下一瞬 宋问琪出现在李远树身侧 伸手抓着李远树的脑袋 向着更高空飞去 没入云层 不知几千几万米 设于李远树威势的梅奥娜见状 把目光投向了远处的三位灵神镜 那三位灵神镜舞者 当即感觉到自己被零容镜盯上了 齐齐望向天边方向 三人对视一眼 有了决定 迎战 梅奥娜不屑地轻笑一声 虽然他不是李远树的对手 但三个灵神镜 他还不放在眼里 他冲向三人 那三人深吸口气 快速升空 释放灵力 与梅奥娜对冲而去 呼的 另有一股强大灵力降临 两人碰撞几分 在空中站定 梅奥娜的暗金长枪轻轻抖动 假眼的雪白长刀 微微争鸣 第184章 不难 随着假眼感到 梅奥娜被挡了下来 天空中不断有 灵力猛烈碰撞的 嗡鸣声传来 假眼感觉到 万米高空之上的两个人 实力都远超自己 那是自己连靠近都难的区域 被假眼拦住的梅奥娜 飞速退后数百米 目光在假眼和三名灵神镜舞者身上 来回扫尸 他没想到 李远树竟然已经一支酒 迈入了无量镜的门槛 能和此时的宋问琪激战 这是超出他计划之外的变数 但此刻若是退走 那计划完成后 宋问琪的尸体 就无法收回了 自己也没有完成任务 一定会受到严酷的处罚 他透过黑暗天空 凝望云层之上 发现李远树虽然能挡住宋问琪 但略处下风 这让他心中烧鞍 只要拖住假眼 等待着宋问琪 战胜李远树 就可以了 至于那三个灵神镜 若在平时 倒是可以镇守一个战区 但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 顶多算是强壮一些的蚂蚁 梅奥娜深呼吸一口气 握紧手中暗金长枪 星空黄金树的枝鸭 在他心中默念的同时 他手中的暗金色长枪 浮现繁复玄奥的花纹 绽放出璀璨的暗金色光芒 假眼微眯着眼 抬手让三个灵神镜 离开这处战场 他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手中的长枪 是件封印物 而自己手中的长刀 是由百分百传导金属制作的 虽然武器强度上 不比一些低级别的 封印物序列差 但这个女人手里的长枪 从绽放的光芒和纹路来看 明显不只是一件武器这么简单 接下来 他要全神贯注地应对战斗 不能分心 但青色的灵力 阴晕在战刀表面 百分百使用传导材料制作的武器 就像武者灵力的实体化 战刀的刀身稍稍变长 光芒也越来越刺眼 他们对峙了片刻 旋即 化作两道流光 在空中激烈碰撞 厮杀在一起 短短瞬息间 战场出现了变化 天空仿佛被撕裂 山脉被拦腰踏碎 随着灵力涟漪而扩散 轰鸣声回荡在天地之间 此时此刻 江阳和顾里为躲避三四街异兽 来到了战场边缘 他不敢靠得太近 即便是扩散了很远的灵力涟漪 也让他们心神震动 如遭雷击 就在这吧 实在跑不动啊 顾里躺在地上 一边大口喘息 一边说道 江阳也累得近乎脱离 他坐在地上 抬眼看着天边交战激烈的战场 他咧嘴无声地笑了笑 顾里看在眼里 这一瞬间 他觉得江阳很可怕 今天这幅末日般的景象 源头就是他 从他的笑中 几乎可以想象 此时此刻 这个年轻的药剂师 是有多么的高兴 你的笑 顾里本想说你的笑很甚人 但又觉得他和江阳的关系不错 这么说有些不妥 于是改口道 看得出来 你很开心 江阳近乎痴迷般地 望着黑暗天空中的忽明忽暗 那是李远树和宋问琪在交战 每一次碰撞 炸开的灵力连衣 都会绽放光芒 你看 多么耀眼的厮杀 其实只能远远地看一眼 我也能感受到 宋问琪即将死亡的痛苦 这让我有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快感 顾里皱眉看着江阳 他怎么了 这好像不是他 他是很疯狂 但不是发电的精神病 顾里伸手进怀里 拿出最后一瓶恢复药剂 咬开瓶腮 趁江阳望着天空 没有注意自己之际 左手捏着江阳的脸颊 右手把恢复药剂 灌进江阳的口中 快恢复灵力 你好像要变身 我变尼玛的身 嗨嗨 嗨嗨 江阳呛得直咳嗽 脸憋得通红 不过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好像恍惚了一瞬 赶忙坐下 借着恢复药剂的药力 恢复灵力 天空云层之上 黎远树右臂挡下宋问琪一击 激荡的灵力在他身前炸开 虽然他还不是真正的无量镜 但已然站在灵容镜的顶点 一只脚迈入了无量镜 即便宋问琪的身体里 有无量镜的力量 即便他现在略处下风 宋问琪却无法真正地战胜他 黎远树震散灵力 立刻反击 瞬息间 两人交手数千次 他们在云海之上穿梭碰撞 他们还在不断上升 似乎要站至星空 宋问琪一边抵挡黎远树的攻击 一边倾笑着说 黎远树等你 真正静升无量镜 你自然会理解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这个时代 想要静升武神镜并不容易 另辟蹊径也是无可奈何 黎远树后退半步 随即出拳 数十条灵力喷波而出 犹如数十条蛟龙 直直朝宋问琪扑杀而去 宋问琪抬手对着天空轻轻一握 那数十条灵力轰然崩碎 云海中刺出树道光芒 将黎远树笼罩其中 灵力光束交织 似乎下一刻 就能将黎远树绞杀 黎远树并未慌张 只是看着宋问琪 言语平静道 做人要堂堂正正 做事要问心无愧 虽然这很难 但只要坚守本心 自然会走上正途修炼路 我不会理解你 如果静升武神镜 需要赔上千万人性命 那我觉得 无量镜也很好 如果静升无量镜 需要坏事做绝 机关算镜 那我只做灵容镜第一就好了 话音落下 他一步踏出 周身灵力瞬间破碎 崩如无数玻璃碎片 连同笼罩着他的灵力光束 也一同破碎 似乎只是恍惚了一瞬 那树道灵力光束依然存在 离远树周身的灵力 也并未崩碎 但他却安然无恙地 走出笼罩束缚 来到宋问琪面前 只是伸出手指 在宋问琪额头轻轻一点 宋问琪正愣了一瞬 他身体变得虚化 一个模糊的人影 自他身体分离出去 飘忽在云海之上 而宋问琪无力地坠落下去 李远树没有理会宋问琪 而是看着那道飘忽的模糊人影 那道模糊人影 显然是刚反应过来 他似乎是在凝望着李远树 难以置信道 你竟然能这么轻松走出 我的灵力封锁 李远树恢复了原先 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点点头 如同老友聊天一般 轻松且随意地回到 倒也不难 只是更进一步了而已 第185章 垂死挣扎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模糊人影口中呢喃着 像是受到了打击 而精神错乱 他望着李远树 忽然变得激动起来 好 更进了一步 你更会理解我 等到你真正 尽身无量之境的那一天 你会感到 世界在你脚下 天空不再旷阔 你可以初步窥探星空的奥秘 抱歉 我没读过什么书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远树一脸猛地 看着那个模糊人影发疯 刚才还在说华夏语 怎么突然激动地标起了英文 激励咕噜地让人头大 嗯 模糊人影一正 李远树默默叹气 交涉失败 直接动手吧 李远树直接抓向那道模糊人影 但却抓了个空 周围云海骤然翻腾起来 空气中凝结水珠 刹那之间 水珠结成冰金 附着在那个人影身上 变成了一个冰金人 暂时就用这副身体吧 他活动了下冰金身体 发出丁丁的冰块裂缝声音 顷刻间 他与李远树交战在一起 云海下方 宋问其坠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深坑 烟尘散去后 他挣扎着爬起来 此时此刻 他胸前的汽海雪山 已经被李远树打烂了三分之二 没了那个神秘人影的保护 他已经失去了不死之身 三道强大灵力轻压下来 宋问其抬头看 是那三个灵神镜 他赶忙逃走 现在的他正处在冰死状态 就算是灵神镜也相当棘手 更别说 是三个战斗经验丰富的强大武者 但他拖着这副身体 怎么可能逃得了 只好强提一口气 用灵力稳住即将崩溃的汽海雪山 回身杀向三位灵神镜武者 小心 冰死猛虎 仍有扑杀之力 围杀他 不 我主公 你俩侧应 三人并没有选择以包围的形式 围杀宋问其 因为这样会被宋问其集中爆发 顺杀一人 然后逃走 他们选择以一人主公 两人侧应的方式 黏住宋问其 慢慢耗光宋问其最后一丝灵力 这种方式 无疑是最稳妥 最安全的 他们不敢小看任何一个武者 更何况是灵容镜的宋问其 就算已经处于重伤兵死的状态 仍不敢大意 宋问其眸光凝固 看着层层叠叠袭袭来的灵力 他很了解这些灵神镜的想法 毕竟他曾经在猎魔队时 也与其他灵神镜执行过任务 小心谨慎且敢于搏杀 是这帮人的信条 他一边抵挡三人的攻势 一边迷茫着 我怎么会这么冲动 明知道这是个陷阱 还过来主动入局 明明只要不断逃跑 等境界稳固之后 借助名神雾蛇的双眸 就算不敌李远树 也可以远顿逃离 为什么自己顺着江阳的计谋进行下去 不对 这不是我 梅奥娜有问题 一神会有问题 自己被支配了思维意识和行动 宋问其喷出一大口血 面部成深红色 额头血管直跳 他想逃走 但三个灵神镜 随时转变攻守形态 轮番主攻 他根本逃不了 此刻的他 就像一头困在斗兽场里 垂死挣扎的野狼 目光凶狠 但血已经快流干了 我不能死在这里 整整八十年的谋划 我已经晋升了凌荣剑 我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 宋问其的眼眸 慢慢变得乌黑 似乎他的意识正在被吞噬 眼眶周围出现黑色裂纹 整张脸变得丑陋扭曲 身体在战斗过程中 变得粗壮高大 皮肤迅速变黑 然后慢慢裂开 露出森白的骨架 他的腿向后弯曲 就像动物的后腿 拔得细长有力 这是除云海之上 和天空中的第三处战场 变成怪物的宋问其 身体散发琢磨黑色浓雾 周围接触到浓雾的一切事物 都会被腐蚀 花草 岩石 泥土 都变成了黑色 他将最后的灵力 风存进气海雪山之后 让身体呈现半一魔化的状态 想要以此 来冲破三位灵神镜的封锁 逃离战场 眼见宋问其开始半一魔化 三位灵神镜舞者 同时发动攻击 但在触碰到 墨黑色浓雾的那一刻 他们释放出来的灵力 也被沾染 失去了威视 宋问其 那双失去了 人类神采的乌黑眼眸 望了眼无可奈何的三人 慢慢后 推进墨黑色浓雾中 突然 天空出现一个波纹漩涡 轰隆 一声震雷轰鸣在天空乍响 青白色雷霆从天而降 重重劈在墨黑色浓雾上 就像一块黑色木布 被一把块刀劈开了一道口子 将要退走的宋问其愣住了 那三位灵神镜舞者也愣住了 他们的耳边 同时响起一个微弱 而又坚定的声音 雷电之眼 他们望向不远处山坡 江阳站在那里 他高举着左手 戴在食指上的那枚白金戒指 睁开了眼睛 闪烁着激烈的电弧 轰隆隆 轰隆隆 青白色雷霆一道道披下 犹如死亡森林倒悬在天上 每一道之鸭都能轻易撕开 那块墨黑色的木布 将死亡腐蚀的气息 净化得一干二净 宋问其丑陋扭曲的身体 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江阳以这样的方式参战 他远远望着宋问其 与他对视 恍如曾经在滨海的天空中 他们的眼中不含任何感情 只有无比纯粹的杀意 已是强弩之末的宋问其 伸手插进自己的胸膛 他放弃了逃走 放弃了生机 他仅存的一丝神智意识 也被抛弃 他直接用手 从汽海雪山之中 取出最后的灵力 握在手中 对着山坡上的江阳 狠狠轰轰出一拳 灵力巨浪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江阳碾压过去 江阳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静静望着 垂死挣扎的宋问其 曾几何时 他是那样的霸气 他曾站在滨海的天空上 举手投足间 掌控着数百万人的生死 但如今 他就只能变成一个 丑陋的一魔 只有亲手捣毁 自己的汽海雪山 才能对那个 只有灵运镜的药剂师 轰出最后一拳 第186章 最后的最后 战场上的灵神晋舞者 并未冷眼旁观 一人身影闪烁 来到灵力巨浪之前 将其一拳轰碎 灵力溃散 化作紊乱气流 席卷着周围草木砂石 另外两位灵神晋舞者 出现在宋问其两侧 同时出手 打碎宋问其身体上的骨架 失去了骨架支撑的宋问其 如同一条锤死的老狗 无力地摔倒 趴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不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晋升了灵容镜 破神戎灵 我已经是第二层次的半神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被杀 问 山坡上骤然亮起白色光芒 江阳脚下铺开硕大的电弧珠网 他朝着宋问其一步步走过来 他脚下的电弧珠网慢慢升起 在空中变作数条电弧锁链 飞向宋问其 将其禁锢在地面上 那三位灵神禁武者 都知道江阳和宋问其 有着怎样的恩怨 站在原地 互相眼神交流了下 达成一致 放任江阳所为 宋问其不再言语 放弃挣扎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平静地望着向自己走来的江阳 你赢了 江阳 你跟你师父一样优秀 将来你的成就会比你师父更高 因为你的心够狠 对别人狠 对你自己也狠 注定你不会被情感牵绊 哎呀 他剧烈咳嗽 吐出的血中带着黑色硬款 似乎感受到了这方战场的变化 云海之上和天空的两处战斗 都发生了变化 虽然他们依然在厮杀 他们都在防备着对方 同时也在注视着江阳这边的战场 戏剧终将落幕 故事也有结局 就像当初在空间裂缝中 巴脸赵赫鲁说的那样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滥杀者 无有善终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江阳走到宋问琪身侧 哈哈哈哈 宋问琪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他将生命最后一丝力气 用在了笑声里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一场空啊 父亲 哈哈哈哈 宋问琪大笑着 把脸埋进土里 发出沉闷的笑声 江阳举起手 站在山坡上的顾里 抽出长刀抛过去 长刀落在江阳手中 他没有任何迟疑 随着他挥动手臂 长刀落下 宋问琪的人头离开胸腔 滚动到一旁 亲眼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颤 他们自然而然地想着 江阳会如何地蔑视宋问琪 如何因为大仇得报 而兴奋大笑 唯独没有想过 江阳会在沉默中挥刀 他一言不发 沉寂地像一潭死水 宋问琪那双乌黑的眼眸 望着同样黑暗的天空 思绪的最后 在意识完全陷入黑暗之前 他露出今生最后一抹微笑 我终于可以逃出来了 似乎 我从未做过真正的自己 江阳看着宋问琪的人头 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仰着脑袋 缓缓闭上眼睛 好奇怪 自己竟然这么平静 与之前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兴奋完全不同 就像睡醒之后 平静地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云层之上 与李远树交战的冰惊人突然崩碎 那道模糊的人影骤然消失 出现在宋问琪尸体的另一侧 站在江阳对面 江阳睁开眼睛看着他 三位灵神镜 第一时间朝着江阳急掠 天空中的假眼直接撤出 战斗身形不断朝着江阳闪烁 李远树出现在江阳不远处 已经伸出了手 那个模糊的人影 弯腰对着宋问琪的后背轻轻一抓 一缕金色光韵被他抓在手中 他看向近在咫尺的江阳 声音醇厚 带着笑意道 计划完成很完美 谢谢你 年轻的药剂师 他扬了扬手中那缕金色的光韵 像是在炫耀战礼品 随后 身影慢慢淡化 消失不见 这一切 发生在瞬息之间 以至于连李远树都来不及 做出及时的反应 加拿大 卡尔加里 埃格罗尔堡 书房 大收藏家 慈善商人 历史学家 罗奥尔斯特芬先生 从睡梦中醒来 他坐在价格不菲的椅子上 站起身活动活动 因为长期保持一个姿势 而僵硬的身体 他走到窗边 看着庸人们在院子里忙来忙去 看着园丁在自己的私人花园里 修剪花草 看了一会儿 这个光运从他手心里钻了出来 虽然计划中人出现了变数 但不影响最终结果 这缕神性 终是回到了我的手中 宋问奇是个很好用的棋子 作为神性的郁郁容器 他还算完美 如果不是 他在破神熔灵之后 力量的突然暴增 神性渐渐占据主导位置 变得不受控制 再让他活一段时间也没什么 可惜了这么好的容器 不过 有了宋问奇这个成功的例子 那些止步于灵神境的舞者们 在受到天资限制的情况下 自然而然的 收割玲容镜舞者的神性 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照如此来看 80年前 幼使宋问奇父子布局 是非常正确的一步棋 虽然跨越了80年之久 但在未来两三年内 自己就可以快速收获足够多的神性 凝聚神格 冲击武神境 扣 扣扣 书房门被轻轻敲响 罗奥尔 斯特芬收起手中那缕神性 慢慢转过身 英俊的脸上挂着温润微笑 请进 庸人开门 但并没有走进来 而是站在门口 双手在身前交握 低声说道 罗奥尔先生 赫罗斯小姐问您午餐想吃什么 我想你可以这么回答 亲爱的赫罗斯小姐 罗奥尔先生说 只要是出自您手中的美食 都是她的最爱 所以 无需询问 即使您只端上一盘青豆 罗奥尔先生也只会觉得 她该减肥了 女佣似乎早已习惯了 罗奥尔 斯特芬的风趣幽默 低着头 脸上带着羞怯的笑意 好的 罗奥尔先生 我会把您的认可 转达给赫罗斯小姐 谢谢 森妮小姐 第187章 我也没办法 一条街道上 从街头到街尾 躺满了被一击毙命的异兽尸体 大多是四街异兽 藏青盘西坐在街尾的十字路口 此时她的脸很怪异 左边猙獰 右边微笑 她抬头看着从远处走来的江阳 右边脸的微笑浓郁了些 似乎在为江阳活着而欣喜 她对江阳说 祝贺你杀了宋问奇 江阳看到藏青这副面容 也不由得愣住了 善语恶在藏青的脸上 竟然如此明显 很可怕吗 应该很可怕的 我能想象得到 人性与兽性显现在脸上时 我是有多么的恐怖 藏青的脸开始变得扭曲 兽性对人性的吞噬到了最后时刻 她的恶相越来越多 但她的语气依旧平淡 这说明 此时她的意识 还是由神性为主导 江阳抬脚走过去 一缕铁砂从地面飘了出来 在她身侧 慢慢形成长刀的轮廓 藏青并不觉得有什么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自己是杀死她师父的凶手之一 就应该允许她来找自己报仇 藏青右眼的纯净之色淡趣 取而代之的是 复杂哀伤的眼神 她平退了神性 用最后一丝人性 在跟江阳对话 她看着江阳缓步走来 轻声一笑 道 生而为人 身不由己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人总是被推着长大的 我们总是 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明明我们是这世间 最具有智慧的生物 但却反被智慧束缚着 我曾经也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舞者 修炼之余 做着我喜欢的桥梁建筑事业 但我不该爱上一个女人 一个双眼如水中月般梦幻 微笑仿佛春风拂面的女人 江阳走到了她的面前 抬手抓住了身侧 漂浮着的铁砂长刀 但我并不后悔 爱了就是爱了 即便落得如今这番劲敌 她依旧是我最爱的女人 可笑 江阳吃笑一声 你把你的爱情 说得这么高洁 那柳禄河又算什么 藏青震住了 江阳这句话 比她手中的长刀更加丰锐 她把长刀抵在藏青的咽喉上 讥讽道 做不得大丈夫 那就做真小人 可偏偏很多人表面大丈夫 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但被地理真小人 做着诸狗不如的事 藏青 这在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爱那个女人 不 你只是在为你的堕落找个理由罢了 你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爱情 你觉得你爱错了人 但 没人逼你 不是吗 宋问琪和楚思存 他们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从不掩饰自己的意图 也不粉饰自己的恶 相比于他们 江阳看不起藏青 他在江阳眼中是虚伪的 他总是在找理由 无论做了什么恶事 都不是为了他自己 谁逼他了吗 藏青 反派用恋爱脑洗白的那一套 对我不管用 你还是要死 江阳不再废话 握着长刀的手微微用力 刺穿了藏青的咽喉 刀尖从他后颈突出 滴着鲜血 吃 江阳抽出长刀 藏青的尸体被力道带动 钱扑着趴在地上 他的身下迅速积了一滩鲜血 顾里站在不远处的墙角 看着这一幕 心中微微叹息一声 转头看向铺满街道的异兽尸体 给隋州猎魔队发了个信息 让他们来收拾 这些异兽尸体 基本都可以做成各种药剂的材料 全当是毁掉隋州周边的赔偿了 他刚回头看向江阳那边 发现李远树不知何时来了 默默想了想 往后退进了阴影里 江阳和李远树 站在藏青尸体旁 大眼瞪小眼 刚才在城外的时候 假眼对江阳简单介绍了李远树 所以他知道 这位黎将军的厉害 之前追着宋问奇满世界跑 刚才更是大发神威 打得两位凌庸镜节节败退 不过 他这时出现在这里 要干什么 李远树看看江阳 看看藏青的尸体 动了动嘴唇 在心里想着 要怎么跟他说 自己得带走藏青的尸体呢 万一他要是不答应 自己会不会很尴尬 光是想想就觉得尴尬 可是 自己也得回去教任务啊 看这小伙子长得挺好 刚才跟老贾说话的时候 也很有礼貌 像是个好说话的 好好跟他商量一下 应该差不多 李远树在心里组织好语言 然后 看着江阳 语气柔和地打着商量 江大师 藏青的尸体 你还要吗 不要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带回去教任务 江阳一愣 我要他尸体干什么 你要就拿走好了 江阳被李远树的问题 给问愣住了 但在李远树眼里 却是江阳不愿意 要不算了 可是 还得交任务啊 李远树为难了 他顿了顿 解释道 藏青的人性 已经被兽性吞噬得差不多了 神性也受到了影响 变得混沌 没了境界 他又不到玲珑境 神性不显 没什么用 李远树的全方位讲述 总结就一句话 你要藏青实体没用 我拿回去能换钱 嗯 江阳立刻想到了一件事 藏青的神性没了境界 那是不是可以利用 顽皮窃贼偷走 李将军 藏青的尸体 你可以带走 但是 我想为某些想法做个尝试 江阳说道 李远树松了口气 让自己带走就行 刚才他都想给假眼打电话 让假眼帮着 跟江阳商量商量 求求情了 要不要我回避 李远树说道 江阳脸色一黑 你当我是什么变态吗 不用 行不行 很快就有结论了 那好 你做吧 我做 我做个屁啊 江阳无力解释 他从口袋里 拿出顽皮窃贼 贯注灵力 顽皮窃贼 得六角星 化作六道黑色光芒 没入江阳手心 伸出六条黑色细线 连通手腕和五指 李远树看着有些惊奇 不由地跟着江阳 蹲在藏青的尸体旁 满心好奇地等待着江阳下一步动作 第188章 好奇宝宝 江阳看了眼 跟着自己蹲下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的黑手老头 觉得他不像个将军 更像个沉默寡言 但又喜欢新鲜事物的老大爷 李远树见江阳迟迟不动手 抬头看去 发现江阳正看着自己 稍显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 又低下头 看着江阳的手掌 江阳不再多想 手掌放在藏青尸体的背上 运行灵力的同时 心中默念 顽皮窃贼 他手心的六芒心 泛起黑色微光 刹那间 江阳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一片纯白 在他面前悬浮着三个 正在慢慢消散 不同颜色的光点 色彩缤纷的人性 墨黑色的兽性 金色的神性 其中 兽性的光点最大 人性的光点最小 金色的神性消散得最快 江阳看着三个光点 自动忽略了人性和兽性 带着顽皮窃贼的右手 直接抓向神性的金色光点 黑色的兽性 猛地跳跃了起来 正在消散的黑色光运 仿佛燃烧的火焰 但他无法对江阳做什么 只能在远处无声地咆哮 江阳把神性抓在了手里 黑色的兽性 骤然眼气息鼓 江阳看了人性和兽性一眼 刚要离开 黑色的兽性 突然扑向即将消散的人性 黑色的光运 笼罩了人性的彩色光运 最后 那团黑色 在纯白色的空间里 扭曲成一个丑恶的鬼脸 死死盯着江阳 随着光运慢慢散去 那张黑色鬼脸 也逐渐淡化 消失 江阳沉默地看着 无声地叹息过后 退出了那片纯白的空间 李远树看着江阳 从藏青尸体后背 抓出了什么东西 眼中的好奇 几乎要喊出来 给我看看 江阳实在受不了 李远树的好奇目光 摊开手掌 在手心那个黑色六角星上 跳动着一缕金色光运 这是 藏青的神性 李远树难以置信地低呼一声 随即 看到江阳 手掌心的黑色六角星 方才反应过来 是这件 封印物的能力 才能把凌荣镜之下 不显现的神性 抽离出来 你这件 封印物的能力很厉害 李将军不认识这个 封印物序列 江阳反倒是奇怪了 这是藏青帮助宋问奇的报酬 按理说 李远树和宋问奇认识了几十年 宋问奇手上有什么 封印物 他应该知道才对 李远树摇摇头 很多 封印物序列 我都不知道 我不怎么关注 封印物 除了追捕宋问奇 为对付 名神雾蛇的双眸 向中心战区申请了 铃铛 之前从没持有过 封印物 江阳点点头 他拿出 粉底盒 打开 把那屡神性 用灵力送进镜子里 圆圆的小镜子里 显现出一个黑色人影 他抓住那屡神性 正愣了两秒 似乎在判断 这个金色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 他把神性放在身前 慢慢吞噬了进去 在黑物人影 吞噬了神性之后 江阳感觉 这个小小的人影 似乎凝实了一些 这不由得让他惊喜 果然有用 而亲眼目睹 这一幕的李远树 更觉得惊奇 问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养宠物 江阳收起 粉底盒 顽皮窃贼 指着藏青的尸体说道 李将军 藏青的尸体 你带走吧 见到江阳不想说太多 李远树有些失望 随后一挥 藏青的尸体 朝着远处天边飞去 最后 他又看了江阳一眼 还有些恋恋不舍 觉得江阳手里 奇奇怪怪的东西 肯定很有意思 这是卡皮巴拉李远树 第一次对某些事物 主动展现出感兴趣的情绪 可惜 被江阳无情地掐灭了 那我就走了 李远树出乎意料地说道 江阳猛了 走就走呗 你说这话 怎么像一对小情侣 在车站依依不舍地道别 啊 好 感谢李将军出手相救 江阳磕磕巴巴的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你养的那个宠物挺有意思的 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记得告诉我一声 李远树的目光 落在江阳裤子口袋上 啊 好 要不咱俩加个好友 好 好啊 李远树拿出手机 主动加江阳好友 江阳感觉自己 像是个遛狗抱猫 出来遛弯的人 全靠宠物吸引注意 然后 酷酷加好友 聊天内容 从我加宠物怎样怎样 最后发展到 你觉得我怎么样 好羞耻的感觉 李远树走了 眨眼间消失在江阳面前 江阳长吐一口气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看来自己以后的身份 除了药剂师之外 还要多个训练家 粉底盒 就是自己的大师球 抓的也不是宠物小精灵 而是某些舞者的神性 好啊 用神性喂养出来的小可爱 会是个什么东西呢 顾李从角落走了出来 对着江阳招招手 江阳笑着走过去 隋州猎魔队和成方军 已经派人来收拾异兽尸体了 整条街道变得嘈杂 两人走进小胡同里 从另一边回酒店 街道上 两个年轻人并肩走着 顾李点了支烟 又把烟盒扔给江阳 江阳抽出一支烟 咬在嘴上 点燃 很自然地把烟盒火机 揣进自己口袋里 顾李说 恭喜你完成复仇 江阳说 恭喜你任务完成 顾李笑了笑 一动视线看了看江阳侧脸 说道 我本以为你最后复仇的地点是苏氏 毕竟你在苏氏埋了 那么多威力恐怖的东西 他说的是 江阳在苏氏城里埋下的电子 同时也在提醒江阳 现在宋问奇 他们就剩下一个莫里莫斯了 你在苏氏的埋下的东西 应该撤掉了吧 江阳像是没听懂一样 只回答了表面问题 机会摆在我面前 当然要抓住 顾李没了办法 只能直白地说道 你埋在苏氏城里的东西 什么时候撤走 以前你面临着危险 我理解你 但现在你没了危险 那些东西就没用了吧 我是保护苏氏的猎魔人 也请将老板理解理解我吧 江阳笑着 拍了拍顾李的肩膀 没有回答 喂 你笑是什么意思 你不打算撤掉是吧 你个混蛋 你这是在绑架苏氏 第189章 美好的宴会 江阳坐在餐厅里吃晚餐 快等到他吃完的时候 顾李才姗姗来迟 坐下之后 吃了几口肉 喝了口汤 顺下喉咙 才说道 简雅和柳如河 被黎将军 手下的灵神进武者带走了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 调查之后监禁 至于多长时间 就不知道了 江阳点点头 拿起餐巾擦擦嘴 菜点完了 你慢慢吃 房间我也换了商务套房 酒店里有放松服务项目 也都挂在了我的房间 你吃完饭去好好放松放松 顾李停下吃饭的动作 抬头看过去 他的目光和江阳的视线交汇 两人沉默无言 停顿了片刻 顾李微笑着说 我的任务结束了 你这样 可是有贿赂公职人员的嫌疑 江阳站起身 颇为无语地说道 你是我所有人脉中 最上部的台面的 贿赂你跟浪费钱 有什么区别 快吃吧你 江阳把餐巾扔在桌子上 离开 顾李呵呵一笑 旋即 笑容落下 他转头 看着江阳的背影 音量稍大 喊道 江老板 我的任务结束了 这是他今天第三次说 我的任务结束了 知道 江阳没有回头 也没有停下脚步 但他同样大声回答 我要帮助隋州裂魔队 分解易寿师 就不跟你回宿室了 我在酒店给你留了三十万 包你一个月吃喝 谢谢江老板 吃吧 江阳走出了餐厅 回到楼上自己房间 简单洗漱之后 照常修炼灵力 然后看电磁力学 今晚杀掉了宋问琪 杀掉了藏青 此时此刻的他 无法平静地修炼 也学不进去任何知识 但他必须强迫自己 修炼和学习 即使毫无寸进 灵力没有一丝运行的迹象 知识也没有进入脑子里 他也要静坐冥想两个小时 拿着输一个半小时 他想打个电话 分享自己此时此刻 大仇得报的心情 但他没有人可以分享 孤零零地 坐在房间的地上 他的复仇 没有热血澎湃 没有声势浩大 有的只是阴谋算计 和果决狠辣 但不管怎样 有了结果 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四个小时过去 隋州街道上的异兽尸体 被清理干净 紧急避难的人们 有序地回了家 隋州这座城市 重归宁静之中 房间里的江阳 放下那本从打开 就没有翻页的磁场探究 站起身 打开酒柜 拿了瓶裂酒 往杯子里倒了五分之一杯 觉得有些少了 他又倒了一些 举起杯子 抿了一口 辛辣的酒像刀子一样 划过咽喉 酒气窜入鼻腔 直冲脑袋 好烈的酒啊 江阳低头 看着杯子里晃荡的液体 声音嘶哑哑 他把杯子递到嘴边 又浅浅地抿了一口 他转身来到落地窗边 此时的天边 泛起了鱼堵白 他就呆呆地 站在落地窗前 一手拿着酒杯 望着天边 过了一会儿 一缕金色 刺破天边的鱼堵白 晨曦到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 江阳对着昭阳举杯 阳光透过烈酒 荡漾的光斑落在他的眼眸中 他流着眼泪 喝下了毒属于他的胜利美酒 容成 芸汐珠宝晚宴现场 周岑穿着名贵正装 坐在第一排 母亲推了他一下 干什么呢 子曦正看着你呢 正心不在焉 看着手机的周岑抬起头 看向台上坐在钢琴前的齐子曦 两人的目光交汇 同时露出微笑 齐子曦收回目光 开始演奏钢琴曲 周岑重新把注意力 放回到了手机上 刘四红跟他说一些 关于药剂材料的事 突然 最新的一条信息发来 昨晚 江阳在隋州 杀了藏青和宋问琦 周岑的心脏剧烈跳动 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 太震撼了 他迫不及待地追问师父 但刘四红知道的也不多 周岑向打电话给江阳 可是 自己这个未婚妻 正在为他的珠宝晚宴 弹奏开场曲 要是自己个未婚夫中途离开的话 周岑两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所以 周岑只能强忍着 强迫自耐心地听完这首钢琴曲 等着宴会正式开始前的空隙 离开宴会厅 去给江阳打电话 老齐 紫西刚回国 就创立了自己的珠宝品牌 女婿不仅是舞者 还是要技师 真是好福气 旁边一个商人 正小声地对齐紫西的父亲 齐玉成说道 言语中满是羡慕 但其实 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后面 以你们齐家的财力 帮齐紫西创办个珠宝品牌 也就是开各自公司这般简单 但你们利用交情攀上了周家 有了周岑这个药技师女婿 可就是真是好手段了 齐玉成当然听出来了 不在意地笑了笑 目光挪向正在欣赏钢琴曲的周岑 笑意愈发浓郁 说道 以我和老周的交情 就算紫西和小岑不成 他这个干儿子 我也是认了的 而女亲家 不过是亲上加亲罢了 嗯 老子就是有手段 你能怎么低吧 短暂的明朝暗讽的交锋后 两人重新恢复了温厚笑容 眼含笑意地看着台上聚光灯下的齐紫西 很快 异曲落下 周岑终于等到了机会 去给江阳打电话 台上的齐紫西也正式开始介绍 自己珠宝品牌当机的主打品 大地之星 那是一块由八块翡翠组成的项链 主持35.33x28.40毫米 当这件珠宝被推上来的之后 大屏幕上也出现了对于珠宝的介绍 周岑对此没什么兴趣 他站起身来开 拿出手机 找出江阳的号码 突然 啊 一声尖叫响起 紧跟着 宴会厅内众人惊呼起来 周岑的母亲离心碗 更是一把抓住周岑的胳膊 周岑被宴会厅里 突然的惊叫声吓了一跳 猛地转身看向台上 发现齐紫西已经跌坐地上 目光惊恐地望着 被玻璃罩着的那条大地之星 周岑看向那串珠宝 瞬间头皮发麻 那串在玻璃罩内的大地之星 八颗翡翠 不知什么时候 变了成血淋淋的眼球 在灯光下 那八颗眼球 竟然在转动 后面同步到大屏幕上的 大地之星 也变成了由筋肉连接的八颗眼球 他们俯视着整个宴会厅 就像在寻找猎物 第190章 诡诀 一魔 看到那八颗眼睛的瞬间 周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魔 戒备的同时又有了怀疑 一魔怎么可能是翡翠 难不成翡翠成了精 他否定了这个猜测 因为一魔只会在智慧生物的身体上 一变出来 物质物体是不可能的 来不及多想 拍拍母亲的手 稍微安抚之后 他运行凌厉 提一口气冲上台 没有优先攻击展台上的诡异眼球 而是抱起跌坐在地上的七子熙 脚步一挫 腾空旋转 与展台拉开距离 宴会大厅里除了刚开始的惊呼 现在那些人在各自保镖的庇护下 已经安静了下来 有的先走了 有的边退边观望着事情的发展 七子熙的父亲冲上了台 拉着女儿的手往后面拽 七子熙看着面色冷峻的周层 下意识地挣扎了下 但拗不过父亲的力量 也只能从周层的怀中 被父亲强行拽出来 拉着跑下台 在保镖的护送下 往宴会厅外移动 七子熙就像个提线木偶 被父亲拉着 目光却从未离开台上的周层 周层没时间想温香软玉 因为距离近了 他能清晰地感知到 那八颗眼球上散发着的邪意气息 这股邪意的 充满侵略性的气息 压得他身体发僵 思维致色 想要逃跑 作为一个成熟的三级舞者 他不应该站在这里 但作为一个男人 他必须站在这里 周层咽了咽口水 掀开衣巾 抽出衣服内侧的断刀 摆出师傅 教导过他的对敌姿势 他现在紧张地要命 提表浮现细密的汗珠 台下的周层父母 看着儿子这副状态 心中不由的意境 离心晚想要上前 但被父亲周立毅拉住手腕 沉声道 别给儿子添乱 想要挣脱丈夫的手掌 周立毅看着妻子 这副快要发疯的样子 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二话不说 弯腰抱起离心晚 转身就走 王八蛋 你不管儿子 周立毅任凭妻子 在怀里挣扎 不为所动 快步离开 宴会厅门口 他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眼周层 旋即转身离开 酒店外 大多人都没有立即离开 他们聚集在周边 议论纷纷 妻子夕来到周立毅 和离心晚这里 紧紧握着离心晚的手 安抚着情绪 刘四红得到猎魔队 和周立毅的信息 来得很快 什么情况 刘四红来到周立毅身旁 抬头望着酒店问道 周立毅赶紧把事情 经过说一遍 随后又说道 猎魔队的人刚刚进去 刘四红点点头 刚要进酒店 就看到周层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五名猎魔人 徒弟 儿子 周层 一帮人开口 赢了上去 周层抬头视线扫过众人 最后的目光 落在刘四红身上 微微一笑 师父您来了 刘四红看着周层状态不太对 赶忙上前抓住周层胳膊 一股灵力进入周层身体里 师父 我没事 刘四红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 他把灵力撤回来 确实没发现周层的身体 有什么异样 转头看向那五名猎魔人 其中一人说道 刘大师 回去再说 这里不适合 刘四红点点头 咕嘟嘟 咕嘟嘟 虎牙子拿起烧开了的水壶 冲泡新茶 洗去一层后 重新倒水 几番倒腾 姿势笨拙 一点也不赏心悦目 但江阳很给面子 认真的 看着虎牙子的茶意 时不时点头 给予肯定和鼓励 一杯茶送到江阳面前 江阳端起茶杯 吸溜 哈 尝出一口气 江阳放下茶杯 赞叹道 好茶 虎牙子黑黑一笑 端起自己那杯 抿了一口 嗯 果然是好茶 主要还是自己泡茶的手法足够好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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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水滴落下 很快 稀稀利利地下起了雨 伴随着迷迷蒙蒙的薄雾 击碎了潮热的气流 瞬间凉爽起来 胡子师兄 中午咱俩吃火锅吧 下雨天跟火锅更配 好 家里有肉 虎牙子说着 去工作台拿起纸笔 刷刷刷写着什么 等江阳看到的时候 发现是几种蔬菜 和锅底蘸料 虎牙子朝旁边看了眼 波西米亚编点史 呼地出现 巨大书本翻开 佩斯利不情不愿地 从书里走出来 满脸忧愿地看着虎牙子 像极了深归怨妇 去买菜 虎牙子把那张纸递给佩斯利 然后又把手机扔在了书上 密码你知道 快点去 看着我做什么 我饿了 佩斯利一开口 就是满满的怨气 知道了 再买点猪肝 等我吃完饭 就喂你 虎牙子不耐烦地敢苍蝇 佩斯利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最终妥协 拿着手机 走出门去 那本波西米亚编年史 飘起扣着 悬浮在佩斯利头顶 向个防言 给他挡语 江阳惊呆了 这是驯服了 师兄 你怎么驯服他的 虎牙子拍拍自己苍白的脸蛋 无奈苦笑道 驯服个屁 我给他喝血啊 隔三差五 整个五十毫升 一百毫升 我是真快顶不住了 江阳听得一愣一愣 好像捕捉到了什么关键信息 佩斯利和守护者的血 得以生存 那自己的黑物人影以后 是不是要为武者的神性才行 我靠 羊 守护序列 这么难吗 要么费自己的命 要么费别人的命 师兄弟俩聊着天 佩斯利买菜回来 特意买了两个大猪肝 给虎牙子补补血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伙食考虑 是个懂事的宠物 吃饭期间 江阳说起了自己培养的 守护序列 可以通过吞噬神性成长 佩斯利觉得很稀奇 他拿着粉底盒 仔细研究了一会儿 最后摇摇头 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被封印进 波西米亚编年史里的 如果有机会 你遇到其他守护者 跟他们的守护序列 交流一下 不过 你炼制的容器有些粗糙 现在还可以 但以后 估计承载不了黑无人瘾 我知道 现在只是最初炼制阶段而已 江阳本就是想慢慢制作一个 可以传承下去的 守护序列 所以他不怕慢 在这个过程中 吸取经验 就算自己不能在 药剂密测里留下新药剂的药方 也可以留下一封信 到时候就这样写 江阳 师承裴东行 超越武神境 梦中 打开这封信的药剂师 你好 我是你祖宗 我是江阳 一个老实巴交 平易近人 温文尔雅 八百赞美之词的药剂师 因为天字有限 没什么药方留下 实在惭愧 不过 老祖宗我给你们 留了十几个 守护序列 和几个 封印物 还有培养 守护序列方法 你们要是感兴趣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 自己培养 守护序列 虎牙子和佩斯里 看着双眼朦胧 黑黑傻笑的江阳 对视一眼 心中不约而同 升起一个想法 他有病吧 突然 手机铃声响了 惊醒了正在歪歪的江阳 他擦擦口水 拿出手机 来电显示是刘四红 当即乐呵呵地接起电话 刘四说啊 我还想跟你说呢 我之前跟您说的 培养 什么 江阳的脸色 陡然阴沉了下来 虎牙子赶忙放下筷子 望着江阳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江阳挂断了电话 怎么了 刘师叔出什么事了 虎牙子问道 不是刘师叔 是周辰 江阳说 胡子师兄 我得去一趟荣城 药剂店还得你 帮我照看着点 也不用总去 之前的珍贵材料 我都放在其他地方了 我也跟你去荣城 虎牙子做事要起身 不用 现在情况不明 你去了也做不了什么 等我消息 你现在可是咱们师兄弟里 战力最高的 有用的到你的地方 虎牙子想了想 苏式猎魔队和总背部 暂时离不开自己 而且自己跟着 去荣城也确实会添乱 也就点头硬了下来 到时千万给我消息 别的不行 佩斯里还是有点用的 正在涮猪血吃的佩斯里 第191章 所以 你们到底急不急 江阳从机场出来 刘四红早已等待多时 大侄子 你总算来了 面容疲惫的刘四红露出笑容 迎了上去 伸手拍拍江阳的胳膊 不住地点头 江阳看着刘四红 笑着说道 刘四叔 我们路上说 江阳不想在韩轩上浪费时间 他也知道 刘四红现在比自己更焦急 所以替刘四红省略了韩轩的过程 实际上 刘四红在看到江阳出现的那一刻 心中安定了不少 至于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 也许江阳一系列堪称奇迹的表现 让他对江阳有了证实 刘四红侧身指着路边的车 说道 走吧 路上说 路上 车里 刘四红没有废话 直接说起了那天宴会厅里发生的事 江阳听完后 问道 所以 连您都不能确定 那八颗眼睛 是一魔 还是一兽吗 既不是一魔 也不是一兽 是一种类似独立生命体的存在 现在寄生在周岑身上 我毫无办法 所以 想让你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药剂 可以帮助周岑 刘四红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还是有些资产的 钱或是特殊材料 你只管开口 江阳没做保证 只是轻轻点头 陷入思虑当中 司机是周家的 车开得相当暴躁 看得出来 他也很着急 很快 江阳和刘四红 就来到了周岑家 很大的庄园 汽车进门之后 还要慢慢开几分钟 才到房子那里 房子后面是私人高尔夫球场 在后面连着一个私人马场 左右两边是一片树林 花草树木修建得很漂亮 这是江阳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 有钱人的生活环境 周岑的父母 妻子曦和他的父母 等在类似城堡的房子前 目光跟随着汽车而移动 终于 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周丽毅赶紧拉开车门 抢先开口道 江大师 嗯 他愣住了 他没想到刘四红推崇的药剂大师 看起来竟然还没自己儿子大 不过 毕竟是商人 正愣的表情 并未在他脸上停留一秒钟 江大师 嗯 一路劳顿 麻烦您了 一旁的黎新婉 见丈夫语无伦次 伸手碰了下周丽毅的后腰 周丽毅当即反应过来 脸上扯出一抹僵硬的笑 麻烦江大师了 其家三口人 也都好奇地打量着江阳 刘四红下车介绍道 这两位是周岑的父母 周丽毅 黎新婉 江阳很有礼貌地喊了声 周叔叔 黎阿姨 姓黎 和黎远叔有没有关系 这是江阳的第一想法 刘四红又介绍 七子熙和他父母 这位是七子熙 周丽的未婚妻 这是他的父母 江阳看向七子熙 郑重地喊了声 嫂子 然后 又对他父母点点头 师叔 去看看周丽吧 江阳也不明白 刘四红是什么意思 也不懂这帮人是什么意思 咱们不应该先去看周丽吗 你们堵在这里挨个介绍 单不耽误时间 对 先去看小丽 周丽毅赶紧转身带路 来到周丽毅房间 刘四红对他们说 你们就在这里等吧 他们想跟进去看 但他们也知道 自己进去 也只会占地方碍事 江阳刚进周丽的房间 下意识地运行灵力灌注左眼 他发现 周丽身上的灵力很稳定 但就是有一股 不属于他的诡异气息 从他身体里溢散出来 用灵力之眼都看不出来 江阳心里嘀咕 刘四红来到周丽床边 看着徒弟昏迷的样子 不由地叹了口气 抓住被子掀开 眼前的一幕 让江阳悚然一惊 周丽的胸口有八只眼睛 排列成大地之星项链的模样 每颗眼睛之间 有浅粉色的筋肉连接 在被子掀开之后 那八只眼睛 先看向刘四红 最后看向江阳 猎魔队怎么说 江阳问刘四红 刘四红说 猎魔队进去的时候 周丽已经把这串眼球 拿在了手里 他们亲眼看到 这八颗眼睛 顺着周丽的手臂进入衣袖 最后在他胸口 排列成这副模样 当时 我看周丽就不太对劲 待人太多 又没办法说 等回来之后 周丽就陷入了昏迷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都没有用 也给金师姐打去了电话 但他现在在非洲办事 没有办法立即赶回来 我没办法 才请你过来 想看看你的 药剂密测 里有没有对付这种情况的药剂 现在的周丽 灵力运行很正常 灵力探查根本感受不到 他胸口眼睛的存在 非常诡异 江阳走到床边 看着周丽胸口 几里咕噜的八颗眼睛 心中微叹 这就是个使用 契约眼球的圣体 江阳调动 电磁力灌注左眼 在电磁力的探查下 终于发现了异样 刘师说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周丽本来就有十只眼睛 只不过以前跑丢了八只 现在找回来了 刘思红搭拉着眼皮 满脸无语地看着江阳 江阳摇摇头 认真道 我并没有开玩笑 为什么用灵力探查周丽的身体 发现不了任何异样 那是因为 这八颗眼睛 就跟周丽本来的眼睛一样 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是他的身体器官 是他的身体器官 刘思红愣住了 他看向周丞胸口的八颗眼睛 正正出神 大侄子 别开玩笑了 我没什么心情 刘思红看着徒弟这副诡异样子 而他又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此刻 他很低落 并且痛恨自己的无能 江阳笑了笑 要是以前 还真没有神妖办法 但是现在 自己有了顽皮窃贼 可以把周丞胸口的眼睛偷出来 刘师叔 去准备一个封存物品材料的容器 刘思红猛地抬头 眼中抑制不住的惊喜 他失态地抓住江阳胳膊 大侄子 你真有办法 江阳伸手拍拍刘思红胳膊 笑着说道 准备容器吧 好 刘思红以最快速度出现在门口 拉开门 就看到五个人 一脸担忧地站在门口 伸着脖子往屋里望 别担心 有办法了 快让开 我去准备东西 刘思红推开他们 急匆匆跑下楼 门口几人面面相去 然后 齐齐望向那个 第192章 人有没有可能 本来就长十只眼睛 刘思红拿来一个水晶容器 一看就价值不菲 他抱着水晶容器站在旁边 眼巴巴地看着江阳 江阳欲言又止 师叔啊 你好像等赈灾粮的难民 捧着破碗 眼巴巴等着开饭 江阳解开衬衫领口 摘下项链下方 垂着的黑色六角星 握在右手心 灌注灵力后 六角星印在他的手心上 然后 他探手按在周层胸口的眼睛上 他眼中的画面一闪 一副清晰的人体脉络 出现在他脑海里 那八颗眼睛 真就像周层原本的眼睛一样 有完整的视觉神经 他的手 抓住了两颗眼球之间的筋肉 轻轻提起 一颗眼球 三颗眼球 八颗眼球 一串眼球 被他从周层的胸口拎了出来 周层胸口留下八个血洞 就像真正的蛙眼一样 在刘思红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江阳把那串眼球 放进了水晶容器中 刘思红赶紧盖上盖子 用灵力封印瓶口 这边刚取下八颗眼球 昏迷的周层 就发出一声虚弱的呻吟声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江阳 正愣了两秒 杨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你家偷点东西 江阳笑着说 啊 随便 看上什么 直接拿走就行 周层闭上眼睛 他现在很疲惫 也很猛 我看上了你的眼睛 眼睛可不能给你 杨哥 别闹了 没闹 我已经偷走了 啊 杨哥 我眼睛这不是周层睁开眼 还故意瞪大 旋即 他感觉到胸口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胸口有八个血洞 然后 他晕了 江阳伸手接过刘思红手中的水晶容器 道 师叔 你给他喝点药剂 让他们进来吧 我去研究研究这东西 好 你去歇着 剩下的我来 刘思红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一堆瓶瓶罐罐扔在床上 翻找着 应该给周层用哪个 江阳打开门 等在门口的五人看到江阳出来 先是一喜 随后看到他手中水晶罐子里的眼球 又吓得惊呼后退 江阳说道 没事了 你们进去看看吧 江阳下楼 坐在客厅里 用电磁之眼 观察着这串眼球 一个眼球大 七个眼球小 无论是从灵力感知 还是电磁力感知 这八颗眼睛都很正常 看不出什么的江阳 放弃了 坐在沙发上 默默恢复灵力 傍晚时分 周家庄园忙碌了起来 大公子周岑醒了 普天同庆 江阳向的旁观者 孤独又疏离地 看着喜气洋洋的众人 周岑的父母主动跟他攀谈 他们的每句话 都是那种不会让人尴尬 又可回答可不回答的那种 分寸拿捏得十分精准 江阳觉得 跟他们聊天非常自然舒坦 可能这就是商人拥有的特殊本领 吃了晚饭后 刘思红和江阳 坐在周岑房间里 看着电脑上的监控视频 视频中 周岑拿着断刀摆出对敌姿态 宴会厅里的人都跑光了 他开始慢慢靠近展台 暂停一下 江阳说道 刘思红按了暂停 和周岑一同看向江阳 江阳问道 这个时候 你是不应该离开 等着猎魔队来人吗 为什么要靠近这串眼睛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种场景下 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 都会远离 等着专业人士来解决 而不是主动凑上去 周岑半躺在床上 面对这个问题 他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当时我的脑子很乱 好像有个什么声音在呼唤我 好的 继续吧 江阳点点头 刘思红继续播放监控视频 周岑用短刀挑开展台的玻璃罩 然后 扔掉了短刀 伸手把那串眼球拿了起来 他慢慢地举起那串眼球 微仰着脑袋 闭上眼睛 表情像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拿到了某种圣物 就这样过了2分19秒 猎魔队的人进来 那串眼球 像是受到了惊吓 开始顺着周岑的手掌 攀爬进衣袖里 周岑 你拿到眼球后的2分19秒里 你在想什么 江阳问道 我在想 周岑看了眼同样疑惑 望着自己的刘思红 喉咙咽了咽 继续说道 我在想 我的眼睛终于回来了 江阳和刘思红同时愣了下 你的眼睛终于回来了 江阳想了想 说道 也就是说 那时候你的思想里 这本来就是你的眼睛 并且 遗失在外 现在终于回来了 周岑点点头 没错 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本我很害怕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这八颗眼球 散发着邪义的气息 但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我有从八颗眼球上 感受到了亲切 感觉他们 在呼唤我 而我也像是有什么东西 丢了很久 现在终于找回来了一样 我很可能被某种力量 控制了思维意识 当时我觉得 他们就是我的眼睛 我终于拿回了属于我的眼睛 不是 老兄 你这种症状多久了 要不要去看看精神科 江阳听得头皮发麻 因为周岑在讲述时的状态 平静到让人觉得不正常 就好像他还在怀念那八颗眼球 在身体里的时光一样 似乎 他真的相信自己 本来就有十颗眼睛 江阳和刘思宏对视一眼 刘思宏站起身说道 周岑 今晚你好好休息养伤 这件事很不简单 交给师父处理 好 周岑应了声 然后低下头 微微醋眉 一只手搓揉着额头 低声呢喃着 我好像有些混乱 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眼睛 如果不是 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 如果是 为什么会丢失呢 好吧 你是不正常 都开始考虑 为什么会丢失八颗眼睛了 你就完全没想过 人根本不可能有十只眼睛吗 江阳脸色有些难看 对刘思宏使了眼色 两人离开了周岑房间 来到客厅 江阳沉重地说道 师叔 这事不简单 咱俩可能处理不了 刘思宏点点头 我请了金师姐 他应该明天傍晚到荣城 第193章 疯了 中兴战区 李远树带回了藏青 和宋问琪的尸体 两具尸体都没了神性 特别是宋问琪这个玲珑镜 完全没了利用价值 不过 这不关李远树的事 他只以完成任务为标准 不在乎其他 高层领导看到宋问琪的尸体 一阵摇头 他看了有小队中 灵神镜提交的任务报告 虽然有些可惜 但李远树能够挡住 对方那个无量镜 已经非常难得了 李远树先去交了 灵档 然后去一号大会议室开会 刚刚上楼 就看到站在走廊里的 三位灵神镜队员 他们怎么还在这里 李远树愣了下 说道 任务完成 辛苦各位了 你们回各自战区指手吧 说着话 他从三位灵神镜面前走过去 走了几步 他又停下脚步 沉吟了下 回身看着三人 道 任务期间 与三位相处十分愉快 多谢三位辛苦 照顾我这个老头子 若是以后碰面 或是因为某些任务 需要再次合作 我希望 还能如同这次一样 合作无间 你们在此等候的原因 我也知道 他平静地说道 三位 五者修行如灯天梯 天赋心性双绝者 自然水到渠成 若是天赋不够 心智不坚 倒也不必为难自己 不然 下次见面 老头子的身份 就不是战友 而是执法裁决者 宋问奇的下场 希望三位引以为见 李远树说 这番话时的语气 非常平静 几乎就是一个语调说下来的 但其中告诫严厉 杀气凛然 三位灵神静不由的脊被发凉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表情都有些尴尬 简单寒暄几句后 离开了 这时 中兴战区总参谋长 傅明延进了走廊 看着李远树 乐呵呵笑道 好好讲道理不就行了 何必吓他们呢 这次他们可都见识到了 你这位执法裁决者的厉害了 刚才在楼下 遇到他们三个 脸都被你吓白了 我没吓唬他们 我是认真的 李远树转身往大会议室走 言语凭淡道 宋问齐开了一个 很不好的先例 现在很多灵神静不者 都在观望 东南战区 地下存管室里的灵子诱发器 成了烫手山芋 这次我出任务 看到有几个国家 已经开始暗地里 做准备了 老父 世界要起战火了 我几乎可以预见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包括我在内的执法队六人 将变成刽子手 本就不多的灵神静不者数量 会因此再次减少 甚至会出现断层 傅明言也不再开玩笑 表情凝重地点点头 问道 这次你跟那个 无量镜交手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 李远树沉默了下 回道 若是我 晋升无量之镜 杀他不用第五拳 傅明言愣了下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想问你 有没有察觉到他是谁 没有 李远树说完 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傅明言 道 老父 你问的问题就很奇怪 我要是知道他是谁 我还会回来吗 我们六个 早就过去猎杀他了 无量之镜的舞者 多少年都没杀过了 我记得 上一次执法队围杀无量镜 还是68年前 那时候 我39岁 才刚进执法队 只有林荣静巅峰 连出现在战场 都很勉强 你 完全没有办法交流啊 我只是想问问 你有什么线索而已 没有就拉倒呗 你说这么多 没有用的干嘛 傅明言心中 默默叹了口气 算了 就这样吧 老黎 跟你说个正事 傅明言打断 李远树的回忆 强行把话题拽了回来 你能有什么正事 李远树 说吧 傅明言知道 李远树 有时候沉默地像个哑巴 有时候平和 像个兽气包 有时候说话 能气死人 但还是胸口一闷 什么叫我能有什么正事 我怎么说 也是中心战区总参谋长 怎么在你嘴里 就像个混子一样 呼 傅明言吐了口气 调整一下心态 把手中资料 递给李远树 见李远树翻看 他同时说道 这次八大战区的 轮值守备 已经走过了一轮 四人中 一股司灵和王帝的战绩 和天赋最为出众 总指挥也想扩充 执法队的人员 他们两个可以作为 培养对象重点关注 这需要你们执法队 六人各自给出意见 然后评定 傅明言话音刚落 李远树直接道 不合格 什么不合格 傅明言愣了一下 不是 我才刚说完话 你直接就堵住了 李远树停下脚步 把资料合上 还挤付名言 说道天赋不合格 王帝32岁 晋升灵神镜 今年35岁 古思灵倒是很年轻 但他的战力 基本依靠魔女的裙摆 老夫 我39岁时 已经是灵荣镜巅峰了 以后招人 就按我这个标准吧 不然 进了执法队 也是个送死的料 拒绝的最好方式 就是拿自己举例 李远树不想 搭理傅明言了 觉得他有些烦 话音落下 直接消失在走廊里 留下傅明言 独自凌乱 按照你这个标准找人 说得真轻松 傅明言 深深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 又苍老了几岁 第二天清晨 江阳起床 他昨天没有在周辰家留宿 而是住在周家的酒店里 今天那位金师伯要来 江阳也是好奇得很 主要是好奇 那位据说在要继学天赋上 要超过自己的徐师姐 你要说 我修炼不行 那我不跟你讲 但你要说 我要继学天赋不如他人 那咱 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他洗漱好之后 刚到餐厅吃饭 酒店餐厅早餐 最值得称赞的 就是品类足够丰富 江阳刚吃一半 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刘四宏打来的 江阳的第一反应 就是周辰出事了 果不其然 电话接通后 刘四宏的第一句话就是 周辰疯了 第194章 眼睛去哪了 爸 妈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我的眼睛没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把我的眼睛还回来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周辰从床上掉下来 跪在地毯上捂着脸 声嘶力竭地喊着 鲜血从他指缝间渗透出来 他的父母已经被吓得呆住了 刘四宏上前抱住哭嚎的周辰 一股灵力灌进周辰身体里 周辰晕了过去 刘四宏双手颤抖着拿开周辰捂着脸的双手 当下心头一颤 周辰的母亲更是直接晕了过去 他的父亲浑身颤抖 看着儿子的脸 周辰的双眼变成了血洞 两只眼球没了 刘四宏失魂般地跪在地上 抱着周辰的脑袋 右手颤抖着想去触碰周辰的眼眶 但怎么也落不下去 他想到昨天江阳说过的那句话 有没有可能 那八只眼睛原本就是周辰的 不可能 人怎么可能长十只眼睛 可是不可能的话 那现在的周辰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辰的眼睛又是怎么不见的呢 今早还好好的 周辰有些虚弱 自己在房间里陪着他 看着他睡了一整晚 守着他早晨醒来 保姆把早饭送进来 自己只是转身去推餐车 连两秒钟都不到 周辰的眼睛就不见了 他把周辰抱到床上 拿出恢复药剂 灌进周辰的口中 又安慰了几句周辰的父母 还是那些话 放心 我在呢 实际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与不在 又有什么分别 可是 他不这么说 又能怎么说 等到江阳来的时候 刘思红已经开始准备做重生药剂 让周辰的眼睛重新长出来 江阳觉得现在情况不明 这么胡乱搞 很可能会出事 刘思红整理着工作台 摆放材料 语气平稳的令人害怕 我没有其他办法了 周辰暂时昏迷着 如果他醒来还发狂的话 很可能会被心底阴暗吞噬 变成一魔 到时也只有死亡这一个结果 我不像你们师父那么有本事 可以给徒弟一个坦途的光明未来 但我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徒弟出事 江阳安静地听着 此时此刻 他也没什么头绪 刘思红开始制作重生药剂 佩斯里的肉块 是他一个星期前在苏氏 虎牙子给他的 不多 只有小小的一块 能做三瓶重生药剂的量 房间里 周辰的身体突然颤抖了下 血肉模糊的眼眶里 慢慢地生出几个肉牙 就像是虫子 在他眼眶里蠕动 我看不见了 我的眼睛怎么磨了 对了 我的眼睛被师父和阳哥拿走了 他们把我的眼睛放在了哪里 我得找回来 我不能变成瞎子 周辰有意识地想着 他的眼眶里肉牙越来越多 开始聚集在一起 慢慢地形成一个白色肉流 周辰周辰 周辰耳边响起一阵虚幻的呼喊声 就像在宴会厅时 他脑海中的声音一样 虚幻飘渺 像是从另一个时空传递过来的一样 周辰眼睛 眼睛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磨了 周辰低声嘻喃着 突然 他看到了一个白色光点 这让他激动了起来 他又能看见了 他眼眶里的白色肉流 几乎填满了他整个眼眶 一个小黑点 正慢慢扩散开来 我的眼睛又长出来了 我能看见了 周辰挣扎着 从床上爬起来 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但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看不清 为什么看不清 周辰把手凑到眼前 努力地去看双手 但依然看不清 那个虚幻飘渺的声音 再度响起 周辰你还有八只眼睛 对 我还有八只眼睛 我的眼睛太少了 只要把眼睛都找回来 我就能看清了 周辰下了床 虚弱地他步履蹒跚 等到他走到门口时 已经是步伐沉重 哪里还有虚浮感 他推开门 伸手摸索 扶着墙壁 开始在整个房间里找眼睛 四楼没有 三楼没有 他来到二楼一个房间里 模糊的视线告诉他 这里一间卧室 他摸索着 翻遍了整个房间 忽然 他感觉自己的力气 好像被抽空了一般 身体突然躺倒 在床和衣柜中间 胸口血洞 渗出鲜红的血液 浸透了睡衣 他的眼眶里流出发黄的浓水 我怎么了 为什么没有力气了 周辰右手努力 抬起抓住床腿 一只脚蹬地 一只脚抵在大衣柜上 想以此来挪动身体 他的身体开始小幅度移动 只要到了床边 双手够到了床 就能撑着站起来 还有一楼和地下室没去 自己的眼睛一定在那里 就在这时 房间外转来了脚步声 紧接着 是师父和江阳的谈话声 师父和阳哥来了 自己的眼睛 就是被他们拿走的 如果被他们知道自己 在找眼睛 他们一定会阻止的 不行 要先找到眼睛 然后 跟他们解释 自己不止有两只眼睛 而是有十只眼睛 师父这么疼我 阳哥很好说话 他们一定会相信自己的 周辰的呼吸逐渐浓重 抓着床腿的手臂青筋暴突 他拼尽全身力气 移动到床边 周辰 耳边响起呼唤声 无比的清晰 周辰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在床下 悬浮着一对眼球 没有任何支撑 就那样悬浮着 直勾勾地看着周辰 周辰的房间里 刘四红在江阳的帮助下 第二份重生 药剂就成功了 他拿着药剂瓶 坐在床边 看着床上陷入昏迷 双眼血动的周辰 心中抽痛 他不明白 为什么好端端 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徒弟 重生 药剂 你的眼睛就长出来了 刘四红嘀嘀地说了声 打开 重生 瓶塞 轻轻扶起周辰的脑袋 药剂瓶凑到周辰的嘴边 慢慢灌了下去 二楼的房间里 床边 周辰伸手 抓住了那对眼睛 第195章 强者思维 总是轻奇的 周辰抓住那对眼球的同时 刘四红把重生 灌进了他的口中 下一秒 床上的周辰 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啊 声嘶力竭的嘶喊声 从周辰喉咙里 强行挤了出来 他推开了刘四红 在床上打滚 崩溃地吼叫着 啊 疼 我的眼睛好疼 如刀踢骨般的疼痛 让周辰撞四分膜 这是怎么回事 重生 药剂失败了 怎么可能失败 刘四红 几乎癫狂地扑到床上 想按住翻滚的周辰 但却被江阳一把拽了回来 完全没了戒备心 陷入慌张的刘四红 就跟一个普通 五十多岁老头一样 砰的一声 被江阳扔在了地上 师叔 你疯了 江阳紧皱眉头 低吼着呵斥 先看看情况 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坏 刘四红呆呆地摊坐在地上 望着床上 哀嚎的周辰 门外传来周辰父母的哭喊声 江阳心念一动 电磁力铺开 让周辰父母晕了过去 此刻的他也心乱如麻 周辰的怪异情况 他没见过 或者说 他本就没见过什么怪异事件 咕咕 两声细微的滚动声 周辰跪趴在床上 那两道细微的声音 正是从他眼眶里发出的 在江阳和刘四红的目光中 周辰的眼球慢慢长了出来 无意识地转动了几下后 又慢慢暴吐出来 就像上吊之人的死相 紧接着 周辰的眼球掉在了床上 哎呀 周辰再次哀嚎起来 他抱着脑袋 双手手指几乎要刺破头皮 抓进脑袋里 江阳顺开电磁之眼 看着周辰和那对掉下来的眼球 结果令江阳不寒而栗 那对眼球就是周辰的 咕咕 又是这样的声音 周辰的眼眶里 再度长出两只眼球 碰 周辰瞪大着双眼 倒在床上 晕了过去 江阳赶紧上前 电磁力和灵力同时透出 落在周辰身上 却发现周辰的身体完好无损 他沉没了下 手指微动 那两颗眼球轻轻飘了起来 把周辰安置躺好 盖上被子 回身看着刘四红 微微摇了摇头 诗说 把这两颗眼球收起来吧 刘四红脸色非常憔悴 从一旁的柜子里 拿出两只药剂瓶 放入眼球后 再输入灵力封存 随后 他又无力地跌坐在地 望着床上昏迷的周辰 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 仿佛有一股绝望的气息 从他身上弥漫了出来 只是老老实实在 荣城制作药剂的他 只是在几年前 才堪堪静生灵际静的他 实在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 闻所未闻的诡异之事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刘四红强打精神 从地上站起来 垂着脑袋不去看江阳 低声说道 傍晚 金师姐就来了 到时候 到时候 你帮着你金师伯一起想办法 需要什么 尽管说 我要在这里守着周辰 刘四红说这番话 用了好大力气 他说出这番话 就等同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 江阳却很理解 眷慰道 我明白 师叔放心吧 你也不要自责和内好 事情不发生在谁身上 根本不知道有多疼 你在这里守着周辰 我去接金师伯 江阳轻轻叹了口气 人有力尽时 面对未知的事物 谁又能淡定自若 他出门 把周辰的父母送回房间 跟几个保姆和司机打了招呼 让他们放假回家 然后 他独自坐在客厅里 仔细地回忆整个事件的过程 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地方 或者 有某些地方藏着线索 但他想不到 看不到 没有办法 他打电话给古思琳 把情况说了一遍后 古思琳也不清楚 但是提议 把周辰送到总备部 或许总备部的军医和药剂师 会有办法 算了吧 暂且不提自己 今天金师伯就来了 你们总备部的药剂师 还能比金师伯更厉害 挂断电话之后 江阳电着手机 思虑良久 给李远书打了语音电话 把事情跟他说了一遍后 李远书也沉默了很久 才慢悠悠说道 会不会是 你那个朋友 原本就有十只眼睛 你看看 大佬跟我想的一样 排除掉所有不正确 剩下的那个 无论有多么离谱 都是答案 李远书又说道 但是人怎么可能有十只眼睛呢 我倒是见过 有人长着四只眼睛 三条手臂 不过 那是个机型 在娘胎里的时候 是双胞胎 嗯 你那个朋友在娘胎里 会不会是五胞胎 要不然 就是他父亲或者母亲 是高级一模 连带着他也变异了 OK 你不要再说了 越来越离谱 照你这么说 我不是也有理由怀疑 周岑他老爸老妈 是萨尔坦星人 周岑就是个小外星人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侵略 带到十眼归位 成就十眼先天圣体 吸取地球生命资源 江阳无语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李将军的分析 您早点睡吧 啊 好 对了 你的那个小宠物怎么样了 阳死了 死了呀 那太可惜了 嗯 等有机会我再养一只 到时候一定告诉您 那好 一定要跟我说 挺稀奇的 嗯嗯 好 再见 江阳挂了电话 身体靠后 把自己扔在沙发上 迷茫地望着豪华吊灯 希望那位金师伯 能有办法吧 江阳去上楼看了眼 刘四红正坐在周岑的床边 看着周岑发呆 又去周岑父母的房间 让他们醒来 老两口子刚醒 就要往周岑房间跑 但被江阳拦住了 他跟周岑父母聊了一会儿 真假参半的话 暂时稳住了他们 他不知道 如果这老两口 看着自己儿子这个样子 会不会直接疯掉 他在司机告诉放车钥匙的地方 随便拿了一把 去车库 开车去机场接人 周丽毅轻轻拍着妻子后背 双眸一沉 声音微寒道 儿子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那串翡翠项链 离心丸抹去脸上的泪痕 看着丈夫微微点头 嗓音因为哭泣 变得非常嘶哑 跟那串翡翠项链有关的人 全都控制起来 包括骑驾 还有宴会厅里的人 都不能排除嫌疑 第196章 金河新试图 车来车往 川流不息 江阳把车停在机场附近的停车场里 放下座位 江阳双手垫在脑后 默默思考着 周岑出事太过突然 而且非常诡异 没有任何先兆 这已经脱离了 是否符合逻辑的问题 一个珠宝晚宴 一串翡翠项链 事情发生在自己杀死 宋问七之后的几天 出事的 还是跟自己关系很好的周岑 这里是否有某种联系 周岑现在的状况 如果再没有任何头绪的话 就得让官方猎魔队介入调查了 那时 周岑的特殊情况 很可能会被带走 甚至会被用来做研究 以前还没觉得 官方猎魔队有什么 但经过随周一役之后 江阳打破了这种想法 特别是见识到了李远树的强大 他知道 自己这些人 看似在某个地区 具有重要性和话语权 实际上 在李远树这个级别面前 什么都不是 之前自己 倒是可以仗着师傅 留给自己的 药剂密测 在古四林面前说出 天下药剂 我占七成这种装逼话 但 留生机还在官方猎魔队里 对自己太有威胁了 对官方猎魔队的认知 绝不能以偏概全 如果他们觉得 周岑具有某种研究价值 那自己这些人 完全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 基本上 金师伯就是周岑最后的希望 江阳无声地叹了口气 默默想着 突然 他心中不由地 升起一股颇为烦躁的情绪 这种寄希望于他人的感觉 很不好 之前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毕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无论是做局干掉楚思存 还是以身为耳 杀掉宋问奇 主要战力都不是自己 那种只能眼睁睁 等待着结局的感受 真的很不好 还是太弱小了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将近半年 五者十境 才到第二境 他忍不住想起那位凡尔赛老祖宗 他是怎么在十年中 从凌渊镜修炼到无量镜的 难不成他有系统 江阳苦涩地笑笑 收敛思绪 在车里慢慢修炼了起来 待到傍晚 他驱车来到机场 查看航班 确定金师伯和徐师姐 已经落地之后 拨通了金师伯电话 电话没有接通 不过 江阳看见了一个中年女性 拿着手机 望着自己 他身边跟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女生 江阳挂掉电话 点开刘四红的聊天对话框 看了看金和新的照片 再三确认后 立马迎了上去 远远的 江阳就笑着开口道 师伯您好 我是江阳 不带金和新说话 江阳把目光移动到女生脸上 笑着打招呼 徐师姐你好 你好 江师殿 女生看着没有江阳岁数大 差不多也就十八九岁 但人家入门早 几乎就是金和新养大的女儿 所以在他们年轻一代 徐义就是大师姐的辈分 金和新上下打亮了眼江阳 之前他们几个师兄弟 私下里谈论过江阳 跟江阳熟悉的贾夫伦 刘四红和于随周 都说江阳的药剂学天赋 不输徐义 这让金和新很感兴趣 他知道自己徒弟在药剂学上 有着怎样的天赋 如今裴东行裴师弟的徒弟 在他们心里 竟然有这样的评价 他很难不为之侧目 江阳 我知道你 很有天赋的年轻药剂师 你近期所做的事 我也知道 你做得很好 年轻人中 你的胆识和能力 是首屈一指的 甚至比很多老一辈药剂师 都要强上许多 金和新说话轻柔缓慢 吐字清晰 给人一种非常认真的感觉 江阳不知道该用什么话 回应这番夸奖 先是笑了笑 正在心里愁挫话语 就又听到金和新说 我们在路上说吧 正好你仔细说 一遍事情经过 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 江阳心里吐槽了一句 面上笑着 侧身指着车 好 今天周曾发生了 很奇怪的事 我和刘师叔毫无头绪 刚才 在听到金和新 毫不吝啬夸奖江阳的时候 徐毅就略感诧异 他知道自家师傅 可没怎么夸奖过人 就连自己 得到夸奖的次数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现在 对江阳的夸奖 简直刷新了 他对师傅的认知 原来 您夸奖人的词汇量这么多呢 很有天赋 做得很好 有胆识 有能力 手屈一指 徐毅跟着来到车边 想绕过车 坐在另一边后座 金和新去对徐毅说道 江阳不是司机 徐毅愣了下 旋即反应过来 来开副驾驶车门 坐了上去 转头对江阳歉意一笑 不好意思 江师弟 出门打车习惯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没事 没事 江阳笑着白白手 他现在没心思调笑 不然 可以嘴甜地回一句 给师伯和师姐当司机 是我的荣幸 汽车启动 汇入车流 同时 江阳边开车边 慢慢讲述了起来 金和新和徐毅听着 徐毅年轻 知道的事情少 倒没什么 金和新时而微微醋眉 时而若有所思 但没有打断提问 只是安静地 听着江阳讲完 江阳说完了 车内陷入了沉默当中 江阳很希望 金和新点点头 然后说 这不算什么 我这里 有种药剂 可以治疗周层 或者 虽然有些麻烦 不过 我有办法 但 金和新的沉默 让江阳心下一沉 不敢频繁用后视镜 看金和新的表情 这样很不礼貌 只能焦急地等待着 沉默了大约十多分钟 金和新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醋眉 像是在回忆着什么往事 副驾驶的徐毅 看出了江阳的焦急 眨了眨眼 身体微测 回头看着金和新 问道 师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江阳也没微调 侧目看了眼徐毅 金和新对着徐毅笑了下 看向江阳 嗓音依旧轻柔 丝毫听不出什么情绪地说 先看看周岑再说 好 江阳点头应答 然后 开始慢慢提高车速 第197章 错乱 周岑的父母 见又来了两个药剂师 心中的希望再次燃起 但却没了第一次江阳来时的那种满心息迹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两位女性药剂师有没有办法 随便寄托希望 很大概率会收获失望 众人 站在周岑房间门口 周丽毅夫妻没有跟着进去 周丽毅稍稍平息了一下焦躁的内心 深呼吸一口气 望着众人 强迫自己的视线 不落在床上的周岑身上 说道 我去调查那天宴会厅里的所有人 我太太去调集资金 需要什么材料 无论多少钱都无所谓 如果用钱买不到 我们就把钱 捐给战区总备部 就是用钱砸 也要砸出来 各位辛苦 拜托了 说完 周丽毅也不等谁回应 上前一步 关上门 快步离去 屋里的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都把目光落在周岑身上 这臭小子 虽然倒霉了些 但父母却是一顶一的好 刘四红赶紧给金和新让开位置 微微拱着身子 语气里带着恳求 道 师姐 你见多识广 帮着看看 金和新刚来到周岑床边 听到刘四红这么说话 略感差异地回声看着他 无声沉默了几秒 微微一笑 轻声道 四红 你这么说话做什么 要及是洗手 虽然事成不同 但几千年来相互照应 代代相传 你有事 我一定是要帮的 你这副卑微恳求的样子 以后要是传出去 我们师徒俩 还要不要做人了 江阳看看刘四红师徒俩 看看金和新师徒俩 默默点头 心想 肯定不是我传出去的 整个滨海谁不知道我江阳的嘴 是最严的 从不穿闲话 没人搭理江阳可耻的自我沉醉 注意力都在周岑身上 刘四红苦笑了下 师姐说的是 我心乱了 口不择言 金和新生看了刘四红一眼 对徐义轻笑着说道 给你刘四叔拿一瓶 静心雪莲 徐义很干脆 从随身小背包里 拿出一个小小的药剂瓶 药液晶莹透明 但在光线的折射下 仿佛有一朵雪莲花 漂浮其中 江阳好奇地伸着脖子看 这个静心雪莲 是自己药剂密测里没有的 刘四红接过来 打开瓶塞 一口灌下去 哎呀 师叔 你喝完之后 瓶子能不能给我江阳 看着刘四红 心中不由得有些焦急 这时 金和新已经把手 放在了周岑的额头上 片刻之后 又解开周岑的睡衣 看着那八个血洞 开口问道 你们给周岑服用虎牙子的 重生药剂之后 他只长出了眼睛 但胸口血洞 并没有恢复是吗 话音一落 刘四红和江阳都愣住了 他们的注意力 都在周岑的眼睛上 没有关注过他胸口的血洞 金和新摇摇头 江阳也就算了 陪师弟走得早 教导时间不长 但是 四红 你可不应该 刘四红赶紧说 师姐说的是 我 行了 你只是太着急了 借口而言 金和新说完不再吭声 刘四红满脸尴尬地站在旁边 金和新只肩凝聚灵力 在周岑胸口血洞上 弯出一小块肉 用灵力悬浮在手掌心 令刘四红和江阳没想到的是 那一小块肉 竟然慢慢消解了 再看周岑胸口血洞 被弯出的伤口 竟然没了 就像是从没被弯出过肉一样 刘四红和江阳对视一眼 像两个第一次 上化学课的小白 看到化学反应时的惊奇 金和新点点头 给周岑拉上睡衣 盖上被子 然后挥挥手 房间一侧的几个凳子 飘了过来 坐吧 慢慢说 这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刘四红非常惊喜 双手扶着凳子 尽量不让自己激动到失态 坐下来 身体前倾 望着金和新 金和新沉映了片刻 看了看刘四红和江阳 还有徐毅 缓缓说道 周岑并不在这里 说完 他不理众人疑惑的表情 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你们可以理解为 这里的周岑 是拿起翡翠项链之后的周岑 江阳把八颗眼睛偷走之后 那一刻的周岑 也跟着八颗眼睛 一起被偷走了 江阳两人面面相去 听不明白 金和新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旋即 他的眼神变得正中认真 如果你们不理解我说的 那么我接下来的讲述 可能会让你们对这个世界 产生颠覆性的认知 徐毅压低了茂言 江阳和刘四红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没有说话 金和新没有先讲述 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跟自己对视过 江阳和刘四红刚要点头 赵镜子经常和自己对视 紧接着 金和新继续说道 就是那种面对面的对视 在某一个时刻中 在某一个场景里 一个偶然的转头或者回眸 你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正在做某件事 然后 他像是感受了你的目光 突然看向你 江阳忽然一震 随即脱口而出道 平行时空 金和新笑了笑 道 江阳 你确定时空是平行的吗 或者 你确定你 现在看到的我们 就是跟你处在同一时刻 同一时空的吗 江阳张了张嘴 不觉间 几倍泛起了良意 这个世界奇奇怪怪的 看似像是个高五世界 无者打怪升级 但许多奇奇怪怪的 序列又让他不敢确定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超进制序列 是与生俱来的 还是从出生的那一刻 被某些存在赋予的 封印物序列 有些事是制作而成的 可以理解 而更多是遗留下来的 那么 又是谁遗留下来的 怎么制作的 守护序列 除了吸血鬼 十祖佩斯里这个例外 其他基本都是 具有强大能力的怪物 它们是怎么出现的 很多是 不敢细想 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 还很弱 了解这个世界还很少 在潜意识中 不愿去深度思考这些问题 但作为一个穿越者 他怎么可能不去想 甚至 他在想 自己为什么会穿越到这里 是偶然 还是被选中了 第198章 跟我走吧 金和鑫看着江阳和刘四红 两人僵硬的面部表情 轻轻笑了下 说道 理解了这一点 那么之后 我说的 你们应该就会懂了 或许 在某一时刻 或是在现实中 或是在梦境中 那一刻的你 看到了与你处在 同一时刻的兽性 神性 或是人性 人有三性 神也有三性 我们不确定 此时此刻主导身体 和思想的是哪一个 甚至 我们不确定 三性 是否一直存在精神意识当中 也许 你以人性为主导时 兽性和神性 在另一个碎片时空里 主导着你 无喜无悲时 可能不是神性 可能是人性 癫狂杀戮的时候 可能不是兽性 可能是神性 三性本身 就是受到精神意识 而转换的 那么 你在某个时刻 某个地点 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很可能就是另一个 时空映射而来的 三性之一 舞者的本质 就是修三性 从隐性的 散落的 慢慢收回来 逐渐显现 这个阶段是 灵虚境之前 灵欲境之后 三性变得具体 变得不可控 他们开始抢夺 身体的控制权 这种情况 是因为三性中 最为复杂的人性 强行把兽性和神性 禁锢了起来 因为人性修炼的 最本质需求是 成神 金和星看到 徐毅有些溜耗 伸手敲了下 徐毅的帽颜 徐毅立刻回神 小心翼翼地 看了眼师父 随后 低眉顺眼 金和星看了另外两人 说道 那么现在理解 我先前说的了吗 周曾变成这样 是因为那串 翡翠项链 是产自静穿的原石 具有强行融合 人之三性的能力 为什么会聚现场眼睛 我也不清楚 在他拿起 翡翠项链的那一刻 周曾的人性 兽性 神性 被强行收束 禁锢在精神意识里 进行融合 江阳把八颗眼球偷走 周曾的三性之二 也就跟着被偷走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此时此刻 周曾的三性之二 应该被困在 某两个碎片时空里 到处找眼睛 也就是找另外二性 至于给他喝下 重生 他长出眼睛之后 又掉了出来 然后 再长出了两只眼睛 应该是其他某个碎片 时空里的周曾 正好找到了一双眼睛 与你们恰巧重合了 你们给他灌下药剂的同时 他拿到了眼睛 一个眼眶里 怎么能放下两颗眼球呢 重生 刚长出来的眼球 就被他其中一性 刚找到的眼球挤了出去 他胸口的血洞 为什么没有跟着恢复 也是这个原因 金和新说完 房间重新陷入了沉默 江阳是因为没人教导 一直以来都是从别人口中 听个知言片语 然后自己摸索着修炼 刘思红是他师父压根 就没告诉他 不认为以他的天资 能有成神的那一天 老老实实在荣城传承药剂学 好好找个徒弟 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了 徒子徒孙的身上 经过金和新这么一说 江阳感觉这个世界更颠了 自己三性中的两性 没事就跑出去玩 玩够了回来 跟自己抢身体的所有权 刘思红沉默了一会儿 平复一下内心 事实上 金和新说这么多 他根本不在意 反正他天资就到这了 还真能成神咋地 他就是想知道 怎么就周辰 师姐 我们该怎么做 金和新回答也很简单 去静川 找问桂花和杨岩石 十一朵问桂花 十一枚杨岩石 把杨岩石放在问桂花的花蕊中 利用杨岩石的热量 激发问桂花的香味 周辰闻到之后 他胸口的眼睛自然脱落 就好了 拍卖行里没有卖的吗 刘思红急忙问道 同时掏出手机 他话音一落 三人只感觉呼吸一致 眼神异样地看着他 不是 要是拍卖行里有卖的 金和新不就直接说 去拍卖行里买了吗 用得着说去静川找吗 人啊 心乱了 智商也跟着下降 刘思红反应了过来 脸色一苦 不好意思地收回手机 那 我去静川 师姐怎么去 我这就动身 刘思红站了起来 急切地望着金和新 金和新第一次因为心中不悦而皱眉 语气也不似之前那般轻柔舒缓 而是带着严厉的口吻 道 思红 你看看 你现在像的什么样子 药剂师的心静手吻 都还给你师父了 刘思红慢慢坐下 用拳头猛锤一下大腿 低着脑袋 声音闷闷地说道 师姐 我就这么一个徒弟 跟儿子没有区别 你 你就快点说怎么办吧 金和新叹了口气 舒展眉头 顿了顿 道 你不能去静川 因为不确定 被困在其他时空碎片里的二性什么 这个周层很可能是兽性 万一我们都走了 你发起狂来 杀了他父母 说到这里 金和新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转而说道 在这期间 你还得看着他自己慢慢找回眼睛 我和小姨去一趟吧 答应了帮你 怎么也要帮到底 不提你我交情 咱们祖上师门前辈 也是交情甚度 以后孩子们也得延续下去 或许 在未来的某天 小姨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需要求助于你 或是周层 这都是未知数 金和新说话一点没有掩饰 大大方方 今天我帮了你 未来我徒弟要是遇到了什么事 你也得帮他 江阳在一旁心里感叹 把谁用不着谁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金师伯果然有水平 刘四红神色正重道 师姐放心 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们师徒的地方 尽管开口 倾其所有 用命偿还 行了 行了 金和新摆摆手 笑道 最好是别有那么一天 我不是心疼你的命 是不想孩子出事 随后 他看向江阳 江阳点点头 认真正重道 金师伯放心 我也一定会珍惜 嗯 你不用珍惜 去收拾收拾 咱们出发 金和新说道 好 我这就去收拾 江阳有些发愣 师伯的意思是 我也去静川 你当然要去 金和新不虚不缓的理所当然道 裴师弟不在了 你的这些师叔 又是个半吊子货 谁能带你出去闯荡世界 教你修行 你要是个没天赋的 跟你刘师叔一样 守着一个小城过一辈子 也就罢了 可偏偏 你个有本事的 正好赶上了就跟着吧 刘四红 师姐啊 我知道自己什么样 您不用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说 第199章 教导 在金和新已知的药剂师中 包括失去的那些前辈 江阳的药剂学天赋 即便算不上一鼎一的天资卓绝 也肯定在前十之列 作为一位药剂师 最看重的 不是武者境界 而是药剂学天赋 制作药剂的成功率 能否开创新的药剂 即便在原有药剂的基础上改进 也算得上天资不凡了 比如 灵通药剂 灵通秘药 灵蕴药剂 灵蕴蕴 等等 江阳他们那一门 最具代表性的改进药剂 就是 清灵药剂 雪山凝固 雪山守护 从清灵业开始 创造清灵药剂 在此基础上 加入主材料天空树的露水 以及各种辅助材料 创造出雪山凝固 又以雪山凝固为基础蓝本 几次改进增强 最后创造出雪山守护 一千多年前 江阳他们那一门药剂师 还没什么名气 窝在一个小城市里 直到出现一个叫做霍不显的药剂师 离开了祖辈生活的小城市 在清灵药剂的基础上 创造了雪山凝固 又自创了冰封液 欺骗药剂 枯萎毒素 十九秒 白沙 水溶液 在很多城市 地区和国家都留下了名字 药剂师霍不显 师承林熙遥 林玉静 还说了那句 在药剂学界 传了一千多年的霸道言语 天下药剂 我占七成 当时所有药剂师都恍然大悟 原来是林熙遥的徒弟 这就说得通了 毕竟 他们师徒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同时也是 压了药剂学界一千多年 令人极度到发疯的狗东西师徒 为什么这么多药剂师看中江阳 就是因为江阳有着某些 跟那对师徒相同的特性 天赋极高 师父没教 他们好像都很喜欢 自己先到处浪 等到快浪死的时候 才想起来收徒弟 他们收徒弟也很简单 人品好 有点药剂学天赋 然后扔一本药剂密册 最后说 徒儿 师父快死了 你自己误去吧 金和星收回 看着江阳的目光 就这么一门从老祖宗开始 就很奇葩的药剂师 不仅没断代 还越来越厉害了 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很显然 金和星知道不少秘星 也了解一些江阳师门的历史 事情定下之后 金和星带着徐义离开周家 明天出发去静川 带着江阳这个新手小白 去世界大地图开荒 江阳开车 带着师徒俩去酒店 因为是周家的酒店 周立义做了充分的安排 三人住在同一层 进房间之前 金和星对江阳说道 简单收拾一下 15分钟后 去餐厅吃饭 好的 是不 江阳点头应了声 然后 推门进屋 修炼中的知识 正是江阳所渴求的 从隋州回到苏氏当晚 他在短视频平台的私聊中 跟那位高校物理系教授 聊了很多 老教授惊奇于 江阳拥有类似 电的能力 江阳撒谎了 江阳寄予老教授的知识 两人一拍集合 准备找个时间面积 所以 他现在最缺少的 就是修炼知识 找个金师伯 好像很强的样子 正好可以跟着学习学习 江阳在客厅抽了支烟 换了身衣服 去走廊等着金和星师徒 很快 金和星师徒俩出门 三人去餐厅 简单吃了晚饭 回到金和星的房间 48岁的金和星是林虚静 他自己说只差一步 就能晋升林欲静 但这一步 他走了四年 还没到头 江阳通过电词里得知 这位金师伯 说谎了 不过 这跟他并没有关系 江阳发现 那位药剂学天赋 在自己之上的徐毅徐师姐 总是六号 时不时的眼神空洞 像是发呆 又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金和星没搭理六号的徐毅 耐心地 给江阳讲解林元静 林济静 林虚静这三个境界 在修炼和静升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 江阳受益匪浅 道谢之后 就要离开 金和星点点头 在刚才的交流中 他并没有发现 江阳有因为天赋而自傲 反而全程虚心求教 偶尔提出疑惑 如果有药剂学上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随时问我 好 谢谢师伯 江阳笑着微微躬身 然后 开门离去 房间里只剩下师徒两人 金和星一动目光 看向坐在一旁 沙发上的徐毅 见他呆呆的模样 觉得特别可爱 笑着问道 想得怎么样了 徐毅回过神来 表情有些沮丧 抓起靠枕放在腿上 单手脱腮 哀声叹气道 师傅 我怎么也想不出来 到底用什么药剂 才能影响舞者的精神意识 清灵液倒是可以 但清灵液要跟什么材料融合 才能达到 守护您的精神意识 增加关心的成功率呢 捧心花和清灵液 这是我目前所能想到 最基础的药剂 但都不能作为主材料使用 金和星看着徒弟苦恼纠结的模样 不由得会心微笑 语气轻柔道 想不通 就以后再想 慢慢尝试 不能等了 徐义摇摇头 您的灵力快要压不住了 必须增加关心的成功率 徐义扔掉靠枕 拿起茶几上的随身小包 小旋风一样跑向房门 师傅 我回房间做药剂 一捧心花和清灵液为基础做实验 金和星想喊住他 让他先休息 砰的一声 门已经被关上了 这孩子 金和星的表情也稍显落寞 轻轻靠在沙发背上 沉默了片刻 脸上浮现一丝苦涩的笑 低声呢喃着 创造新药剂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回到房间的江阳 打开手机看了看 见那位老教授不在线 于是自己看了会儿书 然后 开始修炼 胸前气海雪山的灵源 愈发凝食了 而且 随着灵力汇聚 越来越大了 起先只有乒乓球大小 现在又大了两圈 这太不正常了 江阳合计了一会儿 要不要尝试着压缩一下 把灵源压成黄豆大小 刚才金和星说 虽然江阳的灵源 比正常舞者大几十倍 但从江阳目前的状态来看 并不能确定有没有问题 对此 江阳有些苦恼 第200章 迷魂荡 飞机 汽车 拖拉机 江阳背着包 跟着金和星和徐毅一路颠簸 终于在傍晚时分 来到了四川瓦屋山 天色已黑 江阳拿着手电筒 走到金和星身旁 看着云雾鸟绕的深山老林 怎么看都不像个好地方 咋磨咋磨嘴 说道 师伯 首先我没别的意思啊 当然也不是害怕 我就是想说 我很有钱 我去故意摆台挖掘机 只需要三天时间 就能把这片林子铲平 到时候云开雾散 阳光明媚 咱们再来找花花草草 心情也好 这笔地方 剧组来拍鬼片和悬疑片 根本不用布置场地 拍到一半就得散火 导演和演员都特么吓风了 金和星眺望了一眼迷魂荡 转头看着江阳 温温微笑道 里面不算可怕 放心吧 呼 看来金师伯来过这里 这就好 刚刚站在这里 就感觉脑袋一阵迷糊 这地方的大地磁场 十分紊乱 江阳心里想着 不过 没想到 世界上除了空间裂缝 竟然还有这种神奇的地方 他紧了紧背包带 挺直腰板 一看气势就很足 跟着金和星师徒 走进黑森森的林子 师伯 您上次来迷魂荡 是什么时候 我没来过迷魂荡 这是第一次 金和星平静地回答 我得发 师伯 您可能对我不够了解 如今我 也是身价百亿 小有家资之人 区区百量挖掘机 不值一提 嗯 师伯相信你的实力 年轻人生活不容易 以后 还得购买药剂材料 结婚生子 到处都需要用钱 不能随便糟蹋 金和星 就像逗孩子玩一样 温声细语 耐心十足 言语间 哄着江阳 所以 咱们为了省钱 要拿命探险是吗 徐义抬了抬牙手冒言 看了眼江阳说道 你经过两次空间裂缝 怎么会害怕这里 相比于空间裂缝的凶险 这里 就只是自然奇观而已 江阳对着他微微一笑 没做任何表示 实际上 越往里走 大地紊乱的磁场 对江阳的影响 就越严重 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 一棵树上长满了人脸 每张人脸 都对着他呲牙咧嘴的音效 江阳用力闭眼睛 晃了晃脑袋 在看那棵树的时候 人脸没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不规则的 扭曲的树洞 他环视一周 发现周围雾气变浓 雾中像是有人影穿梭 江阳 你怎么了 徐义走过去 伸手抓向江阳的肩膀 这一瞬间 江阳本能地侧身躲避 同时 右手摸向腰间的乌黑匕首 刹那之间 他反应了过来 停下动作 任由徐义的 手拍在自己肩头 没事 有些头晕 金核心 也跟着环视了一周 没发现 有什么特别之处 虽然在外面有云雾笼罩 但在其中 并没有雾气 小义 静心雪莲 好 徐义从包里 拿出一瓶 静心雪莲 递给江阳 江阳接过 现在他精神恍惚地厉害 没有心思去顾什么 静心雪莲的成分 咬开瓶腮 灌进口中 金核心 来到两人身旁 伸手抓住两人肩膀 腾身而起 鬼术 怪石 浓雾 人脸 飞影 数不清的虚幻影像 在他眼前闪过 飞快地向后倒退 很快 金核心 把两人放在一处空地 让江阳坐下之后 站在江阳身后 单手盖在江阳头顶 一股柔和的灵力散出 把江阳笼罩在其中 师父 他怎么了 徐义很不解 道 他去过两次空间裂缝 还独全身而退 按理说 不应该害怕迷魂当 金核心想了想 说 不是害怕 具体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等他稳定心神之后再说 如果还不行 就把他送出去 此时此刻 将杨兄前气 还雪山里的灵源剧烈震动 脑海意识中 有数不清的声音 在嘶吼着 像是狂风 划过尖锐石头 发出的嘶鸣声 又像是无数只怨铃 在哀嚎 还像是婴儿啼哭 有人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呢喃不清 他感觉自己的神经 像是被一只手来回波动 但在 静心血连的药力 和金核心的灵力作用下 那些声音 慢慢消退了 发胀的脑袋 渐渐恢复 谢谢师伯 我没事了 江杨自己运行灵力 稳住了气海雪山里 剧烈跳动的灵源 嗯 消息吧 金核心说道 他也是太过心急了 想着早点找到 东西拿回去 也好早点解救周辰 但没想到 刚到迷魂当 江杨就出了状况 月光几乎落不进森林中 周围漆黑阴森 徐翼站起身 警惕地扫射着周围 一块怪异巨石 远远看去 像是一张巨大的人脸 几棵诡异的树 乍看一眼 像是站在远处的人 江杨就是 看到这些东西 才怕成这样 徐翼心中不禁在想 周围阴森的环境 再加上 诡异奇怪的树木 和巨石 乍一看 是有些恐怖的 仿佛有人 在暗中观察自己一样 呼 江杨长出一口气 暂时稳住了精神和灵力 睁开眼 发现那师徒俩 都用一种关切的眼神 望着自己 江杨心中 不由地溢暖 勉强笑了笑 没事了 可能是太累了 精神意识 出现了恍惚失控的状态 嗯 休息一会儿 吃些东西吧 金和星说着 江杨和徐翼打开背包 取出食物和水 默默吃了起来 江杨突然想到了一个 被他忽略了的问题 看向金和星 问道 师伯 药剂材料除了水和酒精之类的东西 不都是产自空间裂缝吗 这里怎么会有 金和星环视周围 开口道 这里曾是一位武神的陨落之地 武神陨落之地 江杨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想过 这里死过一位武神 很惊讶吗 金和星看着江杨 笑了笑 啊 是没想到武神会死 还是没想到武神会 死在这种深山老林 我只是有些惊讶 江杨放下水瓶 捏了捏额头 这里不是迷魂档吗 为什么说是静川呢 在这种地方 是沙厚的